你明明是世间唯一的圣君尽强者 却偏偏要带着欺女狗活于大山之中 出门从不遇见 打猎只靠弓箭 指引你的实力早已超脱这方未面极限 稍微有些许气息泄露就会把世界撕裂 可今天你却一改往日低调风格 独自一人来到了天地禁区 想要抓一只荒兽回去给女儿当做情 可不料在你踏入禁地时 却遇到了你这辈子也不想看见的人 他看到你后 虚空踏步而来 大声质问 秦李 你这家伙把我女儿藏哪去了 这五万年 你知道我找你找得多苦吗 天地禁医之上传来一声愤怒的嘶吼 无尽光滑从天而降 恐怖的威压瞬间笼罩整个禁医 就连天地也在此刻疯狂颤抖起来 其内无尽生灵匍匐在地不敢动弹 天地禁医乃是九天十地最为恐怖的禁区 古往今来数不尽的先王陨落其中 内部更是栖息着连先王都未知恐惧的荒兽 可此刻 那些凶狠的荒兽都匍匐在各自的领地 瑟瑟发抖不敢动弹 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禁医之上交战的二人 刚才说话的是一个身穿满龙袍的中年男人 头戴与关 浑身散发出无尽光滑 充满威严 举手投足间便有无尽规则之力流转 轻而易举就让四周的空间崩塌时空乱流 禁医的规则法则在接触的一瞬间就轰然倒塌 若有强大修饰在此 就会发现眼前的人竟然是传说中的白华仙帝 你面对他的攻击十分淡然 每次攻击都恰好接下 从不反击 再问你最后一遍灵儿在哪里 白华仙帝目光冰冷 攻势变得越来越灵力 禁医在他的攻击下已经崩坏了三分之一 这还仅仅只是他打出的余波而已 你一边应付着白华仙帝的大道之力 一边大声叫冤 前辈 我没把灵儿藏起来 你可千万要相信我呀 你穿越到这方修仙界 凭借着谨慎的性格和逆天悟性狗的修行 形势低调 一般很少出风头 早在真仙期修为的时候 你就在某处秘境中与白华仙帝相识 后来认识久了之后 你才发现白华仙帝竟是白华仙帝的独生女 自然看不上你这么一个三无青年 坚决不同意这门轻视 于是白华仙帝着白华仙帝逃出地宫 与你隐世于山野之中 如今已经诞下一个女孩 因为答应白华仙不能对白华仙帝迫手 所以你一直都将修为控制在准地境界 你若是真想出手的话 白华仙帝恐怕连你一招都戒不住 轰隆隆 天空宛如一面破损的镜子般无尽 空间裂缝在四周弥漫开来 根本招架不住两人的攻击 如此巨大的动静早已传遍九天十地 无数修士被惊醒 提前结束闭关 随后腾空而起 朝着天地境遇急速飞来 到处都是仙人遇见飞行的红光 越靠近天地境遇就越让他们心惊肉跳 那种恐怖的威压无比强烈 他们都在暗暗猜测天地境遇发生了什么事 竟会造成如此大的动静 整个世界都承受不住这股力量 颤抖不止 仿佛末日就要来了一半 当他们想要靠近天地境遇之时 恐怖的大道之力席卷而出 哪怕是仙人也不敢轻易靠近 纷纷远退 他们根本想象不到究竟是何等随意挥洒力量 足以将这方天地打碎 无数修士在境区外看着两道生意 头皮发麻 莫非是有绝世仙宝现实了 竟会引动两位仙帝大打出手 有人暗暗猜测到 不少人都觉得事情的应该就是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敢来看热闹 来修士也越来越多 在天地境遇之外 围满了朝阳群众 他们发现天地境遇的崩坏速度越来越快 已经有将近一半彻底崩裂 天地间到处都是空间裂缝 无尽的大道法则疯狂四孽 此刻天地同悲 山河破碎 万物思民不好 九天十地肯定承受不住他们二人的动法 若是再这样下去的 恐怕我们整个世界都要崩塌呀 一个白衣仙王脸色大变 惊呼不已 周围的人文言后惶恐万分 不明白那两位仙帝到底在争夺什么 又或者是有什么仇什么怨 尽不顾九天十地之威 强行出手交战 秦礼 本帝当年就应该一巴掌直接将你拍死 无尽混乱风暴之中 响起了一道愤怒的声音 接着更多的大道之力狂涌而出 朝你攻去 围攻的众人听到这道声音后 名带过来 这是白华先帝在与人交战 可秦礼又是谁 竟然让白华先帝发这么大火 不惜打的天帝悲鸣也要与其决一死战 白衣仙王震惊地说道 其他修士听到白衣仙王的话 纷纷瞪大眼睛 满脸不可思议 竟然是白华先帝在与人交手 他不是出了名的脾气好吗 秦礼到底是何人 以前可从未听闻啊 竟能与白华先帝一战而不落下风 其实力足以媲美先帝啊 叶仙王 你与白华先帝交情匪浅 赶紧坐中间人和谈一下 让两位先帝别再打下去 不然的话 九天十帝可就真要崩坏了 是啊 现在也只有叶仙王您能阻止他们 所有修士全部看向的白衣仙王 充满期待 他们可不希望赖以生存的九天十帝被打光 白衣仙王名为叶无双 是九天十帝 新崛起的一个先王 不过短短数万载 就已是先王巅峰的准地修为 曾与白华先帝论到三天三夜 叶无双白结无瑕的脸上 闪过一抹无奈 诸位道有 这可是先帝级别 在权力交战 叶某虽然有些许实力 但想要阻止他们恐怕远远不够 怕是还没进入天地境遇 就被两人打斗所传出的大道法则碾碎 听到叶无双此话 所有人的脸色沙 那间就白了下来 难道任凭他们打下去吗 九天十帝崩溃后 我等修士该何去何从了 有人忧心忡忡地说道 所有修士此刻都变得无比担忧 天地境遇都已经破损一半 九天十帝宛如一面 即将破碎的镜子一半 若是在这样 任由他们打下去 所有生灵都要被无尽空间封道吞噬 叶无双说道 我联系天机老人看看 有他出面的话 或许能平息这场战斗 众人听后纷纷一喜 好 那就有劳业先王了 传闻天机老人乃是天地神人 活了数百万年 名望甚高 对多名先帝皆有指点之恩 他若是出面的话 定能平息这场战斗 一个真仙修为的修士 感激地看着叶无双 随后也介绍了天机老人的来历 其他修士听后纷纷松了口气 天机老人应该算是 九天十帝对份最大之人 虽然没人知道 他的修为有没有超越先帝 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 十大先帝都对天机老人十分客气 叶无双拿出一张金黄色的符鹿 双手掐绝 随后那道符鹿化作一道惊天光芒 直冲天际 形成一道久久不散的冲天光柱 此福乃是当年我偶遇天机老人时 他老人家赠予我的 叶无双向众人解释说道 众修士一听 纷纷拱手表示叶先王大义 而与此同时 无尽天机的一片虚空之中 一鸣须发皆白的老人睁开了双目 枯竭的右手轻轻一抬 随后一抹金光便出现在他掌心之中 天机境遇的画面开始逐渐浮现 天机老人扫了一眼后 眉头一皱 白华先帝这是要做什么 难不成是想毁了这趟天地吗 随后他仔细扫了一眼镜域上 有些惊讶的道 此子是谁 仅凭准地修为就能与先帝打得有来有回 看着有些眼熟啊 似乎在什么地方遇见过 此刻天地镜域已经灯毁将近一半 旗内的森林死伤无数 就连空间也逐渐崩塌 金色的大道法则疯狂四孽 曾经令无数修士为之如骨的镜域 现在已经被打得残阔不堪 白华先帝那位小友 老夫乃天机 可否暂时停手片刻 天机老人在虚空中淡然 他的声音瞬间在天地镜域附近响起 所有修士都在此刻清晰地听到了天机老人的声音 夜无双目光一闪 他低声说道 天机老前辈出面了 其他修士无比震惊 他们根本没有看到天机老人在什么地方 但却能清清楚楚听到他的声音 这般深不可测的实力实在恐怖 天机老人在他们心里越发的神秘高大起来 随着天机老人的出现 天地镜域内的战斗迅速停了下来 白华先帝虽然极不情愿 但还是给足了这位天机老人的面子 副手而立 冷冷地看着你 一道柔和的金光从天而降 洒落在天地境遇混乱的法则之力和空间 风道逐渐平息 附近的修士也在此刻看清楚了你和白华先帝的模样 能和白华先帝抗衡之人 为何之前从未见过 如此鸡鸡无名 又有通天修为 究竟是何人 此人看起来如此年轻 却已经能和先帝一战 好生厉害呀 不过我好奇他们到底是因何事打起来 白华先帝此刻的表情仿佛要吃了那青年一样 众多修士看到这一幕后 议论纷纷 惊讶不已 而叶无双以及其他先王看到后 皆是瞳孔猥琐 脸上血满的凝重 他们在震惊里 为何你准地的修为就足以迎抗先帝 要知道 先王之上就是先帝 先王巅峰就已经被称之为准地 叶无双此话一出 周围的修士的纷纷用惊骇的眼神看着 众所周知 修仙的每个境界的实力都相差极大 别看叶无双在先王之中 已经是顶尖的战略 可面对先帝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方一根手指都能轻易碾死他 而你明明展示的只有先王巅峰的修为 却能与白华先帝打得有来有回 白华 你可知先帝不能随意在九天十地出手 否则这方天帝扛不住你们的大道之力 你是想要将整个九天十地打碎吗 天空中响起天机老人有些不快的声音 白华先帝脸色阴沉 在犹豫了片刻后 他看了你几眼后说道 这一切并非是本帝不愿遵守规定 而是此子实在欺人太甚 掳走本帝独女 我又岂能轻易饶过他 此话一出 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为之哗然 全部瞪大眼睛看着你 甚至有不少热血澎湃的青年修士愤怒部 恨不得冲上去要与你一较高下 白华先帝之女白洛林在角色榜排名第三 受到无数难修拥躲 现在发现白洛林竟然被你掳走 他没有岂能不懦 一时间你成为了大部分修士的眼中钉肉中刺 白华先帝 我等请愿 请你全力出手斩杀次子 哪怕打崩九天十地也无所谓 不少修士纷纷开口愤怒的看着你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你早已被这些修士给千刀忘了 几乎所有开口的修士全部都是年轻人 其中不乏那种精彩绝艳的天才先王和先君 就连叶无双也是脸色一眼 轻易不定的看着你 这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敢碰白洛林 就不怕成为修仙界公敌吗 叶无双难以置信的说道 小友 白华所言可是未真 天机老人的声音想起来语气有些怪语 你自然听到四周那些修士的声音 有些无奈的看着白华先帝 前辈 你听我解释啊 可还莫等你说完 就被白华先帝无情打断 本帝可不是你的前辈 快把我女儿交出来 你想了想后 立即换了个称呼 那我应该称呼 你为岳父大人吗 附近的众人听了此话 都不由地愣了一下 整个天地禁区都陷入短暂的安静之中 但随之而来就是树枝不尽的咒骂和怒斥声 此刻 那些仰慕追求白华林的修士 全部怒火中烧 死死的盯着你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叫先帝岳父大人 赶紧把洛林先子交出来 否则我们就是拼着九天十地崩碎 也要将你打得行神俱灭 大言不惭 岳父大人其实你能乱叫的 白华先帝现在就斩了此人 对其搜魂 肯定能知道洛林先子的下落 对此等不知天高地厚之辈 不能让他活在世上 莫非洛林先子已经惨遭此人迫害 四周响起一道道愤怒的声音 若不是忌惮你的修为 他们恐怕现在已经冲了过来 一起围攻你 夜无双一阵惊恶 不可思议地看着你 他没想到你堂堂准地 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来 直接称呼白华先帝为岳父大人 这是要气得白先帝 打动整个九天十地的节奏 果然 你的话音刚落 白华先帝的脸色骤然变化 由之前的阴沉变得无比愤怒 滔天怒火在眼中燃烧 数字二找死 白华先帝怒吼一声 仿若被戳中了逆龄一般 抬手打出无尽大道之力 天地瞬间崩塌 九天十地发出无尽震动 到处都出现山崩海啸 这一击差点令九天十地崩溃 而你那边确实有些无奈 抬手一挥 掌心出现无尽神光 在接住那些大道之力后 往后退了数十里之远 看起来非常困难的样子 但好歹也是接住了 又接住了 夜无双瞳孔微缩 有些惊讶 贼子 本地看你能接多少大道之力 白华先帝再次怒吼 更为恐怖的大道之力涌现出来 咔咔咔九天十地开始出现裂缝 坐在虚空中的天机老人 当即怒吼一声 白华道友 烧暗物躁 岩壁 无尽金光从天而降 落在白华先帝身上 挡住了白华先帝的那些大道之力 也逐渐令白华先帝冷静下来 道友 你就算将其斩杀 也难以找到另爱 还是停下来好好商谈吧 天机老人淡然开口 无尽金光 凝聚在四周 将天帝禁于和你 白华先帝笼罩在旗内 显然 是为了预防你逃跑 也是为了预防白华先帝在怒而出手 影响到九天十地 以此可见 天机老人的实力是要比白华先帝强大得多 不过 你扫了一眼的金光 却并未放在心上 以你圣君修为 想要破掉这金光 不过举手投足的事情 故而 你并未心急 反而想要借此机会澄清误会 拉近一下和白华先帝的关系 好歹也是女儿童童的外公不是 一家人何苦为难一家人呢 就在这时候 一道长虹迅速来到金光边缘 化作一道身穿道袍 满脸坚毅的俊逸青年 青年眼中怒火中烧 死死的丁阵 全身修为爆发出来 赫然也是先王修为 天机前辈 请允许晚辈与这贼子一战 晚辈必竭尽全力 将贼子拿下 逼问其落灵先子的下目 那青年朝天上拱手 与其坑枪 是凌峰 天骄榜第七的凌峰 没想到他来了 凌峰可是修仙界难得的天才 不过修炼七千年 便已达到先王境界 并且听说他在先军 巅峰境界的时候 就拥有挑战先王的实力 好家伙 凌峰与洛灵先子 皆是北周山弟子 据说二人关系还不错 想来此番也是为了报仇 不错 根据小道消息来看 凌峰应该是在追求洛灵先子 凌峰好好教训此人 定让他教出洛灵先子来 就是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 也敢染指洛灵先子 那些修士发现 青年先王的身份后 先是吃了一惊 随后有些振奋起来 凌峰 在修仙界名声正向 是公认的天才 很多人也知道 他在追求白洛灵 而且凌峰那可是在先军的时候 就能挑战先王的存在 如今已经晋升为先王 你看起来也只有先王修为 绝对有一战之力 最重要的是 凌峰出手 不至于影响到九天十地 绝对算得上是最好的选择 秦李小友 你现在还有机会将事情讲清楚 若你真是冤枉的 拿出证据来 我不会为难你 天机老人的声音响了起来 一贴了凌峰一眼 当即就认出了凌峰 你记得 洛灵曾跟你说过凌峰这人 有些凡人 洛灵只是跟他客气客气 他还真以为洛灵对他有好感 多次死缠烂打 今日正好教训教训着凌峰 于是你淡淡开口 没什么好说的 我秦李行得端坐的证 听到你此话 随后一挥手 一杆长帆 飞到凌峰面前 此宝是本地年轻时得到的 名为汉天帆 作为你为凌儿出头的谢礼 此话一出 所有修饰都不由脸色微变 就连叶无双都眼神有些火热 凌宝榜第46 先天凌宝汉天帆 叶无双死死的盯着那杆 充满了五彩光芒的长帆 呼吸略微急促 先天凌宝 几乎已经是最高级的法宝 传闻能对先帝级别的存在造成威胁 一般来说 先王是绝对不可能得到先天凌宝 没想到白华先帝上来 就将汉天帆给了凌峰 其他修饰又是羡慕又是振奋 有了汉天帆 情理绝对不可能抗衡凌峰的 凌峰抓住那汉天帆 有些兴奋 多谢先帝赐宝 晚辈一定竭尽全力 将此人擒拿 说完 凌峰看向你 脸色变得阴沉 但依旧显得很客气的说道 道友 你现在说出洛林的下落还来得及 只要洛林相安无事 我可以保证你绝对不会有危险 此话一出 其他人只觉得凌峰非常大度 唯有白华先帝和你两人 都是眉头一撞 白华先帝没说话 你倒是冷冷的到 洛林的名字 是你能叫的 凌峰听到你冰冷的话 显然愣了一下 随后他笑了一声 我与洛林相识于北周山 与他同在父神前被坐下听到 关系甚好 又如何换他名字不得 顿了顿 凌峰语气有些冰冷 倒是你 究竟对洛林做了什么 将洛林带去了什么地方 还不速速交出来 你笑了 你从未听白洛林说过 他和凌峰关系好 这一切 不过是凌峰一厢情愿的想法吧 而正是你的笑 让凌峰认为你这是在挑衅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凌峰语气冰冷 毫不犹豫地朝着你抬手一指 轰隆隆一道道空间法则 从四面八方凝聚而来 迅速将你四周的空间切割开来 落在你身上 想要将你切成碎片 空间法则 想要领悟极为困难 哪怕叶无双也没有领悟出来 可凌峰却已经领悟出了空间法则 可见凌峰的天赋之强 不愧是天交榜排名第七的存在 其天赋果真一天 其他修士看到这一幕 震惊的同时也是纷纷叫好 都想要看看你这个狂妄之徒 到底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可你站在原地没有动感 只是抬手一指 同样的空间法则在你身边席卷而出 如同风暴一样 瞬间就把凌峰的那些空间法则给淹没 将其吞噬殆尽 凌峰的空间法则在你面前 如同儿戏 竟然也是空间法则 而且如此强悍 叶无双瞳孔微缩 震惊地看向你 所有修士的声音戛然而止 满脸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凌峰惊呼一声 体内线力疯狂涌动 调动更多的空间法则之力去冲击你 可最终都被你很轻松地化解 很明显双方对于空间法则的感悟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凌峰最终被逼无奈 怒吼一声 疯狂掐绝 一只惊天巨手从天而降 朝着你碾压而来 无尽空间破碎 天地为之暗淡 山河在此刻逆转 无穷压迫力落在你身上 仿佛要将你碾碎 才善罢甘休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因为这遮天巨手 俨然已经超过了先王的范畴 隐隐达到了先帝的程度 就连白华先帝都有些动动 毕竟 凌峰不过是先王出气罢 竟然就能施展出堪比先帝级别的攻击 绝对算得上是天赋一柄 轰隆隆恐怖的巨手落下来 可你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只是轻轻瞥了一眼那遮天巨手 随后也不见他有什么动作 身上一袍鼓动 一个由空间法则凝聚出来的光照浮现出来 巨手落在光照上 掀起惊天巨下 恐怖的冲击力疯狂地冲刷着镜屋 无数荒兽扑术在地上 瑟瑟发抖 可不管如何 凌峰的遮天巨手依旧无法撼动 甚至连你的光照都没有撼动一丝一毫 从始至终 你站在半空中就没动我 凌峰的脸色终于变了 此刻他明白 单靠修为 他绝对不是你的对手 想要取胜 只有另寻他法 想到这里 凌峰毫不犹豫地抬手一指 他面前的空间出现波动 虚空裂开 一个巴掌大小的水晶小塔飞了出来 落在凌峰手里 一股恐怖的威压爆发出来 强烈的先天之气 从宝塔之中散发出来 灵宝榜排名 第四十七的先天灵宝 玲珑塔 夜无双惊呼一声 所有人都面露惊讶之色 没想到 灵宝榜排名 第四十七的玲珑塔 竟然在凌峰手 那可是先天灵宝 若是用得好 甚至能对先帝造成威胁 而且 刚才白华先帝也将 灵宝榜第三十六的 汉天帆赠给了凌峰 也就是说 现在凌峰手握两大先天灵宝 一个先王 拥有两大先天灵宝 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哪怕是夜无双世 修仙界风头正盛的先王 并且修为已经达到了先王后期 距离准地只差一步之遥 可依旧只有一件先天灵宝而已 凌峰拥有两件先天灵宝 那秦里要遭殃了 哈哈 肯定的 两件先天灵宝 就算是准地也讨不了好处 那秦里虽然不知道有什么机遇 修为达到了准地修为 可并没有先天灵宝 不可能是凌峰的对手 领导友一定要好好教训这家伙 让他嚣张 一众修士看着这一幕 兴奋不已 巴布的凌峰将你就地正法 而凌峰也将附近那些讨论声收入耳中 变得越发振奋起来 他没有说话 而是体内先力疯狂涌动 玲珑塔迅速暴涨 化作一座数十丈之高的巨塔 瞬间出现在你头上 要将你镇压 同时 那汉天翻也是飞出无数反应 整个境遇内的空间都仿佛在此刻停滞下来 时间也停止流动 接着天地颤抖 汉天翻化作顶天立地的巨翻 横根在天地间 那些修士仅仅只是看一眼 便觉得浑身法力迟滞 哪怕是身为先王的叶无双 也是有些呼吸急促 体内的先力像是陷入泥潭之中 这就是汉天翻 可以硬生生地将人的神魂都射住 和玲珑塔都属于偏控制的灵宝 威力极为强悍 此刻全部落在你身上 你绝对是无法抵挡的 然而下一刻 啪的一声晴天巨响 巨大的玲珑塔直接倒飞出来 骑上灵光大师 疯狂颤抖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破碎一样 天地间那股影响时间和空间的诡异力量 也顷刻间消散 汉天翻猛然一抖 光芒暗淡 迅速缩小 落在林宗手里 只见你手持一把黑色的长边 长边上布满了大道神闻 看起来极为不俗 啪 又是一声巨响 电影散发无穷黑色神韵 席卷天地 瞬间落在那倒退的玲珑塔上 玲珑塔被戳得灵光暴闪 仅仅几个呼吸间 就发出恐怖的轰鸣声 天地间出现无数灵光 玲珑塔在众目睽睽下解体 当场报废 玲珑榜第十 打神鞭 叶无双浑身聚颤 下意识地退后了数十步 似乎不敢靠近你 什么 竟然是玲珑榜排名第十的打神鞭 好恐怖的打神鞭 玲珑塔竟然被他一鞭子打得报废了 这狂徒怎么会有打神鞭啊 原来消失已久的打神鞭 竟然在他手里 他到底是谁 又是如何得到打神鞭的 我的天 我竟然看到了打神鞭的神威 这就是打神鞭吗 传闻中连仙帝都扛不住的打神鞭 随着叶无双的花音一落 四周响起一片哗然 所有修士都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呼吸有些急促起来 谁都没想到 你竟然拿出了打神鞭 轻轻松松地破掉了凌峰的两件先天凌宝 并且其中一件还被打得报废 远处的白华先帝看到这一幕 瞳孔微微一缩 难以置信 竟然是打神鞭 白华先帝内心有些动容 看着你那张脸 心情有些复杂起来 领宝榜前十的领宝 几乎都已经绝技 如今修仙界最为厉害的领宝 也不过是排名第十一的擎天印 传闻中排名前十的领宝 无不是有着神鬼莫测之力 就算是先帝也无法抗衡 没想到 打神鞭竟然在你手里 若是刚才斗法的时候 你拿出打神鞭 他白华先帝恐怕 也不可能这么轻松了 此刻 哪怕是坐在续空中的天机老人 也是目露诧异之色 领宝榜排名第十一的擎天印 就在他手里 一直以来他都在寻找 领宝榜前十的先天领宝 可数千年过去了 他一件都没有找到 没成想 其中有一件竟然在你手里 就算是天机老人 此刻也有些好奇你的身份来 这么多年来 他竟然从未听说过情理的名字 这 这怎么可能 凌峰瞪大眼睛看着你 难以置信 他的玲珑塔背后 他是又心痛又惊恐 最怕的就是这种事情 对方修为比你高 宝物还比你好 这该怎么打 既然今日你出现了 有些恩怨也该算一算了 你当然开口 1400年前 你与洛林同为北周山的弟子 表面上你与洛林的关系还算不错 可实际上你不止一次被刺洛林 就拿竞争北周道子的名额来说 你故意给洛林透露虚假消息 暗中散布谣言 污蔑洛林与一弟子油染 毁他清白 却又在表面上安慰洛林 从而获得洛林好感 可那一次 洛林因受谣言影响 在竞争道子一世上 失了先机 你成功夺得道子之位 当年白洛林在北周山的时候 你也同样是北周山的弟子 只不过 你当时修为并不高 有千道系统加持 故而形势低调 很少出风头 并且隐姓埋名 真实身份只有白洛林知道 当初林峰造谣之人 就是你和白洛林 当初你和白洛林的关系 只局限于朋友 并没有更进一步 你的一番话说出来 顿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所有人都诧异地看着林峰 对林峰指指点点 但也有很多人不相信 因为在整个修仙界中 林峰是出了名的有风度 绝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白洛先帝皱眉看向林峰 眼神中满是审视 他看到林峰眼里 闪过一抹慌乱 大致也明白了事情真实性 或许 此事正如你说的那样 这让白洛先帝 眼里闪过一抹阴霾 当然他现在并未说话 而是继续等着 只不过 白洛先帝内心 却有一抹一抹 你为何会知道这些 你胡说 林峰怒吼一声 面目有些争鸣 他看着四周 那议论纷纷的声音 眼里的慌乱越来越多 他大声道 各位 此此信口胡言 你们千万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当初我与洛林仙子关系甚好 怎么可能会被刺他 啪 他话音刚落 带着无上神威 令天地境遇 都为之颤抖地打神鞭 落在了林峰身上 林峰惨叫一声 神魂都差点被 抽得离体 只见一道虚影 从他身体飞了一半出来 然后又迅速归翘 林峰的身上 出现一条胶黑的伤口 从左肩往下 一直蔓延到右腰的位置 占据了整个上半身 伤口上还有密密麻麻的火星 体肉瞬间翻开 能够看得到 其内的肋骨也被抽得裂开 林峰体内的先例疯狂运转 想要愈合那伤口 却发现伤口永远也无法愈合 剧痛使得林峰面部扭曲 如同厉鬼 打神鞭留下的伤口 先体也无法愈合 伤口会永远留在身上 时时刻刻感受到 那股令人生不如死的剧痛 这一边是为落灵打的 你拿着打神鞭 淡淡地开口 你并没有现在杀林峰 杀了他 反而是给了他一个痛快 用打神鞭打伤他 从此之后 修为再也无法寸击 身上时时刻刻都会有一条伤口 时时刻刻都要承受那股剧痛 这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种无尽的折磨 谁也受不了这种痛苦 而且这种伤口会随着时间 推一而蔓延 直至将人全部吞没 这就是给林峰最好的惩罚 所有修士看到这一幕 都是头皮发麻 尤其是看到林峰发出阵阵哀嚎 他们更是心惊肉跳 他们看向你的目光 也是不由自主地带着一丝畏惧 天机前辈 您是修仙界第一人 您明察秋毫 一定要为晚辈做主啊 林峰浑身发抖 强忍住疼痛 朝天空抱拳 恳请天机老人出面为他主持公道 所有人也都翘首以怕 天机老人是公认的修仙界第一人 也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最公平之人 而且能够测散天机 知晓过去和未来 故而其名望甚高 基本上大家都会相信他的话 情理所言到底是不是真的 只需天机老人来评判就可以 只要天机老人稍微补算一下 就能知晓过去的事情 就知道情理所言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有人都默默地等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天机老人至始至终 一句话都没有再说过 天空非常安静 所有人也都明白过来 你说的那些事情恐怕是真的 林峰看似正人君子 极有风度 实际上背地里却干出了 被刺好友的这种事情 没想到林峰竟然是这种人 往我以前还那么崇拜他 这家伙就是个伪君子啊 竟然被刺落灵仙子 可恶啊 好家伙 他北周山道子身份 竟然是这样来的 真替落灵仙子不值啊 附近的修饰逐渐开始指制点点 林峰的风平也是立即得到逆转 转眼间就成为了 整个九天十地修饰 口诛笔伐的存在 就连白华先帝的脸色 也逐渐阴沉下来 林峰听到那些议论声 心灵受到极大的冲击 从高高在上万人敬仰跌落至千夫所指 那种感受不好受 林峰死死的盯着 他没有丧失理智 不敢再对你出手 只是咬牙说道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你没有理会他 反而是白华先帝抬手一指 恐怖的大道之力落在林峰身上 将林峰囚禁起来 虽然本帝不会对你一个小辈出手 但本帝会将你交给灵儿 由他处置 白华先帝淡淡开口 语气中充满了无容置疑 林峰脸色大变 想要说话 可不管他怎么张口 都无法发出声音来 体内的先例 也在这时候被全部封击 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而白华先帝也将送给林峰的汉天翻收了回来 这一幕看得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都是大快人心 纷纷拍手叫好 不过 也有不少人依旧没有忘记 先帝 落灵仙子还在那个情理手里 不能轻易放过这家伙 是啊先帝 这家伙绑架了落灵仙子 他的做法可是比林峰那丝还要更加过分 他奶奶的 一想到落灵仙子被这种人绑架 我心里就来气 这种人怎么能放过他 众修士很快又将注意力放在了你身上 尤其是那些白洛灵的追求们 五六个年轻仙王化作长虹 迅速来到了天地境狱之外 死死地盯着周游 这六个仙王 每个仙王的修为 竟然都比林峰要高上那么一些 其中有两个甚至已经达到了 仙王后期的程度 很快就有人认出了这六个人的来临 其中有四个竟然是天交榜排名前六的仙王 另外两个 虽然不是天交榜上的青年杰出修士 却也都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和夜无双香差不了多少 没想到这次竟然出来了六个这种程度的仙王 显然 他们都是白洛灵的追求者 并且愿意为了白洛灵而出头 他们同时朝着天空一半 请求天机老人让他们进去 与你决一死战 你看着白洛灵的那些追求者 也是有些头疼 这些人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你难道也要将他们全部搞死 与此同时 在天地境遇以南数万里之外的一座巨大山峰上 其上有个凉亭 凉亭里面坐着两个青年 一人满头白发 双目深邃 如同星空一样幽静 一身修为已经达到了恐怖的准地程度 他拿着一潭酒默默的喝着 眼睛里的画面却是天地境遇的那一幕 若是有九天十地的修士在此地 就能认得出来此人 竟然是天交榜排名第二的王静音 而另外一人 则是个面相随和 手持长笛的儒雅青年 他的修为深不可测 并未显露出来 如果有修士在此 就能认出这儒雅青年 则是天交榜榜首的陈凡 九天十地的天交榜前二 并未前往天地境遇 不过也同样关注着天地境遇的情况 因为在他们俩面前 有一个虚幻画面 画面中的情况正是天地境遇发生的事情 好家伙 为了洛林仙子 这些人都疯了不成 竟然敢去挑战一个 能在白华仙帝手里活下来的人 陈凡则则称奇 仙子也未尝不可 王静怡带着一丝不屑道 我还是比较喜欢柳红你 好家伙 陈凡拍手道 那人家柳红你可是角色榜排名第二的 比洛林仙子还要靠前 我也喜欢啊 不过他可是魔门圣女 你驾驭得了吗 王静怡眼中闪过一抹追忆 随后摇摇头没说话 陈凡又道 不过话说回来 好像柳红你也很久没有出现过 也不知去什么地方 莫非在冲击魔地境界 王静怡依就摇头 眼神中却闪过一抹担忧 陈凡见王静怡一直不说话 于是就转移了话题 王兄 你说这情理到底是何人 为何如此逆天 仅凭法则之力 抗住了白华先帝的大道之力不说 还有领宝榜帝时的把身边 那可是失传已久的领宝啊 王静怡脸色有些凝重 他看着画面里的情理 他很强 但不知为何 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似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陈凡不屑的道 可别说了 谁你都觉得熟悉 王静怡撇了撇嘴 灌了一口烈酒 不再说话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快退下吧 天机老人的声音在空中响起来 很平淡 但是对于那六个先王来说 却是极大的侮辱 当即有个先王就说道 前辈 我们一人不是他的对手 可我们有六人 本王就不信六人连手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不就一个打神鞭吗 我们六人都有先天领宝 此花一出 其他五人纷纷点头 亮出了自己的先天领宝 他们每个人手里的先天领宝 都能在领宝榜上长出排名 散发着不同的光运 阵阵强烈威压散发出来 令附近修士为之惊骇 再加上我 就在这时候 一道清冷的声音 漠然间响了起来 接着一道蓝光漠然间出现 那蓝光速度极快 转眼间就到了那六个先王面前 化作一个身材高挑 身穿白衣的角色女子 这女子最惹人注目 是那一头柔顺如铺的蓝发 和一双极为水灵的眼睛 南宫里 竟然是南宫里 角色榜排名第五 修仙界第一玉族 据说有人想要一窥究竟 死不足惜 这下有好戏看了 南宫里可是洛神族的神女 虽不在天交榜上 却比天交榜任何人都厉害 最为重要的是 洛灵仙子是她的表妹 二女关系极好 是啊 南宫里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南宫里的出现 引起了巨大轰动 在修仙界之中 有一些特殊的种族 比如说蛮族巫族 洛神族等等 这些种族的修士不上天交榜 不入道榜 但他们之中也有无比强大的修士 有的人天赋甚至超过了 天交榜排名前列之人 比如说南宫里 他不但是角色榜排名第五的仙子 而且还是洛神族的神秘 是洛神族天赋最强之人 其修为虽然只有先王初期 但能够借助洛神的力量 短时间里可以压制准地 据说若是不惜代价 甚至能与先帝一较高下 要知道 先帝已经是九天十地最高境界 一个先王初期的修士 能抗衡准地 已经是非常匪夷所思的存在 更别说能够与先帝一较高下 也正因为如此 南宫里在修仙界名头极大 比之一些先帝也不遑多让 天交榜上的修士 也只有排名前二的王静一和陈凡 能够与南宫里相提并论 而除了这一点之外 南宫里还跟白洛林关系匪浅 白洛林有一半的洛神血脉 从小生活在洛神族 二女从小一起长大 此次南宫里出现 显然也是为白洛林而来 丽儿 你怎么来了 白华先帝看到南宫里来了 南宫里也不等天机老人同意 化作一道蓝光 飞向天地境遇 无尽白色神光从天而降 落在天机老人布置下来的金光之上 金光迅速消融 南宫里也飞进了天地境遇里 洛神光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不由的瞳孔微微一锁 洛神光 传闻是上古神女洛神的本命灵光 真正属于洛神的力量 没想到南宫里一上来就使用了洛神光 可见他对秦里已经非常憎恨 贼子 小灵在哪里 南宫里飞进天地境遇 无尽神光拢罩在他身上 身后浮现淡淡的光运 一圈圈将其托起 宛若一落凡间的神女 圣洁高傲俯视一切生灵 你看着南宫里 眼中露出一丝古怪之色 你当然知道南宫里 平时你跟白洛灵于仙湖散步时 在房中交谈时 在座看云起云落时 白洛灵都会提起南宫里 跟你说南宫里跟她的关系有多好 说两女的秘密 说她的一些丑事 可以说南宫里在你这里 已经没有了秘密 在白洛灵眼里 南宫里温婉大气 虽然在外人面前表现得非常高冷 如一块不化冰川 实际上只是为了维持她的神女形象吧 真正的南宫婉非常温柔 南宫婉曾经说过 如果白洛灵哪天不见了 她就算是把天地翻过来 也要找到白洛灵 在下秦里 见过兰莉姐姐 你非常客气地说道 兰莉姐姐如果想见洛灵 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找她的 贼子 修得占我便宜 南宫里本想呵斥你 可说到一半 忽然回过神来 蓝莉姐姐这个名字 只有白洛灵知道 从来也只有白洛灵这样叫她 而且还是在私下里称呼的 公共场合从来没这样叫过她 秦里怎么会知道这个称呼的 除非是 白洛灵跟秦里说了她和自己的事情 想到这里 南宫里眼神有所变动 莫非此人跟小林真的关系匪浅 南宫里淡淡道 好 你现在便带我去见小林 你毫不犹豫地点头 随后又道 不过还请蓝莉姐姐稍等我片刻 我去抓个荒兽给童童当做棋丸 童童 南宫里眉头一条 并未听过这个名字 你问了一声 我的孩子 南宫里没多问 然而就在这时候 你看了白洛仙帝一眼 却冷不丁地说了一声 我和洛灵的孩子 什么 你此话一出 四周掀起一片哗然声 所有人全部盯着你 那六个天骄榜的仙王 瞪大了眼睛 全身先力爆发出来 无尽豪光冲天而起 一道道气助惊涛骇浪 极为恐怖 小子 而敢污蔑洛灵仙子的清白 王八蛋 你胆敢再侮辱洛灵仙子 本公子就算是自保 也要与你同归于记 不要脸的东西 你竟然敢说和洛灵仙子有孩子 真是岂有此理 那几个仙王被弃的脸都歪了 愤怒地盯着你 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也是惊讶不已 满脸不可思议 有的人难以置信地看着你 有的人则是露出嘲讽的表情 有的人觉得情理 这简直就是疯了 堂堂洛灵仙子 怎么可能会看得上他 跟他结婚生子 真是可笑 当然 也有无数修士愤怒不已 觉得你简直就是在 侮辱他们的女神 白洛灵圣洁无侠 那可是修仙界公认的女神 怎么可能会嫁给你 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无名小辈 一时间 又有无数修士腾空而起 冲到金光外面 这里面有仙王 有仙君 也有真仙 如果不是有天机老人的 金光挡着 他们就已经冲出去 要跟你拼命 臭小子 你胆敢胡说八道 本帝撕了你的嘴 白华先帝先是呆了一下 随后怒火中烧 强烈的气机瞬间爆发出来 磅礴的神念死死的锁定 无尽大道之力汇聚在你四周 空间崩塌 境遇溃散 就连南宫里也是焦躯青颤 驾驭神光退后 难以抵挡白华先帝的 恐怖大道之力 而你倒是一直观察着白华先帝的 白华先帝这刚刚一动 你就目光一闪 身前浮现大量空间法则之力 挡住了白华先帝的大道之力 但白华先帝不依不饶 虽然没有在动手 可依旧盯着你 小子 本帝的耐心很有限 你站在无尽大道之力中间 看似如一夜孤舟 可实际上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你圣君修为 能轻松化解白华先帝的大道之力 岳丈大人 小续所言 句句属实啊 你好不退缩 白华先帝死死的盯着你 一字一句的道 现在带本帝去见灵儿 你若有半句假话 就算是将整个九天十地打得破灭 本帝也是要将你碎尸万段 此刻的白华先帝是真的怒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 情理说出他和白华领有孩子 这让白华先帝怎么受得了 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怎么容忍有人糟蹋 故而此刻的白华先帝 杀鸡如潮 恨不得现在就一掌披了你 只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能够碾压法则之力的大道之力 在面对你的空间法则时 却显得软绵绵的 完全无法发挥出真正的力量 导致白华先帝现在也无法突破你的防御 白华先帝知道你是有什么异保护神 否则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只是白华先帝现在一心 只想知道白华领的下落 因此并未多想 你一脸无辜的倒 岳杖大人 蓝莉姐姐可以跟我一起去见华领 但是您不行 白华先帝脸色阴沉 你找死 你解释道 不是我不想带你去找华领 而是华领不想见你啊 你想想你曾经对华领做了什么 他又为何会逃出白地宫 白华先帝沉默下来 眼神中闪过一抹悔疑 曾经白华先帝为了阻止白华领和你在一起 将白华领锁在白地宫 并且强行与蛮族的蛮神之子定下婚事 准备与蛮族联姻 白华领伤心至极 使用了你给他的领保玄黄缩 离开了白地宫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已找他数百年时间 现在只想见他一面 以表歉意 你可否代为转告 白华先帝沉默了片刻后 才看向你 显然他相信了你的话 相信是白华领不想见他 而看着这一切的修士们就不淡定 尤其是那些追求白华领的修士 急得不行 先帝 慈子就是在胡说八道 你万万不可相信他呀 对呀 他肯定有什么阴谋 你怎么能相信一个不要脸的家伙呀 先帝 让我们进去与慈子决意死战吧 就算是死我也会逼他说出 华领仙子的下落 晚了 白华先帝被这贼子蒙蔽了双眼 禁忆外的修士垂足顿凶 只恨自己进入不了境遇 要是能进入境遇的话 一定要跟你决意死战 在虚空中看着这一切的天机 老人没有在说话 也没有在出面 因为对于他来说 他只需要保证九天十地不受到危害即可 既然现在白华先帝没有在出手 那他也懒得再出面 而在数万里外的凉亭内 陈凡看着画面 闭脸惊恶 好家伙 这小子真敢说呀 竟然说他和洛林仙子生了个孩子 白华先帝不得被气疯了 他可是个标准的女儿奴吧 王静怡瞥了陈凡一眼 看起来好像没被气疯 陈凡摸了摸下巴 好像是秦里说中了白华先帝的痛主 这家伙到底是谁 他不会真跟洛林仙子有一腿吧 那不得让整个修仙界的青年才俊 伤心死了 王静怡不屑道 关你屁事 陈凡道 难道你不想知道 王静怡淡道 不想 陈凡笑道 我知道了 你现在再想留红你吧 王静怡沉默不说话 与此同时 你听到白华先帝的话 本来内心有些犹豫的 但是转念一下 虽然白洛林表面上 不愿意联系白华先帝 但哪个女儿不想得到 自己父亲的祝福 她只是在志气 也有可能是照不清理的情绪 所以才会说不愿意 再见到白华先帝 若是能促进白洛林 和白华先帝的关系 自然也是好事一桩 于是你说道 我觉得此事最好 你自己跟洛林说 白华先帝听到这话 愣了一下 随后喜道 你愿意带我去找灵儿了 你摇摇头 白华先帝正要发怒 却看到你抬手一指 虚空出现波动 缓缓裂开 只见一根巴掌大小的梭子 出现在他面前 那梭子上散发着 淡淡的混沌灵光 布满密密麻麻的神秘符纹 一阵阵大道底蕴 从里面散发出来 一出现附近的虚空 都开始颤抖 这是玄黄缩 白华先帝脸色一脸 惊骇地说道 灵宝榜排名帝九的玄黄缩 竟然在你手里 随后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又问道 难道 五百年前灵儿 就是凭借此所破坏空间 从白帝宫神秘消失的 当年白华先帝 以大道之力 分布整个白帝宫 就算是寻常先帝 想要无声无息地离开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就在这种的情况下 白洛灵还是凭空消失了 白华先帝发现时 早已找不到白洛灵 如今看到玄黄缩 白华先帝瞬间就明白过来 也只有玄黄缩 这等一天领宝 才有可能凭空消失 而其他修士 看到这一幕则是瞪大眼睛 满脸难以置信 玄黄缩 竟然是玄黄缩 传闻中能够破开一切空间 随意前往九天十地 任何地方的玄黄缩 领宝榜排名第九的宝 竟然也在他手里 也无双呼吸急促 震惊地看着满脸平淡的 领宝榜前十 都消失了很多年 而如今 第十的打神颠和第九的玄黄缩 竟然都在琴李手里 琴李到底是什么来路 他以前竟然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也太恐怖了 难道是某个先帝之后吗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会有这等手段 连续拿出打神鞭和玄黄缩 别说他们了 就连天际老人也是瞳孔威缩 不由自主地站起来 略微有些惊讶地 看着你面前的玄黄缩 眼神闪烁不定 开始琢磨你的身份 想了想 天际老人再次盘膝坐下 一抬手 面前出现一个八卦罗盘 以及两个龟壳 几枚铜钳 罗盘无比玄妙 古朴无比 两个龟壳上 全是复杂的花纹 满是岁月的痕迹 而那几枚铜钳 则是紫金色的 看起来就颇为不俗 若有修饰在此 就能一眼认出这罗盘 乃是玄宝榜第八的定心盘 好家伙 玄黄缩都出来了 陈凡在梁亭里 看着你拿出玄黄缩 满脸惊讶之色 这琴里给人的意外也太多了 玄宝榜排名第十的打神鞭 和玄宝榜排名第九的玄黄缩 竟然都在他手里 有点东西啊 顿了顿 陈凡又道 该不会领导榜前十的宝物 都在他手里吧 王静一眼里也有些震撼 不过他很快就不屑地说道 你在想什么 真以为他是盗祖不成 据我所知 定心盘就是天机前辈手里 陈凡摸了摸下巴 嗯 你说的对 传闻中那几个外族 都有排名前十的宝物 作为正族之宝 此事应该不会讲 与此同时 天机老人手里的定心盘 开始闪烁不定 他看着面前的卦象 眉头深锁 他的未来看不到就算了 竟然连过去也算不出来 此子到底是谁 竟然有如此天机傍身 气韵如龙 天机老人的定心盘 可以测算天机 非常神奇 这么多年来 也失算过几次 但失算的那几人 都是那种气韵极强之人 身上的天机极其不稳 就算天机老人也难以测算 除非是消耗一些寿源 付出极大的代价才可以 只不过 对于天机老人来说 你的身世虽然神秘 却也没有到那种 让天机老人消耗寿命的地步 所以天机老人只是摇摇头 收起定心盘 继续观察事情的发展 天地境遇内 你看着面前的玄黄缩 也不见有什么动作 那玄黄缩就开始颤抖起来 接着嗡的一声 旗上布满了玄幻之气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你要用玄黄缩 破开空间的时候 玄黄缩上却响起了一道声音 相公 你抓到荒兽了吗 彤彤现在正闹的正欢呢 怎么都要找跌跌玩 那声音清脆温柔 如同百灵鸟一样 让人听得非常舒服 白华先帝听到这声音的瞬间 明显愣了一下 眼眶微微发红 身体颤抖起来 五百年了 他已经五百年 没有听到过这熟悉的声音 这些年来 他经常会回想起白洛林 时时醉酒 后悔当初的决定 而现在时隔五百年 终于又听到了他的声音 这让白华先帝内心无比激动 白华先帝张了张嘴 喉咙如动 却硬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不远处的南宫里 也听到了白洛林的声音 他无比确信 那就是白洛林的声音 他不由地往前飞了一段距离 靠近了你 虽然没有说话 但那张洁白无暇的脸上 却不满了开心 一旁的凌峰虽然被禁锢住了 可听觉视觉等 却并未被封禁 他也听到了白洛林的声音 凌峰瞪大了眼睛 跟白华先帝和南宫里 听到白洛林的声音而兴奋不同 他关注的重点是白洛林对你的称呼 相公 白洛林竟然真的和你澄清 只有附近的人能够听得到 其他人根本就听不到白洛林的声音 只是看到白华先帝和南宫里的表情 都发生了变化 什么情况 里面发生了什么 怎么没声音传出来了 玄黄梭不是用来破开空间的吗 怎么没看见秦里破开空间 带洛林仙子出来 我感觉有点像是故弄玄虚 可是从南宫里和白华先帝的反应来看 不像是在故弄玄虚啊 那些修饰议论纷纷 疑惑不解 而叶无双则是眉头皱起 想要以神念探查 却发现金光发生了某种变化 神念无法进入到天地境遇内 想要得知里面的情况不太可能 只能静静看着事态发展 那些追求白洛林的修饰 则是急得抓耳挠塞 恨不得现在就冲进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情况 天地境遇内 你语气极为和蔼的说道 童童乖 爹爹给你抓一只好大的大脑 马上就回来哦 爹爹快回来哦 童童乖 等你 玄黄苏内响起一个小女孩 奶声奶气的声音 听声音都能够听得出来 我马上就回去 好 白洛林拎了一声 白华先帝忽然开口了 灵儿 你 你还好吗 白华先帝的声音响起来后 附近陷入一片安静中 白洛林沉寂下来 等了许久也没有说话 白华先帝有些着急了 他赶紧说道 灵儿 是为父错了 当年不应该那样对你 这五百年来 为父实实自责 现在只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就足够了 白洛林终于开口了 我和秦里在一起过得很好 非常幸福 希望你不要为难秦里 白华先帝苦笑一声 他无奈地说道 当年是为父眼拙 瞧不起你 可今日与他相见 才知道他的天赋远超为父想象 加以时日 并能成就地位 顿了顿 白华先帝又道 我能见见童童吗 那边又陷入沉默之中 白华先帝变得无比忐忑 就像是一个犯错的孩子 等待着家长的惩罚 而此刻 外边的那些修士 虽然听不到白洛林的声音 却能听到白华先帝的声音 白华先帝的那番话 认错的样子 现在满是忐忑的样子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谁也没有想到 堂堂先帝 竟然会有这样一面 竟然会露出这种表情来 这还是在不久前 居高临下 举手投足间就能毁灭天帝境遇 另九天十地都颤抖的白华先帝吗 或许 也只有角色榜第三的落灵先帝 能够让白华先帝有这样一面吗 而白华先帝的这些话和这些表现 也透露出一个信息来 那就是落灵先帝 或许真的是情理的道路 不会吧 落灵先子该不会真是这家伙的道路 这怎么可能 此人不过一个无名小辈 落灵先子乃是白华先帝的千金 高举角色榜排名第三 怎么会看不得上他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 我感觉应该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在里面 有没有可能是落灵先子被这家伙控制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落灵先子怎么可能会看得上他 九天十地的修士 数百万人 数千万人都在看着这一幕 大部分修士都不愿意相信此事 尤其是那几个天交榜排名前列的先王 更是觉得此为无稽之谈 就连叶无双都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不过他并未说话 一直看着事态发展 此时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都在关注着这件事 毕竟白华先帝那是差点要将整个九天十地都拆掉了 而现在引出了白洛林的事情 白洛林高居九天十地的角色榜 第三 可以说是最美的那几个人之一 自然关注此事的人也就多了 九天十地有多大 哪怕是一个地域 都有数十万里之宽 有的甚至达到了百万里之广 而这样的地域 有十个 至于那九个天域 更是一个天域堪比十个地域 可想而知九天十地到底有多大 其内的修士数不胜数 如今关注此事的修士 大多数都是修为极其高深之人 哪怕没有杜杰成仙 也已经有合体杜杰大乘修为 更多的还是仙人之上的境界 修仙的境界极多 成仙之前分为炼器 筑基金丹元英华神 问灵合体 杜杰以及大乘 大乘之后就是仙人的境界了 分为帝仙天仙真仙先君 先王以及先帝 其中先王巅峰 则称之为准帝 帝仙之下的修士 基本上很难察觉到 天帝境遇的事情 尤其是天帝境遇 在九天十地的西部边缘地区 距离九天十地核心极远 故而大多数帝仙以下的修士 只感觉到九天十地在颤抖 并不知道弟弟是什么情况 可就算如此 来到此地的修士 依旧有数百万之众 可见整个九天十地 到底有多少修士 用数字不禁来形容 最为贴切 而白洛林在这无尽修士之中 能进入前一百的 无不是百万里挑一的存在 自然的 白洛林作为角色榜第三 受到的关注度极高 这也是白华先帝 在说出白洛林被女卤走之后 为何会引起那么大轰动的原因 此刻 在遥远的北林天域 一座高耸路云的冰山上 冰山冰寒冷静 其上有无数冰宫 冰宫内进进出出的弟子 全是姿色绝美的仙子 他们每个人的身姿都极为优雅 毛子中带着清冷 此地便是修仙界中 自明赫赫的北林先公 北林先公的弟子 全部都是女修 每个女修都不尽人情 形势诡异难测 动不动就灭人全组 在修仙界是那种 人人谈之色变的存在 而偏偏 他们的公主姚光 却是十大先帝中 为数不多的女先帝之一 而且高居角色榜榜首 排名比落神族的南宫里 白华先帝之女白洛林 已经我们圣女柳红尼的名次更高 如此一来 无人敢打北林先公的主意 在北林先公最高的一座兵宫前 一名身穿白衣 姿色绝美的仙子 跪于宫殿之前 公主 天帝禁遇有大事发生 白华先帝对一个 叫做秦礼之人大打出手 将整个禁遇打得崩塌 九天十地都甚至因此而受到影响 不过好在天机老人出面协调 白华先帝已经停手 仙子语气恭敬 随后仔仔细细地 将事情前因后果说出来 片刻后 宫殿内响起到清冷的声音 下去吧 是 仙子应了一声 转身离去 过了许久 一道清泥声响起 秦礼你可千万别走 本宫还有一日即可出关 待本宫出关 定要找你算一笔账 本宫的便宜不是那么好占的 与此同时 其他各地的先帝 也纷纷听说了此事 不少先帝听到秦礼的名字后 目光或凝重或冷立 似乎都听说过秦礼这个名字 但他们没有轻举妄动 唯独冬即魔窟之中 一道猖狂的笑声响起来 紧接着血红的光芒 从魔窟中击射而出 迅速朝着天帝禁域而去 秦礼你终于出现了 本尊找你很久了 上次输给你 让红尼跟你一起走 是本尊做过最后悔的事情 今日一定要算清 整个九天十地那些先帝的变动 你并不知道 可就算他知道了 也会无动于衷 以他圣君修为 就算是天下所有先帝群起而攻之 也不会有危险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解决家务事 面对白洛林的再一次沉默 你也表示很头疼 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出面了 于是 他说话 就连南宫里也是美眸闪动 深深地看了你一眼 白洛林终于回话了 童童 你想见外公吗 想小女孩奶生奶气地回答 白华先帝听着不由松了口气 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外公很快就来看你了 你要乖点哦 白洛林说道 问问童童问道 那娘亲 爹爹会回来吗 白洛林说道 当然会回来 爹爹给你去抓宠物了 好 最喜欢爹爹了 童童开心地喊道 你听着母女俩的对话 也是心里非常甜蜜 他看向白华先帝 岳杖大人 蓝莉姐姐 我先送你们回去吧 好 那就有劳了 白华先帝点点头 对你终于也是客气起来 你和白洛林已经开花结果 而且你现在的实力未必比他差 假以时日就是超越他也不是不可能 白华先帝再也找不出嫌弃你的理由来 如此一来 对你自然也是客气 你也不废话 用玄黄缩划开空间 只见玄黄缩上玄黄之气闪烁 在他面前撕开了一条巨大的缝隙 所有人都看清楚了 在那缝隙后面是一个如同世外桃源的世界 青山绿水 奇花异草 数不胜数 天上有仙鹤与白云共舞 地下奇兽与孩童兮兮 到处都是外界难以见到的灵药 真就如同仙境一般 岳杖大人 蓝莉姐姐 洛林和彤彤在里面等你们了 你们进去吧 我抓一个荒兽后就回去 你指了指缝隙里面的世界 好 白华先帝有些忐忑 但还是抓起被禁锢的林峰 鼓起勇气飞进了那个世界当中 南宫里飞到入口出顿了一下 回头看向你 眼神中透露着深意 最后也是飞进了世外桃源之中 你摸了摸下巴 这样看我做什么 他摇头把玄黄缩收起 裂缝逐渐消失 你转身化作长虹 飞进了天地境遇之中 与此同时 那些在天地境遇外的修饰 浑身都散发着酸味 你们有没有看到刚才那是什么地方 看起来像仙境一样 真的羡慕了 在那种地方修炼 修为也能一日千里吧 秦里到底是什么来头 能拥有那种道场 确实 我感觉那道场比先帝的道场还要好上不少 有没有人知道秦里到底是谁啊 感觉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 如果能够结交秦里就好了 那些修饰并没有就这样散去 而是继续观察着你 甚至有部分修饰 还想要去跟你结交一番 毕竟并非所有修饰都对你有敌意 有敌意的只是那些白洛林的追求者吧 如今连白华先帝都跟你握手言和了 他们自然也不可能仇视你 相反一个个还想要结交你 唯独那些高高在上的先王 此刻看着空荡荡的天地近日上空 脸色极为难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一个无名小族怎么会拥有这些 不行 我们必须要挑战你 对 你有本事出来与我们一战 我堂堂先王 又岂回畏惧区区情理 那几个先王浑身战意喷发 身上法则营绕 强烈的气息令附近修饰有些畏惧打寒 故由的退后 然而偏偏在这时候 天机老人的金光消失了 不再阻拦这些先王 很明显 是天机老人件事情已经解决了 九天十地不再有被毁的威胁 故而撤去了金光 这让几个先王都愣了一下 他们纷纷对视一眼 看起来有些犹豫 他们不敢再嚣张了 很明显 他们是先王 并非傻子 你能那么轻松解决掉凌风 又有准地修为 他们最高也不过先王中期霸 有金光在他们还能狐假火味一番 没有了金光如何敢去挑战情理 没有人敢去出这个眉头 六个先王熄火 让那些围观的修饰面露古怪之所 指指点点 不少人眼中都露出一丝不屑 这六个先王的脸 一下就红了 不过就在这时候 一到金天魔气 冲天而来 恐怖的气息 令整个破碎的天地 竟于再次颤抖起来 只见一个身材魁梧 身穿黑红二色假装 头顶双脚 双眸发红的刚一男子 从那些黑色的魔气中走了出来 小子 你终于现身了 那男子目光如刀 死死地盯着你 你看到男子后明显愣了一下 随后露出一丝笑容 七杀老哥你刚开口 就被七杀魔帝给打断 他毫不犹豫地一挥手 少他娘的给老子套近火 老子也不欺负你 就以准地的修为跟你打 说完 七杀魔帝将修为压制在准地境界 战役盎然地盯着你 此刻 四周修士惊呼不已 掀起一片哗然声 我的天 竟然是七杀魔帝 没想到七杀魔帝竟然也来了 而且看起来气势汹汹 一直在寻找你的样子 莫非两人也有恩怨 好家伙 这秦里是犯了什么天条 同时招惹两大先帝 七杀魔帝可不是白华先帝那么好糊弄 他杀人不眨眼 死在他手里的修士不知道有多少 是啊 这下秦里惨了 四周修士议论纷纷 对七杀魔帝都有些畏惧的样子 或许七杀的修为并非最强的 但若论巅峰战力 他绝对不输于任何先帝 只因为他修炼的是魔功 天生好战 屡屡越战越勇 哪怕是面对比自己实力强大的先帝 也能逆流而上 不顾一切的战斗 他从针线开始斩露头脚 数万年来 不知道越阶斩杀了多少修士 每每陷入烈士之后 反而能激发他的血系 令其愈发强大 而且曾有传说 七杀魔帝动辄屠城 一生杀了无数修士炼制魂帆 几乎所有修士听到七杀魔帝 或者冬季魔窟的名头都会害怕 现在秦里招惹到了七杀魔帝 肯定必死无疑了 那六个先王看到这一名 纷纷大喜播望 七杀前辈 死子狡猾如虎 万万不可让其骗了 刚才还以卑鄙的手段骗了白华先帝 这时候一个头发火红的青年先王大声说道 所有人都认识他 此人乃是天骄榜排名第六的吴天琪 对 七杀前辈你一定要小心 这家伙巧舌如簧 白华先帝没对其下 死手可吃了大亏 晚辈建议您直接全力出手 将其镇压 万万不可给其翻身的机会 另外一个黑衣先王开口道 此人乃是天骄榜排名第三的赵聚棚 据说有天鹏血脉 实力很强 还有四个先王也准备开口搭枪 结果七杀魔帝有些不耐烦地抬头 看了六人一眼 老子做事要你们教 七杀魔帝眼中闪过一抹冷意 如刀一样的眼神 不耐烦地看着那六人 六个先王立即如坠冰窖 浑身发了 不仅仅是他们 就连四周的其他修士 也都是心中意涵 赶紧退后几步 七杀魔帝喜怒无常 是出了名的狠角色 小子 要不要老子帮你 把这些废物给清理了 我俩好痛痛快快地打一场 七杀魔帝冷笑一声 滔天魔艳生疼而起 神石已经锁定了那几个先王 那六个先王 吓得面色俱变 以为七杀魔帝是来杀秦里的 没想到 反而成为了他们的催命符 秦里还没说话 七杀魔帝就已经动手了 也罢 谁叫老子欠你一个人情 今日就勉强帮你解决 这些喽啰便是 七杀魔帝颇有些不情愿的样子 但动起手来 却丝毫没有手软 当年他与秦里一战 秦里剩了他两招 按照赌约 柳红尼不但可以跟秦里离开 他还必须欠秦里一个人情 他话音刚落 抬眼看了那天骄榜排名第六的吴天琪 扑 吴天琪的身体爆开 鲜血如同烟花一样 在半空中绽放 恐怖的仙缘 从吴天琪体内爆出来 席卷整个天地境遇 龙玉的仙力笼罩在四周 此刻天地同悲 山河哭泣 乌云席卷 万物悲鸣 先王陨落 天地出现恐怖异象 不知道从何处来的乌叶声 遍布了整个九天十地 天骄榜排名第六的吴天琪 被七杀魔帝一个眼神抹杀 毫无反抗之力 这就是七杀魔帝的实力 杀天骄榜前十的修饰 如同土狗一样简单 而且没有半点拖泥带水 说杀就杀 看着吴天琪的血肉爆开 所有人的眼皮都猛地跳了一下 七杀前辈 你 你难道要为了一个情理 公然撕毁九天十地的约定 赵巨鹏等几个拦截情理的先王 脸色巨变 惊骇地看着情理 不由自主地退后 其中那天骄榜排名第九的断九 惊呼一声 谁也没想到 气势汹汹而来的七杀魔帝 非但没有出手对付情理 反而转头 就杀起他们这些 想要拦截情理的天骄榜修饰来了 九天十地 各大先帝之间有约定 先帝不可轻易对先王出手 尤其是天骄榜上的修饰 然而七杀魔帝毫不犹豫地 撕碎了这所谓的约定 仅仅只是 为了还情理一个人情 叶无双也是瞳孔微微一缩 显然没想到 七杀魔帝竟然这么轻易 就替情理出头了 而且 杀的还是天骄榜的修饰 无天其一死 整个吴家不得闹翻天 要知道 吴家的底蕴 可是能够抗衡先帝的存在 叶无双的呼吸 有些急促起来 七杀魔帝欠情理的人情 究竟是什么 竟然让他不顾九天十地之间 先帝之约 以先帝之尊 去杀一个天骄榜修饰 那些围观的修饰 更是一个个惊骇不已 暗自庆幸自己 没有去做那个出头鸟 否则被七杀魔帝盯上 谁也逃不掉 这 七杀魔帝 不是来找情理算账的吧 怎么转头就杀了吴天其 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感觉七杀魔帝是 站在情理那边的呀 吴天其 那可是吴家的天才 就这样打杀了 果然 先王在先帝眼里 如同蝼蚁 现在可以理解 情理抗住白华先帝的进攻 有多离谱了 要么情理的实力逆天 要么白华先帝手下留情 不愿意打杀他这个女婿 不是 七杀魔帝到底欠了情理什么人情啊 天帝境遇外的那些修饰 一个个惊讶不已 吃惊不已 他们看向站在半空中 冷眼旁观的情理 心里都生起一抹好奇 情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去 七杀魔帝竟然出手了 不愧是他啊 吴家的吴天琪 说杀就杀啊 陈凡看得一愣一愣的 王静一也是目光一宁 这就是七杀魔帝 陈凡惊讶到 也不知道七杀魔帝 到底欠了情理什么人情 王静一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吴天琪陨落的瞬间 一道怒吼声响了起来 七杀 你该死啊 一张巨脸出现在天地境遇上空 那是一个中年人 他俯手看着七杀魔帝 怒目而视 眼里的杀鸡 如同要凝聚成实质 所有人看到那张巨脸 立即明白过来 此人就是吴家族长吴圣宁 虽然仅仅只是准地修为 但也是老牌准地了 并且在动用吴家底蕴的情况下 不惧先帝 实际上 九天十地总共就那么几个大家族 除了陈凡所在的陈家外 其余的大家族都没有先帝 但他们都有各自底蕴 这些底蕴一旦启动 能与先帝媲美 这就是大家族 能屹立在九天十地的根本 七杀魔帝 抬头瞥了一眼吴圣宁 谁给你胆子 这样看老子的 给老子散 七杀魔帝一声低喝 那张巨脸顷刻崩溃 但吴圣宁的声音 还是传了过来 七杀 你杀我吴家弟子 你动机魔窟 也别想好过 七杀魔帝粗犷的脸上 充满了不屑 我魔窟子弟若贪生怕死 不许你动手 老子就图了他们 说完后 七杀魔帝 看向另外五个在逃顿的先王 老子有说让你们逃吗 给老子回来 七杀魔帝冷喝一声 朝着五个先王抬手一抓 五个先王原本在逃顿的身躯 瞬间倒飞回来 五人吓得几乎魂飞魄散 到现在也没有想通 为何七杀魔帝 就站在了情理那边 要打杀他们 七杀前辈 我错了 我错了 饶我一命吧 天交榜排名第九的段和 疯狂求饶 其他几人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急忙向七杀魔帝求饶 认错有用 何须修炼 七杀魔帝冷笑一声 正要动手 竖刀立合声响了起来 七杀 你敢动段和事实 段家即刻向东极魔窟发兵 荡平所有魔修 七杀 你是想要撕毁这么多年的约定吗 我江家也绝非好惹的 七杀魔帝且慢 我李家儿郎虽有错 但罪不至死 他不过有眼无珠罢了 不知情理乃是你魔窟贵客 还请手下留情 七杀魔帝 莫非真当我方家不存在吗 受到怒吼声响起 却是九天时地最大的几个家族 段家 吴家 江家 以及方家四家族长同时开口 从遥远的天边出生制止 就连九天之上 也响起了一道淡淡的声音 七杀道友 你做得有点过了 这声音 所有人都听到了 那是佛宗的先帝 空慈大师 连先帝都出面了 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纷纷看向七杀魔帝 想要看看 七杀魔帝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毕竟 现在可不仅仅只有吴家一个家族了 还有段家 吴家 江家 方家 以及一个先帝带来的压力 七杀魔帝 真的会为了偿还情理一个人情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七杀魔帝 在这么多修士的声音响起来之后 反而冷笑一声 过了 秃驴少他娘的 在这里给老子假慈悲 九天十地很久没热闹了 七杀魔帝哈哈一笑 毫不犹豫地 朝着那五个先王一指 族长 救我 一声凄厉的求救声 在天地境狱内响起来 那是天交榜排名第九的 段和在相段家求救 段家拥有极为强劲的上古昆兽血脉 虽然并非妖族 可却能够化妖 化妖之后展现出来的战力 要强于同阶修士 段和虽然是先王初期的修为 可一旦化妖 爆发出来的恐怖实力 却能够与先王中期相提并论 而且 他是天交榜前十之中 除了凌峰之外最年轻的修士 如今也不过六千多岁 对于动辄数万岁的先王来说 这点岁数 真就如同孩童一样 故而段和天赋 也算是非常强劲的存在 甚至有可能在陈凡和王静一 因年龄退出天交榜以后 有可能进入天交榜前五 可怕的存在 哪怕他竭尽全力 也无法挣脱七沙摩帝的束缚 随着七沙摩帝一旨 他体内的先例 不受控制地暴涨起来 他非常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没事找事地 去拦截情理 而且还要说那些子虚乌有的事情 去污蔑情理 可一切都已经晚了 片刻后 在一声绝望的惊呼中 轰的一声 肉身崩灭 神魂破碎 段和 死 和二 一声悲呼声 从天边响了起来 那是段家族长的声音 而紧随其后的是 天交榜排名第八的方之霄 同样在惨叫声死亡 他甚至都没来得及 发出求救声 就死在了七沙摩帝手里 小儿你放心 爷爷必定途径天下摩羞 为你报仇 方家的族长咬着牙开口 他的话音刚落 天交榜排名第五的李嘉天 才暴体而亡 死前也曾露出后悔之色 可一切都已经为时过晚 七沙 老夫好言于你 你却一意孤行 东吉摩窟等着围剿吧 李嘉族长咬牙切齿的声音 响了起来 他也是唯一一个求情之人 但依旧没能让七沙摩帝停手 第五个江家天才江云之 在抵抗了片刻后 同样惨死 最后只剩下了天交榜排名 第三的赵聚棚 身上冒出一个天棚法香 为其勉强扛住了 体内暴涨的先例 不过已经没人去关注他了 五个天交榜先亡死亡 天地境遇上空 一团团血雾 在附近看着这一切的修饰 都感到头皮发麻 包括叶无双在内不停后退 生怕七沙摩帝杀的兴起 连他们都一起杀了 叶无双看了看七沙摩帝 又看向秦吏 发现秦吏的脸上 依旧没有多少表情变化 心底生起一谋畏惧 这秦吏和七沙摩帝 到底是什么关系 七沙摩帝 竟然不惜得罪五大家族 和一个先帝 也要杀了江云之等人 叶无双惊骇无比 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 他看得出来 七沙摩帝做这一切 根本就不是为了 偿还什么人情 什么人情有这么值钱 不惜得罪这么多势力 很明显 是因为秦吏和七沙摩帝 的关系非常好 他七沙摩帝一来 看不惯那些 所谓的天才修士 二来也是想要为 秦吏分担责任 他出手杀了这些 所谓的天骄 那么五大家族的仇恨 自然也就转移到了 七沙摩帝身上了 也就是说 七沙摩帝帮秦吏 背负了这一切 如果没有过命的交情 谁会做这事啊 好恐怖的七沙摩帝 竟然真的杀了 那么多天骄 真不怕得罪个大势力啊 秦吏是帮七沙摩帝 挡了天结吗 为何七沙摩帝 不惜为了他 得罪五大家族和佛宗啊 这得是天大的人情啊 你们是不是傻 很明显是秦吏 与七沙摩帝关系默逆 七沙摩帝 才会不顾一切 斩杀那吴天琪他们的 忽然好羡慕秦吏 不但有白洛林 那种角色道理 连七沙摩帝 不能为他两位插刀 太爽了 秦吏这是有两大先帝助力了吧 太厉害了 附近的修士无比震惊 难以置信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谁也没想到 七沙摩帝 在如此重压之下 竟然还是毫不犹豫地 杀了那些先王 撕掉了九天十地的条约 仅此一点就能知道 那所谓的条约 远远不如秦吏 在七沙摩帝 心目中来的重要 我去 七沙摩帝是真的勇啊 竟然真杀了江云芝他们 不惜得罪这几个家族吗 陈凡瞪大眼睛 有些难以置信 他比其他普通修士 更加清楚 得罪五大家族的下场是什么 那五个家族 每一个都有身后底蕴 一旦真正联合起来 对七沙摩帝重压 那东吉摩窟 也是不可能扛得住的 更别说 还有一个佛宗的先帝 空慈大师 王静怡并不觉得奇怪 七沙摩帝 本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之人 他能为了情理 做出这等事情来 倒也是正常的 更别说 他还欠了情理一个人情 不过我比较好奇 他是怎么欠情理人情的 陈凡摇摇头 表示他也想不到 如果他们知道 七沙摩帝 之所以欠情理人情 是因为曾经输给了情理 不知道是何感想 若又知道 七沙摩帝 之所以毫不犹豫地 站在情理这边 不惜得罪五大家族 和空慈大师 是因为情理 早已和他徒儿柳红尼 结成了连理 他们又有何想法 唉 七沙道友 你既然一意孤行 老那也帮不了你 空慈大师的声音 在空中响起 滚吧 七沙摩帝不屑一笑 看向那还在挣扎的赵俱鹏 这家伙是唯一一个 在他那随手一指之下 还为死亡的先王 拥有天蓬血脉的赵俱鹏 小鸟 你家臭乌鸭 怎么还不献身救你 七沙摩帝淡淡地看着赵俱鹏 此话一出 赵俱鹏的脸色猛然一变 七沙摩帝此话已经很明显 他就是在等着赵俱鹏背后的人出现 否则 他怎么可能活到现在 七沙 你敢动他试试 一道怒吼声响起 接着 无尽恐怖妖风骤然降临下来 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天地境遇上方 无尽微压骤然降临 所有人抬头看去 只见天上有一只庞然大雾 其躯体之大 遮天蔽日 覆盖整个天地境遇 彭祖 他竟然来了 叶无双惊骇地说道 难道赵俱鹏真的是妖族之人 彭祖 妖族的四大妖主之一 与七沙摩帝一样 地境强者 彭祖虽然在妖族四大妖主之中 排名垫底 但也是堪比人族先帝级别的恐怖存在 是寻常修士根本就无法抵挡的 哪怕是叶无双这个极为接近先帝的准帝 在彭祖这等恐怖存在面前 也不敢轻易放肆 彭祖在盗榜上 排名挤进了前五十 排名在四十七名 要知道 盗榜因为是收录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故而总共有两百人 而彭祖排名第四十七名 已经算是非常恐怖的存在 比他更强的 整个九天十地只有四十余人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这彭祖极为仇视人族 每次见到人族 那都是打杀 毫无客气可言 这数万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族修士死在他手里 故而 叶无双等人看到彭祖来临 也是纷纷心惊肉跳 仿佛看到了魔头一样 那是比看到七杀魔帝杀那么多天骄修士 都要更加惊恐 毕竟 彭祖是妖族妖主 七杀魔帝再怎么疯狂 也不可能滥杀人族修士 没想到这赵巨鹏竟然真的拥有妖族血脉 这一下惨了 叶无双咬牙 之前说 赵巨鹏其本体是天鹏 但也只是传说罢了 并未真正证实 可现在看来 叶无双已经看得出来 这赵巨鹏是拥有天鹏血脉的人族修士 或者说是人族修士和天鹏结合的后代 算是一个半妖 也难怪他能够上天骄榜 毕竟 这天骄榜只是人族的说法 只排人族修士上榜 若赵巨鹏真是纯妖族修士的话 不可能上榜的 现在看来 赵巨鹏只是有些类似于段家那样 拥有天鹏的血脉 而且是嫡系血脉 第一代的天鹏血脉 其父母有一方是天鹏一族的 但也可以看得出来 赵巨鹏虽然披着人族的皮 却暗中与妖族有勾结 受到妖族鹏族的庇护 这才会出现赵巨鹏出现危险后 鹏族第一时间现身的情况 其他修士也瞬间明白了这个道理 不少人都萌生退役 他很难活着离开 秦李抬头看着那遮天蔽日的鹏族 眼神几乎没有变化过 依旧是那么风轻云淡 仿佛这庞大的鹏族在他眼里 不过是一个小鸡仔而已 嗡 就在这时候 鹏族双翅微微煽动 恐怖的蜂蜃幻化出来 如疾风骤雨一般 疯狂地朝着秦李席卷而来 但同时也有无数蜂蜃 像叶无双等修士 展开了无差别攻击 显然 鹏族并未打算 放过此地的任何人族修士 七杀 你敢动我妖族之恩 那本帝便先杀你人族修士 鹏族冷漠的声音响了起来 那些人族修士 一个个脸上露出绝望之色 真是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啊 他们看的热闹 都能被波及到 虽然旁边有个七杀魔帝 可七杀魔帝那可是魔道至尊 见惯了生死 怎么可能会出手救他们呢 先帝级别的恐怖攻击 他们根本就无法抵挡 也生不起任何抵挡的心思 唯有夜无双和几个仙王级别的存在 咬牙准备抵挡那些锋刃 情理眉头一皱 正要出手结束这一切的时候 可以到冷笑声响起 臭乌鸦 老子等你很久了 还以为你会一直窝在万腰海不出 此话一出 整个世界竟然都安静下来 那无尽锋刃竟然在此刻停在空中 紧接着 滔天魔气冲天起 瞬间笼罩在天地境遇上空 七杀魔帝 七杀魔帝竟然出手了 夜无双看到危机解除 又见到了那一道黑红双色的身影 不由得浑身一颤 满脸震惊 七杀魔帝一向被证到修士所诟病 无数人看见他就怕 生怕死在他手里 毕竟他凶名滔天 死在他手里的修士 没有十万也有九万了 据说他有一杆魂帆 其内至少有上一身魂 整个东极魔窟 几乎到处都是冤魂 可见其凶残之处 没有人想过他会出手 可最终出手救了他们的 竟然是这位已杀出名的魔帝 那些修士 看着无尽锋刃在七杀魔帝的眼神下崩溃 纷纷震撼不已 但同时也是升起一抹敬畏 晚辈 多谢魔帝 所有修士都朝着七杀魔帝 远远地拱手一败 发自内心深处的恭敬 毕竟 七杀魔帝不但模为赫赫 刚才也是救了他们 他们自然也是对七杀魔帝感激 唯独只有秦里站在原地没有动 眼神也没有多少变化 仿佛早知道七杀魔帝会出手一样 七杀 没想到你还会怜悯这些喽眼 彭祖冷笑一声 再次有无数风任凝聚出来 朝着那些人足修士卷出去 而他自己趁着七杀魔帝 就其他人的时候 抬手一挥 卷走赵俊鹏 转身就走 显然 他并未想过要和七杀魔帝决一死战 同为地位 亦有差距 彭祖不过盗榜排名第47名 而七杀魔帝排名第18 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彭祖在看到七杀魔帝的瞬间 一边开口 一边卷着赵俊鹏 就准备逃离 可七杀魔帝大笑一声 臭乌鸦 来我人足地盘撒了也就想逃 没那么简单 秦老殿 你在此地稍等老子片刻 老子这就去跟他好好玩玩 回来后 咱们再好好切磋 说完后 七杀魔帝卷着无尽魔器 朝着彭祖而去 此刻 虚空颤抖 空间崩裂 七杀魔帝 仅仅是欲空而行 就导致空间破碎 山河破裂 整个天地境遇都在颤抖 可见其威势到底有多恐怖 仅这一点来看 还是七杀魔帝改变了对秦李的称呼 秦老殿 一个秦老弟已经足以说明 他和秦李的关系并不恶劣 反而是非常要好的那种 之前七杀魔帝气势汹汹的来临 很明显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七杀魔帝来这里 最为重要的是要跟秦李切磋 秦李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啊 他真的只是一个准帝吗 秦人这样不顾一切的 想要跟秦李一战 若他们知道 曾经七杀魔帝还输给秦李两招 不知道有何感想 秦李听到七杀魔帝的那番话后 倒也没说什么 只是露出一丝笑容 他和七杀魔帝关系很不错 甚至可以说是默逆之交 两人曾在一个险地不打不相识 由开始的针锋相对 到后面携手破解困境 算是生死之交了 后来秦李拐走了七杀魔帝的徒弟柳红尼 而七杀魔帝也从未说过什么 依旧拿秦李当作是兄弟 甚至七杀魔帝还经常拿一句话来调侃自嘲 老子拿你当兄弟 你想抛我宝贝徒 秦李看着七杀魔帝已经牵制住了彭祖 并且将彭祖带入九天之上 也没有多少担心 秦李很清楚七杀魔帝的实力 用同阶立于不败之地来形容他最合适不过 整个九天十地的先帝初期 没谁敢保证在对上七杀魔帝的时候稳操胜券 更别说彭祖是四大妖主中实力最弱的一个 秦李都能猜得透七杀魔帝的心思 这家伙之所以不杀赵俊鹏 分明早就看透了赵俊鹏的身份 知道赵俊鹏和彭祖关系不浅 一旦赵俊鹏有危险 彭祖必定会来救人 如今果然如此 七杀魔帝只是瞬间就追上了彭祖 彭祖收敛本体 与七杀魔帝站于九天虚空之中 彭祖本就要保护着赵俊鹏 加上实力又不如七杀魔帝 可以说刚一交手就落入了下风 几乎是节节败退 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虽然他们是在九天之上的虚空中打的 可强大的威势 依旧令整个九天实地都在颤抖 在天地境遇附近的修士 能很清楚地听到上方轰鸣声 臭乌鸦 你太慢了 太慢了 你不是最擅长速度吗 怎么如此慢如此慢 再慢下去 老子可就要杀你了 七杀魔帝的声音从高空传下来 听得所有人振奋不已 疯子疯子 你有本事 等本帝在修炼数万年 本帝定让你好看 彭祖的阴沉的声音响起来 七杀魔帝却极为不屑 当年老子与秦李一战时 他不过修炼了万余年的时间 便能与老子斗的旗鼓相当 何时像你这般废物 轰轰轰 虚空中的轰鸣越来越恐怖 九天实地上方出现一道道 恐怖的空间裂缝 也得亏他们是在虚空里打的 否则整个九天实地都非得崩溃不可 下方的修士 看到这先帝之战 都是看得头皮发麻 这就是先帝之间的战斗 哪怕是一缕鱼波 也绝非他们能够承受的 不过相比较先帝级别的战斗 他们更加震惊的是 七沙摩帝说的那些话 秦李竟然仅仅只修炼了万年时间 就能与七沙摩帝站至平手 这到底是多么恐怖的天赋 所有人都不由地看向秦李 只见秦李的表情没什么变化 他们也知道 七沙摩帝肯定不会是在瞎说 秦李确实曾与七沙摩帝打成平手 秦李真是准帝吗 真的假的 秦李曾与七沙摩帝站成平手 秦李不是只有准帝境界吗 竟然如此恐怖 或许是因为七沙摩帝将修为压制在与秦李一样的程度吧 我想也应该是 七沙摩帝一现身不就说了吗 他要将修为压制在准帝境 与秦李一战 可就算是这样也很厉害了好吧 那可是七沙摩帝啊 众人议论纷纷 看着秦李平静的面孔 都不由得露出尊敬之色 不得不说 秦李确实有点东西 难怪那么轻易击败凌峰 就连陈凡和王静一 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有些难以置信 与七沙摩帝占成平手 就算是一样的修为 一样的境界 也足以在九天十地扬名了 至少 他们二人做不到 哈哈情小子 老子记得你和红你以前在万腰海闯荡的时候 曾杀了一个叫做万鹏的小鸟吧 七沙摩帝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秦李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嗯 确实杀了 七沙摩帝不屑道 老子就说 你们妖族都是废物 你说什么 万鹏是你杀的 鹏组愤怒的声音响了起来 一股滔天气息狂涌而出 牢牢地锁定秦李 但很快 又被七沙摩帝给压了下去 叶无双和其他修士都不由地愣了一下 随后难以置信地看着秦李 万鹏妖王他们当然知道是谁 曾经天妖榜排名第一的恐怖存在 这天妖榜是对标人族天骄榜的 上榜的妖修 都是万年以下的妖兽 要知道 妖族本就修炼速度比人族慢 寿命也比人族更加悠久一些 同等年龄的情况下 妖族修士一般来说 修为是不可能比人族修士更强的 他们的优点就是 寿数优长 可以用时间来熬 故而 整个天妖榜上的妖修 基本上是绝对不可能比得上 天骄榜上的人族修士 可万鹏妖王是一个例外 他断层领先于天妖榜 万鹏妖王与当时的天骄榜第一战过一次 其结果是打了三天三夜 天骄榜第一险胜 万鹏妖王被誉为是整个妖族 最有可能成就妖族第五地位的存在 可见万鹏妖王的天赋到底有多恐怖 有人推测过 若是万鹏妖王一直成长下去的话 其最终实力 恐怕比七杀摩帝还要更加恐怖 整个九天十地 到时候 只有天骄老人能够吻压他一头 然而 就在千年前 万鹏妖王神秘死亡 具体是怎么死的 没有人知道 或许只有妖族高层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 天妖榜将万鹏妖王除名了 此事在九天十地传开之后 所有种族全部被震动 妖族发出悬赏令 捉拿斩杀万鹏妖王之人 那段时间 此事成为了整个九天十地最为震撼的事情 没有人敢相信 竟然有人杀了万鹏妖王 甚至很多人都猜测 是不是人族或者巫族 出动了地级强者 暗杀了万鹏妖王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无声无息地就死了 而且还是在妖族的地盘死的 而现在 谁也没有想到 斩杀万鹏妖王的人 竟是秦丽 而鹏族之所以如此愤怒 便是因为 万鹏妖王是鹏族之子 如果万鹏妖王继续成长的话 天鹏一族 绝对能诞生两位地级强者 那么他们天鹏 便是妖族话语权第一的存在 这让鹏族如何不怒 恨不得对秦丽抽筋八撇 什么情况 万鹏竟然是秦丽杀的 陈凡难以置信地说道 这家伙 到底做了多少令人震惊的事 王静一喝酒的动作停下来 他看向秦丽 目光闪烁 此事是七杀魔帝亲口说的 秦丽也没有否认 那肯定是真的 陈兄 当年你家老祖和万鹏曾有一战 你应该知道 万鹏的实力有多强 王静一问道 当年的天鹏榜第一 就是陈凡的老祖 如今的玄帝陈若玄 陈凡凝重地点点头 我曾听老祖说过 这万鹏非常厉害 他也是运气好 才烧生一筹的 王静一沉默下来 看着秦丽的目光 带着一丝敬重 他向来尊敬强者 陈凡说道 也不知道老祖 有没有听说过秦丽 这么厉害的人 不应该在九天十地无名才对啊 王静一也点点头 陈凡又道 也不知道 此人有没有踏入地境 王静一想了想摇头道 应该没有 踏入地境有意向 人族最后一个地境 是你家老祖 已经是一万多年前的事情了 也是 陈凡点点头 不过我感觉 秦丽虽然未入地境 但实力已经不属于地境 甚至给我的感觉 比一般的地境 还要更强一些 刚才他面对彭祖 眼神始终平淡 人族的小子 你杀我儿 他日本帝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彭祖发出愤怒的嘶吼 但显然并不敢在此地停留 当即就卷着赵俱鹏 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候 虚空中的赵俱鹏 发出惊恐的求救声 老祖救我 赵俱鹏嘀呼一声 接着啊的一声 赵俱鹏便没了声息 鹏儿 七杀 你安敢如此 一声悲痛的声音 自九天之上传下来 整个天地都在战里 彭祖的怒吼声响起来 请礼 七杀 你二人杀我妖族两大天才 等着我妖族的怒火吧 今日的事情 绝不会就此罢休 臭乌鸦 你说完没有 你吃了我人族何止千万 七杀魔帝的声音 也跟着响起来 接着所有人都感受到 九天之上 传来沉闷的轰鸣声 没多久 那彭祖就惨叫一声 丢下一句狠话以后 匆忙逃窜而去 七杀魔帝 也并没有想过 要追杀到底 毕竟 地级强者还是非常难死的 童街修士 很难杀死一个地级强者 若是惹怒了地级强者 以自暴威胁的话 天级老人也会出手 地级强者的自暴 就算在九天之上 也能将整个九天十地 掀得翻过来 将其硬生生地摧毁 天级老人 是绝对不会让这等事情出现的 故而 追杀彭祖 是没有意义的 彭祖逃走之后 七杀魔帝 带着无尽魔器降临而来 落在了秦里面前 没杀了这臭乌鸦 有点扫兴 不过秦小子你放心 妖族赶来一只 老子杀一只 赶来一双 老子杀一双 七杀魔帝 收起全身魔器 看向秦里 该死的苍蝇 都已经清理掉了 老子把修为降到准地 来跟老子好好打一场 秦里摸了摸鼻子 不至于吧老哥 我不就是上次赢了你两招吗 有必要一直追着 七杀魔帝骂道 少他娘的放屁 老子上次是因为那丫头分心了 否则怎么可能输 今天赢了以后 你带我去见那丫头 老子都五百年没见过她了 秦里有些无奈地说道 好好好 我认输好吧 七杀魔帝顿时不爽了 老子是那种需要你让的人 别磨磨唧唧 像个男人一样 跟老子好好打一场 秦里很无语 但也没办法 只能说道 这样吧 我去抓个荒兽 然后你跟我回到场 咱俩痛痛快快打一场怎么样 七杀魔帝愣了一下 随后拍手称号 好好好 没有这些苍蝇在这儿 更能放开手脚 他说的丫头 自然是指柳红尼了 柳红尼在数百年前 跟着秦里离开隐居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柳红尼虽然只是七杀魔帝的徒弟 却是七杀魔帝最疼爱的一个徒弟 从小被七杀魔帝收养 七杀魔帝早就将柳红尼 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秦里如今现身 他来这里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见一面柳红尼 话说你抓荒兽做什么 不如我送你几只魔兽吧 七杀魔帝说道 秦里说道 主要是彤彤想要 彤彤 谁啊 你小子又沾花惹草了 七杀魔帝皱眉道 秦里瞪着眼睛说道 老哥你可别瞎说 彤彤是我女儿 七杀魔帝愣了一下 随后脸色一沉 你女儿 跟谁的 秦里倾壳一声 你放心 是我跟洛琳的 不是红尼的 哦 那还行 走吧 两人连妹而行 进入天地境遇深处 而他们的对话 却已经令整个九天十地 掀起了惊涛骇浪 七杀魔帝竟然曾经输给秦里两招 虽然七杀魔帝是压制修为跟秦里打的 但是他们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七杀魔帝再同境界输给谁 秦里竟然输给秦里两招 这怎么可能啊 秦里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 能做到这一点 而且角色榜排名第二的柳红尼 好像也跟秦里走了 否则秦里也不会说彤彤 是他跟白洛琳的 不是柳红尼的 这言外之意就是 柳红尼是跟在秦里身边的 什么情况 那可是柳红尼啊 九天十地性子最高傲的人 从来没向谁认输过 也从来没将任何男人放在眼里 虽说他排名比白洛琳高 但追求他的人绝对比白洛琳少得多 不是因为柳红尼排名虚高 而是他拒人千里之外 几乎不正眼看男人 死在他手里的男人 不知道有多少 想活命的人 没人敢去追求他 可现在 竟然跟在秦里身边 甚至有可能是秦里的道理 角色榜排名第二 和排名第三的两大美人 竟然全部都跟着秦里 而且秦里还曾经胜过七杀魔第两招 这秦里 到底是何许人也 所有修饰都梦了 看着秦里离去的背影 不知道是羡慕还是嫉妒 只觉得心里酸酸的 那可是白洛琳和柳红尼啊 竟然都成了秦里的枕边人吗 王兄 你 你好像没机会了 陈凡面露古怪 尴尬地看着王静一 王静一看着画面 脸色微微一白 有些难以置信 柳红尼 竟然成了秦里的枕边人 可是这怎么可能 王静一不愿意相信 他摇头道 我认识的柳红尼 是一个非常高傲之人 他或许 与秦里关系极好 但绝对不可能 尾身与他人共事一夫 陈凡摸了摸鼻子没说话 心里却不是这么个想法 刚才秦里和七沙摩地的对话 可以确定 柳红尼是与秦里在一起的 这消失的五百年 可能都跟秦里同住一个屋檐下 不过陈凡没有将这些挑明 与此同时 秦里叹了口气 老哥 实不相瞒 你恐怕见不到他了 七沙摩地愣了一下 有些不解道 这是为何 秦里摇头 你又不是不了解他的脾气 数十年前 他有感自己即将成就地位 于是便离开了洞府 前去寻找契机 我留不住他 秦里如今已经是圣君修为 远超先帝境界 自然有手段帮助柳红尼 踏入地境 但是柳红尼并未接受秦里的帮助 表明要自己前去寻找契机 成就地位 两人虽是道理 秦里却不好抢求他 只好让其离开了 当然 给柳红尼保命之物 自然不会少 七沙摩地沉没了片刻 随后哈哈一笑 哈哈 不愧是老子交出来的人 果然和老子胃口 不过就算见不到那丫头 咱们也可以畅快地打一场 老子都五百年没见到你了 连你的门槛都找不到 那当然没问题 老哥等我抓个荒兽 再一起回去 秦里说完后 化作一道长虹 冲进了天地境狱中心区域 那一片区域 原本是准地都 不敢轻易涉足的地方 终日有狂暴的法则之力 如今天地境狱 被白华先帝硬生生打掉了大半 那中心区域的法则之力 反而更加狂暴了 可以轻松撕碎准地的先体 不过 随着秦里的靠近 那些狂暴的法则之力 竟然自动避让开 给秦里让出了一条路 这样一幕 看得叶无双等人 瞪大了眼睛 叶前辈 他竟然能够让法则之力 自动避让开来 莫非他已经成就地位 一个真先境界的青年 惊讶地问道 其他修士纷纷一惊 看向秦里 眼神闪动不已 若秦里已经成就地位 那对于整个人族来说 都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这代表着人族第十一位先帝诞生 人族的整体实力 也有相当大的提升 作为人族修士 自然也是非常乐意看到的 叶无双摇头道 不太清楚 但令法则之力自动避让 并非修为高深就能做到的 而是要领悟了非常多的法则 掌握各种法则 与法则的亲和度 达到恐怖的程度 才能令混乱的法则之力 自动避开 那真先青年道 也就是说 秦里前辈未必成就了地位 但一定是掌握了极多法则 所以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叶无双点头 不错 仅此看得出来 秦里的悟性非常逆天 那些修士文言 都不由得露出敬佩之色 若说之前的一切 都还有可能是秦里 有逆天机缘的话 那么在领悟法则之力上 有机缘也没用 确实是要强大的悟性才行 与此同时 秦里很快在天地境遇深处 找到了一个老虎形状的荒兽 那是一只足有数十丈大小的 白毛荒兽 像老虎又像猎豹 就算与准地一站 也能站得上风 可秦里一出现 那威风凛凛的荒兽 只得老老实实地匍匐在地上 根本就不敢动他 被秦里吓了静止 老老实实地跟着秦里离开 甚至秦里都没有出过手 那可媲美准地的荒兽 就这样伏伏贴贴了 这看得叶无双脸皮抽搐 他是第一次看到 驯服一个荒兽 竟然如此简单 他也明白 虽然都是准地 但他和秦里之间的差距 简直用地合天来形容 走吧老哥 秦里站在荒兽身上 一挥手悬黄缩出现 一个空间通道出现在他们面前 秦里率先走了进去 七杀摩帝也没有废话 哈哈一笑 跟着秦里走进了室外桃园 在所有人羡慕的目光下 室外桃园的门关上了 秦里等人消失不见 只留下被毁掉了大半的天地境遇 散了吧 叶无双摇摇头 化作一道白光 消失在天际 其他修士也没有在此地浪费时间 赶踏着远去 唯有少数修士 想要去天地境遇捡简陋 结果发现 天地境遇虽然毁掉了一半多 却依旧不是他们能擅闯的 不少修士刚一进去 要么死在了法则之力下 要么被荒手吞掉 没有人能像秦里一样那么轻松 而此刻 随着彭祖逃回万妖海 整个万妖海都沸腾起来 无数妖兽从深海中冒头 或从悬浮岛屿上飞出来 万妖海所有大妖听令 即刻向东极魔窟进发 接近东极魔窟后原地待命 人族欺人太甚 这一次 我们妖族必定要讨回一个公道 彭祖的声音响彻整个万妖海 所有的妖兽的兽血仿佛被点燃 纷纷变得兴奋起来 然后毫不犹豫地朝着东极魔窟而去 海面上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妖兽 数不清到底有多少 万妖海在大陆东边 距离东极魔窟最近 彭祖想要攻打人族 首先要越过的就是东极魔窟 而东极魔窟恰好是七沙摩地的领地 正好顺了彭祖的心意 彭祖在下达命令之后 飞到了万妖海最中心的地祖宫 发出一声惊天怒吼 他化作一个身披羽衣的中年男子 怒吼一声看向无尽怒海 今日我妖族正是向人族宣战 势必要诛杀秦礼 谁若能斩杀秦礼 本地承诺会倾妖族全族之力 助他踏入地境成就地位 随着这一声怒吼 传遍整个万妖海 所有的妖兽都兽奋起来 在地位的刺激下 他们的速度更快 朝着东极魔窟而去 九天十地包含了九大天狱和十大地狱 面积无尽 至今为止 没有人知道九天十地到底有多宽广 只知道这十九个仙玉分布在天南海北 有的是一片陆地 有的是漂浮在天上的一座巨斗 也有的是处于无尽迷雾之中 更有的仙玉则是像东极魔窟这样 一整个都充满了魔障 到处都是魔头 而无一例外 这十九个仙玉都无比庞大 仙人以下的修士 有可能终其一生 也无法走出自己所在的仙玉 因为每个仙玉中间都有一个隔离带 这隔离带有的是一片汪洋 有的是一片山脉 有的则是无尽的瘴气 每个隔离带都大有不同 仙人以下的修士很难穿过 而仙人之上的修士 不但能够随意穿梭 甚至能在其内获得无尽造化 到处皆可有机缘 当然 机缘往往伴随着危机 正所谓风浪越大 则鱼虾越贵 放在修仙界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有大危机的地方 往往也有着巨大的机缘 这些隔离带就是如此 天地禁狱就是其中一个隔离带 而且是三个仙狱的隔离带 而此刻 在东极魔窟和中天狱中间的 一片山脉之中 这山脉绵延无尽 不知道有多庞大 其内有无数一魔鬼兽 若是仙人去探索 也很容易陨落在其中 行走在山林内 随处可见白骨 有人的 也有兽的 可见此地的危险 在与世隔绝的山脉深处 有一座巨大的白骨庙宇 此庙宇乃是白骨所住 浓郁的白雾 覆盖在整个白骨庙宇 里面散发阵阵阴森诡异的气息 可见白雾之中有身影闪过 在白雾中不停飘荡 于庙宇中进进出出 而在白骨庙宇前方 有一个白骨累积而成的台阶 台阶上有个妙慢身影 身影看不清面容 只能瞧得见他身材极好 不乏清雅 一步步走向那白骨庙宇 传闻此地乃是白骨帝君的作画之地 若有人能进入其中 可获得白骨帝君传承 一招入地 若我能得白骨帝君传承 定能入地 让夫君刮目相看 他继续往上 步伐稳健 长靴踩在白骨上 发出清脆的声音 偶尔有人影朝他冲来 他也不急不徐 出手解决掉那些人影 转眼间他来到了白骨庙宇前 毫不犹豫地走进了庙宇之中 与此同时 妖族四大妖主会晤 就站在地祖宫上 交谈了不到一炷香 随后便做出了决定 四大妖主带着万妖海 无尽妖兽 扑向东极魔窟 仅仅两日时间 妖族先前部队 就已经抵达东极魔窟 排山倒海一般的妖兽 凝聚在东极魔窟入口处 那些妖兽最差的 也达到了妖仙级别 相当于人族的仙人 不知道有多少这种妖兽 此刻 压在东极魔窟前 浩浩荡荡 将海水都遮住 而人族的先帝 也在此刻出现了两位 并且与四大妖主进行会谈 最终达成协议 由四大妖主入境 他们去寻找秦礼 人族先帝除了白华先帝 和七沙魔帝之外 其余先帝都不会出手 能不能拿下秦礼 就看他们自己了 至于那些妖兽 不能入境 否则人族所有先帝 会同时出手 最终四大妖主 踏入人族领地 很明显 人族高层并未站在秦礼那边 此事一经传出去 引起了整个九天十地的轰动 不少修士觉得 几位先帝的决定是正确的 为了一个秦礼 没必要和妖族闹掰 虽然人族不怕妖族 可妖族一旦入境 必定打破九天十地的平衡 到时候九天十地 难免生灵涂炭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而且 这其中还有吴家 江家等家族 推波助澜 甚至 他们还向那些先帝施压 使得那些先帝 只得放弃秦礼 不过 依然也有很多修士 暗中唾弃那些先帝的行为 毕竟以秦礼 现在表现出来的恐怖天赋 仅仅准地 就已经堪比先帝的实力 肯定是人族最强大的修士之一 结果那些先帝 却想着放弃了秦礼 这让他们如何能够接受 只觉得 那些先帝的做法 完全没有任何道理 人族高层竟然放弃了秦礼 王静一皱眉 觉得此事有些不妥 不像是人族高层的风格 陈凡笑了声 我问过老祖 老祖只说了四个字 借势而为 王静一眉头一皱 什么意思 难道人族高层 也想要找到秦礼 陈凡瞥了王静一眼 你这不废话吗 秦礼展现出来的天赋那么强 人族肯定也想找到他 好好培养之下 大概率又是一个先帝 你的意思是说 人族高层 只是想借助天犬妖祖之手 找到秦礼 从而培养秦礼 王静一问道 陈凡点点头 当然的 我家老祖明确表示过 妖祖想要伤秦礼他们 绝不可能答应 哪怕双方开战都在所不惜 王静一闻言 这才松了口气 而陈凡则说道 话说 柳红尼都可能被秦礼拐走了 你还那么担心他做什么 王静一他说道 我说了 柳红尼不可能是他道理 他绝非那种人 陈凡拍拍王静一的肩膀 我也就说着玩 柳仙子是个非常高傲的人 确实不可能与洛林仙子共事一夫 王静一摇摇头 没有再说话 不过说实话 王静一也是有些佩服秦礼 他自认为现在的自己 还比不上秦礼 秦礼最后那让天地禁欲的混乱法则自动避让 那种逆天悟性 那是天生的 不是靠努力就能弥补的 与此同时 四大妖主在进入九天十地之后 开始了对秦礼的搜索 秦礼已经离开了天地禁欲 使用玄黄缩回到自己的道场 想要找到他未必是建议士 但好在四大妖主中的天犬妖祖 最擅长的手段 就是堪破虚妄和追踪 传闻 但凡被他盯上的人 哪怕是天机老人想要躲起来 也不太可能 他的追踪能力 当时第一 绝对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与之相比 故而 彭祖等人是对天犬妖祖非常有信心的 在他们看来 想要找到秦礼的道场 轻而易举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秦礼压根就没关注过九天十地的事情 回去之后 一心陪着家人 至于想要找到他的道场 七沙摩帝和白华先帝 找了五百年都没有一点线索 四大妖主开始寻找秦礼的道场 他们满怀信心 已经做好决定 到时候 有两位妖主缠住白华先帝和七沙摩帝 彭祖和天犬妖祖则拿秦礼 只要拿下秦礼 一切都好办了 而此刻的秦礼 他并不知道四大妖主在寻找他 他甚至都没有关注过九天十地的事情 对于他来说 如今已经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 每日修炼一二 然后跟彤彤玩耍 再与白华林交流交流一番私事 过得也是潇洒惬意 至于九天十地的事情 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秦礼并不想主宰天下 也不想救人于水火 故而 就算是知道了四大妖主在找他 那他也会直接选择无事 反正对方也找不到他 他可不想浪费时间在这些毫不相干的人身上 修仙长生 不就是为了享福吗 何必打打杀杀 争争闹闹 嗯 又有十万年雪莲成熟了 还不错 正在喝酒的琴礼 察觉到用时间法则加速的药田里 有一株十万年雪莲成熟 不由心理移动 接着他心念移动 储物空间中 多出了一株散发着无尽光泽的巨大雪莲 雪莲上的莲子蕴含阵阵道运 每一颗落在九天十地都能引起争端 那时连准地强者也要拼尽全力争抢的存在 然而 秦李直接将其取出来 彤彤来 把他吃了 秦李朝着远处在与白华先帝玩耍的彤彤挥了挥手 白华先帝现在一改之前要打要杀的态度 脸上布满了亲切的笑意 看着面前一个如此娃娃一样可爱的小女孩 眼神中充满了溺爱 彤彤穿着一身红衣 只有三岁 长得玲珑可爱 眼睛水灵灵的 像是一汪清泉 苦得不好吃 彤彤看着那十万年雪帘撇了撇嘴 非常不情愿 但还是飞了过来 抱住巨大的雪帘开始啃起来 呵呵 小孩子就是 嗯 那是 十万年雪帘 我靠 七沙摩帝坐在秦李旁边喝酒 看着彤彤抱着比他还大的雪帘再啃 原本觉得很可爱 可下一刻 他瞳孔骤然收缩 瞪大了眼睛 你把十万年雪帘给这种小屁孩吃 白华先帝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那可是有无尽到运的雪帘啊 其内的仙力 浓郁得令人难以想象 就算是寻常仙王想要炼化这玩意 也得小心翼翼的 若是一次性全部吞下 那可有暴体而亡的风险 而秦李现在竟然直接丢给彤彤吃 这心得有多大 彤彤 赶紧把雪帘放下 不要再吃了 白华先帝下的脸色苍白 赶紧来到彤彤面前 伸手想要抢十万年雪帘 但又怕伤到彤彤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然而 彤彤却露出两颗小乳牙 外公没事的 彤彤不怕 吃完后 他还摸着圆滚滚的小肚肚 打了个阁 阁彤彤吃饱了 彤彤躺在草地上 看起来有些困顿 彤彤你没事吧 白华先帝有些着急 赶紧给彤彤度入仙力 想要帮彤彤练化那些雪帘的力量 结果惊恶地发现 彤彤的身体 正在飞速地吸收着雪帘力量 那些雪帘的道运 竟然在和彤彤的小身体迅速融合 岳章大人 彤彤不会有事的 秦里喝了一口鲜酿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而白华先帝则是一脸猛逼 抱着彤彤疑惑地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彤彤竟然能自主练化十万年雪帘 七沙摩帝也是 无比诧异地看着彤彤 秦里道 嗯 彤彤的体质比较特殊 开玩笑 彤彤可是还没出生之前 秦里就用无数天才地宝 帮彤彤洗毛发髓 改善体质 在他出生时 体质已经超过了先帝 而之后 秦里依旧不停地 用各种天才地宝 帮助彤彤提升体质 以至于现在彤彤虽然还未修炼 可体质已经无比逆天 一旦修炼起来 那就是一日千里 天赋秒杀九天十地 那些所谓的天骄 当然 秦里也不打算让他这么早修炼 修炼是非常枯燥乏味的 眼下的彤彤天真烂漫 秦里不想剥夺他的天性 而且 秦里还可以继续提升彤彤的体质 而白华先帝 则是面露古怪之色 彤彤的体质何止特殊 这绝对是他见过最逆天的体质 不过越是如此 白华先帝内心也越是满意 看来灵儿的眼光比我好多了 白华先帝暗暗道 随后他看向被彤彤遗弃在旁边的先天灵宝 不由有些苦涩 那时他送给彤彤的见面礼 本以为已经是极为奢侈了 可现在看来 对于秦里和彤彤来说 就是一件沸铜烂铁 毫无用处 七杀魔帝眼神发亮 拍着秦里的肩膀说道 秦老爹 我官彤彤天赋一柄 即适合我的极道魔工 不如将彤彤交给我 我定会将其培养成 比你还要逆天的天才 滚 秦里瞪了七杀魔帝一眼 骂道 你要是敢打彤彤的主意 这九天清酿 以后再也喝不着了 七杀魔帝脸色一变 将手里的酒糊糊住 那可不成 徒弟可以没有 但此酒不能丢 秦里笑了一声 喝了一口酒之后 换了一声七双 随后一道蓝色影子飞了过来 偏偏落在秦里面前 化作一个身穿蓝色道袍 身姿妙慢修长的少女 少女长发及腰 肌肤如雪 来到秦里面前迎迎迎一拜 师尊 少女看到这么多人 略显拘谨 心目中闪过一抹羞怯 秦里恩了一声 时间不早了 速去天池请你师娘回来 南宫里来了以后 白洛林就活落了许多 带着南宫里 去了天池泡温泉 二女已经两日未曾回来 是 师尊 少女点头英试后 赶紧化作蓝光离去 七双从来未见过什么生人 颇为切入 误怪 秦里笑了一声 为少女解释一声 七杀摩地倒也豪爽 毫不在意 与此同时 九天十地依旧热闹 无数人都在关注着四大妖主的行动 等待着他们找到秦里的道场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找到秦里的道场 那么必将是一场腥风血雨 搞不好会影响到 整个九天十地的格局 天地禁欲上空 四大妖主凭空而立 除了满身羽衣的棚组 和穿着黄色道袍 鼻头是黑色的天拳妖主之外 另外两个妖主的修为 明显比两人更加强大 一个是穿着白衣 头发极长的角色少女 少女两并长着细小的白色鳞片 头上有一对小巧玲珑的龙角 双目狭长 带着淡淡的彩色眼影 她是四大妖主中 唯一一个女性妖主 羽公龙组 其本体是一条白龙 外表看起来 就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 虽说是女性妖主 可其修为却极为高深 身上大道之力若隐若现 眼眸如秋水一般 射人心魄 其内蕴藏着神秘力量 据说 她已经是先帝中期的修为 而最后一人 则是一个老者 老者看起来与人族无异 穿着一身黑衣 极为苍老 眼神浑浊 脸上全是褶皱 看起来就像是黑色的树皮 若不知道的话 还以为她只是一个普通老人 老者是四大妖主之首玄规老祖 没有人知道她的修为有多强 已经活了无尽岁月 已经活过了两个先帝时代 至少已经活了百万年 可以说是九天十地真正的活化石 现在也是整个妖族的支柱 狗兄 当初他们便是在此地一战 找到那情理 应该没问题吧 彭祖问道 天犬妖族鼻头动了动 身上大道之力涌动 看向四周残破的山河 嗅到了四周残留的大量气息 随后点点头 只要此人还在九天十地 找到他不难 天犬妖族信心满满 抬手一挥 大量的大道之力浮现 开始提取四周的那些残留气味 彭祖见此 不由地松了口气 他知道 只要天犬妖族开口了 那此事一定不会有问题 羽公龙祖白杰无暇的俏脸上 有着一丝疑惑 彭祖 这情理究竟是何人 怎么杀天交榜上的修士如此轻松 而且还与白洛林结为道理 连七沙摩帝都与其是兄弟 以前从未听说 人族有这么个人物 玄归老祖 也是露出一丝感兴趣之色 看着彭祖 彭祖摇头道 不知 本地以前也从未听说过 不过我推测 此人的修为 恐怕不止准定那么简单 应该已经成就了地位 地级强者 羽公龙祖采梅倒数 九天十地的地级强者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人族只有十个 何来第十一位 若他是地级强者 成就地位的时候 应该会引起天地共鸣 出现异象才是 玄归老祖也点头 龙妹所言不错 成就地位时会引起天地共鸣 九天十地所有地级强者 皆有记录在册 试问哪个地级存在 引发的天地异象 是我们不知道的 彭祖摇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只是单纯的猜测而已 这时候 天犬妖祖冷哼一声 就算是地级强者又如何 有我们几人在 就算是地级强者 也要打得他魂飞魄散 彭祖看到天犬妖祖开口 不由得一喜 狗兄 找到那琴里了 天犬妖祖点点头 找到了 你们且随我来 天犬妖祖化作一道流星 朝着中天狱而去 中天狱乃是九天十地 其内星云环绕 无数大路漂浮在星云之中 组成了中天狱 彭祖三人见此情况 也没有废话 迅速跟上天犬妖祖 四大妖祖的行动 被整个九天十地的 大能修士尽收眼中 尤其是几个先帝 也是以神识观察着四大妖祖 这毕竟是妖祖 他们进入人族领地 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琴里的道场 终于要曝光了吗 不少修士看到这一幕 心情有些复杂 一方面 他们是非常期待 琴里的道场曝光的 他们想要看看 琴里到底居住在什么地方 那空间通道里面的 世外桃源是什么地方 同时也想确定一下 白洛林到底是不是 琴里的道旅 另外一方面 他们也都明白 一旦琴里的道场被找到了 那么琴里也就危险了 这部分修士 可不想看到琴里出世 当然 更多的修士则是非常兴奋 他们巴不得琴里 被四大妖祖找到 不管是出于极度也好 还是因为受到江家 吴家等家族的影响 总之 他们看不得琴里好 天犬妖祖出手了 那琴里危险了呀 陈凡的神识 一直在观察着四大妖祖的 故而也一直能够看到 四大妖祖的动向 王静一淡淡道 我看未必 就算他们找到了琴里 琴里也未必会有事 陈凡疑惑道 这是为何 王静一表情不变 直觉 陈凡有些不屑地说道 其实有时候 你的直觉挺不准的 王静一瞥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四大妖祖速度极快 转眼间 他们就到了中天狱 站在中天狱边缘处 天犬妖祖 只是稍微停顿了一下 就朝着某块大陆 急迟而去 彭祖等人纷纷跟上 很快 他们来到了一块 名为古猿大陆的陆地上 这块大陆极为庞大 东西纵横数百万里 其内有无数国度 也有大量的修仙宗门 不过并无仙人存在 粗略一看之下 这块大陆在中天狱 并不算多么厉害的大陆 甚至可以算是 最为底层的一块大陆 故而 此地没有任何仙人的存在 最高也只有大乘七的修士 四大妖主 来到了这块大陆 最庞大的宗门处 降临之下 整个宗门修仙者 纷纷走出来 惊恐地跪拜下来 口中喊着拜见上仙一类的话 而天犬妖祖 并没有理会那些 修仙者的跪拜 瞬间来到了此宗门 最后方的一块禁地之中 狗兄 那秦里就在此处 彭祖皱眉 看着眼前的禁地 有些疑惑起来 此宗门名为玄天宗 虽然是整个大陆 最为强大的宗门 有十余位大乘七的修士 这禁地的阵法 可以拦截普通仙人 但对于仙帝来说 那阵法形同虚设 整个玄天门 也是如同蝼蚁 这种地方 会是秦里的道场 显然不太可能的样子 天犬妖祖 似乎也有些疑惑 他皱眉道 此地确实有秦里的气息 而且非常浓郁 走 进去看看 彭祖虽然万分疑惑 觉得秦里不太可能 会将道场设立在这种地方 可还是决定进去看看 以防万一 万一这禁地内有乾坤呢 于是 彭祖和玄归老祖等 四位妖主 毫不犹豫地 进入到了禁地之中 哪怕是玄天宗的那些大乘修士 看到这一幕 也是丝毫不敢阻挡 战战兢兢地 站在宗门山头 眼睁睁地看着四大妖主 进入到禁地之中 他们虽然不知道 四大妖主到底是什么人物 可以看得出来 四大妖主实力恐怖 修为高深莫测 恐怕一个眼神 就能将他们抹杀 宗主 这几位上仙 莫非是上界之人 玄天宗的长老 惊一不定地说道 他们的宗主 是个见眉心目的年轻人 但已经有大成后期的修为 他脸色颇为凝重的点点头 肯定是上界修士了 各大仙域 都有很多这种大陆 每个大陆都有规则笼罩 若无大成巅峰境界 无法突破规则 离开大陆 久而久之 他们便将自身所在的大陆 称之为人界 而突破规则之后 离开人界 则是飞升 离开人界后的九天十地 便是他们口中的上界了 很快 彭祖等人进入到禁地中 其他的他们不在乎 但一眼就看到了 禁地最深处 矗立的一尊巨大雕像 禁地有阵法迷雾 他们一时间没看清楚 那雕像到底是什么样子 给本地退 彭祖有些不耐烦 怒喝一声 禁地阵法立即崩溃 迷雾瞬间消失 整个玄天宗山门疯狂抖动 似是难以承受彭祖的声音 玄天宗所有修士 看到这一幕 脸色大变 惊恐地看着彭祖 一句话就让他们 最强大的阵法未知破碎 整个山门都差点崩溃 这么强大的实力 他们究竟是何人 玄天宗宗主满脸惊骇 哪怕他大成后期的修为 大陆最强修士 此刻也是胸口发闷 三魂七魄都在战力 太强大了 而随着迷雾消失 那尊雕像的模样 终于浮现出来 只见雕像 足有数百丈之高 在这禁地内顶天立地 果然是他 彭祖看到那雕像 目光一宁 一股滔天杀鸡狂涌而出 天犬妖祖和玄规老祖三人 也是盯着雕像看了会儿 雕像雕刻得栩栩如生 穿着道袍 身姿挺拔 长得棱角分明俊朗不凡 尤其是那双眼睛 眺望远方 像是在俯瞰整个天地 雕像的模样 正是秦礼 于出生古猿 三岁练器 五岁筑姬 十岁结丹 二十岁已是原音修士 纵横古猿界三百年 终究成就大成修为 于公龙祖看到了雕像上的字 将其一一念出来 几乎都是雕像的生平 念到最后的落款时 疑惑道 李天刚 此人叫做李天刚 莫非不是秦礼 天犬妖祖毫不犹豫地说道 肯定就是秦礼 气息与之一模一样 估计李天刚是秦礼的化名 此宗掌门何在 彭祖怒喝一声 玄天宗宗主心里一害 硬着头皮飞了上来 来到四大妖主面前 拱手一拜 在下万应光 乃是玄天宗的宗主 见过上仙 彭祖看了万应光一眼 眼神中闪过一抹杀鸡 若非有人族先帝撤走 他不可能有耐心去问万应光 会毫不犹疑地选择搜魂 此人是谁 是你们玄天宗何人 彭祖抬手一指那雕像 冷冷问道 万应光心中一害 赶紧说道 回上仙 此乃我们古猿界的戒主李天刚 古猿界古往今来最强修士 也是最为惊艳之人 问灵之前极机无名 问灵时于天明山悟道 天降异象 斩杀合体妖魔 一战成名 此后 祖师爷一路逆袭 于黑墨渊中得到戒主传承 渡劫之时引动天地 天道降下雷伐 惊动上界仙人 要毁灭整个古猿界 戒主以渡劫修为 路斩仙人 保古猿界万世太平 我等后辈修士 为感念戒主 故此为戒主建造了这雕像 戒主也在雕像上 以剑落笔 留下传承 此戒修士但凡有能力 皆可感悟戒主留下传承 关于戒主的传奇还有很多 荡平西海的妖魔 抽戒灵柱剑 平定黑暗动乱 一桩一剑都已寄入史册 万英光的一番话 令彭祖等人内心颇为震撼 没想到 秦里在这古猿界 竟然做出了这么庞大的攻击 乃是古猿大陆古往今来第一人 问灵悟道 斩杀合体 杜劫杀仙人 这些事情确实足够令人惊讶 此刻 那些在关注着此事的修士 也是惊讶不已 他 他竟然是李天刚 中天欲某个仙城之中 一个身形魁梧的真仙 难以置信地说道 旁边一个身穿白衣的仙子 美眸闪烁 任道友 我记得 你也是从古猿大陆飞升上来的吧 难道认识李天刚 附近不少修士 都看向任性真仙 露出一丝诧异 那任性修士苦笑一声 李天刚那可是戒主 我怎么可能认识他 只能说 我是听着他的传说 一路走到这里来的 在古猿大陆的时候 我一直都以李天刚 作为前进的目标 希望能够有朝一日 追寻他的脚步 只是飞升后 却再也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本以为他已经陨落 没想到李天刚 不过是秦李的一个化名罢了 如今他已经成长到此等地步 白衣仙子闻言 惊讶不已 随后又问道 这李天刚 或者说秦李 究竟是何来历 他在古猿大陆 有什么厉害之处吗 附近其他修士也围过来 结斩仙人 这都不算厉害吗 白衣仙子眸光闪烁 当然算 但就只有这些了吗 任性修士摇头 当然不是 你们想听 那是当然 附近的修士纷纷点头 满脸期待 白衣仙子见此 露出一丝甜美笑容 好哥哥 我们自是没有你那般见识 你就给我们解解货吧 这声音 听得任性修士 骨头都在发酥 他精神一震 眼中闪过一抹自得 他说道 你们可曾听说过 一人守一城 一剑退百万妖的事情 白衣仙子和其他仙人 都下意识地摇摇头 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 白衣仙子说道 人倒有 此事是发生在情理身上吗 任性修士点点头 不错 数万年前 那时候的他 还只是杜劫后期 我们古原大陆 处于极为混乱的时代 大陆内的妖魔极多 人族名不聊生 时时蚕食着我们人族的地盘 人族有极多修士 成为妖魔口粮 而他在获得戒主的传承后 成为了新的戒主 人族与妖魔 在一个叫做落水关的地方交战 人族死伤惨重 数十万修士 只有万余人回来 当他赶到的时候 落水关几乎沦陷 整个人族溃败 而落水关外面 还有百万妖魔压境 他降临之后 以一剑破百万妖魔之阵 万军从中取敌方大城七首级 此后 他一人镇守落水关十年 布下无上剑阵 无妖魔赶入关 待十年之期已到 他踏入大城之境 一剑斩杀十万妖魔 逼得妖魔后退 不敢再入落水关 一人守一城 一剑杀退百万妖的典故 也是在那一战之后 他彻底成为了整个人族的魂 听了人性修士的话 白衣仙子眼眸发亮 满是崇拜之色 其他仙人则是神情激动 感到热血澎湃 他们甚至已经脑补了一个画面 残破燃血的城墙上 一个身穿白衣道袍的少年 立于墙头 身边插着一把七尺长剑 威风吹动少年衣袍 他目光冷淡地 看着前方万里平原 而在那万里平原上 则是数不清的妖魔 可那些妖魔 在看到白衣少年之后 硬生生地止住了脚步 不敢前进半步 因为 在妖魔的前方 有无尽妖魔尸体堆积 这一幕 如何不让人热血沸腾 原来秦里竟然有这等过往 哪怕是在夏季的时候 也是极为耀眼的那一个 少年剑仙 一人守一城 一剑杀退百万妖 这世上 有几个人能做到 难怪他能和角色榜 第三的洛林仙子 结为道理 难怪他能成为 欺杀魔的的兄弟 那等战姐 谁能做得到 白衣仙子兴奋地问道 任道友 他还有其他英勇世纪吗 我们都想听 说着 白衣仙子拿出一壶酒 递给了任性修士 任性修士看到那酒 眼睛立即一亮 一把抓了过来 扭开瓶塞后 一股浓郁的酒香飘了出来 哈哈 既然仙子想听 那人某自然一一到来 任性修士 看着白衣仙子如此迫切 又瞧着附近那些修士盯着他 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毫不犹豫地又开始说起来 若说他的事迹 还多着呢 就算听个三天三夜 也未必能听完 单说少年度节怒斩仙人 此刻 除了任性修士这边 在整个中天狱 有不少修士 都已经发现了秦里的身份 古原大陆不小 其内修士也是极为 飞升到中天狱来的人 自然也是不少 这些古原大陆的修士 几乎都听说过李天刚的事情 在知道李天刚 竟然就是周游之后 一个个震惊不已 随之而来的则是兴奋 毕竟 这可是他们古原大陆 出来的修士啊 是他们的借主 这些古原大陆的修士 自然也是有一种自豪感 当他们的那些好友 纷纷问起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差脸上 写出一个得意来了 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 说起李天刚的 各种逆天世纪来 于是 秦里在古原大陆 以李天刚留下来的那些事情 逐渐浮出水面 在九天十地中传开 被更多的人所知晓 大家也慢慢知道了 秦里的过往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此一来 不少修士开始对秦里 慢慢改观 与此同时 彭祖等四大妖主 也逐渐从万印光口中 得知了 周游在古原大陆的那些事情 一桩一剑都令人震撼 这让彭祖的脸色更加阴沉 秦里 本地不将你碎尸万段 事不罢休 彭祖怒吼一声 抬手一掌 拍在那巨大的雕像上 数百丈大小的掌印 几乎将雕像覆盖住 轰隆隆 恐怖的声音 骤然响起来 那数百丈大小的雕像 轰然碎灭 化作鸡粉 半点不剩 走 彭祖一甩袖 毫不犹豫地化作一只巨大的彭鸟 离开了这古原大陆 不过在走之前 彭祖还不忘回头 丢出一道锋刃 那锋刃速度极快 转眼间化作无数滔天狂风 席卷整个玄天宗 显然是想要将玄天宗整个抹掉 空间支离破碎 整个古原大陆都在颤抖 哪怕是玄天宗宗主万印光 面对着狂风 一道光木出现在整个古原大陆 将古原大陆覆盖起来 挡住了彭祖的攻击 这一幕令所有人都是一愣 有些疑惑 是谁在出手 竟然挡住了彭祖的攻击 虽然彭祖只是随手一击 在分化之后 那也有准地级别的攻击啊 难道是有地级强者 在保护古原大陆 是戒主 戒主显灵了 不知道玄天宗的哪个修士 喊了一声 接着所有玄天宗的弟子 都朝着秦里雕像的方向跪拜下来 满脸狂热 尽管那里已经没有了雕像 从光木气息来看 确实与秦里相同 应该是秦里修炼有成后 在古原大陆留下的宝物 加上你 只是随手一击 在分散以后 只有准地级威力 故而挡住了你的攻击 天拳妖祖说道 本地看它能挡住多少次 彭祖眼中闪过一抹狠辣 正准备要将整个古原大陆覆灭的时候 一道冷漠的声音响了起来 彭祖 你别太过分了 真以为我们几人都是吃干饭的 此话一出 一股恐怖的威压 覆盖在整个古原大陆上方 随后一张巨脸于虚空中浮现 冷冷地盯着彭祖 仿佛只要彭祖敢轻举妄动 那巨脸就会毫不犹豫地 出手对付彭祖 彭祖脸色阴沉下来 看着那巨脸有些咬牙切齿 算了彭兄 这些古原大陆之人 与秦里没有多少关系 我们还是找到秦里妖警 免得夜长梦多 天犬妖祖劝说道 他们四人可是在人族腹地 若是人族先帝全部联合起来 围杀他们 那他们的处境可就危险了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之际 一道剑光从古原大陆深处降临 那剑光速度极快 跨越了空间 瞬间出现在彭祖面前 速度之快连彭祖都没反应过来 扑的一声 彭祖胸口被冻穿 剑起一道血花 时间仿佛静止 关注这一幕的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 天彭 玄归老祖和羽公龙祖都是脸色一变 赶紧来到彭祖面前 强悍的妖力疯狂输送到彭祖体内 可不管他们浪费多少妖力 都无法维持住彭祖的生命 那道剑光不但速度极快 而且其内 还有彭祖难以抗衡地剑道意志 此刻进入彭祖的体内 在彭祖体内疯狂肆虐虐 谁 天犬妖祖脸色俱变 警惕地看着四周 警方还有剑光出现 别管是谁 天彭赶紧舍弃肉身 神魂出窍 否则天道都难救你 玄归老祖怒吼一声 有些着急 此刻玄归老祖内心无比震惊 惊恐无比 这剑光的速度太快了 快到就算是 他们任何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这种剑光的速度无关修为 而是一种极致的剑道境界 对方的剑道境界 已经达到了极为恐怖的程度 就算是人族的北辰先帝 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 如果彭祖再不神魂离窍 必死无疑 他将成为妖族 第一个陨落的地境强者 本地不甘 彭祖发出愤怒的嘶吼声 但也不敢有任何迟疑 神魂立即飞了出来 化作一只巨大的天彭 彭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还没找到情理 就损失掉了自己的肉身 这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可他们不敢在此地停留 玄归老祖卷着彭祖的神魂 离开人族境地 回到地祖宫 进入妖族圣地 为彭祖重新凝聚肉身 可此行 他们已经丢尽了脸面 肉身能重聚 脸面却已经剪不回来 轰隆彭祖的神魂 狼狈逃窜出去后 他的肉身发出轻微的嗡鸣声 当场崩溃 无尽大道之力 疯狂席卷整个中天狱 不过这大道之力 对于中天狱并无危害 反而化作最纯正的灵力 席卷整个中天狱 不少修士都受到 大道之力的眷顾 多年的境界稚顾 都有所松动 尤其是古元大陆 受到大道之力眷顾最多 一瞬间 不少修士纷纷突破现有境界 踏入更高一层境界 玄天宗宗主万应光的修为 节节攀升 转眼间就达到 可以飞升的大城巅峰 他呆呆地看着 那道剑光消失的地方 脑海中浮现出那个 以一人之力 挡住百万妖魔的少年 眼中露出激动之色 最后两行热泪流淌出来 借主尚赞 古元永存 万应光朝着古元大陆 深处的方向跪拜下来 没有在乎自己飙升的修为 只带着对秦礼的无限敬畏 虔诚地跪拜着 那些玄天宗的所有修士 都跟着万应光 带着无尽虔诚跪拜下来 整个古元大陆的修士 几乎都看到了一道 来自古元大陆深处的剑光 他们都知道 那是他们的戒主 还在庇佑着他们 成千上义的修士 虔诚跪拜 而与此同时 无数霞光降临 指引着无数因为大道之力降临 而飞升的修士 向中天域飞升而去 整个古元大陆 几乎有一半的修士开始飞升 哪怕那些只有 合体渡截的修士 修为都在此刻暴涨 这就是递进强者的大道之力 对修士有无限好处 而那些修士也明白 他们能飞升 全是因为他们的戒主 斩碎了一个 无比恐怖的上界大能 那上界大能体内的灵力 反补他们 他们才会如此快地飞升 他们将永远记住秦礼 秦礼将成为 他们心里永恒的神灵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而九天十地所有修士 看着这一幕 无比震惊 刚才并非人族先帝出手 而是古元大陆 深处的一道剑光 是谁在出手 竟然一剑斩杀了 彭祖的肉身 那可是妖主啊 递进强者 在那剑光之下 毫无反抗之力 难道是秦礼的道场 就在古元大陆 刚才是秦礼动手了吗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但是秦礼的实力 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了吗 他的剑 连妖主都挡不住 这 若是如此 秦礼也太恐怖了 会不会是某个先帝出手了 比如说 擅长用剑的北辰先帝 应该不是 我猜还是跟秦礼有关 众修是议论纷纷 无比激动地讨论着此事 对于他们来说 妖族的妖主高高在上 而且在人族境内作威作福 他们自然看着不爽 现在一世秦礼出手 瞬间洞穿了彭祖的心口 哪怕这一剑 无法斩杀彭祖他们 也无比爽快 至少让他们妖族知道 你来人族境地可以 想要抱丝绸也行 但想要借用丝绸 在人族滥杀无辜 此刻 就连天上的巨脸也愣了一下 随后脸上满是震惊之色 这道剑光 好快 虽然没有大道之力 可剑道意志 已经达到了极致 连地境强者都反应不过来 巨脸无比震惊 刚才别说是彭祖了 就算是他也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谁发出来的剑光 是秦礼吗 可秦礼不过准地修为 仅凭一道剑光 就能斩杀一个地境强者 速度快到 连地境强者都反应不过来 这也太恐怖了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 转眼间飞升中天狱的修饰 数量暴增 而这些飞升上来的修饰 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来自古原大陆 甚至有人曾说 这一次是秦礼带着整个古原大陆 举界飞升了 古原大陆那些尚未飞升的修饰 自发地开始为秦礼打造雕像 为秦礼铸造长生牌位 将秦礼供奉为他们古原大陆的唯一真神 他们对秦礼的狂热 已经达到了极限 玄天宗禁地后面的雕像 也在以最快的速度建造起来 而且这一次的高度超过了千丈 他们把这件事当作最重要的事情 以至于在极短的时间内 一座座秦礼的雕像拔地而起 整个古原大陆 几乎到处都有秦礼的雕像 四大妖主这么一搞 反而让秦礼在古原大陆 那些修饰心目中占据的位置更加重要 提高了秦礼在古原大陆的威望 甚至不仅仅是古原大陆 连九天十地的修饰 都对秦礼有了一番新的认识 问灵莎合体 杜杰斩仙人 一人守一城 一件退百万妖魔的典故 在九天十地迅速传播 现在又一次一件斩杀了彭祖的肉身 越来越多的修饰 对秦礼这个和白洛林结为道理的无名之辈 有了改观 甚至连不少之前还仇视秦礼的修饰 对秦礼的态度也逐渐有了改变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秦礼曾经在下界的时候 还有这么一段辉煌往事 那一桩一件逆天之事 他们每每听起来都觉得热血沸腾 虚空之中 苍老的天机老人也在注视着九天十地发生的一切 他目光闪烁 低声道 难怪老夫无法测算他的过去 原来他成了一介器语 乃是一介之主 倒是有些出乎意料 而且刚才那一件是剑道的极致 已经诞生了剑道意志 随后 天机老人目光深邃 仿佛穿过无尽空间 在整个九天十地搜寻 重点是在古原大陆深处搜寻 但始终未曾找到秦礼的下落 也没有找到七杀魔帝的踪迹 莫非 他们已经不在九天十地了 天机老人极为不解 放弃了继续寻找秦礼 而是默默地关注着事情的发展 与此同时 四大妖主回到地祖宫 在妖族圣地中为彭祖重铸肉身 狗兄 你在古原大陆可有感受到那小贼的下落 彭祖一边凝聚肉身 一边咬牙切齿地说道 天犬妖族脸色有些不是很好看 他说道 古原大陆没有 那道剑光看似从古原大陆而来 但实际并非如此 目前我只能找到秦礼的气息 但无法确定到底是不是他 是否要继续找下去 彭祖脸色一沉 连你都找不到小贼的真正下落 天犬妖族沉默不语 虽然没有说话 但已经算是默认了 找 彭祖一咬牙 毫不犹豫地说道 待本地重铸肉身 必一定要找到那小贼 将其抽筋扒皮 到时候本地就算是反祖 既献生命 也要将其斩杀 天犬妖族说道 在中天狱内 就有秦礼的一道 极为强烈的气息 若此处再没有秦礼的气息 我尝试沟通天道 以大道之力去寻找秦礼 兴许能做到 好 彭祖听到此话 眼神一亮 天犬妖族最强大的能力 就是沟通天道 展开天道之眼 一旦施展出天道之眼 只要还在九天十地内 那就无所遁形 必定能找到秦礼 只不过 这个手段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有一定的代价 需要消耗兽数 不到万不得已 天犬妖族是不会使用的 天犬妖族能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显然他也是想要找到秦礼的 毕竟他号称九天十地追踪能力最强之人 却找不到一个准地 这对于他来说 也是一种耻辱 故而 哪怕他是耗费一定的寿源 他也会找到秦礼 混沌天倩 乃是中天狱和七星天狱的隔离带 将两个天狱分割开来 其内有无尽的混沌道光 那些混沌道光极为恐怖 没有真仙修为 哪怕是碰一下 都有生死到消的危险 在混沌天倩中心处 却有一个没有一缕道光的地方 那是一个巍峨宫殿 宫殿极为宽敞 内有数十个仆团 围成一个圆圈 此刻有十多个仆团都坐着修士 那些修士 修为最弱之人也有准地 其中有五人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先帝级别 若有普通修士在此地 就会发现各大家族的大佬 和人族十大先帝 有五位先帝在此 可以说 坐在这里的都是人族高层 他们的每一个决定 刚才那道见光 你能做到吗 说话之人是五位先帝之一 他是个身穿紧袍的中年人 身上有大道之力流转不息 一张国字脸 不怒自威 仔细一看之下 正是不久前 鹤退四大妖主的巨脸 他正是陈凡家老祖 陈若玄 陈家老祖 虽然在十大先帝中 实力并不算最强 但却是九天十帝 所有家族中唯一的先帝 故而 陈家如今也是九天十帝 名副其实的第一家族 在人族所有高层中 他的话语权 相对来说比较重 所有人都看像一个 坐在那跟个肉山一样的先帝 他正是人族先帝 北辰先帝 以剑入道 北辰先帝脸色凝重的摇头 我做不到 那道见光的境界 已经达到了极致 诞生见到意志 所有人族高层文言 都不由道西一口凉气 没想到那一道见光如此恐怖 连北辰先帝都自愧不如 难怪能一剑毁掉彭祖的肉身 吴家 段家 以及江家几位族长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忌惮 他们族中天才之死 与秦吏有一定的关系 与他们是有仇 而那一道见光疑似秦吏的剑 对于他们来说 自然不是好事 也不知道秦吏在何处 天狗会不会继续找秦吏 若能找到就好了 陈若璇带着笑意说道 实际上 他们之所以放四大妖主入境 也是想要利用天犬妖祖的能力 找到秦吏 秦吏那可是人族不适出的天才 几位先帝 怎么可能会放过如此好的苗子 现在事实也证明 秦吏的修为未必到先帝 但其战力绝对比寻常先帝更强 其剑道上的天赋 就算是北辰先帝 也是自愧不如 以我对那臭鸟的了解 不出五日 肯定会卷土重来 放心好了 北辰先帝冷笑一声 其他先帝文言都点点头 并未离开宫殿 而是在宫殿内等候 只要天犬妖族找到了秦吏的道场 他们会第一时间出手 到时候 就算是引起两族战争都无所谓 为了如此恐怖的秦吏 四大妖主再次卷土重来 就在九天十地的修士 以为事情要告一段落的时候 四大妖主再一次来到中天狱 他们穿过中天狱 来到了中天狱北部的一座巨岛上 巨岛上有一座恐怖的剑山 那座剑山可以说是整个中天狱 最为出名的地方之一 剑山坐落在中天狱有名的 险地黑山中心 黑山传闻乃是一个绝世剑仙的陨落之地 其内有剑仙的传承 不仅如此 此地还是一个天然的宝藏地 其内灵药众多 妖兽无尽 无数年来 不知道有多少修士 进入其中寻找灵药 斩妖拿材料 也有很多修士 只为去寻找绝世剑仙的传承 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得到那逆天传承 从而一飞冲天 不过 这地方最为引人注目的 还是那座剑山 有人说 那剑山是那绝世剑仙遗留下来的仙剑所化 也有人说 那剑山内 就是剑仙的洞府 留下传承的地方 但不管什么传说 吸引无数剑修来此的 是剑山绝壁上 那树道如天茜一样的剑痕 那剑痕 不知道是哪个修士留下来的 有人说 那就是绝世剑仙留下来的 其内蕴藏无尽剑意 数万年不曾衰减 很多剑修来此观看那剑痕 感受剑意 领悟剑道 都能使剑道造诣 更上一层楼 甚至有剑修在观摩剑痕后 创造出了金式剑法 如此一来 这座剑山上的剑痕 成为了中天狱无数剑修 无比神亡之地 只要修为达到了一定程度 就一定会穿越危险黑山 来到剑山前 观摩那剑痕 从而企图从那剑痕中 得到一些感悟 突破自身剑道境界 四大妖主 他们来到剑山上的时候 依旧看到 有不少修士盘腿而坐 观摩那剑山绝壁上的 恐怖剑痕 他们出现在此地 无疑令人族高层无比疑惑 难道 那树道剑痕 是情理留下来的吗 咦 天狗他们竟然到了剑山 北辰先帝 有些诧异地说道 陈若玄问道 北辰兄知道此地 其他人都看向北辰先帝 江明凡则说道 剑山乃是中天狱 非常有名的一个险境 其内危险无比 但也有天才地保无数 若有一定实力 可进入剑山深处 观摩一个绝世剑仙 留下来的树道剑痕 传闻那剑痕中有惊天剑意 剑修观摩 可提升剑道境界 众人恍然大悟 纷纷暗道 原来如此 而北辰先帝则说道 本帝也曾经去看过那剑山 剑痕中的剑意确实不俗 但留下剑痕的修饰 修为应该不高 只有天仙左右 什么 天仙左右 这怎么可能 江明凡瞪大眼睛 有些不愿意相信 要知道 仙人之后的境界 分为帝仙 天仙 真仙 先君 先王 以及先帝 也就是说 帝仙之后就是天仙 算是仙人的第二个境界 绝对算不上什么厉害的存在 要知道 在剑山险境中 就算是真仙去了 也是极为危险的 只有那种实力极强的真仙 才有希望走到中心区域 观摩那剑痕 而且 真仙剑修观摩那剑痕 帮助极大 天赋强大之辈 很轻易就能突破 见到境界 江家本就是中天狱的家族 对于剑山非常了解 江明凡曾听说过 曾有先君境界的剑仙 进入过剑山 在剑山前观摩十年 最终领悟出绝世剑法 纵横中天狱 虽只有先君出气的修为 可面对先君巅峰之境 却依然不惧 在剑之一道上登峰造极 哪怕是在道榜上 也是榜上有名的 是称太白先王 而这太白先王很明确地表示 若没有那剑痕 他绝不可能在剑道上突破 更不可能领悟剑道法则 从而踏入先王之境 而他早已将留下剑痕之人 奉为名师 可现在 北辰先帝却说 留下剑义之人 不过是个天线 这如何让江明凡相信 不仅仅是他 就算是其他人不知 此典故的 也是心里易经 不说先君领悟绝世剑法了 就算是那么多真仙在此 能有所收获 也足够令人震惊 这毕竟只是一个 天仙留下的剑痕了 北辰先帝笑了笑 看来 你是在质疑本帝的眼光啊 说着 北辰先帝如肉山一样的身体 抖了抖 看了江明凡一眼 江明凡浑身一颤 哪怕准地修为 也有些头皮发麻 他可太清楚 北辰先帝的性格了 别看表面笑嘻嘻的 可是狠起来 连七杀摩帝的 都自愧不如 不敢不敢 北辰宁在成帝之前 本就是见到高手 江某自然不敢质疑你 我只是好奇区区天仙 为何能够留下 如此恐怖的剑痕 江明凡感叹着说道 随后他将太白先王的事情一说 那几个家族的族长 都无比震惊 就连几位先帝 也是对视一眼 似乎有些诧异 江兄 你可是说 清廉剑哥太白先王 盗榜排名第九十九 吴家族长 有些震惊地说道 不错 江明凡点点头 别看到盗榜排名九十九 并不算高 实际上已经非常恐怖了 要知道 整个盗榜共有两百人 而且是囊括了 整个九天十地 各大种族的排名 这两百个修士之中 仅低级强者 就占了有三四十人 人族就有十人 妖族四人 还有洛神族 蛮族 巫族等等七七八八的种族 都有低级强者 也就是说 在先王之中 比太白先王强的人 也就几十个而已 要知道 整个九天十地 先王的数量不说很多 但数百人还是有的 北辰先帝说道 有何不可 只要他领悟了剑道法则 自然能留下这等剑痕 听了这话 那几个准地 更是脸皮抽搐 这话说得倒简单 可法则哪有那么容易领悟的 一般来说 唯有先王才能领悟法则 区区一个天仙 差了好几个境界 这怎么可能呢 与此同时 关注着四大妖主行动的 所有修士 都察觉到了 四大妖主来到了剑山附近 尤其是那些中天狱的修士 神识中看到这一幕 都是惊讶不已 纷纷疑惑 四大妖主来剑山做什么 莫非这剑山 还与秦吏有关吗 陈凡笑了笑 很随意地说道 不会告诉我 那剑山的剑痕 是秦吏留下来的吧 不知道 王精一摇摇头 你不是去过吗 觉得那剑痕如何 陈凡想了想后 他说道 你知道清廉剑歌吗 王精一道 当然知道 盗榜第九十九 虽是先王初七 但你我二人 未必是他对手 陈凡说道 不错 太白先王就是在先军时 于剑山之下悟到十年 领悟出清廉剑歌 从而一跃成为最强先军 后面他领悟剑道法则 迈入先王之境 直言是因为观摩了那剑痕 并且将留下剑痕之人 奉为名师 王精一文言 眉头微微一皱 眼神中闪过一抹一色 陈凡摸了摸下巴 嘀咕道 要这剑痕是情理留下来的 那可就有意思了 当然 他只是随口一说 心理并不认为有这个可能 因为他知道 剑痕是数万年前留下来的 而且剑痕之中有剑道法则 法则只有先王才能掌握 数万年前的情理 怎么可能就有先王修为 那时候的情理 最多也就是天仙地仙那个级别 故而 陈凡估摸着 应该是情理也在剑山观摩过 并且留下过一些东西 导致气息一流 故而天犬妖祖才会找到这里的 此刻 在七星天狱遥远的北极台园中 一个衣衫蓝缕 腰胯长剑 手提九葫芦的中年修士 摇摇晃晃地走在冰雪之中 他眼神原本有些浑浊 可就在这时候 忽然眼中一亮 定住了身形 他们 竟然找到了剑山 中年修士嘀咕一声 神识跨越了无数距离 正在观察着四大妖主 当他看到那剑山的时候 眼中闪过一抹追忆 师尊 你在何方 中年修士呢喃一声 沉默了片刻 继续跌跌撞撞地走在冰雪中 狗羞 那小贼藏在何处 剑山上空 彭祖神识在剑山附近的险境扫了一圈 却并未发现有任何不妥 不由的疑惑开口 天犬妖祖看向剑山 指着那树道惊天剑痕 那剑痕应该就是琴里留下的 其上有它强烈的气息 比古猿大陆的雕像更为强烈 确定这剑痕是琴里留下来的 彭祖脸色一沉 表情有些难看 很明显 此地并非琴里的道场 而是琴里在某个时候 在此地留下了这树道剑痕 而那树道剑痕之中 则有琴里的气息 这让彭祖有些难以接受 天犬妖祖盯着那剑山上的剑痕 点了点头 肯定是琴里留下的 剑痕上关于琴里的气息非常强烈 虽然我并非剑修 可也能够看得出来 那剑痕中的剑衣非常磅礴 而那剑衣就是属于琴里的 听了此话 彭祖的脸色更加阴沉 而正在观察这一幕的修士 听到天犬妖祖的话 纷纷面露震惊之色 尤其是那些中天狱的修士 他们对于剑衫 简直不要太熟悉了 几乎所有中天狱仙人以上的修士 都知道剑衫的存在 也知道那几道剑痕 到底有多恐怖 数万年来 他们都在猜测 到底是谁留下的剑痕 是剑衫内陨落的绝世剑仙 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剑修 甚至有的人猜测 是不是人族先帝 北辰先帝留下来的 毕竟北辰先帝乃是已剑入道 剑道造义极高 已经达到了极为恐怖的程度 或许也唯有北辰先帝 才能留下那么恐怖的剑痕 毕竟 那树道剑痕 可是铸造出了 太白先王那种存在 不知道帮助多少个剑修 突破剑道境界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剑衫已经成为了剑修的圣地 被无数中天狱的剑修敬仰 甚至有很多九天十地的其他剑修 也来过此地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 这应该是北辰先帝留下来的 结果现在 天犬妖祖竟然说 这是秦里留下来的剑痕 这如何不掀起滔天巨浪 谁都知道 天犬妖祖的追踪手段 冠绝九天十地 只要确定了 那剑衡上的气息 是秦里留下来的 那就肯定是秦里留下来的 而且 天犬妖祖 没有必要为秦里去隐瞒 故而在观察此事的修士 全部都选择相信了 剑痕是秦里留下来的 我的天 我们中天狱的剑衫无上剑痕 竟然是秦里留下来的 某个仙城之中 之前央求着任性修士说 秦里在古原大陆世纪的白衣仙子 美眸一彩连连 震惊不已 脑海中不停浮现 秦里在天地禁欲时的模样 任性修士等人也是有些猛 呼吸微微有些急促起来 那剑痕数万年前 就已经出现在剑衫 没想到 竟然是秦里留下来的 那岂不是说 秦里数万年前 就已经领悟了如此恐怖的剑道 任性修士 在短暂的震惊后 变得无比兴奋 哈哈 没想到 剑衫的无上剑痕 竟然是我们戒主留下的 太厉害了 任性修士兴奋地喊道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那剑痕是他留下来的呢 其他修士看着任性修士 都不由有一丝羡慕 同样的事情 在中天狱其他地方 也不停地发生 尤其是那些剑修 听到此话之后 纷纷心神一阵 脑海中浮现了秦里的面孔 不少剑修 早就已经将留下剑痕的神秘修士 当成了自己的师尊 心中 对于那神秘修士 无比尊敬 只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心目中的师尊 竟然是这几日风头正盛的情理 此刻 那些剑修开始疯狂起来 整个中天狱的剑修 只要是在观察着四大妖主的剑修 全部动了起来 他们朝着剑山而去 一时间 整个中天狱剑光无数 十万剑修闻风而动 剑修的性子 最是直接 最是刚烈 在他们看来 剑山剑痕 是他们心目中的圣地 彭祖是有可能在圣怒的情况下 将剑山毁掉的 故而 他们必须要尽快赶过去 哪怕是豁出性命 也要保护好情理留下来的 这座剑山圣地 原来他给我们留下了如此圣地 如今四大妖主追杀于他 人族高层不作为 就由我来守护吧 每个剑修都面露坚毅之色 心中想着 他们的想法都差不多 就是要守护好那座剑山 此刻在七星天狱的北极台原内 正行走在风雪中的邋遢中年修士 顿了一下 随后眼神充满了亮光 使尊竟然是他 中年修士呢喃自语 浑身发抖 恐怖的修为爆发出来 整个北极台原都在此刻颤抖起来 无数雪山崩溃 厚重的冰层裂开 随后中年修士化作一道青色剑光 四周有青帘环绕 朝着中天狱的方向而去 中年修士速度极快 宛若一道青色的流星 片刻间就跨越了数百万里 陈凡和王静一二人 也是目瞪口呆 不由地对视一眼 真被你说对了 剑痕确实是情理留下来的 王静一语气古怪地说道 陈凡撇了自己一巴掌 嘴角狠狠抽出片刻 这情理到底还做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事情 竟然连剑山的剑痕 都是他留下来的 王静一道 剑痕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究竟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剑痕 你也说过 那剑痕之中有剑道法则 若他不到先王 就领悟了剑道法则 此人就是妖孽 陈凡点点头 这剑痕我记得是三万多年前出现的 按照时间推测 正好是秦理从古元大陆 飞升到中天狱那段时间 相差最多一千多年的时间 一千多年 他能修炼到先王吗 王静一沉默 答案是否定的 秦理就算是再逆天 也不可能在一千多年内 修炼到先王境界吧 先人之后的境界 每一个境界的提升难度 都是前面所有境界的总和 极为困难 秦理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晋升先王 那也就是说 秦理留下那剑痕的时候 最多也只有先君罢了 先王之前领悟剑道法则 恐怖如斯 实际上 不管是先王之前领悟剑道法则 还是一千多年从大成晋升先王 都是无比惊世骇俗的事情 哪个都不比哪个差 秦理 到底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们 陈凡满脸古怪地说道 脑海中也浮现了 天地境遇上那个天崩于前 而不色变的淡定青年 对秦理越发地好奇起来 这件衫的剑痕 竟然真是秦理留下来的 混沌天倩的宫殿内 北辰先帝颇有些诧异 不由地泽泽称奇 天仙境界领悟剑道法则 此等妖孽对于我人族来说 简直如获至宝啊 他那被肥肉挤得 都快看不见的眼睛里 露出了欣赏之色 显然对于秦理 越发地看重起来 陈若璇目露惊喜之色 他笑着说道 天仙领悟剑道法则 此等逆天悟性 放眼整个九天十地就他一人了 他绝对是我人族 不是出的天才 若我人族损失了他 就是天大的损失 江明凡等几个家族组长 看到这一幕 出手阻拦四大妖主 那他们想要报仇 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 唯有等到四大妖主 找到秦理的道场 到时候 就算四大妖主被驱逐出去 他们五大家族联合起来 也能置秦理于死地 故而现在他们要做的 就是想办法让大部分先帝 站在秦理的对立面 江明凡说道 说不定那法则之力 是他成为先王后施加上去的 现在他不敢再说北辰先帝什么 所以就把方向放在了秦理身上 北辰先帝看白痴一样 看着江明凡 你也是先王 你有那么无聊吗 江明凡张了张嘴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反而是吴家族长吴圣明说道 我们不能单以秦理的天赋 来判断此人对我们人族的作用 而是要看他对人族的贡献 之前他和白帝在天帝禁狱 差点把九天十地打崩 此事各位先帝不会忘了吧 此话一出 江明凡眼睛微亮 连连附和 北辰先帝淡淡地瞥了他们一眼 没说什么 他本就是属于中立的 没必要为秦理辩解什么 反而是陈若璇回击道 一人守一城 一人退百万妖 已经说明了一切 吴圣明点点头 玄帝所言甚是 不过 我还是觉得继续看吧 反正四大妖主也 还未找到秦理的道场 与此同时 剑山上空 彭族有些不死心 他看向羽公龙祖 龙妹 你怎么看此事 他知道 羽公龙祖也是剑道高手 成帝之前痴迷过剑道 对于剑道也有独道的看法 说不定对这剑很有不一样的理解 天犬妖祖和玄规老祖 都看向羽公龙祖 羽公龙祖洁白无暇的小脸上 带着丝丝复杂情绪 眼神里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欣赏 他说道 此剑痕是谁留下的 我也看不出来 但可以确定的是 留下剑痕之人 修为应该不超过真线 不超过真线 这怎么可能 这剑痕上有强大的剑道法则 真线怎么可能领悟剑道法则 彭族闻言 脸色大变 惊呼一声 天犬妖祖和玄规老祖的脸色 也是微微一变 有些诧异地 看向那件山上的剑痕 随后玄规老祖低声说道 龙妹 此事当真 羽公龙祖轻点禽手 彩眉抖动 有句话并没有说 不超过真线 只能是以他的剑道境界看出来的 实际上他猜测 留下剑痕之人 境界应该是比真线境界要低上一些 只不过这话 他并没有说出来 毕竟此事影响太大 他怕对彭族造成太大的刺激 不过 此刻羽公龙祖的脑海中 已经浮现了秦璃的身影 他实际上并没有见过秦璃 他在关注到天地境遇发生的事情后 只看到秦璃滑开了空间 因此只看到了秦璃的背影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羽公龙祖小小的脸上 露出一丝好奇 天犬妖祖和玄规老祖对视一眼 都从彼此眼中 看到了震惊和忌惮 真仙领悟见到法则 秦璃的悟心太逆天了 放眼整个九天十地 也找不出这等人物 如果 秦璃真的成长起来 真的像古猿大陆那样 对付妖魔一样 对付他们妖族 那么秦璃将会成为 他们最大的威胁 此后很有可能 他们妖族再无崛起可能 两位妖族的内心 都生起了一抹危机感 而羽公龙祖的一番话 已经令整个九天十地 都震动起来 无数修士为之哗然 谁都没有想到 秦璃竟然仅仅只是在真仙期 就已经留下了这道剑痕 在真仙期 就领悟了剑道法则 要知道 这剑痕可是帮助无数真仙剑修 甚至是先君剑修 都突破峙谷 领悟出强大剑法 谁都以为 这剑痕至少也是先王留下来的 甚至有可能是准帝和先帝 其中 北辰先帝的可能性很大 大部分修士都觉得 肯定是北辰先帝 某次云游到此 留下了这么几道剑痕 恭候人观摩参悟 没想到 竟然不是北辰先帝 而是秦璃 最重要的是 秦璃竟然仅在真仙期境界时 就领悟了剑道法则 这绝对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事情 哐当一声 陈凡手里的茶杯掉在地上 摔得粉碎 我没听错吧 真仙 陈凡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画面中的剑衫 脑子有些发猛 王静一也缓缓起身 瞳孔微缩 有些吃惊 看来 你又猜对了 秦璃不但是在先王之前领悟的剑道法则 而且还是在真仙之前 王静一凝重地说道 陈凡惊叹地说道 我愿称他为 九天十地悟性最强之人 没有之一 王静一也点头赞同陈凡说道 之前看秦璃与七大天骄一战 施展空间法则极为娴熟 接着又令天地境遇的混乱法则自动避开 就知道 秦璃肯定是领悟了很多法则 知道秦璃的悟性很强 只是没想到 竟然强大到这种程度 在真仙期就领悟了剑道法则 这还是人能做到的事情吗 哪怕王静一和陈凡两人 向来桀骜不驯 这么多年来也没服过谁 此刻都有些佩服起秦璃来了 如果说之前他们对秦璃只是欣赏的话 那么现在 完完全全变成了敬佩 这等逆天的悟性 他们自愧不如 如果他们知道 秦璃并非是真仙期留下的那些剑痕 而是在天仙期留下的 在天仙期就已经领悟了剑道法则 不知道有何感想 此刻 随着羽公龙祖的话传出去 整个九天十地已经彻底轰动 无数人都知道 秦璃在真仙期就已经领悟了剑道法则 他在真仙期留下来的剑痕 帮助无数剑修破镜 哪怕是仙君级别的剑仙也能从中得到极大的好处 甚至有人从他留下的剑痕之中 领悟出绝世剑法 成就一方霸主 这件事开始在九天十地迅速发酵 一传十 十传百 百传万 可以遇见往后恐怕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包括那些无奈离开本仙域的仙人以下的修士 也都将知道九天十地有这么一个人物 秦璃的名字也将彻底响彻整个九天十地 他们对于秦璃不再是羡慕 不再是嫉妒 而是带着一丝敬畏 秦璃不再是无名小卒 而是一步步走到准地的位置 走到那能够与先帝抗衡的层次 不是他没有实力 只是他为人低调 从未将这些事情公布出来罢了 甚至留下剑痕 也只是造福剑修 并未留下自己的名字 否则的话 他若是能在剑山留下自己的名字 他的大名早已震撼整个九天十地 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偶像 可秦璃并没有这样做 如此一来 九天十地的修士 对秦璃的印象也明显地越来越好 轰隆隆 而就在这时候 剑山之下 那数十个盘膝而坐 感悟剑痕的剑仙 其中有一个人睁开双目 眼神中散发出锐利的光芒 全身剑气飘荡 无数剑光从他身上涌出来 此人不过是真仙修为 他的修为没有任何变化 但剑气却在不停地增强 他身上有一股极为恐怖的意志正在诞生 随后冲天而出 就像是一把影视许久的利剑 终于苏醒过来 此刻直冲天际 引起天地共鸣 整座剑山都开始颤抖起来 像是呼应着 那修士身上的剑气 登峰造极镜 那修士仰天大笑 身边无尽剑气环绕 他冲天起 气势不断攀升 虽只有真仙修为 可给人的感觉 却能与先君一较高下 那是剑道境界的至高境界 登峰造极 再往后 就是剑道法则了 一个小小真仙 却是领悟了剑道至高境界 可见 此人的剑道造诣 有多恐怖 然而 底下的那些剑修 抬头看向那修士时 只有一抹淡淡的羡慕 却没有太多的惊讶之情 因为他们 已经见过很多这种剑修 弟子萧平 跪谢剑祖传道之安 那冲天起的修士 在短暂的兴奋后 迅速回归 朝着剑山深深一拜 极为尊敬 在这些参悟过剑山剑痕的剑修之中 他们自发地 将留下剑痕的修士 称之为剑祖 先王之下的剑修 在参拜之时 只会称呼为剑祖 唯有先王级别的剑修 会称其为师尊 此事没有规矩 也没有人会去抢求那些剑修作 完全是出于自愿 完全是自发的 能参拜的 无不是心甘情愿 区区先王 何敢称祖 可笑 一道不屑的声音 从九天之上落下 一般来说 唯有先帝级别的存在 才能称之为祖 其他修士胆敢称祖 那就是对先帝的冒犯 对天道的不敬 那声音刚一出现 无尽锋刃从天而降 瞬间将剑山四周的空间撕裂 包围剑山和那些剑修 明显是想要将所有剑修全部抹杀 同时摧毁剑山 彭祖还是出手了 只不过 他碍于自己的身份 并未动用大道之力和法则 只是用最基础的先术 可他是先帝级别的存在 就算仅用最基础的先术 那威力也绝非寻常人能相比的 就算是最强的先王 也未必能抗衡 更别说这里的剑修 最高也不过先军初七吧 可那先军初七的剑修 看到这一幕 却毫不犹豫地站起来 怒吼一声 堂堂彭祖 如此卑鄙 对我等晚辈出手 心胸狭隘如沟渠 连一座剑山都容不下 真是可笑 我张轻若虽为先军 哪怕是豁出性命 也不能让你得逞 说吧 那张轻若身体一晃 不见初见 整个人却直接化作了一把惊天巨剑 朝着那无尽锋刃冲击而去 其余剑修 也是纷纷起身 怒目而逝 甚至有天仙境界的天才剑修 他们费尽千节万险来到此地 就为了观摩剑痕 此刻也是毫不犹豫怒吼一声 以引火之光 怒出猎阳 哪怕是死也无所谓 数十个剑仙 在此刻全部化作一柄剑光 包括刚刚突破的削平 也是毅然决然地冲出去 朝着剑山而去 迎上那无尽锋刃 无论如何也要保护住剑山 那是他们的盛点 一群喽喽 安敢以卵击石 彭祖略带恼怒的声音响起来 那些锋刃的威力 顿时暴增了许多 不少剑修还没有碰到锋刃 身上的血肉都被刮掉了不少 根本就不是一个程度的 哪怕是张清若这位 仙军初期的剑仙 也完全无法抵挡那些锋刃的余波 不过 就在这时候 一道惊天剑气从天边出现 瞬间来到了剑山附近 那剑气略微发青 周围有一道道青帘浮现 威力极为恐怖 就算是那些锋刃再怎么厉害 此刻碰到那青帘剑气 也是被剿得破碎 仅仅是片刻间 那些从天而降的锋刃 全部被剿得粉碎 一点也没剩下 那些剑仙看到这一幕 纷纷一喜 青帘剑仙 太白仙王 这是青帘剑哥的剑气 太白仙王来了 所有剑仙松了口气的同时 也是无比振奋 对于他们来说 太白仙王也是传说中的存在 今日剑山有难 太白仙王毫不犹豫地赶了过来 这让所有剑仙都无比感动 下一刻 天边出现了无数道剑光 那些剑光密密麻麻的 不知道有多少 为首的剑光是青色的 附近有青帘拱位 散发出灵力的气息 其他的剑光 每一道都有一个人影 每一道剑光 都是一个剑仙 四面八方全部都有 密密麻麻的 不知道有多少 根本就看不尽头 无尽剑气 在此刻升腾而起 百万剑仙连美而来 场面极为壮观 震撼人心 我去 竟然这么多剑修 陈凡看着画面中 密密麻麻的 剑光破空而来 由那道青色剑芒带头 将整个剑山都围拢起来 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到剑山 方圆数十里内 被剑光覆盖 每一个剑光之中 都是一个剑仙 就算是陈凡他们这种 见惯了大场面之人 也是感到无比震撼 王静一目光一闪 死死地盯着那画面 此刻也感觉到心潮澎湃 就因为一座剑山 树到剑痕 竟然就引动了如此多的剑仙 那些剑仙 哪怕是付出生命代价 也要守护住心中的圣地 依旧无所畏惧 这就是剑仙的意志 就算是王静一这种人物 此刻看到那些团结起来的剑仙 也是颇为尊敬 不仅仅是王静一 看着这一幕的所有修饰 都为之头皮发麻 只觉得灵魂在这一刻生腾起来 呼吸开始变得粗重 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因为一座剑山 竟然引来了如此多的剑仙 这 这至少有百万剑仙吧 我去 就因为守护情理留下来的几道剑痕 这些剑仙都不要命了吗 好震撼的场面 一辈子也无憾了吧 我感觉到热血沸腾了 也想提着剑去找那四大妖主斗一斗 此刻 秦里彻底扬名 那走在最前面的 应该是清廉剑仙太白仙王吧 肯定是太白仙王 刚才施展清廉剑戈 搅碎了彭祖的锋刃 竟然连太白仙王都来守护这座剑山 秦里的号召力恐怖如斯 那可是剑祖啊 剑修里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 所有观察着这一幕的修饰 纷纷都在跟自己的三无好友讨论 每个人都异常震惊 也感受到了莫名的兴奋 尤其是在认出太白仙王的时候 那种震撼的感觉更加强烈 太白仙王那是什么人啊 盗榜第九十九 在人族之中绝对算得上顶尖战力了 现在也为了守护那座剑山 前来抵抗四大妖主 足以见得这剑山的含金量 而他们更加震撼的 还是秦里现在在众多剑修心目中的地位 剑祖 这个称呼的含金量可不低 要知道在九天十地 唯有先帝级别的存在 才能称为祖 而现在秦里表现出来的修为 只是准地罢了 剑祖 啊 剑祖竟然是剑祖 任性修士兴奋地喊道 眼神无比兴奋 一股浓浓的骄傲涌上心头 他的腰感都挺得更值了些 附近的那些修士 看向任性修士的变得有些羡慕 那可是和秦里 这位剑祖一个大陆出来的修士啊 说出去多有面子 此刻 混沌天谦的宫殿之中 吴圣宁和江明凡等五大家族的组长 看着宫殿中的画面 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看到画面中 无尽剑光凝聚而出 在剑山附近 化作一个个着装各异的剑修 那些剑修纷纷纷抬头 死死抬头看着天上 目光中充满了冷峻 丝毫也没有退缩之意 哪怕明知道上方的人是四大妖主 区区一个秦里 号召力竟然如此之强 江明凡深吸一口气 有些难以置信 吴圣宁没有说话 但眼神中闪过一抹阴历 显然 这一幕远超五大家族组长的预料 秦里甚至都没有现身 仅仅只是因为留下了一座剑山 竟然引起如此多的剑修降临 只为维护秦里留下来的剑痕 可见 秦里现在的号召力有多强 秦里表现出来的价值越强 则那几位先帝 就越有可能站在秦里那边 那对于五大家族来说 就越不利 一旦超过半数的先帝 选择站在秦里那里 那么四大妖主 就不可能在这么明目张胆地 寻找秦里的道场 而他们五大家族 想要找到秦里的道场 几乎不可能 秦里都已经不问世事 这一次找不到秦里的道场 那他们 以后就很难找到秦里的道场了 若时间一长 秦里成长起来 成就地位 那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再报仇 故而 这一幕对于他们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好家伙 秦里这家伙 竟然成为了剑修心里的剑祖 还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就算是本帝都 没有这等号召力 北辰先帝嘀咕一声 看似有些抱怨 实际语气中 却带着一丝赞赏 在他眼里 秦里算是小辈 人族小辈 有这么逆天的本事 他作为前辈 怎么会不欣赏呢 北辰先帝的这番话 更是令吴圣宁他们心底一尘 偏偏事情还没结束 这时候 陈若璇忽然说道 几位族长 如果本帝没看错的话 这百万见仙之中 你们五大家族的修士 至少也有数十位吧 此话一出 顿时让江明凡等人的脸色 变得极为难看起来 他们看着画面中的百万见仙 确实在那无尽见光中 发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 这些见仙 大多数都有一定的修为 在各大家族中的地位 不说很高 但也绝对不低 而且 到了这个境界 他们可以通过血脉感应 来确认族人 在血脉感应中 那百万见仙之中 他们每个家族 都有近百人 这让江明凡等族长的脸色 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面对几个先帝的目光 他们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出来 他们是主张放弃情理 不与妖族开战的那一派 结果却出现了这档子事 连自家族人都跑去拥护情理了 这简直就是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 连嘴都打肿了 如何说得出话来 陈若璇看到这一幕 笑了笑 看来还是情理那小子的魅力太大了 连你们五大家族 都心甘情愿放弃仇恨 好事好事啊 本地愿称你们五大家族 为最大器的家族 此刻 在剑山附近 无数剑气凝聚 空间都开始颤抖 这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一幕 也不会那么轻易结束 剑光脸去之后 化作一个个身形各异的剑仙 之前在七星天狱的邋遢中年人 此刻浑身清廉环绕 衣服早已换上纯白道袍 身姿挺拔 目光如剑 他 正是盗榜九十九的清廉剑仙 太白仙王 太白仙王的出现 无疑成为了那百万剑仙的主心骨 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了太白仙王身上 而太白仙王在抬头看了一会儿后 回头朝着那剑山 深深地一拜 此刻 他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由之前的灵力 变成了尊敬 太白仙王并未因为这剑痕 是秦里在真仙七留下来的 就妄自菲薄 依旧将那面剑山绝壁上的剑痕 当成自己的人生名师 故而 在看到剑山的时候 他依旧会参败 在看到有人想要毁掉那剑山的时候 依旧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出来 哪怕是豁出性命 也要挡住彭祖的那些攻击 他们的圣地 又岂会容忍他人来摧毁 随着太白仙王的参败 其他所有剑仙 全部无声地抱拳一拜 动作极为整齐 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 却在参败的时候 动作整齐 一跑卷动 发出巨大的声音 席卷苍穹 造成滚滚雷声 极为震撼 我人族境地 何时轮得到你们妖族前来放肆了 太白仙王终于开口了 他抬头看向苍穹 仿佛能够透过云层 看到天上的四大妖主 他的声音铿锵有力 也感染了所有的剑仙 我人族境地 何时轮得到你们妖族前来放肆了 百万剑仙同时开口 每个人的声音都无比坚定 同时发出气震山河 苍穹倒卷 云层溃散 连剑山险境的所有妖兽 全部都吓得瑟瑟发抖 匍匐在地上 此刻 九天之上 彭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会有这么多剑仙现身 挡住了他的攻击不说 竟然还敢大声质问他 这让彭祖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侮辱 他可是堂堂妖主 先帝级别的恐怖存在 就算是人族的先帝 对他也不敢如此无理 可这在他眼中 如同蝼蚁一样的百万剑仇 竟然敢这样质问他 一股怒火 从彭祖心中涌现出来 找死 彭祖冷哼一声 浑身羽衣抖动 无尽大道之力 从他的羽衣中幻化出来 朝着下方席卷去 既然等找死 那本地就成全你们 让地府多出三百万阴魂 风之大道倾斜而下 空间瞬间崩塌 天地陷入无尽的黑暗之中 到处都是一道道空间裂缝 修为弱小点的剑修 甚至在此刻 无法承受大道之力 身上的剑光开始崩溃 神魂开始受到创伤 这家伙竟然还敢引动大道之力 陈凡看到这一幕 脸色微微一变 有些震惊 王静一冷哼一声 不要脸的东西 陈凡捏着拳头 也不知道老祖在干什么 竟然还不出手 若再不出手 百万剑仙命丧于这老鸟之手 那事情可就大了 话虽如此 可那些剑仙 却没有一个退缩的 每个人的眼神都极为坚定 穷龙 就在这时候 太白仙王单手成剑指 抬手朝着那风之大道一指 他身上席卷出恐怖的剑气 凝聚成一把惊天剧剑 一道道清廉 萦绕在剑身之上 散发出神圣之气 随后 惊天剧剑逆天上 瞬间撞在了那风之大道上 轰隆隆 一阵阵惊天剧名响起来 空间碎成了渣 那把惊天剧剑 也在此刻寸寸断裂 不过令人震惊的是 太白仙王的惊天剧剑 竟然真的挡住了风之大道 令风之大道短时间内 无法落下来 浩然剑 天玄剑 玄明剑 灵溪剑 大道无剑 一道道清冷的鹤声响起来 无尽剑光 从那些剑修身上涌动 各种各样的剑法和剑道飞了出来 齐刷刷地 朝着那难以抗衡的风之大道席卷去 风之大道 那是彭祖成帝之道 是一种地级以下修士 无法抗衡的力量 哪怕是仙王领悟的法则之力 在大道之力面前 也是只有被碾压的分 可就算如此 那数百万剑仙 依旧没有任何犹豫 全部施展出自己最强的绝招 前去对抗风之大道 只想着 能够给太白仙王分担点压力 只可惜 他们所有的招式 在风之大道面前 都不过是浮云 就如同飞蛾扑火 碰在风之大道上 就瞬间崩溃 连一点涟漪都没能造成 扑扑扑 可就算如此 那些剑仙 依旧不停地催动体内仙力 甚至不惜消耗自身精血 施展出禁忌之术 也要抵挡那风之大道 数百万剑仙 同时抵抗彭祖 竟然硬是生生地 将彭祖的风之大道挡住了 不过 一轮之后 所有剑仙几乎全部力竭 可这仅仅只是 一道大道之力罢了 彭祖冷哼一声 说了一句浮游汉术 随后再度丢出大道之力 黑压压地落下 那些剑仙眼神坚毅 依旧没有任何想要退缩的意思 就准备继续压榨自身潜力 来抵挡那大道之力 可就在这时候 太白仙王怒喝一声 弟子太白 请祖师赐剑 此话一落 太白仙王盘膝而坐 身体却是微微一晃 接着一道白色虚影 从太白仙王头顶飞了出来 瞬间冲进了剑山之中 其他剑仙看到这一幕 纷纷眼神一宁 全部学着太白仙王的样子 盘膝坐下 弟子萧平 请祖师赐剑 弟子张清若 请祖师赐剑 弟子木子燕 请祖师赐剑 弟子 一道道决绝的声音响起 一道道白色影子冲了出去 进入到了剑山之中 那些白色影子 全部都是他们的神魂 神魂向来无比重要 是每个修饰都着重保护的 一旦神魂出现损伤 轻则变成白痴 重则行神俱灭 可现在 他们完全没有在意 自己的神魂会不会出问题 而是全部出窍 进入到了剑山 随着百万神魂进入剑山 那剑山竟然开始颤抖起来 恐怖的剑气 从剑山之中散发出来 紧接着 一道巨剑虚影 从剑山中缓缓拔地而起 慢慢离开了剑山 一道道气流肉眼可见的 出现在巨剑虚影的剑尖处 一道悠久 古老的气息 在那巨剑虚影中散发出来 这是 何物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大了 有些难以想象 他们下意识地想到 莫非这把巨剑 是当初 秦李留在剑山之中的 可是 秦李留下剑痕的时候 不是才只有真仙气吗 怎么可能留下 如此恐怖的巨剑 巨剑逆流而上 破碎一切 引起山河崩溃 虚空崩裂 一种超越了准地的破坏力 卷动了苍穹 破碎了那风之大道 就连大道之力 都承受巨剑的恐怖攻击 在那巨剑中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意志 那股意志悠久 古老 沧桑 但同时又充满了生命气息 我曾观摩无视于岁月长河中 数百万次的灰剑 才能成就此等惊天意志 才能成就如此见到 我走过无师所走的路 百万次的灰剑 只为今日这一次 这是岁月之剑 这是百万同道的生命之剑 我看你 如何见 剑山中响起太白先王的声音 那声音带着冷漠 带着一往无前 带着豁出一切的气势 红隆隆 整个天地间 仿佛只剩下了一道巨剑 巨剑直破云霄 朝九天之上而去 九天十地 在此刻变得暗淡起来 所有修士都在同一时间 看到了天上那 恐怖的巨剑 有的下界修士 并不知现在发生了何事 只能看到天上那恐怖的巨剑 只当是仙人显灵 纷纷跪拜下来 那些并未关注到 这几日九天十地 发生之事的仙人 看到那巨剑 也是心神俱颤 目光都有些呆滞起来 这是 北辰先帝 在与何人斗法吗 不知情的仙人们 震惊不已 都以为是北辰先帝在出手 唯有那些 一直都在关注着此事的修士 此刻看到那巨剑出现 感受到无比震撼 对秦礼和太白先王 都产生了强烈的敬拜 好恐怖的剑意 那不仅仅是秦礼留下来的剑气 还有数百万剑仙的极致剑意 这已经达到了地极程度 陈凡看着这一幕 嘖嘖称奇 眼神中也闪过一抹敬拜 王敬一点点头 眼神也有些火热 若非他的集道 已经趋于大城 即将领悟出大道之力 他都想要转修剑道了 连王敬一都有这种想法 更别说是其他人了 太白先王等剑仙的行为 彻底点燃了不少修士 内心的剑仙之魂 无数修士决定转剑修 想要成为三百万剑仙其中一员 不少修士都不由问道 现在转剑仙还来得及吗 而百万剑仙的行为 就连先帝都被震撼 百万剑仙同时以神魂化剑 凝聚出惊天一剑 荣和秦李在剑山流下的剑道意志 竟然在没有大道之力的情况下 硬生生地破掉了彭祖的风之大道 北辰先帝嘖则称奇 拍着蒲扇一样大的手掌 满脸赞赏 秦李的这号召力 在整个九天十地 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偏偏这家伙还那么低调 是个好苗子啊 陈若玄面带笑容 颇为满意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对于他来说 秦李的过往表现越好 自然对他就越有利 他在成帝之前 陈家可受到 另外几个家族不少的打压 故而在他成帝之后 多多少少也会针对五大家族 这次力保秦李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今局势对他有利 陈若玄自然也是颇为开心 同时他也明白 自己这是机缘巧合之下 压对了宝 他也没想到 秦李的天赋竟然如此变态 人还没现身 就有百万剑仙 愿意为他留下的几道剑意 而赴汤蹈火 就算行神俱灭 也毫无缘由 这等号召力 整个九天十地 还有谁 五大家族族长的表情 就颇为难看了 现在他们就算是想要动秦李 也得掂量掂量百万剑仙的分量 这百万剑仙凝聚在一起 比他们任何一个家族 都要恐怖 只是一团虚影的耀光女帝 看到这一幕 眸光闪动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随着巨剑破掉风之大道 那巨剑并未就此停下来 而是直破九天 瞬间来到了彭祖面前 毫不犹豫地朝着彭祖一剑斩下 彭祖的脸色极为难看 他堂堂妖主 屡屡受挫 他不要面子的吗 本地原本不想 徒露如此多的人族 这是你们逼本地的 彭祖咬牙 身上雨衣一抖 卷动无尽大道之力 九天色变 无尽神光浮现 一道道风之漩涡凝聚而出 发出恐怖的吸收 那巨剑瞬间被吸入到了漩涡之中 更为庞大的犀利爆发出来 形成一条条风之龙 瞬间落在了剑山上 咔咔咔 剑山上的无数巨石崩碎 朝着天上席卷去 一道道白色神魂 被那恐怖的风之龙拉扯出来 直奔九天之上的漩涡而去 尽管那些白色神魂疯狂挣扎 却也无济于事 根本挣脱不掉那漩涡 那可是由无尽大道之力 凝聚而成的漩涡 普通剑仙 怎么可能挣脱得了 然而 就在这时候 天地间忽然响起恐怖的轰鸣声 轰隆隆 之前那把被漩涡吞噬的巨剑 竟然在这时候刺破漩涡 剑剑飞了出来 来到彭祖面前 虽然巨剑只剩下了剑尖 但也刺破了漩涡 使得漩涡的吸力戛然而止 无数剑仙神魂归山 那剑尖再次攻向彭祖 怎么可能 彭祖脸色大变 惊呼一声 他感受到那剑尖上恐怖的意志 心神竟然也是一阵恍惚 有些慌乱起来 赶紧抬手一挥 一道黑色光芒 从他衣袖间浮现 那黑芒闪烁 立即化作一片巨大的灵片 灵片挡在彭祖面前 闪烁着有黑的光芒 仙天灵宝 玄天甲 有人惊呼一声 认出了这是灵宝榜排名 第53的仙天灵宝 玄天甲 嗡 黑光与白光撞击在一起 剧烈地颤抖起来 可玄天甲毕竟是仙天灵宝 防御力惊人 加上那巨剑 本身就只剩下剑尖 属于强弩之末 因此被黑光很快吞噬掉了白光 可就算如此 彭祖还是不由地退后竖步 嘴角逐渐一出一丝鲜血 那是他的神通被剧剑破掉 遭受到了反噬的原因 此刻 所有人都看到了彭祖受伤 每个人都心神剧震 难以置信 地级强者受伤 这在以往是很难出现的事情 数日前彭祖就算是面对七杀魔帝 也只是落入下风 有些狼狈罢了 并未受伤 而现在 太白仙王联合百万剑仙的神魂 催动了秦里留下来的剑刀意志 竟然伤到了彭祖 我的天 我没看错吧 彭祖竟然受伤了 有修士惊呼一声 头皮发麻 所有修士都在此刻震惊了 他们看着那剑山上 冒出来密密麻麻的光点 知道那些光点 都是所有剑仙的神魂 此刻修士们对那百万剑仙 产生了深深的敬畏之心 那是连七杀魔帝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现在这百万剑仙 激发了秦里留下来的剑刀意志 配合秦里的剑刀意志 以自身神魂为剑 伤到了彭祖 这 就是剑仙的力量吗 正如太白仙王说的那样 数百万次的灰剑 数百万人的生命之剑 为的就是今天这一次 哪怕是彭祖 也因此而受伤 他们创造了七剑 就算现在被四大妖族联手轰灭 这百万剑仙 也足以轻始留名 此后谈到彭祖 谈到剑山 所有人都会想到秦里 都会想到这百万剑仙 曾有百万剑仙 不惧生死 以神魂生命为剑 伤了至高无上的地级强者 注定了此事将会成为 九天十地古往今来 最为轰动的事情 因为地级强者无敌的概念 早已深入人心 地级以下的修士 想要碰到地级强者 一根汗毛都不可能 可这百万剑仙 却伤了彭祖 此事 过于震撼 好家伙 他们也太狠了 竟然伤到了彭祖 陈凡瞠目结舌 难以置信 百万剑仙的剑 加上秦里真仙气的剑道意志 竟然伤到了一个地级强者 若不是亲眼所见 打死我也不信 王晶一点点头 我也一样 叶无双的洞府内 他的神识 一直都在跟着四大妖主 此刻看到百万剑仙伤到彭祖 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伤到了彭祖 这还仅仅只是秦里的信徒 好恐怖的力量 作为为数不多 和秦里对过话的人 叶无双此刻看到秦里的过往 竟然如此恐怖 仅仅只是 留下的树道剑痕 竟然引得数百万剑仙守护 这等恐怖的号召力 令人由衷地敬佩 叶无双知道 就算他努力一辈子 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 不由得露出一丝苦笑 好 很好 非常好 九天之上的彭祖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连说三个好字 眼中的杀鸡 已经升腾到了极点 这还没有找到情理 仁族仙帝也没有出手 他就受了一些伤 虽然只是最轻的伤 顷刻间就能恢复 这对于高高在上的彭祖说 是极大的耻辱 是无法接受的 数十万年来 他从未如此愤怒过 轰隆隆 磅礴的气势 从彭祖体内爆发出来 如火山一般 一只无比庞大 闭着眼睛的巨型天鹏 在他身后幻化出来 覆盖了小半个中天狱 巨大的阴影 笼罩在每个中天狱修士的身上 所有中天狱修士抬头看向 看着那庞大到 令人窒息的天鹏虚影 呼吸都有些凝重起来 一股来自内心深处的恐惧 如同上瘾一样 疯狂滋生 修为低些的修士 甚至无法承受那股威压 吓得坐在地上 瑟瑟发抖 那是彭祖的法相 哪怕仅仅只是法相出现 也能震慑八方 所有修士的神识 都围绕在剑山附近 他们看着那数百万 盘腿而坐的剑仙 全都有些担心起来 数百万剑仙 还能挡住彭祖的怒火吗 一位地级强者的怒火 别说数百万剑仙了 就算是整个九天十地 都有些难以承受 当初白华仙帝和秦里一战 还是在天地境遇内 都能打得九天十地受到影响 若不是天机老人出手 恐怕九天十地 都已经崩溃了 彭祖 你最好收连点 九天虚空中 传来一道不悦的声音 天机老人在这时候 也开口警告彭祖了 彭祖与人族的争斗 他不会管 以地级修为 欺压人族修士 他也不会插手 可一旦影响到九天十地 那他就必须要出手 彭祖也很聪明 他冷冷地说道 你放心便是 本地有分寸 说完 彭祖冷哼一声 看向那剑山 也不见他有什么动作 却见背后的巨大天蓬 在此刻睁开了双目 那双眼睛竟然是真实的 其内仿佛蕴藏了一个世界 在此刻睁开眼睛后 无穷的压力 瞬间落在了剑山上 咔嚓一声 剑山出现了裂缝 数百万剑修的肉体 也在这一刻 出现一丝裂缝 这 就是地级强者真正的手段 甚至那数百万剑仙 都没来得及防御 没来得及反击 都已经全部受伤重伤 哪怕是太白仙王 也逃不掉躯体受伤的结果 只需要再看一眼 数百万剑仙 都会在此刻灰飞烟灭 不过 也就在这时候 一道冷漠的声音响了起来 彭祖 我警告过你 你找情理 我们不会插手 但是你想借此机会 动我人族修士 那就别怪本地不客气了 那声音出现的瞬间 从遥远的混沌天嵌中 一只庞大的 巨手瞬间而来 一把捏住了天蓬的脖子 狠狠一掐 那天蓬发出惊天剧名 凄惨无比 那是陈若璇的声音 三位助我 彭祖怒吼一声 浑身清金鼓起 全身大道之力疯狂涌动 想要正开那只巨手 玄归老祖三人对视一眼 也没有废话 纷纷出手 想要截断那巨手 但一道灵类的剑光 从混沌天嵌中飞出 划破虚空 如天外流星 转眼来到了三位妖主面前 极致的大道之力 散发出令人恐惧的破坏气息 三位妖主都不由脸色一变 这还没有完 接着又是无尽星光降临 将四位妖主覆盖起来 无时无刻都在压制着 他们身上的先例 阿弥陀佛 我佛慈悲 响亮的佛号在四面八方出现 无尽泛音降落 四位妖主的身体开始颤抖起来 转眼间 四个先帝同时出手 陈若玄 北辰先帝 耀光女帝 以及佛宗的空慈大师 在这一刻站在同一战线上 挡住了四大妖主 虽然他们每个人 对于情理的看法都不同 但现在四大妖主要对人族 百万见先出手 那他们不可能坐视不理 几乎不用商量 便同时出手阻挡他们 九天十地 所有修士都看到了这一幕 每个人都心神震荡 激动不已 人族的先帝 终于出手了 挡住了四大妖主 就凭你们四人 也想挡本地 彭族显然不会就此罢休 背后的法香 猛然展开翅膀 挣脱了陈若玄的大手 羽公龙祖 玄归老祖 以及天犬妖祖 也在这时候 施展出神通来 逼退了另外三位先帝的攻击 可那几个先帝的攻击 紧随而至 不过 四位先帝 也奈何不了四大妖主 可 人族远远不止四位先帝 此次在混沌天前会晤的先帝 就有五人 也就在这时候 遥远的东极魔窟边缘的 万妖海中 一个虚影踏空而来 那虚影在出现之后 浑身冒出滔天烈焰 他低头看向 东极魔窟边上的万妖海 万妖海中 有数不尽的妖兽折服 密密麻麻的数百万之众 而且 更多的妖兽 正在从其他地方汇聚而来 那些妖兽也看到了 这道浑身都是火的人影 那是天火尊者 有妖族立即认出了来人的身份 天火尊者 人族十大先帝之一 面对先帝 这些妖兽浑身聚颤 想要行礼 可就在这时候 天火尊者一句话也没有说 只是随后丢下一团火焰 那火焰落在万妖海上 就像是落进了油锅里面一般 只是瞬间 烈火扑开 无尽红光冲天起 那些妖兽还没有反应过来 修为低于妖郡的妖兽 几乎片刻间就被烧成渣子 最后连骨灰都没能剩下 海面瞬间就沸腾起来 无数妖兽腾空而起 想要躲过那恐怖的天火 可只要沾上了天火 就毫无逃跑的可能性 哪怕是妖王级别的存在 也无法抵抗 不过 也有个别那种妖王巅峰 达到准地级别的妖王 能够勉强挡住天火 天火尊者 你们人族撕毁契约 难道想要开战吗 一个准地的妖王 一边逃窜 一边尖叫着大喊 无数妖族狂退 那些没有被天火覆盖的妖兽 此刻纷纷退后 转眼间 他们就拉开了距离 足足远去数十里 天火尊者 那没有丝毫感情的目光 扫了一眼中妖兽 冷冷道 彭祖不顾我人族先帝警告 对我人族百万修饰出手 本尊不过失之比刀罢了 说完 天火尊者身上 浮现了巨大的天火法香 覆盖方圆数十万里的万妖海 不过他并未再次出手 而是注视着那些妖兽 震慑无尽妖兽 就算如此 刚才那一道天火 也已经造成了 至少五十万妖兽死亡 所有妖兽听到天火尊者的话 都是眼神一变 浑身发抖 不敢再说一句话 此刻所有妖兽都是心惊胆战 生怕四大妖主在人族境内 再次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那他们的小命可就难保了 而与此同时 四大妖主原本还想再动手 却在此刻忽然一顿 玄归老祖脸色阴沉 看向遥远的混沌天倩 目光似乎穿透了虚无 玄帝 你们做得有些过了吧 这边拖着我们 却动用先帝 杀我五十万妖族 彭祖目光喷火 就连那天彭发现都在颤抖 显然被气得不轻 但他也不敢再轻举妄动 因为他看到了万妖海的惨像 五十多万的妖族 在寝刻间 被天火尊者烧成虚无 而天火尊者还没有走 甚至是幻化出了法香 那意思很明显 你四大妖族胆敢再动 他不介意再多杀一些妖兽 羽公龙祖俏脸寒煞 采霉倒数 身上的气势也攀升到了巅峰 反而是天犬妖族 只是眉头一皱 玄归老祖的一番话 顿时让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为之轰动 之前他们一直在关注着剑山的情况 神石一直放在此地 哪里会去想关注万妖海 如今随着玄归老祖的话 他们全部分出一部分神石 观察到万妖海的情况 虽然那些五十万妖兽 已经被焚烧殆尽 连尸骨都没能剩下 但现场还有尚未熄灭的天火 以及数百万妖兽惊恐的眼神 都足以说明 刚才天火尊者杀了很多的妖兽 哈哈 太爽了 真以为我们人族先帝 是吃干饭的 嚣张啊 你彭祖在嚣张啊 难道我们人族 先帝不会对你们妖族修士出手吗 爽啊 天火尊者这一下就烧死了数十万妖兽 你们胆敢再嚣张 天火尊者途径你们妖族又何妨 放他们进来找情理 不是我们人族服软 仅仅只是因为想要和平罢了 但你们得寸进尺 那就怪不得我们了 真以为那百万妖兴那么好动呢 九天十地的人族修士 看到这一幕 顿时乐开了花 每个人都心情激荡 无比兴奋 之前因为彭祖嚣张而憋屈的情绪 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给过你们脸了 你们自己不要 莫非本地还能看着你们 杀我百万人族 陈若璇毫不客气地怒对 神识牢牢锁定着四大妖主 另外三位先帝虽然都没说话 但神识也同样牢牢地锁定着他们 四大妖主想要动纳百万剑仙 也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 彭祖咬牙道 这些修士不知死活 胆敢挡本地 那是他们死有余辜 陈若璇冷笑一声 剑山是你妖族之物吗 我人族百万修士 为保护人族圣地 何错之有 你们那数百万妖族 挡住了天火的去路 天火不过图了数十万妖族 教训教训他们罢了 你急什么 你 彭祖大怒 却又反驳不了 玄规老祖脸色阴沉道 玄爹 你若真想开战 可别怪老夫汽水没了整个九天十地 玄规老祖活了百万年之久 已经与万妖海融为一体 可利用万妖海之力将海水升起 淹没整个九天十地 可以说 若是在万妖海 玄规老祖几乎是不败的 这 也是妖族最大的底牌之一 人族必须要忌惮一二 然而这一次 陈若璇却毫不犹豫地说道 你们若是想找情理 大可继续 我们不会阻拦 但若是想要开战 现在回万妖海点兵 我们人族接着 玄规老祖的脸色更加难看 他原本只是想要陈若璇投鼠忌器的 没想到陈若璇竟然这么刚 毫不犹豫地说出要应战的话 这反而让玄规老祖有些下不了台 毕竟他不可能真的开战 一旦开战 那他们妖族肯定会更吃亏的 各位 都消消气吧 不过就是为了一个人族修饰罢了 没必要 弄得要死要生的 既然玄帝愿意给我们一个台阶 那我们顺着下了就是 这时候 天犬妖祖忽然开口 两族开战 对于九天十地最伤 尤其是我等地级对战 很可能双方还没分出胜负 九天十地都已经没了 我不主张开战 还是继续寻找情理吧 天犬妖祖这么一番话出来 原本双方都有些的火气 明显消了一些 羽公龙祖看向彭祖 走吧 彭祖一咬牙 低头扫了一眼那百万剑线的肉身和剑衫 眼里闪过一抹恨意 但最终也无奈 只能收了天蓬法香 现在事情很明朗 他们妖族是不敢开战的 此地又不是万妖海 他们四大妖主没有优势 只能将恶气咽下 否则一旦人族发狠 他们四个能不能回去 都是未知数 因此 四大妖主纷纷顺移消失在了原地 不过陈若仙等先帝的神识 依旧是一直锁定着他们 以防万一 九天十地的修士 看到四大妖主灰溜溜地离去 自然也是爽快无比 各个拍手称快 随着四大妖主离开 那百万剑仙的神魂 也没有留在剑山内 一道道白光从剑山内飞出来 进入到那百万剑仙的体内 扑扑 随着剑仙神魂归位 彭祖法香带来的伤害 也纷纷显现 每个剑仙都在此刻身体聚颤 张口吐出鲜血 脸色为敏 不过他们没有任何后悔 反而眼神越发坚定 诸位 剑族显灵 还不快快观摩 而就在这时候 太白仙王忽然高喝一声 所有剑仙齐刷刷抬头 看向剑山绝壁 只见剑山绝壁上 出现了一道虚影 拿着一把剑 不停地重复着几个动作 挥 砍 刺 条 很简单的动作 但却重复一次又一次 仿佛永远也不会厌倦 那虚影从轮廓上来看 与情理一般无二 所有剑仙浑身一颤 目光激动 赶紧仔细观摩起来 逐渐地 他们感受到 一股史无前例的恐怖剑意 和剑道意志 那剑意和剑道意志 没有任何敌意 他们仔细观摩之下 发现对自己的剑道境界 帮助极大 龙玉的天地灵力 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在天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灵气云 轰隆隆 某个剑修浑身颤抖 不仅仅是剑道境界突破 连同修为 也在此刻开始突破 突破之后 身上的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起来 甚至有不少剑修直接起身 跟着虚影练剑的方式 开始认认真真地挥坎起来 一道道剑意 从他们身上涌现 整个剑山附近 被无穷剑意笼罩 太白先王起身 朝着剑山恭敬一拜 随后化作一道清廉剑光 瞬间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句话 诸位 在下前去追寻剑祖脚步 有缘再会 随着太白先王的话音落下 部分修为和剑道境界 已经突破的修士 也起身朝着剑山一拜 多谢剑祖传道 他们说完之后 也纷纷离开了剑山附近 同样前去追寻秦理的脚步 我以前就听人说过 某些天赋异离的剑修 在感悟剑山剑痕的时候 能够看到一个 虚影于剑山中练剑 那虚影练剑的方式极为简单 就是很简单地挥坎 持续了上百万次 陈凡看着画面中的剑山 震惊地说道 我曾自己去看过 并未发现虚影练剑 而提起此事的人 也少知右手 百万剑先只有数十人说过看到 故而以为是假的 没想到 竟然是真的 那虚影 应该是秦理以自身感悟留下的 以前只有对剑领悟极身之人 才能看得到 如今因为太白等百万剑先神魂入内 激发了这感悟 使得虚影显形 王静一分析道 看着那剑山虚影 秦理的身份越来越令人震撼了 不知道天犬妖祖接下来 又能找到秦理的什么线索 陈凡说道 他不是要沟通天道之眼吗 有天道之眼 才应该能找到秦理了 王静一却微微摇头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陈凡诧异地看了王静一眼 你对他有如此信心 竟然觉得连天道之眼都找不到他 王静一说道 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个直觉罢了 若是秦理真被找到 也不知道秦理怎么应对 陈凡笑了笑 我觉得反而不用那么担心 以我家老祖的性格 加上现在秦理展现出来的实力和价值 人族先帝应该不会让他出事的 到时候最多补偿一下妖族 相反 顿了顿 陈凡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你以为几位先帝不想找到秦理的道场吗 王静一双目微微一鸣 他反应过来 你的意思是说 玄帝等人再利用四大妖主 聪明 陈凡哈哈一笑 与此同时 混沌天谦的宫殿中 区区一个炼剑虚影 竟然有如此效果 那百万剑仙看了之后 竟然都收获不小 秦理真是越来越让人惊喜了 陈若玄毫不吝啬自己的赞赏 除了还在东极魔窟海域上 震慑妖族的天火尊者之外 其余先帝都非常赞同地点点头 这让江明凡等五大家族族长的脸色 愈发难看 北辰先帝说道 这虚影是凝聚了秦理毕生练剑感悟 他见到造诣极强 对这些剑修有帮助也是正常 顿了顿 北辰先帝脸上也露出一丝钦佩 不过 此子能数百年如一日 练习最简单的挥剑动作数百万次 其毅力之强 是本地生平仅剑 不得不说 单单这点来看 就算是江明凡等人 也找不到任何反驳的地方 不是每一个修士 都有这等异力去练剑的 正所谓大道至简 这种越简单的动作 越是坚持 练至最后反而更容易感悟 唯有一颗赤子之心 方能做到坚持不懈 天狗开始沟通天道了 陈若璇忽然开口 此刻 在九天之上 虚空之中 四大妖主只剩下了羽公龙组 天犬妖组 以及彭组 至于玄归老组 他回到了万妖海 镇守妖族 唯有找到秦理的时候 才会采取下一步动作 之前陈若璇他们的行为 让四大妖主非常忌惮 也明白 万妖海必须要有人镇守 才可以 否则的话 容易受到掣肘 狗兄 现在可以开始沟通天道了吧 彭组有些迫不及待地 看向天犬妖族 彭组恨不得马上找到秦理 然后将秦理碎尸万段 他们彭组最有希望成帝的 两个天才 万蓬妖王和赵俊彭 全部死在秦理手里 加上现在他入人族 寻找秦理不得 反而受到巨大折辱 这些他算在了秦理身上 自然彭组现在 对秦理也是恨之入骨 天犬妖族点点头 也没多说什么 只见他浑身一抖 一缕黑色的气息 从他的狗鼻子上飘出来 然后融入到虚空中 随后 虚空开始震动 磅礴的大道之力 从天犬妖族体内一散出去 也同样融入到虚空 翁 随着大道之力融入虚空后 天地间发出剧烈的震战 整个九天十地 都在此刻笼罩着一股庞大的压力 所有的先王和先帝 都在此刻抬头看向天空 天道虽然还没有出现 但是他们却能感受到 那股正在酝酿的天道之力 此刻他们都明白过来 有人在沟通天道了 妄图想要使用天道之力 而这人 就是天犬妖族 沟通天道之力 地级强者可以做到 但是代价却不小 沟通的时间越长 需要用到的力量越强 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而且 想要获得某部分力量 还必须得是自身擅长的 若是没有掌握这部分大道之力 就算再怎么沟通也没有用 比如说天犬妖族 他最擅长的 自然也就是追踪了 因此可以沟通天道之力 追查某个生灵的下落 只要还在天道覆盖范围内 出了一些特殊情况之下 几乎都是能够找到的 而追查仅仅只是天道 最为简单的一种能力 需要的力量并不强 可就算如此 也需要至少消耗上千年的寿源 沟通时间越长 则消耗的寿源越多 此刻 他们都知道 妖族是铁了心 要找到情理 哪怕天犬妖族 不惜耗费自身上千年的寿源 随着天道之力开始酝酿 九天十地之上的空间开始扭曲 恐怖的天道之力 在上方旋转起来 逐渐形成了一个 几乎笼罩了整个中天狱的恐怖眼睛 那只眼睛紧紧地闭着 强大的法则之力 覆盖在四周 一道道岁月气息 从眼睛里散发出来 九天十地的修饰 看到那眼睛 竟然都有一种 头皮发麻的感觉 这就是天道之眼吗 所有人都有些惊骇 呼吸急促 大部分修饰 这是第一次见到 所谓的天道之眼 看到那眼睛的瞬间 竟然生出一种 强烈的膜拜冲动 哪怕是众多先帝 也感觉到了 无比强大的压迫感 这 就是天道之眼 好家伙 这妖族真要狗急跳墙了 不惜消耗寿源 也要沟通天道 借用天道之眼 陈凡看着天上的巨大眼睛 嘖嘖称奇 王静一冷笑一声 若是情理不在九天十地 那可就有意思了 陈凡也是点点头 确实 到了他们这种程度 如果付出一些代价 就算在虚空中的隐居 或者是花费无上代价 打造出一个洞天来 独立于九天之外 就算是天道之眼 也别想找到 只不过 这两者都会有风险 虚空中隐居 没有灵气 万物寂静 而打造洞天 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多 而且独立于九天之外 必须要承受巨大的风险 随时都有可能被空间风暴吞噬 最重要的是 很难隐藏起来 大部分修饰都能看见 根本就没有隐秘性 随着天道之眼的出现 天犬妖祖的大道之力 更加疯狂地涌入到天道之眼中 片刻后 天犬妖祖双目一闪 笛声说道 找到他的神魂气息了 可以确定他 就在九天十地中 听到这话 彭祖大喜过望 神魂气息可不比生命气息 生命气息 很多地方都可以留下来 但是神魂气息就不一样了 无法遗留在某地 除非是自斩部分神魂 还差不多 也就是说 只要是找到神魂气息 那就可以确定 这绝对是秦里本人了 太好了 狗兄赶紧找到那小贼 彭祖略有激动地说道 好 天犬妖祖没有废话 继续控制天道之眼 开始寻找 而此刻 九天十地的其他修士 听到此话 都是心神一震 心情略微有些复杂 他们一方面 不想四大妖祖找到秦里 毕竟一旦找到秦里 秦里可能就有危险 另外一方面 又希望能够见到秦里的真面目 尤其是那些剑仙 这种复杂的情绪 反而让他们更加期待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在虚空之中 天犬老人盘息而坐 听到天犬妖祖的话后 眉头微微一皱 竟然就在九天十地中 为何老夫一点感觉都没有 天犬老人无比疑惑 天犬老人不知道活了多长时间 他的生命 都快与九天十地融为一体 却无法找到 隐居在九天十地的秦里 这有些不正常啊 天犬老人再次拿出定心盘 测算了片刻后 发现还是无法找到秦里 这让天犬老人 愈发的有些惊疑不定起来 与此同时 秦里的道场之中 一心正在和七沙摩帝下棋的他 忽然眉头一皱 抬头瞧了瞧 看到了天上的天道之眼 天道之眼 七沙摩帝眉头一挑 有些惊讶 谁这么无聊 竟然去沟通天道了 秦里淡淡开口 一些土鸡挖狗罢了 来 继续下棋 下个屁 老子玩一谋诡计 哪搞得过你 不搞了不搞了 七沙摩帝直接掀桌子 找个角落开始喝酒 秦里则是微微摇头 而就在这时候 他明显感觉到自己 被什么人给注视着 他抬头看向那天道之眼 有些诧异 竟然是找自己的 自从隐居以来 他几乎不关注外界发生的事情 自然也不知道 现在四大妖主都在找他 如今看到天道之眼在观察他 不由笑了一声 秦里没当回事 准备去斗彤彤玩的时候 忽然看到那天道之眼 竟然在此刻缓缓睁开了 庞大的天道之眼缓缓睁开 其内一片混沌 有无尽规则肆虐 酝酿着极为恐怖的风暴 天道之眼的睁开 令所有修饰内心都是遗憾 他们都明白 天道之眼一旦睁开 就必定会看到 秦里现在的场景 于是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死死地盯着天道之眼 想要看清楚天道之眼里的情况 开 天犬妖祖目光闪烁 低喝一声 天道之眼瞬间全部睁开 接着里面开始出现了模糊的画面 彭祖面带激动地看着天道之眼 捏着拳头道 小贼 我看你怎么躲 而羽公龙组眸子中一彩连连 略带一丝期待 看着天道之眼 此刻 秦里明显感觉到 那股注视自己的目光更加明显 他抬头淡淡地看了那天道之眼一眼 眼中闪过一抹淡淡的不快 一股神秘力量在天道之眼中浮现 那神秘力量的出现 立即使得天道之眼猛然一顿 一刹那间 天道之眼内的所有气息全部静止 规则之力也停止转动 扭曲的空间也在这一刻静止了 妖祖 三万年过去了 混沌神殿应该即将现世 到时候便以妖族的血来唤醒神殿吧 反邪杠三万年前 秦里只有真仙七 进入混沌神殿 经历万种危机 得到逆天机缘 见到境界暴增 终是获得混沌神殿掌控权 成为混沌殿主 只要唤醒神殿 就可以彻底掌控神殿 这混沌神殿乃是混沌至宝 威力自然不小 只不过 想要唤醒神殿颇为困难 必须要经过祭练 有足够的血才能做到 只可惜 秦里当时得到混沌神殿的时候 混沌神殿 留在九天十地的时间 已经不够 万般无奈之下 秦里只能暂时放弃神殿 等待神殿下次出现 而在近日 秦里算了算 混沌神殿再次出现在九天十地 应该就在这几日了 秦里收回了目光 笑着走向彤彤 至于他身上的 那道注视的目光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倒不是秦里 用手段屏蔽了天道之眼的探测 而是秦里现在的修为 已经超过此界的极限 达到了恐怖的圣君修为 已经不知道 高出先帝多少境界 就算是此界的天道 也不敢和秦里对视 天道不过只是一道意志罢了 并不是生灵 他没有思想 没有生命 秦里的意志远比天道强大 天道意志自然不敢注视秦里 如此一来 就注定了天道意志 无法探测到秦里 至于九天十地发生的事情 秦里没有兴趣去管 一切等混沌神殿出现在说 他现在只想安安静静地陪着家人 任何人都不要打扰 自己才好 童童 该吃药了 秦里笑呵呵地道 不吃不吃不吃 童童的脑袋 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满脸不情愿 可秦里手里 已经出现了一株十万年血帘 相公 童童竟然不想吃 今日便暂且不吃 好不好 温柔的声音响起来 随后两道绝世倩影 款款走来 娘亲 童童懦懦地喊了一声 与此同时 天道之眼在被秦里看了一眼后 出现了短暂的停滞 其内的画面变得更加模糊起来 但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只有先帝级别的存在 能隐约看出点端倪来 嗯 什么情况 天道之眼刚才好像停顿了一下 陈若璇吃惊地说道 北辰先帝站起来 死死地盯着天道之眼 本帝也感觉到了 天道之眼有所停顿 好像被何人针对了 此事有些诡异 江明凡等人对视一眼 满脸惊疑不定 姚妹 你怎么看 北辰先帝看向遥光女帝的虚影 闭嘴 你若再敢如此叫本宫 本宫撕赖你的猪嘴 遥光女帝冰冷的声音响起来 呵呵 北辰先帝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也不敢多言 而遥光女帝等了片刻后 才冷冷说道 你们所言不错 本宫感受到了一缕神秘力量 出现在天道之眼上 好像确实有人在干扰天道之眼的探测 江明凡惊呼一声 谁能干扰天道 宫殿内陷入沉默之中 没人能回答他 因为整个九天十地中 就算是先帝也无法干扰天道 或许能做到的人 只有天机老人 可天机老人 不可能好端端地去干扰天道 此事成为一个巨大的谜团 众仙帝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一向沉默的天火尊者忽然道 或许 九天十地 有更加强大的存在隐士 江明凡有些不解 可他 为什么要干扰天道 帮助情理 天火尊者扫了一眼 江明凡没理会他 也没有人理会江明凡 这让江明凡有些尴尬 实际上 也没人能回答他 最后还是 遥光女帝淡淡地说道 兴许只是一次意外 本宫记得以前天道也出现过一次意外 诸位可还记得三万年前混沌神殿现世的事情 此话一出 其他人的表情都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纷纷看向北辰先帝 北辰先帝脸色一变 当即说道 你可别说了 当年混沌神殿现世 老子花了大代价 请天机老人为我测算 确定老子的成帝机缘就在混沌神殿中 而且 只要我进入混沌神殿 走到最后 就能得到那机缘 成为神殿店主 结果进去之后 什么也没有 北辰先帝这一番话 让其他人的表情更加古怪 北辰先帝 虽说实力排在十大先帝前五 但实际上是最年轻的先帝之一 成帝时间仅早于陈若玄 三万年前 北辰先帝花费巨大的代价 请天机老人沟通天道 为他算出成帝机缘就在混沌神殿 他也顺利走到混沌神殿最中心的位置 本以为能获得成帝机缘 并且成为混沌神殿店主 结果什么也没有 天机老人当时也很猛逼 最后只能表示 天道出现了万万分之一概率的失误 让北辰先帝差点当场凸显 而现在遥光女帝这么一说 其他人也都已经释怀了 看来 这次天道之眼应该也是出了意外 他们都看向天道之眼 看到天道之眼已经恢复过来 并且 其内的画面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也都松了口气 看来确实是天道之眼出现了意外 并不是什么影视大能在帮助情理 与此同时 天犬妖祖看着天道之眼 眉头皱起 眼睛里闪过一抹疑惑 作为沟通天道之人 他很清晰地察觉到 天道之眼在刚才出现了一丝岔子 凭空多出一股神秘力量 那神秘力量 他从未见过 不是大道之力 也不是规则之力 甚至不是九天十地的任何一种力量 反而与天道之力颇为相似 但也有一定的差异 这什么情况 狗兄 刚才什么情况 我怎么感觉 那天道之眼停顿了一下 彭祖也发现了天道之眼的变故 不由得眉头皱起 他最怕的事情 就是连天道之眼都找不到情理的下落 虽然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存在 但有前两次的经历 已经让彭祖有些不自信起来 故而看到天道之眼发生变故 他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 此刻紧紧盯着天犬妖祖 天犬妖祖眉头伸索 仔细感受了一下天道之眼的状态 发现那股神秘力量 只是出现了一瞬间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想了想后觉得 那应该只是一个意外 或者是天道之眼在探测情理的时候 受到了某种力量的阻扰 但天道之眼过于强大 很轻松地将那神秘力量给吞噬掉了 既然那神秘力量已经被吞噬了 那自然也无大碍 天道之眼只要继续运转 就能找到情理的下落 他看向天道之眼 看到了天道之眼逐渐清晰的画面 不由淡淡说道 问题不大 刚才确实有神秘力量侵入天道之眼 可被天道之眼吞噬 如今天道之眼已经再次运转 想必很快就能找到情理的下落 彭祖文言松了口气 他冷笑道 必然是那情理小贼一直观察着我们 见我等即将找到他 便想要干扰天道之眼 不自量力 天道之眼岂是他能干扰的 天犬妖祖略微有些犹豫 他感觉那道神秘力量 应该不是情理弄出来的 无声无息地出现 而且那股神秘力量的等级 远超过法则之力 就算是大道之力与之相比 也差了一些 与天道的力量有些相似 若是情理能掌握那么恐怖的力量 怎么可能还会畏惧他们 再者说了 情理不可能有那么强大的力量 他不过准地罢了 想来想去 天犬妖祖就觉得 那股力量 应该是被动出现在天道之眼内的 也就是说 情理现在很有可能 身处某个自称一介的地方 这种地方 无法用寻常手段找到 有神秘力量笼罩 天道之眼就算是探测 也能受到一定的阻力 在整个九天十地之中 这种地方并不少 各大禁区 都有一部分这种地方 还有就是一些 比较出色的洞天 也能有这种能耐 洞天还好 一般来说 天道之眼无法探测到 但是在那些禁区中 虽然有神秘力量笼罩 可天道之眼 还是能够探测到的 天犬妖祖不相信 情理能够建造出 那种恐怖的洞天 只认为 情理应该是在某个禁区之中 天犬妖祖 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而是看向天道之眼 看着那逐渐清晰的画面 与此同时 虚空另外一边 天机老人盘膝而坐 眉头深深地皱起来 有人干涉天道之眼了 天机老人双目微微一缩 有些惊骇地说道 是那种力量 本源的力量 这怎么可能 此界竟然有领悟 本源之力的人 这让天机老人 惊异不定 甚至内心生起一抹忐忑 天机老人的修为 比其他先帝要高上那么一些 达到先帝巅峰级别 也是整个九天十地中 公认修为最高之人 但他一直在摸索 更高的境界 早在很多年前 他就已经摸索到了一些皮毛 想要晋升到更高的境界 只有掌握本源之力 这本源之力和天道同源 具体是什么情况 他也不清楚 可刚才天道之眼停顿的那一刹那 他感受到了本源之力的存在 这让天机老人激动的同时 也是有些忐忑 激动的是 本源真的存在 忐忑的 则是这九天十地 竟然还隐藏着 掌握本源之力的修饰 到底是何人 掌握了本源之力 天机老人眉头深锁 犹豫了许久 暂时先将心中的想法 按捺下来 刚才他本来是想沟通天道之力 去算算那拥有 本源之力的修饰 到底是什么来路 哪怕只得到一点蛛丝马迹也好 可后来想了想 还是决定放弃 测算天机这种东西 往往是掌握的相关线索越多 就越容易测算出来 测算出来的结果 也会越真实 而现在 他连对方什么信息都没有 加上对方的境界 很有可能比他还高 测算成功率非常非常低 若是贸然测算 被对方知晓了 反而不是件好事 故而 天机老人按捺住了冲动 与此同时 随着天机之眼停顿了片刻后 再次开始运转起来 天空那庞大的眼睛 内部的画面 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很快所有人都看清楚了里面的画面 只见画面中 一片没有任何生灵的荒山之中 漆黑的山石 漆黑的河水 唯一白色的东西 就是数不清的枯骨 天空笼罩着一片黑云 在黑云之中 隐约可以看到 一座神秘的青铜古殿 那青铜古殿 无法看清楚全貌 但却能够看得出来 此殿无比庞大 比那座蔓延了上百里的荒山 还要庞大 悬浮在天空上 给人极大的压迫感 青铜古殿秀极斑斑 整体透露出一种荒芜 神秘的感觉 看到那若隐若现的青铜古殿 所有人的脸色都是一变 混沌神殿 原本还坐着的北辰先帝 看到那青铜古殿的瞬间 猛地一下站起来 瞪大了眼睛 看着天道之眼的画面 呼吸都有些沉重起来 他对于混沌神殿 是非常熟悉的 三万年前他 为了能够得到混沌神殿内的机缘 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思 结果最后 进入到神殿内部 却发现什么东西也没有 所谓的机缘 不过是一场空 如今混沌神殿 出现在天道之眼中 这让北辰先帝 顿时坐不住了 陈若璇也是眉头一挑 有些诧异 混沌神殿 乃是整个九天十地 最出名的禁区之一 传闻混沌神殿 乃是太古时期 遗留下来的一座神殿 出现的时间并不固定 上一次出现 还是在三万年前 也就是北辰先帝 成帝机缘的那一次 那一次之后 就消失不见 再也没有出现过 混沌神殿的出现 往往代表着巨大危机 和无上机缘造化 每次混沌神殿出现 都会有无数修士进入其中 最后出来的人 却少之又少 只不过每个出来的人 其实力都会暴涨 每个人在混沌神殿中 都能有不俗的收获 现在混沌神殿 出现在天道之眼中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混沌神殿 或许和情理有关 此刻 坐在混沌天谴宫殿里的 所有人都至少是活了数万年 甚至是数十万年的人物 每个人都极为聪慧 用一句老狐狸来形容毫不为过 他们只是一眼就推测出来 混沌神殿出现在天道之眼中 那就意味着 情理很有可能和混沌神殿有关 毕竟 这天道之眼 本来就是用来探测情理用的 现在情理没找到 反而出现了混沌神殿 这难道不奇怪吗 就连遥光女帝虚幻的眸子里 都闪过一抹怪异 混沌神殿 已经三万年没有出现过了 上一次出现 还是在三万年前 现在神殿出现在了天道之眼内 莫非 情理当年也进入过混沌神殿之中 并且还得到了不小的机缘 江明凡忽然语气古怪地说道 吴圣宁看了江明凡一眼 也接口说道 江兄所言不错 既然天道之眼中出现了混沌神殿 那毫无疑问 这混沌神殿肯定和情理有关 情理能成长这么快 说不定就是在混沌神殿中 得到了天大的机缘 江明凡和吴圣宁两人 你一言我一语 话里话外都在说着 北辰先帝的机缘 有可能就是被情理给抢走了 原本北辰先帝还没想那么多 只是看到混沌神殿出现 有些失态罢了 可现在这两人一说 北辰先帝也觉得非常有可能 不过他没说话 只是紧紧地盯着天道之眼内的画面 陈若璇却是眉头一皱 他说道 胡说八道什么呢 情理三万年前 最多也就真仙七罢了 区区一个真仙 想要在混沌神殿中获得机缘 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混沌神殿的凶名 主要是来自于他的危险 就算是先王进去 陨落的几率也非常大 因为想要进入到混沌神殿之中 只有拥有仙君的实力 才能打破神殿之谷 进入神殿之中 所以陈若璇这么说也没有错 而陈若璇顿了顿以后又继续道 再说了 之前遥光仙子就曾说过 这天道之眼可能出现了意外 既然出了意外 这混沌神殿未必就与情理有关 陈若璇这番话有理有据 但很显然 北辰先帝并不相信 依旧盯着那混沌神殿 当年混沌神殿的事情 几乎快成为了北辰先帝的心魔 如果真是情理抢走了他的机缘 那事情可就闹大发了 现在很明显的 江明凡和吴胜明等人的立场处于下风 他们想要找到情理报仇 就必须要拉拢其他先帝 站在他们这边才行 现在出现这么个事 他们当然想要把北辰先帝 拉到他们这个阵营来 只要情理真的进入过混沌神殿 就很有可能成为北辰先帝记恨的对象 那么不管情理有多么惊艳 恐怕北辰先帝也不会放过情理的 毕竟 那可是成帝机缘啊 成帝机缘被抢走 那就是祖道之仇 祖道之仇 不共戴天 于是 江明凡和吴胜明两人 你畅罢来我登场 不停地说着此事的可能性 说着说着 许是北辰先帝有些烦躁了 不由大骂了一声 闭嘴 江明凡和吴胜明两人对视一眼 不怒反省 也老老实实地闭上了嘴巴 他们都明白 北辰先帝定是已经恼怒 将情理视为仇人了 而与此同时 整个九天十地之人 都已经看到了天道之眼内的混沌神殿 有些人并不知道 混沌神殿是什么 因此疑惑不已 甚至猜测 那是不是情理的宫殿 此殿是什么 好庞大的一座神殿 就算并非真实 也能感受到 那种强大的压迫感 此神殿 该不会是情理的行宫吧 不太像 我记得情理的道场鸟与花香 风景如画 如同仙境一般 此地却是看起来恐怖压抑 你们看山上 那么多白骨 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呢 你们难道都不知道 这是传说中的混沌神殿吗 什么 你是说传说中 五大兄弟之一的混沌神殿 比天地境遇 还要恐怖的混沌神殿 这确实是混沌神殿 情理竟然跟混沌神殿有关 难道他居住在混沌神殿内 不可能 混沌神殿平时隐匿于虚空中 连天机老人都找不到 更别说 是情理将其睡为道场了 随着一些认识 混沌神殿的修饰 将事情传出去 整个九天十地都轰动了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看着那传说中的神殿 他们虽然从未见过神殿 可在典籍中也见过那神殿 知晓混沌神殿是怎么样的存在 没想到 天犬妖祖沟通天道寻找情理之后 天道之眼内 竟然出现了传说中的混沌神殿 可以想象到 这混沌神殿肯定是和情理有关的 否则的话 混沌神殿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天道之眼内 甚至有的人觉得 情理就有可能居住在混沌神殿内 当然 也有理性的人觉得这不可能 毕竟混沌神殿平时隐匿在虚空中 就连天机老人都找不到 更别说是情理了 情理绝不可能将混沌神殿 设为自己的道场 但不管如何 九天十地的修饰都明白 就算情理的道场 不在混沌神殿中 情理也必定与混沌神殿有联系 否则的话 天道之眼中 不可能出现混沌神殿 与此同时 陈凡和王静一同时站起来 抬头看着天道之眼中的混沌神殿 这 难道是传说中的混沌神殿 陈凡倒吸一口凉气 有些震惊地说道 王静一死死地盯着画面中的混沌神殿 笛声说道 与典籍上描述的一模一样 应该就是混沌神殿了 陈凡有些震惊地说道 混沌神殿上一次出现 还是在三万年前 没想到竟然跟情理有联系 这 王静一也是点点头 眼神中露出一丝震惊 要知道 陈凡和王静一的修为 虽然已经达到了先王中期 在天交榜中排名数一数二 可年岁也不过八九千岁罢了 三万年前 他们还没有出生 自然也没有见识过混沌神殿 这么多年来 他们的修为境界 一直卡在先王中期 无法寸进 也渴望混沌神殿能再次出现 他们好进入混沌神殿中 搏一搏机缘 看能否突破现有的境界 踏入先王后期 没想到的是 琴里有可能与那混沌神殿有关 虽然他们非常理性 觉得琴里的道场 不可能在混沌神殿中 可心里却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跟他们说 琴里的道场 就是在混沌神殿中 虚空里 天机老人看到天道之眼的画面 脸上也露出一丝古怪之色 混沌神殿他当然非常熟悉 天机老人这一辈子测算天机 总共也没失误几次 其中一次就是算着混沌神殿 而且还是沟通了天道去测算的 他明明算出北辰的成帝机缘 就在混沌神殿中 只要北辰能够走到混沌神殿的尽头 就能获得成帝机缘 甚至天机都显示 那混沌神殿的机缘 就是属于北辰的 简单来说 天机老人竭尽全力 几乎是用尽了一生的积蓄 走到了混沌神殿的尽头 结果却什么机缘都没有 这让当时的天机老人非常丢人 差点就声望骤将 幸好北辰没有将此事捅出去 只有一些先帝和重量极准帝 知道此事 如今混沌神殿出现在天道之眼中 天机老人的心境自然也出现了波动 这混沌神殿 竟然也与情理有关 这情理越来越神秘了 天机老人叹了口气 继续观察 与此同时 彭祖看到天道之眼的画面 脸色微微一变 惊到 混沌神殿 这 天道之眼内 怎么会出现混沌神殿 随后 他看向天犬妖祖 想要从天犬妖祖口中得到答案 然而 天犬妖祖也是眉头深锁 百思不得其解 按道理说 天道之眼看到的场景 应该就是情理所在的道场才对 按照天道之眼的指示 他们很轻易就能找到情理的道场 可现在 天道之眼内看到的画面 竟然是混沌神殿 难道 真出意外了 或者说 刚才那神秘的力量 真的已经干扰到了天道之眼 这怎么可能 天犬妖祖还没有说话 羽公龙祖就忽然说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 情理身上有一样宝物 可以用来隐匿之用 想要探测到它的存在 几乎不可能 哪怕是天道之眼 也只能看到 情理获得此宝物的过程 或者说 追寻到宝物的来历 以此而层层破解这宝物的能力 从而得到情理的下落 听到羽公龙祖这么一分析 天犬妖祖就愣了一下 随后他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极有可能 经过羽公龙祖的提醒 他也明白过来 他说道 天地间确实有此等宝物 而天道之眼 在受到宝物影响之后 会自动追寻宝物的源头 然后从源头来破解宝物的能力 如今看来 情理当年就是在这混沌神殿中 得到了一件宝物 从而屏蔽了天道之眼的探测 若是这样的话 也就能解释得清楚 为什么天道之眼 会被神秘力量影响了 那神秘力量 就是来自于那一件 能够隐秘的宝物 彭祖听得一愣一愣的 随后他问了一句 那现在如何是好 天拳妖祖说道 很简单 就等着天道之眼 分析情理那件宝物的源头 然后破解其宝物的能力 再进行探测 到时候就能得到情理的下落了 彭祖皱眉道 那需要多长时间 天拳妖祖犹豫了片刻 想了想后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 主要看那件宝物 到底有多强大 若是先天领宝的话 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 可若是混沌领宝 那需要的时间可就长了 数十年都有可能 彭祖眼角抽搐 不过也只能接受 好在对于他们来说 数十年的时间转瞬即止 倒也算不上多久 然而天拳妖祖又说道 当然 前提是 我的寿元能坚持到那么长的时间 如今天道之眼的消耗明显变大了 一千年的寿元 最多只能坚持一日时间 彭祖的眼角再次抽搐 按骂一声 你就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 消耗一千年的寿元 仅能见此一日 这绝对是巨大的损耗 就算妖族的寿命多于人族 也不可能数十年如一日的去消耗 那坚持一年的时间 就是三十六万五千年 就算是妖族也扛不住这样的消耗 那如何是好 彭祖有些担心地问道 天拳妖族无奈道 先看看天道之眼 分析那宝物源头 需要多长时间吧 秦礼应该不太可能拥有混沌领宝 这话倒也是 彭祖内心暗暗松了口气 混沌领宝 那可是比先天领宝 还要恐怖的存在 整个九天十地只有五件 那就是领宝榜排名前五的 秦礼拥有领宝榜排名第十的打神边 和第九的玄黄缩 已经足够逆天了 不可能还有前五的混沌领宝 所以彭祖也是放松下来 然而 就在这时候 天地间忽然发出剧烈的轰鸣声 整个九天十地都在颤抖 就连虚空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什么情况 天道之眼又发生了变化 彭祖脸色微变 赶紧看向天道之眼 结果发现 天道之眼压根就没有任何变化 就连画面中的混沌神殿都没有出现变化 然而 羽公龙祖却小脸一沉 笛声说道 有些不对劲 天地间多出了一股强大的威压 这股威压来自西荒 听到此话 天犬妖祖和彭祖 同时将神石延伸到西荒去 西荒 并非处于真正的西部 应该说是九天十地的西北部 西荒之地 是九天十地的一个地域之一 也是九天十地最小的地域 长宽 只有一百万里左右 其面积大小 甚至还不如中天狱的一块大陆 而且 此地也是最荒芜的一块地域 里面的修饰不多 可此地却有一个极为诡异的地方 此地名为大荒 大荒到处都是绵延无尽的黑色山脉 山脉无花无草 无木无果 就连河水都是黑色的 其上空中日阴云笼罩 不见天日 平日里 此地没有任何修饰回来 但每隔数万年 此地都会热闹一次 便是因为 混沌神殿降临后 就会出现在大荒 而此刻 随着虚空颤抖 阴云翻滚间 一座庞大无边的巨大青铜神殿 若隐若现 这神殿 看模样与天道之眼中的混沌神殿 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很明显 这就是混沌神殿 这一日 混沌神殿也好巧不巧地降临在九天十地 相隔三万年 终于再次出现 那是 混沌神殿 与公龙祖眸子一瞪 张着小嘴 无比惊讶地说道 时隔三万年 混沌神殿 竟然再度出现在九天十地 这 没想到如此凑巧 这与天道之眼有联系吗 随着他看向天道之眼画面中的混沌神殿 目光闪烁 有些惊议不定 彭祖难以置信地说道 混沌神殿 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 难道 是冥冥之中 有什么定数吗 或者说 秦里那小贼的道场 真的在混沌神殿中 天犬妖祖神石扩展 看到了大荒之中的混沌神殿 磅礴的气势 古老的气息 若隐若现 无比神秘 无不是看起来 与天道之眼画面中的混沌神殿 一模一样 三位 混沌神殿出现 秦里的事情 暂时先放一放 速速归来 此次我们妖族必定要争取一定的名额 否则的话 永远要落后于人族 而就在这时候 三位妖主脑海中 都响起了玄规老祖的声音 羽公龙祖点点头 随后娇小的身躯一晃 消失在原地 天犬妖祖看向彭祖 彭兄 天道之眼的推演 尚需要一定时间 现在就算是想要找到秦里 也没那么快 混沌神殿 或许跟秦里还有联系 而且 此殿关乎我族兴衰 先回去再说 彭祖虽然心有不甘 但也明白事情的轻重 点点头与天犬妖祖 一起离开了虚空 混沌神殿时隔三万年再度出现 比预计的 好像早了几千年 天机老人眉头一皱 掐指算了算 随后确定是比他计算的时间 要早了几千年 这让天机老人 有些惊疑不定起来 他再次使用定心盘 开始测算天机 很快 测算结束 天机老人眉头深皱 他看到的画面 有些奇怪 这一次混沌神殿出现 似乎是因为天机被扰乱了 从而导致混沌神殿提前出现 而之后 他竟然看到所有混沌神殿 只有妖族之人进入 人族修饰 无法进入混沌神殿 这是为何 难道 混沌神殿的出现 是妖族崛起的象征吗 天机老人想要继续往后面看 可发现 后面不管怎么去算 都只能看到一片薄雾 无法看清楚 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想要继续往后面看 肯定要沟通天道才行 天机老人想了想后 还是选择放弃 测算天机 预见未来 属于有为天道之事 本身就是最上乘的能力 若是与天道沟通 使用这等能力 消耗的寿命难以想象 数息时间 可能就会消耗数千年的寿命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天机老人 不会轻易沟通天道 反正他是中立的 妖族崛起与他无关 他只需要保证 九天十地无碍即可 于是天机老人 选择继续观察 与此同时 混沌天堅的宫殿之中 所有人都在此刻站了起来 混沌神殿竟然出现了 陈若璇惊骇地说道 他的神石 已经捕捉到了 大荒之上的神殿 其他所有人都察觉到了 混沌神殿现身 谁也没想到 混沌神殿竟然会在此刻出现 即刻召集所有先王先君 着手准备进入神殿事宜 陈若璇毫不犹豫地说道 通知紫卫先帝 开明先帝 天都鬼帝三位先帝 找搞天下 即刻商议进入混沌神殿的事情 紫卫先帝 开明先帝 以及天都鬼帝 是人族辈分最高 修为最深的三位先帝 成帝时间要追溯到六十万年以前去了 他们三人基本上不理事事 常年在闭关之中 故而情理的事情 他们几乎没怎么关注 也并未因此而出关 一直以来 都是陈若璇等五位先帝在处理 可现在混沌神殿出现 那可就不一样了 混沌神殿内造化无穷 先军先王进入 若能出来 修为和实力必定暴涨 往后成功踏入先帝的几率 也要高得多 人族十大先帝 除了天火尊者和遥光先帝 没有进入过混沌神殿之外 其余八个先帝 全部都进入过混沌神殿 妖族 洛神族的先帝 也有一大半以上进入过混沌神殿 当然 北辰先帝比较特殊 他原本成帝机缘就在混沌神殿中 结果出了意外 混沌神殿内的造化 并未给北辰先帝成就地位带来帮助 可就算如此 也足以见得混沌神殿对于地位的帮助 往往每次混沌神殿的出现 都意味着九天十地将来会诞生几位帝级强者 三万年前的混沌神殿现世 人族和妖族各诞生了 陈若玄和彭族两位先帝 如今混沌神殿出现 说不定人族又能多出一位先帝 甚至是数位先帝 故而 陈若玄才会想着赶紧通知另外三位先帝的 与此同时 整个九天十地都已经轰动 混沌神殿出现 意味着先君和先王将有机会 基于那传说中的地位 一旦成就先帝 那么就是万万人之上啊 无数修士轰动 开始朝着大荒移动 尤其是那些先君先王 一个个最为兴奋 混沌神殿竟然在这时候现世了 莫非与天道之言有关 太好了 叶无双目光闪烁 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洞府 朝着混沌神殿而去 叶无双的修为已经是准地 只差一步就能成就地位 可这一缕契机他等待了一万多年 也没有等到 如今混沌神殿的出现 他必须要搏一搏 因为他不知道 这是不是他此生仅有的机会 与叶无双一样的准地 还有不下百味 他们平日都在闭关 摸索那虚无缥缈的成帝之路 如今看到混沌神殿出现 自然也不会放弃这次机会 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自己的洞府或者道场 朝着混沌神殿而去 王兄 混沌神殿竟然在此时出现 莫非与秦吏有关 陈凡诧一道 不管如何 这混沌神殿我们必须要进去闯一闯 否则可对不起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王静一紧随其后 也并未想过放弃这次机会 此刻 钟天玉和东极魔库中间的隔离山脉内 那一座白骨帝君的庙宇之中 一袭红衣 青丝三千丈 他盘腿坐在无尽白骨之中 身上一尘不染 白镜的角色翘脸上 没有丝毫表情 与周围杂乱环境格格不入 若王静一在此 定会眼睛一亮 因为此女便是王静一颇为爱慕的女子 角色榜排名第二的柳红尼 柳红尼弯弯的睫毛微微一颤 睁开了双眸 他眸若星光 微微抬头 露出洁白修长的天鹅景 目光好似穿透白骨妙语 看到了远方的大慌 天道之眼 混沌神殿 柳红尼嘀咕一声 若不是我已得到这白骨帝君的传承 倒也可以去试试混沌神殿 罢了 还是先成就地位吧 想必夫君已经担心我了 言毕 惨像丛生 只不过 那些冤魂和惨像 对柳红尼起不到任何作用 他就如同一朵出于泥而不染的红莲 琴李的道场之中 原本还在跟童童玩耍的琴李 不由地顿了一下 他自然也是感应到了混沌神殿现实 爹爹该你了 该你了 童童都累了 童童奶声奶气的声音 把琴李拉回来 回见童童嫩嫩的双手 套着一根红绳 红绳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图案 这是琴李以前穿越前小时候玩过的游戏 琴李笑呵呵地伸手拨动着红绳 红绳改变图案的同时 也顺利被琴李接了过来 童童兴奋地盯着红绳 思考着该怎么解琴李的这些红绳图案 与此同时 琴李心念一动 远在大荒深处的混沌神殿猛然一颤 在神殿中心处 有一座琴李的青铜雕像 那雕像立于神殿之中 此刻睁开了眼睛 混沌神殿的规则开始发生改变 琴李作为混沌神殿的殿主 心念一动就能改变混沌神殿的规则 随着规则改变之后 这混沌神殿只有妖族能够进入 至于人族和洛神族以及其他种族的修饰 就算是用尽一切手段 也不可能进入混沌神殿 既然混沌神殿需要足够多的鲜血 才能彻底唤醒 那琴李自然是首选妖族的血 那些妖族进入混沌神殿 只有死 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处于前所未有的兴奋当中 所有的先王和先君都动了起来 紫薇先帝 开明先帝 以及天都鬼帝纷纷出关 八大先帝紧急商量之后 也开始前往混沌神殿 同一时间 数百万妖族齐齐往前一压 来到了东极魔窟边缘 并且开始有序登陆 四大妖主来到大荒之上 看着庞大的混沌神殿 他们开始同人族先帝谈判 紫薇 这次混沌神殿 我妖族进入的修饰 必须要与你人族相当 否则 我无法与整个妖族交代 玄规老祖 看向人族先帝中为首之人 毫不退让地说道 人族先帝之手 便是紫薇先帝 紫薇先帝 是个看起来颇为儒雅的中年男人 身穿紫色星袍 双目深邃 举手投足间 都有一种淡雅的气质 他淡淡地看着玄规老祖 与我人族相当 你拿什么来交换 混沌神殿每次进入的名额都有限 但因为人族强大 所分配的名额也会更多 因此 每次神殿开启时 人族的先王和先君都能进去 甚至偶尔还有剩余 可妖族那边 就显得有些局促了 基本上妖王妖君 只能进入一半左右 玄规老祖冷冷道 没有其他任何理由 我数百万妖族已经登陆 若此次再出现不公平的情况 那只能开战了 紫薇先帝当然也看到了 那数百万妖族已经登陆 不过他也不急 你若想谈 在下愿意陪你谈 若你想战 那我人族也愿意开战 陈若玄冷冷道 玄规 你们不要得寸进尺 混沌神殿乃是在我人族境内 按照规定 我人族自然有分配权 给你妖族那些名额 已经实属不错 你还想怎样 顿了顿 陈若玄又道 天海归须在你妖族境内 也不见你们妖族分配的名额 有多公平 你们可是占据了 五成以上的名额 玄规老祖脸色一沉 此话确实说到了心坎上 九天十地 有不成文的规矩 各大定时开启的险地 在哪个种族境内 就有哪个种族分配名额 天海归须 同样属于五大兄弟之一 与混沌神殿齐名 传闻乃是太古战场 其内奇珍一宝无数 灵宝榜有一半以上的宝物 都是出自天海归须 可此地位于万妖海 每次开启 进入的名额 都由妖族分配 但妖族分配给人族的名额 往往都是最少的 而现在 却在混沌神殿的名额分配上 想要与人族一样 并且以开战来威胁 很明显 人族各大先帝都 不是软骨头 既然想开战 那就开 这让玄规老祖 感到无比棘手 这样 若你们答应我的条件 待天海归须开启之后 给与你们人族相同的名额 如何 玄规老祖退了一步 以天海归须的名额 作为讨价还价 紫薇先帝却摇头道 不够 玄规老祖怒道 那你们想要如何 紫薇先帝道 拿出十份真灵血脉 我们答应你的条件 不可能 不等玄规老祖说话 彭祖就毫不犹豫地说道 真灵血脉何其珍贵 怎么可能交给你们 一份都不要想 真灵血脉 乃是太古先兽的血脉 在妖族之中 确实存在不少 对于妖族修士 有激发血脉 提升战力的作用 但是对于人族来说 却有一定的破镜效果 准地感悟真灵血脉之后 有接近一程的希望成就地位 向天火尊者 就是感悟了一份天凤血脉 从而领悟了天火大盗之力 成就地位 十份真灵血脉 有极大概率 可以孕育一位人族先帝 也难怪彭祖反应那么大 玄规老祖的脸色 也颇为难看 他说道 紫薇 你未免也太一想天开了 紫薇先帝却不疾不虚地说道 那既然如此 诸位请回吧 玄规老祖脸色沉冷 犹豫了许久之后才说道 两份 两份真灵血脉 外加天海归须等同名额 紫薇先帝淡淡道 八份 双方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 最终 妖族付出了四份真灵血脉 外加天海归须等同名额的代价 换取了混沌神殿更多的名额 与人族一样 获得三成的名额 剩下四成名额 由洛神族 巫族 蛮族等七八个种族一起瓜分 玄规老祖等人得到名额之后 也不废话 很爽快地拿出了两份真灵血脉 等到妖族修士进入之后 再拿出剩下的两份真灵血脉 随后 让给妖族 此事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陈若璇有些担忧地问道 紫薇先帝毫不在意地摇了摇头 以往的时候 每次混沌神殿出现 都会诞生四到七个地级强者 可上一次混沌神殿出现 仅仅只造就了两位而已 你们可知这是为何 这一番话 立即点醒了在场的所有先帝 他们对视一眼 当即明白了紫薇先帝的言下之意 陈若璇说道 莫非 这么多年来 混沌神殿内的造化 已经被取走了不少 现在想要依靠混沌神殿成为先帝 几率已经非常低了 陈若璇不由地想起 自己上一次去混沌神殿的时候 发现很多地方的造化 都已经被人截足先登 应该都是前人所拿 混沌神殿内的那些造化 都是太古时期的前辈留下来的 并非再生资源 基本上都是拿完就没了 如果混沌神殿内的资源 全部被拿走了 那就算进入再度的修饰 想要获得成帝机缘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紫薇先帝点点头 不错 很久之前 我就找天机老人算过 混沌神殿已经没有多少机缘 成帝造化最多也只有一份 除非他妖族能掌控混沌神殿 否则的话 这笔买卖我们怎么也是赚的 听了此话 其他先帝这才松了口气 也不由地露出一丝笑容 北辰先帝淡淡道 他们不可能掌控混沌神殿的 我之前去过混沌神殿中心 连中心区域都没有混沌神殿掌控渠道 说到这里 北辰先帝的表情又不自然起来 混沌神殿对于他来说 是永远的痛 他的成帝机缘就在混沌神殿之中 而且经过天机老人推演 他的成帝机缘与其他人明显不同 其他人得到机缘 只是有成帝的机会 出来后还需要大量时间去感悟 修炼 可他一旦得到那机缘 可以立地成帝 而且 天机老人明里按理说过 北辰先帝的机缘 是掌控混沌神殿 成为神殿殿主 可最终 北辰先帝什么也没找到 所以 北辰先帝最有资格说 妖族不可能掌控混沌神殿这句话 与此同时 玄龟老祖等四大妖主回到妖族后 并没有所谓的点兵 而是一起拿出一枚令牌 然后在万妖海之上激发令牌 四枚令牌 全部都散发出妖翼的光芒 激射进入海底 咕噜噜 海底像石油火山要喷发一样 不停有气泡冒出来 随后海水疯狂翻滚 整个海面仿佛被烧开了 接着庞大的海水狂涌出来 随着海水的涌出来 一个个巨大的气泡浮了上来 每个气泡之中 竟然都有一个半人半妖的生灵 仔细一数之下 足足有千余个气泡 苏醒吧 玄龟老祖低贺一声 那些气泡全部裂开 气泡内的所有生灵 都在此刻苏醒过来 强烈的妖气 从他们体内狂涌而出 一时间风云倒卷 海水分流 那一个个妖兽 竟然全部都是妖王级别的恐怖存在 甚至有两百来个准地级别的妖王 一千多个妖王现身 放在任何地方 绝对算得上无比恐怖的存在 整个人族也未必有这么多先王级别存在 可现在妖族竟然不知道 从哪出现了一千多个妖王 归老 数百万年的计划 终于在这一刻要展开了 天犬妖族看着眼前这一幕 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 彭祖和羽公龙祖 都有些兴奋地看着那上千妖王 这些妖王 是妖族数百万年来用秘书封印的妖王 每一个妖王都几乎是天赋一柄的存在 要么是有强大的血脉 要么就是修行天赋极高 他们每一只妖都有成帝之姿 只不过缺的是一个成帝机缘 而他们一直在等这个机缘 如今终于要等到了 于是唤醒了这上千妖王 只为了持续了数百万年的大忌 若是这上千妖王全部进入混沌神殿之中 哪怕只有半成的几率成帝 那么他们妖族的地级强者 也将达到四五十个要远超人族 如此一来 妖族必定会一跃成为九天十帝最强族 人族也只有被他们拿捏的份 到时候所有人族都将成为他们的口粮 这就是妖族的计划 玄归老族等的就是这一刻 待我妖族称霸九天十帝 到时候本地一定要一次性吃个饱 还有秦里那小贼 定要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彭族眼中闪过一抹暴力和贪婪 他非常喜欢人族身上的那种滋味 这也是以前彭族出现的地方 总会有人族被屠戮一空的原因 之前在人族的境地内 若不是陈若旋屡屡屡出面干扰 他都不知道少了多少人族修饰 好了 现在就前往混沌神殿吧 诸位同道 先委屈你们片刻 玄归老族看向那些苏醒的妖王 颇为客气地说道 那些妖王虽然刚刚苏醒 但也知道妖族的计划 因此非常配合玄归老族 玄归老族一挥手 将上千个妖王 全部收入自己的随身动天之中 然后带着早就已经清点好的数千妖族 前往大荒 大荒早以人满为患 到处都有修饰 人族修饰自然是最多的 但也有满脸黑色乌纹 长得和人族差不多的乌族 还有身材魁梧 随随便便都有三四丈之高的蛮族 外形与人族几乎一样的洛神族 只不过 洛神族的每一个族人 都是男的极为俊朗 封神如玉 女性则倾国角色 如同仙子一般 因此 洛神族的出现 往往吸引着最多的目光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其他种族 比如 能长生不死的不死族 人手马身的丁灵族 半人半鱼的娇人族 一体三身的三身族等等 这些种族都属于不大的种族 来的人也并不算多 而随着妖族的人来了以后 这大荒也就变得热闹起来 各位 既然各族都已经有人前来 那么本地也不废话 按照以往的规矩 谁先进入混沌神殿 名额就是谁的 这一次有所不同的是 人族和妖族各占三成名额 剩下四成由剩下的种族竞争 陈若玄的声音响了起来 人族和妖族的修饰满足名额后 无法再进入 随后 一股大道之力降临 落在混沌神殿的入口处 这大道之力 主要是用来拦截多余的人族修饰 和妖族修饰 就是现在 玄规老祖双目一闪 毫不犹豫的一挥手 待在他洞天内的上千妖王全部出现 毫不犹豫地飞向混沌神殿 随着妖族上千妖王的出现 所有人的脸色都为之一变 要知道 就连数量众多的人族 也仅仅只是一两百个仙王而已 更多的还是仙君 毕竟 并非所有仙王都会选择进入混沌神殿 那混沌神殿 虽说有成帝机缘 但毕竟无比危险 大部分仙王在对自己实力 没有太多信心的情况下 并不会选择去冒险 而是等着下一次机缘降临 仙王的寿元 好歹也有十多万年 多得有二十万年 足够等数次混沌神殿降临了 而现在 妖族竟然有上千妖王 直奔神殿而去 而且看起来 每个妖王身上的气息都无比强大 最差的也是妖王中期 大部分都是妖王后期 就算是妖王巅峰级别的准地强者 也有两百来个 这等程度的妖王 绝对能让任何种族都为之忌惮 妖族怎么会有这么多妖王 怎么可能 是啊 而且这每个妖王身上的气息 都无比强大 悠久 看起来不知道活了多少年 这些妖王虽然强大 但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怪事 此事有些诡异 完了 这么多妖族 我们想要在混沌神殿内争夺机缘 恐怕非常困难了 这妖族从哪搞来这么多厉害的妖王 为何以前从未听说过 我感觉 妖族是有备而来的 附近的其他修士一轮纷纷 看到这一幕 纷纷震惊不已 谁都没想到 妖族竟然会搞来这么多妖王 嗯 那个交手人身的妖王 好像是十万年前天妖榜第一的黑胶妖王吧 这时候 有人族修士认出了一个妖王的身份 不由得脸色微变 那黑胶妖王不是早就已经陨落了吗 竟然还活着 不少修士心里都是一惊 有些仙王开始回想起 黑胶妖王的身份 黑胶妖王当时是天妖榜第一 据说实力强劲无比 风头比数千年前的万蓬妖王还要强盛 当时就连人族的天胶榜榜首都不是其对手 后来此妖招惹到了一个人族老牌仙王 被那仙王追杀 那之后就没了踪影 所有人都以为黑胶妖王已经死了 没想到 竟然现在又出现了 黑胶妖王 你们看最前面的几个家伙 天怒巷王 红狮王 黄鹰妖王 邪沙王 哪个不是数十万年 甚至是百万年前的准地级妖王 一个全身漆黑 只有牙齿是白色的怪人说道 他身边的人全部都是这种怪人 他们正是九天十地族人极少的不死族 不死族的形象非常诡异 全身漆黑 只有牙齿是白色的 但他们生来兽缘无限 只有受到致命伤害才会陨落 不过 不死族虽然兽缘无限 但却极难繁衍 修炼速度也是所有种族最慢的 往往百万年时间都难以踏入先王 而且他们无法与外族通婚 故而 不死族的族人往往都异常低调 每一个不死族族人都几乎是历史的见证者 这上千妖王之中 这数十个不死族族人大部分都见过 听到那不死族人说了此话 其他修士脸色都是微微一变 竟然有上百万年前的妖王 这 怎么可能啊 妖族的寿缘虽然比人族要长上一些 但多数也只有人族的两倍而已 少数只有三倍 按照正常情况来看 一个妖王级别的妖族 最多也就活个六七十万年了不得了 可这里竟然有上百万年前的妖王 这妖族 恐怕为了今天已经筹化了上百万年吧 有修士口干舌燥地说道 很多修士都看向站在远处的四大妖主 有些头皮发麻 而就在这时候 那些飞出来的妖王 不少妖王回头看了一眼其他修士 其中就有不死族说的 人身相守的天怒相王 天怒相王虽然只是准地 可包括叶无双等准地在内的人族修士 和他族修士都不由心里一领 没有来升起一抹畏惧 走 不要让那些妖兽 七族先登了 叶无双咬牙 低贺一声 作为人族一方率先朝着混沌神殿而去 他也知道 就算对方有上千妖族 可在没有进入混沌神殿之前 那些妖族修士也不敢对他怎么样 否则的话 人族先帝绝不可能放过这上千妖族 随着叶无双飞出去 数十个人族准地也不再废话 毫不犹豫地飞向了混沌神殿 其中就有江明凡等几大家族的准地 王兄 我们也去吧 陈凡说了一声 与王静一连妹而出 一时间 无数修士冲向混沌神殿 进入阴云之中 而奋出一缕神识的情理 看到这一幕 不由露出古怪之色 这妖族真是宋宝童子啊 之前还怕仅凭妖族无法完成祭恋 没想到送来这么多妖王 有这些妖王的血肉 应该足够祭恋混沌神殿了 九天之上 陈若玄他们看到这一幕 纷纷眉头皱起 好家伙 玄归这老家伙 就奔着这一天来的吧 陈若玄骂道 北辰先帝说道 这老家伙估计也是不知道 囤了多少年的妖王 竟然让他们囤了这么多的妖王 紫薇先帝却不动声色 淡淡道 就算他们有一万妖王进入 又何妨 陈若玄愣了一下 随后哈哈一笑 也是 成帝机缘就那么多 最多也就只有一个 众先帝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在他们看来 就算再多的妖王也无用 还要没成为妖主 问题不大 此刻 随着所有修士进入云层之中 可以看到 他们在庞大的混沌神殿面前 就如同一群飞翼冲向混沌神殿 随后被云层覆盖 仿佛被吞噬 庞大的神殿屹立在云层中 散发出神秘古老的气息 妖族修士 各个强大无比 竟然非常轻松地 穿破层层阻碍 进入到了混沌神殿中 就像是进入水面 毫无阻塞感 要知道 混沌神殿外围有规则之力 想要进入其中 必须要实力达到一定程度 先军需要 花费大量的时间 才能进入 而先王虽然轻松一些 可往往也需要数个时辰 才能进去 以往之时 几乎很少看到这样直接进去 毫无阻碍地进去 只有那种实力非常强大 比如说 当初的北辰先帝 就是很轻易地进入其内 而现在几乎所有妖王 都是轻轻松松地进入神殿 反观人族和其他种族的修士 在靠近混沌神殿的时候 如玉泥潭 行动都变得缓慢起来 和妖族修士的简单轻松 有天壤之别 这 怎么可能 那些并不打算进入混沌神殿的修士 看到这一幕 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 妖族这次带来的妖王 竟然如此强大 每一个都几乎碾压了其他修士 妖族修士 怎么如此强大 附近那些修士 看着一个个如鱼入水的妖族修士 进入混沌神殿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呼吸都有些沉重起来 他们之前看到这些妖族修士的时候 就感受到了妖族修士的强大之处 每一个身上都有岁月的气息 不知道修炼了多少年 哪怕是那些妖王中期的 也比一般的先王后期更强一些 更别说那两百多个妖王巅峰的准地强者 只用眼神看一眼他们 就能让他们心惊肉跳 而现在那些妖王纷纷很轻松 进入到混沌神殿内 更加彰显了那些妖王的强大 转眼间 所有妖王几乎没有任何阻碍地 进入了混沌神殿内 可人族 洛神族等修士 就显得无比困难了 甚至有一个人族先王 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 想要更进一步 冲进那混沌神殿中 却有一股莫名的强大力量爆发出来 瞬间将那先王甩了出去 那先王飞了数十里之远 一个先王 竟然连混沌神殿都进不去 这混沌神殿的难度又增加了吗 可为什么 那些妖王如此轻松 接下来 更多的修士被甩了出来 几乎所有的修士 全部连混沌神殿都还没靠近 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甩了出来 谁都看得出来 那股力量来自于混沌神殿 到最后 只剩下叶无双等数十位准地 还在坚持继续往前 除此之外 还有陈凡和王静一 其他种族 也各有几个修士在坚持 这让看着眼前这一幕的各族大能 脸色都有些难看起来 就算现在还在坚持的那些修士 都进入了混沌神殿 可相对于妖族的上千人来说 依旧显得微不足道 甚至可以说 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他们隐约察觉 这次开启的混沌神殿 有些不对劲 好像只针对妖族开放 哈哈 天助我妖族 妖族大心意 彭祖看到这一幕 哈哈大笑 发出嚣张的声音来 整个大慌都能听得到他的声音 另外 三个妖族也是露出笑容 他们都听到了四周的异论声 此刻也是非常爽快 被人族压了这么久 这是第一次进入混沌神殿的族人 比人族要多 而且还是碾压级别的差距 看这情况 很有可能人族修士一个都进不去 天犬妖族笑着说道 这次付出四份真灵血脉的代价 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收获 确实是值得的 玄归老族也笑着点点头 略带戏血地看着 还在坚持的夜无双等人 此刻 九天之上 陈若璇看着下方的一幕 皱眉不解 事情有些诡异啊 为何只有妖族的修士 能如此轻松进入 难道真是混沌神殿的门槛变高了 紫薇先帝等人 纷纷眉头微皱 他们都看出了事情的不对劲 以往时 人族进入的修士数量 是要多于其他族的 但也不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 哪怕是和不死族 这种族人极为稀少的种族去对比 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差距 很奇怪 紫薇先帝说道 陈道友 当年你进入混沌神殿时 可有叶无双那么困难 陈若璇看向叶无双 只见叶无双身边有数道法则之力环绕 每一道法则之力都代表着 他领悟了一种法则 法则领悟越多 在先王之中实力越强 叶无双足有五道法则之力 可以算得上是佼佼者了 陈若璇说道 他的实力与我当年相差无几 但我很顺利进入了混沌神殿 紫薇先帝点点头 不错 可叶无双看起来极为困难 或者说 恐怕一个都进不去 一个都进不去 这怎么可能 陈若璇有些不愿意相信 但紫薇先帝却示意他继续往下看 其他先帝也是继续看着 没多久 叶无双难以再坚持 一股庞大的力量轰在叶无双身上 叶无双脸色巨变 当即倒飞出去 像是一颗流星砸在荒山上 虽然他很快就飞出来 只是看起来有些狼狈 并未受伤 但也已经失去了 进入混沌神殿的资格 混沌神殿 每个修士每一次开启 都只有一次机会 只要失败了 那就只能等下一次神殿现实 叶无双脸色难看 非常不甘 可也没有办法 很快 更多的修士被震飞回来 整个混沌神殿前方 再无一个修士 包括陈凡和王静一 这两位天交榜排名前二的 也无法进入其中 这下 是个人都看得出有古怪了 这老龟 莫非用什么卑鄙手段 陈若璇骤眉道 紫薇先帝摇摇头 他也不清楚 但是 从玄归老祖等人的表现来看 又不像是他们搞的鬼 因为刚才紫薇先帝 也看到了玄归老祖 眼里也露出一丝疑惑不解 众先帝内心生起一抹不安 也唯有紫薇先帝 表情没什么变化 看起来好像并不在乎 与此同时 九天之上的虚空中 天机老人默默地 看着混沌神殿的情况 最终轻叹一声 这天机越来越让人难以琢磨 天机老人摇头 隐约觉得 整个九天十地 要陷入混乱之中 他莫名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玄归 你们妖族做事 未免有些过了吧 就在这时候 一道怒吼声响起来 那声音如惊雷一般 震得大荒内所有修饰耳膜发疼 就算是夜无霜等准地 都感觉头皮发麻 下一刻 一个身材高大 足够数十丈之巨的恐怖巨人 从虚空中走出来 那人一步一步走来 每走一步 身体就会缩小一些 当到了玄归老祖等人面前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寻常人大小 大约两米左右的样子 可身材依旧魁梧 用虎皮包着下身 打着赤膊 肌肉极为结实 此人出现后 虎目如刀 死死地盯着玄归老祖等人 仿佛要将玄归老祖等人撕碎 随后 数百名身材魁梧的男男女女 飞到他身后 虎视眈眈地看着妖族之人 二代蛮神 看到男人的模样 四周的修饰 纷纷脸色一变 有些惊骇起来 此人 便是蛮族为二的地级强者 二代蛮神 蛮族形势向来莽撞 各个脾气火爆 此刻看到 只有妖族修士能进入混沌神殿 其他修士全部无法进入 于是就毫不犹豫站出来 指责玄归老祖等人 蛮族共两个地级强者 也就是他们的两代蛮神 第一代蛮神几乎已经退居幕后 很少能够看见他 就连混沌神殿这么重要的时候 也未见他现身 现在蛮族的一切事情 都由二代蛮神做主 二代蛮神脾气火爆 骁勇善战 占据九天十地的东北部两大地狱 跟万妖海的妖兽常年有摩擦 这些年不知道和四大妖族打了多少次 这家伙实力非常恐怖 对上妖族两个妖族也丝毫不虚 经常以一敌二 甚至还能略占上风 对方只要有三个妖族 他毫不犹豫 转身就走 长此以往 二代蛮神和几个妖族的矛盾越来越深 几乎是那种见面就打的情况 我妖族行事 何须向你这等蛮子解释 玄归老祖冷笑一声 丝毫不给二代蛮神面子 二代蛮神怒道 你们妖族行事卑鄙 竟然敢用此等手段来限制九天十地其他修士 进入混沌神殿 真是岂有此理 你别逼我 否则的话 老子逮住 你们妖族一人就杀一个 逮两个就杀一双 你敢 玄归老祖怒目而视 胡子都吹起来了 二代蛮神却丝毫不拒 你看老子敢不敢 玄归老祖老脸一拉 就准备动手 不过就在这时候 又有数百个修士急迟而来 落在蛮族修士身边 众人一看 这数百人正是脸上画满了乌纹的乌族修士 为首之人是他们的祖乌 竹九 同样也是低级强者 竹九看起来还非常年轻 身材瘦小 脸上画着乌纹 看不出眉丑 拿着一根蛇杖 戴着乌帽 淡淡地说道 玄归道友 未免有些心急了吧 说完 竹九身上散发出诡异的气息 将所有妖族修士笼罩起来 眼神如同毒蛇一样盯着所有妖族 而这还没有完 洛神族 不死族 丁灵族 三身族等 全部围了过来 将妖族团团围住 这些部族都至少有一个地级强者 此刻就有七八位地级强者 虎视眈眈 令玄归老族等妖族 脸色微微一沉 不敢轻举妄动 就连一向嚣张的彭族 也是各位道友 你们误会了 我妖族在九天十地中的实力是什么样子 你们应该都清楚 以我妖族实力 怎么可能影响得到混沌神殿 天犬妖族面露苦笑 也都稍稍一缓 他们也明白 天犬妖族说的有道理 妖族的实力 大家都有目共睹 如果真有能耐影响到混沌神殿 也不至于一直苟着 可二代蛮神不依不饶 那你说 为何只有你们妖族修士 能进入这混沌神殿 天犬妖族还没说话 彭族就有些不爽道 我妖族修士 还不能比你们蛮族修士强了 这是什么道理 二代蛮神冷笑一声 既然你这么有信心 那你我二人比划比划 看看是你妖族修士 就看到黑色符纹 如同骤印一般 瞬间弥漫全身 一股强大的气息 轰然爆发出来 无数修士被震得退后 根本就不敢靠近 就连天上的黑云 也此刻出现倒卷 彭族脸色难看 捏着拳头 却根本不敢接战 就算是他和天犬妖族一起 也未必是二代蛮神的对手 你们快看 混沌神殿流血了 就在这时候 一道惊呼声响了起来 只见一个修士 指着云层中的混沌神殿 一滴滴心红的鲜血 从古老的青铜神殿 缝隙中流淌出来 坠落到大荒上 染红了山上的白骨 看起来触目惊心 所有人都被给惊住了 包括人族先帝 四大妖主 各族地级强者 纷纷有些惊议不定 看向那混沌神殿 混沌神殿 竟然流出了鲜血 这是什么情况 混沌神殿极为凶险 按照往常的规律来看 存活率往往不到两成 每次混沌神殿开启 都至少要死亡数千修饰 可也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竟然有鲜血流淌出来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流淌出来的鲜血越来越多了 到最后几乎成河 混沌神殿的四面八方 全部都有鲜血流出来 形成一条细线 滴落在大荒那些白骨之上 浓郁的血腥味飘散开来 随后所有人都看向妖族四大妖主 混沌神殿只有妖族修饰进入 如果这些鲜血是修饰的鲜血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这些鲜血都是妖族修饰的 本来妖族的血也多 他们化作本体之后 有的妖王伸长百里都有可能 其血液几乎无尽 哗啦啦 鲜血越来越多 到最后真就应了那句话 血流成河 大量鲜血从混沌神殿中狂涌而出 在四面八方几乎形成了瀑布 天上的黑云也是开始翻滚起来 无尽血光笼罩在混沌神殿上 玄规老祖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玄规老祖死死地盯着混沌神殿 心里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轰隆 混沌神殿发出无比强烈的轰鸣声 像是有惊雷在旗内爆开 接着 他们看到了这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画面 只见神秘古老的混沌神殿 那万古不化的青铜巨门 竟然在此刻缓缓打开 神殿的大门竟然开了 所有人的眉心都是一跳 混沌神殿出现过数十次 可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殿大门打开 进入神殿都是冲破神殿附近的法则之力 在靠近神殿后自动传送进去的 可现在 神殿大门竟然在此刻打开了 这让所有人都意识到 混沌神殿或许发生了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变化 而就在这时候 一个庞然大物从混沌神殿中飞了出来 那是一只长条形状的生灵 足有数千丈大小 浑身长满了黑铃 龙手鹿角 与传说中的真龙有些相似 只不过它没有龙爪 是黑骄妖王 它身上没有任何生命气息 难道死了 之前认出黑骄妖王的人族修士 惊呼一声 难以置信 轰隆 黑骄妖王庞大的尸体砸在山上 隐得整座大山都在颤抖 那骄尸滚落下来 没有一点生命气息 就连身躯都变得干瘪 像是血肉精华都被抽干 只剩下一副屈翘 嘿 黑骄 玄规老祖看着黑骄庞大的尸体 眼角猛地跳了一下 赶紧来到了黑骄妖王的尸体前 彭族几人也不敢耽搁 迅速来到了黑骄妖王的尸体前 他们清楚地看到 黑骄妖王瞪大了眼睛 眼里充满了恐惧和一丝不甘 他的血肉精华被全部抽干 连神魂都没能逃脱 也不知道在里面遇上了什么 天犬妖族脸色有些凝重地 看向混沌神殿 那些鲜血 应该就是黑骄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要将他的血液精华都抽干 随后天犬妖族看向彭族 彭兄 三万年前 你也进入过混沌神殿 可有听说过 有这种能力的生灵 彭族摇头 眼里闪过一抹畏惧 混沌神殿中的所有诡异生灵 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遇上什么 谁也不知道 很明显的 当年彭族在混沌神殿之中 也是遇上了一些难以难言的恐怖存在 故而导致 现在过了三万年 他一想起来 依旧有些畏惧 天犬妖族 眉头微微一皱 只能暂时放弃 无妨 也就黑骄陨落了而已 我们妖族 还有一千多个妖王在里面 哪怕只有十个妖王 获得了成帝机缘 也不亏 玄规老祖抬手一挥 将黑骄妖王的尸体收了起来 天犬妖族和彭族对视一眼 也没办法 只能暂时将此事放下 正如玄规老祖说的那样 他们有一千多个妖王 死了一个黑骄妖王而已 不值一提 至少不像其他族一样 一个修士都没能进去 我看你们妖族的妖王也不咋样 这黑骄还说什么天妖榜第一呢 结果现在进入混沌神殿 还没一炷香就丢了性命 原来不过是个花拳绣腿 二代蛮神非常不屑地说道 彭族瞥了二代蛮神一眼 不屑地说道 那也比你们蛮族好 一个修士都进不去 二代蛮神道 如果不是你们妖族使唤 我们这几族修士能进不去 彭族大怒 还想再反驳 却发现其他几族的地级强者 都不怀好意地看着他 这让彭族心底发怵 把刀喉咙的话硬生生咽了下去 有些不对劲 那些鲜血里面 不仅仅只有黑胶的气味 天犬妖族忽然开口 语气极为凝重 天犬妖族对于气息的分辨能力 在整个九天十地也是独一分 其他人都没有察觉到 那些鲜血有什么问题 甚至一开始觉得 那些鲜血只是黑胶妖王的 可现在天犬妖族仔细观察之后 发现了问题所在 什么 还有其他妖王的 彭族脸色一沉 看向那些流淌出来的鲜血 混沌神殿内 流淌出来的鲜血越来越多了 到最后 四面都已经形成了血红色的瀑布 阴云笼罩在神殿附近 神殿若隐若现 天地间充满了血腥气 那些鲜血流淌下来后 顺着大荒往山下而去 凝聚成一条条分叉的溪流 天犬妖族脸色有些凝重 不错 而且 那些鲜血里面不止一个妖王的气息 他们在里面 恐怕遇上了极为恐怖的生灵 几乎在天犬妖族话音刚落下 又有几具庞大的尸体 从混沌神殿中飞了出来 那几具尸体的大小都超过了千丈 甚至有一具尸体有万丈之长 轰隆隆 六具妖王的尸体砸在大荒之上 不知道碎了多少骸骨和黑色大石 彭族脸色铁青地 看着那些飞出来的妖王尸体 这些妖王尸体 全部都被抽干了血肉 神区干瘪 只有皮包骨 看起来非常恐怖 他们到底遇上了什么 彭族咬牙看着混沌神殿 当年他也进入过混沌神殿 虽然也遇上过一些诡异的恐怖生灵 比如说 被看一眼就能让妖王陷入迷茫 成为其中一员的神殿梦魔 当年彭族若不是侥幸 也很难逃脱 可也没有现在这种 未知生灵来的恐怖 这才不到一炷香 就损失了七个妖王 而且这些妖王全部被吸干了血肉 死法一模一样 难以想象 他们遇上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诡异生灵 还有 天犬妖族 语气更为凝重 鲜红的瀑布流速更快 偶尔还掺杂着一些黑红色的液体 毕竟并非每个妖王的鲜血都是红色的 有些妖族的血就是黑色的 甚至还有紫色的 又是数据庞大的尸体飞了出来 毫无疑问 这些尸体依然是那些妖王的 甚至这一次 不死族族人说的天怒像王尸体也飞了出来 那可是准地级别的存在 之前仅仅只是回头的一眼 就让叶无双在内的所有修士 心里一阵凛冽发寒 可现在却死得如此凄惨 那混沌神殿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刻不少修士都开始庆幸 幸亏自己等人没能进去 否则的话也被抽干了血肉吧 我记得天怒像王的本体有上万丈之据 血肉充盈 看起来甚至有些笨重 现在竟然只剩下了一副骨架 那不死族的族人有些惊叹地说道 实际上 不管是天怒像王还是其他妖王 飞出来的时候都只剩下了一副骨架 还是天怒像王本身比其他妖族见受得多 不是黑胶妖王这种偏瘦长的妖王能相比的 故而前后的反差才会有这么大 轰隆隆 随着那些妖王尸体落地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退后 不敢靠近混沌神殿 就像是混沌神殿中 有一尊能活吞所有人的杀神一般 这怎么可能 竟然连天象都死了 彭祖有些难以接受 惊骇地盯着天上混沌神殿 天怒像王活的时间比彭祖还长 是那进入混沌神殿上千妖王中 实力最为拔尖的几个 没想到也这么快就被抽干了血肉 哪怕是彭祖 此刻也胆寒起来 情况有些不对劲了 天犬妖族脸色阴沉地说道 那些鲜血里面的气味数量越来越多 已经超过了五十种 听了这话 所有妖族的脸色都变了 也就是说 这么一会儿 有可能有超过五十个妖王 被抽干了血肉 这才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啊 若继续这样下去 那得死多少妖王才能停下来 那些妖族修饰不敢想 就连玄规老祖的脸色 也变得铁青起来 胸膛微微起伏 心里的不安越来越重 妖族百万年的计划 肩负在他身上 如果这一次 那些妖王折损过多的话 那他将成为妖族的罪人 转眼间 又有数十具妖族的尸体 被甩了出来 那混沌神殿下方 几乎都被妖族的尸体给铺满了 每一具妖族的尸体 都无比庞大 可都被抽干了血肉 随着那些妖王的死亡 大量的鲜血流淌出来 混沌神殿附近 弥漫了红色的雾气 连笼罩混沌神殿的阴云 都被染成了红色 整个大荒 都差不多被鲜血所覆盖 连修士们都不敢靠近 生怕被混沌神殿给波及到 可见 到底死了多少妖王 而且 这个数字现在还在上升 天犬妖族 一直在分辨着 流淌出来的鲜血里 有多少种气息 发现气息的数量 不停地往上涨 仅仅十多个呼吸的时间 就又增加了数个气息 死亡的妖王数量 还在不停地上涨 天犬妖族呼吸急促 捏着拳头 别看进去的 妖王有上千个 如今陨落了不到一百 可这才多长时间啊 而且 鲜血中的气息数量 越来越多 就足以说明 那些妖王的死亡数量 在不停地上升 如果再按照这种情况去的话 上千个妖王 恐怕会全部陨落 天犬妖族说话的时候 连语气都在颤抖 到底怎么回事 里面发生了什么 彭祖脸色阴沉 想要冲进混沌神殿看看 但被羽公龙祖拦住了 混沌神殿 可不是一般的险地 就算是地级强者进去 都有可能陨落 上千妖王陨落 对于妖族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可一个妖族陨落 那就是天大的损失 足以让妖族伤惊动骨 所以 还算镇定地羽公龙祖 拦住了彭祖 玄规老祖一直没有说话 死死地盯着混沌神殿 妖王陨落的数量 还在增加 每隔一段时间 就有几具妖王尸体飞出来 整个妖族 安静地可怕 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但他们的眼睛已经红了 四周其他修士议论纷纷 但在说话间 远离了混沌神殿 不敢靠近神殿 显然觉得这神殿内 有一个恐怖存在 正在无情吞噬着 那些妖王的血肉和生命 若是其内的恐怖存在逃出来了 他们能第一时间逃跑 当妖王死亡数量达到200时 就连那些在议论的他族修士 也安静下来 在场的每个人 内心都生起一抹胆寒 他们看向混沌神殿的目光 变得忌惮和惊恐起来 这已经不是一个显帝 不是一个兄弟 而是一个活脱脱的绞肉机 之前飞进去的那些妖王 就如同一个个带宰的羔羊 一个个等着被杀 就连几族的地级强者都不说话了 对视一眼 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 难道 这混沌神殿中 真的有什么恐怖的怪物 正在疯狂吞噬着 那些妖王的血肉和生命 不过 这些地级强者 也仅仅只是震惊罢了 内心除了一丝警惕之外 并无怜悯之心 因为他们也知道 那些妖王 如果全部活着出来了 或者说是 其中有十人成为了地级强者 那么被践踏生命的 就是其他几族的修士 妖族一旦崛起 绝不会放弃其他几族的 而且这些地级强者 每个都经历过无数生死 一颗心早已坚硬无比 随着妖王的死亡 混沌神殿 竟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表面的博杂青铜秀记 正在缓缓退去 一抹暗红色逐渐浮现 诸位 此事 你们怎么看 紫薇先帝看着大荒发生的一幕 语气稍稍凝重 他之前就觉得 此事有些古怪 混沌神殿 竟然只有妖族能进 太不符合常理了 而现在 还真出事了 按照这种情况下去 混沌神殿里的妖王 恐怕要全军覆没 北辰先帝冷笑一声 很明显 混沌神殿发生了某种变故 需要吸收妖兽之血 完成某种转变 恰好玄规老祖他们撞上了 紫薇先帝点点头 他说道 传闻混沌神殿乃是太古凶器 是某个大能炼制出来 专门关押邪魔剧情之用 后来演化成一个小世界 其内有那些邪魔剧情留下的质保 但同样也危险无比 如今看来 或许是混沌神殿被激活了 需要吞噬血肉 众人都点点头 同时也有些庆幸 尤其是陈若玄和北辰先帝 幸亏上一次混沌神殿 没有发生这种变故 否则的话 他们两个早已成为 祭奠神殿的祭品了 面对如今这种情况 八位先帝只是冷眼旁观 上千妖王死在混沌神殿中 对于他们来说 反而是一件好事 一旦那上千妖王活着出来 始终是人族的一大祸患 此刻 虚空中天机老人 也瞧着眼前这一幕 眉头深锁 没想到 只有妖族进入其中 竟然是这种下场 这妖族百万年的计划 算准了一切 却没有算到混沌神殿内 发生的变故 天机老人摇摇头 却忽然想到一个是 这混沌神殿 究竟是本身的变化 还是 有人刻意为之的 没有人想到 混沌神殿 有可能是被人控制的 唯有天机老人 想到了这一点 隐约感觉到 或许混沌神殿的变故 有可能是某些人控制的 若是如此的话 那究竟是谁 天机老人 看向天道之眼 天道之眼内的混沌神殿 似乎发生了些许变化 与此同时 混沌神殿流淌出来的鲜血 其内的气息 还在不停地增加 飞出来的妖王尸体 也已经达到了三百多具 超过三成的死亡率 彭祖捏着拳头 浑身颤抖 天犬妖祖呼吸沉重 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羽公龙祖眼里 闪过一抹悲伤和无奈 而玄归老祖 那如同老树皮一样的脸 变得无比苍白 每一个妖王的尸体 都像是一根针 狠狠地扎在他的心口上 当死亡的妖王人数 达到五百之时 玄归老祖眼角湿润 抬头大呼一声 天王我妖族 我妖族大帅 这两句话喊出来 玄归老祖当场吐出一口老血 摇摇晃晃地 卖的妖主 恐怕要气急攻心晕过去 附近的其他修士 都面色古怪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谁也没想到 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一开始还以为 这将是妖族崛起的时刻 没想到 却是毁灭性打击的时刻 上千妖王进入混沌神殿 不到半个时辰 陨落近半 而且这个数字 还在不停地增加 全军覆没 指日可待 妖族百万年计划 就此胎死覆中 这前后落差太大了 换做是谁在玄归老祖那个位置 也无法承受这种落差 只不过 混沌神殿 并不因为玄归老祖的吐血 就停止对那些妖王的杀戮 鲜血还在不停地流淌出来 整个大荒都被鲜血所覆盖 天空变成了血红色 笼罩在混沌神殿上的黑云 彻底变成了红云 混沌神殿上的青铜秀迹 掉落了一大半 暗红色的神殿 逐渐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一股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生腾起来 这压迫感 比混沌神殿任何时候 都要来得强大 哪怕是先帝级别的强者 看了一眼后 也觉得呼吸沉重 胸口发闷 一个太古绝世凶器 即将出世 你们快看 天道之眼发生变化了 而就在这时候 有个人族修士忽然惊呼了一声 指着九天之上的天道之眼 除了妖族之外的大部分修士 被这惊呼声响起来 他们抬头看去 终于想起了 这天道之眼 是因为秦里而出现的 混沌神殿的出现 让他们已经暂时 将秦里的事情放下 如今天道之眼再次发生变化 他们又想起了秦里之事 只见天道之眼内的混沌神殿 逐渐变得虚幻 最后消失不见 画面也跟着变化 最后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颇为幽暗的密闭空间 那是一个用青铜 铸造而成的密室 或者说是宫殿 大殿很庞大 也颇为空旷 中间有一个高台 高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座椅 而在高台下方 则是用铁架放着一套青铜战甲 战甲上秀迹斑斑 满是暗红的血迹 不知道染上了多少人的鲜血 不过最为亮眼的 还是与青铜战甲配套的 那把青铜剑 青铜剑一样满是血迹 但其上却有复杂的名文 剑柄上的无尽星辰 尤为亮眼 哪怕隔着天道之眼 明知道那是虚幻的 所有修士 也感受到了那股强烈的剑意 以及古老沧桑的气息 灵宝榜第五 混沌灵宝会员剑 叶无双看到那把青铜剑 每一剑都拥有夺天地造化之力 其中排名第五的便是混沌剑 传闻混沌剑能斩断世间长河 能开辟一方世界 能斩碎无尽大道 就算是先帝挨这么一剑 也毫无生还希望 没想到混沌剑竟然现实了 不对 很快所有修士都反映过来 混沌剑并非现实 他们这是通过天道之眼看到的 画面是虚幻的 是跟情理情理有关的画面 等等 跟情理有关 此刻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如果说跟情理有关的话 那么 这混沌剑难道也跟情理有关 想到这里 所有人眼中都露出一丝震惊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难道是情理用来放置法宝的储藏室吗 有人疑惑地问道 但立即就有人反驳了 叶无双说道 看着大殿的材料 与混沌神殿未变化之前一模一样 莫非这是混沌神殿内部 听了此话 其他人也都反映过来 这倒是有可能的 毕竟之前天道之眼出现的画面 就是混沌神殿 现在出现的画面 是混沌神殿内部 也是合理的 这一下有人疑惑了 难道情理真的居住在混沌神殿内部 这也太离谱了 唯有彭祖此刻脸色微变 惊道 这是 混沌神殿主殿 原本还沉浸在痛苦中的玄规老祖 和羽公龙祖都回过神来 看向天道之眼的画面 天犬妖祖脸色凝重道 彭兄 你确定 这里就是混沌神殿的主殿 确定 彭祖点点头 不管是从布局还是各方面来看 这里跟混沌神殿主殿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就是 当初本帝进入主殿的时候 并未看到那套战甲和混天剑 天犬妖祖眉头一皱 忽然说道 莫非 这战甲就是保护秦礼 让秦礼无法被天道之眼探测到的至宝 他这么一说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按这么一说的话 那就是 秦礼得到了这混沌神殿主殿的战甲和混天剑 也就是说 秦礼在三万年前 真的进入过混沌神殿 并且成功抵达主殿 获得这套战甲和混天剑 所有修士都震惊不已 议论纷纷 再一次对秦礼的印象 有了新的改观 好家伙 没想到秦礼珍在三万年前 进入过混沌神殿 并且获得了如此恐怖的造化 人群中的陈凡 满脸诧异 嘖嘖称赞 王静一也不有点头 按照推测 他那时候 应该差不多 只有真仙七修为 真仙七就能进入混沌神殿 并且得到此等宝物 确实厉害 此刻 九天之上 人族先帝 看着天道之眼的一幕 都面露古怪地 看向北辰先帝 北辰先帝的眼角 抽了抽 三万年前 他找到天际老人算的机缘 就是在混沌神殿的主殿之中 只要抵达主殿 就能获得里面的机缘 成就先帝之位 如今看来 那所谓的机缘 应该就是 那套战甲和混援剑了 天际老人没算错 里面确实是有机缘 只不过这机缘 被人杰族仙灯了 而杰族仙灯的那个人 大概率就是 秦礼 北辰先帝 如同肉衫一样的身躯 开始颤抖起来 一股难以遏制的怒火 从胸腔中冒出来 王八蛋 竟然敢切我气缘 北辰先帝再也无法保持稳重 当即怒骂一声 死死地盯着天道之眼的画面 他倒要看看 是不是秦礼 窃走了他的机缘 陈若玄擦了擦冷汗 有些尴尬 他说道 北辰兄 冷静 冷静 你好歹也是地级强者了 稳重些 感情不是你的气韵 被窃走了 北辰先帝毫不客气 而与此同时 天道之眼的画面也动起来了 一道亮光出现 大殿的青铜门被打开 一个人影走了进来 那是个青年 身姿挺拔 长相俊逸 目光深邃 穿着墨衫 步伐稳健 走进青铜大殿后四周扫了一眼 然后一步步走到那套青铜战甲前 他站在青铜战甲前 开始仔细端向起 那套战甲和混元件 随后伸手轻轻抚摸着那套战甲 战甲发出轻微的嗡鸣声 一道道血光冒出来 似乎在呼应着青年 那青年不是别人 正是青铜 在天道之眼中 只有真仙修为青铜 站在青铜战甲前 伸手抚摸着青铜战甲 而那青铜战甲 好似有生命一般 又像是得到了青铜的呼唤 化作一道青色的流光 自从穿在青铜身上 青铜战甲极为贴身 化作贴身甲皱 袖剂逐渐掉落 暗红色的圆皮显露出来 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从青铜身上散发出来 此刻的青铜 仅仅是站在那 都有一种僻逆天下之感 整个人身上 透露一种 唯我独尊的霸气 随后他抬手抓住混元剑 一股磅礴的气势爆发出来 整个青铜大殿颤抖了一下 而此刻 看着这一幕的修饰才发现 在青铜战甲后 那摆放战甲的架子上 还放着两样东西 一样是暗红色的令牌 上面写着一个古朴的主字 另外一样东西 则是一个巴掌大小的玉片 他们就算是隔着一个天道之眼 也能感受到玉片中 那恐怖的剑气 很明显 玉片是与剑有关的质宝 可能是某种剑法 秦里看到那两样东西的时候 脸上明显地露出一丝笑容 然后将两样东西收起 这才一步步走上高台 坐在了高台上的座椅之中 秦里坐下 看向青铜大殿 仿佛在看着天下 那股僻逆之感更为明显 看得所有人心神阵战 而就在这时候 一道道虚影 从大殿外走进来 那些虚影 每个都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并且身上 有一种莫名的诡异之感 他们不像人 也不是兽 行走的时候很僵硬 有一种麻木之感 转眼间 大殿内密密麻麻地 占满了诡异身影 至少也有百来个 随后那些诡异身影 齐齐朝着秦里跪拜下来 低头垂手 像是在听从秦里的命令 参见店主 诡异的声音响起来 那声音飘忽不定 听得人骨头发冷 但又带着一丝尊敬 当然 所有人都听得出来 那是对秦里的尊敬 那 那是神殿梦魔 彭祖看到那些诡异的身影 不由得脸色大变 满脸震惊 难以置信 他竟然成为了混沌神殿店主 还能让梦魔参拜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他怎么也没想到 用天道之眼 竟然看到了这一幕 秦里成为昆仑神殿店主 连神殿梦魔 都在向秦里参拜 要知道 神殿梦魔 那是无数进入神殿之人 都为之恐惧的存在 若是被梦魔看一眼 就算是准帝都有可能迷茫 神石直接被抹掉 成为梦魔中的一员 当年彭祖亲眼看到 两个妖族修士 被一个梦魔看了一眼 变成行尸走肉 跟着梦魔离开 但下次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成为了梦魔 那诡异恐怖的一幕 到现在 彭祖都记忆犹新 而现在 梦魔竟然向秦里参拜 此事 过于恐怖 其他地级强者 也几乎都知道梦魔 看着天道之眼的一幕 那 那是什么东西 好恐怖的样子 这就是神殿梦魇 果然恐怖 仅仅只是看到幻想 都让人遍体发寒 传说中 神殿梦魇 是混沌神殿中 最为恐怖的存在 没想到 竟然全部都在参拜秦里 他们竟然在参拜秦里 秦里真的是 混沌神殿的店主啊 没想到 秦里在三万年前 就已经成为了 混沌神殿的店主 太厉害了 我去 这他要是能够控制 神殿梦魔 那岂不是无敌了 就算在九天十地 附近的修士都听到了彭祖的话 此刻无比震惊 所有人都静一不定 抬头看着天道之眼 看着那些梦魔跪拜秦里 一个个头皮发麻 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原来并不是秦里急急无名 而是他们见识短浅 他有多少身份了 古元大陆借主 以一人之力 党百万妖魔 中天欲见山见足 受无数剑仙膜拜 数百万剑仙甘愿为其守护 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混沌神殿店主 令人闻风丧胆的神殿梦魔跪拜 这就是秦里目前的身份 除了古元大陆借主 名气稍低之外 其余两个身份 哪个不是响当当的 真不知道秦里 到底还有多少身份 瞒着他们 好家伙 他竟然还是混沌神殿的店主 陈凡道西一口凉气 难以置信 王静一看着天道之眼 画面里的那道身影 目光复杂 略微升起一抹挫败感 如此优秀的人 或许 柳红尼真的不顾世俗之见 与白洛林同时与秦里澄清 与此同时 九天之上 人族的先帝 也都有些震惊地 看着天道之眼内的画面 唯有北辰先帝气的鼻子都歪了 这一切 原本应该是属于他的 结果竟然被秦里杰族先登了 狗贼 夺我机缘 本帝与你势不两立 北辰先帝满脸恨意 咬牙切齿 也是现在没找到秦里的去向而已 否则的话 他一定杀向秦里 找秦里狠狠地算上一掌 紫薇先帝倾咳一声 北辰道有 事情已经过去了 如今他已经成为混沌神殿之主 此乃我人族之幸 你不应该带有如此强烈的负面情绪 陈若璇强忍住笑意 也是连连点头 是急是急 紫薇道兄所言有理 北辰你不要迷了心智啊 北辰对紫薇先帝不敢放肆 对辈分跟他差不多的陈若璇 可一点也不客气 陈若璇 你少贪娘的 在这里给老子放屁 此事我一定要找秦里好好说道说道 不管怎么样 都得给我一个说法 太气人了 北辰先帝咬牙切齿地说道 其他人听了此话 都不由得一笑 唯有倾国倾城的遥光女帝 眸光一闪 盯着秦里的身影 情绪显得有些复杂 而此刻 在秦里的道场中 白华先帝和七沙摩帝 都看到了天道之眼的情况 他们俩同时瞪大了眼睛 完全没有了地级强者的风范 秦老爹 你不老实啊 半晌 七沙摩帝略微有些忧怨地看着秦里 非常不满 别说七沙摩帝了 就连白华先帝 也是脸色古怪地看着秦里 此刻他对秦里大有改观 当年他差点拆散秦里和白洛林 如今回想起来 当初的自己是多么的愚蠢 秦里在三万年前 就已经是混沌神殿店主了 这让白华先帝感到不可思议 白华先帝在数万年前 还是先王之时 也进入过混沌神殿 在混沌神殿中 遇上过几次神殿梦魔 太清楚那些梦魔 到底有多恐怖了 不管多厉害的先王 都无法抵抗梦魔的眼神 白华先帝曾亲眼见到过一个 当时已经是到榜67名的厉害准帝 当时被称之为先帝之下第一人 在遇上梦魔之后 依然无法抵抗莫名的诡异能力 成为其中一员 而这些令无数先王准帝 闻风丧胆的恐怖梦魔 如今却惨败秦里 匍匐在秦里的脚下 除此之外 混沌神殿中的恐怖存在 数不胜数 隐匿能力极强的禁魔 伸长数十万丈的太古灵魂 追着所有修士沙的太古狂魔等等 混沌神殿里的每一种恐怖生物 放在九天十地 那都是生灵涂炭 毁灭一方的存在 而秦里却成为了混沌神殿殿主 可以轻易号令这些恐怖生灵 白华先帝的心态 发生了些许微妙变化 秦里抱着玩累了熟睡的彤彤 哭笑不得 我哪不老实了 难道我得到了混沌神殿 还要昭告天下不成 又不是什么大事 这还不是大事 七沙摩帝扭眼一瞪 惊道 你看看天下人知道 你成为神殿殿主之后的反应 哪个人不是眼珠子 都惊掉了 这还不是大事 秦里却说道 我以前还只是一个 古园大陆的小修士时 觉得凝结原因 都是天大的事情 但是站在你这个位置 你会觉得 结因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吗 七沙摩帝愣了一下 觉得秦里说的很有道理 他说道 你说的 好像有点道理 但很快 七沙摩帝又反应过来 他说道 不对啊 就算现在我也觉得 成为混沌神殿殿主 是一件很威风的事情 秦里掏出神殿令牌 丢给七沙摩帝 你觉得很威风 那送给你了 真的假的 七沙摩帝拿着暗红色的令牌 难以置信 秦里白白手 我说了 这玩意对于我来说可有可无 征战天下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再威风又有什么用 七沙摩帝拿着令牌 叹了口气 还是丢给秦里 不是靠自己得到的东西 怎么也威风不起来 秦里哑然失笑 将令牌收了起来 白华先帝面露古怪地说道 我记得三万年前的 混沌神殿开启时 北辰找天机老人推演过 他的成帝机缘就在混沌神殿 而且他还是混沌神殿店主 没想到 却是被你杰族先登了 此刻 白华先帝也想起了这件事 当初他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还不止一次调侃过北辰先帝 没想到 夺走北辰先帝机缘的 竟然是他的女婿秦里 七沙摩帝哈哈一笑 那家伙现在应该也知道了 很想看看他被气歪鼻子的一幕 哈哈 秦里愣了一下 还有这档子是 七沙摩帝说道 你可能不知道 当初这家伙 找到天机老人推演过后 到处宣传自己即将成帝 并且成为混沌神殿的店主 没想到出来后 陈若璇和臭乌鸦 都得到了成帝机缘 反而是他啥也没有 秦里能想象得到 北辰先帝 走到混沌神殿主殿之后的表情 他倾壳一声 摸了摸下巴 南宫里在一边看着他们聊天 心里也是大受震撼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非常和气的男人 竟然如此厉害 不但在中天狱留下了剑祖的传说 而且还在三万年前 成为了混沌神殿的店主 本以为是个无名之辈 没想到名头如此响亮 难怪白洛林 如此高高在上的一个仙子 愿意和柳红尼共事一夫 几日前 南宫里来到秦里的道场 从白洛林口中得知 柳红尼也是秦里的道理 他气得差点要去教训秦里 还是被白洛林拦住才作罢 后面又看到白洛林 比任何人都幸福的样子 也算是将此事逐渐放下 现在 随着秦里的一件件事情曝光 南宫里似乎有些理解白洛林了 此等男人 绝非等闲之辈 掌控混沌神殿 号令神殿内无尽诡异生灵 其地位已经不比任何先弟弟 南宫里 看向坐在秦里身边 满眼都是秦里的白洛林 内心升起一股 不知道是什么的情绪 白洛林是一个长相温婉的女人 尽管已经育有一女 可依旧如少女一般 散发着淡淡的灵气 眼神温柔 柔弱无骨地依偎在秦里身边 如同一只小猫 不过 白洛林往往在南宫里面前 会表现出俏皮的一面 她发现了南宫里的目光 抬头瞧了一眼南宫里 对着南宫里眨了眨眼睛 然后伸出小手指了指秦里 似乎在暗示着南宫里 南宫里似乎想到了什么 清澈的眼眸闪过一抹羞涩 混沌神殿已经祭练完毕 也该收回来了 秦里忽然开口 也不见她有什么动作 大荒之上的混沌神殿 忽然震动一下 四处流淌的鲜血 戛然而止 轰隆隆 庞大的青铜殿门 在此刻缓缓关闭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混沌神殿给吸引了 从天道之眼上挪开目光 看向混沌神殿 此刻 混沌神殿外面的那层青色秀迹 全部掉落 露出了神殿的本来面目 暗红色的神秘金属胶筑而成 给人一种极为强烈的压迫感 上面雕刻着大量的神秘浮雕 有符文有皱印 有飞禽有走兽 蔓延数百里的恐怖神殿 漂浮在上空 将整个大荒都笼罩在阴影之中 随着混沌神殿一阵 悠久 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 这就是混沌神殿的本来面目吗 好浑厚的气息 叶无双惊骇地说道 所有人都屏住了一口气 盯着混沌神殿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看到混沌神殿发生如此变化 定然不简单 轰隆隆 混沌神殿发出强烈的震战声 空间崩溃 如同一面被打碎的镜子 结结破碎 最终出现一个巨大的窝口 混沌神殿要走 叶无双看到这一幕 赶紧惊呼一声 所有人心里都是一惊 死死地盯着暗红色的混沌神殿 果然如叶无双说的那样 混沌神殿在停顿了片刻后 飞进了空间窝口中 在虚空中远顿而去 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空间窝口迅速愈合 几个呼吸的时间 数百里大小的空间窝口 就这样愈合了 混沌神殿再次隐秘不见 这前后出现的时间不到一日 如果不是大荒血流成河 到处都是被吸干的妖王尸体 不知道的 还以为混沌神殿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次的混沌神殿太诡异了吧 好像 它的出现 专门是为了猎杀妖族妖王一样 叶无双满脸惊愕 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不仅仅是叶无双 所有的修士 此刻都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混沌神殿的出现 太具有目的性了 除了妖族之外的 其他几族修士都无法进入 而妖族的那上千妖王 又明显 是妖族准备了 数百万年的一个天大计划 如今却全部牺牲在了混沌神殿中 这其中没有鬼 谁都不愿意相信 那到底是谁操纵的这一切 已经呼之欲出了 他们全部看向天道之眼的画面 定格在了那上百梦魔 跪拜秦里的画面 很明显 就是秦里洞悉了妖族的一切计划 于是控制混沌神殿现世 吸引所有修士前往 再定下规则 只有妖族的修士能够进入 如此一来 妖族那上千妖王 进入混沌神殿中 被秦里用混沌神殿在旗内困杀 除掉了妖族这上千妖王 将危险扼杀于摇篮之中 众人纷纷感叹 秦里并非脾气好 也并非不想反击妖族 只是时机还没到 时机一到 就给妖族送上一份大礼 以一人之力 毁掉了妖族百万年的大计 就连玄归老祖都被气得吐血 看来应该是秦里出手了 秦里不愧是秦里 一出手就解决了妖族这么多妖王 剑组绝对不会吃亏的 难怪我们开始进不去 还以为是妖族的修士变强了呢 没想到没想到 秦里太威武了 人还没现身 就解决了这么多妖王 秦里难道有未不先知的能力不成 好似洞察了妖族的计划 出手将妖族的计划给破坏掉了 太厉害了 附近的修士议论纷纷 就连洛神族和巫族等修士 都是拍手称快 毕竟妖族开始太嚣张了 一千多个妖王啊 两百多个准地啊 结果现在呢 被秦里一个人全见 道要 真羡慕你们人族有秦里啊 太厉害了 混沌神殿殿主 中天玉剑祖 确实厉害啊 要是我们巫族 也有这样一个人就好了 我们蛮族也是 不过我以前曾听说过 我们蛮族有个三代 蛮神非常厉害 可惜后来销声匿迹了 你们蛮族的三代蛮神我听说过 据说仅仅在蛮军的时候 就成为了蛮族 天赋极为恐怖 是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消失了 附近其他几族的修士 也在议论纷纷 他们都表示 非常羡慕人族有个情理 那些人族修士听了 自然也是一个个虚荣心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非常自豪 王静一和陈凡对视一眼 他确实比我强 柳红尼就算与他在一起 也是情理之中 王静一暗暗想到 至于玄归老祖等人 听到四周的话 自然也是气得浑身发抖 几乎要再次凸显 尤其是彭祖 都快憋出内伤来了 他捏着拳头 附近的妖族修士 都能听到骨头咯咯咯作响 不惜一切代价 沟通天道之眼 此仇不报 我们妖族何以立足 彭祖咬牙切齿地说道 天犬妖族沉默下来 眼神中闪过一抹无奈 不过他还是点点头 继续沟通天道之眼 而玄归老祖看起来 苍老了十多岁 被野驼了 身上没有半点生气 天犬 你们三人继续找清理 我回去一趟 玄归老祖语气平静地可怕 他目光扫了一眼 那大荒上千妖王的尸体 眼中闪过一抹痛恨 好 天犬妖族看了玄归老祖一眼 似乎想到了什么 归老 你 保重 玄归老祖没说话 正准备离开 羽公龙祖忽然道 归老 难道你想 玄归老祖声音依旧平静 我这把老骨头 没几天活头了 但在离开之前 不管怎么样 也是要给妖族立立威的 好 羽公龙祖谋中闪过一抹不忍 他知道 玄归老祖 这是准备寄宪自己 获取更加强大的力量 就算拼尽全力 也要找到清理 然后将其斩杀 九天之上 紫薇先帝等人 看着混沌神殿消失 都不由吐出一口气 看来混沌神殿的出现 应该就是清理控制的 好家伙 随便动一动手指 就让妖族损射上千个妖王 百万年的计划失败 陈若璇嘖嘖称奇 越发觉得 自己这是压对了宝 从一开始就听陈凡的话 选择站在了清理这边 其他几个先帝 都是点点头 对清理越发地欣赏起来 唯有遥光女帝 美眸中闪过一抹别样的情绪 紫薇先帝忽然说道 看来妖族这次 是要狗急跳墙了 估计玄归要回去凡祖了 听了此话 陈若璇他们都沉默下来 凡祖 妖族修饰一辈子 都只有一次机会 必须要前往地祖宫的圣地 妖神山 凡祖成功之后 实力暴涨 能短时间内达到先帝巅峰 这也是人族 不敢逼妖族太胜的原因 紫薇道兄 我觉得 妖族百万年的计划非同小可 一旦成功 我们人族必定生灵涂炭 死伤无数 还记得五百万年前的那场血战吗 人族修饰死亡八成以上 他们连凡人都不放过 陈若璇开口 目光带着一丝灵力 如果妖族此次计划成功 他们必定卷土重来 到时候 我人族不知道死伤多少 秦礼算是以一人之力拨乱反正 若我们还不保他 天理何在 陈若璇此话一出 所有先帝都沉默下来 不是他们不想去保秦礼 而是回想了五百万年前的那场血战 他们并没有经历过那场血战 可在人族的历史中 却又记载那场血战 甚至有刘颖时 将当年的血战场景记录了下来 在刘颖时当中 当年那一场人族与妖族的血战 持续了数千年 妖族觊于人族的领地 贪婪人族的血肉 以人族修饰为实 侵入人族领地 杀了不知道多少人族 那一站下来 人族死亡的人数超过八成 妖族连凡人都不放过 但凡是遇上了 动辄屠城灭村 可见 妖族到底有多丧心病狂 一场数千年的血战 虽然打退了妖族 但人族也是用了两百万年的时间 才恢复过来 而现在 妖族很明显 又变得蠢蠢欲动起来 囤积了上千妖王 就能看得出来 若非秦礼的话 若是那妖族的上千妖王 只有十个成就地位 人族都会变得岌岌可危 到时候毫无意外 整个人族禁地 又将变得生灵涂炭 战火连天 秦礼以一人之力 成功将此危机化解 若是他们现在不站在秦礼这边 将秦礼保下来 愧对整个人族 陈兄所言有理 这时候 北辰先帝忽然开口了 他第一个响应陈若玄 是其他人没有想到的 毕竟刚才北辰先帝 还对秦礼要打要杀的 不管怎么样 是第一个响应陈若玄 要保下秦礼之人 随着北辰先帝开口 其他先帝也纷纷表态 他们大部分人都态度一致 表示要保下秦礼 唯有三位先帝没有说话 佛宗的空辞大师 很少说话的开明先帝 以及唯一的女先帝 姚光女帝 空辞大师 开明道兄 姚光先子 三位觉得如何 紫围先帝看向三人 轻声开口 姚光先子淡淡道 既然你们五人已经决定 本宫的意见还重要吗 空辞大师和开明先帝 都点点头 表示同意 与此同时 秦礼的道场 空间裂开 巨大的空间裂缝中 能够看到一座暗红色的 巨大神殿缓缓靠近 混沌神殿 果然被你小子控制了 七杀魔帝 看着那混沌神殿 嘖嘖称奇 白华先帝目光复杂 内心更加庆幸 幸亏当初他掌上明珠不顾一切 都要跟着秦礼走 甚至搞出了私奔 这一档子事情来 否则的话 他可就错过了秦礼这位家序 其他的不说 仅仅是掌控混沌神殿这一手段 就足以与他们这些先帝平起平坐了 随着混沌神殿靠近 古老 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 道场内那些仙情异兽 被这股气息所射 吓得匍匐在地 瑟瑟发抖 南宫里看的呼吸有些急促 如此近距离地观察混沌神殿 他还是第一次 放在以前 他根本不敢想 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他身边 要知道 在以前的时候 混沌神殿是属于传说中的存在 数万年才会出现一次 每一次出现 都令无数修士趋之若鹜 因为那是为数不多 拥有成帝机缘的地方 在整个九天十地 不说家喻户晓 却也是声名赫赫的存在 南宫里以前就有过打算 必须要进入混沌神殿一次 去寻求那成帝机缘 否则的话 他虽然是洛神族神女 可洛神族天生有缺陷 修炼上的缺陷 寻常时候修炼速度极快 可一旦到了先王 修炼速度骤降 大多数族人 终生止步先王初期 南宫里天赋一禀 虽然是洛神族神女 却也止步先王初期 万年无法寸进 想要成帝 更是遥不可及 故而 混沌神殿是南宫里的终极目标 没想到的是 混沌神殿 却早在三万年前 就已经被秦礼所掌控 成为秦礼的一件法宝 南宫里看着秦礼谈笑间 那混沌神殿迅速缩小 化作一个只有八掌大小 如同头子一样的东西 落于掌中把玩起来 看着那令无数九天十地的修饰 闻风丧胆的混沌神殿 竟然被秦礼如此把玩 南宫里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复 莱莉姐姐 你不是说有要是请夫君帮忙吗 就在这时候 白洛林忽然柔声开口 秦礼愣了一下 疑惑地看向南宫里 莱莉姐姐有何事情 秦某若能帮上 定不会推辞 七沙摩帝和白华先帝 也都看向南宫里 啊 南宫里下意识地捋了捋浅蓝色长发 闪过一抹不解 也没放在心上 不过 白洛林继续说道 夫君 你也知道我们洛神族 是有修炼缺陷的 若无意外 这辈子的修为 只能停留在先王境界 无法寸进 如今莱莉姐姐的修为 平滞于先王初期近万年 故而想请你帮他 弥补这缺陷 听了这话 秦礼恍然大悟 不过脸上却露出一丝古怪之色 确实 他有办法帮洛神族 弥补修炼缺陷 但是吧 秦礼传音 给白洛林 洛林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那方法必须要 咱俩是夫妻 行那种事无妨 但面对蓝莉姐姐 我如何下得去手 当初秦礼在帮白洛林 修复洛神族缺陷的时候 实际上使了个小小的心计 就是想要修复缺陷 就必须要有某些肢体上的 亲密接触 美其名曰是古老的 刺激学到手法 从而修复缺陷 实际上压根没那么复杂 只需要用秦礼修炼 出来的本源之力 滋养身体 时间一长 就能修复缺陷 秦礼承认自己 当时确实是饿了 可 对白洛林 也不算什么下作手段吧 现在若是对南宫里使用 那秦礼就有些过意不去了 如果实话实说吧 那他哄骗白洛林的事情曝光 岂不设死啊 所以 秦礼现在很尴尬 秦礼扫了一眼南宫里 发现南宫里俏脸 微微有些发红 很明显 白洛林对南宫里 说了那所谓 疗养手段的经过 白洛林传音道 夫君 我能理解的 可是为了兰里姐姐好 也只能委屈你了 兰里姐姐也说过 只要能修复 洛神族的身体缺陷 他非常感激你 秦礼满脸问号 不由暗暗叹息一声 看来 自己是要一条路走到黑了 白洛先帝看了南宫里一眼 表情没什么变化 他当然知道 洛神族的修饰 是有修炼缺陷的 洛神族的修饰 依靠洛神修炼 修炼之时事半功倍 在先王之前 修炼速度 要比人族与他族修饰快得多 几乎各个是天之骄子 可他们的终点 也只有先王 无法突破 白洛先帝的妻子 也是洛神族的族人 当年也正是因为这个缺陷 才导致妻子离他而去的 一直以来 这都是白洛先帝心里的一个痛 这么多年了 也没有抹去 他看向秦礼 你真的能弥补洛神族的缺陷 秦礼还没说话 白洛林就连忙点头 是的父亲 我的修炼缺陷已经被弥补了 你猜我现在什么境界 白洛先帝惊了一下 仔细看了看白洛林的境界 发现看不透 于是想了想 便道 应该已经踏入先王中期了吧 白洛先帝记得 白洛林五百年前是先王初期 并且在这个境界停了很多年 若是弥补了缺陷 能突破现有境界 达到先王中期 应该算厉害了 要知道 一旦踏入先王境界 修炼难度成几何倍增 陈凡和王静一 素有人族第一天才之称 他们仅仅只用了五千年 就踏入先王境界 可现在过去了三千年 却依旧只有先王中期罢了 尤其是陈凡 还有陈家数之不尽的资源 去堆 可三千年的时间 也只能让他提升一个小境界罢了 先王期的一个小境界 比先王之前的所有境界 加起来都要难 所以 白洛先帝猜测 白洛林有先王中期 已经算是往大胆地猜了 就连在喝酒的七沙摩地 也是瞥了一眼白洛林 洛神族的修炼缺陷 人尽皆知 他自然也明白 他也很想看看 白洛林的修炼缺陷被弥补后 到了什么境界 白洛林看了情理一眼 眼神中露出一丝柔和 他笑了笑 没说话 只是放开了自己的修为 随着白洛林放开自己的修为 一股磅礴的气息冲天起 经得道场内的仙情异兽 纷纷四处逃窜 先帝 白华先帝感受到白洛林身上的气息 当即站了起来 难以置信地看着白洛林 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 但随即 那震惊就化为喜悦 白洛林是他的掌上明珠 他比任何人都希望白洛林 能够踏入先帝境界 否则的话 当年的悲剧将会重现 先帝的寿命极其悠久 可达上百万年之久 可先王只不过一二十万年罢了 白洛林拥有洛神族之血 同样深受洛神族的缺陷困扰 若是无法弥补那缺陷 这辈子也只能是先王 十万年后 白华先帝也只能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掌上明珠 受缘耗尽而死 白洛林出生以后 就一直在担心的事情 而现在 白洛林竟然突破到了先帝境界 他如何不喜 此刻 他无比庆幸自己当年没有留住白洛林 否则的话 何以看到如今的情景 七沙魔帝也是双目一缩 无比惊骇 洛神族的修炼天赋 当真这么恐怖吗 没了缺陷之后 五百年时间 从先王初期提升到先帝境界 这种事情 前所未见 不过很快就反映过来 就算是洛神族 也不可能有这么恐怖的修炼速度 他看向秦里 老弟 白洛林成就地位 应该与你有关吧 他想到了这几天 秦里把十万年雪莲 给彤彤当饭吃的场景 当然 白洛林抬着雪白的下巴 无比得意地说道 正是夫君助我 我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达到先帝境界 否则的话 就算我有洛神族的修炼天赋 也不可能到先帝境界 白华先帝目光闪烁 难以置信地看着秦里 五百年光阴 将一个先王从初期提升到先帝 不说突破先帝这种事情离不离谱 就单说这速度已经达到了惊世骇俗的程度 整个九天十地的历史上 也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而秦里 却帮白洛林做到了 那么 秦里自己又到了什么修为 白华先帝呼吸有些急促起来 想到了一个问题 为何当初他用大道之力攻击秦里的时候 秦里能够很轻松地挡住他的大道之力 当时他就只感觉 大道之力落在秦里身上 就是软绵绵的 非常诡异 但因为他对秦里带有滤镜 实际上是看不起秦里的 在他印象中 秦里就是一个小修士而已 因此从未想过 秦里的修为并非准地 而是更高的境界 如今想来 此事确实诡异 秦里的修为应该不止准地 毕竟 能将一个先王 如此轻松地提升到先帝境界 他本身能差到哪里去 七沙摩帝也想到了这一点 立即捉住秦里的手腕 秦老弟 老实说 你到底是不是先帝境界 秦里微笑着手腕一抖 很轻松地从七沙摩帝手里挣脱 笑着道 你说呢 此话无异于承认了 而且从刚才秦里很轻松地 挣脱他的手来看 秦里的修为恐怕比他还要高 莫不是先帝中期 或者先帝后期了 七沙摩帝大笑一声 哈哈 太好了 如此 老子又有追赶的目标了 秦小子 你最好努力些 说不定不久后 老子就追上你了 秦里笑了笑没说话 而南宫里 在一边看着秦里和白洛林 深深地震惊和喜悦之下 也藏着一丝羡慕 他羡慕白洛林 找到一个如此优秀的男人 不但弥补了白洛林的缺陷 并且还将其修为提升到先帝境界 那可是先帝啊 在此之前 整个人族也就只有十个 哪怕是整个九天十地 地境强者也不多 也就二三十来个的样子 一旦踏入先帝 真正地成为这方天帝的主宰 会不羡慕呢 不过 这时候 白华先帝却疑惑到 成就地位 理应普天同庆 天降霞云 整个九天十地都能看到 为何 五百年来从未见过此等异象 白华先帝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你们二人 既然都已经成就地位 那为什么没有异象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白洛林却说道 父亲可知我们的道场在什么地方 白华先帝摇摇头 他也很想知道 秦里的道场在什么地方 毕竟这里 可是连天犬妖族都找不到的地方 现在可以说 整个九天十地 都在寻找秦里的道场 妖族的四大妖主 想要找到秦里报仇血恨 而人族的先帝 想要找到秦里 将其保护起来 三百万剑仙 同样想要找到秦里 瞻仰秦里 这位剑祖 尤其是太白先王 更加想要前来参拜他 这位从未见过的师尊之面 甚至于天际老人 也想要找到秦里的道场 窥探一下秦里道场 到底有何奇妙之处 可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人找到秦里的道场 故而 就连白华先帝和七杀摩帝等人 都非常想要知道 秦里的道场 到底在什么地方 白洛林淡然一笑 如同雏菊一般淡雅 天海归须 天海归须 白华先帝面露惊讶之色 有些难以置信 这里竟然是天海归须 这怎么可能 以前我也进入过天海归须 天海归须 怎么会有如此险境 天海归须 乃是九天十第五大兄弟之一 灵宝榜上的灵宝 有大半出自于天海归须 论危险程度 与混沌神殿相仿 不过 这天海归须在万妖海 每次开启 都由妖族分配名额 以前白华先帝也进入过 他的汉天藩 就是得自天海归须 可天海归须危机重重 存在大量的上古禁制和阵法 白华先帝从未听说过 天海归须内 竟然有这等先进 白洛林说道 父亲可记得神陨之地 神陨之地 天海归须内最核心之地 传闻就是 太古神王爷的陨落于此的地方 白华先帝经道 莫非此地就是神陨之地 白洛林点头 不错 就是神陨之地 白华先帝倒吸一口凉气 南宫里也是邓大美目 难以置信 唯有七杀摩地 哈哈一笑 秦老弟 你厉害啊 三万年前就掌握了混沌神殿不说 现在还将妖族境内的天海归须 荡成道场 天狗和臭乌鸦 恐怕到死也想不到 我们就在他们老巢内 哈哈 秦李笑了笑 也不想再关注妖族的动向 更加不想让别人来打扰到自己的生活 否则多年前 也不至于隐居于此 秦李将熟睡的童童 交给白华先帝 岳帐大人 麻烦您照顾好童童 我需要回屋为蓝里姐姐修复缺陷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好 白华先帝点点头 略微欢喜地接过小童童 白华先帝虽然与童童才见面数日 却已经对小家伙极为喜爱 巴不得天天和童童待在一起 天天斗童童玩 秦李又叮嘱道 万万不可让童童修炼 尤其是不要让七杀靠近 好 白华先帝自然应允 喂喂喂 秦小子 你什么意思 老子堂堂七杀摩帝 天底下想要拜老子为师的人多了去了 你想让小丫头拜老子为师 老子还不乐意呢 七杀摩帝非常不爽地说道 感觉有被侮辱 秦李笑着点头 你不乐意最好 说着 秦李带着白华琳和南宫里 回到了宫殿内 这里有一个秦李建造出来的宫殿 颇为豪华 居住起来也挺舒适 华琳 你应该明白 想要修补洛神族的修炼缺陷 需要有一些亲密接触 而且时间不会短 大致要持续半个月左右 秦李看着白华琳说道 白华琳甜甜一笑 我知道的相公 我相信你 秦李点点头 看着白华琳纯真的面孔 他内心竟然生起一丝罪恶感 唉 没办法 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秦李说道 这期间 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让七双去解决就行了 若实在无法解决 我的蛮神分身会去解决的 半个月而已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好 你去吧 白华琳推着秦李进了宫殿 然后朝南宫里眨了眨眼 兰里姐姐你放心 不会有事的 相公很厉害的 好 南宫里轻咬下唇 跟着秦李进了宫殿 密室内 秦李有些尴尬地看着南宫里 南宫里如含苞待放的花蕾 他略带羞涩地看了秦李一眼 然后脱掉了鞋袜 露出那双足以令天下修饰 都为之疯狂的狱卒 南宫里除了相貌出众 倾城角色之外 还有便是 他那令所有难修 都为之疯狂的狱卒 秦李自诩定力不俗 可看到南宫里的狱卒瞬间 也是愣了片刻 生出一种握在手中 狠狠把玩的冲动 怎 怎么了 很不雅吗 南宫里有些难为情地说道 秦李深吸一口气 摇头道 没有的事 蓝莉姐姐得罪了 说完 秦李让南宫里握在床上 抬手一探 一手捏住南宫里的足踝 另外一只手成剑指 运起本源之力 轻轻按在了仆身穴上 好家伙 这就是天下第一狱卒吗 这感觉 秦李万古不化的心境 竟然也出现了片刻的动荡 秦李 南宫里感到一股暖流 从足底涌上 全身说不出来的温暖 娇躯一颤 下意识地喊了一声 秦李被他弄得心有些麻 赶紧说道 蓝莉姐姐请运转落神族功法 此治疗过程颇久 希望蓝莉姐姐能坚持 好 南宫里深吸一口气 谨守心神 运行功法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底有些乱 与此同时 大荒之上 一片苍凉 混沌神殿隐匿 修饰大多数已经退去 只剩下一众妖族 还不愿就此离开 天犬妖族 盯着上方的天道之眼 兽缘缘缘不断地涌进天道之眼 天道之眼逐渐发生变化 不过就在这时候 天道之眼忽然一阵 似乎受到了什么巨大的冲击 接着 天道之眼在众目睽睽之下 竟然溃散了 天犬妖族瞪大了眼睛 惊道 这 这怎么可能 其他妖族也是瞬间大惊 不知道什么情况 唯有羽公龙族翘脸微变 头上的两只小巧龙角 闪烁出一道亮光 随后他惊道 有人突破先王 正在成就地位 谁 彭祖赶紧问道 羽公龙族稍稍一感应 便说道 不清楚 很强烈的魔气 方向来自于东极魔窟 东极魔窟 难道是七杀魔帝坐下某位弟子 要成就地位了 彭祖惊道 与此同时 东极魔窟和中天玉连接的那片山脉中心处 柳红尼盘西坐在白骨庙宇内 血红色的魔气冲天起 强烈的气息在此刻疯狂暴涨 而在白骨庙宇上方 也有祥云凝聚而出 地境一向 降临 成就地位 普天同庆 天降霞云 天道共鸣 此刻的柳红尼 虽然浑身都是血红色的魔气 但全身散发着淡红色的光泽 无比捷径 明明是红色的魔气 却仿佛是圣光一般 白骨庙宇中的那些冤魂 纷纷发出凄厉的嘶吼声 想要冲过来撕咬柳红尼 结果还没靠近柳红尼 就被那些魔气撕碎 随着柳红尼的修为气息 彻底达到地境之后 那些冤魂似乎真的怕了 瑟瑟发抖地躲在庙宇角落里 不敢再靠近柳红尼 柳红尼白镜的脸上 平静无比 全力运转功法 魔气更加汹涌 一道道祥云 凝聚在整个山脉上方 九天十地在此刻开始震动 繁琐的大道之音 在天地间响起 每个修士都听到了这大道之音 有些经验丰富的修士 毫不犹豫原地盘腿坐下 运转功法 感悟那大道之音 有人成就地位了 竟然有人成就地位 到底是谁 九天十地 已经很久无人成就地位了 是东极魔窟那个方向 赶紧去看看 东极魔窟和中天狱中间的 魔谷山脉 是谁在里面成地 无数修士都被震惊了 心神激荡 纷纷起身化作长虹 朝着魔谷山脉而去 对于这些人族修士来说 若人族能再多出一个先帝 那自然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他们停在魔谷山脉外边 看着那七彩祥云 眼中露出羡慕之色 先帝境界 是无数修士追求的终极目标 他们此刻都在想 不知道自己何时 才能走到这一步 或者说 自己有没有机会走到这一步 天海归虚 神陨之地内 秦里一手握住南宫里 柔弱无骨的前足 另一只手依旧成剑指 本源之气迸发 轻轻抵着脚踝处的金门穴 为其滋养 他能够感受到 南宫里小脚趾微微并拢 身体绷得很紧 兰里姐姐放松些 这才第三个学位 一个周期治疗下来 须得滋养周深 365处大学呢 秦里故作轻松地说道 实际上他内心也骂了 当初为了能多逗逗白洛林 促进一下赶紧 故意滋养了365处周深大学 并且需要9个周期 现在好了 为了不露线 也只能对南宫里也这样了 关键是 他瞧了瞧南宫里 有些地方 他真不知道该不该下手 马德 等此事解决了 一定找洛林 那死丫头 去去心里那股火才行 我 我知道的 眼睛躺在浴床上 一副任君彩鞋的样子 秦里有些尴尬 低头继续 不过就在这时候 他双目一闪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当即传音出去 七双 你师娘破镜在即 我在这关键时刻 无法分身离去 你持会员剑 前去摩谷山脉 护住你师娘 好的师尊 七双立即回应 取剑离去 有一点秦里 没有骗白洛林 那就是 治疗过程不能中断 一旦中断 南宫里 可能有性命之忧 秦里也没想到 柳洪尼会在这时候 破镜成定 好在有七双手持混元剑 加三代蛮神分身掠阵 整个九天十地 也无人能伤到柳洪尼 秦里继续为南宫里治疗 与此同时 十多个地级强者 出现在了白骨庙宇上方 是白骨帝君遗留的道场 谁获得了他的传承 陈若璇惊讶不已地说道 紫威先帝想要用神识 去观察白骨庙宇里面的情况 却发现 庙宇之中 有无尽大道之力凝聚 天道也因此而共鸣 混乱的规则 覆盖在白骨庙宇之外 神识无法探测进去 没有人能发现里面的情况 天犬妖祖和彭祖 他们对视一眼 都感到一丝坠坠不安 正因为此地有人成帝 故而导致天道共鸣 连天道之眼都崩溃了 在此地突破的 大概率应该是人族修饰 若是如此 人族再天一地 他们妖族的压力会更大 二代蛮神 竹九 以及不死族等族的地级强者 都不由对视一眼 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 而就在这时候 白骨庙宇忽然打开 一道妙慢的身影 从那庙宇中走了出来 朝那七彩祥云走去 随着柳红尼现身 七彩祥云降下无尽光辉 落在他身上 滋养着他的身体 飞速提升着他的修为境界 是柳红尼 竟然是他在突破 陈若璇一眼就认出了柳红尼 不由低呼一声 遥光女帝眸中 闪过一抹异色 倾国倾城的脸上 露出一丝异色 柳红尼竟然在此处 并未与秦里那家伙在一起 莫非 所有人的脸色 都不由得微微一变 震惊地看着 那道妙慢身影 难以置信 没想到 成就地位的 竟然是柳红尼 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的大能修士 都看到了柳红尼走出来 纷纷瞪大眼睛 目瞪口呆 竟然是角色榜排名第二的柳红尼 这怎么可能 柳红尼不是跟在秦里身边的吗 好家伙 柳红尼竟然成就地位了 柳红尼不过天交榜排名第十 怎么会这么快 就突破到先帝境界啊 看来 他得到了白骨帝君的传承啊 死 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柳红尼 人族第二位女帝诞生 好家伙 角色榜第一第二 都是女帝了 那些在蘑谷山脉外面的修士 看到这一幕 震惊不已 显然没想到 成就地位之人 竟然是柳红尼 王兄 竟然先我们一步成就地境了 远处赶来的陈凡惊呼一声 难以置信 五百年前 他最后一次现身 好像也只有先王初期吧 这才五百年时间 他的修为 怎么提升如此神速 王静一惊骇地看着远处的柳红尼 眼中闪过一抹惊艳之色 原来这数百年来 他一直在白骨帝君的道宫内闭关修炼吗 此话隐隐透露着一丝轻松 柳红尼是他的意中人 之前一直有猜测 柳红尼可能成为了秦里的枕边人 而现在却发现 柳红尼出现在白骨帝君的道宫内 那么谣言自然也就不攻而破 王静一也因此而松了口气 随即 王静一看着远处的柳红尼 打心里为柳红尼高兴 他也知道 成就地位一直以来都是柳红尼的目标 如今这个目标终于实现了 不过此刻 随着柳红尼在接受天地神灰的洗礼 身体与神魂都在进行着升华时 一道恐怖的锋刃 瞬间出现在了柳红尼身前 柳红尼 既然你夫君缩着不愿意出来 那本队就先拿你开刀 彭祖冷漠的声音骤然响了起来 下一刻 他已经出现在了柳红尼实杖开万 而锋刃已经落在了柳红尼身上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令所有人面色大变 谁也没想到 彭祖竟然会在这时候突然出手 死鸟 你敢 陈若璇怒吼一声 就要动身 然而就在这时候 天上落下了一滴滴速度极快的雨水 那些雨水的速度如同流星一般 瞬间覆盖在所有人族先帝身上 各位 还是先看看热闹吧 羽公龙祖清脆的声音响起来 随着那无数雨水 瞬间凝结成冰 包括紫薇先帝等人在内 全部化作了冰雕 以吴楼梦莺之名 祭献兽术 祭献神血 祭献命运 请妖神助吴 羽公结界 其 羽公龙祖声音中 带着无尽虔诚和凝重 食指不停地舞动 掐着一刀又一刀的硬绝 而他头上的小巧龙角 也在此刻开始发出强烈的光芒 无尽大雨坠落下来 分布在附近 将所有人族先帝 全部笼罩在内 形成了一个并不算大的羽界 羽界没有任何伤害 但是却短暂地 将人族的八位先帝 全部冻结起来 这是没有任何征兆的动手 这是羽公龙祖 寄献了自己的寿命 寄献了自己的神血 也寄献了自己的命运 才换来的恐怖法术 一次性将人族所有先帝 全部冻结 只为了给彭祖 争取那一瞬间的时间 就已经打好了主意 要将柳红尼斩杀的 一来 柳红尼和秦里的关系非常紧密 非常有可能是秦里的枕边人 既然如此 他们妖族自然也是毫不犹豫的 要将柳红尼斩杀的 斩杀柳红尼之后 不但能泄愤 更能报复秦里 最重要的是 能够将柳红尼的神魂抽出来 进行炼魂 得到秦里的下落 二来 则是柳红尼乃是人族的修士 如今即将突破地境 一旦等他接受无尽神灰的洗礼 真的成为了地境强者 那人族可就有十一位地境了 这是妖族不想看到 也难以接受的事情 人族地境强者越多 那他们妖族想要复兴 越发困难 故而柳红尼必须要杀 因此 羽公龙族毫不犹豫地 献祭了自己的寿元 神血以及命运 沟通了妖神 使自己的修为 短暂达到先帝中期 并且在施展恐怖的羽公结界后 能够将人族八大先帝 冻结片刻 羽公龙族本就白金的脸 此刻变得更加虚弱苍白 没有丝毫血色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令所有人脸色大变 魔谷山脉外围的修饰 纷纷瞪大了眼睛 一颗心瞬间揪了起来 事情发生得太快 他们任何人都反应不过来 谁都没想到 三大妖主竟然会在这时候动手 而且还是 毫不犹豫地选择动手 在此之前 是一点征兆都没有 就连二代蛮神那些地境强者 都没能反应过来 他们距离本来也远 此刻也只能瞪大眼睛 看着眼前这一幕发生 碰 锋刃落在了柳红尼身上 甚至彭祖为了保险起见 在靠近柳红尼之后 右手变成锋利无比的利招 朝着柳红尼的头抓去 地境的妖兽 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 都不比先天灵宝差 可以说地境的妖兽 他们的身体 就是最好的法宝 别说是还没有完全 踏入地境的柳红尼了 就是真正的地境强者 也不敢让自己的脑袋 被彭祖的爪子抓住 可柳红尼此刻 似乎并没有反应过来一样 这一切发生的速度 也是极快 寻常地境强者 也不一定能反应过来 更别说是柳红尼了 不过偏偏在这时候 柳红尼身上暗红色的光芒 瞬间席卷出来 就像是一阵狂风 从他身上席卷出来 下一刻 他身上冒出了一层 暗红色的贴身铠甲 包括头部 也被暗红色的盔甲覆盖起来 当的一声 发出恐怖的声音 暗红色的铠甲上 红光大闪 无数符文符现 形成一个很薄的光幕 但偏偏那光幕 却挡住了彭祖的锋刃 和利爪攻击 甚至爆发出恐怖的反振之力 将彭祖震得倒飞出去 胳膊都在发麻 怎么可能 彭祖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 看着柳红尼身上的那套 暗红色甲皱 暗红色甲皱无比贴身 仿佛为柳红尼量身打造的一样 将他的身材衬托得淋漓尽致 丑陋的甲皱颜色 非常没有看起来很土 反而显得柳红尼别有一番韵味 令无数人呼吸 都有些急促起来 但更多的人 目光还是放在柳红尼身上的甲皱 那是 混沌神殿店主的战甲 秦李竟然将他给了柳红尼 看到那战甲 几乎所有人都认出了柳红尼身上的战甲 就是在天道之眼中 看到秦李得到的那套战甲 那套战甲 虽然从形体上 与秦李得到的战甲 有很大的不同 可暗红色的材质 却与混沌神殿一模一样 并且气息也是一样的 就连带给人的压迫感 都一般无二 至于形体上不一样 就完全不用多想了 这种级别的战甲 可以无缝适配任何身材 能够根据身材调节大小 很明显 这就是秦李送给柳红尼的 此刻 几乎证实了柳红尼和秦李的关系 所有人族修饰震惊的同时 也是松了口气 这 与宫龙祖待着片刻 眼里露出一丝不可置信 这战甲也太恐怖了 竟然连先帝的攻击 都能如此轻松地挡下来 而且看起来很明显 是战甲自动护住 这才挡住了彭祖的攻击 那是秦李的混沌神殿战甲 陈凡看到这一幕 惊呼一声 但心里也是松了口气 刚才看到妖族动手的时候 相互之间配合极为默契 与宫龙祖不惜耗费 大量的生命和神血 也要将人族先帝全部控制 只为彭祖创造那一瞬间的时间 很明显 这已经是必杀之局了 甚至陈凡下意识都觉得 柳红尼必死无疑了 可没想到 柳红尼身上 竟然有秦李留下的战甲 在千军一发之际 战甲自动护住 挡住了彭祖的两道攻击 保得柳红尼安然无恙 陈凡震惊的同时 也松了口气 王静一则是张了张嘴 目光有些复杂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一方面 他为柳红尼的脱险而开心 另外一方面 保护柳红尼的 却是秦李的战甲 这么贵重的东西 在柳红尼身上 两人的关系 已经很明朗了 这让爱慕着柳红尼的王静一 内心很不适滋味 彭祖 时间不多了 抓紧电 就在这时候 与公龙祖交贺一声 他头上的光芒越来越盛 但脸上的血色越来越少 就连小小的身躯 也在不停地颤抖着 这看起来 只有十二三岁的身体 不知道承受了多少的压力 与界内的那些冰雕 也在此刻出现了裂缝 能够透过冰雕 看到几位人足先帝愤怒的表情 彭祖回过神来 眼中闪过一抹狠力 正准备动手的时候 一道惊天气息从天而降 瞬间朝着彭祖而来 那气息无比恐怖 速度也是奇快无比 只见一道蓝色光芒闪烁而出 来到彭祖面前 磅礴的剑气 把彭祖笼罩在内 无尽剑光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 连同羽公龙祖和天犬妖祖等人在内 全部覆盖进去 什么人 彭祖面色微变 惊呼一声 赶紧手腕一抖 无尽羽毛飞了起来 将其笼罩在内 扑扑扑 剑光凛冽 每一道都能撕裂虚空 将彭祖的那些羽毛 全部撕碎 羽公龙祖和天犬妖祖 同时脸色一变 赶紧运起大道之力 挡住那些剑光 众人皆惊 看向那从天而降的倩影 只见在无尽剑光之中 一个身穿蓝色道袍 身姿妙慢的绝色少女 缓缓从剑光中一步步走出 立于柳红尼身前 迎迎一拜 弟子夏七双 奉师尊之命前来护驾 他便是秦里的弟子 夏七双 七双 小心这些人 柳红尼依旧盘息 坐在空中并未睁眼 但却有声音传出来 是 师娘 夏七双点点头 转身看向彭祖等人 此刻 所有人都看着这绝色少女 惊艳不已 少女虽年纪不大 看起来只有十四五岁的样子 但已经出现端倪 如含苞待放的牡丹 惊艳而含蓄 单从相貌来看 绝对不比柳红尼差 夏七双 他是何人 柳红尼道理的弟子 难道 是秦里的弟子 好漂亮的人儿 如仙女下凡一般 与柳红尼白洛林相比 也不慌多让 他真的是秦里的徒弟吗 没想到秦里的徒弟 都拥有如此惊艳的角色 你们看到的是他出众的相貌 我反而觉得 他的剑道境界才恐怖 小小年纪施展出来的剑气 竟已经有大道之力 不是吧 难道这夏七双 是一个先帝 看起来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 竟然就是一个先帝了 魔谷山脉外面的修士 看到这一幕 震惊不已 难以置信 夏七双的惊世容颜 让他们难以磨开目光 纷纷猜测 夏七双是不是秦里的弟子 而夏七双的剑道境界 也是不少修士关注的对象 他们没想到 一个看起来只有十四五岁的少女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剑道造诣 你是秦里的弟子 彭祖脸色阴沉地盯着夏七双 冷冷地说道 夏七双淡淡地瞥了彭祖一眼 丝毫没有理会彭祖的意思 这让彭祖嘴角一抽 一股杀机涌现 今日本地就活吞了你们二人 让那秦里小贼看看 我妖族岂是如此轻易被欺辱的 一千妖王的血债 先在你们身上 讨点利息出来 说完彭祖浑身一抖 恐怖的大道之力涌现出来 风之大道之力撕碎苍穹 覆盖夏七双 想要将夏七双撕碎 小心 不少人族修士都下意识地喊了一声 想要提醒夏七双躲避攻击 那毕竟是风之大道之力 远超先王的恐怖能力 然而 夏七双并未担心 洁白的手腕一抖 无穷剑气从他衣袖中狂涌而出 瞬间便将那些大道之力搅得粉碎 接着夏七双生化恐怖剑光 瞬间出现在彭祖面前 彭祖脸色大变 身上的大道之力瞬间席卷全身 再也顾不上影响到九天十地 当即全部释放出来 空间瞬间破碎 魔谷山脉在这一瞬间崩碎了三成 附近的大地出现阵阵军裂 恐怖的岩浆从那些地面裂缝中喷发出来 无数生灵匍匐在地上 恐惧地看着天上的战斗 然而 这一切都无法抵挡下七双的恐怖剑光 扑的一声 彭祖竟然被剑光洞穿 他的大道之力破碎 竟然完全无法抵挡下七双的攻击 啊 彭祖发出一声惊恐的惨叫声 身体一闪 赶紧挪移到了数百丈之外 捂着肚子惊恐地看向下七双 只见彭祖的肚子上 出现一条巨大的窝口 鲜血如同不要钱一样喷洒出来 就算他用手都按不住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会如此凌厉地攻击 彭祖惊恐地看着下七双 浑身颤抖 刚才那一瞬间 他又感受到死亡威胁 若不是先帝的生命力极为顽强 刚才那一剑 足以让他重伤垂死 甚至是陨落 可就算如此 彭祖也是受了不清的伤 而且他还感觉有恐怖的剑之大道 在体内疯狂肆虐 时时刻刻都在摧毁他的生命力 至少可以确定 下七双有先帝的修为 否则的话 不可能施展出剑之大道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看着平静无比的下七双 都惊呆了 下七双 一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小姑娘 竟然一剑重伤了彭祖 但是几乎不会被人杀死的存在 先帝之中或许有实力差距 但想要伤到对方 是很难的事情 七杀魔帝已经够强了 可当初七杀魔帝与彭祖一战 彭祖也只是狼狈逃窜而已 并未受伤 可现在 下七双只是一个照面 便重伤了彭祖 下七双的实力 到底有多恐怖 羽公龙祖和天犬妖族脸色大变 一个瞬移来到彭祖面前 惊骇地看着下七双 人族那些先帝此刻 也终于因为下七双的干扰 从而突破了羽公龙祖的羽界 他们来不及质问彭祖等人 而是难以置信地看着下七双 他是情理的弟子吗 怎么会如此恐怖 陈若璇吃惊地说道 北辰先帝脸色凝重地说道 他的见到境界 远远超过我 北辰先帝的一番话 令所有人再次震惊 北辰先帝已见入道 几乎被称之为见到第一人 没想到下七双一出现 就直接让他甘拜下风 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不如对方 而对方 是情理的弟子 那情理的见到境界的恐怖到什么程度 难道 情理也已经是先帝境界了 甚至有可能是先帝中期 甚至是先帝后期 要知道 先帝境界之后 想要提升一个小境界 极为困难 就算是紫薇先帝和玄规老祖这等 不知道修炼了多长时间的老怪物 也依旧只是先帝初期罢了 羽公龙祖献祭之后 短暂地将修为提升到先帝中期 便能将人族八大先帝短暂地冻结 可见先帝初期和先帝中期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走 羽公龙祖立即判断出他们没有希望了 当即就准备带着彭祖离开 可下七双却冷声开口 无缝师尊之命 前来扫尽妖族 说着 他拿出了遗物 令所有人脸色微微一变 只见那是一把布满了袖记的青铜古剑 古剑上到处都是已经干枯的血迹 其剑柄非常特殊 其上像是有无尽星辰 令人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放在剑柄上 混元剑 竟然是混元剑 他果然是秦里的弟子 领宝榜排名第五的混元剑 秦里竟然将此剑交给了他 看来这下七双在秦里心里的地位也不低啊 第一次见到混元剑的实物 但为什么看起来一点也不厉害啊 完全没有任何出彩之处啊 确实 仅从模样来看的话 这混元剑就像是被人随手丢在垃圾堆里的破烂一样 谁能想到 这东西竟然是传说中的混元剑 好家伙 这可是混元剑啊 传说中的混沌领宝 整个九天十地也只有五剑而已 你们竟然说是破烂 魔谷山脉的修士看到这一幕 纷纷震惊不已 没想到 下七双竟然在此刻拿出了混元剑 而且看起来 完全不像放羽公龙族等人离开的样子 他拿出这把剑 已经证明他就是秦里的弟子 那柳红尼也必定就是秦里的道理 想到这里 不少修士都有些坐不住了 靠 柳红尼真是秦里的道理 这家伙竟然同时拥有了柳红尼和白洛林两大美人 啊 我好酸啊 柳红尼可是我心目中的圣女啊 竟然已经是秦里的道理 都别酸了 人家秦里的弟子都先帝了 你觉得他秀为能差到哪里去 就凭你们还想染指柳红尼 是啊 吴天奇他们想要染指白洛林 都是什么下场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四周议论纷纷 王静一听得浑身颤抖 陈凡看了王静一一眼 不由叹息了一声 虽然早就已经猜到 柳红尼应该是秦里的枕边人 可现在随着下七双拿出那把混元剑 坐视柳红尼就是秦里的道理 王静一明显还是有些接受不了的样子 王兄 几哀啊 陈凡拍了拍王静一的肩膀 天涯何处无芳草 咱们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啊 然而 出乎意料的是 王静一却摇摇头 秦里比我强大了太多太多 柳红尼倾心于她也是正常的事情 更何况 我也配不上柳红尼 唉 陈凡继叹息 此刻 下七双拿出混元剑之后 手腕一抖 混元剑爆发出恐怖的气息 剑身上的青铜绣剂和污浊血迹迅速消融 暗红色的剑体缓缓浮现 这 才是混元剑的本来面目 混 下七双小嘴微张 吐出一个字来 嗡的一声 混元剑发出轻微的剑鸣声 一股无形之力迅速追上羽公龙组三位妖主 这无形之力并未对羽公龙组他们造成伤害 但却令空间无比凝固 在如此凝固的空间下 羽公龙组他们无法撕裂空间 进行挪移 想要逃顿 只能依靠飞行 羽公龙组脸色微微一变 当即卷起彭组 急飞而去 天犬妖祖也不敢去拦下七双 和羽公龙组同时逃顿 他们都知道 虽然自己是递境强者 而且还有三人 可面对下七双未必有胜算 对方不但修为未知 还有混元剑在手 那可是恐怖混沌灵宝 绝对能杀他们 更别说 还有八个人足先帝虎视眈眈 因此 他们毫不犹豫地就逃顿起来 眼眸中闪过一抹杀机 手里的混元剑一丢 混元剑当即消失 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在彭组身后 彭组下的魂飞魄散 哪里敢迟疑 赶紧运起全部的大道之力 形成一道道强大的风墙 天地间的风都在此刻凝固 随后瞬间消失 出现在彭组面前 为彭组阻挡那一把混元剑 高空中无尽狂风肆虐 吹动着混元剑 混元剑微微颤抖 但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 继续展来 一起挡 羽公龙祖眸光一闪 哪怕是身子已经很虚 可依旧提起全身的精力 天地间升腾起滔天巨浪 恐怖的水智大道凝聚在面前 天犬妖族也是满脸凝重之色 全身大道之力涌出来 形成一个无比庞大的恐怖城墙 三大妖主同时使用全力施展 只为了挡住那混元剑 然而 混元剑的恐怖破坏力 瞬间击碎了巨大的城墙 随后那些水智大道 也在混元剑的恐怖的剑气下崩溃 最后就是那些天地间诞生的风 被一寸寸瓦解 三大妖主全力 也无法抵挡混元剑的恐怖破坏力 彭祖瞳孔骤然收缩 心跳猛然加速 怒吼一声 无天鹏即现生命 即现神魂 请妖神相助 彭祖语速极快 双手猛然一抖 他的修为在此刻 骤然间提升到了先帝中期 虽然只是一瞬间 但他的气势也全然不同 接着他的双掌猛然按住 那已经到来的混元剑 一缕看起来微小的风 从他双掌中升起 那风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与之前的那些狂风咒语相比 简直就是微不足道 可在出现之后 那缕微风 竟然短暂地控制住了混元剑 那是天地间第一缕风 紫薇先帝 双目微微一闪 有些惊骇 哈哈 本地道要看看 你一个小娃娃 如何杀我 彭祖全身清金鼓起 在寄陷了自己的生命和神魂后 虽然脸色无比苍白 但总算挡住了混元剑 因此他变得嚣张起来 可下七双平静的小脸上没有任何变化 只见他抬起小手 朝着彭祖轻轻一按 嗡 随着这一按 混元剑雪光大闪 轰的一声 强大的恐怖力量爆发出来 瞬间将那包裹了混元剑的第一缕风震碎 连一点残余都没有留下来 混元剑往前一扑 洞穿彭祖的心脏 无尽混元剑气 在彭祖体内肆虐 将彭祖全身上下的生机 全部绞碎 彭祖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胸口处那巨大的缺口 似乎到死 也不敢相信自己 竟然真的死在了这里 死在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族小姑娘手里 死在了秦里的一个弟子手里 可笑他还想找秦里报仇 结果却连秦里的一个小弟子都能杀他 喷 彭祖的生机断绝 无法再维持自己现有的化形阶段 恢复了本体模样 从高空坠落下来 轰隆隆 无穷大道之力 从彭祖体内释放出来 席卷整颗天地 九天十地在此刻颤抖 发出悲鸣 呜 一道乌叶声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响起来 传遍整个九天十地 响起在每个人的心里 那乌叶声充满了悲哀 充满了凄苦 落在每个人耳中 都让人心里非常不好受 整个人都有些恍惚起来 就像是自己最亲切的人去世了 所有人都心中遗害 赶紧谨守心神 知道那是天道的乌叶声 先帝陨落 天地共鸣 万物悲戚 所有的先帝 就仿佛是天道的孩子一样 晋升先帝的时候 天道会降下祥云 提升先帝的身体强度 与大道之力的亲和力 就像是在庆祝自己的孩子诞生 先帝陨落之时 天道也会发出悲鸣 如同自己的孩子去世 为孩子而哭泣 好恐怖的混元剑 北辰先帝双目一缩 满脸惊骇之色 心里却是略微有些酸 如果当初秦礼不节族先登 取了他的机缘 那么这恐怖的混元剑 应该就是他的法宝了 如此一来 他应该是人族第一先帝 就算是天机老人 也得对他客气一些 可惜没有如果 先帝陨落 天帝同碑 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 一个地境强者被杀了 陈若璇心中震撼 呼吸急促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遥光女帝眸光闪烁 震惊地看着下七双 那家伙的弟子 怎么如此恐怖 他 现在又是什么修为 此刻这些高高在上的先帝 并未因为彭祖的陨落 而开心和兴奋 反而是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他们从高高在上的错觉中 恍然惊醒过来 彭祖的死让他们回想起来 原来先帝也是能被人杀死的 先帝也是会陨落的 二代蛮神和祖乌竹九等他足地境强者 彼此之间对视一眼 都从各自的眼神中 看到了一丝惊骇和忌惮 彭祖的死 让他们内心 升起无限的警觉 地境强者 是能被杀死的 而人族的情理 和他的弟子 都能做到这一点 他们作为外族地境强者 心里自然也是无比谨慎 与他们相比 摩谷山脉外 看着这一切的修饰 却只觉得无比震撼和兴奋 我没看错吧 那么嚣张的彭祖 竟然被下七双杀了 一剑斩杀递进强者 下七双之名 必定响彻整个九天十地啊 我人族再次多一个先帝 不 是两个 下七双都这么厉害了 他的师父秦礼 得强大到什么程度去 我有些期待秦礼出手了 若是秦礼能出手 恐怕会更加恐怖吧 没想到我人族 竟然如此强大了 妖族还敢嚣张吗 那些修士兴奋不已 捏着拳头 摩拳擦掌 彭祖陨落带来的冲击和爽快 让他们欲罢不能 他们看着柳红尼身边 只有十三四岁的少女 每个人眼中都一彩连连 已经将下七双 视为人族的英雄 当然 秦礼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更高 下七双说过 他是奉秦礼之命 请来扫除妖族的 王兄 这秦礼的弟子 都如此恐怕 杀彭祖如同屠狗一样 连妖族三大妖主合力都无法抵挡 到底有多强大 陈凡呼吸急促 满眼震惊 王静一也倒吸一口凉气 惊骇地看着下七双衣跑飘飘 低声说道 我感觉他的修为 比你们家老祖要强上一些 陈凡点头 自信点 把感觉去掉 这小妹妹的修为 至少也是先帝初期巅峰 随时都有可能达到先帝中期的那种 王静一目光闪烁 不知道秦礼的修为 达到了什么程度 此话让陈凡都沉默下来 是啊 连弟子的修为 都有可能是先帝中期 彭兄 天犬妖祖瞪大眼睛 看着彭祖坠落的尸体 浑身颤抖 一种不知道是恐惧 还是愤怒的情绪 从他内心生疼起来 羽公龙祖也是惊骇无比 郊躯俱颈 但他冷静得多 畏惧地看了下七双一眼 抓着天犬妖祖就狂奔去 虽然空间无比稳重 无法施展挪移之术 但他毕竟是递进强者 速度极快无比 转眼间就没了踪影 然而 下七双并未去追 而是持戒而立 站在柳红尼身边 为柳红尼护法 冷眼盯着附近的那些修士 这附近的修士 全是递进强者 鱼龙混杂 下七双不知道 对方到底有什么心思 故而在扫平妖族 和守护柳红尼之间 他选择了守护柳红尼 不过 也并非说 他就放弃了 对妖族修士的追杀 以无知名 在此立誓 人族境内所有妖族 进阶辅诅 下七双抬手 轻轻咬破嫩如白葱的指头 一滴烟红的鲜血 落在那把混元剑上 随后 混元剑发出恐怖的嗡鸣声 一道道血红色的剑气 从混元剑中击射出来 如同四萨去的蜜蜂 剑气密密麻麻 不知道有多少 足足持续了数十息的时间 才终于停歇下来 但那些剑气 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他想做什么 有人惊到 看到那血红剑气 冲着自己来 吓得想要躲避 结果发现 剑气从身边掠过 并未伤害他 而是消失在了天边 他要将整个人族境内的 所有妖族 全部斩进杀绝 北辰先帝一眼就看了出来 眼中充满了震惊 一个小姑娘 竟然有此决心 仅仅是因为他师父的一句话 看得出来 他对自己的师父 已经做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 子卫先帝等人 也都点点头 看着下七双郑重的小脸 都不由地生起一抹敬佩 父亲那些修士听到了此话 都不由震惊无比 下七双竟然要将人族的 所有妖族全部横扫 那些修士心中 生起了对下七双的敬佩之情 一个小姑娘 能做到这一点 确实不容易 与此同时 秦礼的道场中 他双指散发出淡淡的本源之气 抵住南宫里小腿的英灵穴 本源之气 源源不断地涌入其中 谁说南宫里 是天下第一玉族的 这分明也是天下第一玉腿好吗 秦礼暗暗嘀咕一声 他一生不知道 见到过多少美女 连柳红尼和白洛琳这等游物 都成为了他的道理 可他从未见过 像南宫里如此完美的身材比例 南宫里 不愧是洛神族神女 容貌本就已经倾国倾城了 身材也是极品 小腿光滑如丝 没有半分坠肉 秦礼虚的每次 都要集中精力在学道之上 否则的话 很容易分心 嗯 七双做得不错 秦礼虽然在给南宫里治疗 但一直也有关注外边的事情 此刻看到下七双的启动混元剑 绞杀整个人族境内的妖族 也是对他的决定颇为满意 待师娘成帝后 顺道去加固一下镇魔碑的封印 为师最近感觉镇魔碑的封印有些松动 那些域外一魔似是 蠢蠢欲动了 好的师父 下七双很快回了传音 镇魔碑位于东极魔窟 与万腰海接壤之地 在万腰海海底一万里的地方 其内阵法尽至无数 大道之力无穷 寻常先帝也很难靠近 但没有人知道的是 海底有一个遗址 遗址之内有一口井 那口井被太古修士称之为镇魔井 镇魔井内连接着另外一个域外空间 其内拥有无尽域外邪魔 当年秦李不小心闯进那废墟之中 发现了其内的域外邪魔 当时那域外邪魔已经蠢蠢欲动 突破了镇魔井的数层太古修士留下的封印 秦李当时已经有神王修为 在感受到镇魔井内恐怖的气息波动后 知道若是镇魔井被打通 整个九天十地都将被域外邪魔攻占 到时候出现的灾难 就远非五百万年前人族与妖族一战能够相比的 可能 整个九天十地都会被屠戮殆尽 当时秦李布下了镇魔碑 将整个镇魔井镇压 可就算如此依旧有些迟了 镇魔井中有一个域外邪魔飞了出来 秦李从那域外邪魔口中得知 那些域外邪魔乃是由生灵的恶念所凝聚诞生 以吞噬天下生灵为乐 遇上任何生灵都会将不顾一切地将其吞噬 他们在发现九天十地的时候 感受到九天十地的生命气息 也是无比兴奋 而他们冲进九天十地的目的 就是将九天十地的全部生灵都吞噬殆尽 可见 若是让域外邪魔打通了镇魔井 进入到九天十地中 那对于整个九天十地来说 都是毁灭性的灾难 好在秦李的修为已达神王 埋下镇魔碑后 再次将镇魔井封印 那些邪魔也难以出现 如今万年时间过去 秦李感应到镇魔碑已经有了松动 于是就准备让下七双去瞧瞧 加固一下封印 秦李 怎么了 这时候 南宫里的声音响了起来 他睁开眼睛 有些羞涩地看着秦李 刚才他感觉到很舒服 可不知道为什么 秦李忽然停下来了 秦李倾咳一声 收回心思 凝聚本源之气 手指微微上挪 找到下一个学位 没事 我们继续 你闭目休息即可 好 南宫里也是有些尴尬的 只有闭上眼睛 才能缓解尴尬 不过南宫里此刻 也算是领悟到了秦李的魅力 难怪洛林妹妹和柳红尼 都为其而倾倒 秦李确实非常温柔 不但实力强大 还为人正气 此等男人世间很少 南宫里暗暗想到 与此同时 九天之上的虚空 天机老人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眼神中露出一丝复杂情绪 混沌灵宝混元剑 一剑斩杀彭祖 修炼时间不过数千年 竟然已经达到了先帝后期 此等人物仅仅只是他的弟子 秦李的修为到底有多可怕 天机老人震惊地说道 天机老人的修为 达到了恐怖的先帝巅峰 是九天十地公认修为最强之人 别人看不出 下七双的修为境界是什么 可天机老人在下七双动手的时候 已经看了出来 下七双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先帝后期 比人族的十位先帝 都要强大得多 除了天机老人外 九天十地最强的先帝 也只是一代蛮神的先帝中期 以及不死族那唯一一个地境强者 也同样是先帝中期 其他地境强者 全部都是先帝初期 可下七双却是先帝后期 估计也是整个九天十地 唯一一个先帝后期 而作为下七双师父的秦李 天机老人看不透秦李的修为 之前秦李在天帝境狱 与白华先帝一战 天机老人再怎么去看 秦李也只有准地修为 这种情况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 秦李真的只有准地修为 第二 秦李的修为在先帝后期 或者先帝巅峰这两个等级 但有着极为强大的秘宝 或者秘法掩盖修为 第三 秦李的修为超过了天机老人 达到一个天机老人 也触摸不到的境界 感悟了所谓的本源之力 在这三个可能性当中 第一是绝对不可能的 弟子的修为都有先帝后期了 师父的修为才准地 这怎么可能 后面两个可能性 天机老人更偏向于第三个可能性 秦李的修为应该已经超过了他 这也就可以说明 为什么天机老人利用定心盘 也无法推演秦李的前程往事了 天机老人看向自己的定心盘 有些犹豫起来 他在想要不要沟通天道 就算是耗费寿元 也想要得到秦李的一些信息 毕竟 他毕生所求的本源之力 可能就在秦李身上 若是能得到一些信息 说不定就能从中领悟 接触到本源之力呢 天机老人抬手 放在了定心盘上 与此同时 天地间发生了恐怖的轰鸣声 一张庞大 诡异的脸出现在九天之上 整个九天实地的修士 都在这一刻看到了那张脸 那是一张由空间扭曲而形成的脸 那张脸没有五官 也没有表情 只有一张脸的轮廓 可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的脸色都不由大变 那是天道 是谁又一次地沟通了天道 陈若旋看到这一幕 惊呼一声 所有人都目光凝重地 盯着那张脸 而在这时候 脸上浮现了一个星盘 那星盘一出现 就开始转动起来 定心盘 天眼朔 那是天机老人在沟通天道 推演某个人 紫薇先帝目光一变 低声说道 他在推演谁 竟然不惜消耗寿源 沟通天道 难道是 秦礼 天机老人竟然沟通了天道 我记得 他上一次沟通天道 应该还是在三万年前 帮北辰推算成帝机缘吧 一向不怎么说话的开明先帝满脸疑惑地说道 开明先帝 是个看起来很闷的中年人 相貌颇为普通 是那种站在人群里面都没人注意的 只是那双普通的眼睛里面 偶尔闪过一抹忧郁 北辰先帝听到开明先帝的话 眼角一抽 非常无语 心想你说就说 非得扯上 我做什么 鞭尸是吧 不过 说归说 北辰先帝也非常疑惑 为何天机老人会在这时候沟通天道 哪怕是 消耗大量的寿源 也利用天道之力去推演 要知道 任何先帝都可以沟通天道 利用天道之力 但每个先帝所擅长的能力并不相同 沟通后消耗的寿源也不尽相同 像天犬妖祖沟通天道后 仅仅只是根据气味搜寻某个人 消耗的寿源并不算多 可天机老人这种能力 在所有先帝能力中都属于顶尖的 可以看到过去和未来 这种真正逆天改命的手段 消耗的寿源都是以稀来计算的 一稀的时间 就要耗费上千年的寿源 所以 天机老人几乎不怎么沟通天道 上次若非北辰先帝 拿出了一样 天机老人无法拒绝的一宝 天机老人也绝不会为北辰去推演 而这一次 天机老人再一次沟通天道 并且还是在下七双逼走妖族之后才开始的 莫非 真是为了推演情理 陈若玄说道 如果天机老人沟通天道 是为了推演情理的话 那也就是说 以天机老人之前的能力 无法推演出情理的任何信息 故而才开始沟通天道的吧 众先帝文言面面相去 越发觉得情理神秘起来 这个情理的实力 或许 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加恐怖 紫薇先帝语气凝重 看向依旧站在柳红尼身边的下七双 下七双的实力 已经让他们感到巨大的压迫感 更别说站在下七双身后的情理了 情理的存在 很有可能是他们必须要仰望的 与此同时 所有修士都已经看到了 天上的那张脸 下七双只是抬头淡淡地瞥了一眼 随后便收回了目光 小脸上几乎没有变化 依旧守护着柳红尼 而附近的修士 看到天道现身 纷纷露出震惊的表情 天道 竟然是天道现身了 天道脸上的星盘 应该就是天机老人的定星盘吧 看来是天机老人沟通了天道啊 不是吧 天机老人竟然不惜耗费寿元 也要沟通天道 到底在推演什么 莫非是在推演情理 有可能 也只有情理 能让天机老人 不惜消耗大量寿元来推演吧 也不知道情理到底什么来头 天机老人能推演出他的什么信息来 九天十地的修士一轮纷纷 眼神中带着一丝期待 如今情理可以说是九天十地最神秘的存在 不仅仅是人族的修士 就连蛮族 巫族等修士都非常好奇 情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见见情理的真面目 如果说 以前他们还觉得 情理可能是因为畏惧妖族的报复 才会藏起来的 那么现在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去想 情理仅仅是一个弟子 就能匹敌三大妖主 甚至还斩杀了彭祖 更别说情理自己了 很明显 情理只是不想理会妖族而已 不想参与九天十地的纷争 妥妥的一个世外高人 王兄 你说情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陈凡忽然问道 王静一沉默片刻 看向柳红尼 愣愣地说道 一个能吸引柳红尼的男人 陈凡叹了口气 摇摇头 他看着天上的那张巨脸 眼里露出一丝敬仰 如果说最开始的时候 情理表现出来的修为 只有准地境界 陈凡还会将情理 当成自己的同辈中人 看情理的目光 是以一种欣赏的态度 觉得自己将来必定能追上情理 可现在 他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位九天十地人族第一天骄 已经彻底被情理折服 对情理只有敬仰 与此同时 羽公龙祖和天犬妖祖 两人重伤 逃回万妖海地祖宫 他们俩虽然逃了出来 下七双也没有追杀他们 可最后他们 还是被两道混元剑气追上 最终竭尽全力之下 才挡住那两道混元剑气 好恐怖的剑气 羽公龙祖劫后余生 眼中满是后怕之色 天犬妖祖的脸色极为难看 但没有说什么 他们俩抬头看着天上的巨脸 对视一眼后 却找到了化作一只 参天巨龟的玄规老祖 玄规老祖身上 布满了复杂的黑色符文 符文上冒出阵阵黑色的气息 看起来极为诡异 彭祖陨落了 玄规老祖的声音响起来 秦里来了一个弟子 他弟子的实力很强 而且手握混元剑 我们二人也是竭尽全力才逃出来 但留在人族禁闭的同道 全部被杀 一个都没逃出来 天犬妖祖 脸色阴沉地说道 玄规老祖沉默许久 才终于说道 是我们小看了秦里 本想以他为切入点 将战火提前点燃起来 既然如此 那我们只能走最后一步了 待我凡祖之后 我们即可前往镇魔井 羽工龙祖小脸一遍 大哥 我们真的要 一旦将那些邪魔放出来 可就回不去了 我们没有选择了 玄规老祖语气吼腔 近乎低吼着说道 羽工龙祖沉默下来 而天犬妖祖 站在一边没有说话 此刻在虚空之中 天际老人闭着眼睛 沟通天道 集中全部精力 寿元正在以一种 集中看到了一个画面 那是一个幽暗潮湿的环境 一个气度不凡 俊朗无比的青年 手持混元剑 脚下骸骨累累 手中混元剑 滴着乌黑的鲜血 天际老人 看到青年脚下的 那些尸体骸骨之后 脸色猛然一变 这是邪魔 天际老人浑身颤抖 迅速打量着四周的情况 想要看清楚整个画面 想要看清楚那青年的脸 除了不死足的族人之外 天际老人 应该是整个九天十地中 活得最久的人了 他的阅历非同寻常 整个九天十地的先帝 没有人知道 所谓的本源之力 只有天际老人知道 而同样的 许多埋葬在太古时代的秘密 大多数也只有他清楚 比如说 在遥远的太古时代 具体时间到底有多长 天际老人记不清 但可以知道 在当时发生过一次 比妖族入侵人族 还要更加恐怖的灾难 那次的灾难 席卷了整个九天十地 不知道死了多少生灵 不仅仅是人族 妖族 蛮族等等种族受到侵害 就连一些寻常生灵都受到了迫害 哪怕是一些人畜无害的家禽家畜 都无法倖免 当时的九天十地 可以说是水深火热 生灵几乎灭绝 而造成这一切的 就是域外邪魔 太古修士空前团结 最终耗费了极大的代价 才将域外邪魔赶出九天十地 将通往域外魔界的通道封印 换来现在的和平 现在他看到的一幕 看到青年脚下那些凌乱尸体 就是传说中的域外邪魔 天际老人看向那青年 看清楚了青年的面貌 正是秦李无疑 他竟然斩杀了如此多的域外邪魔 天际老人有些惊骇 瞳孔微微收缩 死死地盯着画面 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域外邪魔 难道在很久之前 九天十地的某处 又有邪魔入侵 但被他尽数斩杀了 天际老人暗暗想到 仔细推敲 最终发现 这幅画面 秦李从前所经历的某个事情 并非秦李的未来 也就是说 秦李在以往某个时间点 确实斩杀了数十只邪魔 将其镇压 天际老人继续观察画面 最终看到了那口 布满了黑色诡异浮温的深景 那是什么 天际老人目光凝重 看到那口井内 有恐怖的邪魔爬出来 那邪魔全身漆黑 手指漆长 脑袋看起来像人兽结合的脑袋 但被削掉了一半 邪魔的眼睛发着红光 满是诡异之色 那邪魔 至少也拥有先帝后期的实力 而秦李一步步走向邪魔 手里的混元剑 散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一剑斩杀了那先帝后期的邪魔 难道 此井就是通往域外魔界的通道? 天际老人迅速推演起正魔井来 很快得到了正魔井的信息 很快明白过来 这口井都是通往域外魔界的通道 名为正魔井 只不过在以前的某个时间节点 正魔井的封印松动 里面的域外邪魔爬出洞口 但被秦李发现 因此才出现了这一幕 此刻 天际老人明白 应该是秦李阻挡了邪魔入侵 让九天十地 避免了再一次受到域外邪魔侵害 天际老人呼吸急促 继续往下看 与此同时 天海归须神陨之地 现在我滋润的是足少养胆精 身体会有一丝轻痒 忍一忍就会过去 秦李轻声开口 手指上移 本源之气迸发 滋润环跳穴 南宫里闭着双眸 长长的睫毛轻轻一颤 心里像是有一万只蚂蚁在爬 但并不难受 反而让他有一种雀跃之感 竟然不希望秦李停下来 而秦李在此刻 眉头微微一挑 竟然推演到我身上来了 倒也胆子够大 还是适可而止为好 秦李眼神倒也平静 微微摇头 心念一动 也不见其做了什么 随后便放下心来 继续为南宫里滋润穴位 足足一刻钟过去 从环跳学风式学 到阳交学外求学 秦李都颇为仔细 足少养胆精 这才算完 接下来是足太阴提睛 会有一缕微麻和微痛 有任何不是及时告诉我 我会调整力道的 秦李轻声开口 男宫里内心闪过一抹失落 竟然对刚才那种感觉 有些不舍 不过很快 他胶躯一麻 那种酥麻和微痛的感觉 令他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 怎么了 很痛吗 秦李停了下来 男宫里此刻不仅仅是身体麻 就连心里都有些麻 足太阴脾筋的位置 本就有些特殊 没 没有 请你继续 男宫里睫毛轻颤 柔声说道 好 秦李深吸一口气 原本想平静一下心绪 结果却灌了一口香气 好在他心境非凡 沉淀了片刻后 总算冷静下来 继续滋养穴道 此刻 屋子外面 白洛林点着脚尖 往里面瞧了瞧 有些期待 也不知道相公他们进行到哪一步了 不能现场观摩 真是有些可惜 白洛林嘀咕一声 在屋外来回踱步 虚空中 正在继续观看着画面的天机老人 忽然身体颤抖 猛然从天道中惊醒过来 接着脸色一阵青红交接 当即吐出一口鲜血来 刹那间 他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萎靡起来 浑身都散发着一股默气 他面前的定心盘 咔咔几声后 竟然出现了一缕裂纹 被他发现了 天机老人满脸惊骇 有些难以置信 我仅仅只是推演他的过去 竟然都能被他发现 他修为到底有多高深 莫非真的已经领悟了本源之力 他眼神中充满了忌惮和畏惧 但片刻后 那缕忌惮和畏惧就变成了坚定 他毫不犹豫地再次沟通天道 是推演镇魔碑 他不敢再去推演秦里了 刚才秦里并未怎么样他 只是给他一个小小的警告而已 但他知道 如果再去推演秦里 那么下一次秦里 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 故而 天机老人选择推演镇魔碑 而在九天十地 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怪事 天上的巨脸忽然间崩溃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让所有观察此事的修饰 都有些诧异 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天道竟然突然间就消散了 然而不等他们推测分析 空间再次扭曲 巨脸又一次地出现 这更加让人面面相去了 怎么回事 为何天道忽然消失 又突然出现 陈若璇眉头一皱 满脸不解 莫非天机老人 遇上了什么难事 天道的变故 令所有人都有些疑惑 有些想不明白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紫薇先帝眉头微皱 想了想之后说道 从刚才的情况来看 巨脸确实是崩溃了 应该是天道推演的时候 受到了什么干扰 从而导致推演失败 而之后出现的巨脸 应该是天机老人 第二次推演 听了紫薇先帝的分析 陈若璇等人都点点头 此事确实有可能 甚至可以说 大概率就是如此 陈若璇疑惑到 可到底是什么力量 干扰了天道 难道是秦礼 或者说 哪怕天机老人 沟通了天道 消耗了数不清的寿数 也无法看到 秦礼的前程和未来 紫薇先帝摇头 不清楚 理论上来说不太可能 毕竟 想要抵御天道的推算 也就是其本身 等同于天道才行 难道秦礼 已经与天道比肩 此话令辰若璇等人 都是浑身一颤 然后全部摇头 表示绝对不可能 出现这种情况 那可是天道啊 整个九天十地 最强意志 最强力量 谁也不可能抗衡天道啊 秦礼就算再怎么逆天 也不可能抗衡天道的 应该是有其他什么原因 北辰先帝说道 不如我们去看看天机老人 众先帝文言 都有些越越欲试 他们也想知道 天机老人 到底在沟通天道的时候 看到了什么 秦礼的前程和未来 又是什么情况 不过紫薇先帝却道 现在天机老人还在推算 我们现在过去 可能会打扰到他 若是因此而令他分心 恐怕得不偿失 还是等推演结束再去吧 紫薇先帝的这番话 倒也正经 于是都点点头 紫薇先帝 看向依旧站在柳红尼身边的下七双 此刻天上红侠已经溃散 无尽神灰也已经不见 柳红尼的气息趋于稳定 正盘息坐在空中 稳固着境界 紫薇先帝微微拱手 这位道友 在下紫薇久仰尊师大名 不知可否有机会见一见尊师 下七双看了紫薇先帝一眼 然后微微摇头 回绝了紫薇先帝 这让那些先帝微微皱眉 有些无奈 而这一幕让其他修士看到 却是嘀咕不已 紫薇先帝的大名 他们当然都知道 那可是人族第一先帝 修为已达先帝初期巅峰 只差一步就能踏入先帝中期 据说能够沟通天上星宿 借助星宿之力 能与一代蛮神一战 要知道 一代蛮神已经是先帝中期的存在 然而 紫薇先帝亲自出面 想要见秦李一面 下七双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绝了 这让众修士都无比诧异 不过他们转念一想 秦李神秘强大 明显属于影视一流 不想见其他人也正常 紫薇先帝倒是不尴尬 反而略带歉意地说道 倒是在下贪堂秃了 抱歉 下七双微微汗手 然后也很有礼貌地抱了个拳 算是回应紫薇先帝 虚空中 天机老人的脸色再次一变 猛然睁开双目 低头看着手里的定心盘 已经碎成了五块 定心盘碎脸 这怎么可能啊 天机老人呼吸有些急促 满脸震惊 刚才他并未在推演秦李 而是推演那域外邪魔的事情 却发现域外邪魔将在不久后入侵 到时候 九天十地将会陷入巨大的灾难当中 而想要阻止这场灾难 只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秦李 第二个方向则是各族的圣地 比如人族的盗祖庙 蛮族的蛮神殿天机所示 各族的圣地是九天十地的一线生机 天机老人不敢再去推算秦李 而是将精力放在各族圣地上 开始推演那一线生机 结果越往后推演越心惊 因为他发现 这些圣地竟然与秦李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终指向的方向 还是清理 他犹豫着想要继续推演 最终什么都没有看到 就连定心盘都碎裂 很明显 接下来的天机太过于重要 以天机老人的实力无法去推演 否则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无极之渊 天机老人呢喃一声 脑海浮现那满是海骨和邪魔的地方 那里叫做无极之渊 与此同时 天上的巨脸再次崩溃 天道发出一声清明 九天十地的天空恢复了平静 所有人都知道 天机老人的推演结束了 但这一次依旧不太顺利的样子 天机老人到底在推演什么 天道又溃散了 他到底在推演什么 陈若璇吃惊道 所有先帝的脸色都有些凝重 但没人说话 等了话后 天上的巨脸没有再出现 他们才明白 天机老人不会再继续推演了 紫薇先帝等人也没有再犹豫 冲天起 来到九天之上 找到了天机老人所在之地 然而 他们并未找到天机老人 天机老人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在原本他盘膝而坐的地方 虚空没有人影 只留下一口鲜血 和一个碎裂的定心盘 定心盘碎了 众先帝顺移到附近 惊恶地发现 灵宝榜排名第八的定心盘 竟然碎成了五块 上面充斥着混乱的气息 有天机老人的气息 也有其他未知气息 陈若旋想要捡起那些碎片查看 却被紫薇先帝拦住了 里面有一股很恐怖的力量 那股力量的强度 超过了大道之力 不要轻举妄动 紫薇先帝脸色有些凝重 众先帝心中一惊 不敢接近碎裂的定心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天机老人看到了什么 那口血 应该也是他的吧 陈若旋惊怡不定地说道 其他人也都是惊疑不定 唯有一直不怎么说话的遥光女帝 某种闪过一抹震惊 她在碎裂的定心盘上 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那股气息 是曾经情理帮她 刺激学到疗伤时使用过的 很明显 定心盘有可能是情理毁掉的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遥光女帝惊骇不已 暗暗吃惊 不过她并未将自己的发现说出来 而其他先帝 则开始讨论起来 很明显 天机老人在推演时 遇上了巨大的阻力 生死难测 她到底在推演什么 看到了什么 竟然会发生这等事 他们无从知晓 但开明先帝 却发现碎裂的定心盘上 有天机老人的流影 开明先帝打出一道灵光 天机老人的身影浮现 老夫若三年内未回来 发现此流影之人 务必竭尽全力找到情理 切记 九天十地有难 老夫正寻求解决之法 已前往无极之渊 若三年内能归来 一切相安无事 若三年内未归 请务必找到情理 天机老人的流影 很快便消失 只留下紫薇先帝等人 面面相去 这句话 什么意思 陈若玄下意识地问道 紫薇先帝脸色凝重 低声道 看来 天机老人必定看到了 什么极为恐怖的事情 此事威胁会威胁九天十地 故而 他才前往什么无极之渊 寻找解决之法 陈若玄疑惑道 那为何要我们务必要找到情理 紫薇先帝道 很明显的 天机老人沟通天道后 就是为了推演情理的信息 但看到的东西极为了不得 就算是 他也承受不了 他才去找解决之法 但他可能 对自己没有信心 而他推演到的信息 只有秦璃才能解决这次的危机 听了紫薇先帝的推测 众多先帝对视眼 他们看着虚空中那一口鲜血 心中变得沉重 那明显是天机老人吐出来的血 他为了能够看到某些事情 不惜受到反噬 甚至连定心盘都崩碎 可见此非同小可 天机老人说的九天十地 有难也绝非为言耸听 天机老人最在乎的东西 就是九天十地 有什么联系 陈若璇嘀咕道 却又毫无思绪 紫薇先帝看着那碎裂的定心盘 心中涌现出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他抬手一甩 将定心盘收起 然后消失在原地 前往混沌天宫 召集九天十地所有地境同道 一起商议此事 紫薇先帝的声音响起来 其他先帝没有任何犹豫 纷纷跟上紫薇先帝 仅仅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除了妖族的三大妖主之外 剩下的各大种族的地境强者 皆有代表 汇聚于混沌天宪的宫殿内 二十多个地境高手 整个九天十地的大半地境强者 全部汇聚在此地 紫薇道兄 这么着急地叫我们过来 可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二代蛮神看着紫薇先帝 略带警惕地说道 巫族 不死族等他足地境强者 也是颇为警惕地 看着紫薇先帝等人 毕竟不久前 彭祖他们想要杀柳红迷 他们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助 谁知道紫薇先帝他们 是不是要因此而报复 紫薇先帝语气凝重地说道 事关九天十地的存亡 故请诸位道友前来商讨解决方案 此话令二代蛮神 祖屋祖九等人都面面相去 瘦小的祖九摸着下巴道 紫薇道友 你这话 可有根据 紫薇先帝没废话 直接拿出了定心盘 诸位可还记得 不久前天机老人沟通天道 推演某事 祖九低声道 这是天机老人的定心盘 怎会碎裂 二代蛮神则震惊道 定心盘既然碎裂了 定是天机老人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是 紫薇先帝点点头 按照天机老人留下的信息来看 他看到了九天十地 即将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险当中 他如今前去寻找解决之法 若三年之内未回来 让我们竭尽全力找到情理 找到情理 逐九眉头一皱 满脸不解 为何要找到情理 紫薇先帝道 我们推测 应该是天机老人 想要推演情理的前程和未来 但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这个秘密 是关九天十地的存亡 而情理有可能化解危机 也有可能与此次危机有关 二代蛮神还是不减 那为什么天机老人 不直接推演出情理的位置 你以为情理的位置 有那么好找 你不会真还觉得 情理只是一个普通的准地吧 陈若璇略带嘲讽地说道 在我看来 情理的实力 恐怕不比天机老人弱 此话一出 所有地境强者 都沉默下来 虽然情理并未展现过真正的实力 可他调教出来的弟子 都如此恐怖 他的实力 至少也在先帝巅峰了 陈若璇的话 道也不假 紫薇先帝说道 另外 我们找到天机老人的位置时 除了这碎裂的定心盘之外 还有天机老人的一口精血 应该是受到天道反噬 导致心神受损 四 众帝竟强者 道吸一口凉气 这情理竟然如此恐怖 天机老人仅仅是沟通天道 推演情理而已 竟然就受到反噬 情理到底有多恐怖 接着 紫薇先帝将天机老人的流影 拿了出来 众人看到流影之后 纷纷沉默下来 无疾之冤 老夫好像听说过 就在这时候 全身漆黑 骨瘦如柴 满是皱纹的不死族地境强者 忽然说道 所有人全部看向 不死族地境强者 不死族 只有一个地境强者 名为桑芙 是整个九天十地 为数不多的先帝中期强者 已经不知道活了多少年 据说比天机老人还活得久 曾经见证过 五百万年前人族 和妖族的旷世大战 桑芙前辈 这无疾之冤 到底是什么地方 紫薇先帝非常客气地问道 所有地境强者 都看着桑芙 毕竟天机老人说过 他前往无疾之冤 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 若是他们能得到 无疾之冤的消息 说不定就能知道 天机老人说的危机 到底是什么 桑芙沉思了片刻 笛声说道 好像与太古邪魔有关 太古邪魔 众先帝面面相去 这什么太古邪魔 他们从未听说过 唯有二代蛮神 和紫薇先帝听了之后 脸色微微一变 桑芙前辈 你说的可是 玉外邪魔 紫薇先帝 语气凝重地说道 二代蛮神脸上 露出一丝畏惧之色 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 他本来就体格健硕 呼吸声音本来就大 这加重的情况下 更是如牛喘气 引得所有人都不由看了一眼 大家也看得出来 二代蛮神显然也知道 那所谓的玉外邪魔 对 就是玉外邪魔 桑芙点点头 语气凝重地说道 老夫也是在族内 古籍上见到过 传闻这玉外邪魔恐怖无比 而太古修士镇压邪魔的地方 就是无疾之冤 客气地说道 其他所有先帝都是目光凝重地看着桑芙 他们都能从桑芙的语气中 听到那玉外邪魔的厉害之处 而无疾之冤 又是镇压玉外邪魔的地方 那么大概率这次的危机 可能就与那什么玉外邪魔有关 桑芙说道 具体的老夫也不太清楚 只知道 这玉外邪魔 是一种非常诡异的生灵 实力强大 天生诡异 以天下所有生灵的血肉为食 只要有血肉的地方 都会被他们屠戮殆尽 无数年前的太古时代 九天十地就曾遭受玉外邪魔的侵害 生灵实不存一 据说这种邪魔出入无形 就算是寻常递进也很难寻到 最主要的是 他们可以无穷无尽地滋生 一旦出现一个 只要有预念的地方 就能一直不停地滋生 如野火一般 听了桑芙的话 所有先帝都倒吸一口凉气 这玉外邪魔听起来 竟然如此恐怖 以血肉为食 曾经九天十地因玉外邪魔入侵 而死伤无数 难怪说比人族和妖族的旷世大战 还要更加凄惨 后来太古修士竭尽全力 将所有玉外邪魔 镇压在无极之渊 传闻由一口镇魔井 将其镇压 永生永世不得现实 桑芙继续道 众人听闻 面面相去 唯有紫薇先帝吐出一口气 笛声说道 原来这玉外邪魔 竟然是真的 众先帝又看向紫薇先帝 陈若玄问道 紫薇道兄 你知道这玉外邪魔 紫薇先帝说道 曾经我在天海归虚的一个遗址内 看到过玉外邪魔的相关信息 这种神灵最大的克星 就是开天图 据说开天图 能将邪魔轻松收紧图内炼化 开天图 陈若玄有些疑惑地问道 嗯 紫薇先帝点点头 我曾秘密寻找过这开天图 根据线索 此物乃是混沌至宝 诞生于太古时代 并未记录在灵宝榜上 我曾经与遥光仙子 前往古仙圣地 我那次的目的 就是寻找开天图 可惜被人截足先登 眼睁睁看着对方 取走开天图 被人夺去 陈若玄愣了一下 无比惊讶地说道 谁能从你手上夺走宝物 其他人也是纷纷一惊 普天之下 比紫薇先帝强的人 也就那么几个 谁能从紫薇先帝手里夺宝 紫薇先帝摇头 我不知道 此人非常神秘 而且实力极强 我感觉他 若是想要杀我 恐怕不难 听了紫薇先帝的话 所有人都不由道西一口凉气 这九天十地 竟然还隐藏着 如此强大的修士 恐不如斯 不过除了秦李这号人物 似乎这九天十地 隐藏着在强大的修士 都是有可能的了 而遥光女帝听了之后 却是眸光一闪 当年她确实和紫薇先帝 去过古仙圣地 没想到紫薇先帝 竟然是去找开天图 她回想起在古仙圣地的事情 当时她就是与秦李 在古仙圣地认识的 回想起秦李 曾经送给她的一幅画 随后她摇摇头 否决了这个大胆的想法 如此看来 天机老人所说的劫难 肯定就是指御外邪魔了 她前往无极之渊 应该是为了寻找 加强镇压御外邪魔的封印吧 陈若玄看向桑福 前辈 你所说的无极之渊 究竟在何处 桑福摇头 老夫也不知 点击上并未记载 众人有些无奈 而紫薇先帝 则是看向二代蛮神 蛮山道友 你似乎对这御外邪魔 也有所了解 陈若玄等人都看向二代蛮神 二代蛮神略微凝重地点点头 你们可知 我族三代蛮神 陈若玄他们都点点头 紫薇先帝汉首道 传闻三代蛮神 是蛮族数百万年以来 最为优秀的修士 仅两千年时间 就踏入蛮王境界 也是唯一一个还未成帝 变过了蛮神考验之人 虽为准地境界 却曾与彭祖交战百回合 未落入下风 不错 二代蛮神点头 说起三代蛮神 他眼神中也是止不住地 露出一丝傲然 整个九天十地中 或许也只有三代蛮神 能做到准地占地境强者 而不落下风了 在两万多年前 三代蛮神绝对算得上 是九天十地第一天才 可惜后面下落未明 不知道去了哪里 紫薇先帝说道 可后来三代蛮神不知所踪 到现在也未出现 唉 二代蛮神叹息一声 实际上 他失踪就是与这域外邪魔有关 此话一出 所有人心神猛然一阵 紫薇先帝赶紧问道 此话怎讲 二代蛮神说道 我与他关系极好 他曾跟我说过 一些关于域外邪魔的事情 失踪前曾说过 他要去寻找封印域外邪魔的方法 那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二代蛮神的这番话 令众先帝面面相去 没想到这三代蛮神 竟然早就已经知道了 域外邪魔 并且早在两万年前 就已经在寻找 镇压域外邪魔的方法了 紫薇先帝问道 那三代蛮神 可有说无疾之冤在何处 二代蛮神摇头 表示没有 这让众先帝有些失落 不过这时候 桑福忽然说道 老夫认为 既然天际老人 要我们务必找到秦李 那防患于未然 也是应该的 他既是你们人族修士 你们寻找他 应该会轻松一些 那柳红尼是秦李的道理 或许你们可以通过他 寻找秦李 听了这话 其他先帝都点点头 在他们看来 秦李再怎么着 也不会看着九天十地 陷入水深火热当中 然而就在这时候 他们猛然间发现 白骨帝君的妙宇上方 柳红尼和下七双 不知在何时消失的 无影无踪 他们想要再找到两女 却已经无能为力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陈若璇瞪大眼睛 有些难以置信 其他人面面相去 满脸震惊 实际上 几位人族先帝 一直有观察着柳红尼和下七双 却并未发现 柳红尼和下七双 什么时候消失的 当发现的时候 已经晚了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下七双已经秉承秦李的命令 来到了万妖海之上 立于无极之渊上空 之前秦李就给过下七双命令 看看检查阵膜碑究竟为何会出现异动 若有必要的话 加固一下阵膜碑的封印 海峰吹动着下七双的裙摆 他低头看着 没有任何异常的海面 秀眉微微皱起 看似平静的海面 下方却是埋葬了无数枯骨的无极之渊 下七双拔出混元件 扑通一声钻进了万妖海之中 二十余位递进强者 最终并未商量出一个好的对策来 他们对于域外邪魔的了解并不多 大部分了解到的信息 也都是从桑福那边得到的 最终决定各自回去 尽全力调查域外邪魔的事情 尽可能搞清楚 域外邪魔的事情再说 其中最关键的 便是桑福和二代蛮神两人 他们对于域外邪魔了解最多 自然他们也肩负起重任 回到族中之后 就开始查找以前的古籍 翻找关于域外邪魔的事情 然而还没有过一日的时间 陈若璇再次召集了另外七位先帝 再次回到混沌天宫之中 陈若璇开门见山 吴家 方家 以及李家 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此话一出 非同小可 所有先帝的脸色都微微一变 北辰先帝皱眉道 消失了 全族的修饰都不见了 陈若璇点点头 不错 根据我陈家的观察 这三个家族的修饰 全部消失不见 不知去往何处 也不知道怎么消失的 很诡异 紫薇先帝眉头深锁 隐约觉得有些不妙 三大家族都是与秦里 七沙摩帝有一定恩怨的 如今忽然消失 自然显得有些诡异 妖族那边可有一场 紫薇先帝问道 陈若璇摇头 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紫薇先帝低声道 在这种结果眼上 九天十地最大的五个家族 消失三个 此事必行有诡异 我们需得万分小心 我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陈若璇他们点点头 别说是紫薇先帝 所有人都有这种感觉 他们再次散开后 回到了各自的道场 北陵仙宫 遥光女帝的寝宫之中 她光着脚丫 走在冰堆玉气的宫殿内 微弱的烛光 拉长了她修长的影子 她只穿着一件轻薄的纱衣 纱一下的风景 秀色可参 遥光女帝 在一幅山水图前停了下来 那幅画看起来很简单 挂在寝宫玉床上方 没有任何灵力波动 看起来就像是一样繁雾 但此画已经被遥光女帝 挂在这里有上万年的时间 这是秦李送给她的一幅画 当年她与秦李 一同困于古仙圣地 因为阴差阳错的一些原因 导致他们之间 有了密切的关系 事后 秦李为了弥补遥光女帝 将这幅图送给了她 并告知她此图 乃是混沌至宝 当时遥光女帝处于羞怒之中 秦李的修为表现出来 也只有仙君 故而 她并未相信秦李的话 甚至觉得 秦李只不过是在她敷衍她罢了 于是 遥光女帝并未将其当回事 甚至这幅图再回来后 被遥光女帝 丢进了仓库里吃灰 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遥光女帝在修炼时 脑海中总是抑制不住地 至今日紫薇先帝说起开天图 遥光女帝又想起了这幅画 虽然觉得 此画不太可能是开天图 但她还是想要看看 遥光女帝将那幅画取下来 仔细观摩一阵 不管怎么检查 此画都没有任何灵力 看不出任何端倪 仅从外表来看的话 此画就像是一位 凡间单亲圣手所作之画 可仔细想来 凡间之画 怎么可能存于上万年 而丝毫不变色 仅仅这一点 就足以见得此画的不凡 遥光女帝回想起 当年情理交给她的口诀 莫非 此画真是开天图 当年情理临走前 曾交给了她一个口诀 说这开天图 需要口诀 才能真正启动 若无口诀 便与凡物一样 想到这里 遥光女帝由于片刻 还是将内心深处的口诀念了出来 随着一段段口诀念出来 她手里的话 果然出现了一道灵光 但灵光并无太强 只是游走在古画表面 可就算如此 也使得这古画 看起来与凡物完全不同 遥光女帝谈口微起 微微有些震惊 没想到此画当真不凡 难道 真是那混沌至宝开天图 混沌至宝啊 比灵宝榜前五的混沌灵宝 还要更加可怕 之前下击双 仅凭灵宝榜排名第五的混元剑 一剑斩杀了彭祖 就连三大妖主同时抵挡 都无法抵御 可见这混沌灵宝有多恐怖 而混沌至宝 比混沌灵宝更加厉害 难怪称之为开天图 遥光女帝吐气如蓝 呼吸微微有些急促 也未免太大太大了 遥光女帝深吸一口气 平静片刻后 进行着最后一步 渡入大道之力 随着一丝冰结大道之力 涌入到那幅画中 那古画猛然一阵 接着一道灵光冲天而起 瞬间击射到天际 轰隆隆 整个九天十地 在此刻疯狂震动起来 天上风卷残云 无尽光芒凝聚 天道在此刻也隐约出现 发出轻微的嗡鸣声 无数修士 被这道惊天混沌灵光惊动 此刻 天道共鸣 万物皆惊 一道独属于混沌至宝的恐怖威压 从北陵仙宫而起 迅速蔓延整个九天十地 那威压古老 沧桑 久远 仿佛来自浩瀚广袤的太古时代 遥光女帝看着手里的古画 眉眸瞪大 翘脸上布满了难以置信 竟真的是混沌至宝开天图 也只有开天图 才能引起如此庞大的动静吧 此刻遥光女帝 有些后悔起来 她怎么也没想到 启动开天图之后 竟然会诞生如此大的动静 惊动了整个九天十地 北陵仙宫内所有仙子 都在此刻纷纷离开各自洞府 看向山顶的仙宫 每个仙子的眼中都露出震惊之色 随后那震惊化为狂热 所有仙子 纷纷朝着遥光女帝的 仙宫跪拜下来 而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的修饰 都看到了这道冲天起的混沌灵光 紫薇仙帝从自己的道场中飞出来 震惊地看着北陵仙宫的方向 那是 混沌灵光 难道有混沌之宝现世 看方向是北陵仙宫的方向 莫非遥光仙子得到了一件混沌之宝 在整个九天十地之中 混沌之宝都属于传说中的存在 所有人都只听过 压根就没见过 然而现在 却有混沌之宝现世 这让紫薇仙帝如何不惊 她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朝着北陵仙宫挪移而去 此刻 九天十地的所有修饰 都感受到了 开天图出世 击射出来的庞大光柱 纷纷从自己的洞府飞出来 看着北陵仙宫的方向 无比震惊 那些修为强大的修饰 直接朝着北陵仙宫摩移而去 各族递境强者走出来之后 脸色都不由一变 这应该是 混沌之宝才会出现的恐怖天象 二代蛮神从洞府中走出 震惊地看着那恐怖的光柱 呼吸微微一致 那是北陵仙宫的方向 莫非 是遥光女帝得到了一件混沌之宝 这 一位先帝若能得到一件混沌之宝 在整个九天十地绝对能横着走 那已经是超越了先帝初期 中期的力量 唯有先帝后期才能抗衡 可他们蛮族可没有先帝后期 就算是数十万年没有出现过的一代蛮神 也只是先帝中期罢了 得去看看 二代蛮神不敢大意 消失在了蛮族境地 往北陵仙宫而去 与此同时 巫族的主角 也是目光有些凝重地走出寨子 抬头看着那道光柱 他身后跟着数十位大巫 这些大巫全部都相当于人族修士的先王 巫族大人 这道光是什么光 难道是混沌灵宝出世 一个背着弓箭的大巫 语气凝重地说道 主角摇摇头 不是 是混沌至宝 什么 混沌至宝 那大巫惊呼一声 难以置信 其他大巫也纷纷脸色大变 脸上的巫纹都在疯狂抖动 难以置信地看着那道冲天光柱 若说混沌灵宝 还能见得到一些影子的话 那么 混沌至宝 绝对只存在于传说中 毕竟灵宝榜前五都是混沌灵宝 既然灵宝榜都收录了混沌灵宝 那就表明 这世上肯定有混沌灵宝的 可灵宝榜并未收录混沌至宝 因此 大多数人都觉得 混沌至宝应该是不存在的 只是有些传说而已 没想到 现在竟然有混沌至宝出世 这对于整个九天十地来说 绝对是天大的事情 咦 将我吩咐的事情传下去 巫族全面备战 全力配合人族 若有异常情况出现 第一时间唤醒另外十一位祖乌 我去北陵仙宫看看 主九吩咐一声 身影消失不见 那位背着弓箭的大巫点点头 心情无比复杂 巫族的情况 与他族不一样 整个巫族有十二位祖乌 每位祖乌都相当于 先帝级别的存在 但他们 获得力量的方式很诡异 巫族的力量 来源于巫神 每次只有一个祖乌能苏醒 获得巫神的力量 拥有递尽实力 唯有那种生死存亡的时候 十二祖乌才能同时苏醒片刻 此刻 不仅仅是乌族和蛮族 还有不死族 蛟人族 定灵族 三身族等等 种族的先帝都在此刻行动起来 纷纷前往北陵仙宫 甚至就连一些老牌准地 也已经动身前往北陵仙宫 混沌之宝现世 那绝对是整个九天十地的头等大事 天海归须 神韵之地 看着熟睡的南宫里 秦李收回了目光 抬头一看 目光仿佛穿越了空间 来到北陵仙宫之外 他终于打开了开天图 秦李露出一丝笑容 眼中闪过一抹回忆 当年他夺下开天图 又将其送给遥光女帝 自然也是有深意的 开天图 需要吸收庞大的灵力才能开启 北陵仙宫是最好的地方 而且 北陵仙宫因为有太古兵脉 关键时刻开天图 可以吸收兵脉的力量 与秦李留在蛮族和巫族的质宝相呼应 从而掌控整个九天十地 形成庞大的杀局 就算是域外邪魔 真的冲破了封印 出现在九天十地中 只要秦李将那些质宝全部启动 也能保九天十地安全 秦李早在万年前 就已经布局好了 看来 域外邪魔的出现 是命中注定 镇魔碑 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 秦李微微摇头 与此同时 北陵仙宫 公主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灵宝 太不可思议了 一个北陵仙宫的紫衣仙子 震惊地说道 他是北陵仙宫的三长老 长得美艳动人 修为已达准地境界 修行时间 虽已过五万年时间 可在注研之术的加持下 依旧漂亮 每个北陵仙宫的弟子 没有一个不漂亮的 他们就仅仅是 站在半山腰的广场上 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三长老 这到底是什么宝物 竟然能引起如此庞大的动静 整个九天十地都出现了共鸣 此等意向太可怕了 一个北陵仙宫的弟子 满脸惊奇地问道 所有北陵仙宫的弟子 都看向三长老 三长老脸色凝重的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可以确定的是 任何仙天灵宝 出世的动静 都没有这么大 四 众仙子道西一口凉气 仙天灵宝出世的动静 都没有这么大 那这到底是什么宝物 难道是传说中的混沌灵宝 甚至是混沌至宝 而就在这时候 北陵仙宫上方出现了 二十多道身影 散发出来的修为气息 全部都是地镜 更远处 还有数百道身影浮现 不过他们 并不敢太靠近北陵仙宫 而是远远地看着 那数百道身影 则全部都是仙王 是仙殿 三长老脸色一变 当即带着北陵仙宫所有弟子 朝着天上的仙帝迎迎一拜 我等拜见诸位仙帝 紫薇仙帝低头看了 北陵仙宫的那些弟子一眼 对他们点点头 然后才看向那道冲天光柱 靠近了看 才能更加明显地看得出来 那光柱内的混沌灵力 无比恐怖 能轻松撕碎仙帝的仙姬玉骨 哪怕是紫薇仙帝看着 也是有些心惊肉跳 他到底得到了什么混沌质宝 竟然如此恐怖 紫薇仙帝有些震惊 感到难以置信 陈若璇 北陵仙帝等人 纷纷飞了过来 都静怡不定地 看着那道混沌灵光 紫薇道兄 可知道这是什么混沌质宝 陈若璇脸色凝重地问道 紫薇仙帝摇摇头 随后朗声开口 恭喜遥光仙子 贺喜遥光仙子 喜获混沌质宝 当为我人族第一人啊 声音浩荡 看着那冲天起的混沌灵光 一时间有些后悔起来 似乎有些冲动了 他没想到 秦礼给他的这幅 看似平凡的话 竟然真的是混沌质宝 得到一件混沌质宝 自然是绝好的事情 他内心也非常开心 可问题是 还爆发出如此庞大的动静来 惊动了整个九天十地的大能修士 遥光女帝当然知道 北陵仙宫外面来了很多仙帝 也听到了紫薇仙帝的声音 可他有些迷茫 遥光女帝听得出来 紫薇仙帝的那番话 就是想要打探一下他的虚实 看看他到底得到了 一件什么样的混沌质宝 可现在他手里的质宝 十有八九就是开天图 这开天图 是紫薇仙帝找了上万年的质宝 最后被神秘人夺走 如今可以确定 那夺走开天图的神秘人 就是秦礼 虽然遥光女帝也不知道 秦礼的实力为何会那么强 与他看到的完全不一致 可现在问题在开天图上 一旦紫薇仙帝知道 他手里的混沌质宝是开天图 那他该做何解释 说是秦礼送给他的 秦礼为何会送给他 如此贵重的混沌质宝 这样一来的话 他和秦礼不为人知的事情 也会跟着曝光 遥光女帝并不想这些事情曝光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无法解释 明明知道开天图在手里 却要装作不知道 也无法解释自己 明明和秦礼关系很好 为何不帮助人族找到秦礼 所以 遥光女帝也是有些后悔 这么莽撞地开启开天图 秦礼的事情 暂时还是不要说出来为好 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如今的修为 到底在什么境界 遥光女帝暗暗想到 他看着开天图 眸光闪烁不已 对秦礼的疑惑越来越多 如果说之前 他还只是找到秦礼后 想要找他算账 可现在的话 他只想问清楚秦礼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今 秦礼在他心里 已经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遥光女帝从未想过 秦礼会在他心目中 发生如此改变 遥光女帝束手一挥 将开天图收了起来 整个天地间的混沌灵光 戛然而止 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后 他身上披上了白色长裙 消失在了寝宫中 在出现时 已经是在北陵仙宫之外 诸位道有利林 未能远迎 还望海涵 遥光女帝面色清冷 对紫薇仙帝等人点点头 随后带着她们 来到北陵仙宫会客大殿 北陈仙帝有些兴奋地说道 遥光妹子 你果真得到了一件混沌至宝 遥光女帝点点头 嗯 意外得到一件混沌至宝 她并未说是什么宝物 有些含糊其词 这让所有地境强者 都对视一眼 紫薇仙帝目光一闪 也没有追问 只是说道 如此甚好 遥光仙子得到混沌至宝 不久后若九天十地 真被狱外邪魔入侵 我们也能多一份自保之力 遥光女帝恩了一声 并未多说 本来其他仙帝还想问问 到底是什么至宝 甚至想要观摩一二 可看到这情况 又知道遥光女帝本身 就属于那种高冷型的人 平时都是 拒任于千里之外的 更别说是现在了 因此 他们也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过就在这时候 天地间忽然一阵轰鸣 东边出现了一道 恐怖的黑光直冲天际 接着天道发出嗡鸣 九天十地都在颤抖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东边席卷而来 瞬间笼罩整个九天十地 庞大的阴影 覆盖在所有修士身上 那种阴影 并非是被什么 庞然大物覆盖了 而是一种心理上的阴影 在那恐怖气息席卷之后 包括各大先帝在内 都有些心慌 怎么回事 陈若玄起身 瞬间出现在 北陵仙宫上方 抬头看去 所有先帝同一时间消失 出现在陈若玄身边 看向天空 天上乌云密布 不知道从何时出现的 恐怖阴云 笼罩在整个九天十地上方 东边则有无边黑气滚滚来 那黑气看起来像是魔气 但又与魔气非常不同 它比魔气更加诡异 更加令人心慌 哪怕是先帝看了一眼 也觉得头皮发麻 那是什么 有人惊呼道 北陵仙宫的所有弟子 以及附近聚集的先王 都看到了这一幕 纷纷嘀呼一声 那是魔气吗 好像不是 陈若玄脸色凝重道 看起来像是从万妖海席卷过来的 莫非又是妖族在作乱 紫薇先帝脸色凝重 从气势来看 像是有人成就地位 但就算是魔修成就地位 也不应该出现阴云才对 我们还是去看看吧 紫薇先帝说完 消失在原地 其他先帝不敢大意 纷纷跟着紫薇先帝前往东极魔窟 转眼间 他们出现在东极魔窟 与万妖海交界的地方 看到了万妖海上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漩涡中有无尽黑气散发出来 那些黑气 紫薇先帝等人 仅仅只是看了一眼 竟然就有一种强烈的不适感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北陈先帝皱眉不已 他曾多次路过此地 却从未见过 此地有如此诡异的存在 陈若玄说道 诸位可有发现 这万妖海 出现如此庞大的动静 竟然一个妖族之人都没有来 未免有些诡异吧 他不说还好 这一说 所有先帝都察觉到了异常 还真是如此 哈哈 本帝终于成帝了 秦吏 七杀 等着本帝吧 本帝一定要将你们错古扬灰 就在这时候 那漩涡中出现一道嚣张的声音 接着一道黑影冲天起 瞬间出现在了万妖海上空 而紧随其后的是足足十多个身影 每道身影的气息 都有先帝初期 怎么这么多先帝 紫薇先帝等人都是心里一惊 可等他们仔细一看之下 发现这十多个先帝 竟然全部都是熟人 其中就包含吴家家主 吴圣明 这十多个先帝 赫然全部都是失踪的吴家 方家和李家三大家族的先王 如今竟然全部晋升为先帝 刚才说话之人 就是李家族长 李寒空 他们怎么全部踏入先帝境界了 陈若璇惊呼一声 有些难以置信 紫薇先帝等人 也是脸色微微一变 警惕地看着吴圣明和李寒空等人 他们这才多久没见 对方竟然全部都已经踏入地境 而且还是一次性十多个 什么时候 先帝变得如此不值钱了 但很快 紫薇先帝就发现了不对劲 他说道 不对 他们不是先帝 你们看他们身上的黑气 与天上的黑气一模一样 他们靠的应该是那黑气 强行提升到先帝境界的 听了此话 陈若璇他们也反应过来 可问题是 就算是凭借黑气 提升到先帝境界的 那也是实打实的地境啊 他们都有些静一不定地 看着那些黑气 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们明明看得有些心慌 有一种强烈的不安 可偏偏吴圣宁等人 却利用着黑气突破峙谷 踏入先帝境界 结结结 陈若璇 北辰 你们之前不是挺嚣张的吗 真以为自己是 先帝就高高在上了 今日 本帝就让你看看 区区先帝而已 本帝想进就进 吴圣宁一脸黑气 宁笑看着陈若璇和北辰 眼中杀鸡无限 北辰先帝脾气最是火爆 冷笑一声 凭借歪门邪到踏入先帝 与本帝相提并问 此话一出 吴圣宁等人 仿佛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一般 一个个眼神都变了 歪门邪道 本帝便让你看看 什么是歪门邪道 吴圣宁怒喝一声 抬手一挥 无尽黑气升腾而起 接着那漩涡之中 又是数十道身影急冲而出 一一落在吴圣宁等人身后 紫薇先帝等人的脸色 立即变了 那数十道身影 竟然全部都是先帝 仔细一看之下 加上吴圣宁等人 足足六十多个先帝 漂浮在万腰海之上 恐怖的气息席卷出来 强大的压迫感 令每个九天十地的先帝 都心头发闷 怎么会这么多先帝 全部都是三大家族的先王 他们到底通过什么手段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将修为全部提升到先帝的 陈若璇脸色凝重 咬牙着说道 他作为陈家老祖 对这三个家族最是了解 他们的每一个先王他都知道 故而 这些先帝一出现 他就认出来了 哈哈 现在知道怕了 吴圣宁面露嚣张之色 全身修为爆发出来 看着众多先帝 眼中露出贪婪之色 血肉 多么美好的血肉 此刻 他们仿佛变了个人 双目变得心红 整个人都被欲望所覆盖 眼里只剩下了 众多先帝身上的血肉 他们是邪魔啊 他们被域外邪魔附身了 这时候 不死族的地境强者 桑福低呼一声 语气极为凝重 所有人脸色都猛然一变 没想到吴圣宁 他们竟然全部都被邪魔附身了 那些黑气 应该就是欲外邪气了 难怪他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提升到先帝境界 原来这修为并非是他们的 而是那些附身在他们身上的 欲外邪魔的 欲外邪魔 怎么来得这么快 紫薇先帝心里一惊 有些难以置信 赶紧退后 不敢轻易 触碰那些欲外邪魔 而陈若璇则是骂道 吴圣宁 你们背叛人族 背叛九天十地 竟然将欲外邪魔 引入九天十地 你们万死难辞 北尘先帝则是脸色一沉 毫不犹豫地抬手一指 无尽大道之力席卷出来 恐怖的剑气降临 将那些欲外邪魔覆盖在内 可无尽邪气涌过来 六十多个先帝同时出手 北尘先帝的剑瞬间断裂 当即倒飞出去 张口一涌 大量的鲜血涌出来 若非焦人族的地境强者接住他 为他度入生命大道 这一次就能要了北尘先帝的命 所有人的脸色都是一尘 对方有六十多个地境强者 是他们的三倍之多 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 因此 不少先帝立即心生退役 准备离开此地 再寻办法 可就在这时候 遥光女帝忽然说道 不能放这些邪魔进入九天十地 邪魔只要出现 有生灵的地方就有邪魔 根本就杀不尽 此话一出 所有先帝都反应过来 是啊 邪魔一旦冲破封印出来 不及时将其抹掉 往后想要再抹杀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唯有现在 将其扼杀在危险的摇篮里才可以 可 他们只有二十多个先帝 面对着六十多个邪魔 连自保都尚且不能 更别说是抹杀这些邪魔了 不过这些先帝 还是在第一时间停了下来 每个先帝身上都背负着责任 他们咬牙之下 准备拼命 逐久拿出一根古笛 准备唤醒沉睡的十一组屋 二代蛮神怒吼一声 身躯变大 准备以蛮神之血 召唤一代蛮神 其他先帝各有行动 不过却在这时候 此画已经与之前完全不同 画上灵光流转 有无尽混沌灵光营绕 其内仿佛有一个世界一般 只一出现 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是何物 陈若璇瞪大眼睛 感觉到了此画的不同寻常 联想到了遥光女帝 得到的混沌之宝 开天图 紫薇先帝看到那幅画的瞬间 惊呼一声 难以置信 遥光仙子 这 这开天图为何在你手里 陈若璇 北辰先帝等人听到此画 纷纷愣了一下 静怡不定地看着遥光女帝面前的开天图 都有些猛逼了 他们当然知道 开天图是什么了 那可是混沌质宝 是紫薇先帝当初找了一万年的质宝 是天科欲外邪魔的东西 后来在古仙圣地里即将找到的时候 被一个神秘人夺走 可现在 为什么会出现在遥光女帝手里 这 难道当年夺走开天图的人 竟然是遥光女帝吗 可遥光女帝 不是和紫薇先帝一起去的吗 遥光女帝如何在紫薇先帝眼皮子底下 夺走开天图 而且最重要的是 遥光女帝虽然实力也不俗 但绝对不可能是紫薇先帝的对手 一时间 所有先帝都梦了 紫薇先帝看着遥光女帝 眼中闪过一抹质疑 猜测 但很快 她就惊醒过来 对于他们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搞清楚 开天图为什么会在遥光女帝手里 而是要解决目前的隐患 开天图确实重要 但至少 是在他们手里 至少是在遥光女帝手里 正好用来对付这些诡异的域外邪魔 抹杀 否则的话 整个九天十地都将有危险 此刻那些域外邪魔 已经全部一拥而上 整个天地间 几乎已经被域外邪魔所笼罩 到处都是浓郁的邪气 看到那些邪气 就算是这些先帝 内心也不由地生起一股强烈的欲望 好在每个成为先帝之人 无不是心智坚定 毅力非凡之辈 因此 他们迅速将内心深处的欲念压制下去 纷纷加入战斗之中 可仅仅是刚一碰撞 九天十地的先帝 就瞬间落入下风 有好几个先帝直接受伤 连再战之力都没有 万腰海在此刻崩溃 整个东极魔窟 有一半处于崩溃的边缘 无数魔羞飞出来 惊恶地看着万腰海上的战斗 陈若玄 从今往后 九天十地没有什么陈家 没有什么十大先帝 九天十地的主人 是我们 吴圣宁发出猖狂的大笑 脸已经彻底扭曲 其他六十多个 被邪魔附身的三大家族之人 也同样是面露张狂之色 双目星红 无比兴奋 这种感觉 他们数万年来 从未体验过 那种能压制先帝的力量 曾经无比渴望 如今却真真实实地 出现在他们身上 这让他们几乎疯狂 彻底为这股力量而倾倒 他们身上的邪气越来越重 随着欲念的攀升 他们的修为 竟然再次暴涨 转眼间达到了 恐怖的先帝中气 这种提升速度 令所有先帝都 生起一股绝望 且 不过就在这时候 遥光女帝 忽然谈口轻起 吐出一个字来 随后 他开始念诵复杂的口诀 那口诀像是咒语 无比繁复 好在遥光女帝 念诵速度极快 转眼间开天图 散发出强烈的混沌灵光 整幅开天图彻底展开 庞大的混沌灵光涌出来 如同一道道长龙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去 那些黑色的邪气 碰到混沌灵光 立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缩减 被狠狠压制 仅仅是片刻时间 漫天黑色邪气 所剩无几 但紫薇先帝 他们却看得出来 那邪气并非是被压制了 而是被混沌灵光所吞噬 果然是天刻之物 看起来无比诡异 哪怕是先帝看一眼 也觉得心慌意乱的邪气 就这么轻轻松松地 被吞噬殆尽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吴圣宁 看到邪气被吞噬 脸色大变 惊骇地 看向遥光女帝 遥光 你这是什么法宝 为何能克制我们的胜利 其他所有邪魔 都看向遥光 眼里闪过一抹畏惧 然而 遥光女帝没有理会他们 只是心念一动 那恐怖的混沌灵光 当即朝着吴圣宁等人席卷去 诸位 杀了这娘们 这九天十地 就是我们的了 前方就是东极魔窟 七杀不在 那便拿东极魔窟的徒子徒孙来祭奠 吴圣宁脸上涌现暴力之色 身体一闪 消失在原地 出现时 已经在遥光女帝身前 吴圣宁浑身一抖 脸上长出一个个黑色的疙瘩 如同奈蛤蟆一样 接着两只黑色的手 从他背后长出来 落在遥光女帝面前 结果 一道混沌灵光 出现在他面前 挡住了黑色的手 并且奋出一道灵光 瞬间洞穿吴圣宁的脑袋 吴圣宁浑身一颤 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遥光女帝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 已经达到了先帝中期 为何会这么轻易 死在遥光女帝手里 不过就在这时候 更多的邪魔已经扑过来 遥光女帝 看到混沌灵光如此恐怖 心中大定 心念一动之下 无尽灵光散发出来 如同一道道长龙 纷纷落在那些邪魔身上 啊 扑扑扑 此起彼伏的声音响起来 那些邪魔在遥光女帝面前 如同手无腹机之力的凡人 完全无法抵抗混沌灵光 仅仅是瞬间 便有四十多个邪魔 死在混沌灵光之手 剩下十来的邪魔看到这一幕 心生惬意 不敢再靠前 转身就狂奔而出 想要逃离此地 可遥光女帝 怎么会让他们逃走 更多的灵光涌现出来 追上那十多个邪魔 将他们的脑袋冻穿 附在其内的邪魔被净化 他们的尸体 坠入万妖海之中 不过紫薇先帝不可能就这样 让他们的尸体落下去 谁也不知道 万妖海下方到底是什么情况 万一这些尸体能被利用的话 那可就麻烦了 紫薇先帝弹指一射 数十道星光浮现 落在那些尸体上 将所有尸体 全部炸成灰 随后四周的那些邪气 全部被净化干净 至此 六十多个可达先帝中期的 恐怖邪魔 全部死在了遥光女帝手里 或者说 全部死在了遥光女帝手里的 开天图之下 陈若玄等人 惊骇地看着开天图 此刻总算明白了 紫薇先帝 为何会花费万年的时间 去寻找开天图 此宝的威力 远超他们的想象 混沌至宝 果然名不虚传 此刻 就连那些看着此事的修饰 也是瞠目结舌 刚才那些诡异的生物 到底是什么 六十多个先帝中期 太恐怖了吧 好像那六十多个先帝 全部都是吴家 方家 以及李家的修饰 怎么可能 这三大家族 不是没有先帝吗 怎么会有六十多个 你是不是傻 很明显是他们 沾上了什么诡异力量 从而才会修为暴涨的 没看到他们人 都变了模样吗 最后时刻 吴圣宁变成了 跟蛤蟆一样的东西 确实 他们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遥光女帝 他也太厉害了 一人斩杀了六十多个先帝中期 这是什么逆天实烈 是遥光女帝手里的 那幅画厉害 好像是什么开天图 混沌质宝呢 当然厉害 众修士一润纷纷 震惊不已 他们看到那些邪魔的时候 也是不由自主的心生畏惧 只是没想到 遥光女帝 凭借手里的混沌质宝 竟然以一人之力 斩杀了那么多邪魔 此刻他们非常好奇 遥光女帝手里的质宝 到底是什么 又是怎么来的 死 这就是公主刚刚得到的质宝吗 好恐怖 以一人之力 斩杀六十多个先帝中期 北陵先公所有弟子都守在外边 他们时刻关注着 东极魔窟发生的事情 毕竟东极魔窟和万妖 还搞出来的动景如此庞大 他们自然也是看得到的 时刻注意着此事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今看到遥光女帝 以一己之力 秒杀了六十多个先帝中期 一瞬间都惊呆了 每个女弟子脸上 都露出震惊之色 随后这震惊化为狂热和兴奋 公主也太厉害了 此等实力堪称九天十地第一人啊 此后我们北陵先公 将成为九天十地第一势力 谁还敢瞧不起我们北陵先公 女子又如何 女子依旧可以成为九天十地第一人 公主威武 北陵先公千秋万代 公主永恒不朽 北陵先公的弟子 面向东极魔窟的方向 恭恭敬敬地跪拜下来 眼神中充满了对遥光女帝的恭敬和狂热 此刻在他们眼中 遥光女帝就是整个九天十地最强之人 与此同时 陈凡和王静一也在观察着此事 王兄 事情有些不对劲了 我听老祖说过 天机老人失踪 九天十地将有劫难 这劫难是什么玉外妖魔 不久前无妨 李三大家离奇消失 如今归来后 全部化身邪魔 陈凡脸色凝重地说道 看来玉外邪魔已经开始入侵了呀 王静一眼神懒散 满身颓废 仰头灌了一口酒 天塌了 有个高的顶着 女帝拥有如此质宝 又何惧之有 陈凡看着王静一 不由摇头叹息 自从知道柳红尼真成为情理的道理后 王静一就颓废起来 无心修炼 整日喝酒 王兄 这世上不仅仅只有女人 陈凡劝说道 王静一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可依旧在喝酒 此刻 在万妖海无极之渊上空 遥光女帝 荡凭所有邪魔之后 束手一挥 将开天图收了起来 众先帝松了口气的同时 面面相去 如今玉外邪魔被扫除 那他们关注的点 自然到了遥光女帝手里开天图 到底从何而来 当年真是遥光女的下了黑手吗 陈若璇他们 看了看遥光女帝 又看向紫薇先帝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还是紫薇先帝率先开口 他没有提开天图的事情 反而说道 各位 没想到域外邪魔这么快就已经降临 眼下三大家族 应该都已经进入这漩涡之中 可能下方就是无极之渊 不如我们下去探索一番 顿了顿 紫薇先帝继续道 吴家 方家 和李家的族人不知反己 可远远不止这点 若这下方就是无极之渊 我们不及时阻止的话 一旦三大家族的修饰散开 事情可就麻烦了 紫薇先帝的一番话 成功让其他先帝的注意力转移 也同时 让大家都暗暗赞叹 紫薇先帝的格局果然大 在这种时候 并未想着自己的事情 而是关心着 九天十地生死存亡的大事 也确实 现在可不是去刨根问底的时候 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解决域外邪魔的事情 不管是天机老人给的信息 还是桑福提供的情报来看 当年域外邪魔入侵 造成的破坏力 远超人族和妖族的旷世大战 整个九天十地的生灵 几乎毁灭殆尽 可见 这域外邪魔到底有多恐怖 而刚才的吴圣宁等人的出现 也是让邪魔的恐怖出现端倪 那些先王修炼了数万年 都难以触碰到先帝境界 可仅仅因为邪魔附身 就达到先帝修为 并且还在极短的时间内 攀升到先帝中期 欲念越大 秀为攀升速度越快 简直就是先帝制造机器 可见这邪魔到底有多恐怖 若域外邪魔全部涌进九天十地 覆灭整个九天十地 真不是威严耸听 我赞同紫薇道兄的提议 陈若璇毫不犹豫地说道 不死族的丧福也点点头 其他各族地境强者 纷纷同意了紫薇先帝的提议 于是大家决定 让受伤之人留在外面接应 其余的先帝下去查探情况 可就在这时候 北陈先帝忽然说道 不对劲 好浓郁的血腥味 说着 他低头一看 只见万腰海的海面上 涌现了大量的鲜血 怎么会有这么多血 陈若璇惊呼一声 仔细一看 发现那些血 全部都是从海底冒出来的 转眼间 附近的海域 全部被鲜血染红 浓郁的血腥味 覆盖了方圆数百里范围 这得死了多少人 才会有这么多鲜血 连一片海域都被染红了 所有先帝都在惊疑不定 他们原本打算下去看看的 可现在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不过就在下一刻 一具尸体从海底飘了上来 浮在海面上 陈若璇准备下去查探一下那尸体 却被紫薇先帝拦住了 不对劲 不止这一具尸体 很多 紫薇先帝低声说道 所有人都定睛一看 果然看到 海底涌现大量的尸体 那些尸体就像飘絮一样 不停地从海底冒出来 飘浮在海面上 有的面朝下 有的面朝上 可以看到面朝上的那些尸体 每个都瞪大了眼睛 眼神中满是惊恐 仿佛死前见到了 什么极为恐怖的事情 全是人族的修士 北辰先帝低声说道 陈若璇马上矫正道 应该说全是那三大家族的修士 陈若璇是陈家老祖 对吴家 方家 李家非常熟悉 他一眼就看到了 那些尸体中 有不少三大家族的先王 以及部分天赋异禀的族人 可现在 全部死在了这里 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三大家族的修士 竟然死了这么多人 这 到底怎么回事 二代蛮神邓大牛眼 难以置信地说道 是谁杀了他们 难道是邪魔吗 紫薇先帝毫不犹豫地摇头否定 肯定不是那些邪魔 三大家族显然是要投靠邪魔的 邪魔虽然以血肉为食 但应该不至于把三大家族的修士都杀了 毕竟 现在三大家族的修士 是他们的载体 此刻 海面上浮满了密密麻麻的尸体 至少也有数十万之多 全部都是三大家族的修士 看得人头皮发麻 饶是这些先帝见惯了生死 此刻是道吸一口凉气 这是将三大家族灭族了呀 到底是谁杀的三大家族修士 难道是天机老人 陈若璇问道 其他先帝文言都不由得点点头 这是很有可能的 毕竟天机老人说过 他前往无极之冤寻找破解之法 如果此地就是无极之冤的话 那么以天机老人的使命来看 发现三大家族 想要破坏镇压邪魔的封印 必定会勃然大怒 将三大家族尽数斩杀 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此刻他们都有些犹豫不定 现在这种情况 还要不要下去查探了 就在他们犹豫的时候 北辰先帝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你们看 那是不是天机老人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是心里一惊 他们猛然朝那些漂浮在海面上的尸体 看到了在那些尸体之中 那一道熟悉的身影 那是一个身穿白袍 身体干瘦的老者 漂浮在海面上 随着无数尸体 在海面移上一下 随波飘荡 真是他 这 怎么可能 陈若璇脸色大变 当即一个瞬移来到海面上 看着脸色苍白 满脸褶皱的天机老人 一时间难以接受 其他先帝 也在此刻出现在海面上 别慌 天机老人还活着 只是陷入了昏迷 紫薇先帝低声说道 陈若璇这才反应过来 主要是此地太多尸体了 所有的三大家族修士 全部死亡 没有一点生机 故而陈若璇下意识地 也以为天机老人遇害了 现在仔细一看 果然发现 天机老人还有生命 于是松了口气 此刻在关注着此地的那些修士 也吓了一跳 以为天机老人都死在了此地 那此事也太恐怖了 好在天机老人并未死亡 只是陷入了昏迷之中 只不过 就算是这样 也足以令所有人都心惊肉跳 这漩涡之下 到底有什么 又发生了什么 竟然连天机老人 都陷入昏迷之中 要知道 天机老人那可是到榜第一 妥妥的九天十地 修为最高之人 连他都在漩涡之下昏迷过去 那下方的存在 到底有多恐怖 整个九天十地 都陷入了恐慌 他们想起之前那六十多个先帝 陈若玄等人 带着天机老人离开了海面 来到高空中 焦人族的地境强者 是个相貌绝美的少女 在角色榜排名第四 名为尹山 焦人族极善医术 在他的水质大道下 天机老人很快便苏醒过来 天机道友 你没事吧 紫薇先帝担忧地问道 天机老人有些迷茫地看了看四周 随后看到了万腰海上 那数不清的尸体 脸色微微一变 他果然还是动手了 天机老人看着那尸体 苦叹一声 紫薇先帝等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天机老人口中的他 到底指的是谁 紫薇先帝问道 道友 你说谁 秦里的弟子 下气霜 天机老人看着那数十万的尸体 眼神中闪过一抹无奈 你们应该见过 老夫留下来的流影吧 紫薇先帝 脸色凝重地点点头 天机老人叹息一声 这万腰海下 方便是无疾之渊 老夫潜入无疾之渊后 本想打探域外邪魔的事情 没想到却遇上三大家族勾结妖族 想要撕开阵魔井的封印 将域外邪魔释放出来 后来呢 陈若玄问道 天机老人道 老夫赶到的时候 也有数十位地级邪魔 附体在先王身上 离开了无疾之渊 老夫出面阻拦 被妖族拦下 他们递进众多 将老夫留下 幸好下道友及时出现 斩杀数十地级邪魔 这才将老夫救下 后来那妖族见状不妙 逃进了阵魔井中 下道友没有追进去 转而将想要引出 域外邪魔的三大家族修士 全部诛灭 一个不剩 听了此话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低头看着那数十万的尸体 都不由地头皮发麻 每个先帝脑海中 都浮现了下七双娇柔的模样 他看起来不过十三四岁罢了 竟然动起手来 如此狠辣果决 以一人之力 斩杀了数十万 想要引出邪魔的修士 太狠了 这就是情理调教出来的弟子吗 哪怕是这些先帝 心里也不由地生起一抹敬佩 紫薇先帝感叹道 我关他骨相绝对不超过五千岁 如此年轻 便成就先帝之位 并且杀法果断 面对背叛之人毫不手软 也不知道情理怎么调教他的 众先帝都微微点头 满脸称赞 随后紫薇先帝又问道 天机道友 下道友现在在何处 我们想要找到情理 恐怕有些困难 围经之际 只有通过柳道友和下道友 找到情理了 陈若玄等人也想到这个问题 纷纷看向那巨大的漩涡 陈若玄说道 他应该还在无极之渊内吧 我们这就下去寻他 没必要了 天机老人摇头说道 下道友在加固封印之后 已经离开了无极之渊 老夫也不知道他在何处 加固封印 紫薇先帝愣了一下 随后静意不定地道 天机道友 你是说 下道友竟然可以加固无极之渊内 那镇压域外邪魔的封印 不错 天机老人点点头 眼中闪过一抹敬佩 因为那封印 本就是情理留下的 而下道友作为情理的弟子 自然也是有能力加固那封印的 此话一出 所有先帝都不由地愣了一下 在关注着此事的那些修士 则是纷纷眉头皱起 都在好奇那什么域外邪魔 到底是什么 无极之渊又是什么地方 天机老人提到的封印 又是封印着什么 无数的疑惑 涌现在那些修士心中 而紫薇先帝等先帝 在愣了片刻后 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紫薇先帝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说道 天机道友 你说什么 你是说 那些域外邪魔 是情理镇压封印的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据我们所知 那些域外邪魔 还是由无数年前的 太古修士镇压 怎么会是 情理 陈若玄等人 也是张大嘴巴 一脸难以置信 那些域外邪魔 竟然是情理镇压封印的 这绝对是一件 惊世骇俗的事情 紫薇倒有所言也不错 镇魔井内的域外邪魔 确实是于无数年前 由太古修士将其镇压的 可你们觉得无数年来 封印不会削弱吗 天机老人目光沉重地说道 紫薇先帝等人 立即反应过来 陈若玄说道 天机前辈 你的意思是说 在不久前 镇压域外邪魔的封印 出现了松动 甚至可能有域外邪魔逃出来 但被情理及时发现 再次落下封印 将域外邪魔 又一次地镇压了 所有先帝 全部看着天机老人 天机老人也是点点头 应了陈若玄的推测 随后天机老人也不废话 随手一挥 面前便出现一幅画面 一个身穿墨山的青年 手持一把青铜骨剑 骨剑滴着黑色的血液 而在他脚下 则是一具又一具的诡异尸体 那些尸体 有像是雕像一样的血红色人形 也有长满了触脚的鱿鱼怪物 更有八手八脚的蜘蛛人 唯一相同的就是 这些怪物就算已经死了 可身上依旧有乌黑的邪气笼罩 流淌出来的鲜血 也全部都是乌黑的 哪怕是隔着画面去看 也能感受到 那些怪物的诡异恐怖 而在青年面前 还有一只直立行走的山羊 整体透露出一种 难以言状的诡异气息 看到这一幕 所有先帝的脸色 都不由自主地凝重起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 欲外邪魔吗 仅仅是看着 就充满了诡异气息 难怪他们当初 看到那乌黑的邪气 哪怕有先帝修为 也觉得心慌意乱 有些不安 体内的欲望 不受控制的膨胀 现在看到这些 欲外邪魔的本体 那就显得更为诡异了 那青年果然是青脸 他脚下的那些尸体 应该就是欲外邪魔了吧 陈若璇惊怡不定地说道 天机老人点头 这一幕 是老夫沟通天道后 从推演中所见 根据提示 是秦里在一万多年前 与无极之渊 遇上了这些邪魔 将邪魔斩杀 并且立下一块镇魔碑 继续镇压欲外邪魔 他们看向那画面 只见画面中 果然有一口满是诡异符文的井 此刻在那井中 有一只漆黑的大手抓在了边缘 明显是又有邪魔要爬出来 只不过这画面是静止的 因此 他们也看不到后面发生什么 很快画面一变 他们看到井口处 果然立着一块 与镇魔井看起来 材质相差不多的诡异石碑 石碑整体漆黑 上面有诡异符文 也有一些奇怪的文字 而在地上 上百具千奇百怪的邪魔尸体 看得所有人脸色凝重 看来应该是秦里在一万多年前 斩杀了上百头邪魔 并且镇压了镇魔井 令那些邪魔无法出来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们 恐怕整个九天十地 早已陷入水深火热中 紫薇先帝南南 眼中中带着一丝对秦里的敬佩 其他先帝 也纷纷看着画面中秦里的背影 内心升起一抹敬佩之意 而天机老人却道 不是水深火热 而是万年时光 早已足够域外邪魔 将整个九天十地的生灵 全部吞噬殆尽 一旦邪魔逃出 开始繁衍起来 我们根本不可能抵挡 此话令众多先帝沉默下来 不得不说 天机老人说的话 虽然残酷 但却是真的 以他们对域外邪魔的了解 在域外邪魔不知不觉中 侵入九天十地 一旦繁衍开来 那九天十地将毫无反制手段 要知道 就算是太古时代 修炼繁荣 先帝不知道有多少 都在邪魔的入侵下 死伤无数 在激进灭亡的情况下 才终于将邪魔封印 更何况是他们了 这也是为何遥光女帝 哪怕曝光了开天图 也要将那些逃出来的邪魔 全部斩杀的原因 如此一来 他们对秦李的敬意更多了 秦李相当于是 默默地拯救了整个九天十地 尤其是那些 在观察着此事的修饰 他们被深深地震撼 无疾之冤 镇魔警 域外邪魔 这些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东西 现在传入到他们耳朵里 他们并不感到新闲 反而是感觉到无限恐惧 毕竟就连天机老人都说 画面中的那些邪魔 一旦侵入九天十地 整个九天十地都无法抵挡 全部生灵都会覆灭 他们可以不相信任何人 但肯定会相信天机老人 尤其是他们看到画面中 那直立行走的山羊 和还没有爬出镇魔警的黑色大手时 那种由心底生腾起来的畏惧感 令他们不得不相信 天机老人所说的话 秦李 竟然在万余年前 就拯救了整个九天十地 好厉害的秦李 他到底有多强大 万年前就能那么轻松地 斩杀那么多域外邪魔 并且镇压那些邪魔 刚才那些邪魔好恐怖 应该跟之前女帝杀的那些邪魔 是一样的吧 那些邪魔确实厉害啊 其他先帝根本就不是对手 若让那些邪魔逃出来 九天十地威夷啊 对啊 幸好有秦李在万年前 就挡住了那些邪魔 我现在宣布 我承认秦李和洛林仙子 以及柳红尼的婚事 确实 秦李有这个资格 也有这个能力 若我是女人 我也不在乎她有几个啊 那些关注着此事的修饰 此刻对秦李产生了无尽的敬佩 以前还觉得 秦李不配拥有九天十地 两大角色美人 可现在没人那样去想 就连王静一都叹息一声 秦李确实 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 我甚至都不配与他提携 难怪柳红尼那么高傲 都愿意跟着他 陈凡眼中露出一丝尊敬 没想到他万年前 就已经镇压了邪魔 难怪天机老人 让众先帝不惜一切代价 寻找秦李 与此同时 天海归须神韵之地 夏七双从天外走进来 落在了一个阁楼前 夏妹子你回来了 七杀魔帝笑呵呵地说道 夏七双小脸微微一红 低头羞怯地点点头 然后离开了此地 去向秦李复命 而就在这时候 七杀魔帝和白华先帝 脸色齐齐一变 他们俩都有关注外面的情况 此刻看到了万妖海上面的一切 好家伙 秦老帝这藏得够深的呀 七杀魔帝先是愣了一下后 眼睛一瞪 瞬间来到了秦李的寝宫外边 白华先帝也是脸色凝重 来到了秦李的寝宫之外 秦小子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们 连镇压域外邪魔这种事情 你也不说 七杀魔帝来到寝宫外 非常不爽地大声开口 白华先帝站在七杀魔帝身边 脸色有些凝重 神石却一直观察着万妖海 上面的事情 关注着紫薇先帝等人 此刻他也想知道 秦李到底还有多少事情 没有跟他们说 从古元大陆借主 到中天御剑祖 再到混沌神殿殿主 现在又是镇压域外邪魔之人 秦李到底还做了多少 令人惊世害俗的事情 夏七双飞过来 略带急迫地说道 两位师尊尚未出关 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问我 七杀魔帝挥手道 你也不是什么好货 给老子闪开 这种事情 你就应该早跟老子说 夏七双顿时小脸发红 有些慌张 不知道从何说起 好了 七双你下去吧 此事你做得很好 不过就在这时候 秦李的声音响了起来 此话一出 夏七双明显松了口气 朝着七杀魔帝和白华先帝 行了一礼 赶紧离开了 很快 秦李就走了出来 至于南宫李 依旧没有醒过来 想要治好南宫里的修炼缺陷 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现在才过去了数日而已 秦李 玉外邪魔的事情 到底怎么回事 白华先帝开门见山 当即开口 七杀魔帝则说道 秦小子 这可是关系到整个九天十地 生死存亡的大事 你最好不要藏着掖着 秦李笑了笑 带着他们来到凉亭坐下 岳父大人 七杀老哥 两位且听我慢慢道来 秦李坐下后 才开始讲起 玉外邪魔的事情 听秦李说完之后 两人面面相去 白华先帝脸色凝重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 最多还有三年的时间 玉外邪魔就会突破封印 侵入九天十地 秦李点点头 七杀魔帝眼睛一瞪 你不是让下丫头加固了封印吗 为何那些玉外邪魔 还会侵入九天十地 秦李摇头道 那封印只能为 九天十地争取三年的时间 玉外邪魔侵入 那是命数 我也改变不了 七杀魔帝皱眉道 那可如何是好 白华先帝则直接站起来 秦李 你送我回去 七杀魔帝也起身 叹息了一声 看来九天十地 没有老子还是不太行 秦李却摇头道 两位 你们暂时还不能离开 还是等三年后再走吧 白华先帝眉头一皱 看向秦李却没有说话 七杀魔帝满脸不紧 这是为何 秦李笑了笑 帮你们提升修为 三年时间 应该能提升不少了 到时候有你们在 抵御玉外邪魔 问题不大 说着一抬手 三人都消失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万妖海无极之渊上方 画面逐渐消失 众先帝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紫薇先帝抬手一挥 施展出一个结界来 随后 看向天机老人 道友 之前你沟通天道推演 定心盘破裂 你也因此而受伤 应该是看到了这些画面吧 天机老人摇头道 不全是 看到这些画面时 天道确实是反射了老夫 导致老夫心神受损 但定心盘破裂 则是因为 老夫看到了解决 域外邪魔的方法 解决域外邪魔的方法 众先帝面面相去 随后 陈若璇甘笑一声 前辈 如今域外邪魔背下 道友重新封印镇压 你看到的那些方法 应该也没什么用了吧 然而 天机老人却缓缓摇头 下道友与老夫说过 他师尊的封印 只能维持三年 三年后 域外邪魔将会侵入九天十地 这是命数 改不了 什么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脸色大变 惊呼一声 一股恐惧涌上行头 若是三年后 邪魔必定要侵入九天十地的话 那他们 还能活下去吗 陈若璇难以置信 前辈 此事 是真的吗 所有人都盯着天机老人 呼吸都不由地平住 天机老人叹息一声点点头 下道友所言 于老夫从天机中看到的 一般无二 四 所有先帝都倒吸一口凉气 脸色都无比难看起来 得亏紫薇先帝施展过结界 此事并未被九天十地其他修饰听到 否则的话 恐怕会引起巨大的恐慌 到时候 整个九天十地的秩序 都变得混乱起来 不知道要出多少乱子 陈若璇脸色难看到 那可如何是好 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那些域外邪魔入侵 使我九天十地之人血肉吗 紫薇先帝深吸一口气 问道 天机道友 你刚才说定星盘 是因为你看到了解决域外邪魔的方法 听到这话 其他先帝都反应过来 是啊 天机老人不是推演过吗 还有一线生机啊 天机老人点头道 不错 冥冥之中有两个方向 这两个方向皆有生机 第一则是秦里那边 具体老夫看不清楚那生机是什么 但绝对是与秦里有关 这也是老夫 要你们不顾一切 也要找到秦里的原因 这第一个方向 紫薇先帝他们 大概也猜到了 紫薇先帝问道 那第二个方向呢 莫非是在无极之渊 天机老人摇头 老夫去无极之渊 不过是探查域外邪魔是否真实 并非寻找生机 真正的生机在诸位身上 此话 令所有先帝都愣了一下 在各族的底蕴上 比如说巫族的巫神之血 蛮族的古蛮之魂 人族的道祖庙等等 皆是往后的生机 听了这话 所有先帝都面面相去 这些是他们各族的底蕴 但又不是 因为自太古时代以后 他们就已经很少 与这些有过接触 比如说人族的道祖庙 如此多年来 不知道有多少先王先帝进入过 可什么都没有发现 天机道友 这道祖庙 我也进去过无数次 从未有过任何发现 那生机在何方 紫薇先帝满脸不解 而且就算在其内得到了造化和机缘又如何 邪魔还有三年就会入侵 我们三年时间 怕是连先帝中期都到不了 其他先帝也是身以为然 而天机老人却说道 老夫所见 需要诸位道友齐心协力 方可得到那生机 众先帝对视一眼 随后齐齐朝着天机老人拱手 五等听从道友 前辈 安排 以紫薇先帝为首 所有先帝都对天机老人颇为客气 因为他们都知道 没有谁比天机老人 更加担心九天十地的安危 天机老人的生命 已经与九天十地逐渐融合 九天十地不亡 他也会拥有无尽的寿命 但九天十地一旦受到损害 那么天机老人也就危险了 故而 紫薇先帝他们都知道 天机老人肯定不会诃骗他们 天机老人点点头 老夫会竭尽所能 祝九天十地度过这次的危机 顿了顿 天机老人又道 按照天机所示 首先要去的应该是蛮神殿 众人闻言 都看向二代蛮神 二代蛮神眼中闪过一抹一色 不过表情没什么变化 他说道 并未开启过 但此事关乎九天十地的生死存亡 我当然全力配合诸位 蛮神殿是蛮族至高圣地 乃是蛮神接受传承和考验的地方 唯有诞生蛮神的时候 才会开启一次 平日里就算是祭祀 也只是在蛮神殿外围进行 蛮神殿上一次开启 已经是一万多年前了 那是第三代蛮神通过考验的时候 传闻第三代蛮神在蛮神殿内 获得了古蛮之魂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三代蛮神才会如此强大 以准地修为 战妖族地境强者不落下风 然而没人知道的是 那最后一个进入蛮神殿之人 正是秦里的蛮神分身 天机老人点头道 蛮山道友声名大义 老夫佩服 随后 他抬眼望去 咒没说道 不过当务之急 应该是先找到那些逃窜出去的邪魔 一旦让那些域外邪魔滋生 那九天十地就危险了 他所说的逃窜出去的邪魔 自然是指吴圣宁等三大家族的高层 他一开始在无疾之冤内 因此并不清楚外面发生的事情 醒来后并未看到吴圣宁等人的影子 甚至连吴圣宁他们的尸体和邪气 都被净化掉 自然而然地以为吴圣宁等人已经逃走 众仙帝脸上多露出古怪之色 随后齐齐看向遥光女帝 紫薇仙帝倾咳一声道 天机道友 你说的那些域外邪魔 已经尽数被遥光仙子斩杀 什么 天机老人脸色微变 诧异地看向遥光女帝 遥光仙子 那些域外邪魔 纵使老夫见了 也要小心谨慎 你竟然能杀的 真是令人敬佩啊 遥光女帝眸中闪过一抹怪异 随后他拿出了开天图 解释道 那是因为 我得到了一件混沌之宝 开天图 开天图 天机老人面色微变 惊道 此宝竟然落在了你手中 真是天助我九天十地啊 此宝乃是太古时代 遗留下来的混沌之宝 传闻一直都在太古仙人手里 常人想要见一面 根本就不可能 没想到 竟然被遥光仙子拿到 太好了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他们虽为先帝 却从未听说过什么太古仙人 太古时代 距离现在太过于遥远 他们从未想过 什么仙人会活到现在 众人现在听到天机老人的话 都无比吃惊 天机老人点点头 实际上 五大禁地 都有太古仙人还活着 只不过 大部分太古仙人 已经不能称之为仙人 他们没有灵智 没有意识 只剩下一副躯体 永恒不灭地 在各大禁地晃游 比如说 混沌神殿的神殿梦魔 就有不少是太古仙人 听了此话 众仙帝面面相去 紫薇仙帝看了遥光女帝一眼 随后说道 天机道友这么一说 我也想起来了 一万多年前 我与遥光仙子 进入古仙圣地 寻找开天图的时候 在开天图附近 就遇上两具尸体 那尸体 恐怕就是太古仙人 顿了顿 紫薇仙帝说道 如此看来 那两个太古仙人 很有可能就是守护开天图的 只是后来被神秘人斩杀 并非他夺走了开天图 而是对方确实比我仙道 什么 有人能杀太古仙人 天机老人脸色微微一变 有些震惊 紫薇仙帝点点头 我检查过那两具尸体 至少也是仙帝级别的存在 其内甚至有一种 我无法抗衡的力量 因为那股力量存在 我猜测那两具尸体永恒不朽 就算是死了 也永远不会腐烂 不错 天机老人点点头 那是太古仙人掌握的本源之力 本源之力 众人文言都露出一丝疑惑 显然没听说过 那是先帝之上的境界 混元境才可掌握的一种力量 万事万物的本源 超越大道的一种力量 也是老夫必生追求的一种力量 混元境 超越先帝的境界 包括紫薇先帝在内的所有修士 全部倒吸一口凉气 无比惊骇 他们知道 先帝并非极限 但数百万年来 不管是人族还是他族 都没有任何修士 超越这个境界 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今日终于听到了 超越先帝的境界 难道 夺走开天图的神秘人 修为已经达到了混元境吗 陈若玄呼吸有些急促 所有人的脸色 都变得无比精彩 九天十帝 竟然真的有混元境吗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 斩杀同为混元境的太古先人 所有先帝都不由自主地 看向遥光女帝 因为开天图 就在遥光女帝手里 要么遥光女帝就是那神秘人 要么遥光女帝 与那神秘人有一定的联系 否则的话 无法解释清楚 开天图为什么 在遥光女帝手里 遥光女帝知道 自己无法再隐藏下去了 他内心暗叹一声 若是再继续隐瞒 恐怕会使整个九天十帝的先帝 产生不必要的间隙 他还是分得轻轻重的 故而 这次遥光女帝 只是稍微斟酌一下 就打算摊牌 遥光女帝沉默了片刻 随后说道 诸位应该明白 我的修为只有先帝出气 至于这开天图 并非我拿到的 而是他人赠予我 赠图予我的人 是情理 遥光女帝的这句话 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惊得众先帝瞪大了眼睛 甚至连呼吸都短暂地停了下来 紫微先帝等人 难以置信地看着遥光女帝 甚至都怀疑自己 刚才听错了 遥光妹子 你说什么 这开天图 是情理送给你的 北辰先帝看着遥光女帝 不敢置信地问道 这开天图 竟然是情理送给遥光的 这可是开天图啊 并不是什么混沌灵宝 更不是先天灵宝啊 此宝不管是等级还是威力 都远超混沌灵宝 和先天灵宝 当初下七双拿出来的混沌剑 已经足够强大了 杀先帝如屠狗一般 三大妖主连手之下都挡不住 可见此宝有多恐怖 可那混沌剑 也仅仅只是混沌灵宝罢了 远远比不上混沌至宝那么强大 之前遥光女帝使用开天图 轻松解决掉了 60多个先帝中期的域外邪魔 虽然有先天克制的作用在里面 但寻常灵宝再怎么克制 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 但偏偏 开天图很轻易地做到了 由此可见开天图的恐怖之处 然而 秦礼却将这么珍贵的混沌至宝 送给了遥光女帝 她和遥光女帝之间 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亲密关系 遥光女帝轻点禽手 却并未解释什么 主要是 她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她和秦礼之间 确实是发生过事情 这让她怎么去解释 众先帝看到遥光女帝点头 再次倒吸一口凉气 紫薇先帝苦笑一声 既然如此 那为何遥光仙子你不早说 瞒我瞒得好辛苦啊 其他人也不由得点点头 是啊 遥光女帝这也藏得太深了 开天图在她手里早说啊 她们也用不着如此担惊受怕了 而且 秦礼连开天图都送给了遥光女帝 那二人之间的关系定然不错 她们又何必大费周章地 去利用妖族寻找秦礼 直接让遥光女帝联系秦礼 不就可以了吗 然而 遥光女帝却摇头道 我当初也不知道 此图是开天图 当初秦礼把此图给我的时候 她表现出来的修为只有准地 我以为此图不过是凡物 直到不久前 紫薇倒有提起开天图 我才回想起此事 便在寝宫内试了试 不曾想尽 真是开天图 众先帝听得面面相去 好家伙 开天图就这样搁你那吃了一万年的灰尘 可是万年前你觉得此物是凡物 过了这么长时间 此物都没有任何 腐烂你也应该看得出来 此物都不凡了呀 然而 她们不知道的是 遥光女帝害怕这幅图腐烂损坏 从古仙圣帝回来后 便一直以灵力酝养 先帝说道 当初那夺走开天图的神秘人 确实看起来只有准帝境界 看来 应该是情理无疑了 那她的修为到底是准帝还是先帝 亦或者是 已经突破了帝境制谷 达到了那所谓的混元境 这个问题 没有人能回答 因为秦李表现出来的修为境界实强实弱 至少在众先帝面前 还没有表现过先帝境界 就连在万年前的古仙圣帝 按理说 他没必要去隐瞒的 可表现出来的修为 也依旧只有准帝境界 如此一来 隐藏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但至少现在可以确定 秦李在万年前 不管是什么修为 其实力至少是比紫薇先帝 还要强大的 毕竟当初紫薇先帝 和秦李正面打过照面 他自认为不是秦李的对手 这一点 就足够了 陈若璇他们面面相去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 谁也没想到 秦李竟然在万年前 其实力就已经超过了紫薇先帝 如今万年时间过去 他的实力又恐怖到什么程度 难怪能调教出 下七双那么恐怖的存在 我们这些先帝又能算得了什么 北辰先帝无奈地叹了口气 之前因为秦李 窃取他气韵而产生的怨气 此刻也是烟消云散 人家这是窃取他的气韵吗 人家这是平时里拿到的机缘 是他北辰先帝不自量力 想要抢夺人家的机缘才对 陈若璇看向北辰先帝 略有些调侃 北辰 你还要不要找秦李讨个说法了 北辰先帝倾咳一声 掩饰自己的尴尬 休闲吗 有点摩擦很正常 陈若璇大笑一声 心里却是有些庆幸 幸亏当初自己是极力表示 不管怎么样都要保秦李的 要是人族侦破于压力放弃秦李 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不过 陈若璇也是内心暗暗想到 秦李也太牛了 角色榜第二第三都成为了他的道理 现在榜首的要摇光女帝 无数修饰心里的女神 竟然也跟他有不清不楚的关系 得亏紫薇先帝一开始设下了结界 此事并没有传出去 否则的话 不知道要掀起多大的波澜 怕不是秦李又要成为整个九天十地的公敌了 秦李的强大对于我们来说总归是好事 若说之前他还会袖手旁观的话 可镇摩碑的事情便表明了 秦李绝不是那种置身都外的人 天机老人笑着说道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便是依照天机前往蛮身殿 三年时间应该还来得及 众仙帝都点点头 而摇光女帝则将开团图收了起来 紫薇先帝撤掉了结界 一行二十多个先帝纷纷消失在万腰海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在蛮族大地之上 关注着此事的众修士 看到结界终于撤掉 而且众多先帝连同天机老人 同时来到蛮族地狱上都心生疑惑 他们到底商量了什么 为何同时前往蛮族了 看起来每个先帝都是脸色无比凝重的样子 也不知道他们商量了什么事情 咦 他们竟然去了蛮族的蛮神殿 蛮神殿乃是蛮族的圣地 已经有上万年没有开启过了 我记得蛮神殿上次开启 还是三代蛮神获得传承的时候吧 他们现在前往蛮神殿做什么 快看 蛮神殿竟然开启了 我的天啊 他们竟然在这时候打开了蛮神殿 究竟有什么事情 九天十地的修士 此刻纷纷震惊不已 难以置信 他们看到沉寂了万年的蛮神殿 竟然在此刻打开了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二十多个先帝 同时来到蛮神殿 蛮族占据着北韩之地 此地虽然仅仅只是九天十地中的一个地狱 可面积之广 却是很多天狱都无法比拟的 是十大地狱中最宽广的 只不过 北韩之地中年富雪 地广人稀 蛮族的族人也并不算多 很多修士 就算是让他们来这里 也不太乐意来 因为北韩之地的冷 很诡异 除了仙人以上的修士 不管你是凡人也好 修炼者也罢 只要没成仙 那寒冷都一视同仁 任何人都会感到冷 这也是此地人少的原因 此刻 众多先帝在二代蛮神的带领下 来到了被冰雪覆盖的巨大蛮神殿 蛮神殿矗立在天地间 足有数千丈之高 如同巨兽一样 匍匐在天地冰原之中 就算强如先帝 在看到那蛮神殿的时候 也感到一股压力 蛮神殿 乃是从太古时代遗留下来的 是整个九天十地 为数不多的太古时代产物 与人族的道祖庙 妖族的地祖宫 巫族的巫神圣帝等地方 如出一辙 随着众多先帝的到来 无数蛮族修士来临 纷纷朝着他们跪拜下来 拜见蛮神 拜见诸位先殿 守护在此地的蛮族修士 纷纷高鹤 语气恭敬 二代蛮神点点头 示意他们起身 然后朝蛮神殿走去 一个准地级别的蛮王走出来 纵使在冰天雪地中 也赤着血红的胳膊 他高声说道 蛮神 此地乃是我族圣地 按照规矩 只有在诞生新的蛮神时 才能打开 现在 闭嘴 二代蛮神毫不犹豫地呵斥一声 蛮神殿光乎九天十地生死存亡 我蛮族的规矩算得了什么 此话令那蛮王不敢再说话 所有蛮族修士 也都是心中遗害 不敢再阻拦 二代蛮神毫不犹豫地咬破食指 然后朝着蛮神殿的大门一甩 一滴鲜血落在了蛮神殿的大门上 轰隆隆 无穷大道之力覆盖整个蛮神殿 蛮神殿上的积血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消融 暗红色的蛮神殿 逐渐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如同天地间的蛮荒巨兽 粗广的模样令人心生敬畏 轰隆隆 随着蛮神之血落在那巨大的殿门之上 大门在此刻缓缓打开 古老 沧桑的气息扑面来 沉寂了上万年的蛮神殿 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 啊 大门双开落定 大殿内发出一道神秘的吼叫声 那声音悠远 低沉 像是来自太古蛮荒时代 哪怕是那些先帝听到这声音 也是目光沉宁 心头像是压了一块石头 拜见古蛮大人 无数蛮族修士在此刻跪倒在冰雪上 双膝着地 双掌张开 然后全身扑下 拜倒在蛮神殿之前 就连二代蛮神也不例外 放眼望去 所有蛮族之人全部拜倒 足足等了十多息的时间 直到那低沉的声音消失了 这些蛮族之人才终于起身 可他们看向蛮神殿的目光 依旧充满了恭敬和狂热 各位 走吧 二代蛮神没有任何犹豫 领头走进了蛮神殿 众人纷纷跟进了蛮神殿 扑扑扑 随着他们进入蛮神殿 一道道来自太古时代的烛火 凭空燃烧起来 整个大殿之中 满是沧桑古朴的气息 两边各有密密麻麻的百丈雕像 一路蔓延到蛮神殿尽头 而在最外面的两个雕像 紫薇先帝等人都很面熟 正是二代蛮神 和很少现身的一代蛮神 很明显 这些雕像就是历代蛮神 蛮族的蛮神称呼很特殊 上一代蛮神陨落之后 后面的蛮神会自动顺位上去 比如说 现在的一代蛮神如果某天陨落了 那么现在的二代蛮神蛮山 将会顺位上去 成为一代蛮神 而从太古时代到现在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个百万年 蛮族诞生的蛮神自然极多 嗯 怎么没有三代蛮神的雕像 陈若璇忽然疑惑地问道 紫薇先帝等人也是有些诧异 仔细一看发现 确实没有三代蛮神的雕像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全部看向二代蛮神 二代蛮神也是愣了一下 满脸金蓉 这 怎么可能 二代蛮神满脸不解 不知为何 没有三代蛮神的雕像 就算三代蛮神已经陨落 可是在蛮神殿内成为蛮神之后 古蛮之魂必定会凝聚出一个雕像来 这是蛮族亘古不变的规则 可三代蛮神明明已经成为蛮神 为何 出现这种情况 唯有两种可能 第一 三代蛮神并未真正成为蛮神 他是在骗我们 第二 则是他成为了众多蛮神中的唯一 二代蛮神四世 想到了什么 眼神中露出一丝震惊 陈若璇不解道 蛮神中的唯一 这是什么意思 二代蛮神没有解释 而是继续往前走 走到尽头去就知道了 众仙帝没有多说 只好老老实实地跟着二代蛮神往前走去 转眼间 他们穿过密密麻麻的蛮神雕像 来到了尽头 尽头有一座近乎千丈的雕像 几乎与蛮神殿等高 这雕像 应该是蛮族的先祖 古蛮 传闻古蛮乃是开天辟地的十大古仙之一 创造蛮族之后 便作画在这蛮神殿之中 留下一缕古蛮之魂 据说获得了古蛮之魂的蛮神 就能获得繁祖的力量 获得开天辟地的力量 带领蛮族崛起 只是这无数年来 也没有一个蛮神获得古蛮之魂 渐渐地 古蛮之魂便成为了传说 很多人并不相信 如今众仙帝来到古蛮雕像之下 就算是天机老人 也能感受到那股巨大的压迫感 忍不住想要颤抖膜拜 可当他们看清楚古蛮的相貌时 每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包括二代蛮神在内 那张脸虽然有些模糊 可依旧能够看得出来 长得与情理极为相似 不仅仅是相貌上 就连气质上也是一模一样 那种淡雅 洒脱的感觉 是无法模拟出来的 他们看到那张脸 所有人都感觉不好了 这 怎么是他 二代蛮神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很明显没有预料到 我 我没看错吧 古蛮雕像竟然长得与情理一模一样 难道 这是巧合吗 紫薇先帝和天机老人 他们目光凝重 死死地盯着古蛮雕像 遥光女帝眸光一闪 同样有些难以置信 怎么会是他 遥光女帝对情理比较熟悉 在万年前 除了那一次在古仙圣地遇见 后面又有过很多交集 他很了解情理 眼前这雕像与情理一模一样 不仅仅是容貌上 还有那种气质 也是一样的 遥光女帝可以确定 这雕像 就是按照情理的模样去雕刻的 或者说 就是按照情理的身体 以一种秘法去铸造的 否则的话 不可能如此相同 这时候 二代蛮神摇头 不可能是巧合 这不是古蛮雕像 这是 三代蛮神的雕像 什么 众先帝一愣 有些搞不明白了 紫薇先帝皱眉道 蛮山倒有 你此话是什么意思 二代蛮神说道 我之前说过 我那雕像身边 没有出现三代蛮神的雕像 那么就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是他并没有成为蛮神 二是 他获得了古蛮之魂 而获得古蛮之魂的蛮神 其雕像会取代古蛮的雕像 成为新的古蛮雕像 二代蛮神这么一解释 所有的先帝都明白过来了 也就是说 现在是三代蛮神 获得了古蛮之魂 所以他的雕像 并未出现在蛮神电入口的位置 而是取代了古蛮雕像 难怪三代蛮神 能以准地修为战妖族 递进强者 可为什么 三代蛮神的模样 与秦李一模一样 莫非 秦李就是三代蛮神 可如果秦李是三代蛮神的话 二代蛮神与三代蛮神 如此亲近 不可能不知道 陈若玄问道 为什么三代蛮神的相貌 与秦李如此相似 所有先帝都看向二代蛮神 二代蛮神眉头皱起 想了话后 或许 三代蛮神是秦李的分身 根据我的了解 蛮神雕像 是以蛮神之魂而凝聚出来的 也就是说 不管是三代蛮神 是秦李伪装而成的 还是秦李的分身 都是以弃神魂模样 铸造出来的 听二代蛮神这么一说 所有先帝的脸色都一变 也就是说 三代蛮神 肯定就是秦李了 只是当初秦李 成为蛮神的时候 是易戎之后成为的蛮神 还是一个分身成为了蛮神 这就不太清楚了 总之 秦李就是三代蛮神 紫薇先帝等人的脸上 露出浓浓的震惊之色 难以置信地看着那雕像 怎么也没想到 这竟然真的是秦李 三代蛮神 竟然真是秦李 以准地修为战妖族 递进强者 如此恐怖的战绩 竟然是秦李创造出来的 难以想象 秦李的天赋 到底有多恐怖 蛮族身份竟然也如此恐怖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难怪当初他跟我说 他要去处理域外邪魔的事情 原来他就是秦李 二代蛮神感叹地说道 抬头看着雕像 眼神中露出一丝尊敬 蛮族有史以来最恐怖的天才 没想到竟是他 此刻 二代蛮神的语气中 竟隐隐带着一丝自豪 其他先帝也是震惊中 带着一丝敬佩 轰隆 然而就在这时候 蛮神殿的大门 发出恐怖的轰鸣声 众先帝回头一看 发现蛮神殿竟然在此刻关上 所有先帝都是内心一惊 有些警惕起来 一道红色的光芒 忽然从左边第三个雕像上飞了出来 那光芒在半空中凝聚成一道虚影 那虚影式的男人 相貌颇为儒雅 但眼神却极为锐利 一股古老的气息从他体内传出来 这是何物 众先帝目光凝重地盯着 那漂浮起来的红色虚影 运转大道之力 只要对方有所异动 他们会第一时间反抗 虚影身上的气息非常强大 比仙帝境界强大得多 就算是天机老人也无法与之相比 混元镜 天机老人盯着那虚影 呼吸有些急促 他竟然是混元镜 陈若璇一惊 难以置信地说道 这世上竟然真有混元镜的修为 而就在这时候 虚影一抬手 一道红色的气息飘散出来 瞬间穿透在座的每个先帝 除了二代蛮神之外 其余所有人全部动弹不得 这恐怖的实力令所有人脸色大变 这就是混元镜的实力吗 众仙帝都看得出来 对方还仅仅只是一道残魂而已 举手投足间便定住了他们 任凭他们如何挣扎 都难以挣脱那神秘力量 一股恐惧从他们心底深处涌出来 你是 何人 二代蛮神略微凝重地看着那虚影 但并没有过多的畏惧 因为这里是蛮神殿 他知道不会有危险 无奈前修 奉蛮主之命 再次等候多时了 虚影轻声开口 声音虚无缥缈 仿佛穿越了岁月长河 从太古蛮荒时代而来 你是前修 二代蛮神闻言 脸色一变 赶紧跪拜下来 后辈子孙蛮山 拜见前修大人 紫薇先帝他们听到此话 不由面面相去 但也算是松了口气 虽然他们不知道前修是谁 可从二代蛮神的话来看 前修是蛮族先辈 那应该不会伤害他们 唯有天机老人 听到前修的名字 脸色一变 竟然是前修 他是太古时代的先蛮 传闻上古时代的蛮族 没有蛮神之说 有的只是主君 前修乃是蛮族第五代主君 那时候的蛮族 是最巅峰的时刻 天机老人有先帝巅峰的修为 受到的控制效果 烧潜 因此可以说话 他震惊到 没想到前修的残魂 竟然还在 听了此话 紫薇先帝等人 纷纷惊骇地看着 只剩下虚影的前修 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太古时代蛮族的第五位主君 残魂到现在未消散 他是怎么做到的 前修淡淡地看了天机老人一眼 随后看向大殿中心最庞大的雕像 单手放在胸口 然后单膝跪下 朝着雕像行了蛮族最大的礼 无知魂散于天地间 是蛮族于万年前 具天地之力 将无知神魂引回 奉其命令 再次等候万年 前修恭敬的声音缓缓响起 看到这一幕 所有先帝都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 蛮族 又是蛮族 这是他们第二次听到 蛮族这个称呼 第一次是前修出现的时候 曾说的那句话 他是奉蛮族的命令 再次等候 而现在又一次重复了这句话 并且 他朝着三代蛮神的雕像 跪拜 行了蛮族最高的礼仪 一副将三代蛮神 视为君主的样子 这让众先帝震惊不已 难道 是一万多年前 秦李以三代蛮神的身份 在这蛮神殿中 将前修的残魂引回来 然后让其在此地等待 这 三代蛮神 可能是秦李的分身 但是在一万多年前 也就只有准地修为啊 他是怎么做到的 前修大人 您这话 是什么意思 二代蛮神拱手弯腰 态度恭敬 紫薇先帝等人 也抬头看着前修 前修缓慢起身 低头看向众人 淡淡道 一万四千年前 蛮主于蛮神殿 获得古蛮认可 融合古蛮之魂 成就蛮主 他有感蛮族危机 故而沟通蛮神殿 以太古伟利于苍茫之中 寻到无知残魂 距于此地 无得以重生 蛮主曾言 万余年后 蛮族将会有灭族之灾 命无守护蛮族 等待你的到来 二代蛮神闻言 心中惊骇 问道 他早在一万四千年前 就已经算到 蛮族将会有灭族之威 将您的神魂引回 就是为了保护蛮族 不受损害 前修恩了一声 四 二代蛮神等人 都不由道西一口凉气 心神都无比震撼 秦李这是什么逆天手段 竟然早在一万四千年 就已经开始布局了 若是如此的话 那遥光女帝手里的开天图 又是否是她的布局 想到这儿 秦李在他们心目中 越发地神秘起来 尽管他们站在 九天十地最高的位置 可现在依旧对秦李 产生一丝敬仰 这个他们以前 几乎没听说过的人 竟然在九天十地 做了如此多 惊世骇俗的事情 此等手段 堪称恐怖 秦李 到底还做了多少 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而就在这时候 蛮神殿中 红雾四起 画面逐渐变化 一个赤着膀子的青年 盘膝坐在蛮神殿中 红雾中 他们看不清青年的模样 只隐约间能够看得出来 那是一个相貌普通 但眼神坚毅的青年 那是 三代蛮神 二代蛮神差一道 他应该是在 接受古蛮的考验 也就是接受蛮魂的过程 接受蛮魂数量越多 则说明潜力越大 一般至少需要 接受两道蛮魂 才能成为蛮神 听到二代蛮神的话 其他先帝也恍然 暗暗想到 这应该是秦李的蛮神 分身成为蛮神的时刻 模糊的画面中 巨大的古蛮雕像 他们看不清 却能看到 那古蛮雕像上 浮现一道道古老的红光 那红光厚重 低沉 凝聚成一个模糊的人影 人影从古蛮雕像上走出来 落在了秦李身上 秦李的身体没有动弹 就像个没事人一样 随后第二道 红色人影走出 再次落在秦李身上 那一道蛮魂被融合 秦李依旧没有任何动静 他看起来很轻松啊 陈若轩疑惑地问道 二代蛮神叹息一声 那只是他看起来轻松 实际上 想要融合蛮魂非常困难 许多足中准地 就连一道蛮魂都无法承受 蛮神殿每十万年大起一次 那时所有蛮君和蛮王 都有机会尝试 可如此多年来 能在准地融合两道蛮魂以上的人 只有他 你们知道 当年我在成帝之后 总共融合了多少道蛮魂吗 众仙帝摇头 都表示不知道 二代蛮神苦笑一声 当年我以地境修为来融合蛮魂 仅仅融合了一道半 连最基础的两道蛮魂都没有达成 还是第二次融合的时候 才成功融合了两道半 四 众仙帝闻言道吸一口凉气 目光中充满了惊骇 二代蛮神的实力 他们是有目共睹的 虽然仅仅是先帝初期的修为 可是权力爆发之下 与彭祖和天犬妖祖一战 一一敌二的情况下 能占据上风 可见其实力之强 就算是他 第一次融合蛮魂 竟然仅仅只有一道半 以失败告终 而秦里的蛮神分身 仅凭准地修为 融合两道蛮魂跟没事人一样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难怪秦里这位三代蛮神 被称之为蛮族有史以来 天赋最恐怖的族人 甚至一度被认为是 带领蛮族崛起的人物 在他们震惊之时 第三道蛮魂已经进入了秦里体内 秦里依旧没什么反应 只是眉头稍稍动了一下 第四道蛮魂出现 红光比之前强盛得多 秦里融合之时 身体抖动了一下 直到融合第五道蛮魂时 才明显有些困难 身体猛烈地颤抖 但最后还是成功融合 第六道蛮魂降临 一开始只融合了一半 有一半的红色人影在外面 就算如此 秦里的身体 已经有承受不住的迹象 浑身颤抖 嘴角溢出鲜血 看起来第六道蛮魂 已经是他的极限 只不过 秦里始终没有放弃 一直在承受着蛮魂带来的痛苦 那蛮魂像是硬挤进去的一样 一点点地往秦里身体里挤 紫薇先帝等人 看着都觉得难 但最终秦里还是坚持下来 完整地融合了第六道蛮魂 没想到他当初竟然融合了这么多蛮魂 也太恐怖了 二代蛮神倒吸一口凉气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模糊的一幕 整个人都骂了 甚至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蛮山道有 你们蛮族历代蛮神 最多融合了多少道蛮魂 紫薇先帝问道 二代蛮神说道 据我所知 最多只有四道 最多只有四道蛮魂 而秦里 却已经融合了六道蛮魂 创造了新记录不说 这个记录 恐怕再也没有人能打破了吧 秦里这也太恐怖了吧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 秦里的本尊是人族修士啊 并非蛮族 他到底是什么怪物 紫薇先帝等人心灵震撼 看着那道模糊的身影 眼神中露出一丝尊敬 然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第七道蛮魂出现 那蛮魂发出来的红光更为强盛 落在秦里身上 秦里当即吐出一口鲜血 可他眼神依旧坚毅 咬牙坚持着 众先帝只看到那蛮魂一点点的融合 他的毅力 好强 陈若玄不由地说道 他们看得出来 第七道蛮魂已经到了秦里的极限 这原本已经算是非常逆天的存在 可秦里依旧在坚持 虽然他们看不清楚秦里的脸 却能从那双眼睛中 看到前所未有的坚定 仿佛天下所有的事情 都无法动摇他继续坚持的决心 随着秦里的坚持 那第七道蛮魂 终于彻底融入到秦里的身体之内 不知不觉中 紫薇先帝等人的身体都紧绷起来 直到秦里彻底融合了第七道蛮魂 他们才终于松了口气 暗暗吐出一口气来 他们发现自己可以动了 攥着的掌心布满了汗水 也不知道是在为自己担心 还是为秦里 第八道血红色的蛮魂 从雕像上走了下来 落在了秦里身上 这一次秦里没有再口吐鲜血 但他浑身一颤 所有人都看得见 秦里身上的皮肤 在这一刻开始一阵阵军裂 密密麻麻的细纹 从秦里身上冒出来 就像是一件陶瓷 受到外里出现了破裂 秦里身上的裂纹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开来 衣服下面他们看不到 但很快 那裂纹蔓延到了秦里裸露的脚踝上 也代表着秦里全身已经裂开 导致他看起来 就像是一只陶涌 尽管如此 秦里依旧没有放弃 他全身都在颤抖 坚毅的眼神不曾退缩半分 这就是秦里 紫薇先帝他们 看得心惊肉跳 不由自主地平住了呼吸 看着秦里的眼神 带着一丝尊敬 此刻他们总算明白 为什么秦里能够赢得 白洛林和柳红尼的方星 能够成为一介之主 能够受百万剑先敬重 能够成为那恐怖的混沌神殿殿主 从剑山上的虚影 就已经出现端倪 秦里的剑道天赋极强 剑道境界达到了极致 就算是北辰先帝 也自愧不如 可那极致的剑道境界 并不仅仅是 因为他极高的剑道天赋 还有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上百万次的重复挥剑 那在所有人都看来 极为枯燥的动作 秦里重复了百万次 这 就是秦里成功的原因 而现在融合蛮魂 也同样如此 他的极限 只有六道蛮魂 最多六道半 可靠着强大的毅力 硬是坚持到了第八道蛮魂 而且真的被他融合了 这种毅力 哪怕是紫薇先帝 他们活了数十万年 见过了沧海桑田 精彩绝艳之辈 不知道遇上多少 可现在与秦里相比 也是黯然失色 他 确实配得上这些成绩 这些地位 紫薇先帝叹息一声 语气中带着敬佩 陈若玄等人 纷纷点头 能成为先帝之人 每个人的毅力 都不需要多赘述 但面对秦里的毅力 他们还是自愧不如 遥光女帝眸光闪烁 看着秦里颤抖的身躯 眼中闪过一抹腾息 第九道蛮魂 二代蛮神低声道 蛮族以九为尊 九为吉 这应该是最后一道蛮魂了 他的话音刚落 模糊画面中的古蛮雕像 发出沉重的声音 嗯 这声音与打开蛮神殿时的声音 一模一样 悠久 古老 直击每个人的内心 他们都知道 那是古蛮的声音 随着古蛮的声音出现后 一个暗红色的身影 从古蛮雕像中走出来 那道身影看起来极为雄伟 像是从蛮荒谷地而来 一步走出 瞬间进入秦里的身体之中 没有任何迟滞感 直接就融入进去 而秦里的身体颤抖片刻 闭上眼睛 身上散发出古蛮的气息 果然是古蛮之魂 二代蛮神深吸一口气 满脸震惊 随着秦里融合古蛮之魂 他们发现 那古蛮雕像 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逐渐变成了秦里的模样 很快 红色烟雾消失 所有先帝回到了蛮神殿中 一切都恢复正常 二代蛮神看着秦里的雕像 单膝跪地 深深一败 给了蛮族最大的礼数 秦里呈九魂之痛 因古蛮之魂 成不是蛮族主君 值得二代蛮神跪拜 紫薇先帝等人面面相去 族人蛮山 你可愿意为蛮族赴汤蹈火 为蛮族割皮瓜肉 为蛮族献出自己的一切 就在这时候 漂浮在半空中的乾修忽然开口 语气肃默 眼神正重 二代蛮神浑身一颤 看向乾修 恭恭敬敬一拜 蛮山愿意 善 乾修吐出一个字 回头扫了一眼蛮神殿之外 似乎穿过蛮神殿大门 看到了外面的众多蛮族 看到了整个蛮族的领地 他眼中闪过一抹绝 飞进了二代蛮神的体内 二代蛮神浑身一颤 眼神变得浑浊和迷茫 但仅仅片刻之后 他就恢复清明 似乎看到了什么无比震惊的事情 眼里逐渐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二代蛮神体内涌出来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二代蛮神体内苏醒一般 此刻 乾修的毕生记忆 与二代蛮神开始融合 二代蛮神的修为 也在迅速攀升 他盘膝坐下 忽然开口 诸位道有 我与乾修大人融合 需要三月时间 还请诸位稍等 此话一出 令紫薇先帝他们面面相去 融合 二代蛮神竟然在与乾修融合 这 天机老人目光略带激动 原来 九天十地的一线生机是这样 便是秦礼留下的这一手段 引来乾修的残魂 帮助蛮山道友 融合乾修残魂 从而提升蛮山道友的修为 妙啊 太妙了 没想到 秦礼在一万四千年 就已经开始布局了 我们一直都在秦礼的局中 听了天机老人的话 紫薇先帝等人惊骇无比 是啊 从乾修的话可以看得出来 秦礼早在一万四千年前 就已经算到了今日的事情 故而引出乾修的残魂 让乾修再次等候 只等着蛮山前来 然后与乾修融合 强行提升蛮山的修为 看这意思 莫不是蛮山要踏入传说中的混元镜吗 陈若玄京道 众先帝对视一眼 皆是头皮发麻 而这时候 祖屋主九说道 天机道友 你曾说过天机指引的一线生机 在各族圣地 其他族的圣地里又有什么 其他先帝文言纷纷目露金光 蛮族圣地蛮神殿之中 是秦礼留下的惊天造化 二代蛮神因此而融合了乾修残魂 修为暴涨 有可能成为九天十地 众多先帝中第一个混元镜 那么 其他各族的圣地之中又有什么 那些先帝都开始有些期待起来 或许他们也能在各自的圣地中 得到惊天造化 紫薇先帝和陈若璇他们对视一眼 想起了荒废已久的道祖庙 道祖庙里又有什么造化 此刻他们甚至有点想赶紧前往道祖庙了 天机老人说道 天机所示 九天十地的一线生机 确实是在各族圣地之中 我们一一过去之后 想必有所收获 听了天机老人此话 其他人也都按捺住性子 不再多说 不过 紫薇先帝却忽然问道 天机道友 不知天机之中可否有显示 那一线生机是否与情理有关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看向天机老人 天机老人却微微摇头 老夫也不知 这让众先帝有些失望 转眼间 三个月过去 二十多个先帝 进入到蛮神殿 已经三个月时间了 依然没有出来过 不少修士都关注着此事 感到非常奇怪 到底什么事情 竟然让二十多位先帝 在蛮神殿内 秘密协商三个月之久 蛮神殿外 风雪依旧 密密麻麻的蛮族修士 守在殿外 等着那二十多位先帝现身 对于他们来说 蛮神殿是神圣 不可侵犯的存在 如今二十多个先帝 进入其中 而且还三个月不曾出来 这让这些蛮族修士 内心都有些着急 也不知道 他们在里面做什么 不过就在这时候 一道恐怖的气息 在蛮神殿席卷出来 整个蛮神殿 都在此刻颤抖起来 一道道红光 凝聚在蛮神殿之上 嗯 熟悉的气息 从蛮神殿中响起 所有蛮族修士 都脸色大变 惊骇地看着蛮神殿的变故 一时间难以分辨 这变故到底是好是坏 上百位蛮王聚集在此 看着那蛮神殿的变化 都是惊议不定 这事 他们茫然无措 想要去看看 却又不怕冲撞了蛊蛮 随着蛮神殿发生变故 一股庞大的气息 在蛮神殿上空 迅速凝结而起 强盛的红光也开始聚拢 一张隐隐约约的脸 逐渐在蛮神殿上空浮现 看到这一幕 所有蛮族修士都呆了一下 而就在这一刻 所有的蛮族修士 体内的血液开始沸腾起来 一股强烈的冲动 在他们内心深处涌现出来 他们看着天上 那由红光凝聚而成的模糊巨脸 竟然生出鼎里膜拜的冲动 那是古蛮之魂 某个蛮族准地 看到那恐怖的巨脸 脸色微微一变 有些难以置信 而就在这时候 一道恐怖的气息 从北韩之地深处爆发出来 接着一道强烈的黑光急冲而来 瞬间落在了众多蛮族修士面前 那是一个身材魁梧高大的老者 老者身穿瘦皮 皮肤有黑 但双目却炯炯有神 一身修为深不可测 蛮神 看到这老者的瞬间 所有蛮族修士 全部心中一震 赶紧跪拜 能让所有蛮族修士 称之为蛮神的人 只有一人 那就是一代蛮神 萧云 萧云虽然已经有近十万年 没有处理过蛮族的事情 但在蛮族修士心中 地位极高 比二代蛮神蛮山还要高 是所有蛮族修士 现在的精神领袖 故而萧云一出现 立即引得无数蛮族修士跪拜 萧云脸上勾壑纵横 但精神抖擞 她目光凝重地 看着那天上的巨脸 眼中闪过一抹惊骇 蛮神 这是古蛮之魂吗 一个准地小心翼翼地问道 所有蛮族修士 都看着萧云 甚至 就连关注着蛮神殿的 那些九天十地的修士 也都是以神识看着萧云 他们内心暗暗吃惊 没想到 竟然连一代蛮神萧云都现身了 要知道 之前就连蛮神殿开启 二十多个先帝 进入蛮神殿之中 萧云都没有现过身 可现在这张巨脸出现 萧云立即就来到了蛮神殿之外 可见 这巨脸的出现 代表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这巨脸到底是什么 竟然如此重要 连一代蛮神都现身了 陈凡难以置信 无比震惊 难道是传说中的古蛮之魂吗 王精一也是目光凝重 他说道 你知道那些先帝去蛮神殿做什么吗 陈凡愣了一下 以为王精一知道 于是不由问道 你知道 王精一摇头 我不知道 我这不问你吗 陈凡有些无语 与此同时 一代蛮神萧云站在蛮神殿前 仰头看着那张巨脸 只见逐渐逐渐凝聚成形 他也终于开口了 那不是古蛮之魂 那是 新的主君出现了 主君融合了古蛮之魂 取代古蛮的位置 此话一出 所有蛮族修士的脸色都变了 新的主君 融合古蛮之魂 取代古蛮的地位 一直以来 蛮族的信仰就是古蛮 想要成为蛮神 就必须要获得古蛮的认可 才能成为蛮神 古蛮是整个蛮族地位最高的存在 而现在 既然有人取代了古蛮的位置 成为蛮族新的信仰 到底是何人 进入蛮神殿的蛮族修士 只有二代蛮神 难道是二代蛮神吗 可他们抬头看着那张脸 虽然依旧模糊 但从轮廓来看 都不像是二代蛮神 这张脸非常年轻的样子 一个蛮族准备说道 蛮神 自太古时代结束以来 我们蛮族再也没有出现过主君 而现在 又为何会出现主君了 萧云脸色凝重道 以前的主君 就是现在的蛮神 后来先被觉得 真正的主君 应该是必须要融合古蛮之魂的人 才能称之为主君 只有这种人才是蛮族 才是蛮族之主 故而后来再也没有主君 此话一出 众人恍然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 以前的主君地位 等同于现在的蛮神 而现在的主君地位等同于古蛮 那准地问道 难道是二代蛮神 融合了古蛮之魂 成为了主君 然而 萧云毫不犹豫地摇头否认 不是 这气息不是蛮山的气息 此人蛮族气息中 夹杂着一丝他族气息 有点像是三代蛮神 听了此话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随后所有蛮族修士 全部大喜过望 竟然是三代蛮神 三代蛮神那可是他们蛮族的传说啊 一直以来都以为陨落了 没想到竟然还活着 三代蛮神 这 这太好了 没想到三代蛮神 竟然还活着 天佑我蛮族啊 之前那个准地听到此话 激动地大喊起来 眼神中净是兴奋 剩余的蛮族修士 也纷纷激动不已 难以置信地看着天上那张逐渐清晰的巨脸 眼神变得无比狂热 三代蛮神的传说 就算已经过去了一万多年 可依旧是深入这些蛮族修士的内心 永远地留在他们的脑海里 在他们印象中 三代蛮神天赋一柄 实力极强 仅仅三千年的时间 就从一个普通蛮族修士 走到了准地 并且在蛮神殿中 一举获得古蛮的认可 成为蛮族历史上最年轻 也是唯一一个准地蛮神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其恐怖的战斗力 也是令人赞叹 仅仅准地修为 与妖族的彭祖战的有来有回 拥有堪比递进强者的战力 如此一来 三代蛮神在蛮族中的人气 甚至比二代蛮神还要高 成为了不少蛮族年轻人 心目中的目标 无数蛮族年轻人 以三代蛮神为标杆 以三代蛮神为前进的动力 只可惜 三代蛮神如同昙花一样 崛起得快 消失得也快 一万多年前莫名其妙的失踪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而现在蛮神殿上方出现的巨脸 是蛮族新的主君诞生了 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君 没想到 竟然是那失踪已久的三代蛮神 可见这些蛮族修士 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内心到底有多激动 有多兴奋 太好了 三代蛮神竟然还活着 哈哈 我的天 我没听错吧 三代蛮神竟然还活着 我就知道 三代蛮神如此精彩绝艳的人物 怎么可能会陨落 原来他一直在蛮神殿中啊 三代蛮神竟然融合了古蛮之魂 成为了我们蛮族的主君 相信有他的带领 我们蛮族必定会越来越好的 我等恭迎三代蛮神 蛮神殿外的蛮族修士 听到萧云的话后 眼中露出激动之色 所有蛮族修士都非常开心 他们齐刷刷地跪拜下来 眼神狂热地看着天上的巨脸 三代蛮神虽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但对于每个蛮族修士来说 都属于传说中的人物 哪怕不少蛮族修士 从来没有见过三代蛮神 此刻也是为其而狂热 因为这些蛮族修士 是从小就开始 听三代蛮神的故事 一直听到大的 三代蛮神的名字 几乎都印在了他们内心深处 而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听到萧云的话 都是瞪大了眼睛 有些难以置信 三代蛮神 竟然还活着 不是吧 不是说三代蛮神 在一万多年前 就已经陨落了吗 那张巨脸 就是三代蛮神 我怎么瞅着那张巨脸 有种熟悉感啊 虽然看得很模糊 可总有一种熟悉感 三代蛮神 不会一直在蛮神殿里待着吧 现在终于融合了古蛮之魂 话说三代蛮神现实 也不知道跟紫薇先帝他们 入蛮神殿有没有关系 九天十地所有修士 都被这一幕惊动了 一个个惊讶无比 没想到传说中的三代蛮神 竟然再次出现了 要知道 这九天十地的其他修士 大多数都没见过三代蛮神 他们知道 三代蛮神 都是从蛮族修士那得知的 几乎每个蛮族修士 都对他们的三代蛮神赞不绝口 每个蛮族修士 都将三代蛮神视为骄傲 而古蛮之魂 大部分九天十地的修士都知道 传闻那是开天辟地 十大古仙之一的 古蛮留下的传承 在蛮族一直存在一个说法 那便是融合古蛮之魂 就能突破先帝境界 达到传说中的境界 带领蛮族走向巅峰 可从太古时代一直到现在 无数纪元过去 蛮族从巅峰走向衰落 再从衰落走到现在有崛起之向 也依旧没有任何 人融合过古蛮之魂 数百的蛮神和主君 没有一人融合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 古蛮之魂不过只是一个传说 只是蛮族对于古蛮的一种向往 而编造出来的谣言罢了 然而现在 竟然真的有人融合了古蛮之魂 并且取代了古蛮在蛮族的地位 这让九天十地的修饰 有些难以置信 三代蛮神竟然真的还活着 陈凡惊讶地说道 当初我问过老祖 老祖都说 三代蛮神应该是死了 确实有些出乎意料 王静一看着那凝聚在蛮神殿上空的巨脸 巨脸的轮廓变得清晰 但五官还是很模糊 没有完全凝聚出来 但那股气息 却令他有些心惊肉跳 王静一见过不少先帝 那些先帝给他的感觉 远远没有巨脸来的恐怖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王静一竟然觉得 那张巨脸有一种熟悉感 尤其是那张脸的轮廓 这巨脸 不知为何 我有一种熟悉之感 王静一沉默半上后 忽然说道 陈凡愣了一下 正要调侃王静一 却发现自己在多看了几眼后 也有一种熟悉之感 这什么情况 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 那不是三代蛮神的脸吗 为什么自己二人会有熟悉的感觉 陈凡万分不解 不过就在这时候 他看到蛮神殿的大门猛然一震 竟然在此刻缓缓打开了 三个月前 二十多个先帝 进入到蛮神殿后 那扇门就关上了 时隔三个月 终于再一次开启 难道那些先帝 终于要出来了吗 陈凡和王静一两人的注意力 暂时从巨脸上挪开 转而放在了蛮神殿出口 不单单是他们俩 几乎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都将注意力放在了蛮神殿大门上 包括那些蛮族修士 就连萧云都看向蛮神殿大门 因为他也在期待着三代蛮神 走出蛮神殿 此后带领蛮族走向巅峰 过了没多久 蛮神殿大门出现了二十多道身影 他们缓缓从蛮神殿走出来 为首之人并非天机老人 而是已经融合了 前修残魂的二代蛮神蛮山 蛮山带着二十多个先帝 离开蛮神殿后 抬头看向那蛮神殿上方的巨脸 其他人也跟着看去 而此刻 所有人的脸色都微微一变 因为他们看到 此刻他们终于知道 为什么看脸的轮廓 会有种熟悉感了 这 这巨脸为何是情理的 陈凡瞪大了眼睛 猛地一下站起来 难以置信地看着蛮神殿上方的巨脸 瞳孔微微颤抖 整个人都在发麻 只见蛮神殿上方的巨脸 在此刻已经变得清晰 任何人都能够清清楚楚地看清楚 那张脸的容貌 那张脸棱角分明 长相俊逸 眼神清澈中带着一丝坚毅 几乎所有九天十地的修饰 都对他非常熟悉 他正是这数月以来 整个九天十地的风云人物 情理 陈凡一脸猛逼 王静一也同样愣住了 王静一猛然站起来 手里的酒坛子 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阁楼内酒香四溢 他也没有任何察觉 全部心神都放在了 蛮神殿上的那张巨脸上 竟然 是他 王静一呼吸急促 头皮发麻 脑海中浮现了情理的模样 他想破脑袋 也难以想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那张脸是情理的 不是说 那是融合了古蛮之魂以后 才会出现的一张脸吗 代表着蛮族的至高地位 换成了那张脸 可情理不是人族的修士吗 怎么又变成蛮族的主君了 王静一搞不懂 陈凡震惊到 不是说那张脸 应该是三代蛮神吗 有三代蛮神的气息 为何会是情理的模样 一代蛮神 应该不会出错吧 王静一摇摇头 他也不清楚 现在他人都是猛的 有一种如遭雷击的感觉 陈凡想了想后说道 王兄 你说会不会只是这张脸跟情理相似而已 实际上并非情理 王静一有些麻木地看了陈凡一眼 你说什么 陈凡看到王静一这种模样 立即也就意识到 王静一肯定一直想着情理的事情 所以连她的话都没听清楚 于是陈凡又重复了一遍 王静一终于恢复了一些 随后他缓缓摇头 你觉得 世上有那么多巧合吗 这张脸 刚好长得与情理相似 为什么不是跟你相似 这 陈凡一时哑口无言 随后他犹豫到 你的意思是说 这真的是情理 情理真是蛮族的主君 王静一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都已经看清楚了那张脸 每个人心里都掀起了惊涛海浪 情理 那张脸竟然和情理一模一样 难道 情理竟然是蛮族的主君 他竟然融合了蛮族的古蛮之魂 这怎么可能 情理不是人族修士吗 怎么会是蛮族的主君啊 这也太颠覆了吧 无数修士在此刻被震惊了 甚至有不少先王准地 化作一道长虹 朝着蛮族地狱而去 他们怕自己的神识 受到了某些幻术的影响 想要去亲自看看 看看那张脸到底是不是情理 这 我没看错吧 蛮族主君的脸 竟然是情理 咦 不是说 那是三代蛮神吗 怎么变成了情理啊 这谁知道啊 也太离谱了吧 不会是三代蛮神 长得和情理差不多吧 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整个九天十地 都在讨论着这件事 谁也没想到 蛮族主君的脸 竟然是情理 这种事情 也太匪夷所思了 大部分修士 下意识地不敢相信 可仔细一想 又觉得 这世上不可能 有那么巧的事情 如果情理不是蛮族主君 那还有谁呢 与此同时 蛮神殿 外面那些蛮族修士 除了萧鱼眉头微微一皱 露出些许疑惑之外 其余的蛮族修士 都是脸色大变 怎么可能 所有准地齐齐开口 同时惊呼 怎么会是情理 我蛮族主君 竟然是情理 有人惊呼一声 难以置信 满脸震惊 几乎整个蛮族的修士 都瞪大了眼睛 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 情理不是人族修士吗 怎么会变成 他们蛮族的主君啊 这 如果不是就在现场的话 他们甚至以为 自己这是看错了 情理 竟然是我们蛮族的主君 这好像不是一个坏消息啊 没想到 情理竟然还跟我们蛮族 有联系 他可是混沌店主啊 又是中天御建主 能轻松斩杀彭祖 这种人物 竟然是我们蛮族的主君 哈哈 我蛮族崛起有望啊 我怎么也没想到 蛮族主君是情理 那些蛮族修士此刻 在后边议论纷纷 每个人都有开始的震惊 和难以置信 化为惊喜 情理这段时间被曝光以来 每个人都对情理的来历 感到无比好奇 也对情理的实力无比好奇 但可以确定的是 至少情理的实力 绝对非常强大 毕竟连他的弟子 都能轻松斩杀彭祖 妖族三大妖主 都无法阻挡他一个弟子 而且 后来在万妖海海底 以一人之力 屠杀了人族三大家族 数十万人 这种战戒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能搞出来的 而则 仅仅只是情理的弟子罢了 若是情理自己出手 其实力不知道有多强悍 故而 这些蛮族修士 在看到那张脸 是情理之后 是无比兴奋的 只有一代蛮神萧云 皱眉看着那张脸 因为这张脸 跟他印象中的 三代蛮神不一样 当然 他也听到了那些 蛮族修士的议论声 也听出了此人的名字 叫做情理 但他没有关注过 九天十地发生的事情 故而对情理的事情 并不知情 如今内心 对这个情理非常好奇 蛮神 您不是说 融合古蛮之魂的人 是三代蛮神吗 为何是情理 一个准地蛮脸疑惑地问道 萧云抬头看着那张巨脸 摇头说道 我也不清楚 但可以确定 这张脸上的气息 确实是三代蛮神的 此人是谁 那准地愣了一下 随后惊讶地说道 莫非 三代蛮神就是情理 或者说 三代蛮神 是被情理夺赦了 此话一出 所有蛮族修士 都是心中一惊 好在萧云毫不犹豫地摇头 没有被夺赦 这 准地有些尴尬 但很快便开始说起 关于情理的事情来 萧云听得颇为认真 随着情理的事情 一桩桩一件件被说出来后 萧云的脸色 逐渐变得凝重起来 他抬头看着那张巨脸 开始重新审视起来 萧云从未想过 在自己闭关不问世事的这段时间 九天十地 竟然出了个如此恐怖的人物 一介之主 中天玉剑祖 混沌神殿殿主 以一己之力 镇压入侵的域外邪魔 七杀摩帝将其视为兄弟 白华先帝的掌上明珠白洛灵 和角色榜排名第二的柳红尼 竟然都成为了他的道律 甚至其交出来的徒弟 竟然一剑杀了彭祖 妖族三大妖主 同时出手抵御 都无法挡住他的弟子 可见 情理到底有多恐怖 而萧云活了这么多年 在以前却从未听说过 九天十地 还有这样一个人物 这样一个人物 竟然是 他们蛮族的第三代蛮神 现在更是融合了古蛮之魂 成为他们蛮族的主剧 萧云的内心 生起一丝震撼 九天十地 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过 如此精彩绝艳的人物了 大哥 此刻 二代蛮神 带着二十多个仙子走了过来 萧云看了蛮山一眼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蛮山 你的修为 为何我有些捉摸不透 萧云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先帝中期巅峰境界 只差一步 就可踏入先帝后期 这已经是整个九天十地 除了天机老人之外的 最强修为了 此刻萧云竟然有些 看不透蛮山 而且 他感觉蛮山身上的气息 发生了些许改变 似乎变得更加沉稳 更加内敛 更加地忧深了 要知道 以前的蛮山 可是出了名的暴脾气 紫薇先帝等人对视一眼 都从彼此眼中 看到了羡慕之色 而蛮山 则是哈哈一笑 大哥 你且看看我的修为 说完 蛮山也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将自己的修为放开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他体内狂涌而出 直冲云霄 顷刻间 整个天际被冲破 无数裂缝在天上出现 恐怖的气息 令整个九天十地 都在此刻颤抖起来 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瞬间笼罩在 整个九天十地之上 无尽生灵 在此刻匍匐下来 哪怕是那些 修为强大的仙君仙王 哪怕是相隔亿万里之遥远 此刻也是感受到了 那股恐怖的压力 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压力 落在了他们的灵魂上 令他们无法动弹 问 虚空在此刻震战起来 时间也仿佛静止了一般 附近的所有蛮族修士 纷纷在此刻跪拜下来 惊恐地看着蛮山 那些原本要靠近蛮神殿的仙王 感受到这股恐怖的气息 竟然吓得不敢再继续往下 甚至有些 仙王初期的修士 紫威仙帝等人的脸色大变 登登登退后数步 惊骇地看着蛮山 唯有天机老人表面好一些 但脸上的惊骇 却是丝毫不少 就连萧云的表情 也是变得无比精彩 她感受到了蛮山体内的恐怖气息 她竟然升起一股膜拜之感 整个人都被狠狠压制 那是来自境界上的威亚 但是萧云仔细一看蛮山 却又发现 蛮山仿佛变了个人 眼神都与之前有些不一样 你 你究竟如何做到的 莫非是你 融合了古蛮之魂 萧云震惊地说道 蛮山迅速收了气息 人再一次地回到了之前的模样 连气质都变得粗犷起来 而随着她则气息一收 整个九天十地终于恢复了平静 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蛮山 蛮山现在的修为 到底达到了什么境界 这还是先帝境界吗 恐怕就算是天机老人 也不可能仅仅凭借气息 就达到这种程度吧 难道 二代蛮神蛮山的修为 已经超越了先帝 超越先帝 那得是什么境界啊 太恐怖了吧 萧云正要询问的时候 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九天十地 忽然一阵轰鸣 天空出现无尽霞云 笼罩在整个九天十地 无尽灵气从天上狂涌而出 笼罩在整个九天十地 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都出现了异象 每个地方都受到灵气灌溉 大量的灵气涌现在九天十地各处 还有一道道神秘强大的力量 天道发出一道道空灵的仙音 所有修饰都能够听到那仙音 心境在此刻变得无比安宁 好似受到了洗礼 不断升华 这 这是大道之音 怎么会突然出现大道之音了 紫薇先帝惊讶地抬头望天 有些难以置信 大道之音 唯有先王先帝顿悟之时 才能听得见 对顿悟之人好处极大 不但能够提升修为 还能提升道行 领悟仙术 明悟规则 掌控大道之力 可这种仙音 只有顿悟之人才能听得见 而顿悟这种事情 可遇不可求 有可能一个先帝这辈子 也没有听过大道之音 紫薇先帝修行了数十年 也就顿悟一次 听过一次大道之音罢了 而那一次 让他领悟了星宿之力 有沟通星宿的能力 星宿降临 先帝初期的修为 能占先帝中期 可见大道之音 带来的效果有多好 那之后 紫薇先帝想要再听一听大道之音 却再也没有机会了 而现在 紫薇先帝竟然又听到了大道之音 顿时又惊又喜 这就是大道之音 为何好端端地 他并未听过大道之音 只觉得听到这空灵的声音 心境变得无比平稳 整个人像是进入仙境一般 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 从内心深处滋生 此刻 他似乎对自己掌握的大道之力 有了新的领悟 所有人都惊讶地抬头看着 不知道九天十地 为何会发生这种变故 唯有蛮山 看到九天十地发出轰鸣声 天上霞光无限 大道之音迷你 顿时明白过来 这时 有人领悟了本源之力 突破混元镜 蛮山融合了前修的残魂 算是半个混元镜 对于混元镜 也比其他人更加了解 因此一眼就看出来了 众仙帝心里一惊 有人突破混元镜 这九天十地 除了天机老人 是仙帝巅峰之外 还有谁有资格 去冲击混元镜 他们想到了一个人 秦李 就连天机老人 也下意识地说道 莫非 是秦李在突破混元镜 天机老人这番话 令所有仙帝 都是心中都是一惊 天机老人所想 也是他们内心的想法 如今这种情况下 也只有秦李 有可能突破到混元镜了吧 毕竟他们也都知道 下七双目前的修为 是仙帝后期 并未到仙帝巅峰 距离混元镜 还有一定的差距 而最有可能突破仙帝 达到混元镜的 也只有秦李了 真的是他吗 陈若璇脸皮抖了抖 脑海中浮现秦李的样子 到现在 也觉得有些梦幻 秦李竟然真的 要到混元镜了 道友 这混元镜 适合境界 这时候 一代蛮神萧云 抬头看了一眼 天上霞云后 有些疑惑地问天机老人 无数蛮族修士 和九天十地 注意着此事的修士 都看着天机老人 他们也很想知道 混元镜是什么境界 竟然敢能 天机老人还没说话 满山就开口了 大哥 混元镜 实际上就是超越先帝的境界 先帝境的下一个境界 就是混元镜 先帝下一个境界 萧云闻言 倒吸一口凉气 眼中露出惊骇之色 他抬头看着那无境霞云 眼中满是向往 没想到 这个情理 竟然已经要突破先帝境界 此人究竟是谁 竟然如此恐怖 顿了顿 萧云说道 自太古时代以来 就再也没有人 突破过先帝的智谷 如何做到的 此话令满山等人 纷纷沉默 摇头不语 天机老人 为了突破智谷 甚至不惜 将自身于九天十地融合 就为了突破先帝境界 领悟本源之力 达到传说中的混元镜 可他在先帝颠覆 已经数十万年 依旧没有任何进展 他们也想知道 情理是怎么做到的 可问题是 他们也不知道 情理似乎一次次 都在颠覆他们的认知 此刻 那些蛮族修士听了之后 也是震惊不已 惊骇地看着天上祥云 难以置信 混元镜 原来超越先帝的境界 是混元镜 我的天 情理竟然已经要 超越先帝了吗 放肆 情理是你能教的吗 要叫主君 这妥妥的九天十地第一人 难怪他教出来的徒弟 都如此恐怖 原来他已经超越了先帝 先帝之间的一个小境界 都差距极大 像天际老人这种 在所有人都不使用 灵宝的情况下 哪怕他的大道之力 并非主战的 可依旧能够以一人之力 抗衡九天十地 七成以上的先帝合力 可见 境界差距有多大 而每个小境界的提升 也是极为艰难 整个九天十地 也就只有两个先帝中期 一个先帝巅峰罢了 其余的先帝 全部都是先帝初期 可见 想要提升一个小境界 有多困难 而情理 才不过修炼了三万多年吧 竟然就已经要 突破先帝境界了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何等的恐怖 然而 没有人知道的是 这并非情理突破先帝境界 而是 七杀魔帝 此时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都沸腾起来 关注着此事的修饰 都已经知道 竟然是情理在突破先帝境界 冲击一个 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境界 混元境 混元境 先帝之后 竟然叫做混元境 王静一呼吸有些急促 难以置信地说道 情理竟然已经 要抵达这个境界了 他到底有多恐怖 陈凡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眼神中充满了震惊 原来他已经快要到这种境界了 难怪连洛林仙子和柳红尼 这两位仙子都为其倾心 这等天赋 简直匪一所思 两人对视一眼 这两位人族最强天骄 就算在整个九天十地 都称得上名号的天骄 此刻黯然失色 在面对情理的恐怖天赋之下 他们自愧不如 不仅仅是他们 整个九天十地的天才 都在此刻感受到 情理带来的恐怖压力 不过 他们也同样无比振奋 九天十地的 第一个混元镜修士 终于诞生了 蛮山 刚才你的修为气息 似乎与这颇为相似 肯定也已经突破了先帝境界 莫非 你也已经踏入了混元镜 这时候 一代蛮神萧云 忽然开口问道 此话 无疑把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吸引回来 看向蛮山 是啊 刚才蛮山仅仅只是 释放出修为气息 就让整个九天十地 为之颤抖 难道 蛮山也踏入了混元镜 哈哈大哥 你误会了 我没有融合古蛮之魂 修为也没有达到混元镜 蛮山大笑一声 随后说道 刚才混元镜修为 实际上并非我的 我的修为 依旧只有先帝初期 刚才不过是融合了 前修大人的魂罢了 短暂拥有前修大人的修为 前修 萧云愣了一下 随后脸色大变 惊道 你是说五代主君前修大人 此话一出 整个蛮族都发出哗然声 所有蛮族修士 全部抬头看向蛮山 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如果是其他蛮族先祖的话 他们或许没听说过 但是前修之名 几乎所有蛮族修士都听说过 因为那是蛮族历史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 是所有蛮族文献中 都会记载的一个人 也就是说 哪怕是蛮族的一个 几岁十多岁的小孩 也知道前修 在无数年前的太古时代 蛮族能崛起 便是因为前修的存在 可以说 除了古蛮之外 前修的名声最大 而现在 蛮山竟然融合了前修之魂 蛮山点点头 蛮脸兴奋之色 不错 正是前修大人 我在蛮神殿中 见到了前修大人 此话一出 整个蛮族再次轰动 真的是前修 无数蛮族修士敬仰的主君 前修 没想到 前修竟然还有阴魂在蛮神殿内 守护着 他们蛮族无数年 想到这里 那些蛮族修士 无不是热泪盈眶 一带蛮神 蛮云苍苍的脸上 露出难以置信 可据我所知 蛮神殿无法储藏仙辈阴魂 所有仙辈在陨落之后 阴魂都会归于天地 前修大人的阴魂怎么会 蛮山大笑一声 朝着蛮神殿上的聚脸拱手 满脸恭敬 这一切 自然是出自于主君大人的手笔 主君 蛮云抬头看向蛮神殿上的脸 眼中闪过莫名的光芒 他急忙问道 主君可在蛮神殿之中 蛮山摇头道 不再 主君早在一万四千多年前 就已经融合了古蛮之魂 之所以没有显现异象 便是因为 他引回了前修大人仙魂 镇压了蛮神殿 而在刚刚前修大人仙魂与我融合 故而异象才终于出现 萧云抬头看向天上那聚脸 眼中露出一丝惊骇 一万四千年前 便已经融合古蛮之魂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前修大人的仙魂 会与你融合 主君又为何会将 前修大人的阴魂引回来 主君到底是谁 萧云看着蛮山 蛮族所有族人 全部盯着蛮山 眼神中充满期待 等待着心里的那个答案 看他聚脸的相貌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与秦李一模一样 可秦李是人族修士 为什么又是三代蛮神 而且还融合了古蛮之魂 成为了蛮族主君 这些都过于梦幻 不管是任何人 都觉得有些不现实 故而 他们需要听到蛮山亲口承认 他们才敢相信 蛮山没有废话 将在蛮神殿的一切事情 全部说了出来 随着蛮山将那些事情 一桩桩一件件说了出来 秦李在一万四千年前 成为三代蛮神 并且融合了九道蛮魂 然后将前修残魂引回来 让前修等候一万四千年 只为了等蛮山 进入蛮神殿的事情 也随之曝光 满堂震惊 无数蛮族修士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 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 我的天啊 三代蛮神大人 竟然在一万四千年前 就已经算到了 蛮山大人会进入蛮神殿 让前修大人 等待了一万四千年 这 主君这么厉害 一万四千年就开始布局了 天佑我蛮族啊 我蛮族必大兴 那也就是说 我蛮族拥有两大魂元禁王 太好了 主君竟然真的是擎脸 接下来的九天十地 将是我蛮族的九天十地 无数蛮族修士兴奋不已 他们浑身颤抖 激动情绪无法掩饰 甚至有的人仰天大吼 仿佛看到了蛮族的未来 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听完二代蛮神说的那些话以后 也是震惊不已 一个个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三代蛮神竟然真的是秦吏 这秦吏 到底有多少个身份 古猿界主 中天玉剑祖 混沌殿主 还有现在的三代蛮神 太可怕了 不 不是三代蛮神 是蛮族主君 凌驾蛮神之上的存在 现在秦吏又要踏入混元境 他到底要做多少 惊世骇俗的事情 他 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是我们不知道的 唉 真羡慕蛮族啊 秦吏竟然是三代蛮神 九天十地的修士 讨论不休 秦吏的身份 再一次狠狠地震惊了他们 三代蛮神这位传奇人物 竟然也是秦吏 原来那些 他们耳熟能详的传奇人物 竟然都是秦吏的化身 甚至不少修士 都开始羡慕起蛮族 这对于蛮族来说 简直就是天降机缘啊 死 一万四千年就开始算到了 今天发生的事情 他到底是什么怪物 陈凡倒吸一口凉气 尽管早就明白 秦吏肯定就是三代蛮神 肯定就是蛮族的主君 可在听到蛮山将蛮神殿里的事情 说出来的时候 他还是无比的震惊 一万四千年前 对于先帝来说 或许并不算多久 但对于他们来说 却绝对算得上很遥远的时间了 毕竟 陈凡和王静一 现在也就八九千岁罢了 一万四千年前 他们还没有诞生在这个世界 可在一万四千年前 秦吏就已经开始布局了 王静一眉头紧皱 我感觉这件事里面 还隐藏着其他事情 二代蛮神和你家老祖他们 为何要连妹前往蛮神殿 我感觉 此事应该和秦吏的布局有关 陈凡也是疑惑不解 不过蛮山并未说 关于玉外邪魔 会在三年后侵入的事情 因此 现在除了那二十多个先帝之外 还没有人知道 三年后玉外邪魔会入侵 此刻 萧云听完蛮山说的那些后 抬头看向那凝聚在天上的巨脸 脸上露出一丝尊敬 他缓缓走到蛮神殿前 当着所有先帝的面 高声宣布道 今日我萧云以蛮魂为令 再次宣布 秦礼为我蛮族唯一主君 我蛮族修士见到秦礼 须得行最高礼仪 并且无条件听从主君之号令 若有不从者不敬者 全族共诸之 萧云的声音 浩浩荡荡传遍整颗天地 九天十地的修士 全部听到了萧云的声音 轰隆隆 蛮神殿似乎为了呼应萧云的话 再次发出轰鸣声 一个巨大的虚影 缓缓从蛮神殿后浮现出来 与那张脸结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高有数千丈的恐怖身影 那数千丈高的恐怖身影 微微低头 目光带着无尽威严 扫了冰原上密密麻麻的蛮族修士一眼 那些蛮族修士 仿佛都感受到了恐怖身影的目光 加上萧云的那番话 纷纷神魂一阵 热血在此刻沸腾起来 每个人的眼眶都红了 随着萧云朝着那巨大身影跪拜下来 冰原上黑压压的一片 全部跟着跪拜下来 无等 拜见主君 无等 拜见主君 无等 拜见主君 震天般的声音冲天起 将天上的霞云都冲散了一些 冰原无数雪山崩溃 发生大量的雪崩 冰原上的生灵 也在此刻受到了惊吓 不敢乱动 匍匐在地上发出乌叶声 蛮族向来以团结酌撑 他们的人数不多 可团结起来给人的气势 却堪比人族的气势 此刻九天十地 都感受到了团结的蛮族 每个蛮族修士眼中的静溺和狂热 都足以烧化雪原上一年的悬兵 轰隆隆 蛮神殿身后的一年雪山 在此刻发出剧烈的轰动 无尽蛮族修士身上 冒出一道道血红色的气息 那血红色的气息凝结在一起 形成一把开天神斧 开天神斧被秦里那巨大虚影抓住 然后看向那座巍峨雪山 雪山也有数千丈之高 与秦里的虚影相差无几 秦里手持巨斧张嘴一鹤 嗯 又是那一道悠久 巍峨雪山 他这时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是心头一震 紫薇先帝和遥光女帝等人呼吸凝固 抬头看着秦里那巨大的虚影 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 很明显 他这时 想要将那巨大的雪山劈成两半 他为何要这样做 萧云和蛮山目光闪烁 浑身颤抖 似乎想到了什么 而那些蛮族修士 看到这一幕 眼中的狂热更多 他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自己与那开天神斧的联系 仿佛就是自己在手持巨斧 要将那巍峨雪山劈开 那座雪山 是他们蛮足数百万年以来的境地 没有人知道里面有什么 也没有人进去过 相比较蛮神定而言 那雪山更加神秘 此刻 秦里手持巨斧 竟然对雪山动手了 随着开天神斧劈下来 一条跨越数万丈长的巨大裂缝 出现在这片天地 足以毁灭一切的力量 漠然间落在了那座雪山上 轰隆隆 庞大的雪山被劈得疯狂颤抖 随后在所有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下 雪山从中间分开 缓缓朝着两边挪动 一条巨大的裂缝 出现在众人面前 裂缝中漆黑深邃 像是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这一幕 无比震撼 而就在这时候 一道混沌灵光 从漆黑的裂缝中出现 就仿佛无尽黑暗中的一缕曙光 逐渐放大 最后缓缓飞了出来 随后那混沌灵光冲天而起 发出一道光柱 就连那漫天彩霞 也在此刻被冲散 混沌灵光冲上天后 轰的一声 的混沌灵光里 所有人都看到了一把厚重 古老的巨斧 巨斧不知用什么材料炼制而成 但散发出来的锋利气息 却令所有先帝为之星际 哪怕是已经融合了 前修藏魂的蛮山 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感到一丝震惊 那是 开天神府 就在这时候 蛮山身后浮现出一道虚幻的人影 那人影看起来颇为儒雅 相貌俊逸 正是已经和蛮山融合的前修 前修虽然和蛮山融合 但依旧保留自主意识 只是蛮山可以随时使用前修的修为罢了 此刻 前修看到那开天神府 也已经难以掩饰自己的震惊 那可是十大古仙之一的古蛮 所使用的开天神府 传闻十大古仙 各有一开天法宝 其中古蛮所使用的开天法宝 便是传说中的开天神府 这开天神府 也是混沌至宝 在十大古仙开天之中 占据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传闻混沌 就是由开天神府劈开 然后捏造整个天地 才是开天图的事情 没想到 这开天府 竟然藏在这座雪山禁地之中 这 这竟然是开天神府 萧云也看到了前修出现 但是相比较前修的出现 更让他震惊的 还是这开天神府 他作为蛮神 自然也是知道 开天神府的存在 以前 他以为开天神府 早已随着古蛮一起消亡 没想到 竟然就在蛮神殿后面的雪山之中 这让萧云震惊之余 也是无比振奋 开天神府 若蛮族能够获得开天神府 那对于蛮族的崛起来说 无疑是更为有利的 所有蛮族修士浑身发抖 激动地看着秦里的虚应 哈哈 开天神府 蜀军竟然找到了开天神府 我蛮族大兴 没想到开天神府 竟然就藏在蛮神殿之后 天地此后 将由我蛮族主宰 那些蛮族修士 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 皆以为这是蛮族 即将崛起的希望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域外邪魔即将入侵 这开天神府 只是秦里留下的手段之一罢了 能够帮助九天十地度过危机 竟然是开天神府 开天图刚刚才出现 开天神府竟然也出现了 难道 这也是九天十地的一线生机之一 天机老人看着眼前这一幕 倒吸一口凉气 目光闪烁不已 随后抬头看着秦里那巨大的虚应 所有先帝都是目光凝重地 看着开天神府 而就在这时候 遥光女帝的开天图 不受控制地飞了出来 迅速落在秦里的巨大虚应面前 缓缓漂浮 被秦里抬手一抓 那开天图立即放大 其内灵光闪烁 一个特异的世界浮现在众人面前 开天图里的世界 混沌无界 充满无尽风暴 仿佛能将整个九天十地吞噬 问 随着秦里的虚应一指 那开天图开始颤抖起来 似乎是在与开天神府相互呼应 也不见秦里虚应说话 那漂浮在雪山裂缝中的神府虚应 忽然一震 随后化作长虹 瞬间飞到了秦里虚应之中 轰隆 秦里虚应抓住已经放大无数倍的开天神府 天地间漠然一震 发出一声恐怖的哀鸣声 似乎在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都在畏惧秦里 秦里手持开天巨斧 开天图环绕在他身边 无尽混沌灵光将其包裹 数千丈的身影顶天立地 这一刹那 像是那个开天辟地的古蛮 重现九天十地 哪怕只是站在那 也能令九天十地为之颤抖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瞳孔收缩 呼吸急促 浑身聚颤 这 就是秦里吗 他竟然能够控制开天神府 和开天图 他到底是谁 难道是那十大古仙之一的转世之身吗 不少人之前并未见过开天图 不知道姚光女帝手里的混沌至宝 就是开天图 此刻看到开天图出现 也是震惊不已 紫薇先帝等人 有些诧异地看向姚光女帝 只见姚光女帝那张倾国倾城的脸上 也露出一丝惊讶 显然 开天图现在也不受他控制 定是被秦里控制着 秦里 到底想要做什么 开天神府 开天图 没想到主君的实力 竟然恐不到此等程度 前修惊骇不已 这位蛮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 对秦里越发恭敬 而就在这时候 开天图内的世界逐渐稳定下来 紧接着 一个个文字在开天图上出现 于接受古蛮传承 受九道蛮魂之恩 成就蛮神之躯 有感九天十地之威 感念古蛮之恩 穿过时间长河 抵达混沌深处 将开天神府巡回 至于蛮神殿中 近代一万四千年之后 邪魔入侵 以开天神府之力 饱满足血脉 随着那些文字一一浮现 整个天地在这一刹那 陷入寂静中 文字缓缓浮现之后 秦里那巨大虚影手里的开天神府 在此刻发出轻微的颤抖 接着庞大的血光 从那开天神府中弥散出来 将这方天地笼罩起来 无上锋利的气息 弥漫整个世界 无数人看着那开天神府 为之心惊肉跳 这就是开天神府吗 他们能够感受到 开天神府 那恐怖的杀伐之力和无上锋利 连九天十地都因此而振战 那是能够劈开混沌的恐怖神器 如今在秦里的引导下 终于现实 但更多的人 还是为开天图上的那些文字而震撼 秦里竟然穿越了时间长河 从混沌深处将开天神府带回来 没有人知道混沌深处在什么地方 但知道混沌深处 是一个无人能去 无人敢去的地方 必须要穿越无尽虚空 承受恐怖的混乱空间风暴 才能前往 哪怕就是天机老人这种强大的存在 也不敢轻易尝试 而秦里 竟然已经抵达混沌深处 将开天神府带回 除此之外 最令人震惊的 还是文字上所说的 九天十地之威 邪魔入侵 九天十地将陷入危机之中 而秦里之所以将开天神府带回来 便是为了帮助蛮族 度过九天十地的劫难 保全蛮族血脉 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都无比震惊 没想到开天神府 竟然是秦里找到的 那开天图又是什么情况啊 怎么也被秦里的虚印给控制了啊 但是为什么遥光女帝的开天图 会被秦里控制 谁知道呢 我想知道 混沌深处是什么地方 传闻九天十地尚未开辟前 处在于一个混沌世界中 混沌中没有生命没有时间 充满了混乱风暴 就算是先帝 也扛不住那混乱风暴 后来十大古仙出现 联手之下 将混沌开辟出一部分来 也就有了九天十地 我去 混沌这么恐怖吗 是的 混沌就是有这么恐怖 秦里能进入混沌 恐怕其修为已经超越了先帝啊 随着九天十地的讨论度增加 关于混沌的说法 也越来越多人知道 以前没怎么听说过混沌的修饰 也逐渐了解到混沌 也明白了九天十地的来历 传闻天地初开之时 世界是一片无穷无尽的混沌 没有人知道 混沌到底有多宽 到底有多深 只知道 这是一片充满了混乱风暴的世界 就算是先帝 也无法待在这种混沌世界中 随时都有可能被混沌的混乱风暴绞杀 哪怕是超越先帝的境界 也很难生存下去 后来混沌中出现了十个古老先人 这十个古先合力之下 劈开了一部分混沌 并且在这部分被劈开的混沌中 创造出了一方世界 随着世界的完善 逐渐也就出现了九天十地 这就是九天十地的来历 而秦里已经能够穿越时间长河 跨越无尽混沌 抵达混沌深处 寻找消失已久的开天神府 将其带回来后 以守护蛮族 这是多么恐怖的实力 陈凡和王静一 两人脸色无比凝重 秦里未免也太恐怖了些 竟然已经能够在混沌来去自如 取回一世已久的开天神府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就算是先帝也做不到啊 陈凡眼神震惊 难以置信 按照陈凡的了解 秦里就算成为了先帝 也不可能踏入混沌 否则必定会陨落 除非是在那时候 秦里的修为已经超越了先帝 达到传说中的混元镜 如果秦里早就已经踏入了混元镜 那现在冲击混元镜的人是谁 陈凡不由地抬头看着那漫天霞云 王静一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哪怕是他 眼中露出敬佩之色 而陈凡又说道 秦里留下的文字曾说 一万四千年以后会有邪魔入侵 难道他早就已经预料到 他留下的封印 只能镇压那些邪魔一万四千年吗 很明显 陈凡以为开天图那段文字 是秦里刚刚才留下的 故而以为秦里说的一万四千年 是指一万四千年以后 域外邪魔才会入侵 实际上 不仅仅是他这样认为的 大部分九天十地的修士 都以为那段文字 是秦里刚刚才留下来的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那是秦里在一万四千年 留在开天图中的信息 如今随着开天神府现世 按照秦里一万四千年前 留下的指令 那由秦里的意志凝聚而成的 庞大虚影 控制了开天图 将开天图内的信息 展现在众人面前 将一切都公之于众 故而 文字中的一万四千年之后 实际上指的就是现在 如果不是秦里 提早让下七双去加过了封印 那些邪魔 已经侵入九天十地 而王静一 比陈凡心思重一些 他有些疑惑地说道 一万四千年 之前二代蛮神曾说过 秦里在一万四千年 就已经融合古蛮之魂 并且将前修的残魂引回来 你说 文字会不会是秦里 在当年留下的 一万四千年 实际上是指现在 此话一出 陈凡的脸色明显一变 他惊道 你的意思是说 秦里咋一万四千年 就已经能够轻松进入混沌 而一万四千年 以后的今天 就是邪魔入侵的时候 顿了顿 陈凡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说道 莫非 二十多位先帝 齐聚蛮神殿 就是因为知道邪魔即将入侵 两人对视一眼 都有些凝重的点点头 此刻 蛮神殿前的众先帝 看到开天图上的信息 纷纷瞳孔收缩 他们很清楚 秦里说的一万四千年后 肯定是指现在 但 他们震惊的是 秦里竟然在一万四千年前 就能穿越时间长河 抵达混沌深处 那他当年到底是什么修为 要知道 混沌就算是天机老人 也不敢轻易涉足 否则很有可能会陨落 若是秦里能进入混沌 其修为至少也是 混原境 也就是说 在一万四千年前 秦里就有可能是 混原境的恐怖存在 那今日在冲击混原境的人 难道不是秦里 可不是秦里 那能是谁 谁还能有这个修为 去冲击混原境 一万四千年后 莫非这个一万四千年之后 指的就是现在 一代蛮神萧云忽然开口 眼神逐渐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此话一出 引起不小的轰动 不少人都以为 文字中的信息 是说 一万四千年以后 才会有邪魔入侵 而现在 萧云这么一问 不少人都愣了一下后 恍然明悟过来 若是那些文字 是秦里在成为蛮神之时 留下来的 那么一万四千年之后 就是指现在 那也就意味着 邪魔将会入侵 二代蛮神 脸色凝重的点点头 大哥你猜得没错 这信息 应该就是主君 在一万四千年前留下的 开天神府 也应该是 他在一万四千年前寻回的 而狱外邪魔 将会在两年九个月之后入侵 顿了顿 二代蛮神解释道 此事不但是天机道 有沟通天道 从天道之中看到 更是主君的弟子 下七双亲口所言 应该不会有错 二代蛮神此话 算是彻底证实了 大部分修士心中所想 顿时 整个九天十地 陷入无尽的荒乱之中 邪魔到底有多恐怖 他们之前是有目共睹的 三个月前 在万腰海上空 六十多个邪魔降临 竟然全部都是先帝 哪怕仅仅只是借用了 吴圣宁等先王之身 也能将修为提升到先帝中期 强如北辰先帝 也根本就不是对方的 义合之敌 若不是遥光女帝 有开天图的话 北辰先帝和紫薇先帝 他们恐怕也会遇难 而那六十多个邪魔 不过是众多邪魔中 最普通的罢了 如果所有邪魔 全部通过阵魔井侵入 难以想象 九天十地会有多危险 恐怕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九个月后入侵 就连萧云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满脸震惊地抬头 看着琴里的巨大虚异 邪魔即将入侵 没想到竟然这么快 萧云脸色凝重 随后又看向那庞大的蛮神殿 问道 你们前往蛮神殿 莫非是早已得到主君的指示 进入蛮神殿 与前修大人的阴魂融合 并且唤醒主君的意志 取出开天神府 说着 他看了一眼 飘在二代蛮神身后的前修 二代蛮神摇头 并非得到主君指示 而是天机道友沟通天道时 从天机中得到线索 蛮神殿乃是我等度过 邪魔之节的一线生机 故而 我们便来到了蛮神殿 所有人听到此话 都恍然大悟 原来二十多个先帝 同时行动进入蛮神殿 是得到了天机的指引 前去寻找那一线生机 萧云则是面露惊讶之色 也就是说 主君早在一万四千年 就已经洞悉了这一切 故而在蛮神殿布局好了 等着你们前往 对 二代蛮神点头 眼神中也是露出钦佩之色 萧云深吸一口气 看着秦里的庞大虚影 有一种感觉 仿佛那指引天机老人的天机 就是秦里一手而为的 实际上就是秦里在指引他们 萧云又疑惑地问道 不过 主君为何还能控制那开天图 开天图的出现 萧云也是非常震惊的 毕竟 那可是不次于开天神府的至宝 传闻在古蛮开辟混沌之后 便是由开天图创造山河的 而现在 秦里竟然也能控制开天图 并且开天图上还出现了秦里曾经留下来的信息 莫非 开天图也与秦里有着联系 所有人都看向遥光女帝 遥光女帝眉头倾索 随后非常平缓地说道 开天图是秦里在一万三千多年前送给我的 此话一出顿时惊动天地 整个九天十地都为之轰动 遥光女帝在九天十地的人气 本来就非常高 绝对是人族十大先帝中最受欢迎的 毕竟是唯一的女帝 又是角色榜第一 哪个男人不喜欢 因此受到的关注也多 而现在 遥光女帝竟然说开天图是秦里送给她的 除去开天图也是秦里的外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秦里与遥光女帝的关系 如果秦里和遥光女帝的关系非常一般的话 秦里会将如此贵重的开天图送给遥光女帝吗 这绝对不可能 也就是说 秦里和遥光女帝的关系绝对是非常好的 一时间 无数修士都感到无比意外 我靠 不是吧 不是吧 秦里竟然还和遥光女帝关系匪浅 这 我没听错吧 开天图竟然是秦里送给遥光女帝的 遥光女帝到底和秦里有什么关系 秦里竟然将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她 完了 遥光女帝也不纯洁了 其实还好吧 秦里的实力摆在那里的 虽然不知道她的修为到底有多强 但能进入混沌 足以见得不凡 我也觉得 我反而觉得 遥光女帝与秦里非常般配 甚至是遥光女帝都有些高攀秦里了 随着遥光女帝自报秦里赠送开天图给她 无数修士都在猜测秦里和遥光女帝的关系 可他们从遥光女帝的表情来看 又发现不了端倪 只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觉得秦里和遥光女帝的关系 必定不一般 秦里一定是和遥光女帝有着不为人知的关系 这种情况在北陵仙宫尤其明显 大量的北陵仙宫女帝子 听到自家公主说出 那开天图是秦里送给她的之后 整个北陵仙宫都沸腾了 无数北陵仙宫的弟子都激动地讨论着这件事 不是吧 我没听错吧 公主的开天图竟然是秦里送的 我的天哪 秦里和公主该不会有什么 真是太好了 没想到公主竟然和秦里关系这么好 她为什么不早说啊 早说的话 谁敢打我们北陵仙宫的主意 哈哈 以后我们北陵仙宫的弟子 走在九天十地 也没人敢招惹 哥哥了 我就知道 连柳红尼和白洛林 都能成为秦里的道理 没道理 我们公主和秦里没关系啊 那些女弟子话里话外 都透露着激动的情绪 这个结果是他们乐意看到的 从讨论的话来看 他们恨不得姚光女帝 也是秦里的道理才好 我去 我没听错吧 开天图竟然是秦里送给姚光女帝的 陈凡难以置信地说道 王静怡也愣了一下 眼神中满是惊讶 前有白洛林后有柳红尼 现在就连唯一的女帝姚光 也和秦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也太离谱了吧 与此同时 萧云脸上有些古怪之色 不过她还是点点头 也对 主君一万四千年前就已经能够踏入混沌之中 其修为恐怕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经达到了混元镜 能找到开天图也是正常的 此话也是让众多先帝沉默不已 他们看着秦里巨大的虚影 眼中露出深深的敬佩 一万多年前就已经是混元镜了 那么 现在在冲击混元镜的人 又是何人 而就在这时候 开天图上的文字缓缓消失 随后开天图自动卷上 飞到姚光女帝的掌心 稳稳当当落下 所有人看着姚光女帝手里的开天图 都不由得露出一丝羡慕 也都在猜测 姚光女帝和秦里到底有个什么样的过往 能让秦里把开天图送给姚光女帝 要知道 与开天图同等级的开天神府 也仅仅只是送给整个蛮族而已 而姚光女帝一人 就拥有了蛮族整族才能拥有的至宝 姚光女帝也明白着其中的分量 深吸一口气将开天图收起 抬头看着秦里的虚影 微微出神 与此同时 秦里的虚影将手里的开天神府一送 磅礴的沙伐之气全部缩进开天神府之中 而开天神府则化作一道血光 飞进了蛮神殿 轰隆隆 蛮神殿缓缓关闭 秦里的虚影也逐渐消散 但所有人都明白 此后蛮族将拥有开天神府 这恐怖的至宝 只要危机来临 蛮族就可进入蛮神殿中 拜请开天神府 蛮族修士再次齐齐跪拜 朝着蛮神殿行了至高礼仪 随后 萧云当即宣布 从今日起 一直到邪魔入侵 我萧云将会一直守护在蛮神殿 寸步不离 说完后 他缓缓走到蛮神殿的大门旁 仿佛在守护自己内心的信仰 缓缓盘膝而坐 闭上双目 守于此地 一代蛮神 甘愿日日守护 可见其到底有多重视蛮神殿 或者说 可见萧云有多重视主君 此刻 所有蛮族修士 在蛮山的带领下 也朝着一代蛮神萧云一拜 随后 蛮山看向天机老人 问道 天机道有 我们下一个要去的圣地 是什么地方 众人听到这话 都是心中一震 看来 天机老人在天机中看到指引 远远不止一个蛮神殿 兴许还有其他地方 这让很多惊慌的修士 看到了一丝曙光 天机老人说道 下一个圣地 乃是巫族的巫神之灵 听到此话 所有人的脸色 都是微微一变 巫神之灵 乃是巫族的至高境地 传闻乃是巫神作画之地 也同样是另外 十一个祖巫沉睡的地方 巫神 与古蛮一样 而巫神是所有古仙中 最为神秘的存在 后来创建了巫族 整个巫族的力量来源 都源自于巫神 没想到 天机中指引的第二个 有一线生机之地 竟然是巫神之灵 所有先帝都看向主九 主九瘦弱的身躯一阵 眼神中闪过一抹兴奋 蛮神殿之中 蛮山获得了如此惊天造化 使得蛮族成为 整个九天十地最耀眼的存在 那么他们巫族 又能否因为巫神之灵 而得到巨大的改变 这让主九隐隐有些期待 不过 就在主九说话的时候 天地忽然一阵 接着一股恐怖的气息 不知道从何处出现 瞬间笼罩整个九天十地 无数生灵都为之惊颤 匍匐在地上 惊恐地望着天上 天上的祥云更多 天道传出来的大道之音 也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明显 仅仅是听到那大道之音 不少修饰体内的境界滞骨 竟然都有松动的痕迹 这是 混元镜的气息 是那冲击混元镜之人成功了 好快的速度 蛮山惊呼一声 有些震惊 此人竟然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时辰 就踏入了混元镜 到底是谁 竟然如此妖念 陈若玄说道 莫非真是秦李 或许他在一万多年前 并未踏入混元镜 只是有一些特殊手段 才能进入混沌而无忧 此话一出 令所有先帝 都有些惊意不定起来 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秦李踏入混元镜 恐怕会更加恐怖 紫薇先帝说道 不管是何人突破 此事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好事 我建议暂时先不去乌神之灵 就在此地默默感悟大道之音 说不定会有收获 紫薇先帝的提议 得到了大部分先帝的认可 大道之音出现 可遇不可求 若是细细感悟 肯定有所收获 于是他们纷纷就地坐下 开始感悟那大道之音 问 可就在这时候 又是一道不同的大道之音出现 另外一道庞大的气息 漠然间出现 席卷九天十地 所有先帝的脸色都变了 猛然睁开眼睛 这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又有一个人冲击混原境 满山震惊 瞳孔骤然收缩 其他人也是难以置信 一时间连感悟大道之音都停下来了 又有人冲击混原境 此人又是谁 以前九天十地一个混原境都没有 甚至连先帝巅峰 也只有天机老人罢了 可现在同一天内 竟然有两个人冲击混原境 这也太离谱了 如果说第一个冲击混原境的人是秦里 那第二个冲击混原境的人是谁 难道是秦里的妻子白洛灵吗 可是知道白洛灵的人 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因为白洛灵在五百年前 也只是先王初期罢了 五百年的时间 踏入先帝境界 都足以令人惊世害俗了 更别说是冲击混原境了 所以 根本就不可能是白洛灵 如果不是白洛灵 那能是谁 所有人都百思不得其解 可就在这时候 天地间忽然响起一道爽朗的声音 哈 老子终于踏入混原境了 原来这就是超越先帝的力量 这声音响起在天地间 令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不是秦里 但很熟悉 陈若旋等人脸色巨变 他们听出声音是谁 七杀魔帝 这声音 竟然是七杀的声音 陈若旋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说道 他 他不是三个月前 现身才不过先帝初期吗 这才三个多月的时间 怎么可能就踏入混原境了 难道他之前有所隐瞒 所有先帝的脸色都变了 他们猜来猜去都没有猜到 这突破先帝境界 达到混原境的人 竟然是七杀魔帝 在他们印象中 七杀魔帝 虽然好勇喜斗 但修为一直都是先帝初期 三个多月前 为了秦里挺身而出 与彭祖一战 虽然打得彭祖落荒而逃 可其修为依旧 是在先帝初期的 随后 他便跟着秦里离开 再也没有出现过 三个多月的时间 他的修为 竟然跨越了先帝中期 后期 以及巅峰 达到了混原境界 这怎么可能 这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就算再逆天的资质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从先帝初期到混原境啊 一代蛮神萧云 也在此刻睁开双目 他的眼神变得无比吃惊 他难以置信地道 七杀竟然踏入了混原境 萧云还活跃在外界的时候 曾也是一个狂战士 曾经与七杀魔帝战过几次 萧云也是七杀魔帝 唯一一个从始至终 都无法战胜的存在 可以说 七杀魔帝在萧云面前 完全讨不到任何好处 几乎每次出手 都能被萧云很轻松地化解 他们二人总共打了五次 五次均以七杀魔帝战败而到终 但对于萧云来说 也只有和七杀魔帝的战斗 才能酣畅淋漓 而萧云也一直等着七杀魔帝 踏入先帝中期 如此一来 两人便能放开手脚 爽快地战斗一次 然而令萧云没想到的是 七杀魔帝竟然这么快 就踏入了混原境 紫薇先帝低声说道 此事有些古怪 为何七杀三个月时间 就能从先帝初期踏入混原境 所有先帝纷纷摇头 他们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情况 唯有姚光女帝下意识地想到秦李 莫非七杀魔帝能这么快 踏入混原境 与秦李有一定的关系 毕竟七杀魔帝是 跟着秦李一起离开的 这才离开三个月 就踏入混原境 不得不将这二者联系起来 不仅仅只有姚光女帝这么想 天机老人也想到了这一点 她说道 七杀入混原境 或许与秦李有关系 听了此话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跟秦李有关系 他们面面相去 只觉得头皮发麻 但随即又呼吸有些急促起来 秦李 真有那么神通广大吗 三个月的时间 帮助一个先帝初期的人 踏入混原境 这可能吗 陈若璇他们下意识地觉得 不太可能 哪怕秦李再怎么逆天 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 北辰先帝说道 三个月从先帝初期 达到混原境 有些荒唐 所有先帝都沉默 抬头看着那漫天云霞 眼神中满是复杂之色 有不解也有羡慕 他们努力了这么多年 修为增进缓慢 十余万年都尚未冲破智谷 踏入先帝中期 可七沙魔帝 仅仅三个月时间 就从先帝初期达到混原境 怎么可能不羡慕 与此同时 整个东极魔窟的那些魔修 听到七沙魔帝的声音后 直接沸腾起来 这段时间以来 东极魔窟 可以说是在丹惊兽帕中度过的 不管是邪魔入侵 还是妖族压境 对于整个东极魔窟来说 都是以此地作为第一站 东极魔窟承受的压力 自然也是最大的 而现在 七沙魔帝踏入混原境 东极魔窟的魔修 自然也是最激动的 太好了 魔帝竟然超越了先帝 此后我东极魔窟无忧啊 魔帝竟然突破了先帝境界 这绝对是九天十地第一人啊 哈哈 天佑我东极魔窟啊 娘的 终于不用怕那什么域外邪魔了 魔帝超越先帝 那什么域外邪魔就算侵入 也必死无疑啊 那些魔修一个个激动地跪拜下来 眼神中充满了狂热 七沙魔帝的几个弟子 也是从东极魔窟中飞出来 激动地抬头望着那无尽霞云 跪拜下来 师尊竟然超越了先帝 太好了 哈哈 莫非是有情理前辈相助 故而师尊突破了智谷 这绝对是九天十地第一个混原境吧 那几个七沙魔帝的弟子极为兴奋 浑身都在颤抖 好似看到了他们的东极魔窟崛起的场面 这段时间 他们受够了那种心惊胆战的感觉 也就在这时候 又是一道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响起来 第二个冲击混原境之人 也在此刻成功突破先帝境界的峙谷 踏入混原境 天帝再次想起无穷大道之音 第二个混原境诞生 紫薇先帝等人呼吸越发急促 尤其是天机老人 他目光闪烁 苍老的身躯微微颤抖着 眼睁睁看着两个混原境诞生 这让他受到的打击很大 他为了踏入混原境不知道努力了多久 甚至与九天十地融合 可最后依旧没有感悟本源之力 卡在先帝巅峰极长时间 如今七沙魔帝和另外一个神秘修士 同时踏入混原境 这让天机老人有些一难平 白兄 你还是比我慢一步啊 七沙魔帝的声音又一次响了起来 明显是跟另外一个突破的先帝开口 听到白兄两个字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想到了白华先帝 难道 另外一个突破的人是白华先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可以确定 他们能突破 必定是情理帮助的了 轰隆隆 可就在这时候 不等另外一个混原境修士说话 天地间发出恐怖的轰鸣声 不过这轰鸣声 仅仅持续了片刻 随后戛然而止 接着 整个天地陷入诡异的寂静之中 那漫天云霞 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消失 整个九天十地都变得暗淡起来 一层灰色的雾气 不知道从哪出现 迅速弥漫九天十地 那些灰色的雾气 看起来很寻常 但就算是紫薇先帝等人 仔细感受那雾气 也感到心惊肉跳 这是 什么 所有人看着那雾气 下意识地往后一退 可雾气速度太快 转眼间覆盖了整个天地 将所有人都笼罩在雾气之中 雾气并未对任何人造成伤害 但陈若璇等人 却惊恐地发现 他们在这雾气之中 神识竟然无法施展开来 只能以肉眼 去观察四周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 就像是变成了一个瞎子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神识无法离体了 陈若璇脸色难看地说道 我也是 北辰先帝疑惑地盯着四周 有些不清楚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所有先帝都在这一刻 失去了方向 唯有天机老人 和二代蛮神蛮山的神识 还能使用 不过 天机老人并非是用神识的 而是星辰入神 沟通九天十地 以融合九天十地为视角 去观察四周的情况 能看到九天十地的任何地方 而蛮山则是在融合 前修的神魂之后 也能将神识铺展开来 只是看得有些模糊 此刻 九天十地都陷入慌乱之中 这种情况 数百万年来都没有出现过 谁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敢在雾气中轻举妄动 你们快看 前方雾气里 好像出现了一些诡异的东西 陈若璇喊了一声 所有先帝抬头看去 只见雾气中 出现一道道正在蠕动的东西 朝着东边方向而去 待他们看清楚之后 发现那一道道正在蠕动的东西 竟然是一道道 拇指大小的诡异电弧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那些诡异电弧 是从诸多雾气中诞生的 那些电弧是什么 陈若璇看着近在咫尺的一道电弧 不由得有些诧异 但他没有轻举妄动 因为他看得出来 这电弧极为恐怖 其内散发出一股毁灭气息 那毁灭气息 就算是他这个先帝 也不敢轻易触碰 一旦毁灭气息宣泄出来 他没有把握能挡住 诡异电弧越来越多 令人意外的是 这些电弧直接无视了所有人 就算是即将碰上他们 也会自动闪过 躲避他们 随后朝着东边去 这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这好像是万古藏仙 这时候 蛮山忽然开口道 语气中充满了凝重 什么是万古藏仙 所有人都看向蛮山 面露疑惑之色 唯有天际老人的表情一变 有些震惊到 蛮山道有 你说的万古藏仙 可是混元境之劫呢 不错 蛮山脸色越来越凝重 就是混元境之劫 此劫来自于混沌 我们看到的这些雾气 便是混沌之力 那些灰色的雷霆 应该是混沌集雷 传闻此劫 只有在踏入混元境的时候 才会出现 之所以被称之为万古藏仙 便是但凡引发了此劫 就算是古仙 也很难活下来 蛮山因为融合了前修的神魂 故而对于这些 比其他人更加了解 知道万古藏仙 也是正常的事情 当然 他说的古仙 并非是十大开天古仙 而是寻常古仙 可就算如此 寻常古仙 也已经非常恐怖了 被称得上是古仙的 其修为 至少也是混元境的存在 而现在七沙魔帝 和白华仙帝 同时晋升混元境 引动了万古藏仙 好事瞬间变成了灾难 听了蛮山的话 所有仙帝的脸色 都是微微一变 怎么也没想到 这万古藏仙 竟然是如此可怕的劫难 也不知道 七沙和白华 能不能渡过难关 陈若璇有些担心地说道 虽然七沙魔帝 只是称呼 另外一个混元境的修士为白胸 但几乎可以肯定 这个白胸就是白华 至少在陈若璇看来 就是白华仙帝 其他仙帝的脸色 也变得凝重起来 如此恐怖的劫难 恐怕有点难 天际老人脸色凝重 盯着那些灰色电弧 不敢轻举妄动 此话也是说到了 所有仙帝的心坎上 混沌集雷里面 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 让他们心惊肉跳 哪怕是蛮山都表示 古仙无法承受 七沙魔帝和白华仙帝 怎么去渡这万古藏仙 而此刻蛮山又道 若是一个混元境 去渡万古藏仙 或许还有一定的希望 但是两人同时渡万古藏仙 几乎没有希望 如果说一人渡截的难度是一 那么两人渡截的难度就是十 听了此话 所有仙帝的脸色都变了 十倍的难度 而七沙魔帝和白华仙帝 此刻也不过是 刚刚踏入混元境罢了 他俩真的有可能 度过这恐怖的劫难吗 答案是否定的 众人都不由地叹息一声 九天十地 好不容易有两个混元境的修饰 就这样要牺牲在万古藏仙之中 若是七沙魔帝和白华仙帝 能活下来 那他们将来在应付邪魔入侵之时 也能多一份胜贩 唯有姚光女帝 看着那些灰蒙蒙的混沌之气 眼中闪过一抹莫名的神采 或许 秦里可以帮他们吗 姚光女帝暗暗想到 他觉得 秦里这样一个做事滴水不漏的人 不至于算不到 两人同时踏入混元境 会引来万古藏仙 如果是秦里帮助七沙魔帝和白华仙帝 踏入混元境的话 那么秦里绝不可能看着七沙魔帝和白华仙帝 死在万古藏仙之下 因此 姚光女帝对此还怀着一丝蹊迹 而就在这时候 天机老人说到 混沌结云在万妖海上空聚集 莫非他们在万妖海突破的 所有人眼神一鸣 朝东方的万妖海看去 难怪那些混沌积雷 全部往东方而去 陈若玄问道 天机前辈 可能发现神雷降临在什么地方 兴许那里 就是秦里的洞府 天机老人摇头 满山也摇头表示自己 也看不清 与此同时 天海归须神陨之地内 下七双带着童童他们 回到了宫内 只剩下秦里和七沙魔帝 和白华仙帝在外面 秦里抬头瞄了一眼 天上的混沌结云 眼里没有多少表情变化 万古藏仙对于秦里来说 没什么威胁 而白华仙帝则是目光凝重 感受到了混沌结云中的恐怖气息 浑身本源之力闪烁 严阵一带 秦老爹 你已经帮我踏入混元境 若是老子渡劫 还需要你来帮 那老子都不需要在九天十地混了 七沙魔帝大笑一声 脸上涌现出不屑之色 然后脚下一灯 地面坍塌 他静止朝着混沌结云急冲而去 红龙似乎感受到了七沙魔帝的挑衅 几乎在他起身冲向混沌结云的时候 那灰蒙蒙的结云之中 就将落下一道恐怖的灰色雷电 灰色雷霆瞬间披在了七沙魔帝身上 七沙魔帝刚刚冲出去 就立马如同炮弹一样砸下来 整个人的身体都砸进了土里 地面出现一个巨大的坑 整个神陨之地都在颤抖 浓烈的黑烟从巨坑里面冒出来 白华仙帝在一边看得头皮发麻 这就是万古藏仙 这就是混沌急雷吗 这也太恐怖了 仅仅是一道就劈得七沙魔帝完全无法抵抗 这半上没能站起来 那恐怖的破坏力 白华仙帝站在旁边都感到恐怖 轰隆又是一道恐怖的灰色急雷劈下来 不过这一次的目标是白华仙帝 白华仙帝感觉这一道急雷比之前的更加恐怖 他就算是使出全部力量 也绝不可能抵挡着急雷 可他不敢大意 赶紧运起全部的本源之力挡在自己面前 他甚至都还没有完全掌握着刚刚得到的本源之力 然而 那道急雷始终还是没有降临下来 只见秦里抬手朝着那急雷一抓 急雷竟然不受控制地落在了秦里手里 然后在秦里五指中旋转了一圈 钻进秦里的体内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秦里跟个没事人一样 依旧一副满面笑容的样子 看到这一幕 白华仙帝倒吸一口凉气 眼中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显然没想到 混沌急雷在秦里手中 竟然跟一汪清水一般 太轻松了 随后白华仙帝苦笑一声 想起了当初自己与秦里 在天地境遇一战的场景 不由得有些苦涩 很明显 当初他能与秦里打得有来有回 不过是秦里刻意让着他的而已 否则的话 秦里恐怕只需一个眼神 都能击败他 此刻 白华仙帝多多少少有些后悔 自己当初的决定 随着两道混沌急雷落下 那混沌劫云似乎再次酝酿起来 而七沙摩帝也终于晃晃悠悠地 从大坑中爬出来 此刻他全身焦黑 身上的皮肤都裂开了不手 狼狈无比 跟之前的威风八面 判若两人 这 这他娘的是什么劫 怎地如此恐怖 秦老爹 还请你帮我啊 七沙摩帝眼中露出后怕之色 难以置信地 看着天上的混沌劫云 他能够感受得到 那混沌急雷太过恐怖了 如果再来一下的话 他绝对不可能 扛住那混沌急雷的 嗯 白兄 你怎么没事 七沙摩帝看向白华仙帝 无比诧异 他虽然被劈进了大坑里 可也能够察觉到 第二道急雷落下来 不出意外 那第二道急雷 肯定是落在白华仙帝身上 毕竟白华仙帝也需要杜劫的 结果没想到的是 他爬出来发现 白华仙帝完好无损 甚至连气息都没有乱 这是什么情况 白华仙帝倾壳一声 看向秦李 是秦李出手 帮我挡下的那急雷 七沙摩帝愣了一下 有些诧异地看着秦李 秦老弟 你能挡住这急雷早说啊 你不是说万古藏仙 有他人参与的话 急雷的威力 会再次暴增十倍吗 那就是寻常急雷的百倍了 秦李道 你刚刚承受的那道雷 已经是百倍急雷了 七沙摩帝眼角一抽 顿绝冤枉 秦老弟 你害我呀 若是十倍急雷 我绝对有信心能过 秦李笑了一声 九十九道急雷 每一道威力 增加初始急雷一倍 按照初始急雷为十倍来算 第九十九道 就是九百九十倍 你能扛得住 七沙摩帝眼角再次一抽 不敢说话了 确实 九百九十倍威力的急雷 他就算是使出吃奶的力气 也绝对不可能扛得住 在十多道急雷的时候 就必死无疑了 就连白华仙帝 也在此刻倒吸一口凉气 有些难以置信 这万古葬仙 真是修饰能扛得住的吗 红龙 就在这时候 又有一道急雷降临下来 这是第三道急雷 很明显 第三道急雷 已经达到了普通急雷 三百倍的恐怖威力 还没有降临 就已经让七沙摩帝和白华仙帝 感到头皮发麻 尤其是七沙摩帝 似乎被劈地留下了心理阴影 下意识地退后一步 眼瞅着第三道急雷 就要降临下来 秦李一抬手 那急雷依旧乖巧地飞到他掌心 围着五指绕了一圈后 钻进掌心中 消失不见 秦李体内的混沌极力 在这一刻也增加了不少 如今到了他这个圣君修为 想要吸收天地灵气修炼 已经极为缓慢 唯有吸收混沌极力才可以 如今这万古葬仙 对于秦李来说 反而是极大的养料 有助于秦李增加修为 突破现在的境界 混沌极力的威力越大 则诞生的混沌极力 自然也就越大了 这一幕出现 白华仙帝倒还好 毕竟之前看过一次了 可七杀魔帝直接看傻了 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 这真是混沌极雷吗 怎么在秦李手里 比TM狗还听话 七杀魔帝不淡定了 与此同时 蛮山和天机老人 同时脸色一变 不对 这怎么可能啊 两人一前一后 惊呼出声 陈若璇等人面面相去 他们神势无法外放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陈若璇当即开口 两位 怎么了 天机老人脸色凝重地说道 刚才有混沌 极雷在万腰海降临 老夫官那混沌极雷的威力 不止十倍 至少也是百倍 百倍 陈若璇等人面露诧异 蛮山低声道 莫非 是秦李在帮七杀和白华杜劫 所有人面面相去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 此刻 在遥远的南边 巫族的领域 巫神之灵内 阴森诡异的巫神之灵内 有十二口青铜光果 那十二口青铜光果上 都有不同的兽类浮雕 几乎在秦李 出手驯服混沌积雷的瞬间 十二口光果中的十一口同时一阵 接着最中间的一口光果 棺盖化作粉碎 一个浑身火红 长相奇特 有六只脚 两双翅膀的怪人走了出来 此人没有武官 他 正是十二祖屋之首 蒂江 蒂江抬头看向东边的方向 没有武官的脸上 却露出一丝激动 是巫神的气息 随着蒂江的苏醒 另外十口青铜光果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抖动 随后一一破裂 另外十个祖屋 在此刻全部苏醒过来 十个身躯各异的怪人 从青铜光果中走了出来 站在蒂江身后 这十个怪人 自然也就是剩下的十个祖屋了 至于那十二口棺材 自然也就是活跃在九天十地的主九了 十二祖屋 全部都是地级强者 但并不代表 他们是九天十地最强大的种族 他们只有强大的自保能力 而无入侵能力 他们的力量来源于巫神 每次只有一个祖屋能苏醒 每五万年换一次 综合算下来 实际上巫族只能算有一个地级强者 当然 如果巫族出现了灭族之威 另外十一个祖屋将会同时苏醒 帮助巫族度过劫难 而同时苏醒 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现在他们十一人同时苏醒 仅仅是因为感受到了琴里的气息 大哥 巫神的气息出现了 他曾在虚戒与我们说过 如果他的气息出现 并且让我们感知得到 则代表巫族将有灭族之威 我们必须要苏醒 十二祖屋之一的玄冥 是一个人身鸟手的怪人 身上还挂着两条青蛇 递将点点头 脸色有些凝重 我们已经在虚戒沉睡了数十万年 一万多年前巫神 在虚戒之中与我们见面 传我们秘法 定然不会欺骗我们 在巫族之中 一直都有一个传说 沉睡的十一祖屋 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而是前往了另外一个世界进行修炼 唯有需要他们 某位掌控巫族的时候 才会苏醒过来 回到九天十地 实际上的情况与传说差不多 祖屋在沉睡之时 虽说肉体依旧在那光果之中 可神魂却前往了另外一个世界修炼 那个世界类似于洞天 被祖屋称之为虚戒 一万多年前 秦里得到巫神之血 获得了巫神的力量 成为新的巫神 以密法进入虚戒 与十一祖屋见面 而主九是四万年前苏醒掌控巫族的 因此并未见过秦里 自然也不知道 秦里就是新的巫神 此刻 十一祖屋得到秦里的号召 从虚戒中苏醒过来 与此同时 蛮神殿之前的主九 忽然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浑身一颤 猛地朝南边看去 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 主九道友 你怎么了 站在主九身边的不死族 先帝丧父疑惑地问道 主九脸色剧烈变化 露出震惊之色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刚才 巫神之灵发生巨变 十一祖屋同时苏醒 此话一出 所有先帝的脸色都变了 他们是知道巫族的规矩的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另外十一个祖屋 是绝对不会苏醒的 可偏偏到现在这个情况下 十一祖屋竟然同时苏醒 这是怎么回事 众先帝有些猛 一时间不知道什么情况 陈若玄看向天机老人 天机前辈 十一祖屋提前苏醒 莫非与天机所示的 一线生机有关 陈若玄记得 他们下一个要去的地方 就是巫神之灵 巫神之灵中 有九天十地 渡过域外邪魔 入侵的一线生机 而现在 巫神之灵发生变故 十一祖屋提前苏醒 莫非真与那一线生机有关 天机老人皱眉 他缓缓摇头 老夫也不清楚 既如此 我们前去 一探究竟便是 众人闻言 也纷纷点头 恰好现在万古葬仙降临 大道之音已经消失 他们也无法领悟大道之音 正好前去巫神之灵 不过 蛮山却毫不犹豫地摇头道 不要轻举妄动 虽然混沌集雷不会攻击他人 但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若是强行挪移 很有可能碰到混沌集雷 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听了蛮山的话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不敢再轻举妄动 只得老老实实地 等着万古葬仙过去再说 就算是逐久 也不敢轻易离开 蛮山见此 与天际老人继续观察万妖海 上面的混沌结云 此刻 秦李站在七沙摩地和白华仙帝身边 抬头望着那一道道落下的混沌集雷 脸上始终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 混沌集雷已经落下来十多道 威力也已经增强到了一千多倍 可秦李依旧很轻松 那些混沌集雷在秦李手里 跟温顺的绵羊一样 仿佛不会对他造成一丝伤害 实际上 到了秦李这个境界 他体内的力量 早就已经升华为混沌集雷 而混沌集雷的本质 就是混沌集雷 秦李自然也是 能够控制那混沌集雷的 混沌集雷对于秦李来说 就是用来强化自身的养分罢了 这就相当于会驯马的人 就算遇上再烈的马 也能驯服 而不会驯马的人 哪怕是遇上驯服的马 也不一定能奈何得了 这就是差距 那混沌集雷 对现在的秦李 已经不会造成伤害 自然不管他怎么增强 对秦李都不会有影响 于是 七沙魔帝和白华先帝 就看到一道道 令他们心惊肉跳 根本就不可能 接下来的灰色雷霆 被秦李一道道收下 所有的混沌集雷 全部都进入了秦李的体内 就像是秦李的身体 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雷场一样 看得七沙魔帝 和白华先帝人都骂了 秦李 这还是人吗 他的修为 到底有多恐怖 恐怕已经超越了混沌境吧 超越了混沌境之后 是什么境界 七沙魔帝 想起秦李曾经给他说过的境界 暗虚境 对 混沌境之后的境界 就是暗虚境 莫非秦李 已经达到了恐怖的暗虚境 若是如此的话 那也未免太可怕了吧 秦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要知道 在九天十地 就算是混沌境 也已经属于传说中的境界了 更别说 是那从未听说过的暗虚境了 轰隆隆 混沌积雷 还在继续降临 秦李则是不急不慢地 吸收着混沌积力 一道道混沌积雷降临下来 每一道混沌积雷 都比上一道强大 到最后 就连秦李所在的这片空间 也难以承受 混沌积雷的恐怖威压 积雷还未降临 空间就已经破碎 七沙魔帝和白华仙帝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 在这一刻 他们才对秦李的实力 有了深刻的认识 尽管他们知道 秦李的修为 应该不止混沌积 究竟是什么境界 他们也不知道 可应该是远远超过混沌积的 可能是按虚境 也有可能是更后面的境界 甚至有可能 已经与传说中的 十大开天古仙相提并论 难怪这家伙 当年与我一战 能胜我两招 七沙魔帝暗暗想到 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这家伙 不会是在让着我吧 靠 不行 等度完结以后 还得找他再切磋切磋才行 当然 这次不是他压制修为 而是秦李需要压制修为了 与此同时 蛮神殿万 天际老人和蛮山的表情 愈发凝重起来 脸色逐渐变得苍白 他们二人能够观察到 万腰海上凝聚而出的庞大结云 看得出来 结云落下时 到底有多恐怖 哪怕是蛮山 在融合了前修的神魂之后 再感受到那落下来的急雷 都有种心惊肉跳之感 他感觉 自己就算有前修的混元净修为 在面对那恐怖混沌急雷的时候 也会在瞬间被撕成碎片 这种情况下 七沙摩帝和白华仙帝 不过刚入混元境 他们怎么可能挡得住 可现在问题是 那些混沌急雷 已经落下来数十道 至少可以确定 他们挡住了前面几十道混沌急雷 他们能做到吗 不可能的事情 唯一的可能性 便是有人在帮他们 肚致万古葬仙 满山想到了秦李 也唯有他们的主君 才有此等力量吧 数千倍的混沌急雷 主君竟然也能挡住 主君到底是什么修为 满山眼神满是震惊 而在他脑海里 想起了前修的声音 可以确定的是 主君的修为比我更高 听到前修的话 满山尽管早已有所猜测 可还是为之震惊 超越混元境的恐怖存在 到底有多强大 天机老人 也在此刻感到头皮发麻 回想起自己之前 竟然想要去推演秦李 简直就是找死的行为 当时他受到天道反噬 很明显是秦李察觉到了 所幸秦李并没有动他 只是给他一个小小的警告 否则的话 就不是天道反噬那么简单了 很有可能 就是直接生死盗消 天机老人 内心生起一股后怕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半个时辰过去 第九十九道混沌急雷降临 这一道急雷 将整个九天十地的急雷 全部汇聚在一起 轰然落下 天地都在颤抖 万腰海附近有一片 近十万里宽广的海域 直接蒸发 无数生灵 死在第九十九道 混沌急雷之下 天地猛然间变得阴沉 无尽黑暗笼罩在所有人心头 整个九天十地 只剩下那一道恐怖的灰色 混沌急雷 在此刻 雾气消散了 光芒也消散了 在任何地方 都能看到那一道 从天而降的恐怖灰色 混沌急雷 哪怕是紫薇先帝他们 也终于看到了 混沌急雷的本体 所有先帝的身体 在这一刻变得僵直 瞳孔中只有那一道灰色急雷 这是 混沌急雷 紫薇先帝 呼吸有些急促 浑身冰冷 所有先帝都盯着 那最后一道混沌急雷 通体麻木 不敢动它 这是他们第一次 见到真正的混沌急雷 还是第九十九道 混沌急雷 其恐怖的威力 将半个万妖海 都要轰碎 哪怕相隔亿万里之遥 他们也能看到 那恐怖的混沌急雷 不单单是他们 此刻整个九天十地的修饰 都从自己的洞府中走出来 抬头往万妖海的方向看去 所有人都看到了 那恐怖的混沌急雷 那是 什么 第九十九道 混沌急雷 撕裂了大半个万妖海 一眼看去 万妖海的天空一片漆黑 那不是因为没有光 而是因为 那一片空间 已经被彻底撕碎 只剩下了无尽的虚空 所有修饰 都被狠狠地震撼 无尽的恐惧 从他们内心深处 涌现出来 不管是普通修饰也好 先君先王也罢 此刻看到那恐怖的 第九十九道混沌急雷 内心都不由自主地 生出强烈的恐惧 有种渺小 如同蝼蚁般的错觉 与此同时 在南荒山地深处 巫神之灵 帝将带着另外十个祖屋 走出了巫神之灵 抬头看着万妖海上 那恐怖的混沌急雷 目光都有些凝重 巫神的气息 在那劫云之下 人参鸟手的玄冥说道 一个长相极美的 人参蛇为祖屋 毛子一闪 有些跃跃欲试的样子 大哥 此节恐怖无比 想是巫神在渡劫 我们不去为巫神助阵吗 这祖屋 便是十二祖屋中 年纪最小的后徒 帝将摇头 不用 巫神曾有指令 我们只需苏醒 守在神庙即可 几乎在帝将话音刚落实 那恐怖的混沌急雷 就戛然而止 转眼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 就渡过了 不愧是巫神 后徒眼眸中 闪过一抹敬畏和崇拜 其他祖屋也是 面露敬畏之色 什么 混沌急雷怎么消失了 陈若玄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 其他先帝 也是满脸震惊 惊疑不定地看着东方 混沌急雷就在刚才 消失的无影无踪 只留下漆黑的虚空在原地 整个九天十地陷入漆黑之中 所有人都不明所以 难道是秦里出手 直接将那混沌急雷给解决掉了 这时候蛮山开口了 应该是渡过了混沌雷劫 万古藏仙可不止这么简单 接下来的劫 才是真正的万古藏仙 天机老人的脸色也极为凝重 他点点头 万古藏仙最恐怖的地方 并非雷劫 而是其第二阶段 传闻几乎没有人能渡过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什么 陈若璇脸色微变 疑惑地问道 蛮山微微摇头 没有说话 只是眼中露出无比凝重之色 第二阶段 天地陷入漆黑 没有人知道第二阶段是什么 太古时代 但凡度过第二阶段的那寥寥数人 也对此只字不提 陈若璇又问道 前修前辈不知道 蛮山道 他没有引下万古藏仙 并非所有人混原境 都会引下此节的 要么两人一起晋升混原境 要么此人过于逆天 能威胁到天道的存在 方可降临此节 众人恍然 然而就在这时候 一道冷静的声音 在天地间骤然响起来 给老子散 这声音没有丝毫波动 并不急躁 也不大 可却清晰地 传遍整个九天十地 所有人都听到了这道声音 而在声音出现的瞬间 整个九天十地的黑暗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消散 天光穿透黑暗 从四面八方照射下来 像是破旧的瓦房 被阳光照射 密密麻麻的光芒 从天而降 落在每个人的脸上 倒倒光斑药的陈若璇等人 微微眯起眼睛 但他们的脸上的惊骇 却难以掩饰 是秦里的声音 陈若璇惊呼一声 所有先帝都在这一颗瞪大眼睛 惊骇地看向东边 他们也都听到秦里的声音 他一句话 竟然让黑暗退散 结束消散 这 他到底是什么境界 北辰先帝难以置信地说道 最为惊讶的还是蛮山 他呼吸急促地看着东边 看着那破开黑暗的天光 头皮发麻 万古葬仙第二阶段 竟然还没有出现 就因为主君的一句话溃散 主君的修为 恐怕已经达到了暗虚境 这时候 前修的身影 出现在蛮山身后 哪怕是他 这位从太古时期 而来的古仙人 此刻也是感到 前所未有的震撼 要知道 那可是万古葬仙第二阶段 哪怕是混远镜巅峰的大能修士 想要度过第二阶段 也绝对不可能 可秦里 仅仅一句话 就将万古葬仙破掉 连第二阶段都无法出现 这肯定是暗虚境以上的修为 暗虚境 那是在太古时期 也无比稀少的存在 想要达到这个境界 不知道要经历多少磨难 没想到 秦里竟然已经达到了那个境界 前修的眼中 充满了狂热和崇拜 而紫薇先帝和遥光女帝等人 此刻也再次听到一个新的境界 混远镜之后 便是暗虚境 虽然不知道 这暗虚境到底有多强大 可从秦里这一句话来看 就足以证明 此境界的恐怖之处 暗虚境 紫薇先帝目光闪烁 呼吸急促 天机老人也是盯着天边尽头 苍老的躯体在此刻颤抖不已 所有的蛮族修士 在一代蛮神萧云的带领下 朝着东边的方向跪拜 无尽蛮族修士 齐刷刷地跪拜下来 那是在跪拜他们的主角 除了他们之外 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也都听出了秦里的声音 一句话 震退了那无尽黑暗 一句话 让恐怖的雷劫消散 秦里的实力 究竟恐怖到了什么程度 无数人对秦里产生了崇拜之情 对秦里产生了敬仰之心 中天玉某个山头上 太白先王处立在山顶 听到秦里的声音 他目光有些呆愣 随后朝着万腰海的方向 跪拜下来 世尊 太白先王喃喃一声 眼眶红润 灼泪掉落下来 眼神深处是激动之色 相同的事情发生在巫神之灵 以地疆为首的十一祖巫 神色激动 朝着天海归须的方向跪拜 而此刻的秦里 淡淡地瞥了一眼天上的劫云后 看到劫云急速消散 这才收回目光 这万古葬仙第二阶段的劫难 对秦里而言 没有任何好处 而且它还不能帮助七杀摩帝 和白华先帝 如此一来 倒不如直接将其打散好得多 也算是省心了 如今秦里的境界 只有混沌中的混沌吉利 才能增加它的修为 而混沌吉雷中也有混沌吉利 是秦里需要的东西 吸收完此次的混沌吉利后 秦里的修为明显提升了许多 会员境之后便是暗虚境 悬神境 悬神境也被称之为神王境 而在悬神境之后 便是秦里现在所在的圣君境了 圣君境 也是十大开天古仙的境界 至于圣君境之后的境界 则为超脱境 欲为超脱一切之意 秦里距离超脱境已然不远 只有真正地踏入了超脱境 才能无惧一切 哪怕是域外邪魔入侵 秦里也能轻松 将那些域外邪魔抹杀 刚才那些混沌吉雷 对于秦里来说 绝对是不平 尤其是第九十九道混沌吉雷 令秦里的修为 硬生生地提升了一大截 从之前的圣君中期 硬是提升到了圣君后期 距离圣君巅峰也不远 只要秦里的修为 提升到圣君巅峰 那么就可以着手 踏入超脱境了 此刻 七沙魔帝和白华仙帝两人 从深深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刚才他们看到 那仅仅只是余波 就足以毁灭整个万妖海 其恐怖力量 能将九天十地 直接打成虚无的混沌吉雷 竟然依旧被秦里轻松拿捏 一点风浪都没有掀起来 接着 在第九十九道混沌吉雷消失后 他们俩明显感觉到 有一场恐怖的意志 锁定他们二人 那股意志之强大 仅仅是将他们锁定 他们都感到了无边寒气 那种感觉 就像是被死亡盯上了一样 他们没有任何把握 度过第二阶段的万古葬仙 可秦里仅仅用一句话 将结云都打散了 那股强悍的意志 竟然瞬间崩溃 这让七沙摩帝和白华先帝 都惊呆了 此刻 就算他们俩都觉得 秦里无比高深莫测 秦老弟 不 秦大哥 我的秦大哥 你老实跟我说 你到底是什么修为啊 七沙摩帝瞪大牛眼 死死地盯着秦里 白华先帝也吃惊无比地看着秦里 想从秦里口中 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秦里笑了笑 我的境界不重要 你们的境界才重要 还想继续提升吗 想 七沙摩帝毫不犹豫地回了一句 头点得跟捣钻一样 秦里 看向白华先帝 一向冷傲的白华先帝 和秦里的目光对视后 眼神出现了变化 他似乎有些难为情 但还是点头 我也想 哈哈 走也 秦里抬手一卷 三人齐齐消失在原地 而与此同时 外界天晴复明 结束消散 只留下万腰海 一片狼藉 陈若玄等人 原本想要去万腰海看看 但是逐久却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朝着乌神之灵而去 显然 他依旧惦记着 十一祖屋提前苏醒的事情 他想要搞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其他先帝 也只得暂时按捺住冲动 跟上煮酒 毕竟 乌神之灵是第二个一线生机之地 他们可不能轻易放弃 可当他们出现在 乌神之灵上方的时候 却看到十一祖屋 恭恭敬敬地朝着东边跪拜 看到十一祖屋此刻 正朝着东方跪拜 所有先帝都愣住了 有些不明所以 纷纷对视一眼 他们能够看到 跪拜什么 所有先帝心里 都生起一个疑问 他们甚至不由看向东方 东方只有破碎的万腰海 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恢复 巨大的虚空 横跟在天地间 如同能够吞噬万物的深渊巨口 空间破碎后 能够自动修复 可这空间破碎度太大了 想要修复 恐怕千百年都未必能成功 那么 十一祖屋在跪拜什么 难道 这被十一祖屋跪拜之人 就是十一祖屋提前苏醒的原因 大哥 主久在愣了片刻后 有些惊疑不定地喊了一声 帝将等人也被惊醒 纷纷抬头看到了 主久和紫薇先帝等人 他们这才起身 有些疑惑地看着众人 帝将颇为有些不悦 他说道 主久 巫神之灵 乃是我足境地 你带这么多道友来做什么 主久赶紧解释 将域外邪魔即将入侵的事情 以及天机老人沟通天道 得到的一线生机 纷纷说了出来 帝将等十一祖屋才 终于明白过来 原来在我们沉睡之时 九天十地 竟然发生了如此多的事情 万年前就有 域外邪魔入侵 但被一个名为情理的人 将其镇压 可三年后 依旧会突破封印 人生鸟手的学民眼中 闪过疑惑 大哥 莫非巫神所说的巫族之节 便是这域外邪魔入侵 帝将脸色凝重地点头 覆巢之下安有顽暖 想必巫神大人所言的劫难 就是这域外邪魔入侵了 他们从主久口中 得知域外邪魔的恐怖 知道域外邪魔 一旦侵入九天十地 便将是一场灾难 整个九天十地的生灵 都有可能被屠杀殆尽 可见 这域外邪魔到底有多恐怖 如此 他们自然也就联想到 巫神在虚界中所言的巫族之节了 而主久则万分疑惑地问道 大哥 你们见到巫神大人了 秦礼成为巫神之前 主久就已经苏醒 负责守护巫族 并不在虚界之中 所以并未遇上秦礼 因此 他并不知道 帝将他们在虚界中 早就已经见过秦礼了 帝将面露尊敬之色 早已见过巫神真容 得到巫神的指引 当巫神的气息出现在天地间时 我们便可以从沉睡中苏醒 听了此话 竹酒脸色一变 面露激动之色 巫神大人在何处 若我们能得到巫神大人相助 必定能度过此见 紫薇先帝等人 也是不由地对视一眼 眼中都露出一丝期待之色 巫神乃是十大 开天古仙之一 其修为滔天 以混沌至宝咒神符 创造了九天十地的风和雨 以及万物法则 以其全身精血创造了巫族 后来不知去向 消失在九天十地 曾有传闻 巫神与古蛮一样 撕裂虚空 离开了九天十地 前往混沌深处 寻找新的世界去了 然而 现在他们 却从地疆等人的对话中 听到了关于巫神的消息 如果巫神 还在九天十地的话 那么 就算是域外邪魔真的入侵了 也不用畏惧 巫神必定能带领九天十地 驱逐域外邪魔 难道说 天机老人所说的一线生机 就是巫族的巫神 所有先帝都看向 帝江等人 想从帝江等人口中 得到巫神的消息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巫神只是一个称呼 已经并非当年 开天十大古仙之一的巫神 而是已经得到了巫神之血 并且将其融合的情理 情理继承了巫神之质 成为了巫族新的巫神 而十一祖巫的苏醒 也在他的计划之中 只有十一祖巫苏醒 才能抵御域外邪魔的入侵 也才能度过九天十地的浩劫 这里的浩劫 并非是指御外邪魔的入侵 而是来自混沌深处的天地浩劫 每隔数一年 就会有一场浩劫降临 横扫整个混沌 任何世界都无法逃脱 想要度过浩劫不简单 当年十大开天古仙 就是为了帮助九天十地度过浩劫 被葬无望之天 至今都未曾出来 而想要度过浩劫 情理想到了两个方法 其一是以整个九天十地为布局 所有种族进阶入局 第二个方向 则是情理踏入超脱境 超脱一切 镇压天地 当然 这些事情目前只有情理一人知晓 好在天机老人 一直按照情理留在天道中的线索 往他布局的方向去走 遥光女帝手里的开天图 是第一步 蛮族的开天神府 是第二步 而巫族则是情理的第三步 此刻 帝将看向东方 面露恭敬之色 正要说话的时候 整个巫神之灵突然开始颤抖起来 一股强烈的气息 从巫神之灵中散发出来 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他们猛然退后 远离了巫神之灵 只有十二组屋依旧站在巫神之灵前 一条巨大无比的怪蛇 从巫神之灵后 缓缓爬了出来 盘踞在整个巫神之灵上 抬起脑袋 死死地盯着所有先帝 吐着星红的蛇性子 那是一条全身赤红 一双眼睛竖着长的怪蛇 此蛇不算大 但也足有数百丈之长 盘踞在巫神之灵上 污浊的眼睛散发出神秘气息 这是 巡灵蛇 天机老人看到怪蛇出没 顿时脸色微变 惊呼一声难以置信 众先帝面面相去 明显没有听说过玄灵蛇 但他们却从这怪蛇身上 闻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 哪怕是蛮山也眉头紧锁 面露凝重之色 他就算融合了前修的神魂 在面对着玄灵蛇的时候 也能感受到恐怖的气息 十二组屋对视一眼 但并未退缩 而是依旧站在巫神之灵前 盯着那玄灵蛇 因为 他们知道 玄灵蛇代表着什么 他 代表着巫神 什么是玄灵蛇 陈若璇惊怡不定地问道 蛮山低声说道 你们应该知道 灵兽榜排名第二的火灵吞天蟒吧 陈若璇等人纷纷点头 火灵吞天蟒 在灵兽榜上排名第二 是丁灵族的护族灵兽 虽说修为只有先帝初期 但却能与先帝中期一战 极为恐怖 蛮山说道 此蛇就是玄灵蛇的后代 拥有玄灵蛇的部分血脉 听了此话 所有先帝的脸色 都是微微一变 排名第二的火灵吞天蟒 竟然仅仅只是拥有着 玄灵蛇的部分血脉 那这玄灵蛇 到底有多恐怖 陈若璇震惊地看着玄灵蛇 那此蛇到底有多恐怖 满山摇头道 不知道 我能知道的是 此蛇乃是乌神 从混沌深处带回来的 能与乌神融合 融合此蛇的乌神 实力在十大古仙中 排名前三 四 众仙帝倒吸一口凉气 惊骇地看着那百丈之长的玄灵蛇 也就是说 此蛇至少已经活了亿万年 是真正的从太古时代 一直活到现在的古老生灵了 不由的 他们眼中的惊骇 逐渐化为尊重 既然是乌神的灵兽 那么这玄灵蛇对他们 应该是没有恶意的 由此 他们内心的恐惧消散 有的只是敬畏 活了亿万年的恐怖生灵 不说其修为 便足以让他们产生敬畏之情 无等 拜见圣寿 而在这时候 帝将带着十一组乌 朝着那玄灵蛇跪拜而下 满脸兴奋和恭敬 就仿佛看到了乌神一般 在巫族之中 玄灵蛇就是乌神的化身 是整个巫族的守护神 只不过这无数年来 他们都并未见过玄灵蛇 传闻只有上一次 波及整个九天十地的巨大灾难 玄灵蛇才出现过一次 只不过 那一次的灾难 距离现在过于遥远 已经属于太古时期 就算是巫族 也没有多少关于此事的记载 现在看来 那次灾难 应该就是域外邪魔侵入的时候 如今 十二祖乌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圣兽玄灵蛇 自然无比激动了 尤其是竹九 他看到玄灵蛇出现 呼吸急促 浑身颤抖 眼神中满是兴奋之色 竹九并不知道 琴里就是乌神的事情 也不知道 乌神如今就在九天十地 而玄灵蛇可以说是 乌族目前出现最厉害的生灵了 如今玄灵蛇出现 竹九自然也是 比其他十一个祖乌 更为兴奋了 乌族有救了 属于乌族的一线生机 也终于出现了 与此同时 在天海归虚内 某个比较特殊的空间 正在跟七沙摩帝和白华仙帝喝酒的琴里 忽然眉头一动 看来十一祖乌已经苏醒 玄灵蛇现身 也是时候展开第二轮计划了 琴里暗暗想到 心念一动 一道七沙摩帝和白华仙帝看不见的灵光飞了出去 直奔乌神之灵而去 琴老爹 你不说继续帮我们增强修为吗 怎样喝上了 七沙摩帝坐下 满脸不解 他迫切地想要增强修为 将自身境界提升到琴里说过的暗虚境 白华仙帝也是眉头微皱 颇为不解 他们之前就在这片独特的空间待着 此地天地元气浓郁 而且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 三百年过去 外界才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这也是他们能在三个月内 从先帝初期 踏入混元境的原因 实际上 他们修炼了三百年的时间 当然 就算是三百年从先帝初期 达到混元境 也足够惊世骇俗了 白华仙帝非常享受那种 飞速提升修为的感觉 如今再次进入这片空间 琴里却并未第一时间让他们修炼 这让白华仙帝很疑惑 琴里一挥手 拿出一壶酒和三个酒杯 笑着道 不急 喝两杯酒再说 七沙摩帝抓了抓脑袋 也没多想什么 而白华仙帝则是想了想后 也没意见 看到琴里准备拿起酒壶准备倒酒 白华仙帝却道 我来吧 说着 白华仙帝很自然地拿起酒壶 给琴里和七沙摩帝倒了一杯 并且拿起酒杯 略带歉意地说道 琴里 以前是我冥顽不化 过于自负 想要拆散你们二人 却不想我的眼光还不如灵儿 今日我白华 正式向你道歉 也感谢你这些日子以来的照顾 若没有你 我此生也休想踏入这个境界 这一杯我敬你 说完 白华仙帝先干为敬 酒杯微微下清 认真地看着琴里 但很快 他就感受到 体内有一股磅礴的灵力运转全身 他的心境在此刻 变得无比沉稳 博杂的心绪也瞬间安静下来 肉体正在飞速地改善 很明显 那杯酒极为不凡 而七沙摩帝见此 哈哈一笑 白兄 此事说开了也就好了 琴老弟也并非那种小心眼的人 哈哈 来 琴老弟 我也敬你一杯 说完 七沙摩帝也仰头喝下 灵酒入口清干唇香 他很快也感受到了 那杯酒的不俗之处 他们体内原本尚未完全掌握的本源之力 在此刻迅速安静下来 他们只需要稍微运转功法 便可将其轻松掌握 境界也在迅速巩固 这是 太出悬叶 七沙摩帝脸色微微一变 眼中露出惊骇和兴奋之色 白华先帝面露诧异 太出悬叶 这是什么 七沙摩帝激动地说道 当年我成帝时 便是在古仙圣德 寻到了一滴太出悬叶 仅仅是一滴 便让我掌握了数种大道之力 没想到琴老弟 你竟然有这么多 白华先帝无比惊讶 没想到这太出悬叶如此神奇 一滴便能令人成帝 并且同时领悟数种大道 难怪七沙摩帝那么强 所有先帝中除了一代蛮神 无人敢说轻易胜他 而现在 琴里给他们喝的酒 竟然就是 就是这么珍贵的太出悬叶 这一杯 怕是有数百滴了吧 这里 就可以造就数百先帝啊 琴里淡然一笑 我这里多的是 多喝点 喝完之后 就开始修炼了 说完 他面前浮现了好几个酒坛 令七沙摩帝和白华先帝的瞳孔 都狠狠一缩 与此同时 巫神之灵 一道灵光从天而降 没入巫神之灵中 接着 巫神之灵再次一颤 一口青铜巨观 从那巫神之灵中飞了出来 落在巫神之灵的空地上 看到那青铜巨观 所有人的脸色都微微一变 就连盘踞在巫神之灵的玄灵蛇 也在此刻瞳孔收缩 眼中露出一丝恭敬之色 高傲的头颅低垂下来 似乎是在给那青铜巨观行礼 巨大的舌头缓缓下沉 来到了青铜巨观前 蛇性子撕撕撕吐出来 卷住那青铜巨观 那庞大的青铜光果上 雕刻着大量飞禽走兽的浮雕 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是 巫神的光果 看到那庞大的光果 落在巫神之灵前 所有先帝都盯着那光果看 眼神中露出一丝惊讶 帝将等十二祖乌 看到光果出现 全部脸色大变 再次跪拜下来 恭迎巫神大人 充满了恭敬和狂热 巫神的光果 竟然在此刻从巫神之灵中飞出来 肯定是巫神有什么新的指示 而十二祖乌的力量来源 全部都是来自于巫神 对于巫神 自然有一种极为浓郁的敬畏 紫薇先帝等人对视一眼 脸上都有些凝重 巫神之观忽然出现 莫非真是传说中的 巫神即将复活 降临在这九天十地吗 这 就是出现在巫神之灵的一线生机 巫神若是真的复活 那对于整个九天十地来说 巫神若的玄灵蛇忽然仰头张嘴 血盆大口中唾液连丝 发出一声惊天嘶吼 这是玄灵蛇第一次发出声音 它的声音极为尖锐 穿透力十足 紫薇先帝等人就在附近 听到那恐怖的嘶吼声 每个先帝的表情都是一变 只觉得头痛欲裂 自己的世界 只剩下了那尖锐的嘶鸣声 嗯 好在那嘶鸣声来得快 也去得快 很快就消失 紫薇先帝等人都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 头痛欲裂的感觉逐渐减少 缓缓恢复了过来 他们对视一眼 然后有些惊骇地看着那玄灵蛇 现在总算知道了 玄灵蛇的恐怖之处 仅仅是一声嘶鸣 他们都有些难以承受 若是持续时间过长 必定心神受损 受伤还只是小事 非常有可能导致到鸡出现裂缝 从此之后 丧失更进一步的可能性 这就是玄灵蛇 就算是蛮山 也是头皮发麻 没想到这世上 竟然还有如此恐怖的生灵 满山脸色凝重地说道 陈若玄恢复了些 他皱眉道 这玄灵蛇在做什么 紫薇先帝等人也是疑惑不已 好端端的玄灵蛇 为何会突然发出丝鸣声 人手马身的丁灵族先帝秋云 皱眉说道 他像是在召唤什么东西 丁灵族最擅长御寿 那灵兽榜排名第二的火灵吞天网 就是丁灵族这位先帝驯服的 因此 虽然丁灵族只有一个先帝 但就算是有三四个先帝的种族 也不敢轻易招惹丁灵族 召唤什么动线 紫薇先帝眉头一皱 疑惑道 秋云道友 以你之见他是在召唤什么 莫非是 他话还没说完 秋云的脸色就猛然一变 不好 我的灵兽火灵吞天网有异动 秋云嘀呼一声 正要行动的时候 却发现火灵吞天网行动的方向 正是这个方向 他猛然抬头一看 只见天边尽头一片火红 一条百丈大小的恐怖巨蟒 正朝着这个方向飞行而来 那巨蟒全身火红 连灵片都在冒火 头上还有一只稍稍隆起的脚 正是灵兽榜排名第二的火灵吞天网 丁灵族是数十族之中 距离巫族最近的 因此火灵吞天网来的速度非常快 转眼间就到了巫神之灵上空 然后扑了下来 一股炙热的高温 使四周的草木迅速枯萎 就算是那些先帝也感到一丝不适 纷纷惊讶地看着火灵吞天网 火灵 你为何会来此地 丘云怒目而逝 强大的修为爆发出来 想要控制那火灵吞天网 然而 一股更加恐怖的气息 瞬间碾压下来 将丘云覆盖 强烈地危机令丘云浑身一颤 将立在原地 额头上冒出冷汗 有些惊恐地看着那玄灵蛇 他有一种感觉 自己若是想要再控制火灵吞天网的话 玄灵蛇会立即将它抹杀 而且 他连一点反抗的欲望都没有 紫薇先帝等人也是心惊肉跳 待在原地不敢动弹 反观火灵吞天网落地之后 一双火红色的眼瞳 看着玄灵蛇露出兴奋之色 就像是玩看到母亲一样 众先帝不由想起蛮山之前说的 火灵吞天网就有玄灵蛇的血脉 现在看来 果然不假 这玄灵蛇好恐怖 与此同时 火灵吞天网的异动 惊动了不少九天十地的修饰 他们都有些惊恶地 抬头看着火红的天空 火灵吞天网在九天十地名气不小 毕竟是灵兽榜排名第二的恐怖存在 实力堪比先帝中期 一般来说 火灵吞天网都会在丁灵族待着 守护丁灵族 现在却忽然离开了丁灵族 前往巫族的巫神之灵 让不少人疑惑不已 这什么情况啊 火灵吞天网怎么突然一动啊 难道是秋云先帝在与什么人战斗 必须要火灵吞天网相助 去的方向是巫神之灵 可惜巫神之灵有结界覆盖 神识进不去 我记得之前蛮山前辈曾说过 巫神之灵有抵挡域外邪魔 入侵的一线生机 莫非与此事有关 不对 不仅仅是火灵吞天网在动 还有三神族的踏雪幻路 也在前往巫神之灵 灵兽榜排名第八的踏雪幻路 竟然也出来了 三神族方向的天空 忽然晴空飘雪 一道道雪花从天而降 无数修士都看到 从三神族深处 飞出一只雪白的仙鹿 那仙鹿看似只有正常梅花鹿那般大小 但全身雪白 鹿角散发出五彩光芒 四只一彩 月出无数万里 所过之处温度骤降 大量雪花飘落 这便是灵兽榜排名第八的踏雪幻路 此刻 竟然也朝着巫神之灵的方向而去 灵兽榜两大灵兽 竟然先后出现 而且目标全部都是巫神之灵 这让所有人都在猜测 到底是什么情况 然而不仅仅是如此 灵兽榜上的第三只灵兽 也在此刻出现 接着就是第四只 第五只 第六只 一直到第九只 灵兽榜排名前十的灵兽 除了榜首之外 其余九只全部出现 并且全部都是朝着巫神之灵而去的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第一不会出现时 排名第一的不死鸟 在一声惊天的凤鸣声中 带着无尽烈焰 冲了出来 方向同样是巫神之灵 不死鸟 那是不死族的不死鸟 所有修士看到九天十地东北方向 飞出的惊天烈焰 都不由得惊呼一声 不死族 除了先帝中期的桑符之外 其最可怕的 便是不死族传说中的神兽 这神兽便是不死鸟 也是灵兽榜排名榜首的存在 不死鸟并非像其他灵兽那样 被其他修士控制 它更像是不死族的图腾圣兽 也同样是不死族的力量来源 曾有传说 不死族之所以能长生不死 兽源无限 便是依托不死鸟而存在的 只要不死鸟不死 那么不死族的族人寿命将永恒 可见不死鸟在不死族中的地位 而如今 竟然连不死鸟都出现 同样是朝着乌神之灵而去 乌神之灵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然能引起灵兽榜上 十大灵兽齐齐出现 十大灵兽同时出现 乌神之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听明月宗的兄弟说 他们明月宗的清月灵敖 一改往日的温顺 变得无比暴躁 没有人能够拦得住 撞破护山大阵 往乌神之灵而去了 不是吧 清月灵敖排名第三 竟然撞破了明月宗的护山大阵 不错 我朋友也传言跟我说了 这 如果是开明先帝 想要召唤清月灵敖的话 清月灵敖不可能那么暴躁才是 难道不是开明先帝召唤的清月灵敖 如果不是开明先帝 那能是谁 乌神之灵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九天十地的修士一润纷纷 对于这一幕感到无比惊讶 清月灵敖是明月宗的护山灵兽 守护明月宗数十万年不曾离开过 而明月宗的老祖就是开明先帝 开明先帝也是人族十个先帝中辈分最高的三人之一 清月灵敖也有先帝初期的修为 只听从开明先帝一个人的命令 可现在清月灵敖一改温顺的性格 撞破了明月宗的护山大阵 这也太离谱了 要知道 清月灵敖已经数十万年没有离开过明月宗了 现在却突然离开 这让许多修士都在猜测 乌神之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乌神之灵发生了什么 蛮神殿前 一代蛮神萧云抬头看着乌神之灵的方向 目光闪烁露出一丝疑惑 乌神之灵附近有乌神节节守护 就算是他的神石也无法探索到附近发生了什么 他也想去看看 但并未行动 依旧守护在蛮神殿门口 陈凡和王静一两人对视一眼 越发觉得九天十地有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王兄 你怎么看此事啊 陈凡皱眉道 王静一想了想后说道 之前蛮山前辈曾说过 两年九个月后 狱外邪魔会入侵 届时九天十地会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甚至有可能覆灭 而他们在寻找一线生机 乌神之灵中就有一线生机 或许跟那一线生机有关 陈凡点了点头 他深吸一口气说道 还有两年多的时间 看来我要进入那地方尝试一番了 否则 两年后能否保命还是两说 王静一脸色微微一变 低声道 陈兄 你可想好了 那可是五大兄弟之手的无望天欲 古往近来最穷凶极恶的魔头 都陨落在此地 就算是先帝进去 也是九死一生 陈凡点点头 眼神中闪过一抹坚决 就算是死 也要死在路上 而不是成为邪魔的口粮 王静一沉默片刻 点点头 好 我陪你 与此同时 乌神之灵的变故 整个乌族的修士都被惊动了 原本乌神之灵是乌族的禁地 任何乌族修士 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 是不能靠近乌神之灵的 所以之前十一组乌苏醒 那些乌族修士并未察觉到 而现在十大灵兽 全部动身前往乌神之灵 他们自然也是被惊动了 无数乌族修士 纷纷来到乌神之灵外围 他们看到了乌神之灵前的情况 看到了那二十多个先帝 也看到了十二组乌 更看到了那卷住青铜光果的巨大玄灵蛇 以及匍匐在玄灵蛇 或者说匍匐在青铜光果前的十大灵兽 是的 十大灵兽 包括不死鸟在内 全部匍匐在青铜光果前 收敛了体内的灵力 身上的恐怖气息不敢外泄 浑身散发出一种畏惧 惶恐的情绪 那 那是十二祖乌 十二祖乌竟然同时苏醒了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所有巫族修士都反应过来 全部身体一颤 然后朝着十二祖乌 纷纷跪拜下来 十二祖乌是他们巫族地位最高之人 是带领他们巫族 在九天十地生存之人 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 而如今 十二祖乌同时现身 代表的意义简直太大了 所有的巫族修士都知道 一旦十二祖乌同时现身 那就意味着巫族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很有可能是灭族之威 否则十二祖乌不可能同时苏醒 不过很快有人察觉到了 玄灵蛇的不同之处 祖乌们好像在跪拜那条巨蛇 还有那十大灵兽 也匍匐在那条巨蛇面前 那是什么蛇 有人惊讶地问道 而乌族中的准地 很快就反应过来 背着弓箭的准地 它的身体强壮 长得与人族没有太大的区别 身上画满了乌纹 眼睛死死地盯着那玄灵蛇 它是逐久最信任的准地 名为乙 以脸色忽然一变 惊道 那是玄灵蛇 是乌神从混沌深处带回来的 那只守护圣兽 是我乌族的圣兽 此话一出 所有乌族修士的脸都变了 他们当然知道玄灵蛇了 只不过 玄灵蛇一直都处于传说中的存在 从未真正现身过 慢慢的此蛇便成为了乌族的传说 很少有人会相信玄灵蛇的存在 刚刚一眼看到玄灵蛇 自然也不会将其联想到 传说中的玄灵蛇了 但随着一这话一出 因为是圣兽 竟然如此威武不凡 灵兽榜十大灵兽 都是被圣兽召唤来的吧 圣兽召唤十大灵兽做什么 我族圣兽竟然真的有 而且还一直就在乌神之灵守护着我们 太好了 那是圣兽的话 那么圣兽保护住的青铜光果 又是谁的 莫非是乌神大人的光果 随着玄灵蛇的身份曝光 所有人都想到了两点令人震惊的事情 第一就是 十大妖兽是玄灵蛇召唤来 第二 则是玄灵蛇保护住的青铜光果 很有可能就是乌神的光果 想到这里 所有的乌族修士再次跪拜下来 朝着光果跪拜 那可是他们乌神啊 乌神光果 所有乌族修士都发自内心深处的尊敬 而此刻 紫薇先帝等人看到这一幕 也都梦了 二十多个先帝 这十大灵兽 几乎都是他们控制的灵兽 然而 现在就连不死族的不死鸟 都老老实实地落下 收敛不死灵力 匍匐在地 惊恐地看着玄灵蛇 很明显 这十大灵兽 都是玄灵蛇召唤而来 但是 他召唤十大灵兽 到底想要做什么 开明先帝是一个很闷的人 平时几乎不怎么说话 而且长相普通 基本上可以被很多人忽略 存在感极低 可就算他不怎么说话 此刻也是看着那无比庞大的巨傲 脸色无比难看 巨傲至少有数千丈之巨 这还是体型被控制了 否则的话 能够轻易膨胀到上万丈 巨傲同样匍匐在玄灵蛇之前 巨傲与他的性格几乎一样 几乎不怎么发躁 一直以来都是老老实实地呆在明月宗 只要无人冒犯明月宗 他从来不会主动招惹他人 可就在刚才 他感觉到巨傲无比焦躁 并且撞破了明月宗的护山大阵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眼前的玄灵蛇 这玄灵蛇 到底想要做什么 开明先帝脸色难看 低声说道 天机老人都不由摇摇头 显然他们也不知道 玄灵蛇到底要做什么 唯有十二祖乌脸上没有任何疑惑 他们跪拜在青铜光果前 无比虔诚地看着青铜光果和玄灵蛇 不管玄灵蛇做出什么事情来 他们都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这就是一种信仰 乌 就在这时候 玄灵蛇终于又开口了 不过这次他只是轻轻张开嘴巴 悠扬的声音从他口中散发出来 明显是在下达着某种命令 随着这声音传出来 那十大灵兽终于有了动静 率先动的就是不死鸟 不死鸟抬起头颅 由烈焰形成的头颅中发出一声高昂的凤鸣声 接着他猛然一扇布满了烈焰的双翅 火红的身体猛然急冲而上 瞬间来到了九天之上 如同一道流星一样 不死鸟来到天空之后 浑身一颤 一只由烈焰组成的巨大火鸟虚影迅速扩散 覆盖在他身上 转眼间化作万丈大小 接着 巨大的火鸟张口一吐 一道火线降临下来 落在了那青铜光果之上 火线迅速形成了一只烈焰铁链 将青铜光果缠绕起来 而这并未完 第二只飞上九天的灵兽 是排名第二的火灵吞天蟒 火灵吞天蟒没有任何犹豫 它是所有灵兽中最为自然的 它飞到火鸟身前 身体迅速膨胀 身躯也达到了数千丈之长 随后也吐出一道火线 化作铁链 缠住那巨大的青铜光果 青月灵敖是第三个飞上九天的 它一边飞上去 身体一边膨胀 带得到了火灵吞天蟒旁边时 已经达到了上万丈之巨 如同一只太古奇兽 遮天蔽日 极为恐怖 不过它吐出的是 黑色的玄水 玄水同样形成铁链 缠住了青铜光果 转眼间 十大灵兽全部飞上九天 化作近万丈之巨 纷纷吐出一道灵力光线 形成铁链 将巨大的青铜光果缠住 不管从任何方向看 都能看到这一幕 十只庞然巨物 漂浮在天空上 十道颜色各异的铁链 从天而降 落入巫族身处的巫神之灵 不知道在拖着什么东西 此刻 那些巫族修士 看到这一幕 惊呆了 他们仿佛知道了 玄灵蛇的用意 好像是为了将巫神的光果 拖起来 所以才将十大灵兽 召唤过来 那些巫族修士 看出了这一点 紫薇先帝等人 自然也看出了这一点 这 难道玄灵蛇 是想要将巫神的光果 拖出去 陈若璇惊讶地说道 紫薇先帝点点头 目前来看 应该是要这样做了 一向沉默寡言的 开门先帝不解道 他为何要将巫神的光果 托巫神之灵 这句话 将所有人都问住了 他们也不知道 或者说 没有人知道 但天机老人却说道 虽然不知道 玄灵蛇为何要将 巫神的光果拖出去 但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一切行为 都透露着很强的目的性 像是 受到什么人的指令 听了天机老人的话 其他先帝也有这种感觉 如此一来 他们更加不解了 就连十二祖乌看着这一幕 眼神中都露出一丝疑惑 巫神的光果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不可侵犯的 巫神之灵是巫神的庙宇 是巫族世代 供奉巫族的地方 那巫神光果 并不代表巫神就已经身亡 但却象征着巫神 就像是蛮神殿里的 古蛮雕像一样 如果玄灵蛇 想要将巫神的光果 拖走的话 到底是什么用意 这是不是对巫神的不敬 蒂江他们 必须要慎重考虑这一点 不过就在这时候 玄灵蛇忽然低头 看了蒂江等人一眼 十二祖乌的眼神 与玄灵蛇的眼神 在空中对碰 他们看到了玄灵蛇的眼睛 从那双眼睛中 似乎看到了什么 十二祖乌同时身体一颤 想起了一句话 同观出世 寻游天地 巫族子弟 不可阻拦 这声音 只有十二祖乌能听到 但他们听到这声音之后 却是全部身体一颤 眼神中露出恭敬之色 赶紧低头跪拜 巫神的声音 就算是没有见过巫神的主九 也在这一瞬间明白 那就是巫神的声音 很明显 这一切都是巫神的指令 同观现世 玄灵蛇换来十大灵兽 为巫神托关 带着同观在九天十地巡游 虽然不知道 这巡游天地到底有什么用意 但对巫神的指令 他们不敢不从 也明白 玄灵蛇并非是受到他人控制 也没有对巫神不敬 故而 他们也就放心了 巫 随着玄灵蛇再次张口 吐出悠扬的声音 这一次 那悠扬的声音传遍了整个九天十地 所有修士都在这一刻 听到了玄灵蛇的声音 那些修士还好 所有的灵兽都在这一刻 吓得瑟瑟发抖 匍匐在地上 不敢动弹 任由他们的主人打骂 也不敢动弹嘶吼 这就是玄灵蛇的恐怖威势 而九天之上的十大灵兽 仿佛得到了什么命令 在这一刻同时一动 往前方飞去 他们身上的灵力锁链 瞬间崩的笔直 紫薇先帝等人 甚至能够听到哗啦啦的声音 所有铁链崩的笔直 开始拉扯那巨大的青铜光果 然而 铜光看起来 只有百丈左右大小 可却其中无比 十大灵兽竭尽全力 竟然只能将铜光一点点地抬起 速度非常缓慢 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都看到了这一幕 十大灵兽竭尽全力地 朝着前方飞去 他们身上的灵力锁链 崩的笔直 可就算如此 他们的移动速度 也是非常缓慢 所有修士都看得出来 十大灵兽同时出现在巫神之灵 似乎是为了拉什么东西出来 这 难道是二十多个先帝 在巫神之灵 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所以才要将十大灵兽同时召唤出来 以十大灵兽的力量 去将其拉出来 要知道 十大灵兽 全部都是先帝级别的存在 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需要十大灵兽同时去拉 才能勉强拉动 看得出来 那神秘存在极为沉重 哪怕是十大灵兽同时用力 也仅仅只能将那神秘存在 拉起一点点而已 十大灵兽聚集在一起 竟然只是为了拉起一样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十大灵兽同时去拉 竟然还如此艰难 巫神之灵 莫非有重宝 要出事吗 好想进去看看 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别急 十大灵兽应该是能够 将那神秘存在给拉出来的 此刻整个九天十地的修饰注意力 都被吸引到了巫神之灵上 十大灵兽同时拉扯一个神秘东西 不管是谁 都在好奇 那神秘存在到底是什么 而随着十大灵兽不遗余力的拉扯 天地间都响起了锁链的晃荡声 哗啦啦 十大灵兽不停地拔高 同时往前飞去 一个神秘物体 终于出现在了所有修饰面前 只见 那是一个被十根灵力锁链 缠绕起来的巨大青铜光果 青铜光果 至少也有万丈之大 而且随着升空 那青铜光果还在不停地长大 当它飞上高空的时候 竟然已经有近十万丈大小 看起来无比恐怖 除此之外 青铜光果上还盘踞着一条 灵片都是火红色的怪蛇 怪蛇也有数万丈之巨 卷住青铜光果 仿佛守护神一样 十大灵兽还在不停地飞行 它们共同用力 拖动着那庞大的光果和巨蛇 将光果带入高空 然后往前方而去 在九天之上遨游 这是一幅极具冲击力的画面 十大灵兽 每一只灵兽都有先帝修为 伸长万丈 拖着一口比它们的身体 还要更加庞大的恐怖青铜光果 其上卷着一条巨大的红色怪蛇 在天上飞行 所过之处 空间阵战 遮天蔽日 连太阳都被遮住 无数云层消散 漫天霞光 不知从何而来 落在那青铜光果上 令人震撼不已 这 这是何人的光果 看到眼前这一幕 九天十地所有修士都震惊了 它们难以置信地盯着那光果 十万丈之巨的光果 从无神之灵中飞出来 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 狠狠地冲击着它们的眼球 此刻 所有修士的眼睛里 都只剩下那十万丈之巨的恐怖光果 十大灵兽脱光的画面 也将永恒成为 它们心目中最难忘的一幕 这样一幕 也注定会载入 整个九天十地的历史中 那 真的是光果吗 里面葬的是什么人 何人的光果 能有如此庞大 难道 那是乌神的光果吗 从乌神之灵中飞出来的光果 或许真的是传说中的 开天古仙乌神之灵吧 乌神的光果 难道 乌神真的死了吗 到底是谁在操控这一切 十大灵兽 是谁召化而出的 无数个疑问 在修士们心中生起来 他们迷茫 他们彷徨 他们震惊 他们难以相信眼前的这一切 那是 乌神的光果吗 是谁控制十大灵兽 将乌神的光果拖出来的 萧云抬头看着天上的十大灵兽脱光 眼神闪烁 几乎下意识地觉得 这一切绝对是有人在背后操控 十大灵兽 不是什么人都能控制的 背后之人将乌神之光拖出去 又是为了什么 那条蛇 玄灵蛇 乌神的半生圣兽 竟然也跟着现实了 莫非是乌神还活着 萧云发现了玄灵蛇 他阅历不俗 知道很多开天之秘 一眼就看出来玄灵蛇的来历 知道那必定是乌神的半生圣兽 玄灵蛇 而玄灵蛇 唯有乌神才能控制 也就是说 玄灵蛇出现 并且愿意跟着乌神之关 一起离开乌神之灵 很大可能性是 乌神还活着 这一切都是乌神在背后操控 十大灵兽 拖着庞大的青铜光果 在九天十地遨游 所有人都在疑惑 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想要将青铜光果 拖到什么地方去 而十大灵兽 在九天十地遨游了一圈之后 在荒无人烟的西北停了下来 西北有两大区域 一是西荒之地 十地中区域最小的地域 最长也只有一百万里 而除了西荒之地外 西北靠北部一些的寒冷之地 还有一个几乎没有人的天域 此地名为无望之天 也被称之为无望天域 无望天域里面几乎没有活人 没有人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宽 也没有人进去过 古往今来是流放穷凶极恶的魔头之用 从开天到现在 里面不知道被送进了多少恐怖的魔头 这些魔头 每个都至少是先王级别的 先帝不在少数 甚至有传说 在太古时期 其内关押了大量超越先帝的魔头 使得这块天域 成为了五大兄弟之首 那是古仙圣帝 天海归须 以及混沌神殿 都远远无法相比的存在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没有任何知道 只有情理一人知道的事情 这无望之天中 葬着十位开天古仙 实际上 情理控制玄灵蛇 将青铜光果 带到这无望之天 就是为了寻找十大开天古仙 将十大开天古仙带出来 此刻 随着十大灵兽 停在无望之天外面 全部瑟瑟发抖 开始恐惧起来 他们不敢再继续往前 他们内心深处 已经形成了 对无望之天的本身恐惧 他们 怎么在无望之天停下来了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都有些疑惑 不少人也已经发现 十大灵兽的目标 似乎就是在无望之天 他们来到无望之天 究竟想要做什么 紫薇先帝等人面面相去 离开了巫神之灵 都不由暗暗想到 莫非巫族的一线生机 在这无望之天中 二十多个先帝 与十二祖巫 全部出现在了 无望之天外面 他们疑惑不解地看着那 停留在无望之天 入口处的十大灵兽 玄灵蛇到底想要做什么 紫薇先帝万分不解 心中满是疑惑 陈若玄说道 这无望天域 乃是五大兄弟之首 就算是我们已经达到了 先帝修为 也不敢轻易涉足 他们来此地做什么 北辰先帝目光一闪 帝生说道 看得出来 那些灵兽 是非常畏惧无望天域的 他们也不敢靠近 估计是被玄灵蛇 逼着来到此地的 众先帝都搞不懂 玄灵蛇到底要做什么 就连十二祖巫 都满脸不解地看着玄灵蛇 但他们知道 这是巫神的意思 故而也没有阻挡 而是静静地看着 甚至要保护玄灵蛇 只要玄灵蛇有危险 他们会第一时间出手 此刻 九天十地的所有修士 也都非常疑惑 不知道十大灵兽 为何要拖着巫神的关果 来到这无望天域 他们紧紧地 盯着眼前这一幕 持续关注着此事 无望天域 一代蛮神萧云 看到十大灵兽 拖着铜关 停在了无望天域前 目光闪烁 似乎想到了什么 按照先辈口口相传的传说来看 古蛮消失 或许与无望天域有关 莫非 巫神失踪 也与无望天域有关 关于古蛮消失的一些传说 在整个九天十地 都没有一个大概原因 唯有在蛮族历代 领导者口口相传之中 才能得到一些蛛丝马迹 而蛮族的领导者 历来都是一代蛮神 故而 古蛮失踪 或许与无望天域有关 也只有萧云知道 此刻 他看到玄灵蛇控制那些灵兽 停在了无望天域前 下意识地也觉得巫神消失 或许与无望天域有关 若是如此的话 那是不是十大古仙的失踪 都与无望天域有关 虽然那光果是巫神的光果 但萧云从未觉得巫神已经死亡 只是觉得巫神与古蛮一样 因为某些事情而失踪了 或许是因为巫神失踪的原因 而就在这时候 蛮山忽然开口了 显然 他是从乾修那儿得到了这个消息 乾修作为蛮族第五代主君 自然也是知道 古蛮消失 是与无望天域有一定关联的 而玄灵蛇 让十大灵兽 拖着巫神的光果来到此地 莫非是想要来接巫神回家 这是乾修的想法 而满山将这个想法说了出来 听了满山的话之后 所有人的脸色都微微一变 主九说道 满山道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接巫神大人回家 满山犹豫了片刻 似乎是在征求乾修的意见 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嗯 根据满族的传说 十大古仙之所以失踪 或许与无望天域有关 若是十大古仙都在这无望天域内呢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脸色都是微微一变 十大古仙都在这无望天域内 若是如此的话 十大古仙 那不久后的域外邪魔之节 那岂不就迎刃而解了 想到这里 不少仙帝都有些兴奋起来 哦 而就在这时候 玄灵蛇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嘶吼声 他第一次从光果中飞出来 然后回头看了一眼十二祖乌 毅然决然地冲进了无望天域之中 那十个灵兽 却不敢轻举妄动 依旧拖着巨大的青铜光果 漂浮在空中 圣兽 帝将等人惊呼一声 想要跟着冲进无望天域 可那青铜光果中 却散发出一股柔和的光芒 将十二祖乌挡在了外面 他们明白过来 这是乌神的意思 让他们不要跟进去 所有人都看梦了 玄灵蛇要进去做什么 难道真是要去寻找十大古仙吗 那问题是 到底是谁指使他进入无望天域的 乌神吗 无数修士都疑惑不解 那些先帝也同样搞不清楚状况 各位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陈若玄不解地问道 所有人都看向天机老人 天机老人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他犹豫片刻 低声说道 老夫的想法是 在此地等等看 若是一个月之后 还没有什么收获 我们便前往不死族 不死族 是第三个拥有一线生机的地方 他们的不死民宫传闻 也与开天古仙有关 只不过 不死族与开天古仙的关系 颇为复杂 不像是古蛮创造蛮族 巫神创造巫族 道祖创造人族那样简单直白 十大开天古仙中 有一人叫做不死民王 此人乃是九天十地的生命 和轮回创造者 因其称号有不死二字 因此大多数修士都觉得 不死民王 应该与不死族有一定的联系 但不管是不死族 还是整个九天十地 都没有任何文献 有记载过不死族 与不死民王的关系 唯有不死民宫 供奉着一座不死民王的雕像 以此证明 不死民王和不死族 存在一定的联系 听了天机老人的话 所有先帝都对视一眼 最终点点头 而陈若玄问道 天机前辈 若是你融合九天十地 不知可否看到 无望天狱内发生的事情 天机老人摇头 不能 无望天狱有一股神秘力量笼罩 老夫无法窥探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无望天狱 已经不属于九天十地了 听了此话 众人都有些失望 只好老老实实等待 而这一等 就是一个月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无望天狱 没有任何动静 玄灵蛇也没有再出现过 就在陈若玄等人 决定要离开的时候 笼罩在无望天狱上 那一层灰气 竟然在此刻开始晃动起来 接着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里面翻滚 那一层 灰气不停地滚动 所有先帝的脸色 都在这一刻 变得凝重起来 纷纷运起大道之力 死死地盯着那翻滚的灰气 他们意识到 或许要真相大白了 灰色气息翻滚的时间不长 仅仅是一炷香的时间 一道人影就飞了出来 老左 助我 一声惊天 怒吼声响起来 众人一看 只见一个身穿轻衣的青年 背着一具古诗 冲出灰气 不要命地朝着这个方向 猛然一变 惊呼一声 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是陈凡 而且 他还背着一具古诗 陈若玄仅仅只是看那古诗一眼 便觉得心惊肉跳 他是 天骄榜榜首的陈凡 陈家第一天才 北陈先帝 一眼就认出了陈凡 其他先帝 也在这一刻 发现了陈凡 但他们注意的点 却全部都在陈凡背上的那具古诗 只见那古诗浑身漆黑 干枯无比 唯有头发是银色的 一双眼睛瞪得很大的眼睛里面 带着一丝淡淡的诡异黄色 干枯的双手搭在陈凡双肩上 如果不是古诗身上 有着极为强烈的诗器 他们绝对不会认为这是一具古诗 看那样子 不像是陈凡背着那古诗 反而像是古诗附在陈凡身上下不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 众先帝惊仪不定 难以置信 不仅仅是他们 就连整个九天十地 在关注着此事的修士 也是惊讶不已 他们没想到 天骄榜榜首的陈凡 竟然也在无望天狱内 并且身上还背着个诡异的古诗 同时又大喊救命 看起来应该是遇上了什么致命危险 才不得已逃出来的 老祖 救我 这时候 陈凡又惊呼一声 拼了命地往外面跑 想要逃出那翻滚的灰色雾气 可就在这时候 雾气中忽然出现一只灰色的大手 那大手乍一看 像是那些灰色雾气凝聚而成的 仔细观察才发现 那根本不是雾气凝聚而成的手 而是一只活生生的肉手 手上面还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细鳞 大手有胀鱼大小 速度极快 一出来抓住了陈凡背后的诡异古诗上 随后往后一拉 诡异的是 那古诗只是趴在陈凡身上 陈凡也没有去管那古诗 灰色大手更没有抓陈凡 可那古诗像是粘在了陈凡身上 随着古诗被抓住 往灰色雾气里面退 陈凡也跟着飞了进去 老祖救我 陈凡再次惊呼一声 眼神中充满了无尽恐惧 仿佛那灰色雾气里面 有着难以想象的恐怖存在 反而 陈若玄低呼一声 一个瞬移来到陈凡面前 在陈凡即将回到灰色雾气之前 抓住了陈凡的手 拽住了陈凡 陈若玄全身大道之力狂涌而出 朝着那灰色雾气中冲击 将大量的雾气冲散 嗡 然而就在这时候 雾气里面散发出一阵嗡鸣声 接着又是一只灰色的大手 朝着陈若玄暗来 抵挡那灰色大手 结果灰色大手威力无穷 轻松破开陈若玄的所有大道之力 一掌拍在陈若玄身上 陈若玄如同断线的风筝 当场吐出一口鲜血 倒飞出去 所有人脸色巨变 惊骇地看着那灰色的手 好恐怖的东西 仅仅是一掌 连身为先帝的陈若玄都无法抵挡 诸位道友 助我一臂之力 陈若玄一边退 一边怒吼一声 那二十多个先帝 犹豫片刻后 也纷纷出手 若是放在以前 他们必然会选择袖手旁观 可如今 域外邪魔即将入侵 九天十地各族 必须要凝成一鼓声 才能度过劫难 加上陈若背上的鼓尸 明显看起来极为重要 否则那无望天域内的神秘存在 也不会无端出手 因此 这些递进强者 在犹豫了片刻之后 还是选择出手了 他们瞬间来到陈若面前 无数大道之力涌出 有人对抗 那灰色怪兽 有人则解救陈凡 只不过令人意外的是 陈凡像是被焊死在了灰色大手上 哪怕是天机老人出手了 也无法将陈凡救下来 就这么一单个的时间 更多的黑色怪兽 从灰色雾气中伸出来 朝着他们就扑过来 所有先帝脸色微变 纷纷往后一退 勉强挡住了那灰色怪兽 但想要救下陈凡 却是已经不可能的事情了 相比较而言 他们在救陈凡和保全自身 两个选择中 选择了保全自身 不管于公于私 保全他们自己都是更加重要的 毕竟 为了一个陈凡 牺牲一个先帝的话 绝对是不划算的事情 先帝可能是将来抵御邪魔的中流砥柱 但陈凡不过一个先王 连准帝都不是 自然不如先帝来的重要 因此 所有的先帝都在此刻放手 选择放弃陈凡 唯有蛮山 他在硬抗了一个灰色怪兽的攻击后 还想救陈凡 可更多的灰色怪兽扑过来 哪怕是蛮山 也无法抵挡那么多怪兽 只能匆匆退后 不过他并不和那些先帝 因为他也知道 留得先帝在 尚有渡过邪魔劫难的可能 随着那些先帝退后 灰色抓住陈凡 迅速往灰色雾气里面缩 所有人都有些心惊肉条 按道那灰色怪兽 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如此诡异 就在所有人都准备任命的时候 在这关键时刻 十大灵兽托着的青铜光骨 忽然猛地震动了一下 接着 一只恐怖的青色大手 从那光骨中飞了出来 然后朝着灰色雾气抓去 所有人都没想到 青铜光骨里面竟然有人 或者说 有一个生灵 包括天机老人在内的所有先帝 全部看向那青色大手 面露惊骇之色 青铜光骨内竟然有人 难道是巫神在里面 北辰先帝惊呼一声 难以置信地说道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浑身颤抖 也同样有着这个想法 在所有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下 那青色大手速度极快 瞬间来到了灰色雾气前 毫不犹豫的一捞 无尽灰色雾气崩溃 那之前看起来 无间不摧的灰色怪兽 此刻在青色大手之下 瞬间分崩离析 连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青色大手拍碎那些灰色怪兽后 捞起陈凡和那具干尸 就迅速来到了青铜光骨前 随后那青色大手很自然地消散 而陈凡还有些猛 显然没想到 自己竟然又峰回路转地活了下来 原本他以为自己是必死的结果 片刻后 陈凡反应过来 他下意识地 还是看向灰色雾气 只见那远处 还没有完全溃散的灰色雾气 依旧在翻滚 依稀可以看到 里面在蠕动的灰色怪兽 只不过那些怪兽明显不敢出来了 只能在蠕动了片刻后 引入灰色雾气之中 一切看起来 似乎是尘埃落定了 陈若璇等先帝 也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随后 陈若璇顺移到陈凡面前 有些担忧地问道 反而 你没事吧 陈凡刚才 是被吓得三魂丢了两魂 现在总算恢复过来 他吐出一口气 然后说道 老祖 我没事了 幸好有这青铜骨关里面的前辈出手相助 否则的话 我就必死无疑了 听了这话 所有人都看向青铜骨关 他们的脸上都露出凝重之色 唯有十二祖乌面露狂热 眼神疯狂 就算是他们也没有想到 这青铜骨关里面竟然有生灵 虽然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乌神 但能存在 这青铜骨关里面的 肯定是与乌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逐久觉得 说不定就是乌神本人 当然 蒂江等十一个祖乌却知道 这应该不是乌神 因为他们苏醒时 感应到乌神是在九天十地的万腰海 甚至还听到了乌神的声音 故而 这骨关里面的生灵肯定不是乌神 多谢前辈出手相助 陈若璇带着陈凡 恭恭敬敬地朝着青铜骨关一拜 不过 陈凡背着那古诗 连古诗也一起行礼 这一幕倒是有些滑稽 但仔细一看又有些诡异 等了半晌 青铜骨关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 纹丝未动 众仙帝对视一眼 都感到疑惑 随后天机老人和满山想了想 走到青铜骨关前 也纷纷一拱手 晚辈天机 见过前辈 不知前辈可否现身一剑 晚辈满山 见过前辈 两人同时开口 语气恭敬 他们看得出来 骨关里面的存在 至少也是混元境中后期的存在 甚至有可能是更高的境界 否则的话 也不可能紧出一掌 就拍碎了那些灰色怪兽 因此 满山和天机老人都无比尊敬 其他先帝见此 也不敢怠慢 纷纷拱手一半 只是 青铜骨关依旧纹丝不动 里面没有任何动静 仿佛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 这让众仙帝面面相去 但很快 天机老人就说道 或许这位前辈不喜他人打扰 至少可以确定 这位前辈无异于我们为敌 并且很有可能是 站在我们这边的 听了天机老人的话 其他人也都颇为赞同 既然如此 他们也不再继续叨扰 纷纷选择退后了一些 不敢打扰到里面的存在 而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的修饰 也沸腾了 他们跟众多先帝一样 怎么也没有想到 骨关里面竟然还有生灵 里面的人 竟然没有死 难道真的是 开天古仙之一的巫神 若真是巫神还活着 此事绝对是整个九天十地 最为震撼的事情 那可是开天古仙啊 整个九天十地 都是他开辟出来的 不过他们也知道 他们无力去揭露真相 只能继续关注事情发展 与此同时 在庞大的青铜骨关内 一具接近十万丈之巨的 恐怖泥塑 躺在里面 那泥塑的相貌 与秦里一般无二 只是身上和脸上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乌纹 那每道乌纹 都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仿佛能卷碎苍穹 这泥塑不是别人 正是秦里炼制的一具傀儡 也正是这傀儡 融合了巫神之血 成为了新的巫神 如今躺在古关内 受巫族香火供奉 其修为已经达到了 神王巅峰之境 再往上 便是圣君禁了 而这巫神傀儡内 有秦里留下的一道意志 刚才出手 也是秦里选择出手的 不为别的 只为陈凡带出来的那具古尸 那是不死民王的尸体 此刻 所有先帝的目光 都放在了陈凡背后的古尸上 古尸诡异 明明已经死了 还瞪着眼睛 浑身漆黑 头发银白 眼睛淡黄 而且那淡黄 像是会动一样 若不是那恐怖的尸体 他们甚至都觉得 这玩意是个雕塑 这到底是什么尸体 莫非是不死族 某个先辈的尸体 北尘先帝疑惑地问道 随后看向不死族 先帝桑福 然而 桑福却微微摇头 这古尸 看似于我不死族族人相似 头发和眼睛都不一样 而且身上也没有 不死族的不死之血 应该不是不死族的先辈 众人闻言 都面面相去 不是不死族的先辈 那能是谁 反而 你是怎么找到这古尸的 陈若玄问道 陈凡摇头道 不是我找到的 是一条巨蛇找到的 他将古尸丢给我 说送我一场造化 然后古尸就自动附在我身上 接着就有数不清的诡异生物 对我展开追杀 巨蛇 火红色的巨蛇 竹九问道 陈凡赶紧点头 是的 竹九前辈 竹九说道 那是我巫族圣兽玄灵蛇 陈凡脸色一变 竟然是玄灵蛇 他为何还进入这无望天狱 还要寻找这诡异的古尸 这些灵兽 难道是玄灵蛇召化而来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陈若玄摇摇头 此事说来话长 暂且不聊 你先说说 玄灵蛇进入无望天狱之后 都做了什么 这古尸又是什么 为何他说是给你的造化 我 陈凡正要开口 忽然猛地一震 接着 一股恐怖的气息从他身上 不 是从他身后的古尸身上爆发出来 无尽湿气席卷而出 恐怖的气息令整个九天十地 都在此刻站立起来 轰隆隆 无望天狱外面的山脉 当场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 无尽岩将从那裂缝中喷涌而出 陈若玄靠得近 仅仅是被拉湿气冲击了一下 便当场倒飞出去 连续喷了好几口鲜血出去 其他先帝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 当即倒飞出去 脸色巨变 浑身颤抖 运起全部大道之力 才能抵抗那股恐怖的湿气 他们难以置信地看着那股狮 谁也没有想到 股狮竟然会在此刻爆发 而且还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湿气 哪怕是蛮山在 融合了前修的神魂之后 也是感觉到心惊肉跳 根本就不敢靠近 他有种感觉 那种程度的力量 若是想要杀他 也是片刻间的事情 他就算融合前修的神魂 也无法抵抗 那尸体到底是谁 蛮山退出数千丈 目光惊骇地看着股狮 轰隆隆 恐怖的湿气冲天起 灰色的湿气 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光柱 引动苍穹 九天未知变化 天上形成一个巨大的灰色漩涡 那漩涡足有数万丈之巨 缓缓旋转 吸收着恐怖的湿气 看得人心惊胆战 一具尸体而已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湿气 湿气散发出来 引起了如此巨大的轰动 这股狮也未免太恐怖了吧 所有先帝都无比惊骇地 看着那股狮 继续退后 根本就不敢靠近那股狮 唯有陈若璇 无比担忧地看着陈凡 他能看到 陈凡被那股狮束缚 全身都在颤抖 脸变得扭曲 五官都挤在了一起 身体承受着莫大的冲击 但诡异的是他区区一个先王 竟然能够抗住 这恐怖的湿气 反而 陈若璇喊了一声 然而陈凡根本就听不到 陈若璇的声音 他捂着脑袋 全身不停地颤抖着 天机老人低声说道 陈道有莫及 这股狮对于陈凡来说 未必是坏事 陈若璇愣了一下 不解道 此话怎讲 天机老人说道 还记得他之前说的那句话吗 玄灵蛇曾对他说过 送他一场造化 玄灵蛇这等存在 应该不会哄骗一个后背先王 或许这股狮并不会伤害陈凡 否则的话 你觉得一个先王能扛得住那恐怖的湿气 陈若璇闻言沉默 不得不说 此话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至少从目前来看 陈凡虽然很痛苦 可却并无生命危险 陈若璇看着那冲天起的恐怖湿气柱 不由说道 也不知道这股狮到底是谁的尸体 死后的湿气 都能造成如此恐怖的动静 不好 快走 几乎在陈若璇话音刚落的瞬间 天机老人就感觉到了什么 当即脸色一变 毫不犹豫地施展顺一束 离开了原地 其他先帝的脸色 也是猛然一变 毫不犹豫地转身就逃 一个眨眼间 无望天狱外面 便只剩下了巨大的青铜骨关 和那十大灵兽 以及被古诗束缚住的陈凡 那十只灵兽 也像是感受到了 什么无比危险的气息 此刻颤抖不已 眼里露出恐惧之色 看得出来 他们都想要偷 可不死鸟 在回头看了一眼青铜骨关之后 最终还是停了下来 不敢轻易离开 其他灵兽 也是躁动不安 但是看到不死鸟都没有动它 他们也不敢走 也就在这时候 那古诗身上 散发出一股莫名的气息 那气息一出现 附近的天地 立即变得扭曲起来 仅仅只是一道气息 就让这无望天域外面的空间 无法抵挡 随后大地被污染 无数草木迅速枯萎 连山石都变成黑色的 那喷涌而出的岩浆 都逐渐变成了黑色的 气息所过之处 连空间都被污染成黑色的 只是十个呼吸的时间 半个西荒被污染成了黑色的 而这个范围 还在持续扩散 嗡 好在这时候 青铜骨关里面 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嗡鸣声 接着一道道黑色的纹路 从青铜骨关扩散开来 迅速压制了 骨石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及时阻止了 气息继续扩散 同时 那纹路落在十大灵兽身上 十大灵兽 总算逐渐安静下来 他们身上的污染气息 也被驱逐掉 在西荒之地 外围的那些先帝 看到这一幕 才终于松了口气 好恐怖的气息 若是任由他持续扩散的话 恐怕整个九天十地都有危险 紫薇先帝面露震惊 但随后 有些庆幸地说道 幸好骨关内的那位出手了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其他先帝 也不由得点点头 北辰先帝眉头皱起 满脸不解的道 也不知道那古师到底是谁 难道是某位开天古仙吗 听北辰先帝这么一说 其他先帝都不由得 看向不死族先帝桑福 毕竟那古师 除了眼睛和头发之外 与不死族几乎一模一样 如果是开天古仙的话 大概率是与不死族 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不死冥王 桑福眉头微皱 有些无奈地说道 老夫也不知道 是不是不死冥王 但如果是开天古仙的话 那应该就是不死冥王了 众仙帝都疑惑不解 无法确定 到底是不是不死冥王 只能继续看着 而整个九天十地 都已经沸腾起来 所有关注着这件事的修饰 都无比震撼 陈凡背出来的古师 到底是谁的尸体啊 好可怕 哪怕是散发出来的尸气 都搞出如此大的动静 一缕气息 污染了大半个西荒之地 幸好西荒之地几乎没人 不然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难不成这古师 真是开天古仙之一的不死冥王 可惜留下不死冥王的资料太少 没人知道 不死冥王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啊 十大开天古仙不死冥王最神秘 但是不死冥王怎么会死啊 不是说十大开天古仙只是失踪 并未死亡吗 相比较而言 我更加好奇的是 那古官内到底是谁 太厉害了 不但能压制灰色雾气内的诡异生灵 还能轻松压制这具古师 所有修士都议论纷纷 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件事 对于古师的身份和青铜古官里的存在 所有人都很好奇 大部分修士都觉得 那古师或许真的是不死冥王 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 毕竟 在传说中 十大开天古仙只是失踪 并不是死亡 如果那古师真的是不死冥王 他们也难以接受 尤其是陈若玄等先帝 他们太清楚 两年多以后 域外邪魔入侵 会给九天十地带来多大的危机 十大开天古仙不死 多少算是有个念想 说不定某个时候开天古仙现身 帮他们渡过危机呢 可若是开天古仙死了 那九天十地就真的危险了 不过就在这时候 五大兄弟之一的古仙圣帝 忽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呼啸声 不死冥王 你果然已经陨落了 哈哈 你的尸体 本尊笑纳了 一道张狂的声音 从古仙圣帝深处响起 接着恐怖的气息 遍布整个古仙圣帝 大半个古仙圣帝 开始颤抖起来 接着一道紫色身影冲出来 急速朝着无望天域而来 那 那位竟然还活着 古仙圣帝中 无数强大生灵匍匐在地上 惊恐地抬头看着天上那一道紫色身影 一股来自内心深处的畏惧涌现出来 这些强大生灵 就算是九天十地的先帝进来 也不敢轻易去招惹 他们大多数都已经成为了先帝级别的存在 可现在仅仅是因为那紫色身影出现 他们便匍匐在地上 瑟瑟发抖 再看了一眼后 赶紧低头 仿佛像是怕被对方察觉到自己在看他 从而引来杀身之祸 可见 那紫色人影带来的威势到底有多大 当然 也有不少生灵并未被他紫色身影给唬住 比如说 同在古仙圣帝身处的几个修士 抬头瞄了一眼那紫色身影 眼中只有一丝诧异 随后便自顾自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不死冥王的尸体竟然出现了 九天十地 要陷入腥风血雨之中了 一声悠悠的叹息 从古仙圣的身处响起来 那紫色身影速度极快 冲出古仙圣帝之后 古仙圣帝也逐渐安静下来 随后他化作一道紫色流星 转眼间就来到了无望天域之外 这一切发生极快 几个呼吸间 那紫色身影就跨越了亿万里 来到了无望天域之外 化作一个身穿紫色长袍 长相极为粗犷的中年男人 此人身体强健 浑身气息蓬勃 体内像是蕴藏了一个世界一样 仅仅只是站在空中 那一片空间就无法承受他的威压 空间出现扭曲 一道道空间裂缝相续出现 不过仔细观察之下 便能感觉到 此人的生命气息似乎并非很强 眼神中隐约也能看到一些迟暮 强健的身体 蓬勃的气息 只不过是一个虚假幻象罢了 当然 紫薇先帝等人自然也是 看不出这一点来 他们只感受到 这紫衣男人的强大气息 哪怕是相隔了百万里之遥 也有一种头皮发麻之感 此人是谁 何时出现呢 陈若璇看到紫衣男人 出现在无望天狱外 不由得脸色微变 有些惊骇地说道 竟然是他 而紫薇先帝 却在此刻脸色微变 惊呼一声 随后 他看向姚光女帝 只见姚光女帝光滑如丝的俏脸上 也露出一丝 惊容和难以置信 很明显 紫薇先帝和姚光女帝 都认识着紫衣男人 紫薇道兄 姚光仙子 你们认识此人 陈若璇问道 姚光女帝没有说话 紫薇先帝 则是脸色凝重的点点头 此人便是我们在 古仙圣地里遇上的古仙 古仙二字一出 所有仙帝的脸色都变了 他们惊骇地 看着那紫衣男人 眼中露出 前所未有的凝重之色 之前他们就听天机老人说过 九天十地 绝对还有隐世不出的古仙 而这些古仙 都隐藏在五大兄弟之中 像混沌神殿的神殿梦魔 就是古仙的一种 而在古仙圣地里 古仙是隐藏最多的 这些古仙 其修为基本上 都已经超过了仙帝境界 实力不俗 因为某些限制 才很少出现在九天十地 没想到 这忽然出现的紫衣男人 竟然就是传说中的古仙 这时北辰仙帝说道 道兄 我记得 你之前说 你们遇上的是古仙尸体啊 其他仙帝也在这时候 想起了这一点 之前紫衣仙帝曾说过 他们在古仙圣地 遇上的是古仙尸体 还曾怀疑是秦力斩杀的 怎么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活的古仙 若是活的古仙 以紫衣仙帝和遥光女帝的修为 真能活着出来吗 面对北辰仙帝的疑问 紫衣仙帝也没有否认 他说道 不错 我们遇上的 确实是古仙尸体 其中一句 就是眼前这紫衣古仙 遥光女帝也点点头 算是承认了紫衣仙帝的这番话 这下让其他仙帝面面相去了 而这时候蛮山说道 此人修为在混元境后期 没那么容易陨落 或许是用了什么龟西一类的手段 瞒过了杀他的人 才得以存活下来 听了蛮山的话 其他仙帝也算是明误过来 倒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不过 陈若璇却道 蛮山倒有 你融合前修前辈的神魂后 也有混元境的修为 与此人相比如何 所有仙帝都看向蛮山 然而 蛮山却缓缓摇头 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诸位可能对混元境不太了解 混元境每一个阶段的差距都极大 混元中期和混元初期相比 就如同混元初期 与先帝境的差距一样 我就算融合了前修大人的神魂 也不过混元初期 而此人的修为在混元后期 你们说差距有多大 听了此话 陈若璇等人倒吸一口凉气 没想到 混元初期与混元后期的差距 如此之大 难怪这紫衣古仙 能在所有人都还没反应过来之前 就出现在无望天狱前 如此一来 这二十多个仙帝 加上十二祖屋 都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暂时观望 与此同时 紫衣古仙看着那还在散发着 强大士气的古诗 他眼神中露出一丝兴奋之色 此时此刻 陈凡背着古诗 全身已经被古诗的气息污染 不管是衣服还是身体 逐渐变得漆黑 在气息上 也与古诗越来越相似 嘖嘖嘖 竟然将不死明王的尸体都带出来了 还真是帮了本尊的大忙 你放心 本尊有不死明王的肉身 必定会成就那虚无缥缈的暗虚境 本尊不会忘记你的大恩 帮你踏入先帝 也不是不可以 紫衣古仙看着陈凡 眼神中的兴奋越来越多 不过他并未急着出手 而是在等待着一个时机 而紫衣古仙的一番话 却已经令紫衣先帝等人 和九天十地的所有修士 为之沸腾 不死明王 这具古诗 竟然真的是不死明王 陈凡竟然真的将 不死明王的尸体给背出来了 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 紫衣先帝等人的心里 一下子就空落落的 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那古诗 尽管之前就有所猜测 可现在听到紫衣古仙亲口说出来 他们还是难以接受 这 竟然真的是不死明王的尸体 不死明王都已经陨落 那其他开天古仙呢 那竟然 真的是不死明王的尸体 开天古仙竟然真的陨落了 天际老人最是难以相信这种事情 作为一个已经融合了九天十地的人 他太清楚 开天古仙的强大之处 然而现在 开天古仙中的不死明王 竟然陨落了 那可是不死明王啊 所有古仙中 最不可能陨落的人 竟然也陨落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才能让不死明王也陨落 难道无望天狱中的恐怖 已经足以让开天古仙都陨落了吗 其他先帝也同样难以置信 每个人脸上都布满了惊恶之色 那竟然真的是不死明王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令他陨落的 陈若玄呆若目击 愣愣地问道 其他先帝同时沉默 内心生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原本以为踏入先帝之后 在这九天十地 已经高枕无忧 稳坐高层之位 没想到 随着邪魔入侵的事情曝光之后 恐怖的事情接踵而至 给他们的感觉就像是 哪怕成为了先帝 也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 如今连开天古仙不死明王都陨落了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在他们内心深处 油然而生 而那些九天十地的修士 并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在知道那古师 竟然是开天古仙不死明王后 他们全部沸腾起来 开天古仙不死明王陨落的事情 如同一阵狂风 迅速在整个九天十地席卷 这对于整个九天十地来说 都是一件无比轰动的事情 毕竟 那可是创世神啊 而现在竟然陨落了 不少修士甚至因此而哀嚎 他们想要知道 到底是谁杀了不死明王是 什么力量终结了不死明王的生命 他们也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陈凡整个人都被污染成了漆黑色的 他也陷入昏迷之中 但与其他被污染的生灵不同 他身上的生命气息 反而愈发浓郁起来 诅咒之力终于全部转移了 多谢小兄弟 那紫衣古仙发出一声大笑 毫不犹豫地朝着不死明王而去 然而就在这时候 忽然睁开了眼睛 一双漆黑的双目中 忽然多出了一缕淡黄色 那淡黄色竟然与不死明王古尸眼中的淡黄色相似 再看不死明王的尸体 却发现他已经闭上了眼睛 陈凡眼中闪过一抹冷力 他的修为还是先王中期 但却有一股极为恐怖的诡异气息 从他体内爆发出来 接着 他身上涌现磅礴黑气 那些黑气迅速凝结 形成了一只巨大的黑手 毫不犹豫地朝着紫衣古仙拍过去 紫衣古仙冷笑一声 浑身修为爆发 紫衣的气息狂涌而出 本源之力席卷全身 挡住了那黑色大手 哪怕你有先帝修为 本尊也会拒你三分 可仅仅先王中期 就算掌握了诅咒之力 又如何 紫衣古仙面露不屑之色 抬手一挥 一道紫色的大手幻化出来 直接将黑色大手拍碎 然后朝着陈凡碾压而去 一时间苍穹崩裂 风云色变 地面的山脉全部崩溃 无数黑色岩浆被覆盖 仅仅只是一罩 整个西荒之地崩溃了一半 可见这紫衣古仙 到底有多恐怖 混源境后期的恐怖实力 举手投足间 就能毁掉九天十地 陈凡被一巴掌拍过去 浑身聚颤 当即到飞出去 还好有诅咒之力护身 否则的话 刚才那一巴掌 足以令他身躯崩溃 好恐怖的力量 紫衣先帝等人 瞳孔一缩 惊骇无比 此刻他们真正意识到 混源境的力量 根本就不是他们能抗衡的 若那紫衣古仙想要杀他们 他们二十多人合在一起 也未必能扛得住对方的一招 再这样打下去 九天十地都要崩溃 天机老人有些心急 准备召唤天道 阻止对方 天道的存在 也是制衡一些实力强大的修士 防止他们崩坏九天十地 不过就在这时候 那紫衣古仙 忽然低头扫了一眼 崩碎了一半的西荒之地 眉头微微一皱 似乎不愿意看到西荒之地被崩碎 于是一挥手 西荒之地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恢复 接着 紫衣古仙双目一变 棕色的瞳孔逐渐变成紫色 紫棘之夜 紫衣古仙张口一鹤 他眼中射出无尽紫光 迅速席卷 转眼间将整个西荒之地覆盖在里面 肉眼可见的西荒之地变成了一片紫色 但也变得更加稳固 这 他好像不敢破坏九天十地 紫薇先帝惊讶地说道 天机老人也点点头 似乎有什么禁忌束缚着他 让他不敢轻易破坏九天十地 或许这也是他们这些古仙 一直隐居在兄弟之中的原因 这让众仙帝越发好奇 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竟然让这么嚣张的紫衣古仙 都不敢轻易破坏九天十地 他们都看向蛮山 然而蛮山这次让他们失望了 他摇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无奈 他们只好再将目光放在无望天狱外面 莫要再挣扎 否则本尊不介意 直接将你打得魂飞魄散 紫衣古仙居高临下地看着陈凡 眼中闪过一抹杀鸡 一尊恐怖的法香 从他背后浮现出来 遮天蔽日 足有万丈之巨 巨大的压迫感令 陈凡浑身颤抖 连身上的诅咒之力 都开始有些抵挡不住 双方巨大的差距 根本不是诅咒之力能够弥补的 陈凡咬牙 浑身诅咒之力再次升腿起 依旧没有丝毫 想要将不死明王交出去的意思 而陈若玄看到这一幕 也是一咬牙 准备出手相助 可就在这时候 那漂浮在半空中的 恐怖青铜骨关 在这时候猛然一颤 接着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青铜骨关中飞出来 落在紫衣古仙的法香上 他的法香 立刻抖了一下 紫衣古仙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色大变 猛然朝青铜骨关看去 这股气息 怎么可能 紫衣古仙明显察觉到了 那股气息的来历 又想起了什么事情 顿时颤抖起来 紫色的眼瞳中 闪过一抹恐惧 是他 难道是他吗 竟然是他 紫衣古仙看着那口青铜骨关 感受到骨关内 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 他眼瞳中流露出无尽恐惧 一股不堪回首的记忆 一道恐怖的身影 浮现在他脑海中 他无法置信 那骨关里面的人 竟然是那个曾经 斩杀过他一次的男人 那个男人的气息 他永远无法忘记 永远地记在心里 成为了他永生永世的梦魇 他从未想过 这世上竟然还有 如此恐怖的存在 恐怕就是开天骨仙 也不过如此吧 此事发生在一万多年前 已经记不清了 因为他被斩杀了一次 在死亡之后的那段时间里 那段的记忆是有所缺失的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守在古仙圣地中 守在存放开天铜的禁地之外 开天铜放在古仙圣地 深处的某个禁地之中 他与另外一个古仙 一直在寻找破解禁地的方法 从内得到开天铜 可无数万年过去 他们都没有找到办法 直到那一年 一个自信且洒脱的青年 来到了古仙圣地深处 找到了存放开天铜的禁地 准备进入其中 将开天铜取回来 可紫衣古仙和另外一个古仙 联手将其拦住 不准让其进去 然而 孟眼就在此刻开始 那青年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们一眼 仅仅是一眼 甚至都没有出过手 就将他们二人直接抹杀 连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另外一个古仙直接陨落 而紫衣古仙之所以能活下来 是因为他的体质特殊 加上他的入道之路特殊 他有五条命 每次死亡之后 若是没有人动他的肉身 那么一千年后 他会再次复活 否则的话 如今他已经陨落 不过每次复活 他都会损失大量的晶圆 一次比一次虚弱 他已经死过三次 这是他的第四条命 也就是说 他的命还剩下两条 再死两次 就彻底陨落 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寻找 不死冥王肉身的原因 不死冥王的肉身不死身 只要成功夺舍其肉身 不但修为暴涨 还能拥有对方的肉身 他损失的晶圆会彻底恢复过来 死后就算是死亡 也会再次复活 并且永远不会损失晶圆 如此一来 他就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永生 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 在这里竟然会遇上 他记忆里最恐怖的那个男人 那股气息 他三生三世 都不可能忘记 甚至他感觉 当初自己之所以能活 还是对方没有赶尽杀绝 对方早就已经看破了他的把戏 扑的一声 他身后的法相立即崩溃 化为虚无 仅仅是一道气息 就能令他的法相崩溃 这让紫衣古仙内心的恐惧更多了 不见青铜骨关内的存在 有其他动作 紫衣古仙当即朝着青铜骨关 毫不犹豫地拱手一败 一败之后 似乎觉得不够 又赶紧隔空跪下 甚至当着所有人的面 磕了几个头 晚辈子行 不知前辈在此 扰了前辈清修 还请前辈大人有大量 饶过晚辈这一次 晚辈愿意当牛做马 伺候在前辈左右 紫衣古仙说话速度极快 而且极为恭敬 仿佛自己说慢了 就有可能死在对方手里一样 可这样一番话 却是令所有人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尤其是陈凡 他靠得最近 原本都已经做好 殊死一搏的准备了 结果青铜骨关内的存在 只是散发出一道气息 竟然直接震碎了 紫衣古仙的法香 并且还吓得对方 当场跪拜下来 甚至直接说出了 要跟随左右 当牛做马伺候 这什么情况 这可是会员后期的 恐怖存在啊 随后一招 足以覆灭整个九天十地 竟然仅仅因为 青铜骨关内的一道气息 直接跪拜 甘愿当牛做马 这也太离谱了吧 陈凡背着古诗 呆立在原地 有些愣愣地看着 那被十大灵兽 拖着的青铜骨关 心中生出一个巨大的疑问 骨关内 到底是谁 不仅仅是陈凡 紫衣先帝和天机老人 他们的脸色也都变了 目光呆滞地 看着无望天于外的那一切 脑海一片空白 那可是古仙啊 可以轻松抹掉 九天十地的古仙 混云后期的恐怖存在 哪怕是蛮山 融合了前修之后 也无法抗衡地存在 竟然就这样 因为古关内的一道气息 跪拜下来 甘愿为奴 这 我没看错吧 那紫衣古仙 竟然因为古关内的一道气息 甘愿为奴 陈若玄原本想冲出去就陈凡的 现在停下来 难以置信地说道 嘶 天机老人倒吸一口凉气 震惊地看着古关 这古关内 到底是谁 随后 他们看向十二祖屋 十二祖屋中的主九 猛逼但很快就化为激动之色 他虽然不知道 那古关里面的人到底是谁 但至少可以确定 绝对是跟他们巫族有关 否则怎么可能出现在巫神的观果呢 如此 竹九自然激动 然而 除了竹九之外的其他十一祖巫 纷纷在颤抖 眼中充满了激动 兴奋的情绪无法掩饰 那道气息 他们太熟悉了 那就是 他们在梦境里 在虚界里见到的巫神气息啊 是巫神大人 是巫神大人的气息 帝将难掩激动 大笑着说道 其他先帝都愣了一下 纷纷惊讶地看向帝将 帝将道有 你此话可当真 古关里面之人 真是巫神 天机老人目光一闪 眼神凝重地说道 竹九也愣了一下后迅速问道 大哥 你 你怎么知道是巫神大人 帝将还没说话 最小的后土就着急地说道 绝对是巫神大人 我们在虚界中 见过巫神大人 他的气息 与古关中的气息 一模一样 听到此话 竹九毫不犹豫地相信了 因为虚界只有他们十二祖乌 和巫神能进入 那是巫神创造的一个洞天 随后 十二祖乌直接消失 前往巫望天域 而其他先帝也终于在此刻 相信了帝将的话 那青铜古关中的生灵 就是巫神 传说中的巫神 还活着 也只有巫神那种存在 才能一道气息 令会员后期的紫衣 古仙下跪吧 紫薇先帝等人 也没有在犹豫 心情振奋地跟着十二祖乌 来到了巫望天域之外 来到了巨大的青铜古关前 之前不死冥王陨落 他们心里是非常失落的 开天古仙陨落 一来是给他们心里 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危机感 二来则是将来的 域外邪魔入侵 若是有开天古仙相助 这劫难自然更容易度过一些 可不死冥王陨落 让他们内心非常急躁不安 而现在 却得知 那巨大青铜古关内的人 竟然是巫神后 他们内心的不安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等 拜见巫神大人 十二祖乌来了以后 毫不犹豫地 朝着巨大的青铜古关跪拜 眼神中充满了虔诚和狂热 紫薇先帝等人 也跟在后面 他们同样拱手 弯腰一败 眼神尊敬 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 为之沸腾 紫衣古仙的出现 已经超出了九天十地 那些普通修士的认知范围 谁都看得出来 紫衣古仙修为高深 无比恐怖 仅仅是随手一挥 就能令西荒之地崩溃一半 就连融合了 前修之魂的蛮山 也自认为不是紫衣古仙的对手 其修为 竟然已经达到了混元静后期 可见紫衣古仙的恐怖之处 他们从未想过 九天十地 竟然还隐藏着 如此恐怖的存在 在以往的时候 他们以为九天十地 最强的修士 就只有天机老人 可现在 紫衣古仙的出现 令他们大为震惊 原来这世上 真有这么恐怖的人物 然而 最令人震惊的 还是那紫衣古仙 已经够恐怖了 可青铜古关内的存在 仅仅是凭借一道气息 便直接将紫衣古仙的 法相崩碎 甚至紫衣古仙 在感受到气息之后 毫不犹豫地服软 直接跪拜下来 甘愿为奴 看得出来 双方之间 也不是一个档次的 也就是说 青铜古关内的存在 更加恐怖 不少人都曾猜测 青铜古关里面的人 应该是传说中的 开天古仙巫神 而随着地将亲口说出来 也算是坐实了 这部分修士的想法 竟然真的是 开天古仙巫神 巫神竟然还活着 太好了 那紫衣仙人是谁啊 好厉害的样子 不过还是被巫神 这么轻松地镇压 巫神到底有多强 那可是开天古仙巫神啊 能够开天的存在 你说强不强 巫神还活着 不久后的邪魔入侵 我们也将多了一分生的希望 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都开始轰动不已 每个修士都无比兴奋 没有什么比开天古仙 还活着的消息更好了 尤其是那些巫族的修士 一个个神情激动 在一的带领下 朝着无望天狱的方向跪拜下来 他们在跪拜他们的巫族之神 在跪拜着巫神 此刻 那紫衣古仙自然也察觉到了 十二祖巫和二十多个先帝到来 也听到了十二祖巫的声音 他稍稍抬头看了看那青铜古官 眼神中闪过一抹古怪 巫神 那是十大开天古仙之一的巫神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紫衣古仙虽然并非生存于 开天古仙还在的时期 但也知道 十大开天古仙 实际上早就已经死在了一场浩劫之中 他们的尸体都在无望天狱内 只是无望天狱过于恐怖 就算暗虚静也不敢轻易进入 别说是他这个混员静了 故而 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 今日才终于让他给等到了 而且 他很清楚 这古官内的存在 就是一万多年前 斩杀他一次的青年 那青年给他的感觉 比开天古仙都要恐怖 仿佛来自混沌深处 不像九天十地之人 所以 这古官内的人 必不可能是开天古仙巫神 不过 紫衣古仙也没有点破 而是继续紧张地看着那古官 看到古官没有多少动静之后 他才终于松了口气 当然 他依旧没有起身 虽然刚才跪下是权宜之计 是为了保命 但仔细一想的话 成为那个男人的奴仆 也不是一件坏事 他得不到不死冥王的尸体 便只能一点点消灭 多年后 可能会变成一杯黄土 但成为那个男人的奴仆 只要对方随意指点一二 对于他来说都是受益无穷 踏入暗虚静 也并非没有可能 因此 尽管古官内的存在 并未对他下杀手 他也依旧跪拜着 陈凡也看着眼前这一幕 眼中露出惊疑不定之色 他看向那巨大的青铜古官 呼吸有些急促起来 青铜古官中的存在 竟然是开天古仙巫神吗 巫神竟然救了他两次 第一次是在他逃出无望天狱 但又被那些诡异生灵 即将拖进无望天狱的时候 青铜古官里面出现一只青色大手 将那些诡异生灵拍死 将其救了下来 而第二次则是在刚才 如果不是青铜古官内的存在出手 陈凡绝对不可能 在紫衣古仙手里活下来 陈凡看着那青铜古官 眼中带着一丝感激 不过就在这时候 他有一种感觉 那青铜古官似乎在召唤着自己 他有一种若隐若现的冲动 使得他缓缓朝着青铜古官飞去 那种冲动一开始还很平淡 可很快就如烈焰般生腾起来 他也难以遏制住那股冲动 速度越来越快 反而 你做什么 陈若玄发现了陈凡的异常 赶紧呵斥了一声 所有人都看向陈凡 却发现 陈凡脸上露出一丝惊骇 正在急速朝着青铜古官而去 其他人都被吓了一跳 尤其是十二祖乌 他们不允许任何人 有冒犯乌神的行为 小友 莫要再向前 递将脸色一沉 低喝一声道 陈凡着急道 晚辈也不想啊 我控制不了 我自己啊 众人这才发现 原来是陈凡背后的不死冥王的尸体 正散发着淡淡的黑气 看起来像是不死冥王的尸体 要朝着青铜古官而去一样 看到这一幕 他们都有些迷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帝将等十二祖乌一咬牙 准备继续出手阻拦 然而就在这时候 紫衣古仙说道 本尊劝你们不要阻拦 那是主上在召唤这不死冥王之师 此事应该是他需要的东西 听了此话 十二祖乌都愣了一下 好家伙 这紫衣古仙一口一个主上 说得也太自然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古官内的乌神 早就是他的主人 紫衣先帝等人 都不由得露出古怪之色 而十二祖乌 在看向古官之后 犹豫了片刻 也并未在阻挡陈凡 陈凡有些惶恐 看向陈若玄 眼中满是求救之色 陈若玄犹豫豫片刻 不敢出手 他说道 反而莫怕 乌神大人不至于伤害你 而且圣兽玄灵蛇也说过 给你一场造化 这对于你来说 绝对是造化 万万不可反抗 陈若玄很清楚 不管对方是谁 都绝对不是他们能反抗的 连紫衣古仙在对方面前 都大气不敢出一口 他们反抗的话 也是毫无用处的 既然如此 不如老老实实地 接受对方摆布 说不定还真有机缘 至少从目前来看 陈凡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陈凡听了陈若玄的话 也只能老老实实地 跟随内心最真实的冲动 来到青铜骨关前 看着近在咫尺的青铜骨关 宛若城墙一般 强大的压迫感令 陈凡心口无比沉重 随着青铜骨关中 散出一道道乌纹 那乌纹落在陈凡身上 陈凡竟然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温暖 陈若玄等先帝面面相去 他们明显看到 不死冥王的尸体 正在和陈凡的身体 逐渐分离 很明显的 乌神在帮陈凡 脱离不死冥王的控制 此刻 青铜骨关再次安静下来 紫薇先帝他们对视一眼 然后看向那青铜骨关 又看向依旧跪拜着的紫衣古仙 心里都满是不解 乌神到底是什么境界 暗虚境吗 还是比暗虚境更高的境界 比暗虚境更高的境界 又是什么境界 实际上 青铜骨关内的人 并非真正的开天古仙乌神 而是新一代的乌神 也是情理炼制出来的傀儡 一个有生命的傀儡 其修为是玄神境巅峰 也就是所谓的神王境巅峰 与会员境中间 还隔了一个暗虚境 不过 与真正的乌神 在境界上还有一定的差距 十大古仙 除了道祖是圣君中期之外 其余的九仙 都是圣君初期 秦里的乌神傀儡 是玄神巅峰 看似与真正的乌神 差了一个境界 实际上 因秦里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圣君后期 因此 这乌神傀儡的实力 已经能与圣君初期相当 甚至还要略胜真正的乌神一筹 毕竟 圣君后期与圣君初期相比 天差地别 最为重要的是 秦里已经找到了 踏入超脱境的路 踏入超脱 只日可待 秦里共有九大傀儡 和一个蛮神分身 九大傀儡 要么已经玄神巅峰 要么已经圣君初期 而秦里要做的 就是将九大傀儡的修为 全体提升到圣君初期 待秦里本尊的修为 达到圣君巅峰时 就可以同时融合九大傀儡 和一个分身 从而达到超脱境 如今只四具傀儡 尚未到圣君初期 其中就有乌神傀儡 和不死傀儡 之所以将乌神光果 带到此地 自然也是 为了得到十大开天古仙的遗体 得到他们体内的力量后 便可令修为更进一步 完成秦里的计划 唯有踏入超脱境 才有资格度过 那即将到来的浩劫 那一场 将十大古仙都寂灭的浩劫 陈凡和不死冥王 被强大的乌纹覆盖 两人逐渐开始分离 仅仅半住香的时间 陈凡和不死冥王终于分开 只不过 陈凡依旧全身漆黑 看起来跟不死族差不多 但他身上的气息 却在逐渐增强 似乎受到什么影响 修为在不停地增长 陈凡仔细感受 发现 是不死冥王体内的那股诡异力量 在他体内疯狂滋生 正在迅速增强他的修为 仅仅是这半住香的时间 他的修为 就从先王中期 突破到了先王后期 而且还在不停地增强 看这样子 踏入先帝都用不了多久 陈凡明白 这就是玄灵蛇说的 那一场造化 而这造化 来源于不死冥王尸体 也来源于古关内的无神 想到这里 陈凡恭恭敬敬地拱手一败 多谢前辈赐予机缘 前辈之恩 晚辈莫齿难忘 这时 那子依古仙倾壳一声 既然感激主上的恩典 和不常伴主上左右 服侍前辈生生世世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脸色 都变得无比古怪 他们看着子依古仙 很难想象 这句话是从这样 强大的一个古仙口中说出来的 就连陈凡也有些尴尬 不过他也是个有魄力的人 他毫不犹豫地说道 若前辈不嫌弃晚辈修为浅薄 晚辈愿意长半左右 替前辈孝全马之劳 随后 他盯着青铜古关 结果 青铜古关内并无半点动静 就在众人以为 此事就这样过去的时候 那子依古仙又开口了 不死冥王的尸体 拥有极强的污染之力 若不是主上出手 阻止这不死冥王尸体 恐怕等都无法逃得升天 如此说来 主上皆事等救命恩人 而等若有廉耻之心 理应奉主上为主 为主上效全马之劳 此话一出 整个无望天域外 陷入一片寂静当中 所有先帝的眼皮都抽了抽 看向那依然还在跪拜的子依古仙 这说的是人话吗 什么心态啊 自己甘愿成为巫神的奴仆 竟然还想要所有人 都成为巫神的奴仆 虽然成为巫神的奴仆 并不是什么坏事 毕竟有人内心高傲 不愿成为他人奴仆 自然难以接受 子依古仙的建议了 整个无望天域外面 都充满了尴尬的气息 不过偏偏就在这时候 那巨大的青铜骨棺 轰然震动了一下 无尽乌纹从骨棺中浮现 随后众人惊恶地发现 那骨棺的棺盖 在此刻缓缓推开 一股古老 沧桑的气息 从青铜骨棺中散发出来 子为先帝等人 瞪大眼睛 看着那青铜骨棺 呼吸不由地有些急促起来 青铜骨棺 竟然在此刻打开了 所有人内心 都不由地诞生一个想法 难道 巫神要现实了吗 十二组巫 一个个呼吸急促起来 他们死死地 盯着青铜骨棺 眼神中充满了激动之色 尤其是感受到 那股熟悉的气息 他们眼中 更是充满了火热和虔诚 就连紫衣古仙 也是心中遗憾 脸上露出一丝忐忑 这是青铜骨棺 第一次打开 至少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第一次打开 就算是那些灵兽的 灵力锁链 也无法束缚青铜骨棺 在骨棺缓缓缓打开之后 那些灵力锁链 很轻松地被崩坏 经得十大灵兽瑟瑟发抖 却又不敢动它 不过 最终那青铜骨棺 也就只打开了一丝缝隙而已 可就算只是一丝缝隙 也是如同天倩一样宽敞 其内散发出来的气息 也足以令人心惊肉跳 众仙帝面面相去 有些震惊地看着彼此 显然不知道 这青铜骨棺 为何要打开 看起来 巫神似乎也没有要现身的意思 就在众仙帝疑惑不解的时候 他们忽然发现 那不死冥王的尸体动了起来 不死冥王的尸体 速度奇快无比 转眼间就来到骨棺前 很明显要钻进骨棺之中 可就在这时候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不死冥王的尸体中爆发出来 接着那不死冥王猛地睁开眼睛 那双眼睛中 依旧带着一丝淡黄色 一头银发飘扬而起 嗡 紧接着 不死冥王发出一声令人惊恐的声音 那声音犹如来自九幽冥府 从他嘴中散发出来 令所有人头皮发麻 全身都布满了鸡皮疙瘩 哪怕是那紫衣古仙 也是脸色微变 当即倒退 不敢接近不死冥王 灵 也就在这时候 不死冥王再次张嘴 发出沙哑朦胧的声音 而这一次 他的嘴巴在张合之间 明显变得迟钝得多 不死冥王口中传出来的那个字 紫薇先帝等人 只能勉强听得懂 是一个灵字 但究竟是有什么用意 他们不清楚 可他们明显看到 在那个字出现的瞬间 整个青铜骨关就开始震战起来 像是受到了极大的轰击一样 他们正奇怪 却瞧见那紫衣古仙 脸色巨变 转身便身影一闪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好 赶紧走 天机老人也察觉到不妙 赶紧呵斥了一声 转身就准备离开 可已经迟了 他们看到紫衣古仙跌跌撞撞地 在百丈开外的地方走出来 而天机老人 他们想要施展挪衣之术 却发现整个空间都变得无比陌生 好似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陈若璇瞪大眼睛 惊疑不定 而就在这时候 一个个偌大的灵字 从天而降 落在他们身上 他们根本就没来得及反应 所有人都被那灵字砸中了 可奇怪的是 他们竟然一点影响都没有 好似那灵 只是虚张声势 但很快 他们发现自己的心境 竟然开始崩溃了 癫狂的情绪 在他们体内疯狂滋生 那种感觉令他们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是灵字绝 紫衣古仙低贺一声 灵字绝是六甲蜜柱里面的恐怖手段 专门针对修饰的心境 一旦被灵字砸中 心境必定崩溃 我们凝聚在一起 什么都不要想 敞开心境 唯有联合起来 方有一线生机 说完 紫衣古仙毫不犹豫地展开心境 准备与其他先帝的心境 融合在一起 其他先帝面面相去 但崩溃的心境 令他们不敢再迟疑 他们对此事没有任何反制手段 唯有听从紫衣古仙的建议 不过就在他们准备行动时 又是一个声音响起来 灵 这次依旧是灵字绝 不过比之前那个字 要清晰得多 下一刻 他们发现自己等人的心境 竟然稳定下来了 四周又恢复了原样 连空间都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没有一丝陌生感 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 这 到底是什么情况 紫衣先帝等人 有些静意不定地 看向那不死明王的尸体 却发现不死明王正停在古关前 闭着眼睛 银发披散下来 一副毫无生机的样子 什么情况 难道刚才都是幻境吗 我不是记得 不死明王睁开了眼睛吗 陈若玄满脸猛逼地问道 紫衣先帝和天机老人 他们也是静意不定 有些难以置信 显然 他们也有种在做梦的感觉 难道刚才那一切 都只是幻想 只有紫衣古仙说道 刚才那是不死明王死前 留下的最后一口气 谁若是妄图 想要占据她的肉身 必定会受到这一口气的影响 就算是玄神镜都无法抵抗 会心境崩溃 成为她的傀儡 仲先帝文言倒吸一口凉气 难以置信地看着 那不死明王 不愧是开天古仙啊 死前留下的最后一口气 都如此恐怖 虽然他们不知道 玄神镜到底是什么境界 但看得出来 这玄神镜肯定要强于暗虚境的 陈若玄问道 前辈 这玄神镜 又是何境界 紫衣古仙瞥了陈若玄一眼 你连混元镜都没有 问这些做什么 不要好高无远 一步步来 陈若玄脸皮一抽 竟然有些无地自容 不过这时候 满山开口了 玄神镜是暗虚境之上的境界 也被称之为神王镜 到了这个境界 若无意外的话 几乎是不死不灭的存在 就算是在混沌之中 也能随意遨游 陈若玄等先帝文言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暗虚境之上 还有玄神镜 可在混沌之中遨游 足以见得 玄神镜有多恐怖 也是这个时候 陈若玄等人 确实有一种 深深的无力感 原来后面 还有那么多境界 混元镜 暗虚境 玄神镜 而玄神镜 都无法抵挡 开天古仙的一口气 如此看来 开天古仙的境界 肯定是超过玄神镜的 也就是说 在玄神镜之后 肯定还有境界 越是如此 他们越觉得自己渺小 确实如紫衣古仙说的那样 现在就想着玄神镜 有些好高无远了 紫衣古仙似乎察觉到了 你看吧 本尊就说了 不要好高无远 修行还是得一步一个脚印来 陈若玄等人沉默 不过这时候 遥光女帝忽然说道 前辈 你刚才说 不死明王的最后一口气 就算是玄神镜 也无法抵挡 可为何 我们却安然无恙了 遥光女帝这话 算是问在点子上了 陈若玄和紫衣仙帝等人 都看向紫衣古仙 紫衣古仙的脸色 也逐渐凝重起来 她看向古官 是主上出手了 她也会灵自觉 众人满脸惊讶 陈若玄问道 难道第二个 自是乌神发出来的 他们都看向青铜古官 他们更加笃信 青铜古官内的存在 就是乌神了 也只有同为开天古仙的乌神 才有能力化解 那么恐怖的灵自觉了吧 然而 紫衣古仙并未回答 陈若玄的话 只是脸上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主上怎么会 六甲蜜柱中的灵自觉 那不是 只有不死明王才会的秘书吗 紫衣古仙呢喃自语 眼神中充满了不解 很明显 她对于乌神的修为 并不觉得奇怪 只是惊讶 乌神竟然也会 六甲蜜柱中的灵自觉 她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陈若玄等人都是先帝 自然也能清清楚楚地听到 紫衣古仙说的那些话 听到此话之后 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变得惊意不定起来 而就在这时候 那不死明王的尸体 也飞进了青铜古官内 轰隆一声巨响 青铜古官再次合上 看到这一幕 众仙帝再次露出不解之色 乌神为何要寻找 不死明王的尸体 陈若玄不解地问道 其他人都摇头 表示不知道 遥光女帝也很疑惑 她隐约觉得 刚才的气息有些熟悉 总觉得这乌神 好似跟自己有什么联系似的 但具体又说不上来 想了想 她看向紫衣古仙 前辈 你可知道各种缘由 紫衣古仙抬眼看了 遥光女帝一眼 算是第一次 这儿八经地打量遥光女帝 顿时被遥光女帝的 一声淡淡道 告诉你也不是不可以 但你得答应本尊一个条件 遥光女帝眉头倾锁 莫不作声 但将脑袋偏向一旁 显然不打算再理会紫衣古仙 紫衣古仙摸了摸下巴 她说道 此事对你定然有好处的 你若答应成为主上的道理 我定然知无不言 遥光女帝俏脸一沉 索性不理会紫衣古仙 自顾自地看向吴望天狱 陈若玄等人 则是露出古怪之色 都不由按道一声好奴才 巫神都还没答应收她为奴 她就为了讨好巫神 为巫神选巫妃了 真是离谱 这真是混云后期的古仙吗 他们怎么看都觉得不像 这奴性也太强了吧 紫衣古仙则是扫了一眼众人 只一眼就把众仙帝的情绪变化 尽收眼底 明白他们心中所想 他眼中闪过一抹不屑 年少无知啊 等你们寿元快耗尽的时候 还想更进一步 却发现永远也无法接触到下一个境界 体验到那种绝望 就明白成为一个开天古仙级别之人的奴仆 有多像了 紫衣古仙也懒得跟陈若玄他们解释什么 继续守候在青铜骨关旁边 而帝江等十二祖屋看着有些无语 感觉紫衣古仙把他们的位置给抢了 不应该是他们十二祖屋守在青铜骨关旁边吗 不过帝江等人倒也很快便释然了 毕竟骨关内可是他们的巫神啊 一个会员后期的古仙 成为他们巫神的奴仆 有何不好 天大的喜事 与此同时 天海归须的神允之地特殊空间内 秦里坐在一棵古树下 看着正在盘膝修炼的七沙魔帝和白华先帝 默默地喝着太出悬夜 思索着下一步计划 他提升七沙魔帝和白华先帝的修为 除了是为了让他们在狱外邪魔入侵时 得到更多自保之外 也是为了引下更多的混沌之节 唯有这样 才能快速提升他的修为 尽快达到圣军巅峰 按照秦里的推测 只要七沙魔帝和白华先帝 达到暗虚境 成功引来混沌之节的话 他将混沌之节内的混沌 极力吸收完毕 就能达到圣军巅峰 到时候 就可以着手 踏入超脱境了 不死冥王的尸体已经到手 嗯 那人是 秦里看到了青铜古关附近的情况 也听到了紫衣古仙 对遥光女帝说的那番话 他脸上不由地露出一丝古怪之色 这家伙有点意思 他好像就是当初当我取开天图 我念他修行不义 故而只取了一命的家伙吧 秦里不由笑道 这家伙很有潜质 不错不错 顿了顿 秦里传出一道神念 可有巫神尸体的下落 过了会儿 一道敬畏的声音传了过来 回禀主人 巫神大人的尸体 已经有了眉目 两月内可带回 回话之人 自然就是已经进入到 无望天狱的玄灵蛇 玄灵蛇乃是巫神 从混沌深处带回来的异兽 可以说巫神 是玄灵蛇上一任主人 而秦里在将其收服之后 也曾承诺帮其找回巫神的尸体 并将巫神尸体后葬 玄灵蛇也知道秦里的计划和布局 因此愿意全力帮助秦里 度过那场 连十大开天古仙都无法度过的浩劫 与此同时 随着青铜古关安静下来 整个无望天狱之外 也变得安静下来 众仙帝此刻不知道为什么 也没有再急着去寻找 那所谓的一线生机 而是在此地安静地等待起来 转眼过了两个月 陈凡站在无望天狱的边缘 呆呆地看着无望天狱那灰色的雾气 看起来似乎想要进入无望天狱内 反而 你修为尚未稳固 为何不回去加紧时间冲击先帝 在此地看什么 陈若璇有些不解地问道 陈凡在获得诅咒之力后 修为不停提升 如今已经是准地修为 估计过不了多久 就能成就先帝了 陈凡叹息一声 王兄陪我进入无望天狱 如今王兄生死未知 有些担心他 听了这话 陈若璇眉头一皱 他当然知道王兄是谁 便是那天交榜第二的王静一 陈若璇宽慰道 王静一向来气云不俗 相信他能逢凶化吉 陈凡沉默不语 不过就在这时候 那灰色雾气忽然一阵翻滚 就如同两个月前陈凡 冲出无望天狱一样 眨眼间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陈凡眼中 是王兄 不对 不对 他怎么变成了这样 陈凡惊呼一声 难以置信 陈凡的这一声惊呼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包括紫衣古仙在内 全部朝无望天狱看去 只见无望天狱的灰色雾气翻滚不已 在雾气中有一个人影 正在缓缓朝着这个方向而来 与陈凡之前急急忙忙逃命不同 这人影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危机 反而速度很慢 仿佛并不畏惧 被那些雾气中的诡异生命追上 不过 那人影的模样 明显也比陈凡更加奇怪 他没有背什么古试一类的东西 只是身体已经变形 甚至可以说 不能称之为人了 只见他全身乌纹密布 身上到处都是黑色的乌纹 背后长着一双恐怖的肉翅 那肉翅足有十余杖之巨 缓缓扇动一下 无数灰色雾气都被卷走 一双手脚也是奇大无比 身材无比魁梧 身上的肌肉 像是由一根根黑色的肉丝凝结而成 隆起很高 极具爆炸力 若非那张脸 陈凡都不敢相信 这是王静一 他是王静一 陈若璇有些难以置信 其他先帝也是 面露惊讶之色 王静一作为人族天骄榜上 仅次于陈凡的存在 有人说他没有家族没有势力 仅凭一人之力走到天骄榜第二名 其天赋甚至比陈凡还要更加强大 自然的 他的名字被多族先帝所知 很多先帝都觉得 假以时日 王静一必定会成为先帝 然而 现在王静一竟然变成了这副样子 让人有些难以置信 天机老人和紫薇先帝等人 都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蒂江等十二祖屋 则是脸色微变 死死地盯着王静一 主要是看着王静一身上的乌纹 和那一双奇大无比的肉翅 那些乌纹肯定是跟他们乌族有关的 而那一双翅膀 却让蒂江非常熟悉 他为何会有乌神之意 主久面露疑惑 他和蒂江等人不同 乌族这数万年来都是他在管理 他知道 王静一是人族天骄 只是现在王静一背后 竟然长出了乌神之意 这让他万分不解 紫薇先帝等人听了此话 纷纷震惊不已 乌神之意 其身上天生乌纹 每一道乌纹都无比强大 没想到王静一背上的肉翅 竟然是乌神之意 他和乌神有什么联系 主久道有 你说王静一背后的肉翅 是乌神之意 莫非他和乌神有什么联系吗 陈若旋问道 说着他看向青铜骨官 陈凡也是紧张地看着主久 主久摇摇头表示不清楚 蒂江等祖乌也是纷纷摇头 表示他们也不清楚 他被乌神之师附身了 身上自然会有乌神之意了 这时候 那紫衣古仙不屑地说道 他身上那些先天乌纹 你们都看不出来是吧 乌神早已陨落 本尊都不知道 你们为何一直称呼 主上为乌神 什么 紫衣古仙此话 如同晴天霹雳 辟得众仙帝和十二祖物浑身发麻 脑海一阵空白 难以相信紫衣古仙的话 乌神怎么可能会陨落 怎么会身亡的 后徒反应过来 瞪着大眼睛 鼓着嘴巴道 你胡说 我们在乌神大人创造的虚界中 见到过乌神大人 他的气息与骨关内的气息一模一样 之前也正是乌神大人教我们唤醒的 帝将等人 也纷纷点头 紫衣古仙瞥了后土一眼 眼睛微微一亮 随后说道 小妹妹 本尊不知道你说的乌神是指谁 就本尊知道的 开天古仙乌神 肯定是已经陨落了的 不信你等那人出来就知道了 看着紫衣古仙 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十二祖乌多脸色有些发白 看了看青铜骨关 然后又看向正在往 无望天狱之外飞行的王静一 眼神犹豫不定 而陈若玄这时候问道 前辈 若这谷关内的 不是开天古仙乌神 那又是何人 所有先帝都面露疑惑之色 是啊 不是开天古仙乌神 那又是何人 不但拥有乌神的气息 还如此恐怖 能够媲美开天古仙 会灵自觉 轻松化解不死明王的最后一口气 甚至 他还能够控制玄灵蛇 玄灵蛇 那可是乌神的半生圣兽 是乌神从混沌身处带回来的 只听从乌神一人之命 子一谷仙升起一股傲然 还能是谁 自然是我主上了 他脑海中闪过情理的身影 眼神中的尊敬更多 这众仙地面露无奈 不过就在这时候 大家的注意力 又被无望天狱的王静一 给吸引住了 只见无望天狱的王静一 原本快要离开无望天狱了 可就在这时候 一只巨大的灰色怪兽 从无望天狱深处探出 那怪兽比之前追击惩罚怪兽 要大得多 也更加恐怖 一出现 便令无尽雾气倒卷 整个无望天狱都发出轰鸣声 留下 一道冷漠至极的声音 从无望天狱深处传出来 那声音没有任何感情 冰冷得不像一个生灵 说出来的话 哪怕是紫薇先帝等人 站在无望天狱外面的 听到那声音 也是背脊发亮 很明显 说话的人 是无望天狱内的诡异生灵 定是王静一身上有什么东西 是对方需要的 故而才会出手留下王静一 众人都下意识地想到 紫一谷仙说的巫神尸体 难道真的是王静一 被巫神附体了 嗯 前辈呢 北辰先帝忽然说道 众人抬头一看 发现紫一谷仙 竟然不知道 在什么时候 已经不见了 众先帝神识一扫才发现 那紫一谷仙 已经逃出了西荒之地 那只大手是太出生灵 堪比暗虚静 你们不要命吗 紫一谷仙的声音响了起来 所有先帷脸色骤变 赶紧远离无望天狱 但一个个内心暗骂 这家伙就不能早说 此刻 原本缓慢而行的王静一 忽然顿了一下 然后转身看向那急速而来 穿越无尽空间的巨大挥手 眼神中闪过一抹冷力 也不见王静一有什么动作 他身上的肉翅 立即旋转而起 幅度发生巨大的改变 旋转中 竟然形成了一只 巨大的黑色符纹大手 很明显 那肉翅 也是被先天乌纹凝聚而成的 可以随意改变形态 轰隆 先天乌纹凝聚的大手 看似很随意地 拍在那灰色大手上 堪比暗虚境的恐怖大手 竟然当场崩溃 你怎么还活着 惊骇的声音 从无望天狱深处响起来 那惊呼声 显然是无望天狱内的 诡异生灵发出来的 诡异生灵的大手 暗虚境的恐怖存在 被王静一身上的 先天乌纹锁画手掌 一巴掌拍得粉碎 连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看起来 双方根本就不是 在同一个等级上 实力差距极大 在无望天狱之外 看着这一幕的众多先帝 都不由得惊呆了 他们此刻也没有必要再逃 因为那诡异生灵所化的 恐怖手掌 他们虽然无法抵挡 但却被王静一给拍碎了 陈凡惊恶地看着王静一 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 这才不过两月未见而已 王静一的变化 竟然如此之大 从之前的先王中期 摇身一变 可以碾压暗虚境的恐怖存在 难道现在的王静一 实力竟然如此恐怖了 已经达到了传说中的悬神镜吗 若是如此 那王静一得到了什么 逆天造化 难道 他真的已经融合了巫神的尸体 拥有了巫神的能力 陈凡以为自己 帮助玄灵蛇 将不死冥王的尸体背出来 获得了不死冥王体内的诅咒之力 已经是足够逆天的造化了 现在看一看王静一 才知道自己的造化 在王静一面前完全不值一提 好恐怖的力量 那就是 巫神的先天巫闻吗 陈若玄倒吸一口凉气 有些惊骇地说道 紫薇先帝和遥光女帝等人 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呼吸都有些困难起来 而那紫衣古仙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 他站在青铜谷关前 嘖嘖称其道 不愧是巫神的力量 区区暗虚境也想来碰瓷 简直不知死活 所有先帝都面露古怪地 看向紫衣古仙 刚才是谁看到那诡异生物 有暗虚境的时候 吓得比兔子还跑得快 陈若玄等人 对着紫衣古仙逐渐没了尊敬 他们不再关注紫衣古仙 而是看向了王静一 只见王静一 依旧站在雾气中 窥然不动 这下陈若玄他们总算知道 为什么王静一不紧不慢了 人家实力摆在那里 那些诡异生灵 根本就奈何不了王静一 而此刻整个九天十地 也为之轰动 他们本就一直关注着此事 如今 看到王静一竟然如此强悍 都不由得震惊不已 那是 天骄榜第二的王静一 他到底怎么了 竟然变得如此恐怖 好像听那古仙前辈说 王静一被巫神尸体附身了 巫神尸体 这 巫神已经死了 那青铜 古关里面的人是谁 不知道 但是王静一现在 确实与传说中的 巫神颇为相似 传闻中的巫神鸟面人身 背声双翼 浑身巫纹 与现在的王静一 确实是极为相似 不过我更加好奇的是 追王静一和陈凡的那种 诡异生灵 到底是什么东西 九天十地的修饰 都在此刻沸腾起来 无数人被王静一的变故而震惊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王静一从污望天狱中走出来 竟然达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 那恐怖的力量 已经超越了先帝太多太多 而更多的人 则是好奇无望 天狱中的诡异生灵 到底是什么东西 此刻 王静一站在灰色雾气之中 目光冷淡地看着 那不停翻滚的雾气 给老子留下 一声怒吼 从无望天狱深处响起 接着一道更加庞大的巨手 从深处探出来 同时那些灰色雾气翻滚 凝聚成一张巨大的脸 那脸看起来无比诡异 仔细一看之下 那张脸 竟然由无数密密麻麻的小脸凝聚而成 一张脸之中 竟然有成千上万张脸 难怪给人一种极强的诡异之感 而那只巨大的手 也同样由无数密密麻麻的小手凝聚而成 看得人头皮发麻 当年你们识人将我们镇压于此 就想这么轻易地离开无望之天 是否有些异想天开了 你们 还是老老实实地 在这无望之天陪着我们吧 那张大脸张口 吐出冷漠的声音 一个更为古老的秘密 从他口中说出来 随后大手朝着王静一捞过来 王静一也终于开口了 昔日之节音 你们而起 昔日能将你们镇压 今日也同样能将你们镇压 只不过 他的声音明显变得与之前大为不同 陈凡听得出来 那绝对不是王静一的声音 言毕 王静一背上的一双肉翅 瞬间活跃起来 他身上的先天乌纹瞬间暴涨 全身上下被乌纹覆盖 看起来竟然与陈凡有些相似 随后那一双肉翅膨胀数十丈 轻轻一扇 恐怖的力量爆发出来 将无尽灰色雾气吹散 连同那只灰色的巨手也被吹得溃散 那张巨脸也在肉翅的恐怖力量之下 逐渐消融 哈哈 镇压 还有两年半 域外邪魔将再次降临 上一次 有你们十人耗尽寿命才挡下那一剑 这一次 老子看你们怎么挡 那张脸虽然被吹得溃散 但还是发出了嚣张的声音 王静一看到对方溃散之后 眼神不变 一双肉翅再次一扇 那灰色雾气往无望天狱内缩了数万里之多 甚至整个无望天狱的边界都整整缩进去数万里 可见王静一现在的能力到底有多恐怖 仅凭一双肉翅改变无望天狱 将无望天狱的范围硬生生压缩了数万里 做完这些后 王静一再次开口 我有一个故人 会让你们失望的 说完 王静一转身 身后肉翅一动 天地间骤然卷起无尽狂风 那狂风肉眼可见 卷着他的身体骤然加速 转眼间消失在了原地 冲出了无望天狱来到了众仙帝面前 紫薇仙帝和天机老人等仙帝 在此刻不由自主地平住了呼吸 他们目光惊骇地看着王静一 此刻的王静一是那么的陌生 哪怕他仅仅是站在那里没有动 也让紫薇仙帝等人不由自主地绷紧身体 大气不敢出一口 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席卷开来 尤其是陈凡 他是和王静一关系最好的 也是最了解王静一的 此刻看到王静一的样子 竟然完全陌生 尤其是看到王静一的眼睛时 没有丝毫熟悉感就算了 还有一丝畏惧感 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压迫感 陈凡明白过来 王静一已经不是原来的王静一 陈凡的内心生起一缕悲愤 尽管他的灵魂很害怕 他的内心有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 可他还是盯着王静一 咬着牙说道 你把他怎么样了 此话一出 所有先帝的脸色都不由得微微一变 陈若璇呵斥一声 凡啊啊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还不快乌神大人道歉 此刻他们都已经相信 王静一就是被乌神给附身了 只是怎么也没想到 陈凡竟然敢当面这样质问乌神 这简直就不要命了 就算陈凡得到了不死明王的诅咒之力 也仅仅只是准地禁忌而已 王静一被乌神附体之后 修为深不可测 实力摆在那里 不说动手了 恐怕王静一一个眼神都能抹杀陈凡 所以陈若璇是被陈凡给吓了一跳的 别说是陈若璇了 其他先帝都被吓到了 面面相去 静若寒蝉 不敢说话 很明显 他们生怕乌神一怒之下 将他们全部带走 好家伙 这小年轻胆子是真的肥 紫一古仙鼓着眼睛 嘖嘖称奇 他已经运转本源之力 随时准备跑路 那可是开天古仙 虽然是借助了一个外人的身体 可仅仅那先天乌闻 都不是悬神静以下之人能够抵抗的 王静一抬眼看了陈凡一眼 可以看到 他身上的乌闻明显闪烁了一下 陈凡心头一紧 下意识地想退后 但最终还是硬生生地止住了 他死死地盯着王静一 并未退缩 下一刻 他看到王静一眼中 闪过一抹挣扎的情绪 住 烧 王静一咬牙张口 几乎是牙缝里面 蹦出了两个字 那一瞬间 陈凡在王静一身上 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 那种令他恐惧的感觉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是 王静一的气息 陈凡惊呼一声 王兄 王静一深深地看了 缓缓转身看向了巨大的青铜骨关 这看得众先帝心惊肉跳 他们看得出来 刚才那一瞬间 巫神是有想过要向陈凡动手的 或者说是 要教训教训陈凡 但关键时刻 是王静一的意志苏醒了 阻止了巫神 否则的话 陈凡恐怕要遭殃 陈若璇也算是松了口气 王静一在看了一段时间的青铜骨关之后 看向了十二祖巫 你们 便是十二祖巫吧 王静一语气颇为清淡 而在这时候 他身上的乌纹逐渐凝聚 那巨大的肉翅 在他身后形成了一个人影 那人引散发出极为强悍的气息 庞大无比 乌为苍巫 随着他自曝身份 所有人都明白寄生在王静一身上的人 到底是谁 十大开天古仙之一的巫神 苍巫 或许陈若璇等人 并未听说苍巫的名头 但天机老人和十二祖巫 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浑身一颤 眼中露出异样的情绪 帝将毫不犹豫地跪拜下来 帝将拜见巫神大人 后吐 拜见巫神大人 朱九 拜见巫神大人 玄冥 十二祖巫都在此刻跪拜下来 对着苍巫激动的行礼 他们眼神中的狂热和兴奋 达到了最巅峰 紫薇先帝和陈若璇等人 立即明白过来 附身在王静一身上之人 就是传说中的开天古仙巫神 难道巫神并未死亡 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 朝着巫神一拜 苍巫对着十二祖巫点点头 都起来吧 这些年来 辛苦你们了 你们有什么问题就问吧 吴的时间不多 听到这话 十二祖巫的身体都是一颤 时间不多 帝将抬头看着那巨大的虚影 问出了那一句话 巫神大人 真的已经陨落了吗 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 苍巫几乎没有犹豫 他很坦然地点头 嗯 亿万年前 为了抵御浩劫已经陨落 如今你们看到的吗 不过是吴的一道意志 听了此话 所有人的眼神都是一案 没想到巫神竟然真的陨落了 十二祖巫的眼神中 都充满了悲伤之色 帝将虽然没有五官 可脸上的悲伤 却丝毫不见 这不过是定数 谁也改不了 苍巫平淡的声音响起来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所有人都可以问 包括他祖修士 听了此话 所有人都明白过来 苍巫的时间或许真的不多了 否则的话 也不会说出这种话来 天机老人毫不犹豫地说道 前辈 你说的劫难 是止于外邪魔入侵吗 听了此话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凝神惊喜 此事关乎整个九天十地的存亡 他们自然也是最关心了 如今 关于域外邪魔入侵的事情 是板上钉钉了 他们也知道 一旦域外邪魔入侵 那么整个九天十地 必定要损失惨重 甚至有可能整个九天十地 都会被屠戮殆尽 而所谓的一线生机 他们也就只找到了 蛮族的开天神府 和遥光女帝的开天图罢了 苍巫微微摇头 域外邪魔不过是诱因 真正的劫难 来自于无望天狱身处的 诡异生灵 以及邪魔入侵后 引起的天人衰竭 众先帝面面相去 有些难以置信 虽然不知道 那诡异生灵究竟是什么 也不知道天人衰竭到底是什么 但可以确定的是 被传得无比凶残 可以令整个九天十地 都覆灭的域外邪魔 不过是开胃菜而已 真正的劫难 在无望天狱中的 诡异生灵 以及域外邪魔 引起的天人衰竭 天机老人又问道 那敢问前辈 无望天狱内的诡异生灵 和天人衰竭 又是什么 我们该如何度过 苍无叹息一声 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我们至今为止 也没有找到答案 当年浩劫来临时 我们十人 耗费了全部寿元 才勉强帮助九天十地 度过浩劫 可以确定的是 你们必须要尽可能地 保护好九天十地 一旦九天十地受损严重 天人衰竭 就有可能提前降临 到时候天下生灵 都将死在衰竭之中 听了此话 所有仙帝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不由地 看向紫衣古仙 难道之前紫衣古仙 不敢破坏九天十地 甚至用自身神通 保护好西荒之地 才敢出手 是因为天人衰竭 巫神所说的识人 肯定就是十大开天古仙了 连十大开天古仙 都要耗费全部的寿元 才能度过那所谓的天人衰竭 如今十大开天古仙 全部陨落 他们还有可能 度过天人衰竭吗 一股绝望涌上心头 难道他们的下场 已经注定了吗 一万年前 有十大开天古仙 帮助九天十地度过浩劫 而如今 他们有什么 仅凭他们几十个先帝吗 开什么玩笑 看到那些先帝脸上 露出绝望和不甘之色 苍巫再次开口了 你们也不用颓丧 当时应有人能度过这浩劫 听了此话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随后那些先帝都面露欣喜之色 天机老人赶忙问道 前辈 敢问这位前辈是谁 所在何处 苍巫摇摇头 巫也不知 苍巫的话 令所有人都有些无奈 随后 苍巫又道 此人曾跨越时间长河的尽头 于亿万年前 我们陨落之时 前来见过我们 与我们探讨浩劫之时 但他是谁 无不知 听了苍巫的话 所有先帝心头都是微微一震 有些震惊 当今九天十地 竟然有如此恐怖之人 能够穿越时间长河 于亿万年前 见到了十大开天古仙 并与他们探讨天人衰竭之时 此人究竟是谁 不过 苍巫此话 也算是给了他们一丝希望 到了如今这个时候 苍巫也没有必要哄骗他们 故而 这世上有这样一个人 也算是 让他们安心一些 与此同时 在神允之地内 秦李也感受到了 巫神苍巫现身 他的目光穿越空间 落在了苍巫身上 看到苍巫附身于王静一身上 秦李轻叹一声 当年的约定 也是时候兑现了 秦李嘀咕一声 眼神中却对巫神 有着一丝敬佩 一万多年前 秦李察觉到天人衰竭的存在 于是踏遍九天十地 得到了关于天人衰竭的一些蛛丝马迹 随后他跨越时间长河 前往太初之时 见到了即将陨落的十大古仙 从古仙口中 他得知了天人衰竭的一切信息 也同时与十大古仙约定好了 待秦李回去以后 天人衰竭降临之前 他需要用到十大古仙的力量 十大古仙必须要完美配合秦李 而作为条件 周游则需要必有九天十地 若可以的话 秦李也会选择完善九天十地的规则 实际上 九天十地 虽是十大古仙开辟出来的 但这个世界并不完善 也正因为不完善 所以才会有天人衰竭 秦李在回来之后 便开始了这一切的布局 他的十大古仙傀儡 不管是三代蛮神 还是巫神傀儡 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甚至就连驯化玄灵蛇 也是从巫神苍蝴那儿得到的方法 可以说 十大古仙将一切希望 都放在了秦李身上 自然也是不遗余力地帮助秦李 而现在 秦李的计划正式开始 不死明王和巫神的尸体 也将为秦李所用 而此刻 在古仙圣地的深处 一双眼睛 忽然出现在虚空中 那眼睛看向前方 仿佛穿透了无尽空间 落在了无望天狱之外 看到了一切 也听到了一切 浩劫又要来了 我们归缩了这么多年 又该何去何从 一道声音响起来 他像是在自言自语 苍无所说之人又是谁 莫非 是当年进入此地 斩杀子行的那个青年 或者 是老夫从未见过之人 他的声音响起后 整个古仙圣地的生灵都匍匐着 他们有些惊骇地 望着古仙圣地深处 眼神中满是惊恐之色 那双眼睛给他们的威压 比紫衣古仙还要更强 那是属于 暗虚境的恐怖压迫力 哎 终究无法置身局外 九天十地有难 也是时候出去了 随着一声轻叹声响起 那双眼睛消失不见 不久后 一个头戴观惊 面向儒雅的中年人 走出了古仙圣地 踏入九天十地之中 若紫衣古仙在此 看到那中年人 必定会吓得瑟瑟发抖 因为那中年人 是古仙圣地 为数不多的暗虚境大能 没有人知道 古仙圣地 走出来一个暗虚境大能 此刻几乎整个九天十地的注意力 都在无望天域之外 乌神苍无的出现 让整个九天十地的修饰 从兴奋到绝望 再到诞生一丝希望 心情跌宕起伏 乌神现身 他们很兴奋 可乌神自曝已经陨落 并且九天十地 即将陷入天人衰竭之中 每个人都心生绝望 但听到乌神又说 有一人能帮九天十地 度过天人衰竭 他们又生起了一丝希望 几乎整个九天十地都在猜测 那能帮助他们 度过劫难之人 究竟是谁 现在又在何处 而乌神苍无 在说完那些之后 表示自己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来到青铜古关前 所有人都看着这一幕 眼中露出一丝疑惑 乌神要做什么 那青铜古关内的存在 又究竟是谁 道友 吴苍无 前来赴约 苍无看着青铜古关 淡然开口 这颇为平淡的声音 却在众先帝之中 掀起了惊涛骇浪 乌神苍无 最后的意志 附身在王精一身上 竟然只为了前来赴约 他和古关内的人 究竟有什么约定 而古关内的神秘人 又究竟是谁 一切就像是一个谜团一样 萦绕在他们心里 令所有先帝都目瞪口呆 有些不知所措 这 我没听错吧 乌神大人借了王精一的身体 离开吴望天狱 竟然仅仅是为了 来赴这古关内之人的约 这古关内之人 到底是谁啊 竟然有这种面子 陈若璇难以置信地说道 十二祖屋面面相去 尤其是除了主九外的 帝江十一祖屋 他们更加觉得奇怪 因为这古关内之人 曾经进入过他们的虚界之中 以乌神的身份 与他们交谈 曾经他们以为 古关内的人是乌神 刚刚也确认了 他并非乌神 真正的乌神 已经陨落了 可更令人震惊的事情 却发生了 真正的乌神 留下了最后的意志 只为带着尸体 离开吴望天狱 前来赴眼前这神秘人之约 那么 这古关内的神秘人 究竟是谁 不过 他们可以确定 一点的是 古关内的神秘人 至少已经活了亿万年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 与亿万年前的乌神 有约定吗 帝江等人对视一眼 由于片刻 并未着急开口 因为乌神说过 他的时间不多了 意思也很明显 不会再回答他们的问题 如果因为回答他们的问题 而耽误了乌神的事情 那他们的罪过可就大了 其他先帝也是对视一眼后 脸色无比凝重地 盯着那青铜古关 就连站在古关旁边的 紫衣古仙 也是面露一丝诧异 但很快就坦然 接受了这个事实 毕竟在他看来 他的主上是超越 开天古仙的存在 能与开天古仙有约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 此事 在整个九天十地 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之前就有人在猜测 青铜古关内的神秘人 到底是谁 能够轻松化为 不死冥王的 最后一口气不说 竟然还能让 已经陨落的乌神 留下最后一道意志 前来赴约 不管是实力还是面子 都绝对足够了 九天十地 竟然还有这种人 最重要的是 这青铜古关 还是从乌神之灵内出来的 如此一来 整个九天十地的修饰 对于青铜古关内的神秘人 越发好奇 而随着乌神仓物的话音落下 过了会儿后 那青铜古关 微微震动了片刻 随后其内 散发出一道诡异的声音 那声音像是来自 太古蛮荒时期 带着无尽古老的气息 出现在天地间 古乌文 蒂江等人听到这声音 双目微微一缩 明白这古关内的神秘人 肯定是与他们乌族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有可能就是乌族之人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会这种 只有乌族地位 极高之人才会的古乌文 加上对方曾经出现在虚界 与蒂江他们对过话 因此 他们更加好奇对方的身份 道友 当年的约定无以完成 此后 乌族便交给你了 苍巫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看着那青铜光果 眼神中露出一丝不舍 他还有一句话没有说 九天十地就交给你了 他抬头深深地看了青铜骨观一眼 随后转身 看向十二组乌 眼中闪过莫名的情绪 接着 所有的先天乌文 全部涌进王静一的身体之中 就连那一双肉翅 也没入了王静一的体内 王静一的身体 开始扭曲起来 在扭曲之中 一道道黑色的丝线 从王静一的肉体中剥离出来 他们看得出来 那一道道丝线 便是附身在王静一身上的 黑色肉丝 那便是乌神苍无的肉身 随着一道道丝线剥离出来 那些丝线 逐渐汇聚成一个人形 足足半刻钟后 一个全身都由黑色肉丝 凝聚而成的高大身影 出现在王静一身后 王静一的身体 也恢复了正常 只不过 他的修为停留在了先帝初期 并且 身上满是黑色乌纹 乌神的先天乌纹 留在了王静一身上 也算是对王静一的回馈 实际上 那先天乌纹 也是对秦里的乌神傀儡 并无什么用处 因为秦里的乌神傀儡 本来就有先天乌纹 乌神傀儡所需要的 仅仅只是乌神仓乌的肉身 融合了乌神仓乌的肉身之后 乌神傀儡便能冲破肢骨 达到圣君初期 秦里的计划 也就完成了第一步 王兄 陈凡看到这一幕 不由地喊了一声 王静一的眼中 露出一丝复杂情绪 他抬头看了一眼陈凡 点点头 随后看向乌神仓乌的肉身 微微叹息一声 随后 王静一朝着乌神的肉身 拱手一拜 脸上露出一丝尊敬 他知道 这位开天古仙 为了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 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包括自己的生命 哪怕最后一道意志 也是在庇佑九天十地 故而 王静一对乌神 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 而乌神没有理会王静一 只是又一次地 看向青铜骨关 他似乎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 只是微微拱手 朝着骨关一拜 似乎这一拜 包含了他这一生的执念 一生的追求 此后九天十地 再无苍无 这一幕 看得所有先帝沉默不语 愧叹不已 他们看着身体 逐渐坚硬的乌神 眼神中露出敬佩之色 也都朝着乌神的肉身 攻身一拜 满心尊重 就连那紫衣古仙 也是撇了撇嘴 暗叹一声 恭敬一拜 乌神苍无的肉身缓缓僵硬 体内最后一股意志 也逐渐消散在天地间 到最后 彻底没了声息 乌神苍无 彻底陨落 天地在此刻 发出无尽轰鸣声 不管是九天十地 任何地方 都有一道道乌叶声传出来 那些乌叶声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响起来的 又像是从每一寸土地上响起 所有修士听到这乌叶声 心情都变得无比沉重 一股无穷悲伤 从他们内心卷上来 九天十地 是苍无所创造的 这个世界 是十大开天古仙创造出来的 九天十地 就像是他们的孩子一样 如今苍无陨落 九天十地 也是无意识地 发出乌叶声 如速如气 悲惨凄凉 天道也发出 剧烈的轰鸣声 无数乌云 在此刻笼罩在 整个九天十地 轰隆 随着电闪雷鸣 逗大的雨珠 密密麻麻的坠落 整个天地 变成了雨界 九天十地昏暗无光 无数人沉默不语 呆呆地看着暗淡山河 眼神无光 悲从四起 敖乌 很多没有智慧的生灵 也在这时候匍匐下来 仰着头发出凄厉的叫声来 这 就是天地同悲 就连天机老人 和紫薇先帝等人 心里也生起一抹强烈的悲伤 他们看着苍无微微弯曲的身体 纷纷面露尊敬之色 朝着苍无拱手一拜 扑通扑通 十二组乌跪拜下来 向着苍无 做着最后的败变 几乎是有相同的感应一样 整个巫族的修士 也在这一刻 朝着无望天狱之外 朝着巫神苍无的方向跪拜下来 那些巫族修士 一个个面露悲色 甚至有不少巫族之人 眼眶发红 落下眼泪 我等 恭送巫神大人 他们额头着地 狠狠地磕了三个头 拜别他们巫族至高无上之人 时间缓缓流逝 就在所有人都不知道 什么情况的时候 青铜骨关再次打开了 苍无的肉身 飞进了骨关之中 骨关轰然一阵 再次关闭 而在骨关之中 近十万丈大小的巫神傀儡 在此刻终于睁开了眼睛 那双眼睛 也足有数百丈大小 苍无的肉身 在飞进骨关之后 自动飞进巫神傀儡的眼睛中 那肉身迅速分解 化作一条条肉丝 开始与秦里的巫神傀儡融合 随着苍无肉身 与秦里的巫神傀儡开始融合 秦里这具巫神傀儡的修为 逐渐松动 开始攀升 迅速往圣军进而去 苍无肉身与巫神傀儡融合 宣告着秦里的计划 已经正式展开 下一个融合 便是不死傀儡了 而与此同时 在骨关之外 紫薇先帝等人 并不知道骨关内发生的事情 随着苍无陨落 天地间在无开天谷先巫神 他们逐渐将巫神身亡后的悲凉 藏于内心深处 陈凡看向王静一 颇有些担忧地问道 王兄 你没事吧 王静一吐出一口气 脸色稍稍恢复冷静 他点点头 算是回应了陈凡 而陈凡见此情况 也总算松了口气 随后他又问道 王兄 当初我带着那古事回来之后 你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会被巫神大人附身了 所有先帝都不由自主地 看向王静一 也是有些好奇 他们也非常奇怪 为什么巫神会附身在王静一身上 王静一在无望天狱 到底遇上了什么 那些诡异生灵又是什么 现在巫神已经离去 这一切都只能从王静一身上 得到答案了 王静一想了想后说道 你我分开之后 我一直跟在那巫蛇身后 终于在不久前 找到了巫神的肉身 那巫蛇好像与巫神非常熟悉 在唤醒巫神最后一道神志之后 巫神的肉身便附身在我身上 巫蛇说 这对于我讲 是一次逆天造化 若我能将巫神的肉身 送出无望天狱 我将继承巫神的力量 获得先帝修为 并且还有机会 向更高的境界冲击 不过巫蛇也与我说过 这一路非常危险 稍不注意 离开无望天狱 很有可能被巫神抑制童话 若是被童话 就算巫神离开我的肉身 我也将变成一具行尸走路 听了王静一的话后 众先帝也算是恍然大悟 没想到王静一 竟然也获得了类似于陈凡的造化 陈凡是将不死冥王的尸体带出来 从而获得了不死冥王的诅咒之力 而王静一则是获得了先天巫文 修为直接来到了先帝初期 唯一不同的是 王静一是一次性获得了先帝初期的修为 而陈凡的修为是持续性增长 看起来增加到先帝初期 也是不成问题的 这时候天机老人问道 小友 那无望天狱内的诡异生灵 到底是什么东西 难道真能威胁到九天十地 成为九天十地的劫难 所有先帝都看着王静一 心里略微有些忐忑 王静一说道 那些生灵到底是什么 我不清楚 但从巫神意志说的那些话来看 这些诡异生灵 应该是亿万年来被九天十地所唾弃的魔头 被丢进无望天狱内后死亡 残魂与无望天狱的诡异之气融合 才变成这等模样 这些诡异生灵 无不是带着对九天十地的怨念而死 他们若是能冲出无望天狱的束缚 恐怕比域外邪魔更为可怕 天机老人和紫薇先帝等人心中遗憾 陈若玄问道 此话怎讲 王静一道 之前前来阻截我的诡异生灵 你们应该见到过吧 众先帝点头 王静一的脸色稍稍凝重 那诡异生灵 是众多诡异生灵中最弱的 什么 王静一此话一出 如惊涛骇浪一般 在众先帝心中掀起了无边巨浪 他们只觉得头皮发麻 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之前那个诡异生灵 是暗虚静的强者 那可是暗虚静啊 超越先帝 强于混原境 竟然还仅仅只是罪弱的存在 若那些诡异生灵 真的脱离了无望天狱的束缚 整个九天十地 真的能抗衡吗 难怪说这些诡异生灵 是九天十地的劫难 紫薇先帝咒眉问道 这诡异生灵 与狱外邪魔 有什么联系 为何之前那暗虚静的 诡异生灵曾说 还有两年半时间 他们就可脱离 无望天狱的束缚 王静一摇头道 没有什么特殊的联系 只是狱外邪魔 一旦侵入九天十地 无尽邪器将侵占九天十地 九天十地的规则 和本源之力 将会变得异常薄弱 无法再镇压那些诡异生灵 顿了顿 王静一又道 对了 九天十地现在之所以如此虚弱 就算仙帝也能轻松损坏 便是因为 九天十地的本源之力 几乎全部用来镇压无望天狱了 众仙帝听了之后 恍然大悟 就连紫衣古仙也说道 我说 为什么以前连混元净 都无法撼动的九天十地 变得如此脆弱 竟是如此原因 众仙帝沉默 而王静一则继续说道 还有 也并非所有诡异生灵 都需要等待狱外邪魔入侵后 才能突破无望天狱的束缚 天机老人皱眉道 此话怎讲 王静一道 十大古仙的尸体 在无望天狱中 目的就是为了镇压 无望天狱九个区域的本源之力 他们的肉身一旦被移走 本源之力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易散 时间一长 就会有诡异生灵脱困 众仙帝脸色再次一变 天机老人脸色难看 小友 你的意思是说 如今不死明王和巫神的尸体 已经离开无望天狱 那么这两个区域的诡异生灵 很有可能即将脱困 不错 王静一点头 所有先帝内心 顿时升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他们抬头看向青铜古官 既然如此 巫神大人必定也知道这一点 为何还要前来赴约 玄灵蛇为什么还要去寻找 十大古仙的尸体 陈若玄十分不解 问出了所有人心目中的疑问 提前放出无望天狱的诡异生灵 只会让九天十地 遭受更加恐怖的创伤啊 或许 普尔厚利吧 王静一说出了一句 模棱两可的话 所有先帝都看向王静一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疑惑之色 何为普尔厚利 天机老人觉得王静一话里有话 便问道 小友 你可知道 这其中有什么隐情 王静一摇头道 不清楚 只不过晚辈从巫神意志那得知 他这次前来赴约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关乎拯救九天十地的计划 众先帝文言面面相去 普尔厚利 关乎拯救整个九天十地的计划 到底是什么计划 他们问王静一 王静一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如此一来 他们都有些无奈 不过很快 他们内心也升起一抹西计 既然是巫神说的 拯救整个九天十地的计划 那说不定十大古仙真的 还有什么后手 若是如此的话 那或许九天十地 还有挽救的余地 巫神的话 他们还是会无条件相信的 不死明王 已经离开无望天狱两个月 恐怕也有诡异生灵脱离镇压 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了 天机老人脸色颇为难看 深吸一口气 看向桑福 桑福道有 第三条一线生机所示方向 便是你们不死足 我们该去不死足了 不死足先帝中期老者桑福 没有任何犹豫 点点头之后 毫不犹豫地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在不死明宫之上 其他先帝也没有任何犹豫 纷纷来到了不死明宫上方 唯有十二祖乌 和陈凡王静一还没有 十二祖乌在稍作商量之后 有主九带着后土 蹲上其他先帝 前往不死明宫 探查那一线生机 剩余的十大祖乌 则守在青铜古关旁边 虽然他们知道 青铜古关内的神秘人 并不是开天古先乌神 但也明白 此人与他们乌族 有着巨大的联系 并且乌神在陨落之前 也曾将乌族交给了他 故而 可以说青铜古关内的神秘人 是他们乌族新的乌神 除此之外 陈凡和王静一 也没有急着前往 他们二人对视一眼之后 随后同时看向 忧生诡异的吴望天狱 两人眼中 都露出一丝凝重之色 王兄 陈凡开口了 王静一似乎知道 陈凡想要做什么 只是点点头 两人忽然相视一笑 随后在帝江等祖乌 以及那紫衣古仙 诧异的目光下 他俩化作一道长虹 瞬间又冲进了吴望天狱之中 他们俩想要做什么 帝江吓了一跳 有些惊骇地说道 玄冥等人 也是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 就连紫衣古仙也愣了一下 随后面露古怪之色 这两个年轻人 也未免太年轻了些 话是这样说没错 紫衣古仙的眼神中 还是闪过一抹敬佩和苦涩 此刻 也是在疯狂攀升 过了会儿 巫神傀儡的手指头 微微动了动 随后那手指微微一弹 躺在古关内的不死冥王 肉身浑身一颤 随后眼睛缓缓睁开 眼眸中闪过一抹金光 他缓缓站起来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似乎在适应这具躯体 是该融合不死傀儡了 不死冥王 肉身发出甘涩沙哑的声音 消失在了青铜古关内 而与此同时 不死冥王肉身 出现在不死冥宫之上 化作一道黑光 冲进了不死冥宫之中 诡异的是 紫薇先帝和天际老人 他们明明就在不死冥宫上方 可他们仿佛没看到那道黑光一样 不死冥宫通体漆黑 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建造而成的 哪怕是相隔百里 也能够感受到 不死冥宫上的寒气 那种寒气 并非北陵先公那种冰寒之气 而是一种阴寒之气 越是靠近 就越能感受到 那股恐怖的阴气 诸位小心些 这不死冥宫有诅咒之力 万万不可触碰任何东西 否则容易引咒上身 就算是先帝 也无法抵抗 那股诅咒之力 桑芙目光颇有些凝重 在靠近不死冥宫的时候 甚至都不敢落地 其他先帝文言也是心中一惊 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他们明白 这诅咒之力 恐怕就是不死冥王的诅咒之力了 所有先帝都跟着桑芙 飞到了不死冥宫之前 这不死冥宫相比较蛮神第二言 就显得有些破落了 宫前没有任何族人守护 只有一排排漆黑的雕塑 远处黑山之下 一座宫殿孤零零地坐落在那 那宫殿也并不算高大 看起来也就数十丈的样子 只不过 没有任何人敢小瞧这宫殿 不死冥宫没有门 一个漆黑的洞口 像是地狱入口一样 看得人发慌 就在所有人都 准备进入不死冥宫的时候 忽然一道猖狂的笑声响了起来 周琪 就算你镇压了 我们亿万年又如何 你还不是陨落了 哈哈 虽你极力摆脱和不死族的关系 本作还是要将不死族途径 那声音传遍整个天地间 而声音的来源 竟然是在不死冥宫的上方 紫薇先帝等人都被吓了一跳 抬头看向不死冥宫上方 只见上方站着一个古怪的人影 那人全身灰色 几乎是透明的 但那一张脸却是白色的 眼睛发红 长相极为诡异 看得人头皮发麻 但 他的修为却极为恐怖 仅仅是泄露一点点气息 就能令紫薇先帝等人心惊肉跳 那是 暗虚静的恐怖存在 几乎瞬间 紫薇先帝他们 就想到了此人的身份 周启是不死冥王的名字 这诡异人影说 周启镇压了他们亿万年 那么他的身份 也就呼之欲出了 无望天狱内的诡异生灵 想到这个结果 紫薇先帝等人的脸色 瞬间就变了 没想到这么快 就有一个诡异生灵脱困了 而且直接找上了不死族 那可是暗虚静的恐怖存在 在不死冥王和巫神 已经陨落的情况下 谁有可能是 这诡异生灵的对手 这一瞬间 紫薇先帝和天机老人 他们的心都跌入了谷底 恰好在这时候 那诡异生灵 又发现了紫薇先帝他们 只见那诡异生灵低头一看 冷漠的目光 落在了紫薇先帝他们身上 几乎一瞬间 一股恐怖的杀伐之力 就席卷而出 这诡异生灵 甚至都没有想法 要和紫薇先帝他们交流 而是直接下杀手 那恐怖的杀伐之力出现 以不死民宫为中心 方圆万里范围内 全部崩溃 发作激愤 唯有那不死民宫上海完好 不曾受到影响 真正的蔑视之力 可见这一道杀伐之力 到底有多恐怖 也幸好不死民宫万里范围内 没有任何生灵 否则的话 这一下就不知道死亡多少人 而紫薇先帝等人看到 那恐怖的杀伐之力 正在朝着他们席卷而来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他们想要疯狂后退 可不管他们怎么想要退 也不可能逃得掉杀伐之力的追击 有个反应稍微迟钝点的先帝 没有及时后撤 几乎刚刚碰到那杀伐之力 身体就寸寸瓦解 直接崩溃 在惊恐中化作点点血雨 消散在这天地间 一个照面 一个先帝王 虽然只是一个小族的先帝 并且那先帝实力也不咋的 可毕竟是先帝啊 整个九天实地 才多少先帝 竟然就这样死了一个 毫无反抗之力的死亡 这就是诡异生灵的恐怖实力 而杀伐之力还在接近 那些先帝眼瞅着 无法躲避那些杀伐之力 正准备殊死一搏 可看到第一个先帝如此下场 刚刚升起的一丝反抗之力 瞬间化为虚无 他们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逃 不过就在这时候 满山站了出来 他怒吼一声 手心中出现了一柄虚幻的开天神斧 修为也在这时候疯狂攀升 瞬间来到了混元初七 给老子看 满山怒吼一声 掌心的开天神斧瞬间凝食 然后毫不犹豫地 也是情理赋予前修的能力 不管前修在何处 都可以随时召唤 处于蛮神殿的开天神斧 轰隆隆 一道仿佛能够破开天地的血色光芒 恍然间出现 破开了那杀伐之力 那些杀伐之力 立即被分解成一道道 稍微轻一些的杀伐之力 可就算是剩余的杀伐之力 落在满山身上 满山也是猛然一抖 浑身颤抖不已 一道道血痕出现在满山身上 满山猛然在空中一顿 眼睛瞪大 恐怖的猎蚊 在满山身上迅速蔓延 仅仅是片刻间 满山身上的伤口 已经能够看到骨头 不知道有多少血肉被削掉 扑 最后满山吐出一口鲜血 眼神变得无比违靡 几乎重伤垂死 若非满山有开天神斧 将那些杀伐之力全力破解了 加上又有开天神斧 护住主要部位 满山早已死亡 可就算如此 他还是身受重伤 只能算是勉强挡住了 那杀伐之力 然而 就已经让他们如此狼狈 强大的实力差距 宛若鸿沟一般 令所有先帝 都不由得生起一股绝望 如果不是满山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他们所有人 恐怕都要死在那 诡异生灵的随意一击之下 好恐怖的实力 若所有诡异生灵全部脱困 九天十地 真的能延续香火吗 陈若玄浑身颤抖 惊骇地看着满山凄惨的模样 又看向诡异生灵 脸上满是绝望 其他先帝也同样如此 绝望之情 就像是野草一样 在他们内心疯狂滋生 瞬间堵住了内心的那一丝曙光 心里只剩下无尽黑暗 开天神府 没想到 痴命虽然已经陨落 却为蛮族留下如此神器 落在你们手里 着实有些暴殖天物 那诡异生灵 先是有些诧异 随后呼得冷笑一声 抬手就朝着满山抓去 尽管满山竭力抵挡 可差了一个大境界的他 还是难以抗衡那诡异生灵 根本就无法抵抗 只得看着开天神府脱手而出 朝着那诡异生灵飞去 所有先帝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得脸色巨变 开天神府 竟然就这样 被那诡异生灵给夺走 若是诡异生灵 拿到了开天神府 那对于整个九天十地来说 也更是一种灾难 遥光女帝轻咬背齿 正准备拿出开天图的时候 众人忽然发现 一个头戴观金 面向儒雅的中年人 不知道何时出现在了 开天神府的必经之路 只见那修士出现之后 抬手握住了开天神府 就这样风轻云淡地 将开天神府截了下来 那儒雅中年修士 脸上古井无波 握住那开天神府 轻轻一晃 随后看向诡异身影 淡淡地说道 传说中 暗影魔尊也不过如此 竟只会对晚辈出手 欺凌弱小 说着 中年修士微微摇头 脸上露出一丝可惜之色 你是何人 诡异生灵死死地盯着中年修士 眼神中闪过一抹冷力 但他这次 没有再轻举妄动 因为他察觉到 对方是与他修为 差不多的暗虚境 而紫薇先帝等人听到此话 则是瞪大了眼睛 惊讶地看着 那中年修士 梦了 对方竟然如此轻松 截住了诡异生灵摄取的 开天神府 完全不费吹灰之力的样子 而且怎么出现的 他们都不知道 其实力 恐怕也是暗虚境强者 九天十地 竟然还有暗虚境强者 难道也是某个古仙吗 或许 也只有这个可能性了吧 暗影魔尊 就在这时候 不死族的丧服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眼神微微一变 惊骇得道 难道是两千万年前 几乎涂漏了半个 弃星天狱的暗影魔尊 此话一出 所有先帝的脸色 都微微一变 看向那诡异生灵 天机老人倒吸一口凉气 他死死地盯着脸色惨白 浑身透明的诡异生灵 惊道 他就是暗影魔尊 这 这 他竟然没有死 这怎么可能 但很快 他就想起了 王静一曾经说过的话 无望天狱内的那些诡异生灵 几乎都是 由曾经被丢进 无望天狱内的魔头死后的怨念 凝结而成 故而 这暗影魔尊 或许并非未死 而是其怨念和残魂 融合了诡异之气 化成了现在的诡异生灵 如今冲出无望天狱 便是怀着满腔怨气 是要将整个九天十地 屠戮殆尽 想到这里 所有先帝的呼吸 都有些急促起来 王静一说的话是真的 他们看向暗影魔尊的眼神 变得惊恐起来 此刻 青铜骨关旁 原本盘歇而坐的紫衣古仙 忽然睁开了双目 眼中闪过一抹惊骇 他竟然也出来了 紫衣古仙 呼吸微微有些急促 惊骇地说道 袁黎这个疯子 他出来做什么 他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也被帝江等人听到了 帝江和玄冥等祖屋 也看到了不死民宫 上方发生的事情 正好奇那儒雅中年人 到底是谁 没想到紫衣古仙 竟然认识 而且还说出了对方的名字 帝江拱手道 前辈 这袁黎 前辈 到底是何人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这是个疯子 紫衣古仙毫不犹豫地说道 帝江等人愣了一下 没想到紫衣古仙 竟然如此称呼袁黎 这已经是紫衣古仙 第二次说袁黎是疯子了 可是在他们的神识探查中 袁黎明明一副儒雅随和的样子 哪里像是疯子的样子 紫衣古仙 没有理会帝江等人的表情 而是目光闪烁 嘀咕着说道 不行 这家伙以前那么嚣张 我得让他明白一下 世间险恶才可以 搞个法子 让他也败在主上身下 听了紫衣古仙的话 帝江等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古怪之色 这家伙 不会是魔障了吧 自从成了古关内神秘人的奴仆之后 看见谁都想要对方成为 他主上的奴仆 漂亮女人 就想对方成为 他主上的道理 这狗当得 太有前置了吧 真是有损混远镜的威严 与此同时 袁黎细细打量了一番手里的开天神斧 轻轻抚摸一遍后 微微摇头 质宝虽好 可不适合自己 始终不合适 说完 袁黎随手将开天神斧往后一抛 那开天神斧化作一道混沌之光 迅速回到了蛮山手里 蛮山愣了一下 看着手里失而复得的开天神斧 目光有些呆滞 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赶紧拱手一败 多谢前辈 紫衣先帝和陈若璇他们也是 对袁黎肃然起敬 没想到 这个半路杀出来的古仙还怪好的 那可是混沌至宝开天神斧啊 若他能用上 绝对如虎天意 实力暴增 可对方在将开天神斧结下来之后 竟是毫不犹豫地归还给了蛮山 这份星星 就足以让人敬佩 仅仅这一点 就跟他们上一次见到的古仙 截然不同 就连对面的暗影魔尊也愣了一下 随后双目微微一宁 有些诧异地盯着圆离 随后冷笑一声 没想到你还怪好的 不过 没有了开天神斧 你觉得自己是本座的对手 说完 暗影魔尊毫不犹豫地抬手一抓 无边灰气气息凝聚而出 无数恐怖的影子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亿万王魂幻化出来 使得此地几乎变成了一个恐怖的人间炼狱 哎呀 我好恨啊 啊 我好痛苦啊 我想吃肉 我想喝血 痛苦的惨叫声 在那亿万王魂中 此起彼伏响起来 无比嘈杂 也令人心慌意乱 无尽怨气 就像是风暴一样 朝着四面八方疯狂扩散 那些冤魂 全部都是死在暗影魔尊手里的无辜生灵 当年暗影魔尊在七星天狱 图了近半个天狱 不知道有多少生灵死在他手里 至少有十亿之多 如今幻化出来的冤魂 不过冰山一角罢了 可就算如此 依旧让那二十多个先帝呼吸急促 看到铺天盖地的恐怖冤魂 心境都有些不闻起来 仅一瞬间 园里就被无数冤魂所覆盖 连身影都看不到 浩然灵剑 不过就在这时候 一道平淡的声音响起来 接着 一道白光从那恐怖的庞大冤魂世界中穿过 仿佛天光破云 冲破黑暗 转眼间 越来越多的白光出现 一道道白光相续击射出来 洞穿那一道道冤魂 几乎将附近的冤魂全部清空 随着那无尽白光浮现 一个白茫茫的世界 将整个不死足区域都覆盖在内 形成了一个白色的世界 这白色世界 紧贴着天地 像是染色剂 将整个天地都染成了白色的 不过为相似 明显是用来保护九天十地的 如此一来 他们在战斗之时 就不至于损毁九天十地了 而看到这一幕 不死足牢者 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他脸色微微一变 惊骇地抬头看向园梨 羽扇观惊 一代大如园梨 难道 前辈竟然是园梨 一股久远的记忆 从丧服脑海深处浮现出来 园梨 曾在两千万年前 惊动整个九天十地的恐怖存在 其特征就是羽扇观惊 掌握极致的白 浑身浩然正气传闻 能够撼动天道 能与天道之力平分秋色 可后来莫名其妙地失踪 没有人知道 园梨去了何处 也没有人知道 园梨是生是死 丧服并非那个时期的人 只是听说过园梨的名字 或者说是听说过很多 九天十地名气极大之人的名字 其中园梨就是其中之一 园梨的名字之所以出名 便是因为这园梨是如道的至高之人 可以称之为如生 就连念书的凡人 都听说过园梨这个名字 真正意义上的如道之祖 当今很多如道圣学 都是园梨留下来的 可以说园梨这个名字 已经是人尽皆知的存在 只不过 很少有人知道园梨的形象如何 也不知道园梨到底有什么能力 唯有不死族的典籍上 稍有记载 如果园梨不施展浩然灵界的话 桑芙还没什么印象 可随着浩然灵界施展出来 桑芙立即就想到了园梨 什么 他就是园梨 紫薇先帝等人足先帝听到这话 顿时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满身浩然正气的 儒雅中年人 园梨 人族制胜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这个忽然出现的神秘古仙 竟然是传说中的如道之祖 园梨 紫薇先帝等人 甚至都不知道园梨是什么年代的 只知道有园梨这么个人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只存在古籍上的上古制胜 竟然现在还活着 这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但随之而来的 就是无边狂喜 园梨还活着 而且还如此强大 但不管对于人族 还是整个九天十地来说 都是好事啊 园梨 这是何人 满山和煮酒后土 他们听了之后 都是明显地愣了一下 显然并未听说过园梨的名字 园梨虽然在人族名气甚广 就算是人族的孩童都听说过 作为仙人圣贤一般的存在 只要读过书基本上 都知道园梨的名字 但在其他族 知道的人就少了 他们不需要学习 人族的如道文化 自然也不太可能去了解一个 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人 就像是紫薇先帝等人 不知道前修的存在一样 要知道 前修在蛮族中 也是妇如皆知的存在 所以 满山他们不知道 园梨道也正常 开明先帝 忽然目光火热地说道 园梨先生 乃是我人族如道至圣 是人族如道的开创者 于两千万年前 在中天御正道 引发天道共鸣 其地位与天道并驾齐驱 传下如道圣典之后 消失不见 两千万年来 人族一直以如道 作为传承圣典 无论何界何地 无论男女老幼 无论遇人还是智士 皆以先生的如道为上 可以说 先生的如道 影响了一亿万人 一向不怎么说话的 开明先帝 此刻语气激动 目光火热地盯着 园梨的背影 因为 开明先帝 就是一位已如入道的先帝 其大道之力 就是浩然正气 园梨作为如道创始人 在开明先帝内心的地位 可想而知 如道传承了两千万年 开明先帝本以为 先贤园梨 早就已经陨落在了 历史洪流当中 没想到 竟然还活着 开明先帝内心的那种 狂喜和火热 如何不被点燃 弟子开明 拜见老师 开明先帝 恭恭敬敬地朝着 袁梨一拜 眼神中的尊敬 难以掩饰 而其他人族先帝 也不敢不敬 赶紧拱手一拜 我等 见过袁梨先生 满山等人 文言面露震惊 难以置信 入道时引发天道共鸣 与天道并驾齐驱 这是多么恐怖的能力 而且已是 两千万年前的人物 没想到这等人物 竟然还活着 并且在最关键的时刻 出手挡住了 从无望天狱内 走出来的诡异生灵 周围不用多礼 袁梨淡然开口 只不过他的目光 一直都放在 不死民宫上的 暗影魔尊身上 暗影魔尊 自然也听到了 开明先帝等人的话 他阴森一笑 抬眼看着袁梨 人族至圣 果然是个圣人 本座杀的是 不死族族人 与你人族何干 袁梨微微摇头 倒是与我关系不大 只不过当年 我曾答应过一个人 我要多杀 狱外邪魔 和你们这些 吃里爬外的魔头 说完 袁梨手腕一晃 一把平平无奇的长剑 出现在他手里 故而 不是你杀不杀 不死族人的事 而是你就不应该 离开无望天狱 出来 我就杀 随后他在半空中 一步步朝着 暗影魔尊走去 天机老人 他们听了袁梨的话 都是目光凝重的对视一眼 袁梨之所以现身 竟然只是因为 答应过一个人 要多杀诡异生灵 和狱外邪魔而已 到底是谁 竟然有此等面子 让袁梨这等 已经影视了 两千万年的存在 出示对付这些 诡异生灵和狱外邪魔 好大的口气 暗影魔尊脸色一沉 身上灰色雾气涌动 一道庞大的虚影 逐渐在他身后凝聚而出 巨大的手掌 毫不犹豫地 朝着袁梨探下来 仅仅是余威 便震得紫威先帝等人 疯狂倒退 而袁梨的表情 却丝毫不变 脸上依旧平淡 只见他手里的 普通长剑一晃 无尽剑光散发出来 无尽浩然正气 笼罩在那长剑上 那长剑猛然飞出 洞穿了巨大的灰色大手 灰色大手猛然一顿 在袁梨身前 十寸的地方停下来 恐怖的狂风 吹动袁梨的乳袍 袁梨目光未动 继续往前走 呼 袁梨一步走出 那灰色大手 如同被风吹散一样 在他面前化作虚无 暗虚境巅峰 这一刻 袁梨的修为彻底暴露出来 就算是暗影魔尊的脸色 也是猛然一变 此刻不敢再藏桌 全身修为爆发出来 按虚境中期的修为 加上全身上下的诡异之气 全部涌出来 十亿冤魂 从他体内疯狂肆虐而出 整个不死族境内 瞬间变成了炼狱 很明显 暗影魔尊自知不敌袁梨 故而直接释放出十亿冤魂 开始对不死族族人 展开疯狂屠杀 一时间 整个不死族之内 变成了人间炼狱 哈哈 本座看你如何救那些不死族族人 暗影魔尊嚣张地大笑 桑腐脸色大变 胆请说道 诸位道友 速速救族人 说完他毫不犹豫地消失在原地 随后整个不死族境地 散发出强烈的黑气 那些黑气 便是桑腐体内的大盗之力 不死族的力量 传承于不死冥王的诅咒之力 故而 其力量也与诅咒之力颇为相似 而与此同时 其他先帝也开始行动起来 对付那些冤魂 尽可能地拯救那些不死族族人 可冤魂太多了 族族有十亿之多 每个冤魂的实力都无比恐怖 对付普通的不死族族人 完全足够 毕竟 这是暗虚境炼化出来的冤魂了 然而 实力最强的原离 并未动手去救人 而是继续朝着暗影魔尊走去 不过他看了不死冥宫一眼 也就在这时候 不死冥宫内 响起一道沙哑的声音 你 有取死之志 那声音瞬间传遍整个不死族境内 接着在他人看不到的不死冥宫身处 一只干枯的手破土而出 而在那只干枯的手旁边 不死冥王的肉身盘膝而坐 似乎在等待着这只手的主人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不死冥宫内席卷出来 就在干枯的手破土而出的瞬间 不死族境内的每一寸土地 都冒出了一只黑色的手 那些黑色的手并非真正的手 而是一只只由黑色湿气凝聚而出的手 无尽密密麻麻的手 像是从地狱深处冒出来 拽住那些在肆虐的冤魂 那些冤魂毫无反抗之力 被那些手拽住之后 拉进了土里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不管他们如何挣扎 都无法抵抗他这手 一瞬间 整个不死族境内的所有冤魂 在这一刻 暗影魔尊释放出来的冤魂在此刻 全部消失 原离看着不死冥宫 目光闪过一抹复杂 你终于醒了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暗影魔尊察觉到 自己炼化出来的冤魂 在此刻全部消失 与他失去了联系 顿时脸色大变 难以置信地低头 看向脚下的不死冥宫 此刻不死冥宫内 散发出恐怖的气息 那气息内满是阴府气息 宛若有无尽腐尸一般 令人头皮发麻 但更为恐怖的是 那阴府气息内的强大威压 那股威压 就算是暗影魔尊感受到了 也是头皮发麻 有种强烈的恐惧感 那是 玄神镜的恐怖存在 不死冥王已经陨落 不死族怎么可能还有 如此强大的存在 暗影魔尊低呼一声 对眼前这一幕 有些难以置信 此时此刻 桑福等先帝也愣住了 原本他们是在 节力就不死族族人 可忽然看到 无数黑气所花的手 从地底冒出来 精准地拽住每个冤魂 将那些冤魂 拽入到了地底 尽管那些冤魂不停挣扎 也无法挣脱黑手的琴拿 纷纷发出惊恐的惨叫声 消失在了他们面前 这到底什么情况 那些黑手是什么东西 他们看得出来 那些黑手 都是由湿气凝聚而成 应该是某人施展了神通 精准地将那些冤魂 全部拽进了地里 解决了那些冤魂 那到底是谁 恰好在这时候 他们也听到了 不死民宫内 响起的沙哑声音 随后就是原理说的 你终于醒了的话 接着便是暗影魔尊 难以置信的惊呼声 这到底什么情况 好像是不死民宫内 也有强大的存在 陈若玄和北辰先帝 两人靠得比较近 他们对视一眼 都在彼此眼中 看到了郑重之色 随后他们没有犹豫 迅速来到了不死民宫上方 此刻 桑福紫薇先帝和天机老人 他们都已经过来了 每个人脸上的震惊 都没有丝毫掩饰 显然他们和陈若玄 北辰先帝一样 都被刚才那一幕给震惊了 不死民宫内 竟然还有强大存在 他们几乎一瞬间 就想到了天机老人 提到的一线生计 莫非 所谓的一线生计 就是不死民宫内的恐怖存在 只见不死民宫上方 有强大且恐怖的 黑色气息笼罩 黑色气息内 散发出强烈的腐朽气息 到底是什么人在里面 桑福道有 你们不死民宫内 还有隐士的前辈 紫薇先帝不由地问道 桑福心里也万分疑惑 他微微摇头 老夫曾去过不死民宫 却从未见过什么强大的存在 族内的古籍 也没有任何相关记载 此事老夫不清楚 陈若玄疑惑道 那此人是谁 众人面面相去 北辰先帝说道 莫非是天机推演出来的一线生机 此话令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他们其实也有这个想法 唯有开明先帝 朝着袁梨拱手道 老师 不知这不死民宫内 究竟是谁 所有人都不由看向袁梨 是啊 袁梨刚刚说过一句话 你终于醒了 很明显 袁梨应该认识 不死民宫内的恐怖存在 袁梨依旧在朝着暗影魔尊走去 不紧不慢地道 他是师祖 此话一出 所有先帝的脸色都变了 师祖 不死民宫内的恐怖存在 竟然是师祖 传说中的师祖不死不灭 虽然并非开天古仙 可也是九天十地 仅次于开天古仙的那些大能 没想到 这不死民宫内的恐怖存在 竟然是传说中的师祖 难道天际老人推算出来的一线生机 就是这师祖 若是师祖的话 确实算得上是一线生机了 十大古仙开辟九天十地以来 除了他们自身之外 在开天之初 还诞生了不少强大的生灵 师祖就是其一 还有比如说人族的仙祖 洛神族的洛神 妖族的地族等等 这种生灵被称之为先天生灵 只不过 这些强大的先天生灵 除了洛神庇佑整个洛神族之外 其余的几族先天生灵 几乎不管族内事情 也无人知道 他们是死是活 就连暗影魔尊听了原离的话 也是脸色大变 惊道 这怎么可能 师祖不是也已经死在了 当年那种浩劫吗 怎么可能还活着 话是这样说没错 可暗影魔尊 显然不敢再留在这里 当即化作一道灰色的风 瞬间消失在原地 想要离开这里 可原离却微微摇头 那把早已回到他手里的 普通长剑一抖 再次飞了出去 穿破虚空 洞穿了想要逃顿的暗影魔尊 暗影魔尊跌跌撞撞地 从虚空中走出来 胸口已经被洞穿 透明的身躯正在迅速溃散起来 不过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抵御那破坏之力 他的身体一边在被破坏 一边在恢复 别白费心机了 你杀不了我 暗影魔尊怒吼一声 再次融入虚空 冥王都杀不死我 更何况 你区区暗虚境巅峰 是吗 原离缓缓抬头 脸上古井无波 抬手一点面前的长剑 一道白光覆盖在长剑上 他说道 当年师祖找到我的时候 曾传授过我一种手段 说可以斩杀你们这些诡异生灵 也不知真假 说完 原离一挥手 那带着一缕白光的长剑一晃之下 再次将融入到虚空的暗影魔尊逼出来 这次 白光如消融积雪的烙铁 迅速融化着暗影魔尊透明的身躯 怎 怎么可能 暗影魔尊浑身颤抖 眼神中终于露出了一丝惊恐 你 你竟然斩断 本座与诡异之缘的联系 连不死明王都做不到的事情 你为何能做到 原离手上泛着白光 没有理会暗影魔尊 嘀咕道 他不曾欺我 啊 暗影魔尊 发出凄厉的嘶吼声 死亡的阴影 让暗影魔尊 发出疯狂的惨叫声 他怒吼一声 施展出最后的诡异之气 想要再走之前 再次带走几个先帝 那些先帝下的狂退不已 然而随着原离的意志 无尽白光闪现 覆盖了暗影魔尊 他的诡异之气无法溢散 被死死地封锁在他体内 我恨 暗影魔尊愿毒的声音传出来 你能杀我 我就不信你一人 能杀我们无尽诡异圣体 我不过是最弱的一个罢了 他们即将脱困 定会为我复仇 原离表情不曾变化 手中白光更甚 我不介意他们来送死 原离手中的白光 彻底将暗影魔尊覆盖 片刻后 暗影魔尊的气息彻底消散 一个暗虚境的恐怖存在 就这样被原离不费吹灰之力 轻轻松松抹杀 所有先帝都无比惊恶地看着原离 好可怕的实力 难道这就是暗虚境之间的差距吗 陈若璇有些惊骇地说道 他们早已知道 暗影魔尊是暗虚境中期 而原离的修为 则是暗虚境巅峰 两者差了两个小境界 但实力的差距却是天差地别的 那暗影魔尊在原离手里 连一丝反抗之力都没有 甚至想逃都逃不掉 同为暗虚境 亦有差距 相比较而言 我反而觉得 原离前辈能够斩杀诡异生灵 更加令人震撼 紫薇先帝语气激荡地说道 其他先帝文言也是点点头 是啊 暗影魔尊说过 就算是不死明亡 也无法斩杀他 很明显 暗影魔尊在三千万年前 因为屠戮半个七星天狱 被丢进无望天狱内后 与诡异之园融合 不但修为得到增强 也成就了不死之身 只要诡异之园没有被斩断 那么暗影魔尊这种诡异生灵 是根本就不会死的 就算被斩杀了 也会在无望天狱重生 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 哪怕十大开天古仙 也只能将他们镇压 而没有将他们斩杀的原因 毕竟 开天古仙那可是超越暗虚境的存在 至少也是悬神境 这种程度的存在 杀一个暗影魔尊 甚至都不用动手吧 只需要一个眼神 就能将其斩杀 可他们并没有杀 仅仅只是将其镇压 由此也能看得出来 暗影魔尊所言非虚 然而 袁黎却真的将暗影魔尊 彻底抹杀 这等手段堪称恐怖 丧服说道 袁黎前辈说过 此等手段是师祖教给他的 师祖为何会开天古仙 都不会的手段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远处的不死民宫上 师祖 竟然能做到这一点 难道他就是巫神 所说的那个人吗 可以看得出来 狱外邪魔虽然恐怖 但至少是能杀得死的 而巫神之所以说真正的劫难 是在那些恐怖的诡异生灵 和天人衰竭 最大程度便是因为 诡异生灵杀不死吧 十大开天古仙还在的时候 能够将他们镇压在无望天狱 十大开天古仙陨落后 他们该如何度过这号检 如今袁黎的出现 明显带来了转机 袁黎可以做到 十大开天古仙做不到的事情 斩杀诡异生灵 而这种手段 来自于师祖 于是他们也就在猜测 巫神所说的那个人 可以带他们度过浩劫的人 难道就是师祖吗 想到这里 紫薇先帝他们 都不由得有些激动起来 而斩杀了暗影魔尊的袁黎 他收起了自己的长剑 转身看向不死民宫 承诺的事情我会完成 希望你也不要食言 袁黎轻声开口 好 不死民宫内 传来沙哑的声音 随后袁黎没有留在这里 身影一闪消失在天地间 青铜骨关旁 一直在关注着不死民宫的 紫衣古仙猴头一跳 骂骂咧咧的道 没想到师祖这家伙还活着 袁黎这次与师祖有关系 那有点难办了呀 帝将等人面面相去 对紫衣古仙逐渐有些佩服起来 这家伙竟然还在打袁黎的主意 与此同时 不死民宫内 一具干枯的尸体 从地底爬出来 身上没有几两血肉 就连眼睛都是空荡荡的 看起来极为恐怖 但这具肉身 却是传说中的师祖 也就是秦里的一具傀儡 或者可以说是一具炼尸 实际上 师祖早就已经死在了吴望天狱 一万多年前 秦里在吴望天狱发现了师祖 当时的师祖并未身亡 只不过到了弥留之际 师祖想要妄图夺射秦里 结果被秦里反杀 秦里便将师祖的尸体 炼化成了自己的炼尸 后面开始布局时 他才将这具尸体 炼制成了不死傀儡 实际上 现在操控这具傀儡的 不过是秦里的一道神石罢了 后来 秦里控制着师祖傀儡 前往古仙圣地 寻找一种材料的时候 意外闯进了元梨的领地 与元梨一战 很轻松地战胜了元梨 并且稍稍指点了元梨 元梨也是在那时候 连破两个境界 达到了暗虚境巅峰 故而 元梨答应了秦里的一个要求 恰好秦里那时候 已经开始布局 于是便将元梨也算在了旗内 这才有了后面的事情 师祖傀儡抬手一指 那盘西坐在一边的不死冥王 肉身走到师祖傀儡旁边 盘西坐下 两者开始融合起来 只需融合成功 师祖傀儡的修为 就会踏入圣君境 而秦里的计划 也会更进一步 神陨之地内 秦里正在喝酒的动作顿了一下 诡异生灵的脱困速度 倒是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更快一些 仅凭元梨 恐怕很难 对付得了那些诡异生灵 不过 巫神傀儡即将突破到圣君境 倒也不用担心 秦里嘀咕一声 继续喝酒 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 都已经陷入沸腾之中 不死民宫发生的事情 他们都亲眼看到了 他们看到了 诡异生灵的可怕之处 也见到了园里的强大 更知道了 原来师祖还活着 并且 师祖已经掌握了 可以斩杀诡异生灵的手段 做到了十大古先 不曾做到的事情 不死民宫发生的一切 都可以说是 狠狠地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没想到传说中的师祖 竟然还活着 那诡异生灵确实恐怖 最弱的 竟然都有按虚境的修为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还杀不死 难怪十大古先兜 只能将他们镇压 也不知道那诡异之缘 到底是什么 竟然如此可怕 怕什么 不是有师祖 和如道之圣原离前辈吗 我怀疑 师祖就是乌神说的那个人 可以带九天十地 度过浩劫之人 九天十地的修士 议论纷纷 都在讨论着这件事 尤其是那些人族修士 他们每一个都无比激动 这段时间以来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可据焦点 都在乌族和蛮族 除了秦礼之外 他们人族在九天十地 似乎已经没多大的关注度 可如道之圣原离的出现 无疑给他们打了一针兴奋剂 原来 他们人族除了秦礼之外 还有如此强大的存在 那可是能够斩杀 诡异生灵的存在 连十大古先都做不到 如果他们知道 这一切 不管是乌族还是蛮族 或者是不死族发生的这些事情 都是秦礼在背后操控 不知道他们会做何感想 此时此刻 古先圣地深处 某个鸟语花香 如室外先进仙山之上 一个仙童急匆匆地 走到了一座宫殿前 惶恐地跪拜下来 仙祖 师祖现身了 进来 一道冷漠没有感情的声音 从宫殿内转出来 仙宫大门缓缓打开一条缝隙 仙童有些惶恐地走进仙宫内 宫殿漆黑 隐约可以看到 一个穿着白衣的男子 盘膝坐在一个白玉椅子上 他全身仿佛有无尽道运环绕 一呼一息之间 都与周遭环境融合 充满了道运 其修为更是深不可测 此人便是人族除了古仙之外 最强大的生灵之一 仙祖 始祖在何处 仙祖轻声开口 语气平淡 仙童赶紧跪下 惶恐地说道 再不死民宫 不死民宫 仙祖语气带着一丝疑惑 他并非不死族之人 为何会再不死民宫 仙童赶紧道 弟子也不知 随后 仙童将不死民宫 以及九天十地 最近发生的事情 一一说了出来 仙童受仙祖的致命 时刻观察九天十地 发生的事情 其最重要的 就是寻找师祖 以及其他强大生灵的下落 一旦有了对方的下落 第一时间前来禀告 至于其他事情 不用前来 故而 仙童尽管吃惊于九天十地 最近发生的事情 却也没有来打扰仙祖清修 直到师祖献身 仙童才敢前来汇报 没想到九天十地这段时间 竟然发生了如此多的事情 情理 巫神之关内的神秘人 还有师祖 仙童尼喃着道 巫神和不死民王的肉身 都已经离开了无望天狱 看来九天十地的劫难 又要降临了 顿了顿 仙童又道 继续关注 有事情随时禀告于我 仙童犹豫片刻 但还是问道 仙童 您不去找师祖的麻烦了吗 仙童淡淡道 九天十地劫难将至 若他们过不去这劫难 就算找了师祖麻烦 又如何 待他们度过劫难再说 是 仙童 仙童老老实实地应了一声 然后缓缓退出了仙宫 直到仙童离去之后 仙宫大门彻底关闭 仙祖才尼南道 劫难将至 元疯子竟然只为了一个承诺 离开古仙圣地 不愧是元疯子 倒是那拿到巫神肉身 和不死民王肉身的神秘人 又是何人 莫非 是那几位 他说的那几位 自然也是指 与师祖和他修为 相差不了多少的仙天生灵了 那仙童离开仙宫之后 来到了仙宫旁边 一个稍小些的宫殿内 只见宫殿内 有好几个身穿白衣的仙童仙女 仰头盯着上方画面 宫殿上方 充满了阴晕的气息 在那些五彩斑斓的气息中间 有着密密麻麻的画面 每个画面都显示着不同的地方 其中最显眼的四个画面 便是巫族的巫神之灵 蛮族的蛮神殿 无望天域外的青铜骨冠 以及不死民宫 明月 仙族怎么说 一个长相俏丽 眼神有些调皮的白衣女仙 笑嘻嘻地问道 那刚才从仙宫出来的仙童 不过十二三岁大小 明眸好齿 唇红齿白的 倒也招人喜爱 正是此地年纪最好的明月 明月抹了一把冷汗 她说道 仙祖让我们继续观察 浩劫未结束之前 万万不要离开仙宫 众人听了后松了口气 刚才那有些调皮的女仙问道 你就没有问仙祖 要些什么赏赐 明月惊道 莉儿姐姐 你不要让我活了 哥哥 莉儿调皮地笑了笑 你们说那个秦吏 到底是什么人啊 以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其他仙童都摇摇头 表示不知道 随后 莉儿瞧向明月 明月 你就没有问过仙祖 明月摇头道 仙祖没提过 我也不敢问 莉儿不屑地摇摇头 没胆 我倒是对秦吏挺感兴趣的 下次 我去问问仙祖便是 明月道 我不信你敢问 莉儿鼓着腮帮子道 不行 你必须得信 其他仙童纷纷笑了一声 纷纷表示 不相信莉儿敢问 莉儿顿时急了 哼哼了几声 不理他们仰头去看画面了 而明月则说道 说来也奇怪 仙祖的天眼通 可是比天道之眼还要厉害 竟然也找不到秦吏所在之地 也不知道这秦吏到底在什么地方 此刻 不死明王上方 随着原离的离去 整个不死族 境内的白色全部退去 不死明宫也恢复了 诡异阴森的气氛 陈若璇看了看下方的不死明宫 不由道 我们现在还要进入不死明宫吗 此话一出 这二人一个是带领他们寻找一线生机的 一个是不死族的首领 而不死明宫又是他们的圣地 自然也需要询问桑福了 桑福想了想 随后拱手朝着不死明宫深深一拜 晚辈不死族桑福 想入宫祭拜 不知前辈可否应遇 声音浩浩荡荡 传进了不死明宫内 但里面一点回应都没有 这让众人面面相去 难道师祖并不想让他们进去 可师祖看起来 似乎并不是那种穷凶极恶之人 至少他要求远离在关键时刻 诛杀诡异生灵 自己也保护了无数不死族族人 天机所示 不死明宫内有一线生机 我们若不进去看看 也无法得知 可师祖前辈在内清修 我们也不好贸然闯入 既然如此 不如老夫再沟通天道 推演一二吧 看看接下来的路究竟如何 天机老人似乎下定了某个决心 说完之后 他盘膝坐下 开始尝试沟通天道 可就在这时候 陈若玄他们忽然发现 天机老人身上的气息 在提升 陈若玄惊讶地说道 紫薇先帝他们也是 惊讶不已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就连天机老人 自己也在这一刻睁开了眼睛 眼中闪过一道莫名的光彩 九天十地的本源之力 增强了 天机老人语气振奋 浑身气息在此刻疯狂攀升 就像是绝地的大坝 洪水在此刻狂泻而出 天机老人 那沉寂了数十万年 不曾动弹过的修为 此刻终于打破了智骨 恐怖的天地元气 就像是不要钱一样 疯狂地涌入到天机老人的身体之中 紫薇先帝等人 看着眼前这一幕 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天机老人竟然会在这时候 突破境界智骨 冲击混元境 天机前辈的修为 为何会在这时候突破 陈若玄满脸不解 其他人都眉头皱起 也有些想不通 要知道 曾经天机老人 为了冲破智骨 踏入混元境 不知道了尝试了多少方法 可最终还是没能打破智骨 踏入那传说中的混元境 也没能掌握本元之力 可现在 一切都像是水到渠成 他的境界说破就破 太奇怪了 遥光女帝似是想到了什么 轻声开口 应该是十大古仙 对吾望天狱的 诡异生灵镇压减少 从而导致九天十地的 本元之力有所回源 而天机前辈 本身便与九天十地融合 九天十地的 本元之力回源后 他自然而然 就会踏入混元境 遥光女帝这番话 顿时令所有仙帝都 恍然大悟 确实 之前巫神就说过 十大古仙将 诡异生灵 镇压在吾望天狱 实际上是借用了 九天十地的 本元之气 一开始的时候 借用的还不算多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被丢进 吾望天狱的魔头 越来越多 需要的本元之气 也就越来越多 一直到现在 几乎整个九天十地的 本元之气都被抽干 全部用以镇压 那些诡异生灵 也就导致 整个九天十地 难以再有新的 混元境诞生 毕竟本元之力 都已经被抽干了 九天十地 连本元之力都没有 先帝怎么去掌握 本元之力 如此一来 想要突破先帝境界 踏入混元境 也无异于痴人说梦 哪怕天际老人 以自身融合九天十地 也没有感觉到混元境 而现在 巫神和不死明王的尸体 都已经被王静一 和陈凡带出了 吾望天狱 吾望天狱九大区域 其中两个区域 失去了开天古仙肉身镇压 那些诡异生灵 也陆续破开镇压封印 如此一来 那两大区域 用来镇压 诡异生灵的本元之气 也没了用处 自然也会回流到九天十地 而天际老人 与九天十地融合 开始或许还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他并未沟通天道 身体也没有融合九天十地 去感悟那本元之力 可现在 他需要去沟通天道 生命与九天十地融合 那么瞬间 就能察觉到 九天十地的变化 而他的修为 也开始飞速攀升起来 想通这些之后 众先帝恍然大悟 同时 他们也有些振奋起来 正所谓俘获相依 也就是这个道理吧 虽然诡异生灵 有了喘息的机会 可以冲破无望天狱 报复九天十地 可对于紫薇先帝他们来说 也同样有一个机会 可以去冲击更高的境界 之前九天十地的本元之气 被抽干 先帝已是极限 他们想要更进一步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现在 随着本元之气 开始变得充裕起来 他们也明显感觉到 到修炼起来 没有那么困难一些 像紫薇先帝 开明先帝这等 已经在先帝初期 停着非常久的人 几乎已经感受到 自己快要踏入先帝中期 诸位 老夫先去混元镜瞧瞧 天机老人微微一笑 眼神中露出一丝振奋 随后闭上双目 开始运转天地之力 疯狂地感悟着 那本元之力 天机老人 已经与九天十地融合 那本元之力 就跟他的一样 感悟起来不费吹灰之力 转眼间 便掌握了天地规则之力 他走的道本 就是天地规则 感悟天地规则 运转天机 对于他人来说极为深奥 可对于天机老人说来 却非常简单 他很轻松 就掌握了整个九天十地的运行规律 他的修为也在这一刻 非常轻松地踏入到混元镜之中 令人意外的是 天机老人踏入混元镜 并没有异象 与之前七沙摩帝和白华先帝 踏入混元镜的恐怖异象 以及万古葬仙之节 有天壤之别 给人的感觉 仿佛天机老人 本来就应该是这个境界 他并非是突破 而是之前隐藏了修为 现在将修为展露出来而已 而且 最令人诧异的是 他的修为在突破混元镜之后 并未就这样停下来 还在持续地提升 转眼间提升到了混元中期 还在继续提升 一直到混元后期 才终于停了下来 但整个九天十地 一直都处于平静当中 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可对于那些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天机老人的修为 真的达到了混元后期 而且还是短短一日之内 天机老人睁开双目 那双眼睛里 像是包容万象 蕴含了整个天地那么深邃 恭喜道友 终于踏入混元镜 恭喜前辈 成就混元 前辈为我们带来了 希望的曙光啊 众先帝涌上来 无不是面露激动的恭贺 天机老人踏入混元镜 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 也是他们所有先帝的事情 同样是整个九天十地的喜事 他能踏入混元镜 就说明 其他人也是可以踏入混元镜的 这与蛮山的那种混元镜 完全不同 然而 天机老人的目光却微微闪烁 其内藏着一丝忧郁 紫薇先帝观察入微 察觉到了天机老人 并未因此而高兴 反而心情有些沉重的样子 紫薇先帝问道 道友 你可是察觉到了什么事情 所有人都停顿下来 盯着天机老人 天机老人犹豫片刻 还是叹息一声 刚才在突破的时候 老夫沟通了天道 看到一些很不好的东西 听了天机老人的话 所有人的心情都是一尘 陈若玄问道 前辈 你看到了什么 可是 浩劫 天机老人微微摇头 老夫本想看看浩劫的事情 以及情理 但发现浩劫和情理 皆已上升到 老夫无法推演的程度 无奈之下 老夫另提西径 推演老夫自己 从而看到了一些东西 听了这话 所有人的脸色 都是微微一变 浩劫无法推演 便也算了 毕竟那是关乎 整个九天十地的事情 就连十大开天古仙 也难以抵御 天机老人的修为 虽然提升了 但是想要去推演浩劫 还是有些不现实的 之前他推演的 也不过是 域外邪魔入侵的 一线生机而已 而不是域外邪魔入侵后 所带来的天人衰竭 现在直接去推演天人衰竭 没有那个能力是正常的 可问题是 竟然连情理都无法推演 那情理到底有多厉害 陈若璇满脸震惊 前辈 你在数月之前 上还能推演情理 为何现在又无法推演他了 其他人也是有些疑惑 之前天机老人的修为 还未踏入混元禁时 就已经推算过情理 那时候 付出了心神受损的代价 也算是看到了情理 一些以前的事情 至少知道 域外邪魔被情理镇压之时 可现在天机老人的修为 已经踏入混元后期 竟然直接无法推演情理了 这让许多先帝 都表示无法理解 天机老人微微摇头 脸色凝重地道 虽然现在 老夫已经混元后期 可修为越高 越是能感受到情理的恐怖之处 他远远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更加恐怖 听了此话 其他先帝都是面面相去 内心对情理越发好奇起来 这个只修炼了三万年的青年 在他们心目中 越发神秘起来 不过这时候 紫薇先帝则问道 道友 你说无法推演情理之后 便开始推演自己 你推演自己后 可否看到了什么 其他先帝也反应过来 再次看向天机老人 实际上 天机老人的这个方向 非常正确 既然无法推演情理 那么就推演其他人 也未必不是一个办法 如果天人衰竭 最终还是会降临的话 那么推演其他人 看其他人的命运 不就可以了吗 若其他人最终能活下来 那么就代表着 天人衰竭 或许没那么可怕 或者说是 他们就能从天人衰竭中 活下来 巫神说的那个人 会在关键时刻出现 带领他们度过天人衰竭 若是活不下来 那自然也不用多讲 是什么结果 而天机老人 与九天十地融合 推演他自己是 最合适的 若天机老人最终陨落 那就代表 整个九天十地 就已经毁灭 天机老人深吸一口气 他抬头看向 无望天狱的方向 老夫看到 无望天狱的诡异生灵 全部冲出灰色雾气 漫天的诡异生灵 将灾难提前 众仙帝文言 道吸一口凉气 诡异生灵 全部冲出灰色雾气 将灾难提前 陈若玄脸色一变 惊骇道 何时 天机老人说道 三天之后 三天之后 怎么会这么快 陈若玄惊呼一声 难以置信道 三天后所有的诡异生灵 都会冲出无望天狱吗 可现在 不是只有无神和不死明王的尸体 离开了无望天狱 按理说 只有两大区域的诡异生灵 能冲出来才是 其他先帝也点点头 无望天狱九大区域 只有两大区域的镇压解除 另外七大区域 依旧被镇压中 按理说是 不会有诡异生灵 冲出来的才是 可天机老人却说 全部诡异生灵 将会冲出来 这未免有些奇怪 好在天机老人解释道 并非三天后全部冲出来 而是从三天后开始 陆续会有诡异生灵 冲出无望天狱 而且 另外七大区域 也会陆续解除镇压 到最后 老夫的修为 会踏入玄神境巅峰 听到此话 陈若玄等人都是 倒吸一口凉气 玄神境巅峰 就连会员境 他们都不敢奢侈 更别说后面 还有按虚境 唯有踏破按虚境 才是玄神境 然而 天机老人的修为 竟然会达到 玄神境巅峰 这已经是他们 听说过的最高修为了 陈若玄等人 都不由得精神一阵 有些激动起来 若天机老人的修为 能到玄神巅峰 那他们度过劫难 说不定会更有希望一些 陈若玄激动地说道 那太好了 天机前辈你的修为 能到玄神巅峰的话 那在你的带领下 我们岂不是能 很轻松度过危机 然而 天机老人却微微摇头 老夫不知道 陈若玄的笑容 戛然而止 不解道 这又是为何 难道你在推演中 没看到吗 天机老人点点头 嗯 老夫只看到 所有的诡异生灵 冲出无望天狱后 画面便戛然而止了 陈若玄等人皱眉 紫薇先帝则奇怪道 这不应该啊 你都能看到 自己踏入玄神巅峰 为何看不到后面了 只有一个可能 便是老夫陨落了 天机老人语气沉重地说道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连呼吸声都消失 片刻后 陈若玄激道 这怎么可能 你都已经玄神进巅峰了 怎么可能会陨落 天机老人摇头不语 眼神明暗不定 明显对于自己推演的真实性 是很信任的 所有先帝都沉默下来 每个人内心都升起一缕绝望 三天时间很快就过去 这三天内 紫薇先帝等人 纷纷回到了自己的道场 布置好后面的事情 将一些事情交代下去之后 再次来到了无望天狱之外 虽然明知道 是有九死一生 可他们还是最终守在了无望天狱 决定 以自己等人的身躯 第一个 面对那些冲出来的诡异生灵 这 就是身为先帝 应该尽的责任 哎 老子这也没个子孙后代 更没有徒子徒孙 竟然也跟着你们冲在第一线 在此地送死 徒什么呢 北辰先帝把玩着手里的小剑 有些无奈地说道 陈若玄哈哈一笑 北辰 你的徒子徒孙可不少 这世上崇拜你的剑修可多了去 他们都是 你的徒子徒孙啊 北辰先帝不屑一笑 拉倒吧 若是换作以往此话 倒也不假 可自从情理横空出世后 那家伙不但抢走了老子的气域 甚至连你说的那些徒子徒孙都跑路了 哈哈 陈若玄一脸幸灾乐祸 也就在这时候 无望天狱内的那些灰色雾气 在此刻开始翻滚 一个灰色的身影从里面走出来 看来 你们还挺自觉的 早已提好脑袋等着本作 一道森冷的声音响起来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无望天狱中散发出来 那灰色人影冲出来之后 几乎没有任何停留 当即就朝着紫薇先帝等人席卷而来 几乎在那灰色人影冲出无望天狱时 其身影瞬间化作四十多道 然后朝着现场的每一个人都袭击而去 那些灰色人影速度极快 每一个的修为竟然都在混云后期 他们都看得出来 这些灰色人影是由第一个灰色人影分裂而成的 如果那灰色人影不分解的话 其修为在暗虚境中期与暗影魔尊一样 现在分裂成四十多份以后 虽然只有混云后期 可实力已经超过了其他那些先帝 太多太多 紫薇先帝等人面色大变 毫不犹豫地施展出压箱底的手段 想要阻拦那些人影 可那些人影还没到 紫薇先帝等人就受到那恐怖的气息影响 浑身颤抖 张口便吐出鲜血 如断线的风筝 倒飞出去 根本就无法抵挡那恐怖的气息 唯有蛮山怒吼一声 全身修为爆发 手持开天神斧 一斧头将面前冲来的灰色人影 披成虚无 可他也只有混云初期 凭借开天神斧能对付一个已经是极限 想要帮其他人解围 却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算是天机老人 也仅仅只是拦住了三个人影而已 无法拦截其他人影 眼瞅着那些先帝就要被诡异人影追上 可就在这时候 无数道剑光从天而降 那些剑光速度极快 敢在人影攻击那些先帝之前 迅速将那些人影动穿 那些人影固然有混云后期的修为 可在剑光面前直接摆给 解除掉所有人危机之后 一个儒雅中年人迈着轻松的步伐 从虚空中走出 来到无望天狱出口处 手持一把平平无奇的长剑 淡淡地看着那翻滚的灰云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人族的如道圣人 袁梨 是袁梨前辈 陈若玄看到这一幕 心神一震 赶紧拱手一败 多谢袁梨前辈出手相救 紫薇先帝等人 也纷纷看向袁梨 纷纷拱手一败 松了口气 多谢袁梨前辈 袁梨淡淡道 你们都远离此地吧 这些诡异生灵 你们不是对手 你们的任务 是两年后的域外邪魔 说完袁梨一抬手 磅礴的浩然正气席卷而出 瞬间便将包括天机老人 在内的所有先帝 全部卷了出去 直接到了上万里之外 袁 前辈 我没事 我要在此地守护主上 这时候 一道紫光出现 紫衣古仙又回到了原地 落在了青铜骨关面前 袁梨瞥了一眼紫衣古仙 又将目光放在了那口骨关上 随后道 就凭你 还不够资格 顿了顿 袁梨又道 放心 有我在 那些诡异生灵 不可能伤得到骨关内的人 紫衣古仙嘀咕一声 想了想后说道 前辈 你应该知道我的 如果有危险 我肯定第一个跑路 放心好了 袁梨文言没再多说 而是看向远处 正在翻滚的灰色雾气 雾气翻滚中 之前那灰色人影 再一次出现 显然 刚才那些分裂出来的人影 并非他的本体 袁梨所杀的 不过是一些幻影罢了 结结结 暗影就是你杀的 那人影缓缓从灰色雾气中走出来 身上灰色涌动 身体急促膨胀 达到了数百丈之巨 低头看着袁梨 就仿佛在看着一只蝼蚁 可袁梨却连正眼都没有瞧过他 只是抬手一挥 白光闪烁 那把看似普通的剑速度极快 带着凛冽的白光 瞬间洞穿了巨大人影的眉心 那巨大人影浑身一颤 眼中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接着身体迅速溃散 哪怕他的身体无比庞大 足有数百丈之巨 可是依旧在短短数息之内消散 无影无踪 而那人影再也没有从雾气中出现 彻底被袁梨给抹杀 或许那诡异生灵到死也没有想到 袁梨的剑真的能杀他 袁梨从始至终都没有理会过那诡异生灵 在将诡异生灵斩杀之后 抬手一指那把剑 那把剑立即放大 化作数万丈大小的恐怖巨剑 直直插入云霄 立于半空 无望天狱内 任何诡异生灵敢敢跨出半步 杀 袁梨没有感情的语气 回荡在附近 也传进了无望天狱内 一个满身如气的人 此刻说出来的话 却是带着无尽杀法和决绝 仿佛一尊杀神 说完之后 袁梨在半空中盘膝而坐 闭上双目 静静等待 万里之外的紫薇先帝等人看到这一幕 无不是呼吸急促 震惊不已 袁梨的恐怖 再一次地刷新了他们的认知 那诡异生灵在他手里 宛若手无腹肌之力的小鸡仔一样 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太简单了 看到这一幕 他们也是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 看来有袁梨前辈在 无望天狱的诡异生灵 应该掀不起什么风浪来了 陈若玄吐出一口气说道 然而 天机老人却依旧一脸忧愁 只不过他并未说话 与此同时 紫衣古仙看到这一幕 目光闪烁 震惊不已 没想到他的修为 竟然恐怖到如此程度 我记得 他在一万多年前 还只是按虚境中期才是 这才一万多年就达到巅峰 也不知道有什么造化 想了想 紫衣古仙飞到袁梨身边 带着凤城说道 前辈 你这杀剑 已经越来越纯熟了 连诡异生灵都能杀 真是厉害啊 袁梨盘歇而坐 一动未动 紫衣古仙见此 也不觉得尴尬 同样坐在他身边 笑呵呵道 那个 你一个人杀这些诡异生灵也怪难的 不如你教教我 怎么杀他们 我也帮你出一份力啊 若是有混元进的诡异生灵 就不劳烦 你出手了 袁梨道 你学不会 紫衣古仙眼角一抽 不用这么打击人吧 你教都还没教我啊 袁梨抬手一点紫衣古仙的眉心 一道白光 涌入紫衣古仙的脑袋里 紫衣古仙浑身一颤 随后开始接收袁梨传给他的剑法 片刻后 袁梨收回手 紫衣古仙瞪大眼睛 心中震惊 这 这剑法 怎么如此熟悉 与主上的极为相似 当年秦李前往古仙圣地之时 曾一剑杀了紫衣古仙 和另外一个古仙 当时的秦李仅仅指出了一剑 可那一剑 却让紫衣古仙刻骨铭心 毕竟 那可是要了他一条幸运的一剑 紫衣古仙如何不记忆犹新 哪怕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万多年 哪怕他曾经忘记了部分记忆 也永远不可能忘记那一剑的 而现在 袁梨在他石海内掩饰的那套剑法 其中有一剑 与秦李杀他的那一剑 一模一样 这让紫衣古仙难以置信 袁梨施展的剑法 为何会与秦李有关 紫衣古仙转身看向那青铜骨关 眼神闪烁 你说 你跟我主上到底什么关系 莫非 你早就背着我 成了我主上的狗 紫衣古仙下意识地说道 白痴 袁梨目光不变 没有在搭理紫衣古仙 而是在原地盘膝坐下 目光淡淡地看着 无望天域内的磅礴雾气 平淡的目光中 散发着一缕不易察觉的杀气 紫衣古仙浓固一声 哪有读书人的样子 这声音虽然小 但也足够被原离听到 当然原离依旧是当作 没有听到的样子 紫衣古仙自觉无趣 又回到了青铜骨关前 仔细回味着刚才的那些剑法 他知道原离这人说一不二 既然传授给了他 那就绝对不是什么虚假的剑法 肯定是对那些诡异生灵 有着斩杀作用的 若是 他能研究透彻这剑法 说不定以后 也能杀诡异生灵 这剑法确实有一招 与主上万余年前施展的 那一招一模一样 他们到底是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 当年主上在斩杀了我以后 还找到了原离 收原离为图 紫衣古仙暗暗想到 越发觉得事情不简单 随后他暂时将此事放下 然后他开始细细参悟那套剑法 他就不信 凭借他混原禁的恐怖修为 还不能参悟一套剑法了 于是 紫衣古仙开始在古关旁 仔细参悟起那套剑法 结果 半个时辰过去之后 紫衣古仙皱着眉头睁开眼睛 什么狗屁剑法 一窍不通 这根本就不是一套完整的剑法啊 总是在关键的时候 缺一两个字 逗我完呢 紫衣古仙骂骂咧咧 原本想要去找原离的麻烦 结果抬眼就看到 原离一剑斩杀了一只 暗虚静后期的诡异生灵 顿时愣了一下 只觉得背脊发凉 硬生生按捺住内心的冲动 还是不要去找原疯子的好 不然他真发起风来 那是连仙祖都敢对的人 要真动了杀星杀他 谁也拦不住 因此 紫衣古仙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也就在这时候 越来越多的诡异生灵冲了出来 那些诡异生灵 全部都是暗虚静的存在 之前的暗影魔尊 显然是在吹牛逼 它并非是诡异生灵内 修为最低的 还有一些暗虚静初期的 甚至 还有一些混原禁的诡异生灵 只不过 它们一直隐匿在灰色雾气中 并未冲出来 毕竟暗虚静的诡异生灵 都无法抵挡原离的剑 混原禁就更加不可能了 仅仅不到半炙香的时间 原离便已斩杀了十位 暗虚静诡异生灵 真正做到了 来一个杀一个 出两个杀一双 这位如道圣族 此刻哪里有一点读书人的样子 杀了十个暗虚静 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可以说 真正颠覆了他们 对于如道始祖的认知 在所有人族印象中 如道中人 无不是温文尔雅之辈 他们做事向来讲道理 讲规章 可在原离这位如道至圣身上 他们并未看到 任何如道中人的气质 不过 这样的原离 反而让不少人 对如道大为改观 甚至变得欣赏起来 在他们看来 这才是如道至圣该有的样子 哪有什么狗屁虚伪的道理 不死明王和巫神的肉身 皆已消失 无往天欲已出其二 你一个人能拦住多少 就在这时候 翻滚的灰色雾气之中 有一道声音响起来 不知我们数十按虚静同时出手 你该如何应对 话音刚落 那灰色雾气不停翻滚 其内出现了数十道恐怖的气息 那些气息无不是按虚静 其中最强大的气息 与原离相差无几 竟然也是按虚静巅峰的恐怖存在 而且 这种存在还不止一个 原离目光不变 淡然地面对着 那数十按虚静诡异生灵 而那把巨剑 依旧横跟在无望天欲的出口 仿佛一把擎天之剑 来了 天机老人忽然目光一变 与气凝重地说道 天机前辈 你此话是何意 陈若玄疑惑地问道 天机老人低声说道 这是老夫在推演之中 看到的第一个画面 众先帝听到此话 立即明白过来 之前天机老人 曾在进阶魂园境之后 深河九天十地 推演出了不少画面 甚至推算到最后 他的修为达到 玄神境巅峰 但也因此而陨落 而现在 天机老人推算的第一个画面 竟然出现了 结果是怎么样的 陈若玄赶紧问道 其他先帝 也是纷纷看向天机老人 目光中带着一丝期待 天机老人沉默片刻 随后说道 老夫没有推算出过程 只推算到了结果 第二个画面 是无尽诡异生灵 从那无望天狱中冲出来 那时候在无望天狱外 已经没有其他修饰了 听了这话 所有人的脸色 都变得无比难看 陈若玄说道 也就是说 园黎前辈失败了 天机老人没有说话 所有人都沉默下来了 园黎如此恐怖 竟然也没有 将那些诡异生灵拦截下来 那些诡异生灵 究竟有多恐怖 众人沉默了片刻后 还是北辰先帝说道 诸位可别忘了 眼下也仅仅只是出现了 暗虚境的诡异生灵罢了 传说中的玄神境 一个也没有出现过 确实 无望天狱中 必定有玄神境的恐怖存在 现在园黎虽然强大 能够挡住大部分诡异生灵 可想要挡住玄神境 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 想到这个结果 众先帝的心头 都变得沉重起来 而与此同时 那灰色雾气之中 数十只形态各异的 诡异生灵冲了出来 这数十只诡异生灵 虽然形态各异 但有一个共同点 便是它们的身体 都是虚幻透明的灰色模样 一张脸则是苍白无血 像是用白纸画出来的一样 每一个诡异生灵 散发出来的恐怖修为 都有暗虚境 数十个暗虚境 凝合在一起 形成席卷天地的恐怖压力 如同排山倒海一般 朝着原理而去 我去 这么多暗虚境 紫衣古仙看得头皮发麻 不停后退 最后撞在了青铜骨关之上 这才停下来 但它没有去管青铜骨关了 而是紧张地 盯着那数十个暗虚境 不愧是传说中的 无望天狱 连十大开天古仙 都死在了无望天狱 如今一剑 果然非同一般 要知道 这才仅仅是 无望天狱两大区域的 诡异生灵罢了 像这种区域 无望天狱还有七个 以你的修为 若是不招惹我等 在此界活下来 也并非难事 既然你愿意寻死 那我等便勉为其难 将你分而食之了 一个如同章鱼模样 诡异生灵 率先冲出来 冷笑地看着园梨 此神灵有八个章鱼触手 上半身却是人的模样 看起来有一种 极为莫名的诡异 这是什么怪物 正在关注着此地的陈若玄 惊呼一声 难以置信 他从未见过什么生灵 竟然是如此模样 天机老人低声说道 整个无望天狱中 修为越强的存在 其模样就越诡异 这不过是开胃菜罢了 听得天机老人如此开口 其他先帝都不由地沉默下来 破 几乎就在那诡异生灵 开口的瞬间 一道剑气凭空凝聚而出 瞬间出现在那章鱼怪物面前 无中生有 那章鱼怪物 脸色骤然变化 当即狂退 可一切都已经晚了 那章鱼怪物速度极快 转眼间就退回到了 诡异生灵阵营当中 只不过 那道剑气的速度更快 追上了章鱼怪物 红中之道 章鱼怪物怒吼一声 很明显地能够看到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色大钟 大钟迅速凝聚在章鱼怪身上 竟然挡住了那道剑气 毕竟是按虚境巅峰的强者 在修为上与原犁相差无几 在使出自己的顶峰手段之后 也算是短暂地挡下了原犁的那一道剑气 可就在这时候 无数剑气从四面八方凝聚而出 围剿那数十个诡异生灵 那些剑气 每一道都能斩杀寻常 按虚境后期强者 至于那些按虚境中期 和初期的诡异生灵 根本就无力抵挡 几乎片刻间就死了十多个 等那些诡异生灵反应过来混在一起 想要聚集所有诡异生灵之力 一起抵抗那些剑气的时候 却已经为时过晚 那巨大的长剑猛然间一颤 一股奇怪的力量 从那剑体之中散发出来 顷刻间瓦解了所有防御 所有诡异生灵脸色大变 难以置信地看着那 无尽剑气席卷而来 这也已经是 他们能够见到的最后场面 包括那章鱼怪在内的 这场面极为壮观 极为恐怖 数十个暗虚境的诡异生灵 在圆梨手里 竟然毫无抵抗之力 被他屠杀致死 那可是恐怖的 数十个暗虚境诡异生灵啊 其中最强大的 还有数个暗虚境巅峰 与圆梨同境界的存在 竟然毫无反抗之力 圆梨究竟有多恐怖 它真的是暗虚境吗 有没有可能 它是悬神境 否则的话 差距怎么可能这么大 然而并没有人看到 一举斩杀 数十个暗虚境的圆梨 此刻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疲惫 如此庞大的剑士 就算是它施展出来 损耗也是极大的 好家伙 竟然真的全部杀了 这家伙是人吗 看着这一幕的紫衣古仙 难以置信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实在无法想象 怎么样的差距 竟然能做到这一点 不行 这定是主上给他的 那套剑法过于强大 我也得赶紧学会 如此至少 我在昏远镜 也是无敌的存在 紫衣古仙双目闪烁 有些兴奋地说道 说着 他再次将心神 沉入之前那套剑法之中 开始修炼剑法 想要将那剑法领悟 然而 仅仅只是过了片刻 紫衣古仙就叹息一声 看来我与无敌无援 说完 他有些无奈地选择 放弃 而与此同时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那灰色雾气之中传出来 这 应该就是你压箱底的手段了吧 伴随那恐怖气息的 便是一道冷漠的声音 接着 一个庞大的身影 从那雾气中缓缓浮现 那是一只巨大的牛头 牛头从雾气中探出来 灰色透明的身体 幽红的瞳孔 冷厉的目光 令所有先帝不寒而栗 就连紫衣古仙看到那牛头 也是脸色大变 毫不犹豫地瞬移而走 选择离开此地 再一次选择放弃 继续守护青铜骨关 悬神镜 那绝对是悬神镜 无望天狱中 果然是有悬神镜的 紫衣古仙惊恐地说道 刚才那些暗虚镜 不过是为了这 悬神镜的诡异生灵探路罢了 为的就是探出原封子的底牌 这已经很明显了 那牛头之所以现在出现 就是因为 他用数十个暗虚镜的诡异生灵 将原理的底牌全部探测出来 如此才可以万无一失地解决掉原理 而原理自然也听到了 巨大牛头的声音 他抬头看向那牛头 目光清冷 依旧与之前一样 毫无表情波动 似乎对于他来说 这悬神镜的牛头 与之前那些暗虚镜的诡异生灵一样 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原理没有说话 只是淡淡地看着那具大牛头 而牛头似乎被原理平淡的表情给激怒了 巨大的身影缓缓靠近 来到了那晴天巨剑之前 接着一只巨大的爪子 从灰色雾气中探出来 抓住了那柄晴天巨剑 随后 只见那爪子一用力 砰的一声 那晴天巨剑 竟然就这样被捏碎 化作无数碎片 原理的晴天巨剑 在巨大牛头面前不堪一击 不过如此 巨大牛头张开嘴 浑浊的气体从他嘴里 鼻孔中喷涌而出 一双牛眼中 充满了不屑和冷卧 灰色雾气翻滚得越发强烈 一个庞大的影子 逐渐在雾气中显现 能隐隐约约看到那影子 竟然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巨大人身 就像是九天十地 最北方的夸父族一样 九天十地最北方的北韩之地 虽然是蛮族的领地 但在这北韩之地中 还有另外一个种族 也生存在北韩之地 而且其位置比蛮族所在之地 更加靠北 中年生活在一个 叫北天原的地方 此地中日飘雪 海拔极高 而整个夸父族的特点 就是原始 荒芜以及高大 传闻夸父族的身体 是没有上限增长的 哪怕是最普通的夸父族成年人 其身高也足足达到了百丈 若是能达到先帝境界 其身高几乎可以顶天立地 十大古仙中的盘神 便是夸父族之人 据说那盘神身高巨大 九天十地有多高 盘神便有多高 他在开天之中的作用 便是顶天立地 撑起整个天地 在仙蛮用开天神符 将混沌劈开之后 混沌也只是出现 一道巨大的裂缝而已 里面并没有世界 而这时候 盘神的作用便出现了 他走进裂缝中 将裂缝撑起来 形成了现在九天十地的天河地 开天之后 夸父族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发展迅速 甚至一度占领了整个北韩之地 成为北韩之地的霸主 哪怕是蛮族 也不敢与他们正面产生冲突 可后来天地本源之力溃缩 全部用来镇压吴望天狱了 在那时候 夸父族开始走向衰落 如今 他们整个种族 连一个地境强者都没有 被迫缩在了北天原 这诡异生灵好恐怖 竟然如此强大 连原离前辈的剑 都被直接捏爆 陈若璇倒吸一口凉气 头皮都有些发麻 那可是原离啊 这段时间以来的表现 不可谓不恐怖 那些诡异生灵在他面前 如同土鸡挖狗 一剑一个 对方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就在他们以为 原离将会成为他们的救世主时 结果原离的剑 竟然就这样被硬生生地捏碎 可见 那牛头人身的恐怖生灵 到底有多恐怖 这诡异生灵 难道是传说中的悬神镜 天机老人脸色凝重地说道 不过让天机老人有些疑惑的是 他并未在推演画面中看到 这只庞大无比的诡异生灵 此事有些古怪 要么是在第二个画面出现的时候 这诡异生灵 早就已经杀入九天十地中 要么就是 这诡异生灵死亡了 不错 就是悬神镜 这时候 一道声音响起来 众人看去 只见紫衣古仙从虚空中走出来 看起来有些狼狈的样子 不过他很快就恢复庄重 装作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 这牛头人身的怪物身前 应该是夸富族的族人 上古时期 乃至于太初时期 夸富族 都是不可被忽略的强大势力 其族内曾诞生过数位 暗虚境巅峰强者 紫衣古仙淡淡地说道 陈若玄有些诧异道 竟然是夸富族之人 不过 前辈你说 夸富族曾经很强 可也只有暗虚境巅峰强者 连玄神镜都没有 紫衣古仙不屑地看了陈若玄一眼 玄神镜 你真以为玄神镜是烂大街的境界吗 据我所知 整个九天十地的玄神镜 比开天古仙还少 除了开天古仙之外 便只有数位先天生灵了 顿了顿 紫衣古仙说道 比如说 诗祖 人族的仙祖 洛神族的洛神 陈若玄等人 闻言对视一眼 都不由震惊不已 没想到 玄神镜竟然如此吸收 随后所有人都看向天际老人 要知道 在天际老人的推演结果中 无望天狱九大区域全部被解封 九天十地的本源之力回归 天际老人的修为攀升到玄神镜巅峰 那可是玄神镜巅峰啊 整个九天十地的历史上 也没几个吧 可能 相对于开天古仙的存在 可最重要的是 天际老人的最终结果还是陨落 这让不少人开始有些担忧起来 说吧 你的剑法到底是谁传授给你的 竟然能杀无望天狱的生灵 你说出来 或许能饶你不死 牛头人身旁大生灵淡淡开口 此刻 他终于从灰色雾气中走出来 庞大的身躯顶天立地 看不到到底有多庞大 单单那牛头就有上万丈之大 可见 这牛头人身的生灵到底有多恐怖 原离在他面前 真的如同那尘埃一般不起眼 可原离依旧面无改色 他缓缓站起来 抬头看着那庞大的身影 脸上不带丝毫畏畏惧 身上散发出无尽磅礴浩然正气 那浩然正气迅速凝结 很快在原离身后 形成了一个足有数万丈之高的恐怖法香 法香同样散发出恐怖的气息 也带着无尽浩然正气 只不过这法香相比较牛头人身怪物而言 依旧显得比较瘦小 八千万年前 夸父族友谊天才 突破夸父族寿元限制 达到了暗虚境巅峰 是整个夸父族中最接近盘神的存在 甚至有望能够比肩盘神 这时候 原离淡淡开口 只可惜 此人自视甚高 想要一同整个九天十地 在占据了北韩之地后 开始对蛮族大肆杀戮 导致蛮族一度衰落到 只剩下数百万族人 后来九天十地数十位 暗虚境强者联手 将此人镇压 打入无望天狱之中 为九天十地避免了一场灾难 乌乎儿 我说的对吗 原离的话说完之后 那牛头人参的生灵 明显顿了一下 随后他张嘴 发出冷冽的声音 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 不错 我就是乌乎儿 当年那些所谓的罪名 强加在我身上 不过是因为畏惧 我统一整个九天十地罢了 说那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真是可笑 顿了顿 乌乎儿大笑道 只可惜 天不枉我 我得鬼主之恩得以重生 甚至踏入玄神境 九天十地 也该接受我的怒火了 说完 乌乎儿一抬手 庞大的爪子 从灰色雾气中冲出来 朝着原离呼啸而来 也是朝着整个西荒之地 席卷而来 轰隆隆 恐怖的气息碾压下来 哪怕无望天狱两大区域 已经得到解封 九天十地的本源之力 回来了两成多 整个世界都变得凝练起来 可西荒之地 依旧难以承受 那恐怖的爪子 仅仅是片刻间 西荒之地出现大量的裂缝 无数山峰崩溃 大量的土地裂开 不过就在这时候 整个西荒之地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变白 仅仅是片刻之间 整个西荒之地 都变成了白色的世界 而西荒之地 也因此而得到了庇护 没有再继续崩溃 随后 原离身后的庞大法香 也在这时候睁开了双目 抬头看向那巨大的爪子 那法香 赫然与原离一模一样 随后 法香一抬手 无尽浩然正气席卷而出 形成一道道恐怖的剑气 迅速凝结在他面前 疯狂席卷那巨大的爪子 爪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被削弱 但仅仅随着乌乎尔的一声冷笑 爪子迅速恢复正常 再次下压 所有的剑气 在此刻全部崩溃 而法香自然也不甘示弱 再次抬手 大量的蚊子浮现 那些蚊子全部都是由 剑气凝结而成的 想要去抗衡那爪子 可最终还是 没法做到 被爪子硬生生地拍碎 法香再次出现 以肉身之力 去抵抗那爪子 双方一碰 天地轰鸣 万物暗淡 恐怖的声音 瞬间传遍了整个天地 法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节节崩溃 区区暗虚境巅峰 也敢与本尊抗衡 不自量力 乌乎尔冷笑一声 爪子再次下压 直接将整个法香压得崩溃 法香根本就不是乌乎尔的对手 完全无法与之抗衡 原理也被轰得倒退 张口吐出鲜血 眼神变得无比违靡 这 就是悬神镜的恐怖 哪怕仅仅只是悬神初七 其中的差距也是极大的 原理的所有手段 在乌乎尔的攻击之前 都显得不堪一击 好恐怖 陈若玄脸色无比震惊 难以置信 其他先帝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难怪说到了这个境界 别说是大境界之间的差距了 就是小境界之间的差距 也是极大的 原理已经非常恐怖了 能以一己之力 斩杀数十位暗虚境诡异生灵 其中还有好几个暗虚境巅峰强者 要知道 当初的乌乎尔 几乎要统一整个九天十地 可最终也是被数十个暗虚境强者 联手镇压 可见原理的实力之强 就算如此 原理也依旧不是乌乎尔的对手 甚至不是义和之敌 这夸富族的先辈 竟然如此恐怖 北辰先帝难以置信地说道 紫衣古仙却说道 不是夸富族的先辈恐怖 而是悬神境恐怖 悬神境又被称之为神王境 不是没有道理的 开天古仙不出手的情况下 悬神境是整个九天十地最强者 众仙帝叹息一声 忽然有些憧憬 数千万年前的太古时期 那时候的九天十地本源之力 尚未被抽干 依靠本身的天赋 还是有机会踏入暗虚境 去触碰一下 那虚无缥缈的悬神境的 众仙帝是九天十地天赋 最好的那批人 每个都是千锤百炼 才走到这一步 若是 他们生在当年那个时期 那他们是不是也有机会 稳定悬神境 与此同时 原理止住了后退的趋势 他抬头看着那再次来临的爪子 眼神依旧没有多少变化 全身的气息 却在此刻疯狂闪动 你还有一次机会 现在退下 并将传授 你剑法之人告之于我 我还能饶你一次 呜呼而冷漠的声音 再一次响了起来 这声音中带着一丝丝魅惑 想要让原理成为他的傀儡 对他言听计从 只可惜 原理的眼神 从始至终都没有变化过 他全身仿佛在此刻燃烧 一道道白色的烈焰 从他身上冒出来 接着他直接一冲而起 化作一颗白色的流星 朝着那爪子飞去 很明显 他哪怕是燃烧了自己 哪怕是因此而死在这里 也要完成对秦里的承诺 斩杀每一个诡异生灵 故而 明知道不敌 可他的依旧毫不犹豫地 冲向乌乎尔 这 就是原理 众先帝都被原理这行为给震慑了 明知道不敌对方 可他依旧燃烧了自己 就是我们人族之圣啊 陈若璇眼神中满是敬佩之情 对原理的佩服达到了极致 而开明先帝则是直接朝着原理的方向 深深一拜 原疯子 还是那个原疯子啊 紫衣古仙无奈一探 眼神中也是闪过了一抹敬佩 轰隆 天地皆惊 原理还是跟那爪子碰在了一起 在聚想过后 爪子节节破碎 就算是乌乎尔也是发出一声闷哼 接着怒道 竟敢伤我 找死 眼闭 他张口一吐 一根巨大的恐怖铁棒冲出来 朝着原理的方向而去 而原理 他虽然竭尽全力 击溃了那只爪子 可本身也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倒飞出去 浑身光芒暗淡 白色的火焰消散 气息微弱 整个人像是一根已经燃烧到尽头的蜡烛 他眼中净是灰气 整个人充满了木气 一口口鲜血从嘴中涌出来 这一幕 看得所有人呼吸急促 捏住拳头 原理的伟大 已经无需多言 或许对于原理自己来说 他并不觉得自己 在做什么伟大的事情 只知道自己是在履行自己的承诺 哪怕是豁出性命也无妨 哪怕并非保护整个九天十地 也可以 只要是自己承诺过的 可在整个九天十地的修饰眼中 原理做的这一切 就是为了九天十地 就是为了阻止所有诡异生灵 入侵九天十地 哪怕豁出自己的性命 因此 无数九天十地的修饰 都对原理产生了强烈的崇拜之情 他们死死地看着 无望天狱外的一幕 只希望原理能够再振作起来 不仅仅是因为 原理能阻止诡异生灵 冲出无望天狱 也是他们真的想要原理活下去 原理确实动了动身体 止住了退后的身体 他抬头看向那巨大的棒子 脸上露出一丝洒脱的笑容 再次化作白红冲去 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原理此去 必将无悔 此寻死路 一道冷哼声 从那乌乎尔的口中传出来 他对于原理的寻死行为感到不屑 在他看来 原理就是在做无畏的牺牲 在这种情况下还敢冲上来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对于这种情况 乌乎尔完全没有任何怜悯之心 那铁棒的速度更快了 哎 天地间响起一声叹息 那叹息不知道是谁 但随着叹息声响起来 全天下所有修士的心理都是遗骸 一股没有由来的悲哀涌上心头 成千上万的修士 不由自主地叹息了一声 仿佛是在为原理的固执而叹息 也是在为九天十地的命运而叹息 而就在这时候 原理面前出现了一道身影 那身影并不高大 甚至可以说有一些孱弱 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年人 年过半百 身穿白衣 眼神却无比坚硬 他 正是人族十大先帝之一的开明先帝 开明先帝浑身修为爆发 可也只不过先帝初期巅峰罢了 连先帝中期都不是 这等修为在九天十地 已经算是顶尖的存在 可在这乌乎尔面前 却如同萤火之光一般 根本就不够看得 完完全全地躺臂当车 可他眼中 依旧没有任何畏惧 学生先行一步 开明先帝 语气颇为平静 平静的语气中 散发着无比强烈的执念 所有人都被开明先帝的行为 给震撼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平日里看起来 非常内向非常闷的开明先帝 竟然在此刻挺身而出 明知是死的情况下 依旧选择挡在园林面前 这等行为 值得所有人都为之敬拜 这一切都发生在转瞬之间 铁棒还没有落下 开明先帝的身体已经溃散 无边的力量 仿佛要将开明先帝撕碎 开明先帝的眼球 追向溃散破烂 接着 脸上的血肉迅速消散 露出恐怖的白骨 可也在这时候 整个空间都静止下来 铁棒在开明先帝上方 骤然停下来 画面在此刻静止 在所有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下 那铁棒竟然节节破碎 化作一块块碎片 就像是破碎掉的纸 令人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一道惊呼声在天地间响起来 那是乌乎尔的声音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的铁棒 竟然就这样地破碎掉了 那可是他的舌头所化 竟然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化为灰烬 这也太恐怖了吧 感受到死亡的开明先帝 也在这时候愣了一下 他摸了摸腐烂的脸 手指上全部都是血 钻心地疼痛告诉他 这并不是在做梦 他差点死了 但又被人给救了下来 原理也停了下来 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他能感受得到 一股恐怖的力量 降临在刚才那方世界 将那铁棒给轻松地碾碎 那股力量的支强 就算是原理 也有些心惊肉跳 那股力量 远远超过了乌乎尔的力量 紫衣古仙和紫薇先帝等人 倒吸一口凉气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这 这是什么情况 陈若璇有些惊骇地说道 刚才是什么人出手了 将那乌乎尔的攻击打散 紫薇先帝看向紫衣古仙 恭敬道 前辈 刚才是什么情况 为何那乌乎尔的攻击 竟然无缘无故地溃散了 我甚至感觉 空间都停顿了片刻 莫非是某个影视大能出手了 紫衣古仙再愣了一会儿后 激动地说道 是主上 绝对是主上出手了 当今天下 也只有主上有此等能力了 众仙帝文言 都不由地愣了一下 然后神识看向 那悬浮在半空中的 巨大青铜骨关 紫衣古仙的主上 自然也就是 那青铜骨关中的神秘存在了 真是那青铜骨关内的 神秘人出手了 若是他的话 或许真的有可能 之前陈凡和王静一 被诡异生灵追杀 都是那位神秘存在出手的 没有人知道 那位神秘存在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大 但是能与巫神苍巫有过约定 让巫神苍巫 吊着最后一口气前来见他 并且兑现承诺 将整个巫族交给他 其实力自然也不会弱 至少不会比巫神苍巫 弱上多少 甚至有可能 与巫神相当 若是对方出手 确实是有可能 无声无息碾碎那铁棒的 可是 青铜骨关 却没有任何动静 真的是他吗 几乎在其他人 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整个青铜骨关 忽然猛然一阵 接着 一股恐怖的气息 直冲天际 直接将九天洞川 露出无尽虚无 在那无尽虚无之中 所有人都看到了 一片雾蒙蒙的场景 在那朦胧之中 像是有如同肉团一样的东西 在不停地涌动着 谁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但看到那虚空中 无尽涌动的东西 他们的内心 却是无比的惶恐 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 仿佛只要接触到那东西 就会受到生命威胁一般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是 什么 紫薇先帝呼吸有些急促 略带惊骇地说道 陈若玄等人 也是惶恐地看着 那在涌动的东西 内心深处 有一股难以言明的恐惧滋生 唯有天际老人呼吸急促 他表露出来的情绪 并不是惊恐 而是一种兴奋和激动之色 那是 将整个九天十地 包裹住的混沌 那就是混沌啊 天际老人激动地说道 所有先帝听了这话 都是瞪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 那在涌动的诡异之处 那竟然就是传说中的混沌 在传闻中 十大古仙劈开混沌 开辟了这方天地 九天十地因此而孕育 虽然九天十地被孕育了 但依旧是被无尽混沌给包裹着的 只是在九天十地的外围 有着虚空将其保护起来 这虚空便是十大开天古仙中的 虚空古仙创造出来的 因此想要见到混沌 就必须要打穿虚空才可以 这亿万年来 很少有人见过真正的混沌 唯有一些修为极强之人 才见过混沌 可现在 那青铜骨关内的一道气息 竟然将保护整个九天十地的虚空给打穿 让所有人都看到了传说中的混沌事件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青铜骨关内的神秘存在 又是在做什么 唯有紫衣古仙脸色骤变 满脸狂喜地说道 破镜 破镜 那是破镜 冲破悬神镜的智骨 踏入一个新的境界 破镜 踏破悬神镜的智骨 踏入一个新的境界 这 那是什么境界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那恐怖气息 玄神镜是他们已知的最高境界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还能有什么境界能超过这个境界 难道 真的是开天古仙那个级别的存在吗 看 在他们心目中 就算是开天古仙 也只是玄神镜巅峰而已啊 前辈 那到底是什么境界 他又到底是何人 竟然能够踏入此等境界 陈若璇无比渴望地问道 所有人都看着紫衣古仙 激动不已 紫衣古仙 语气颇为低沉地说道 玄神镜之后的境界 称之为圣极镜 但更多人喜欢称其为圣军镜 圣军镜 紫衣古仙的话 令所有人心神震动 原来 这就是玄神镜之后的境界 圣极镜 紫衣先帝问道 莫非 十大开天古仙 便是此等境界 紫衣古仙眼神兴奋地道 确实有传闻说 开天古仙的修为 就是圣军镜 但并无考证 更多的人还是觉得 开天古仙的修为 应该是在玄神巅峰之境 紫衣古仙这番话 其他人倒也觉得有道理 毕竟 开天古仙之一的虚空古仙 制造出虚空保护九天十地 这虚空甚至能够挡住混沌的侵蚀 可现在却被对方一道气息攻破 其实力之强 可谓恐怖 从这种情况下来看 对方现在破镜之后的修为 恐怕要比虚空古仙 还要更强一些 若真是如此 那此人究竟是何等存在 他们想到了巫神 巫神最后的意志 带着肉身来到此地 只为对线诺言 难道他的诺言 就是帮助青铜古关内的神秘人 冲破玄神智谷 踏入一个新的境界 若是如此的话 或许 此人便是他们九天十地的救星啊 此刻 无望天狱之外 袁黎和开明先帝 同时看向那巨大的青铜古关 看到了那冲天起的恐怖气息 这是 什么 开明先帝抬头看着那涌动着的混沌 头皮为之发麻 虽然他并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那种天生的恐惧感 却让他无比恐惧 那是 混沌 远离双目一缩 一向淡定的他 此刻也无法淡定起来 他又看向那青铜古关 有些惊骇的道 他在破境 他即将冲破玄神境 踏入圣军境 此人究竟是谁 这九天十地 竟然还有此等修为之人 一旁的开明先帝听到此话 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冲破玄神境 踏入圣军境 这是多么恐怖的境界 开明先帝不知道 圣军境是什么境界 但也知道 绝对是极为可怕的一种境界 乌乌尔的玄神境 已经如此恐怖了 几乎碾压原离 可现在青铜古关内的神秘人 竟然即将冲破玄神境的滞骨 踏入圣军境 那神秘人到底是什么人 不可能 除了他们 怎么还有人能踏入圣军境 乌乌尔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惊呼一声 语气中却满是惊恐的语气 下一刻 乌乌尔再也无法承受 疯狂后退 并且抬手朝着青铜古关一挥 一股恐怖的气息凝聚而出 暗红色的巨大手掌幻化出来 朝着青铜古关一巴掌拍下来 那是所有诡异生灵中 唯一一个能发出其他颜色攻击的人 其恐怖的破坏力 就算是原离用来保护 整个西荒之地的白色结界 也在这一刻瞬间崩溃 原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西荒之地 在此刻彻底瓦解 不少生灵全部死在这场浩劫之中 至少对于他们来说 这就是一场浩劫 不过也就在这时候 乌只打开过一条缝隙的青铜古关 竟然在此刻轰然掀开 恐怖的关盖当场飞了出去 数万丈长的关盖 直接将那血红色的手掌撞成粉末 青铜古关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打开 谁也没想到 青铜古关竟然会在这时候打开 而且 那乌护尔的攻击 根本就无法阻挡青铜古关 与此同时 在古仙圣地深处 仙祖的道场之中 明月和莲儿他们 看着眼前这一幕 纷纷脸色大变 这 这怎么可能 这整个九天十地 竟然还有玄神镜巅峰的存在 莲儿张大小口 小脸上竟是震惊之色 明月则说道 莲儿姐姐 这不是最重要的吧 最重要的是 此人竟然要突破玄神镜 踏入圣军镜 那岂不是说 他将成为开天以来 第一个踏入圣军镜的存在 明月他们知道 十大开天古仙 都是圣军镜的恐怖存在 但是开天古仙 都是诞生于开天之前 至于开天之后 古往经来这么多年 亿万年的时光 整个九天十地 也并未孕育出一个圣军镜 甚至有人曾猜测 在九天十地之内 恐怕根本就不可能 踏入圣军镜 玄神镜已经是巅峰 可怎么也没想到 今日竟然有人 冲破玄神镜峙谷 踏入圣军镜 所有仙童的脸色 都变得无比凝重起来 唯有连瞪了明月一眼 我能不知道吗 你还在废话什么 赶紧还不将此事 禀告给先祖 若是先祖知道此事 恐怕也无法做得住了 众仙童都点点头 确实如此 九天十地 第一个圣军镜 那可不是说着玩的 若是先祖知道了此事 谁也不知道 会是什么局面 明月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当即也不敢与明月降嘴 点点头后 匆匆离开了先公 转而来到了 先祖闭关的先公之前 先祖 我是明月 有要事禀告 明月胆战心惊地 跪拜在先祖的宫殿前 整个人都贴在了地面上 以表示自己 对先祖最大的尊敬 很快 宫殿内响起先祖的声音 何事 先祖极具威严的声音 淡淡响起来 令人心生畏惧 这声音中 还有着一丝不耐 毕竟明月在不久前 就已经来打扰过她一次 这才多长时间 又一次地来打扰她 她自然有些不喜 先祖最烦别人打扰她 先祖 有人在九天十地 冲破了玄神境之谷 踏入圣君境 你说什么 明月话音刚落 先祖猛然睁开双目 一股恐怖的气息爆发出来 吓得明月浑身颤抖 匍匐在地上 更加不敢说话 明月战战兢兢地说道 回禀先祖 无望天狱外 乌神的青铜骨关内 有一神秘人 乌神最后的意志 控制她的肉身 离开无望天狱 对现于那神秘人的约定 不用说那么多废话 此事我知道 先祖开口打断 明月心里一颤 这才想起 之前禀告师祖之事的时候 已经禀告过这些事情 于是赶紧说道 这神秘人不知 是何人 竟有玄神巅峰修为 如今已经突破智谷 踏入圣君境 其气息冲破虚空 古仙留下来的虚空 打开了混沌 玄神巅峰 圣君境 打开混沌 仙祖脸色凝重 缓缓抬头 目光仿佛穿过了仙宫 看到九天十地的情况 看到了那正在涌动的 黄色肉团状神秘之物 那东西是虚幻朦胧的 如海浪一样在涌动着 可哪怕是仙祖 也感受到了一股 与生俱来的恐惧 那 便是混沌 仙祖也明白 那黄色的物品 乃是混沌之中 特有的混沌吉利 此人究竟是何人 与巫神有约 玄神巅峰至境 如今更是踏入圣君境 他与巫神究竟有何约定 这亿万年来 从未听说过 何处有过此等人物 莫非是某个老家伙 仙祖深沉的记忆里 闪过树到脸庞 最终都无法对号入座 对了仙祖 紫行的家伙 称呼此人为主上 应该知道此人是谁 明月想到了这一点 赶紧开口说道 紫衣古仙本名叫做紫行 也是古仙圣帝之人 隐居在古仙圣帝数百万年 虽然其修为 入不了仙祖的法眼 但是古仙圣帝 总共也就那么多古仙 仙祖自然也知道 紫行的存在 紫行何时多了个主上了 仙祖不解 明月摇头 表示他也不知道 顿了顿 随后他又说道 不过在一万多年前 紫行曾被一个 外来修士斩杀过一次 若非其修炼的功法特殊 恐怕早已陨落 仙祖微微有些诧异 紫行的修为他 还是知道的 那可是会员后期的修为 在整个九天十地 绝对算得上强者 竟然有外来修士 能杀紫行 那是何人 仙祖问道 明月摇头表示不清楚 对此 仙祖也没有再多问 而是说道 你退下吧 此事我亲自关注 不用再向我汇报 是 明月点点头 恭敬殷士 然后缓缓退出了仙宫 明月离开后 仙祖脸色变得 殷勤不定起来 过了许久之后 他神识离体 迅速逼近无望天狱之外 与此同时 紫行和天际老人 都在此刻脸色俱变 有些惊骇地抬头看去 在这一刻 他们都感受到了 一股强大的神识降临 那股神识之恐怖 就算是乌乎尔 也无法与之相比 很明显 是青铜谷关内的神秘人 踏入圣君境后 惊动了隐世大能 若是以前 这些先帝还并不认为 这世上有什么隐世大能 可自从紫行和缘离出现之后 他们的认知便发生了改变 这世上 强者众多 只是因为九天十地的本源之力 已经被抽干 他们不敢轻易出现 否则的话 会影响到九天十地 如今 这道庞大的神识释放出来 立即引起了所有先帝的注意 他们明显 能够感受到 那道神识的恐怖之处 好可怕的神识 此人是谁 九天十地竟然还有此等强者 陈若璇惊骇地说道 天机老人看向紫行 颇为客气地说道 此道友 不知这神识的主人是谁 竟然有如此强悍的神识 紫行眼睛一瞪 心想什么档次啊 竟然敢叫我道友 可他仔细一看 发现天机老人的修为 不知道何时 竟然达到了混元境后期 与他现在的境界一样 顿时心里一惊 心想这家伙什么情况 怎么这么快就达到了混元后期 不过他表面上 倒是波澜不惊 紫行倾刻一声道 古仙圣地身处的一位绝世大能 至于他的名字 我想你们还是不要知道了 否则会有横祸 实际上 紫行自己也不知道 这神识的主人到底是谁 只知道在古仙圣地身处 有一个绝世大能 此人终日不出先宫 但无人胆敢招惹 因为就算是他坐下的几个童子 那都至少是混元境级别 甚至还有两个童子的修为 达到了暗虚境 曾经这位隐世大能出手过一次 仅一招 一个活了千万年的暗虚境修世 便形神俱灭 连一缕残魂都没能逃出来 至此 再也没有任何修士 胆敢去招惹那位隐世大能 而天机老人 他们听了紫行的话 脸色都是微微一变 惊骇不已 仅仅只是知道名字便会引来横祸 此人的修为到底有多恐怖 这古仙圣地 当真是深不可测 难怪是仅次于无望天狱的兄弟 竟然是他 原离抬头感受着来临的强大神石 目光微微一闪 开明先帝半张脸 都只剩下颅骨 看起来极为可怖 但他并未在意自己的形象 而是恭敬开口问道 老师 这神石是哪位前辈的神石 原离道 仙祖 仙祖 开明先帝愣了一下 随后脸色大变 惊道 仙祖竟然还活着 他当然知道仙祖的存在 那可是为数不多的仙天生灵 在开天之后 除了十大古仙之外 也就属仙天生灵最为强大了 可是在很久之前 就已经没了那些仙天生灵的下落 几乎所有的仙天生灵 都销声匿迹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 那些仙天生灵早已灭亡 而随着师祖在不死民宫内出现 仙祖的仙祖 竟然也现身了 原离点点头 按虚境以上的修士 没那么容易陨落 只是他们身上 蕴藏的力量过于强大 若是长时间待在九天石地 会对丧失掉本源之力的九天石地 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因此 他们大部分都并不在九天石地 原来如此 开明先帝恍然 心跳却莫名地加速 看来 世上还隐藏着非常多的强者 天海归须 神陨之地 在那特殊空间内 秦礼微微抬头 巫神傀儡终于要踏入圣君境了 师祖也正在融合冥王的肉身 也应该用不了多久 就能踏入圣君境 他当然也发现了 仙祖降临的神石 只不过他并未在意 秦礼是知道 仙祖还活着的 并且还曾经探访过仙祖的先公 只不过没有硬闯 对于仙祖 秦礼并不放在心上 仙祖虽然厉害 可修为也只是玄神境后期 连师祖傀儡都比不上 更别说是秦礼自己了 秦礼如今距离圣君巅峰 只差一步之遥 只要踏入圣君巅峰 就可以着手超脱镜 他看向盘西而坐的 七沙摩帝和白华先帝 两人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混元境巅峰 距离踏入暗虚 只差一步之遥 秦礼弹指一挥 两道混沌极力飞进他俩体内 开始助两人破镜 只要七沙摩帝和白华先帝 能够破镜成功 引下混沌之劫 那么秦礼就能凭借 混沌之劫中的混沌极力 突破现有的境界 达到圣君巅峰 与此同时 青铜骨关内的气息 已经达到了巅峰 恐怖的气息降临下来 令人心神颤抖 黄色的混沌涌动不已 随后一道道黄色的气息 从天而降 形成一道恐怖的圆柱 落在了青铜骨关内 轰隆 一声惊天巨响 青铜骨关发出恐怖的轰鸣声 强烈的黄光笼 招在青铜骨关上 一股神秘 强大的气息散发出来 令每个人都心中 产生无尽敬畏之情 混沌极力 先祖眼中闪过一抹羡慕 只要将那些混沌极力 全部吸收完完毕 那么青铜骨关内的神秘人 就会踏入传说中的圣君境 那是先祖梦寐以求的境界 是他追求了亿万年 也不曾踏入的一个境界 没想到 如今却有一个人 突破了此等境界 先祖怎么可能不羡慕 其他先帝也看着这一幕 新潮有些澎湃 随着时间的推移 青铜骨关内的气息 越来越强悍 终于在某个时间段 天地间响起一声 强烈的脆响 砰的一声 像是什么破裂掉了一般 接着更加磅礴的气息 传遍整个九天十地 此刻 仅仅只是气息 九天十地就无法承受 出现了大面积的均裂 到处都开始崩溃 山河都开始逆转 不过很快就有一道柔和的力量 从青铜骨关里面冒出来 迅速融入到九天十地之中 九天十地的崩塌立即一顿 并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恢复起来 就连一些因此而受伤的生灵 其身体也在迅速修复 哭死的草木死灰复燃 一切都开始逆转 既然已经来了 就不用再回去了 就在这时候 一道平淡的声音 从那青铜骨关中响了起来 仙祖听到此话 脸色大变 以为是青铜骨关内的人 要对自己出手了 正要退回去的时候 却发现那青铜骨关内 飞出一根手指 那手指足有上万丈之长 其上满是先天乌纹 看起来极为不俗 手指飞出来后 破空而出 朝着无望天狱深处而去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这是要对无望天狱出手了 或者是说 对那逃回无望天狱的乌乎尔出手了 乌乎尔都已经逃回了无望天狱 青铜骨关内的神秘人 竟然还不愿意放过对方 他们看着那根手指 突破了空间 撞碎了无尽灰色雾气 整个无望天狱之中 无尽地狱破碎 大量的风暴席卷而出 那空间就如同一面面镜子一样破碎 其内无数诡异生灵脸色大变 想要逃顿 却根本就无法逃离 直接被手指碾成粉末 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那时 陈凡和王静一两人 在无望天狱内摸索前进 此刻看到了 那恐怖的手指 纷纷脸色巨变 无比惊骇 那根手指 与乌神的手指 相差不了多少 上面的先天乌纹 甚至比乌神还要更强一些 难道是青铜谷关内的神秘人出手了 王静一疑惑地说道 陈凡点点头 应该是 很快 某个山内藏着的乌乎尔 在此刻惊呼一声 冲出了那座山 继续朝着深处狂奔去 踏马的 你们是不是疯了 老子都回到无望天狱了 你还追 他的咆哮声并没有任何用处 只会显示他的无能 那根手指 一直在后面紧紧地追着乌乌尔 乌乌尔庞大的身躯 在此刻却显得有些臃肿 而且也没那么灵活 不过速度还是不慢的 转眼间 跨越了好几个区域 就要朝着无望天狱深处而去 无望天狱深处 终日不见太阳 旗内到处都是尸骨 充满了阴森诡异的气息 在尽头处 则是有一团巨大的肉流 那肉流轻微的蠕动 几乎占据了大半个尽头 其庞大程度 一眼望不到头 远远一看之下 这肉流竟然与混沌 有几分相似之处 只不过 混沌的颜色是黄色的 而这肉流的颜色 则是黑红色 散发出来的气息是灰色的 看起来极为诡异 这 便是所有诡异生灵的源头 诡异之源 此刻诡异之源的中心处 有一个巨大的眼睛 那眼睛缓缓睁开 其内一片灰白 没有任何生机 没有任何表情 在那只眼睛睁开之后 一股恐怖的威压 笼罩在整个无望天狱之内 所有的诡异生灵 在此刻纷纷脸色大变 不管是已经脱困的 还是依旧被镇压的生灵 都是惶恐地匍匐下来 眼神惊恐地看着无望天狱深处 他们惊恐的眼神之下 却藏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兴奋 因为他们都知道 那是诡异之源要出手了 这么多年了 他们虽然承蒙诡异之源的力量 得以活下来 修为也是精进了不守 但很少见过诡异之源出手 而现在 有九天十地的修士 强行进入无望天狱沙乌乎尔 诡异之源也终于要出手了 这些诡异生灵 自然也是振奋不已 翁 随着诡异之源的威压爆发出来 一道翁鸣声 从无望天狱深处响起 传遍整个无望天狱 乌乌尔大喜过望 元祖救我 乌乌尔惊呼一声 兴奋不已 显然在乌乌尔看来 此次那青铜骨关内的神秘人 竟然胆敢施展神通 冲进这无望天狱之中 定然是惊动了诡异之源的 有诡异之源出手 也确实没有让乌乌尔失望 确实在这时候出手了 只见无尽血红色的气息 从那恐怖的肉山上散发出来 形成一条条如同线虫一样的红色触手 密密麻麻的数之不尽 那些红色线虫迅速冲上去 想要缠住那根手指 可手指上的先天乌纹 散发出强烈的气息 同时也有磅礴混沌极力爆发出来 席卷而出 瞬间将那些红色线虫摧毁 无数红色的粉末从天而降 变成一个红色世界 而那手指的速度不减 再次朝着乌乌尔而去 恐怖的手指锁过之处 无望天狱的空间全部破碎 又不知道有多少诡异生灵 死在那根手指之上 乌乌尔吓得都快疯了 现在的九天十地 怎地如此恐怖 谁都能杀我们 乌乌尔大呼一声 不要命地继续逃 原本他们这些诡异生灵 依托诡异之源而活 只要不灭掉诡异之源 那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死的 就算死了一万次 也会重新在诡异之源内复活 这也是十大开天古仙 也奈何不了他们的原因 只得无奈地将他们镇压 可现在 原理能杀他们就算了 青铜骨关内的神秘人 竟然也能杀他们 这一根手指 不知道杀了多少诡异生灵 这如何不让乌乌尔吃惊 而且最让他抓狂的是 诡异之源竟然仅仅只是 出了一次手 便掩其息骨 再也没有出过手 看起来无比敷衍 有请元祖出手啊 乌乌尔下的亡魂接茂 赶忙求救 诡异之源涌动了片刻 其内契机逐渐消散 就连那只毫无生机的眼睛 也缓缓闭上 似乎真的不想 再去管乌乌尔的事情 这让乌乌尔心生绝望 扑 手指碾过 乌乌尔施展出全部的力量 想要去阻挡那手指 可最终还是被手指 很轻松地动穿 庞大的牛头直接爆开 化作无尽灰色气息 彻底消失在这无望天域深处 这一刹那 雾气溃散 无望天域震动 那些在暗中观望着 这一幕的诡异生灵 纷纷下的一个机灵 尤其是那些被镇压的 诡异生灵 此刻竟然有一种 心甘情愿被镇压的感觉 毕竟 如果现在解开了镇压 说不定死的就是他们了 此刻 恐惧的心里 在众多诡异生灵 内心蔓延 以前他们 仗着自己依托 诡异之源存在 不死不灭 就算是十大开天古仙 也奈何不了他们 可现在 原离和青铜古关 那神秘人的出现 他们都能斩杀诡异生灵 做到了 连十大开天古仙 都做不到的事情 他们是有可能陨落的 自然的 他们会害怕 也属于正常 随着那手指碾碎乌乎尔 手指竟然完全 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竟然禁止朝着 无望天狱更深处而去 瞬间来到了 那无尽的肉山之前 谁都没想到 青铜古关内的神秘人 竟然还会在这时候 去攻击那诡异之源 这胆子也太大了 那肉山一样的诡异之源 似乎并没有察觉到 那根手指的攻击 任由手指落在肉山上 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整个无望天狱 都在此刻颤抖起来 大量的血肉 从肉山上掉落下来 无数诡异的气息涌现 血色的气息 和灰色的雾气 将整个无望天狱包围起来 将一切都遮盖住 没有人知道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呜 无望天狱深处 响起浓郁的乌叶声 每个人听的都是 头皮发麻 那声音像是 硬生生挤进人的心里 在折磨着每个人的心口 嗡 好在这时候 那巨大的青铜骨关震动了一下 发出轻微的嗡鸣声 嗡鸣声传遍整个九天十地 将所有人内心的不是扫屏 天机老人等人才 终于恢复过来 无望天狱内的雾气 逐渐弥漫 很快就又将整个无望天狱 给覆盖起来 外界的人很难看清楚 里面的情况 不过这一次 笼罩在无望天狱内的雾气 有原来的灰色 变成了灰红两种颜色 显得更加诡异了些 这 结束了 陈若璇等人 直到那些雾气 将整个无望天狱都覆盖起来 他们才终于反应过来 接着 他们看向那巨大的青铜骨关 眼神中充满了震惊 施展神通 直接冲进无望天狱中杀人 而且 杀的还是乌乎尔 那可是悬神镜的恐怖存在 可在对方手里 竟然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甚至 那传闻中的诡异之源 都无法阻挡对方杀人 这等实力 着实恐怖 最为重要的是 他竟然与原理一样 能够斩杀诡异生灵 要知道 那可是连十大开天古仙 都做不到的事情 陈若璇他们 对青铜骨关内的神秘人 越发地好奇来 主上太强了 竟然无视了诡异之源 甚至直接出手 对付诡异之源 可诡异之源屁都不敢放一个 只能自保 哈哈 子行在一边兴奋地大嚷道 眼神中满是激动 就仿佛做这事的人是他一样 天机老人他们一样 无比震惊 他 到底是谁 他们看着青铜骨关 眼神中的惊疑不定越来越多 原理此刻也是看向青铜骨关 眉头稍稍一皱 难道那红色的肉衫 就是传说中的恐怖之源 开明先帝眼神震惊道 原理点点头 嗯 是诡异之源 开明先帝又看向青铜骨关 难以置信地说道 这位前辈 竟然能够在诡异之源面前 斩杀乌霍尔 甚至还对诡异之源动手了 而诡异之源竟然不敢还手 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莫非 他的实力已经超越了开天骨仙 原理沉默盯着青铜骨关 而开明先帝则继续道 而且老师 这位前辈 竟然也能杀号称 不死不灭的诡异生灵 您能看出他是什么来历吗 按照之前所说的 就算是开天骨仙 也杀不死诡异生灵 原理能杀诡异生灵 是因为师祖教给了他这种手段 故而他能杀 可能是师祖这亿万年来 终于找到了 斩杀诡异生灵的手段 可这青铜骨关内的人 又是谁 竟然也能做到这一点 有些不可思议啊 他的手段 有些熟悉 原理忽然说道 此话令开明先帝愣了一下 他有些惊讶地说道 老师 你见过这等手段 原理微微摇头 没有 但是他斩杀那些诡异生灵的方法 与我的方法倒是颇为相似 开明先帝愣了一下 随后恍然大悟 他说道 原来如此 他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毕竟 每一种秘法对于修士来说都是底牌 都是秘密 对方不主动说的话 若是去追问 那就是无理了 不过 原理盯着青铜骨关的眼神 双目微微一眯 我们的方法 都是在斩杀那诡异生灵之前 设法改变诡异生灵身边的规则 只要规则被改变 令那些诡异生灵 无法联系到诡异之源 自然可以将其斩杀 这么简单 开明先帝愣了一下 原理摇头 此事不简单 改变规则虽然简单 但是还要创造新的规则 这创造新的规则 就非常困难了 就算是十大开天古仙 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都是彼此凝聚 才能做到 开明先帝倒吸一口凉气 有些惊讶道 老师 你已经能做到这一点 莫非实力 已经比开天古仙还要强大 原理淡淡道 师祖传授了我一种 颇为奇特的手段 可以短暂地扭曲规则 在扭曲规则的基础上 进行稍稍改动 也能做到相似的效果 但对于创造规则来说 就是小菜一碟了 开明先帝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震惊道 老师你的意思是说 古关内的那位前辈 是在改变规则 然后创造规则 不错 原理点头 这 这前辈到底是谁 竟然能做到如此恐怖的事情 开明先帝震惊道 原理摇头 开明先帝犹豫片刻 他说道 不如我们前去拜访 说不定他能出来见我们一面 原理摇头 似乎并不感兴趣的样子 转而继续看向无望天狱 直接盘膝坐下 开始恢复自己的伤势 显然到了现在 他也并没有忘记 对于师祖的承诺 哪怕身受重伤 也选择 镇守在无望天狱之外 阻挡那些诡异生灵 至于其他的事情 他是一概不感兴趣的 开明先帝看着原理的背影 眼神中闪过一抹恭敬 他也没有废话 跟随原理 盘膝坐下 开始恢复起来 与此同时 古仙圣地身处 仙祖的仙宫 这一刻 仙宫大门无声无息地打开 仙祖修长的身影 缓缓从大门内走出来 清月等仙童 当即感应到了仙祖出关 纷纷面色一变 赶紧离开仙宫 来到仙宫外面 看到了已经走出来的仙祖 拜见仙祖 明月等人不敢大意 赶紧跪拜下来 语气极为恭敬 就连一向娇俏的连 此刻也静若寒蝉 服服贴贴的 此刻 所有仙童内心都无比震惊 已经数千万年 没有出关的仙祖 竟然在此刻走出了仙宫 这种事情 在以前绝对不可能发生 而现在 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都知道 这绝对是因为 青铜谷关内的那位 踏入圣军境 并且击杀了乌乎尔 正是与诡异之园宣战的原因 只是他们不明白 一向选择做中立派的仙祖 从不管九天十地的事情 只求自保的他 为何今日会选择出关 按理说 就算有人踏入圣军境 他也只会默默看着就是 这让明月他们 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他们也不敢问 只得老老实实地跪着 明月 莲儿 随我出一趟门 仙祖淡淡开口 明月和莲儿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讶 不过他们 还是赶紧点头 是 仙祖 仙祖也没有废话 抬手一挥 三人消失在原地 此刻 随着青铜谷关内的乌神傀儡 出手击杀乌乎尔 整个无望天狱 再次恢复了平静 那些雾气之中 很明显 还隐藏着大量的诡异生灵 可现在 没有一个诡异生灵 胆敢离开雾气 甚至都不太敢靠近 无望天狱的边缘 生怕乌神傀儡一怒之下 再给他们一指 那以他们的修为 绝对是必死无疑的下场 乌神傀儡的出手 彻彻底底地震慑了 无望天狱的那些诡异生灵 也算是让整个九天十地 获得了短暂的平静 子行一个闪烁 来到了青铜谷关前 恭恭敬敬地一拜 恭喜主上贺喜主上 踏入圣君境 从此与天地同寿 与混沌共存 天机老人和紫薇先帝等人 也没有在犹豫 来到了青铜谷关前 我等 拜见乌神大人 十二祖乌在帝江的带领下 毫不犹豫地跪拜下来 虽然开天乌神是苍蜀 但如今这青铜谷关内的神秘人 同样是得到了乌神苍蜀的肉身 甚至获得了乌神的先天乌闻 并且苍蜀在陨落之前 也曾说过把乌族交给他 而他也曾在一万多年前 出现在帝江等人的梦境中 帝江等人一直以为 这青铜谷关内的乌神傀儡 就是真正的乌神 如今随着苍蜀陨落 天机老人他们也没有废话 抱拳恭恭敬敬一拜 我等拜见前辈 多谢前辈出手解除九天十地危机 他们纷纷恭敬开口 十分客气 不过 青铜谷关却没有任何回应 对此 他们并没有半分不快 毕竟 对方虽然没有搭理他们 但真到了关键时刻 却从未掉过链子 也从来没有说看着他们送死 只要有诡异生灵想要冲出来 都会被对方直接抹杀 仅此一点 就足以让天机老人 他们心生敬畏 而且 对方那可是圣君敬的存在 就算天机老人从推演画面中 看到自己未来会达到悬神巅峰 与圣君敬相比 也是差距极大的 就在所有人都起身的时候 他们忽然看到 前方出现了三道身影 那三道身影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算是子行和原理 也都没有发现 紫薇先帝他们 只能看到对方的背影 只见中间一人最为高大修长 穿着一身白袍 出尘不染 浑身散发着仙气 整个人仿佛与天地融合 若是不用眼睛去看 根本就无法发现他 而旁边两人明显要矮小一些 看起来像是一个少年 一个少女 他们是谁 众先帝面面相去 脸上都露出惊讶之色 眼前这人何时出现的 又是什么人 他们一概不知道 但至少可以确定一点 那就是 他们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极为恐怖的境界 否则的话 也不可能无声无息地 出现在他们面前 好在对方 似乎对他们并没有兴趣 甚至都没有看他们一眼 只是看着那青铜骨官 是他 圆离睁开了眼睛 缓缓起身 看向那三人中的中间一人 开明先帝也睁开眼睛 看到了那三道人影 他有些诧异地说道 老师 他们是谁 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竟然连一点感觉都没有 圆离说道 中间那人便是先祖 什么 先祖 开明先帝惊呼一声 难以置信地看着中间那人 呼吸都变得无比急促起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先祖竟然也现世了 你不是说 他在古先圣地 避关了数千万年 都没有现身过 并且绝不会踏入九天十地吗 开明先帝不解地问道 圆离点点头 他是这样说的 我也不知道 先祖为何会离开古先圣地身处 或许 他是为了来见那青铜古关内的神秘人 开明先帝也只得点头 现在也只有这个可能性了 那毕竟是圣君禁啊 整个九天十地 如今唯一的圣君禁 为了一个圣君离开古先圣地 也不是没可能 他们俩的谈话声音并不大 可在场之人 都至少是先帝级别的强者 每个人的听力都极好 如此一来的话 自然也是能够听到他们的谈话 仙祖 子行脸色一变 有些惊骇地看着那三人中 身材最为修长之人 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 他知道 眼前这人应该是古先圣地 那位强大存在 但没想到的是 竟然是仙祖 要知道 在很多年前 仙祖就已经被传陨落 而且那之后都没有再出现过 所以 在很多古先心目中 仙祖早就已经陨落了 没想到 竟然就隐居在古先圣地之中 而现在 因为青铜古关内的神秘人 踏入圣军境 这位早已在九天十地 销声匿迹的仙祖 竟然现身了 但很快的 子行的眼中 就闪烁着莫名的兴奋 毕竟 在他看来 青铜古关内的神秘人 就是他的主上 如今仙祖现身 也是因为他的主上而现身 他也觉得有面子 而天际老人 在听到仙祖的名号以后 纷纷脸色大变 惊骇地看着仙祖 竟然是仙祖 仙祖竟然还活着 那可是仙天生灵之一啊 在整个九天十地历史上 仅次于开天古仙的存在 这么多年过去了 就连开天古仙都已经陨落 没有人觉得 那些仙天生灵还活着 师祖能活着就算了 没想到 竟然仙祖竟然还活着 最为重要的是 一向隐世不出的仙祖 现在竟然因为 青铜古关内的神秘人 现身于此地 没想到竟然是仙祖现身了 仙祖竟然还活着 陈若玄呼吸有些急促 难以置信 不仅仅是他 其他人也都一样 谁都没想到 仙祖竟然还活着 此刻因为青铜古关内的神秘人 出现在了九天十地 整个九天十地 也在此刻沸腾起来 在人族之中 仙祖是仅次于道祖的存在 可现在 道祖已经陨落 仙祖现身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 极为振奋的事情 我的天哪 仙祖竟然还活着 我没看错吧 仙祖活着不是很好吗 有仙祖相助的话 我们也更加有希望 度过将来的劫纳 仙祖之所以现身 应该是青铜古关内的神秘人吧 肯定啊 冲破玄神境的恐怖存在 整个九天十地 也仅此一人吧 竟然惊动了影视不出的仙祖 果然不同凡响 九天十地的修士们 一轮纷纷 各个都是震惊不已 但震惊的同时 也有着一丝丝兴奋在内 仙祖自然也听到了 附近的那些声音 不过他并未在意 只是抬头看向那青铜古关 微微犹豫片刻后 抬手一拜 在下与子 拜见前辈 恭贺前辈冲破智谷 踏入圣君之境 问鼎九天十地 仙祖语气颇为恭敬 朝着青铜古关 摇摇一拜 这一拜之下 顿时令整个天地间的修士 都为之震动 天机老人 他们双目瞳孔微微收缩 有些惊骇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显然没想到 仙祖竟然对青铜古关内的存在 如此恭敬 上来就行此大脸 直挽背之脸 要知道 这可是仙祖啊 不过他们 仔细想了想后 觉得好像也正常 那青铜古关内的神秘人 好歹也是 与巫神有过约定的存在 估计也是巫神 那个时代的人物 既然如此 那仙祖称呼他为前辈 倒也没毛病 只是他们越发好奇 青铜古关内的神秘人 究竟是谁 毕竟在整个九天十地上的大人物 能达到玄神巅峰的程度 应该都不是无名之辈才是 他们不应该没有听说过 仙祖身边的明月和连儿 见此情况 也是脸色微微一变 然后赶紧跟着拱手一拜 极为客气 但两人内心的震惊 却难以言表 他们太清楚仙祖的性格了 那可是仙祖啊 高高在上的仙祖 从未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可现在 却心甘情愿地走出古仙圣地身处 来到了这青铜古关前 拜见青铜古关内的神秘人 关键是 现在仙祖甚至都没见过对方 不过就在这时候 天上还愈合的裂缝之中 众人发现 那裂缝中的混沌 开始疯狂涌动起来 一道道黄色的力量 从天而降 迅速凝结而起 很快 那些黄色的力量 凝结成了一朵庞大的黄云 这时 看到那黄云 众仙帝都是愣住了 有些莫名其妙 显然并不知道黄云的作用 唯有紫行脸色微微一变 惊骇道 那是 混沌之节 有人要突破混沌镜 踏入暗虚镜 此话一出 所有仙帝的脸色都变了 竟然有人要突破混沌镜 那能是谁 他们抬头看去 神识在整个九天十地都疯狂扫动 想要找到那突破混沌镜 冲击暗虚镜之人 也在这时候 一股恐怖的气息 在东极魔窟那边的万妖海上 升腾而起 果然是冲击暗虚镜 紫行双目一闪 语气凝重的道 而陈若璇等人 则是面色大变 惊骇地看向万妖海的方向 因为那个方向 是秦里所在之地的方向 当初七沙魔帝和白华仙帝 就是在万妖海内冲破智谷 踏入混沌镜的 那么这一次 是谁要踏入暗虚镜 此刻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放在了东边的万妖海之上 他们能够看得到 恐怖的灵气 笼罩在整个万妖海之上 而黄色的混沌节云 也在此刻凝聚 这节云的恐怖程度 比之前的万古藏仙 还要更加可怕 仅仅只是出现 整个万妖海的海水 就沸腾起来 无数海中生灵 沉入海底深处 不敢冒头 他们匍匐在海底 瑟瑟发抖 一道道空间裂缝形成的闪电 在万妖海上方闪烁 这就是暗虚镜的混沌之节吗 也不知道 是谁在冲击暗虚镜 陈若璇眼中 升起一丝羡慕 他修炼了这么多年 却依旧在先帝初期 连混沌镜都没有 距离暗虚镜异常遥远 可望不可及 不仅仅是陈若璇 其他先帝也同样如此 就算是融合了 前修之魂的蛮山 也是目光闪烁 带着一丝羡慕 又是在万妖海 不知是否与情理有关 天机老人暗暗想到 随着天机老人的修为 踏入到混沌镜后期之后 他越发地感觉到 秦里的恐怖之处 加上之前七沙摩帝和白华先帝 在秦里的帮助下 仅用数月时间 就从先帝初期达到混沌镜 如此一来 更是给秦里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让天机老人对秦里越发地敬畏 暗虚镜的混沌之节 原离抬头看着东边方向 没想到在九天十地的本源之力 如此稀薄的情况下 竟然还有人能够修炼到此等境界 此人的天赋难以想象 不过原离仅仅只是看了一眼后 便收回了目光 又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吴望天狱 先祖也在这时候 抬头看向万妖海的方向 他的想法和原离差不多 先祖太清楚 能在这种情况下 冲击暗虚镜其能力有多恐怖 按照先祖对于九天十地的了解 在吴望天狱两大区域未解开之前 能踏入混沌镜兜 已经是举世无双的天才 更别说 是现在冲击暗虚镜了 吴望天狱两大区域解封到现在 也不过数月时间 九天十地仅仅恢复了两成的本源之力 不管是时间上 还是本源之力的浓郁程度上 都远远无法支撑 一个修士达到暗虚镜 除非是那种能力极为逆天之人 或者是有着逆天造化还差不多 何人能在此时踏入暗虚镜 先祖双目闪烁 盯着万妖海上 已经凝聚成形的混沌节云 他发现 随着浩劫的临近 这九天十地的妖孽越来越多了 就连原离的表现 都令他颇为吃惊 轰隆隆 就在这时候 一道道黄色的雷霆 凝聚在万妖海之上 哪怕相隔亿万里之遥 他们也能够感受到 那恐怖的气息 别说那些先帝了 就连原离也再次看向混沌节云 这混沌节云 有些不对劲 原离忽然说道 开明先帝疑惑道 怎么不对劲了 原离道 寻常混沌节云远 没有如此强悍的气息 除非是 对方有三人渡劫 三人渡劫 开明先帝愣了 原离点点头 不错 混沌之节的威力 是成几何倍增的 假设一人渡劫的威力 只有一 那么两人一起渡劫 其威力就是时 三人一起渡劫 威力便是百倍 四 开明先帝倒吸一口凉气 抬头看着万妖海的黄色节云 老师 你的意思是说 眼下这节云 是普通混沌之节的百倍之强 嗯 原离发出一道鼻音 就连先祖也是眉头皱起 眼神中闪过一抹震惊 百倍的混沌之节 它虽然已经是 玄神后期的恐怖存在 可还是觉得这百倍的混沌之节 有些恐怖 也不知道弟弟是谁 竟然胆敢如此嚣张 引下百倍的混沌之节 莲儿说道 先祖 看方向是万妖海 之前九天十地 曾有两人踏入混沌境 好像是那秦李相助的 同样是在万妖海内 莫非这混沌之节 也与那秦李有关 秦李 先祖目光一闪 抬头望着那巨大节云 眼神中撒好难过一抹好奇 他对秦李本就好奇 如今莲儿这么一说 他也就更加好奇 这个凭空杀出来的秦李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原理和开明先帝的对话 在附近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所有人都惊骇地看着那节云 之前的万古葬仙之节 他们也有所感受 那节云的威力 也是寻常节云的百倍 可以确定 那节云针对的 就是七杀摩帝和白华先帝 当时猜测 应该是秦李在帮助他们二人度节 故而 节云的威力增加到了百倍 如今这混沌之节的威力 竟然也是百倍 难道 真是秦李在帮助其他人度混沌之节 他们并没有往七杀摩帝和白华先帝身上想 毕竟 七杀摩帝和白华先帝才踏入混元境 不过数月时间 怎么可能就这么快就冲击暗虚境了 别人想要从混元境达到暗虚境 数百万年都没可能 然而 他们没有想过的却是 就算在九天十帝本源之力十分充足的情况下 先帝初期想要达到混元境 也需要数十万年 甚至是百万年 可七杀摩帝和白华先帝两人 在秦李的帮助下 到了混元境 现在又用数月时间从混元境达到暗虚境 不应该很正常吗 此刻 劫云之上凝聚出了恐怖的黄色劫雷 恐怖的气息降临下来 那黄色雷劫冲进万妖海之中 但令人奇怪的是 混沌雷劫降临下来 却并未让万妖海受到任何影响 雷劫降下去之后 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令人难以捉摸 要知道 当初万古葬仙的劫雷落下时 虽然看起来也很轻松地被人挡下来了 可至少万妖海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整个万妖海几乎被撕碎 而现在 万妖海连一点影响都没有 如今的混沌之劫 可远远强于当初的万古葬仙啊 什么情况 那混沌雷劫 怎么感觉被人凭空抹去了一般 陈若璇无比惊讶地说道 其他先帝也有这种感觉 万分不解 原离眉头微微皱起 并未说话 而先祖则是呼吸略微急促 他感应到了此事的不简单 如此轻松地化解混沌雷劫 对方恐怖到了什么程度 老子个乖乖 这是什么天检 神陨之地的特殊空间内 七沙摩帝抬头看着那恐怖的黄色劫云 哪怕他天不怕地不怕 此刻内心也不由自主地升起一抹畏惧 白华先帝神情凝重地看着那黄色劫云 呼吸略微有些急促 虽然有情理在 刚才降落下来的恐怖劫雷 并未威胁到他们 但他也能够感受到 那劫雷中蕴藏的恐怖破坏力 那种破坏力绝对不是他能够承受的 若是没有情理 他绝不可能抵抗刚才那道劫雷 而刚才那道劫雷 不过是第一道劫雷罢了 按照情理所说 这暗虚禁的混沌之劫 有九道劫雷 看起来没有万古葬仙之劫的劫雷数量那么多 可其恐怖程度 却远远不是一个层次的 哪怕是万古葬仙第九十九道雷劫 也远远比不上 这混沌之劫的第一道雷劫 而混沌之劫的每一道雷劫 都是一次质变 威力比上一道雷劫要强大十倍 这是什么概念 假设第一道雷劫的威力是一 那么第二道雷劫的威力就是十 第三道雷劫 则是在第二道雷劫的基础上 再强大十倍 那就是百 以此类推 到了第九道雷劫 那威力就是毁天灭地 白华先帝都不知道 什么样的人才能度过这种雷劫 可现在 情理看起来依旧很轻松 那黄色的雷劫还未落下来 就被情理抬手一指 一股神秘力量落在黄色雷劫上 黄色雷劫便如乖巧的小蛇一样 落入情理的手里 随后在情理手臂上绕了一圈 便钻进了掌心 被情理所吸收 此刻白华先帝已经明白过来 这些所谓的混沌之劫 似乎是情理刻意要将他们引出来 然后将那黄色劫雷收入自己体内 所以 这一切都在情理的掌控之中 想到这个可能性 白华先帝心中生起一抹惊骇 情理到底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不但如此轻松 帮他们达到了传说中的境界 并且还刻意引下两次混沌之劫 只为了得到混沌之劫的雷劫之力 将天劫都玩弄于鼓掌之间 白华先帝无法想象 情理的实力到底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轰隆隆 第二道黄色的劫雷 从天而降 天地都在颤抖 哪怕只是用肉眼去看 也能感受到那雷劫中的恐怖气息 秦老爹 那雷劫又来了 七沙摩帝惊呼一声 有些惊骇地说道 他能够感受到 这第二道雷霆的强大程度 比之前上涨了十倍 白华先帝的心也揪了起来 虽然他知道 情理应该是能够解决掉那劫雷的 可是看到如此强大的劫雷 他还是有些有些莫名的担心 这么恐怖的劫云 一旦出现意外 那可就是必死的局面 哪怕那劫云中 泄露一点点力量出来 那他和七沙摩帝也无法抵抗 只能横死当场 好在情理的脸上 只是露出淡淡的笑容 他一挥手 也不见他使用什么神通手段 那如同蔑氏一般的雷霆 却在这时候 化作一条温顺的小蛇 落在了情理的手臂上 在他身上欢快地游了一圈之后 钻进了他的掌心之中 看到这一幕 白华仙帝和七沙摩帝 不由得又对视一眼 都从彼此眼中 看到了震惊之色 七沙摩帝拍手说道 秦老爹 你这修为也太强大了 这么恐怖的劫雷 都能被你收下 我七沙一生没服过谁 今日我算是彻底服了 情理摇头道 还不到时候 混沌之劫还没过去呢 说着 他抬头看着那劫云 眼中闪过一抹神采 他的修为在此刻 也开始攀升起来 原本距离圣君境巅峰 还有一段距离 可随着那雷杰进入体内 被炼化成混沌吉利 化作一道道雄厚的力量 不停地提升着情理的修为 使得情理的修为 在此刻疯狂攀升 他的境界也在这一刻 迅速向着圣君境巅峰靠近 就是这种感觉 情理颇为满意 继续引动更为强大的雷杰落下 控制这些雷杰 成为他提升修为的养分 七沙摩帝看着情理 专心致志对付其那雷杰来 不由地疑惑道 白兄 我怎么感觉这些雷杰 是秦老弟故意引下来的 白华先帝点点头 自信点 把感觉去掉 七沙摩帝瞪着眼睛说道 也就是说 这一切都只是秦老弟的计划 包括我们踏入这暗虚境 也只是秦老弟计划中的一环 白华先帝恩了一声 应该是 死 七沙摩帝倒吸一口凉气 眼中的震惊更多了 与此同时 青铜骨关前 数十人都看着那浩浩荡荡的劫云 眼神越发地凝重起来 我怎么感觉 那劫云越来越强了 但是落下去的雷杰 却每次都销声匿迹 这到底怎么回事 陈若璇无比惊讶地说道 似乎有些不敢 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些 紫薇先帝等人也点点头 他们也有这种感觉 而子行则是站在一边 眼神中闪过一抹惊异不定 他看了看天边的劫云 又看了看青铜骨关 那劫云中的气息 怎么和主上的气息 如此相似 子行暗暗想到 脑海中一团乱麻 一时间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作为混元静后期的修士 已经隐约能够感应到 劫云中的气息 知道劫云中有三道气息 那三道气息 便是此次三个 在混沌之节范围内的修士 其中一道气息 赫然与一万多年前 斩杀的修士极为相似 可偏偏这青铜骨关内 散发出来的意志 其气息也与当年的一样 这让子行有些捉摸不透起来 到底哪个是秦吏 哪个是他的主上 别到时候搞了半天 他拜人拜错了 或者说两个都是 此人的修为 至少也是悬神境 这时候 仙祖忽然开口了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看向仙祖 眼神有些惊骇 他们已经认为 劫云的出现 肯定是跟秦吏有关系的 而现在所说的此人 应该就是指 秦吏没错了 天机老人 他们一直都在猜测 秦吏的修为境界 但一直以来都非常神秘 没有一个变数 而现在 随着仙祖开口 他们终于对秦吏的修为 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 悬神境 很大可能就是悬神境 秦吏竟然是悬神境的境界吗 所有人的眼神 都开始有了变化 就连明月和莲儿也有些诧异 莲儿惊讶地说道 仙祖 你说的此人 是指秦吏吗 仙祖摇头道 我也不清楚 但可以确定的是 有人在帮助那两个冲击 按虚境的修饰度节 如此强悍的天节 想要轻松度过 对方的修为 至少也需要在悬神境后期 悬神境 而且还是后期 看来 这应该就是秦吏的真实修为了吧 附近的所有修饰 都是面面相去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 没想到 他们和秦吏的差距 竟然如此之大 要知道 秦吏修炼的时间 也不过三万年罢了 三万年的时间 竟然从无到有 达到了悬神境 而且 这还是在九天十地 被抽干了本源之力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 秦吏仅用三万年时间 在一个没有本源之力的地方 将修为提升到了 至少悬神境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恐怖天赋 要知道 三万年时间 对于陈若璇这些先帝而言 都有可能只是一次 闭关的时间罢了 在场的所有人 哪个不是活了十万年以上 可是他们大部分 连先帝初期的稚骨都未能打破 被困在先帝初期 已经数万年 甚至是数十万年 这样对比下来 他们在秦吏面前 简直就是废材 如果秦吏真的是 悬神境修饰的话 那他的天赋 到底有多恐怖 我记得 他修炼的时间 也不过三万年吧 陈若璇倒吸一口凉气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 紫薇先帝和北城先帝 他们也是满脸凝重的点点头 眼神中满是惊骇之色 遥光女帝美眸中闪过一彩 呼吸都略微有些急促起来 情理 真的是悬神境修饰吗 通过这段时间 对于先帝之后的 那些境界之了解 不仅仅是遥光女帝 其他先帝也知道 悬神境到底有多恐怖 混元静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子行一出 没有人能够抵挡 可后面才知道 混元静在暗虚境面前 也不过是弟弟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而悬神境有多恐怖呢 暗虚境巅峰的元黎 悬神境之下无敌 就算是数十个暗虚境 同时围攻他 都能被他轻松斩杀 这种战绩 在整个九天十地的 暗虚境之中 也算是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了 当年想要统一 九天十地的乌乎尔 在暗虚境巅峰的时候 也被数十个暗虚境修饰 联手镇压 可元黎却能轻松绞杀 数十个暗虚境修饰 可见 元黎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那绝对是暗虚境 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然而 就算是这种存在 在面对悬神境 初期的乌乎尔时 也是毫无抵抗之力 连一招都挡不住 由此可见 悬神境到底有多恐怖 而秦礼 竟然是悬神境的恐怖存在 可见 秦礼对于他们 这些先帝来说 到底有多恐怖 然而没有人知道 区区悬神境 秦礼弹指可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久到混沌雷杰 纷纷落下 不管那混沌雷杰 强大到什么程度 最终都没有造成任何波澜 毫无痕迹的消失 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这混沌雷杰 雷声大于点小 然而他们都明白 那并不是混沌雷杰 雷声大于点小 而是混沌雷杰 还未降临的情况下 就被人给抹掉了 抹掉混沌雷杰的这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秦礼 以天机老人 为首的众仙帝 脸上都露出惊叹之色 脑海中 纷纷冒出秦礼的容貌来 莫非 秦礼当真如此恐怖吗 唯有仙祖的眼中 闪过一抹凝重之色 因为只有他知道 若是换作是他 绝对不可能做到 如此轻松度过那混沌雷杰 尤其是第九道混沌雷杰 如果是他来度的话 恐怕也会感受到一些威胁 绝不可能如此轻松 尽管这只是按虚境的混沌雷杰 而他已经达到了 玄神境后期 可问题是 那混沌雷杰是三个人同度 第一道混沌雷杰 就比普通的强大了百倍之多 莫非 那秦礼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玄神巅峰 仙祖脸色有些凝重 暗暗想到 此刻就连他 也觉得那出手之人 或许就是秦礼 随后 仙祖看向莲儿 莲儿 那秦礼当真只修炼了三万年 莲儿眨了眨眼睛 随后点头道 是啊 仙祖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 他于三万年前 从中天狱的古元界飞升上来 确实只修炼了三万年左右 三万年 仙祖目光一闪 眼神中闪过一抹震惊 莫非 他是预言中的那人 众人听到仙祖的自语声 都惊奇不已 预言中的人 什么预言 莲儿问道 仙祖 什么预言中的那人 仙祖淡淡地看了莲儿一眼 没有回答莲儿的话 莲儿被这一眼看得通体冰凉 赶紧跪拜下来 仙祖息怒 莲儿该死 仙祖没有再说话 而是看向那远处 还未消散的混沌雷杰 混沌劫云 并未因为九道雷杰的消失而溃散 与万古藏仙一样 混沌之劫 并非只有雷杰 此劫总共两个阶段 在雷杰过后 第二个阶段就会出现 而这第二个阶段才是重点 才是整个混沌之劫 最为危险的存在 此刻 无尽混沌 开始涌动起来 那混沌劫云在此刻开始扭曲 在扭曲了片刻之后 一张庞大的巨脸 缓缓凝聚出来 那张脸 就是由混沌劫云凝聚出来的 那是一张没有任何五官 也没有任何表情的脸 不过在很快的 那张脸 就凝聚出了一双眼睛 在凝聚出一双眼睛之后 其左眼缓缓睁开 那眼睛之中 没有任何表情 空洞无比 有的只是一片漆黑 可随着眼睛睁开 天地间仿佛陷入了 无尽的寂静之中 所有人都失聪了 他们听不到任何声音 哪怕有人就在他们身边说话 他们也只能看到他们张嘴 而无法听到声音 嗡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出现了一阵强烈的嗡鸣声 那只左眼竟然开始崩溃起来 看到这一幕 仙祖的脸色微微一变 这怎么可能 混沌意志竟然开始崩溃了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脸色都是微微一变 有些难以置信地 抬头看着那黄色节鱼凝聚而成的巨脸 混沌意志竟然也开始崩溃了 那真的是情理吗 这手段也未免过于恐怖了些 虽然他们不知道 混沌意志到底有多强大 可是从刚才的恐怖情况来看 混沌意志仅仅只是睁开了一只眼睛 整个天地都没有了声音 那种寂静哪怕是作为先帝 内心也是生起无限恐惧 可见那混沌意志到底有多恐怖 要知道 混沌意志睁开眼睛并非针对他们 而是针对那杜劫之人 而现在 混沌意志的左眼竟然开始崩溃 如果出手之人真是情理 那情理真的只有悬神经吗 也就在这时候 混沌意志那尚未睁开的右眼 也在此刻缓缓睁开 不过那右眼一边睁开 一边出现崩溃 其崩溃的速度甚至比睁开的速度还要快 那崩溃的范围 就像是火油上沾上了火星 迅速蔓延 转眼间 整张巨脸都彻底崩溃 那黄色的结云 最终化作一点点的尘埃 消散在天地间 天道意志 消散了 先祖双目一闪 眼中露出浓浓的震惊 他知道那混沌意志降临的第二阶段劫难 无法奈何得了对方 也想过可能会溃散 但怎么也没想到 混沌意志竟然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连第二只眼睛都没有睁开 就彻底消散了 劫难降临 左眼、右眼、鼻子、左耳、右耳以及嘴巴 待到五官全部显现的时候 就是最终劫难降临时 这种劫难比雷劫恐怖百倍 是意志之劫 是心境之劫 是命运之劫 这种劫难防不胜防 想要度过非常困难 然而现在 混沌意志直接就溃散了 甚至第二道劫难还没有降临 先祖以为 那混沌意志 至少也会跟那渡劫之人对抗一段时间后 才会消散的 没想到 难道出手之人 真的是情理吗 陈若璇震惊地说道 天机老人 他们都对视一眼 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 不过 陈若璇这么一问 他们反而有些犹豫起来 这么恐怖的存在 真的是情理吗 他们有些不敢相信 与此同时 在神陨之地内 情理面带笑容地看着七沙魔帝 和白华仙帝 此刻他们的修为 已经正式达到了暗虚境 恐怖的气息 从他们体内爆发出来 他们也感受到了那种 前所未有的恐怖力量 这就是暗虚境的力量 果然恐怖 七沙魔帝眼神发亮 抬手朝着前方一指 一道红光闪烁而出 瞬间落在了一个山头上 那山头并未发出 什么大的动静 整个山头瞬间崩溃 在无声中消失的 无影无踪 就像是被凭空抹掉了一样 从有道无的力量 恐怖如斯 七沙魔帝 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 就算是一向稳重的白华仙帝 此刻也是身躯颤抖 抬着双手微微发抖 这种梦寐以求的力量 他已经求了很多年 没想到 今日终于是达到了 他以前的时候 只渴望能够突破 先帝初期的桎骨 达到先帝中期 就已经是很满足了 没想到 在见到秦李之后 修为蹭蹭蹭上涨 这才多长时间 竟然就从先帝初期 连续突破 达到了传说中的暗虚境 要知道 在他遇上秦李之前 连暗虚境是什么境界都不知道 如今却掌握了这种力量 他如何不激动 白兄 现在知道 你那宝贝女儿没嫁错人了吧 这笔买卖划算吧 七杀摩帝眉飞色舞地说道 白华先帝愣了一下 随后颇为不悦地说道 七杀道友 林儿并非商品 不能用买卖和价值来衡量 秦李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就算他不帮我踏入暗虚境 林儿嫁给他也是值得的 切 七杀摩帝不屑地说道 你就装吧 我看 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在秦老弟没展现出实力之前 你可不是这样说的 白华先帝一向庄严的脸 也是不由地发烫 眼中满是尴尬之色 秦李见此倾壳一声 说道 好了 咱们还是忙正事要紧 七杀摩帝愣了一下 疑惑道 还有什么正事 顿了顿 七杀摩帝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说道 秦老弟 我这修为已经达到了暗虚境 不如咱俩切磋切磋 我就不信 还能被你那么轻松搞定 说着 七杀摩帝就抬手朝着秦李一拳打来 这一拳 宛若气震山河 整个空间都在颤抖 秦李却不慌不忙 也没见他出手 只是笑着说了声别闹 然后四周的空间立即稳定下来 七杀摩帝的攻势立即化解 并且变得极为微弱 七杀摩帝亮亮呛呛地走了两步 发现自己竟然丝毫也提不起力来 这让他脸色微变 满脸震惊 我去 你怎么做到的 七杀摩帝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 白华先帝也是瞳孔微微一缩 原本他们以为自己 踏入暗虚境之后 与秦李的差距应该是缩小了一些 没想到这鸿沟 竟然还是难以逾越 秦李都没出手 竟然就将七杀摩帝的攻势给化解了 这属实有些厉害了 秦李说道 等你踏入玄神境 你也能做到了 玄神境 七杀摩帝愣了一下 秦李点点头 是的玄神境 我想应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七杀摩帝和白华先帝的呼吸 都变得急促起来 秦老爹 你的意思是说 还要帮我们踏入玄神境 七杀摩帝难以置信地问道 秦李道 你们不想 当然想 七杀摩帝连忙点头 兴奋地说道 那可是玄神境啊 先祖的境界 秦李笑着道 喝了这杯茶 你们可以继续修炼了 说着 秦李拿出两杯茶 来递给他们二人 两人接过茶也没多想 喝下后开始修炼 随着茶水入渡 他们的心境变得安稳起来 境界也在飞速地凝食 不知道节省了多少修炼功夫 两人暗暗吃惊 这茶水的逆天效果 同时也不忘秦李的主妇 开始疯狂修炼起来 而此刻的秦李 也同样盘膝坐下 因为他感悟到 自己的修为已经开始突破 即将踏入圣君境巅峰 将九道混沌雷结 全部吸收之后 秦李体内的混沌极力 已经达到了巅峰 只需要将那磅礴的混沌极力 全部炼化完毕 那么秦李的 就能顺理成章地 踏入圣君巅峰 圣君巅峰之境 距离超脱境 只有一步之遥 这是秦李 已经追求了很久的境界 可以开始了 秦李嘀咕一声 运转体内的混沌极力 开始疯狂炼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 秦李的修为节节攀升 疯狂地朝着圣君巅峰冲刺而去 秦李提升修为的速度极快 仅仅是数个时辰的时间 可能外界还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他的修为 就已经冲破圣君后期的稚骨 达到了圣君巅峰的程度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他体内散发出来 但还没有冲出去 便被秦李收敛起来 这就是秦李现在的能力 对于气息这些东西 他已经能够做到收放自如 从而不影响到任何人 圣君巅峰 秦李睁开双目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只是看了一眼 眼前的空间竟然就难以承受 出现了崩溃 就连虚空中的混沌 也在此刻颤抖不已 这就是圣君巅峰 距离超脱境只差一步之遥 一旦踏入超脱境 那就是不死不灭 而现在的秦李 已经具备了超脱境的一定能力 故而就算是混沌 在遇上秦李的时候 也需要退缩 还差一步 是时候加快进度了 秦李双目一闪 秦李想要踏入超脱境 必须得十大傀儡分身 都踏入圣君初期 在此之前 也就只剩下四个傀儡 未曾达到圣君境 如今巫神傀儡 已经达到了圣君初期 师祖傀儡也即将踏入 那就是说 只剩下最后两具傀儡了 只不过玄灵蛇到现在 也没有找到另外两具傀儡的 开天古仙肉身 看来得加快速度 赶紧找到另外两具 开天古仙的肉身了 秦李暗暗想到 于是向巫神傀儡下达了命令 玄灵蛇的修为 仅仅只有玄神境初期 虽然在九天十地 算是非常厉害的存在 但是在无望天狱之中 却并不算什么 甚至可以说 非常危险 因此 想要尽快找到另外两具 开天古仙的肉身 也是颇为困难的 若是巫神傀儡出手 那就不一样了 那基本上 是可以横扫无望天狱的 毕竟无望天狱 也并没有圣军境的存在 或者说 只有那诡异之源 有可能达到了圣军境 可经过之前的交锋 也能够看得出来 哪怕是诡异之源 也不敢面对巫神傀儡 毕竟秦李的巫神傀儡 可不是当年的巫神仓无能比的 巫神傀儡 能杀诡异生灵 出手吧 秦李淡然开口 然后再次闭上双目 与此同时 天地间恢复了平静 黄色的混沌结云 消失不见 但仙祖却在这时候 身体颤抖了一下 有些狐疑地盯着天上那 缓缓愈合的虚空裂缝 看着那即将消失的混沌 他眼中露出疑惑 仙祖 怎么 李儿问道 当问完之后 李儿就有些后悔 赶紧忐忑地看着仙祖 不过好在 这次仙祖并未发怒 反而低声说道 刚才我感觉混沌出现了一丝异样 好像是有什么修士 突破了某个境界 引起混沌的变化 莫非是那两个按虚境修士 李儿疑惑道 仙祖却摇摇头 按虚境的突破 还不足以引起混沌的变化 应该不是按虚境修士 李儿不解道 那能是什么修士 仙祖依旧摇头 不知道 按理说不应该 这混沌的变化 仅仅是一瞬间 一瞬间之后 便又恢复了正常 过于古怪 李儿和明月都愣了一下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他们也不敢再插嘴 只好老老实实地听着 不过仙祖也暂时将此事抛在脑后 他微微摇头 随后看向那青铜骨官 他依旧没有忘记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为的就是来拜访青铜骨官内的神秘人 并且从对方身上得到关于 踏入圣军境的方法 只要能得到这个方法 他可以付出一切代价 在这方天地 唯有踏入圣军境 才能在将来的浩劫中安然无恙 否则的话 就算度过了一次浩劫 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浩劫 而且 若是整个九天十地都毁灭了 哪怕是他自己度过了浩劫 他也是必死无疑的 没有圣军境 就算是玄神境巅峰 也不可能在混沌中长时间活下来 前辈 在下与子 拜请前辈献身一剑 晚辈有要事相求 这次先祖没有再拐弯抹角 而是直接开门见山地 说了自己来此地的目的 为的就是能够见到对方 先祖这番话 也是令紫薇先帝他们震惊不已 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先祖 没想到 先祖竟然对青铜骨官内的神秘人 如此客气 甚至是不惜放低姿态 只为见对方一面 可见 这圣军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 就算是源离 先祖和青铜骨官 不过他的表情变化不大 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选择静观其变 开明先帝说道 先祖低声下气 竟然只为了见那位神秘人一面 原离淡淡道 很明显 先祖是想要从此人身上 得到踏入圣军境的方法 否则以先祖的性格 甚至都不可能走出古仙圣地 好吧 开明先帝恍然 倒也觉得是这么个道理 随着先祖开口后 四周陷入短暂的安静之中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那青铜骨官内的神秘人 不会理会先祖的时候 毕竟之前青铜骨官内的神秘人 从未理会过任何人的诉求 只是在关键时刻出手罢了 可就在这时候 那青铜骨官忽然猛地震动了一下 接着 一道道神秘的乌纹 就像是藤万一样迅速蔓延 从骨官内爬出来 迅速覆盖整个青铜骨官 那些拉着青骨骨官的灵兽 仿佛受到了巨大的惊吓一样 纷纷惶恐地匍復下来 看着青骨骨官的眼神 充满了恐惧和敬畏 一只巨大无比的手 搭在了青铜骨官上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面色一变 青铜骨官内的神秘人 要出来了 就连仙祖看到这一幕 眼神中也是露出一丝欣喜 本来他也只是想来碰碰运气罢了 若是对方不愿意出来的话 他也没有办法 毕竟对方好歹也是圣君境的存在 他不过是玄神后妻罢了 对方不愿意出来 他能怎么办 故而 仙祖早就已经做好 对方不会搭理他的打算 没想到的是 哪怕是仙祖这种活了亿万年的老怪物 也难以遏制住内心的欣喜 那毕竟是圣君境的诱惑啊 哪个玄神境扛得住这等诱惑 因此 看到那只巨大的手掌 放在了青铜骨官之上 仙祖也是有些期待起来 其他先帝更是心神振奋 无比激动地看着那只庞大无比的手 这位青铜骨官内的神秘人 终于要现身了 这位前辈终于要现身了 太好了 陈若璇激动地说道 若是我们九天十地有他带领 那么度过将来的浩劫 也必定会有更多的机会吧 紫薇先帝等人也是不由得点点头 眼神中满是激动 唯有天机老人沉默不语 眼神中闪过一抹担忧 毕竟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结果 他的将来一片辉煌 但结果却并不是好的 他的最终结果是陨落 死在了那场浩劫之中 故而不管如何 他都兴奋不起来 主上 紫行看着那只手浑身一颤 也变得有些激动起来 喊了那么久的主上 现在终于要看到对方的真面目了 紫行自然也是非常激动的 甚至在他看来 对方是圣军镜的存在 只需要随便指点一下他 那他的修为岂不是飞速提升 这才是紫行最想要看到的 而更加兴奋 还是那十二祖乌 他们纷纷激动地 看着青铜骨关上的那只手 每个祖乌身上的乌纹 都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 他们的身体颤抖着 如同那些匍匐着的灵兽一样 十二祖乌 也在此刻不由自主地跪拜下来 虽然仅仅只是出现了一只手 但那手上的乌纹 却是先天乌纹 是唯有乌神才能掌握的先天乌纹 他们都知道 现在这青铜骨关内的人 便是他们乌族心的乌神 故而 他们的宫镜 是来自血脉深处的宫镜 他竟然出来了 远离目光一闪 盯着那青铜骨关 目光终于定格 似乎也颇为期待 青铜骨关内的神秘人现身 轰隆隆 随着青铜骨关发出震动 另外一只手 也在此刻搭在了青铜骨关之上 一具足有十万丈之巨的恐怖身影 终于从那青铜骨关内 缓缓坐了起来 只见此人虽然只有上半身在外面 但也是顶天立地般高大 密密麻麻的乌纹 分布在巨人身上 看起来极为诡异 但他身上的气息 却令所有人呼吸急促 心头像是压了一块千斤巨石一般 喘气都有些困难 仅仅是庞大的身躯 就已经让所有人 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哪怕是夸父族最强的族人 其身躯也不可能达到这么高大 之前那牛头人乌乎尔的体型 已经算是很可怕了 给所有先帝都带来了心理阴影 然而 现在这巫神傀儡 从青铜骨关中做起来之后 造成的冲击力远远超过那乌乎尔 其身躯之庞大 竟然比乌乎尔还要更甚 怎么 这么大 陈若璇瞪大着眼睛 抬头看着直冲云霄的庞然大雾 一时间甚至忘记了呼吸 紫薇先帝等人 也同样是不由自主地凝神静气 惊恶地抬头看着那庞然大雾 单以肉眼来看的话 完全无法看到这具身体的镜头 可见 这具身体到底有多庞大 原本他们以为只是骨关庞大而已 毕竟这是乌神苍无的骨关 而乌神的身体 只是比正常人族修士的身体 大上那么一些而已 看起来还是相对正常的 绝对不可能达到如此恐怖的程度 故而在他们看来 那骨关内的神秘人 也只是和普通人差不多 结果没想到 其身体竟然庞大到了这种程度 恐怕整个九天十地的历史上 也就只有 夸富族的盘神 能够与之相比了吧 虚空 裂了 北辰先帝抬头看着天空 眼神无比震惊 仅仅是抬头树身 便打穿了虚空 小半个脑袋 探尽了混沌之中 不仅仅是北辰先帝 其他先帝也都看到了这一幕 主上威武 子行发出激动的呼声 当即就跪拜下来 朝着那庞大的肉身磕头 十二祖屋 也毫不犹豫地匍腹在地上 眼神中充满了狂热和激动 在九天十地有个说法 修为高的人 未必会肉体庞大 但肉体越大 身躯越磅礴的人 其修为必定也会越高 不管是哪个种族的修饰 都是如此 而现在这乌神傀儡的身躯 如此庞大 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甚至十二祖屋 隐隐有种感觉 眼前的二代乌神 恐怕比他们的开天乌神苍蜀 还要更加恐怖 九天十地 何时有此等身材高大的修饰 先祖看着那磅礴身躯 内心也同样震惊 内心暗暗说道 不过 他表面却极为恭敬 他拱手一败 与子见过前辈 袁黎抬头看着那无尽庞大的身躯 眼神中闪过一抹惊愕 不过他没说话 只是这样抬头看着 眼神也逐渐由惊愕 变成了一抹向往和坚定 他捏着的拳头紧了紧 回头看向那无望天狱 缓缓闭上眼睛 运转体内本源之力 继续修炼 开明先帝本来想问一些问题的 但看到袁黎都闭上眼睛了 只能将内心的疑惑放下 翁 虚空阵战 云雾消散 庞大的巫神傀儡的真面目 也终于缓缓浮现 那张巨大的脸上 巫闻逐渐退下 一张俊逸不俗的脸 渐渐出现在众人面前 不少人眼中 都露出一丝期待之色 九天十地 祭开天十大古仙之后 第一个圣君竞强者 终于要露出庐山真面目了 他们自然也非常期待 想要看看 这位圣君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随着巫闻退散 他们终于看清楚了 巫神傀儡的容貌 怎么 是她 所有人的脸色 都是猛然一变 脸上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随着巫神傀儡的相貌曝光 遥光女帝美眸瞪大 整个人都不好了 因为 那张脸虽然庞大 看不到边际 但她仔细一看之下 却发现 那张脸 竟然是她魂牵梦营的那个人 秦礼 巫神傀儡的脸 竟然是秦礼 遥光女帝怎么也没想到 这位在青铜谷关内 那么长时间 每次出手 都能稳稳当当解决所有危机 踏入了传说中的圣君境 甚至连无望天狱中的 诡异之缘都不敢还手 结果 其容貌竟然是秦礼 毫无疑问 这庞然大物 必定是与秦礼有关系的 否则这庞然大物 怎么可能是秦礼的容貌 遥光女帝脑海中 闪过无数个念头 最终觉得 这庞然大物 或许是秦礼的某个分身 当然 这只是她一瞬间的想法 但很快又不敢太确定 毕竟 这神秘存在的修为 可是传说中的圣君境啊 若是这神秘存在 只是秦礼的分身 那秦礼的本尊修为 到底有多么恐怖 遥光女帝深吸一口气 却发现自己的心完全乱了 不仅仅是遥光女帝 其他先帝在此刻的脸色 也是猛然大变 竟然是她 竟然是秦礼 这 这这这怎么可能 陈若璇瞪大眼睛 呼吸凝固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庞然大物 怎么也没想到 这恐怖的庞然大物 竟然是秦礼的容貌 这位葬在乌神的青铜骨关中的神秘存在 就算是乌神苍吾 为了完成与他的承诺 也保留了最后一丝意志的神秘存在 竟然是秦礼 这怎么可能 这是圣君境的恐怖存在啊 所有先帝的脸色都变了 他们心灵受到巨大震战 每个人都如同遭受了电击一般 全身都在发麻 他们盯着乌神傀儡 此刻再也无法保持镇定 哪怕是天机老人 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静 竟然是秦礼 秦礼联系在一起 可现在对方的容貌 就是秦礼的样子 那便可以确定 这位神秘存在 肯定是与秦礼有巨大联系的 最大的可能就是 她是秦礼的某具分身 否则的话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 十二祖乌看到乌神傀儡的容貌 除了竹九之外 他们的表情都没有多少变化 只是变得更加恭敬了 毕竟十二祖乌之前 并未见过秦礼 也不知道这就是秦礼 然而竹九的脸色 却是猛然巨变 是他 二代乌神大人 竟然是秦礼 我的天 以帝江为首的 其他十一祖乌 纷纷看向竹九 竹九 他就是秦礼 帝江愣了一下 虽然他的脸没有五官 可依旧能够看得出 他的震惊之色 竹九脸色凝重的点点头 不错 二代乌神大人的脸 与这段时间 极为神秘的秦礼一模一样 他必定与秦礼 有着巨大的联系 甚至有可能 这是秦礼的分身 听了这话 十一祖乌对视眼 抬头看着那庞大的身躯 每个人的脸色 都无比复杂 他们自然也听说过 这段时间声名雀起的秦礼 知道秦礼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古元界界主 中天玉剑祖 三代蛮神 混沌神殿殿殿主 甚至 在秦礼的帮助下 七沙摩帝和白华仙帝 仅用了数月时间 就从仙帝初期 踏入混元境 这等恐怖的能力 整个九天十地 自从开天以来 都没有出现过 而关于秦礼的身份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巨大的谜 没有人知道 秦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能让他 有如此恐怖的能力 短短三万年的时间 达到如此成就 现在 连这个圣君境的恐怖存在 竟然都有可能是 秦礼的一个分身 这个秦礼 到底有多恐怖 好家伙 我当初竟然想着 要抢他机缘 幸好我没抢到 北辰先帝咽了口口水 有些尴尬地说道 陈若璇面露古怪地说道 你当初可不是这样说的 你不是 一直想要找秦礼讨个说法吗 问他为什么抢你机缘 你放屁 北辰先帝当即反驳道 那本 就是他的机缘 怎来抢我机缘一说 北辰先帝 现在是打死也不承认自己 说了那些话 跪拜在一边的子行 抬头看着巫神傀儡的容貌 浑身颤抖 无比激动到 是他 是他 真的是主上 那张脸 他永远也无法忘记 当年在古仙圣地的时候 一见斩杀他的人 正是这张脸 他就算忘记了一切 也不可能忘记这张脸 再次看到这张脸 他的眼神中有兴奋 也有一抹发自内心深处的敬畏 那骨子敬畏 已经烙印在了他的灵魂当中 青铜骨关内的神秘存在 竟然是他 开明先帝 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随后他抬头看了看园梨 却发现 园梨避着双目 似乎对于青铜骨关内的神秘存在 到底是谁并不感兴趣 依旧在自顾自的修炼 开明先帝 只好也暂时将内心的震惊 慢慢放下 而此时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 都已经沸腾起来 青铜骨关内的神秘存在 是很多修士都非常在意的 他引出来的动静 绝对是近段时间最大的 不说其他的 十大灵兽脱关 寻有九天十地 仅此一件事 便已轰动整个九天十地 更别说后来那发生的那一桩桩 一件件事情了 如此一来 所有事情过去之后 直接将青铜骨关内 神秘人的存在感 拉到了顶峰 当神秘面纱被揭露的时候 所有人都没想到 那面纱之下的人 竟然是秦鲤 这让那些修士 如何不沸腾 原本他们以为 秦鲤已经很少出现在众人面前 随着三代蛮神的事情落幕后 很多人都很少再听到秦鲤的名字 没想到 秦鲤竟然无处不在 圣君敬 没想到这位神秘存在 竟然长得与秦鲤一模一样 看来 这尊庞然大物 很有可能只是秦鲤的一具分身啊 我的天啊 连分身都已经圣君敬 那秦鲤的修为到底有多恐怖 我觉得河里啊 也只有这样 七沙摩帝和白华先帝 才能在秦鲤的帮助下 如此轻易地踏入混远镜啊 秦鲤 九天十地的唯一真神 师尊 钟天玉的某个草原之上 一身白衣的太白仙王 行走在茫茫绿色之上 他抬头看着西方 看到了那张庞大的脸 原本没有多少表情的太白仙王 此刻眼神中满是兴奋之色 他寻找秦鲤很长时间 可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现在终于看到了 和秦鲤有关的事情了 那庞大身躯 看得太白仙王浑身颤抖 圣君敬 太白仙王眼中金光闪烁 当即化作一道清廉剑气 朝着无望天域而去 在他身后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剑光 足有十万剑仙 跟随太白仙王的步伐 朝着无望天域而去 在他们心目中 秦鲤就是他们的剑祖 是他们的师尊 是他们的授业恩人 故而 如今得到了秦鲤的线索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 朝那个方向而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剑光 往那个方向而去 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 有无数剑光出现 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剑光 他们的方向都是同一个 如此一来 这几乎成为了 整个九天十地的盛世 这青铜骨关内的神秘人 竟然是秦鲤的样子 明月看到那张庞大的脸 不由地愣了一下 随后惊讶无比地说道 莲儿也是有些诧异 眼眸闪过一道道异彩 这段时间以来 他们一直都按照先祖的要求 在关注着九天十地的事情 对于秦鲤 自然也是相当熟悉的 他们知道 秦鲤在天地境遇出现过之后 就再也没有现身过 但关于他的事情 却随着妖族四位妖主 和九天十地各大先帝的不停探寻 开始一渐渐地浮现在 九天十地所有修士眼前 他们也明白了秦鲤的前身 知道了秦鲤的过往 明白秦鲤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古元界界主 中天御剑祖 混沌神殿殿主 三代蛮神 现在竟然又与巫神有关 这让莲儿对秦鲤越发感兴趣 要知道 眼前这位二代巫神 那可是整个九天十地开天以来 第一位圣君敬啊 先祖目光一闪 低声说道 他就是秦鲤 莲儿赶紧回答道 回禀先祖 这位是不是秦鲤不清楚 但他的脸与秦鲤一模一样 听了莲儿的话 先祖呼吸微微一顿 他看着巫神傀儡 呼得一拱手 恭贺前辈出关 先祖想到了七沙摩帝和白华先帝 那两人不过是先帝初期吧 仅仅是因为和秦鲤交好 便因为秦鲤的关系 在数个月内突破到了混元境 甚至 先祖怀疑 刚才那两个突破到暗虚境的人 会不会也是七沙摩帝和白华先帝 若是如此的话 秦鲤的修为境界 恐怕已经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如果他能交好秦鲤 便有可能获得惊天造化 到时候突破到圣君境 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先祖对于这巫神傀儡的态度 也再次发生了一些改变 若说之前还是只是恭敬客气的话 那么现在就纯纯地变成讨好了 附近的那些先帝 也能察觉到 先祖态度的微妙变化 他们彼此之间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各自眼神中惊骇 连先祖这等存在 都想要讨好对方了 巫神傀儡在此刻也终于动了 他微微低头 扫了众人一眼 随后 在众人惊疑不定的目光下 巫神傀儡开始迅速缩小 仅仅是片刻的时间 就恢复到了正常人大小 缩小后的巫神傀儡 更是与秦里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仅仅只看那张脸的话 真的就与秦里一模一样 巫神傀儡全身被乌纹笼罩 身上一片片的神秘符纹 那双眼睛古紧无波 但有人却看得出来 那是一双颇为空洞的眼睛 似乎并没有神志 这是 一句傀儡 仙祖发现了这一点 不由的脸色微变 有些难以置信 显然 在之前他从未想到这一点 这庞大无比的二代巫神 刚刚才晋升圣军进步酒 竟然只是一句傀儡 仙祖在这具身体内 察觉不到任何生计 也没有神魂 有的只是一道意志 绝对是傀儡无疑 这让仙祖头皮都有些发麻 圣军进的傀儡 这怎么可能啊 如果真是这样 那秦里本身的修为 得恐怖到什么程度 才能拥有一句圣军进的傀儡 想到这里 仙祖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若是如此的话 无论如何 他也要交好秦里啊 秦里能让一个傀儡达到圣军进 那很明显的 圣军进对于秦里来说 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 只要交好了秦里 想要踏入圣军进 不就很简单了吗 仙祖的身体 微微颤抖起来 子行也察觉到了 眼前的巫神傀儡 只是一具傀儡 他眼神中闪过一抹震惊 但也很快想明白 为什么会在刚才的混沌结云中 也感受到了秦里的气息 原来 这巫神傀儡 只不过是他主上秦里的一具傀儡而已 而且 这傀儡还是按照秦里的模样 炼制的 既然是秦里炼制的 又有秦里的一道意志在里面 有秦里的气息 不是很正常吗 想到这里 子行更加激动了 我就知道 主上的实力 必定是最强的 就算是开天古仙 也无法与他相比 子行浑身激动地说道 连圣军进的傀儡都有 秦里的修为 到底有多强 那已经毋庸置疑了 就算开天古仙再厉害 也不过是圣军修为吧 可圣军修为 不过是秦里的傀儡罢了 其他人也听到了仙祖的声音 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乌神傀儡 每个人的头皮都在发麻 这个结果 远远超过出了他们的认知 狠狠地震惊了他们 他们以为 这乌神傀儡就是秦里 但是怎么也没想到 这乌神傀儡 不过是秦里的一个傀儡罢了 这 没搞错吧 这么恐怖的存在 竟然只是秦里的一个傀儡 若是如此的话 那秦里的修为 到底有多恐怖 陈若旋声音都有些结巴了 一个先帝的气度 在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这话不是仙祖说出来的 也不是他亲眼所见的话 他是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的 毕竟 此事 过于恐怖 不仅仅是陈若旋 就连其他先帝 也是满脸震惊 难以置信 在此刻 他们的认知彻底被颠覆 遥光女帝也是瞪大眼睛 眸中一彩连连 难以置信地 看着那乌神傀儡 脑海一片空白 或者说 脑海中只有秦里的身影 没想到 他竟然是如此恐怖的存在 遥光女帝眼中露出一丝苦涩和无奈 整个人都变得有些麻木 不由回想到了一万多年前 在古仙圣地 当年他与秦里 被共同困在了古仙圣地 某个险地之中 并且意外之下 发生了某些 令遥光女帝终身难忘的事情 那件事 秦里为了弥补遥光女帝 将开天图送给遥光女帝 莫非在那时候 秦里的修为 就已经达到了混元净 甚至是按虚净 遥光女帝有些难以置信 心中暗暗想到 一万多年前的秦里 竟然就如此强大了吗 可一万多年过去了 秦里已经成长到了 令人无法仰望的存在 他却一直在原地踏步 遥光女帝不由得捏了捏绣拳 眼中露出一丝苦涩 如果说 以前他 还有那么一丝丝骄傲的话 此刻他内心的骄傲 荡然无存 跟秦里相比 他这点修为 根本就什么都不算 秦里 这竟然是秦里的傀儡 开明先帝倒吸一口凉气 难以置信地说道 他看向原离 本想与原离讨论片刻的 但是却发现 原离似乎并没有多少好奇心 依旧盘腿闭目 整个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无望天狱之上 开明先帝 只得暗叹一口气 发现原离果真是一个 无比纯粹的人 难怪是如道的创始人 就这份纯粹的心 整个九天十地 也没有多少人 能够与之相比吧 而就在这时候 巫神傀儡终于动了 他抬手朝着 无望天狱挥了挥手 没有人明白 他这是什么意思 唯有原离眉头一条 脸色变得 有些凝重起来 只见不久后 那灰色雾气 开始不停地翻滚起来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又有诡异生灵出现 并且变得无比警惕的时候 只见一只庞大的蛇头 从那翻滚的雾气中冲出来 众人一看 这就是数月前 就冲进无望天狱的玄灵蛇吗 玄灵蛇竟然在这时候又回来了 并且停在了青铜骨关前 低头看着巫神傀儡 眼神中满是敬畏之色 众先帝这才明白过来 这是琴里的巫神傀儡 在召唤着玄灵蛇 他们都非常好奇 琴里的巫神傀儡 在这时候召唤玄灵蛇做什么 难道玄灵蛇的使命 已经达到了吗 下一刻 琴里的巫神傀儡一步走出 站在了玄灵蛇的头颅上 也不见他下什么命令 玄灵蛇就摇曳着庞大的身体 再次冲进了翻滚的雾气之中 不过这一次 那翻滚的雾气急速溃散 玄灵蛇所过之处 所有的雾气都仿佛不敢靠近一样 全部都在此刻消散 此地远离巫神傀儡和玄灵蛇 这让众人议论纷纷 二代巫神要进去做什么 陈若玄满脸疑惑 非常不解地问道 紫薇先帝微微摇头 随后他看向天机老人 想要从天机老人那儿得到一个结论 但是天机老人也微微摇头 很明显他也看不透 北辰先帝忽然说道 难道他是要进去 将整个无望天狱的诡异生灵 全部斩杀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脸色都是一变 独自一人进入无望天狱 将整个无望天狱的诡异生灵 全部斩杀 这怎么可能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秦里绝对是整个九天十地的真神了 会有无数人将其信奉为神灵 毕竟 那可是连十大古仙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只能无奈地选择将其镇压 若秦里的巫神傀儡做到了 那秦里不得被奉为九天十地唯一真神 一旦无望天狱的所有诡异生灵都被镇压的话 那么也可以说 变相地解决掉了九天十地的一部分浩劫 那秦里就是整个九天十地的就是主啊 天机老人苦笑一声摇头道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众人这才想起 之前天机老人看到的推演画面 是所有诡异生灵 全部冲出了无望天狱 降临在九天十地 如果秦里的巫神傀儡 真的将无望天狱的诡异生灵 全部斩杀的话 那天机老人看到的推演画面 肯定也不是如此了 众先帝都是一阵失落 遥光女帝 遥光妹子 难道秦里就没有向你透露点什么吗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面露古怪地看着遥光女帝 他们可都是知道 遥光女帝和秦里关系匪浅的 虽然他们不知道 遥光女帝和秦里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但至少知道 秦里将珍贵无比的开天图送给了遥光女帝 那可是开天图啊 十大混沌至宝之一 如果他们俩的关系不好 能说送就送吗 遥光女帝白皙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变化 淡淡地瞥了北辰先帝一眼 寒气肆意 一句话也没有说 北辰先帝只觉得浑身一冷 赶紧尴尬地笑了笑 不敢再多说 现在 他已经将遥光女帝视为秦里的女人 不敢过分开玩笑 只能信信作罢 嗯 圆离虎的眉头一皱 睁开了双目 看着傀儡巫神离去的背影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他进入无望天狱做什么 开明先帝摇头道 莫非是他要斩杀无望天狱中所有诡异生灵 圆离却摇头道 杀不完的 只要不抹掉那诡异之园 无望天狱的诡异生灵 杀之不绝 开明先帝愣了一下 随后说道 可是他之前出手 连诡异之园都不敢还手 兴许他有斩杀诡异之园的能力呢 不可能 圆离毫不犹豫地摇头 师祖曾与我说过 诡异之园以现在的手段 无法将其抹掉 这位前辈的手段与我相似 这种手段 还无法将诡异之园斩杀 开明先帝愣了一下 满脸不解道 那他进入无望天狱做什么 圆离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然而圆离不知道的是 交给他斩杀诡异生灵的师祖 也不过是秦里的 一具炼尸罢了 也就是说 圆离斩杀诡异生灵的手段 就是从秦里那儿学过去的 随着巫神傀儡 站在玄灵蛇身上 踏入无望天狱之后 所过之处 所有的灰色雾气无比溃散 不敢靠近巫神傀儡 一如之前巫神傀儡出动一指 碾碎乌乎尔内时一样 那些灰色雾气 根本就无法抵挡 在溃散之后 就连外边的人 也能观察到里面的情况 暗红色的无望天狱 再一次展现在 九天十地众人眼前 只见在那无望天狱中 到处都是诡异的瘴气 瘴气中隐隐约约 能够看到一具具尸骨 那些尸骨有人族修饰的 也有其他种族的修饰 更有兽 妖 以及很多看不出来 具体生灵的尸骸 每一具尸骸上 都有灰色雾气萦绕 那些灰色雾气上 甚至还能看到一张张面孔 若隐若现 看得出来 每具尸骸之上 都有一个诡异生灵 这些死在无望天狱中的生灵 最终并没有完全死亡 它们的神魂 经过诡异之源的魔化 变成了这种诡异生灵 每个诡异生灵都极为强大 它们能够发挥出 诡异之源的部分力量 而且 只要诡异之源还活着 不是情理和原理 情理和原理杀了它们 那就是真的杀了 嗡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巫神傀儡 进入无望天狱之后不久 那些诡异生灵 原本是隐藏在那些尸骨当中 瑟瑟发抖 根本就不敢出来的 可是在巫神傀儡 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所有的诡异生灵 忽然全部都动了起来 它们就像是疯了一样 每一具尸骸之中的诡异生灵 都在嘶吼中冲出来 化作一道道灰色的狂风 朝着巫神傀儡 和玄灵蛇狂追而去 这些诡异生灵 铺天盖地 不知道有多少 其中 修为最低的 只有先王左右的境界 修为最高的 则是已经达到达到了玄神境 显然这无望天狱中的 诡异生灵 并非之前的暗影魔尊说的那样 最弱都是暗虚境 那些诡异生灵 怎么突然就发疯了 陈若璇看到这一幕 不由疑惑地说道 巫神傀儡刚进去的时候 他们很明显地 看到那些诡异生灵 巫神傀儡斩杀 可现在 却一个个跟风了似的 这让所有人都觉得奇怪 先祖双目微微一闪 略微有些紧张起来 他看出来了 那些诡异生灵 之所以突然发疯 很明显是受到了 什么人的指使 或者是受到了什么控制 才会不顾一切地 冲向巫神傀儡的 不过他并未说话 只是紧紧地盯着这一幕 天机老人这时候开口道 看起来这些诡异生灵 应该是受到了某种刺激 兴许是诡异之源 在控制这些诡异生灵 冲击这位前辈 应该是为了阻拦这位前辈 众人文言都是一惊 看来秦里的巫神傀儡 进入无望天狱之中 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而此事 就算是诡异之源 也感受到了威胁 故而才会不计损失地 控制那些诡异生灵 阻挡巫神傀儡 遥光女帝捏着袖拳 拿出了开天图 毫不犹豫地 冲进了无望天狱之中 原理也在此刻站了起来 他身上剑意汹涌 可这时候 原理的声音传出来 不要进来 话音一落 原理身上的无尽剑光 杀下那些诡异生灵 遥光女帝也在这时候一挥手 开天图化作无尽瀑布 将附近那些诡异生灵 全部笼罩在其中 想要阻挡那些诡异生灵 开天神府 满山怒喝一声 手中光芒汇聚 开天神府再次凝聚而出 他也是一步迈出 准备前去帮忙 知道无神傀儡是秦里炼制的之后 他也知道自己 必须要帮助秦里 毕竟 秦里还有一个身份 满足现任主君 就连开天神府 都是秦里找回来的 因此 现在秦里的傀儡有难的话 他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坐视不管的 不过就在他准备冲进去的时候 一股恐怖的波纹 从那些诡异生灵的包围圈中 涌动出来 如同秋风扫落叶 那些诡异生灵接触到波纹 只是瞬间就被横扫出来 随后在半空中溃散 当场灰飞烟灭 恐怖的波纹中 夹杂着密密麻麻的乌纹 那些乌纹无比恐怖 不管是先王级别的诡异生灵 还是悬神镜的诡异生灵 在接触到的瞬间都被粉碎 连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仅仅是几个呼吸间 附近的诡异生灵 就被清扫一空 所有诡异生灵 全部被抹杀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 那些波纹 从遥光女帝和园黎身上扫过 却对他们没有半点影响 园黎和遥光女帝 都在这时候顿了一下 原理抬眼看了 看他继续往无望天狱深处 而去的乌神傀儡 收回自己的剑 毫不犹豫地退出了无望天狱 一如他没有任何犹豫 踏入无望天狱一样 他的速度异常之快 反倒是遥光女帝 在原地愣了一下之后 抬眼看着乌神傀儡的背影 眼眶微微发红 他犹豫了片刻 最后还是毫不犹豫地 化作一道长红 朝着乌神傀儡追去 遥光女帝在做什么 遥光女帝的选择 令所有人都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秦礼 就在所有人都不解的时候 遥光女帝突然娇和一声 其声音传遍九天十地 几乎所有人都听到了 遥光女帝的声音 他们纷纷看着眼前这一幕 目光都有些呆滞 尤其是那些不知道 秦礼将开天图 都送给遥光女帝的人 都猛逼了 在他们看来 遥光女帝是九天十地 角色榜榜首 是无数难修演中 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 刚才毫不犹豫地选择 出手帮助秦礼的巫神傀儡不说 现在更是直接追上 秦礼的巫神傀儡 这让不少修士都表示不解 遥光女帝 到底和秦礼有什么关系 紫行看到这一幕 脸色微微一变 惊呼一声 主上的开天图 怎么在他手里 他跟主上有什么关系 陈若玄等人都不由地看向紫行 眼神露出一丝诧异 随着巫神傀儡现身之后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被巫神傀儡的容貌给吸引了 反而把紫行给忘了 此刻他们反应过来 是啊 紫行一直叫巫神傀儡为主上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缘缘 陈若玄疑惑道 前辈 你和秦礼 前辈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为什么他会成为你的主上 所有人又看向紫行 紫行有些尴尬 随后想了想说道 我一直在古仙圣帝守护开天图 一万多年前有神秘修士前来 将我斩杀 是主上将我救活 并且带走了开天图 众人听了这话 满脸震惊 秦礼竟然还有这手段 一万多年前就能将死人复活了 紫薇先帝惊讶道 原来是秦礼救活的你 我说 为何当初在古仙圣帝 明明看到前辈你的尸体 却又莫名其妙地活过来了 紫行很自然地点点头 那是自然 也只有主上有此等一天手段了 这家伙说谎话都不带想的 完全是张口就来 把其他人哄得一愣一愣的 甚至这么一搞 秦礼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更加高大了 毕竟 将死人复活这等手段 比直接创造生命 还要更加困难 就算是开天古仙单独一人 都很难做到 必须要数位同时合力才行 而秦礼一人 就能将紫行复活 那也太离谱了 实际上 秦礼压根就没有救活紫行 甚至紫薇先帝 他们看到的紫行尸体 就是秦礼杀的 与此同时 随着遥光女帝的一声娇喝声 玄灵蛇也在此刻停了下来 似乎是巫神傀儡 听到了遥光女帝的娇喝声 然而偏偏就在这时候 无望天狱深处 一只庞大的手掌从天而降 朝着巫神傀儡就拍了过来 那手掌无比庞大 遮天蔽日 比之前巫神傀儡尚未缩小之前 还要更加庞大 转眼间 整个无望天狱 都陷入了阴暗之中 那是 什么 所有人看到那庞大的手掌 眼神都有些惊骇 都不由自主地平住了呼吸 只见那手掌极为诡异 看起来像是手掌 但实际上仔细一看 却只是手掌的雏形 在手掌之上 竟然有山川有河流 有草木 有日月轮转 就仿佛那手掌之上 就是一个世界 看着那掌中世界 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们第一次见到 如此恐怖的手 一只手 就是一个世界 轰隆隆 巫神傀儡 抬头看向那呼啸而来的掌中世界 也不见他有什么动作 只是身上的先天巫蚊疯狂凝聚 也形成了一只巨大的黑色手掌 那手掌与呼啸而来的巨手相比之下 显得要小伤许多 不过两者碰撞之下 却是势均力敌 乌文首掌当场崩溃 那掌中世界也是节节败退 最终坠落下来 化作一个残破的世界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惊呆了 刚才那掌中世界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手 陈若璇难以置信地说道 其他先帝也是震惊不已 脑海中全部都是刚才那一幕 每个人的认知都在崩塌 一个手掌之上 竟然有一方世界 到底什么存在 天机老人看得瞳孔收缩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惊骇无比地说道 莫非是他 陈若璇他们都听到了 天机老人的声音 纷纷看向天机老人 天机前辈 你说的他 是指谁 陈若璇问道 天机老人看了先祖一眼 发现先祖也是满脸凝重 连拳头都不由自主地攥了起来 这一刻 天机老人似乎确定了 他说道 如果老夫没猜错的话 刚才那掌中世界 应该是开天古仙之一的盘神 听了此话 陈若璇和紫薇先帝他们愣了一下 随后面色大变 难以置信地 看向那已经坠落在地上 将半个无望天狱 都砸得下沉半分的掌中世界 你 说什么 盘神 紫薇先帝倒吸一口凉气 眼角抽搐 此刻不仅仅是那些先帝 是九天十帝 所有修士的脸色都变了 他们全部都盯着天机老人 盘神之名 如雷贯耳 整个九天十帝的修士 几乎都听说过盘神的名字 那是九天十帝中夸富族的先祖 也是十大 开天古仙之一 在先蛮用开天神斧 将混沌劈开之后 盘神以一己之力 将整个裂缝撑起来 这才形成了现在的九天十帝 可在无数年前 十大开天古仙 为了镇压浩劫 选择了牺牲自己 这才保全了九天十帝 为什么现在盘神又再次出现 并且向秦里的无神傀儡出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天机老人说道 传闻中 盘神的身体乃是九天十帝 乃至那混沌世界中最庞大的存在 而且 其身上演化了无数法则 若是他自己兵解的话 单单其身体 就能化作一个世界 根本就不需要其他开天古仙 面露难以置信之色 没想到盘神竟然如此厉害 仅仅是一人便能创造一个世界 当然 前提得是他自己兵解 身体化作世界的万物才可以 陈若玄疑惑地问道 盘神乃是十大开天古仙之一 他为何要对秦里的那个傀儡出手 在他们看来 秦里的巫神傀儡 是用来镇压诡异生灵 用来镇压诡异之源的 十大开天古仙 应该是站在秦里这边的才是 就连之前巫神苍无 都为了完成和秦里的约定 留下最后一道意志 只为来见秦里的傀儡 如此一来 盘神也不应该对秦里的傀儡出手啊 没有人回答陈若玄的话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唯有元离和先祖双目一闪 似乎想到了什么 先祖没说话 但元离却说道 看来 盘神的肉身已经被诡异之源污染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那也就是说 盘神也有可能成为了 那诡异生灵当中的一个 所以 才会听从诡异之源的命令 攻击乌神傀儡的 若是如此 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连开天古仙都成为了诡异生灵 他们九天十地 还有得救吗 盘神那可是开天古仙啊 可以说是所有开天古仙中 实力最为均衡的存在 其一人之力 就能创造出一个世界来 这等手段 就算是圣君中期的道祖 也无法做到 可见 盘神到底有多恐怖 其庞大的身躯 在整个九天十地 那是独一分的 如今 却被诡异之源控制 一旦盘神对九天十地出手 那九天十地 还能扛得住吗 细密的冷汗 从中先帝全身上下的毛孔中 渗透出来 整个人如坠冰窖 诡异之源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为何会如此的恐怖 开明先帝的满脸惊骇 他说道 老师 你 你说的是真的 所有人都盯着袁梨 袁梨抬头看着灰色雾气 涌动的无望天欲没有说话 虽然他沉默了 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这沉默 就相当于是承认了 所有人的呼吸 都有些沉重起来 先祖 袁道友说的 是真的吗 明月不由地问道 所有人又都看向仙祖 只见仙祖的脸上 满是凝重之色 他点了点头 十有八九 明月脸色一白 瞪大眼睛道 那 那我们怎么办 若是盘神对九天十地出手 那我们必死无疑啊 仙祖皱眉瞥了明月一眼 明月身体一颤 赶紧闭嘴收回目光 老老实实地站在仙祖身边 连儿也站在旁边 心惊肉跳 但好在仙祖这次 并未置若罔闻 而是说道 若盘神会出手 九天十地不可能延续到今天 听了仙祖的话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转眼间他们明白过来 是啊 诡异之缘 肯定不是现在才控制盘神的 如果盘神要出手 对付九天十地的话 那九天十地早就不复存在了 何须等到现在或者以后 不愧是活得久的仙祖 一句话都说到了点子上 仙祖这番话 令所有人都不由地松了口气 心里没那么多忧虑了 遥光女帝 站在无望天狱边缘位置 狂风吹动着她的裙摆 如铺一般的长发微微飘扬 看着那坠落在地上的掌中世界 她的心跳不由加速 在思虑了片刻后 她毫不犹豫地后退 离开了无望天狱 尽管她还要找情理有账要算 但现在情况危急 她也看得出来 情理的巫神傀儡 要面对着那恐怖的开天谷仙盘神 她留在无望天狱中 不过是自寻死路 甚至还会影响情理的巫神傀儡 若到时候 因为她而导致巫神傀儡而落败 那可就不好了 因此 遥光女帝毫不犹豫地 离开了无望天狱 此刻随着那掌中世界坠落下来 无望天狱深处的灰色雾气 也开始滚动起来 东 忽然地 整个无望天狱猛地震动了一下 地面像是被什么庞然大物狠狠地撞击 地面甚至出现了一道道军裂 如同藤蔓一样 迅速朝着四面八方蔓延 就连西荒之地 也在此刻轰然震动 似乎难以承受 那恐怖的撞击之力 要知道 现在的九天十地 已经是恢复了不少本源之力 变得坚硬了许多 可就算如此 也承受不住 在无望天狱内出现的撞击 接着 翻滚的雾气之中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身影 那身影庞大得看不到边际 那些先帝 仅仅只是看了一眼 便觉得头皮发麻 气息紊乱 心头像是压了一块巨石 那身影 是比巫神傀儡出现时 还要更加庞大的存在 他们抬头一看 只觉得整个天地间 都只有那道身影了 真正的顶天立地 很明显 刚才的撞击声 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撞击声 仅仅只是 那庞然大物在走路 仅仅只是 他的脚步声罢了 看到那庞然大物 所有人心中 都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 盘神 这出现的身影 毫无疑问 肯定就是传说中的盘神了 也只有盘神的身躯 才会给人这种 顶天立地的感觉 东 随着盘神一步步往前走来 他身上的神秘面纱 终于被解开 盘神走出了那翻滚雾气 出现在众人面前 只见那是一个庞大到 看不见边际的巨大身影 唯有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才能看到 那只冲云霄的身体 盘神与所有人想象中 有些不一样 他的模样 倒是与人族差不多 可以说是放大版的人族 但他身上 却长满了乌灰色的诡异鳞片 那鳞片一片 就有上百丈之大 将盘神全身上下都覆盖起来 其上有一道道诡异的符文 那些符文看得众人头晕目眩 呼吸都有些困难 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鳞片之下 生长着大量的神秘草木 那些草木 应该就是盘神身上本来就有的 而那些灰色的鳞片 应该是后面才生长出来的 或许与诡异之源有关 毕竟 每个在无望天狱中陨落的修士 在转化成诡异生灵之后 身上都会出现各种诡异的变化 有的像章鱼 有的像蛇 有的是四不像 强如乌霍尔纳等玄神竟存在 也免不了发生变异 成为牛头人身的诡异生灵 如果盘神被诡异之源污染 当即脸色微微一变 低声说道 果然已经被被污染 成为了诡异生灵 在场之人 只有先祖见过真正的盘神 知道盘神是什么样的 现在先祖看到盘神的模样 立即明白 盘神已经成为了诡异生灵 第一个圣君境的诡异生灵 所有人的呼吸都有些沉重起来 滚 盘神忽然开口 滚滚声浪呼啸而来 瞬间将寝里的巫神傀儡笼罩起来 巫神傀儡站在玄灵蛇上丝毫不惧 身上的先天乌纹疯狂闪烁 同样冲出无数波纹 将盘神的声浪给挡住 片刻后将其抹平 随后巫神傀儡率先出手 身上的先天乌纹覆盖在全身上下 随后长出一个庞大的翅膀来 随着那翅膀生长出来 翅膀猛的一扇 一股本源之风在无望天域内掀了起来 吹散了附近的灰色雾气 吹灭了附近那些诡异生灵的生命之火 本源之风落在了盘神身上 吹动盘神身上的灰色诡异气息 盘神护身一颤 庞大的灵片挡住恶了那些本源之风 而巫神傀儡则是抬头看向盘神 眼神中闪过一抹情绪波动 盘神的肉身是秦里必须要得到的 因为他的世界树 还仅仅只有悬神巅峰 世界树是九天十地的本源之树 只生长在九天十地深处的地底 寻常时期没有修饰能够找到它 秦里在找到世界树之后 便与其建立了联系 那之后 世界树便成为了秦里的半生灵树 也是秦里踏入超脱境的关键之一 唯有世界树踏入圣君境之后 秦里才可以吸收世界树的灵力 尝试冲击超脱境 而世界树踏入圣君境的唯一方法 便是借助盘神的肉身 盘神的肉身 本身就是一方世界 如今巫神傀儡看到盘神出现 留在巫神傀儡体内的那一道秦里的意志 也终于出现了波动 那是秦里的目标 终于在此刻 巫神傀儡的眼睛里有了一丝神采 不像之前那样麻木 滚 出去 盘神再次张口 一个巨大的世界虚影轰然降临 朝着巫神傀儡席卷而来 那虚影之中是一个巨大的世界 里面有人有 有山川有河流 有九天十地有的一切 那就是一个虚幻的世界 整个世界镇压在巫神傀儡上方 想要将巫神傀儡彻彻底镇压 可这一刻 巫神傀儡的眼睛中充满了神采 他微微张口 口中冒出密密麻麻的符文 那些符文如同蝴蝶一样席卷开来 一道道神秘莫测的歌颂声 在四周响起来 那声音忽远忽近 忽强忽弱 仿佛从天地初开的太初时期穿越而来 带着岁月的痕迹 令所有人心灵震撼 那是 巫颂 听到那声音 以地将为首的十二祖巫 浑身一颤 脸上充满了敬畏之色 当即朝着巫神傀儡的方向跪拜下来 巫颂 乃是他们巫族最至高无上的力量 传闻唯有巫神苍无 才能够拥有 巫颂一出 就算是混沌 也能动摇 果然 虽然巫颂那密密麻麻的神秘身影出现后 整个无望天狱都在颤抖 其内的那些诡异生灵 都发出惊恐的惨叫声 落在巫神傀儡身上的虚幻世界 也在此刻迅速崩溃起来 那虚幻世界的生灵 明显无法承受巫颂的力量 仅仅是片刻之间 便将那虚幻世界进化 虚幻世界转眼间崩溃 接着 巫颂的力量落在了盘神的身上 开始疯狂进化盘神身上的诡异气息 巫颂最强的能力 便是进化一切的力量 巫颂 你是何人 盘神复活之后 已经成为诡异之源 但却有了神志 一如那些早已在无望天狱内死亡的修士 连乌霍尔死亡之后 被诡异之源复活 也依旧拥有神志 盘神 也不例外 所以 盘神是认出了巫颂 也对巫神傀儡的身份感到诧异 当然 巫神傀儡当然不会回答他 继续施展巫颂 净化盘神身上的诡异气息 逐日 盘神似乎对于巫神傀儡的不回应 非常恼怒 此刻已经不想再浪费时间 巨大的手掌朝着巫神傀儡一挥 一颗炙热的火球 在盘神身上凝聚 那火球所过之处 连无望天狱的大地 都被烧成了虚无 那个崩溃在无望天狱中的掌中世界 直接被烧成飞灰 可见这炙热火球 到底有多恐怖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呼吸急促 口干舌燥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火球 而是一颗太阳 一颗恐怖无比的太阳 谁都没想到 盘神的掌心之中 竟然会出现一颗太阳 传闻盘神的一双眼珠 有一颗可以化作太阳 这竟然是真的 天机老人惊骇地说道 其他人修饰的呼吸都有些急促 此刻也根本不敢在无望天狱外面待着 他们毫不犹豫地施展瞬移之术 瞬间离开了此地 甚至连西荒之地都不敢待了 因为在他们离开不久之后 整个西荒之地有一半被烧成废墟 灵类的太阳之火 在西荒之地上腾腾燃烧 仿佛会永久焚烧下去 看到这一幕 哪怕是 先祖都感觉到头皮发麻 他已经是玄神后期的修为 与圣军初期只相差了一个玄神巅峰 可就算如此 他依旧连盘神泄露出来的一丝丝太阳之火 都不敢触碰 可见到了这个层次 一个小境界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好恐怖的力量 陈若璇惊骇地说道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而不死族老者丧福等几人 则是下意识地 看向脱关的那十大灵兽 毕竟那可是他们的阵族灵兽 若是被烧死了 那可就惨了 好在那青铜骨关明显不是凡物 在太阳之火席卷去的时候 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光 将十大灵兽也笼罩在其中 挡住了那些太阳之火 如此一来 十大灵兽倒也安然无恙 他们松了口气的同时 又看向了无望天狱内 只见巫神傀儡站在玄灵蛇身上 巫颂所画的那些符纹 已经被太阳之火焚烧成虚无 再也无法造成任何影响 而巫神傀儡和玄灵蛇 置身于太阳之火中 看起来也并无大爱的样子 但巫神傀儡并未就此作罢 他目光闪烁 身上的先天巫纹仿佛变异了一般 迅速溶解 化作一道道庞大的黑色玄水 那黑色玄水席卷而出 竟然瞬间就将那些太阳之火 扑灭干净 这一幕看得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巫神傀儡的实力 好强 而那黑色玄水并未就此停下来 化作一条恐怖的巨蟒 其庞大程度足有十万丈之巨 扑向盘神 瞬间就将盘神缠住 只见那巨蟒猛然一用力 身体迅速溃散 再次化作黑色玄水 覆盖在盘神身上 范围迅速扩大 想要将盘神全身上下 都给覆盖起来 被黑色玄水覆盖的地方 那些诡异鳞片 竟然发出痴痴痴的声音 出现一道道白烟 很明显 黑色玄水在进化那诡异鳞片 这是 混沌玄水 盘神的无比诧异的 声音响了起来 他有些难以置信的声音响了起来 怎么 会是你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来 似乎有什么难忘的记忆 在他脑海中浮现 接着 盘神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 为什么 我这是怎么了 我外国会变成 这样 盘神痛苦且迷茫的声音 在整个无望天狱响了起来 很明显 盘神似乎是恢复了记忆 想起了某些事情 也知道了自己现在的身份 故而才会发出 这种迷茫的疑问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都面面相去 看得出来 巫神傀儡施展的黑色玄水 叫做混沌玄水 应该是盘神记忆中 某个强大存在 才会的一种利害手段 而且 这个人在盘神的记忆中 应该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否则的话 盘神也不可能 看到那混沌玄水 就想起了曾经的记忆 想起了那个人 所以 巫神傀儡 到底又是什么人 或者说 这巫神傀儡会的手段 应该也是情理会的手段 巫神傀儡就是情理 而盘神说的 怎么会是你指的 应该是怎么会是情理 如此说来的话 情理到底和盘神 又有什么联系 为什么混沌玄水一出现 就能唤起盘神内心深处 某段难忘的记忆 这让看着这一幕的 所有人都百思不得其解 此刻 情理的身份和过往 更加令人好奇和疑惑 当然 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与盘神有关系的 仅仅只是那巫神傀儡 而并非情理 盘神好像认识 情理的那句傀儡 陈若璇惊讶地说道 其他先帝也是目光一闪 极为诧异 满脸都是不可思议 情理的巫神傀儡 竟然直接唤醒了盘神的记忆 要知道 在此之前的所有诡异生灵 虽然都复活了 但实际上 都已成为了诡异之源的傀儡 某些特殊感情上的记忆 已经被封印 或者是抹除掉 简单来说 这些诡异生灵 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些人了 他们留下来的记忆 只剩下对九天十地的 憎恨和杀心 然而现在 情理的巫神傀儡 竟然唤醒了盘神内心深处的记忆 可见 情理的巫神傀儡 在盘神内心深处的记忆中 占据着多大的重量 所有人都有些不可思议地 看着巫神傀儡 脑海中闪过无数思绪 唯有仙祖和原理的表情 没多大的变化 仙祖说道 连巫神苍无 为了完成和他的约定 不惜留下最后一道意志 带着自己的肉身 离开无望天狱 他与盘神认识并不奇怪 仙祖这么一说 陈若玄等人想了想 倒也是这么个事 是啊 连苍无为了一个约定 跨越了亿万年的时间 前来赴约 更别说是盘神了 盘神认识情理的傀儡 也是意料之中 只不过新的问题也出来了 那就是 情理才不过修炼三万年时间 而三万年对于盘神 等开天古仙来说 不过谈指一挥尖罢了 情理的傀儡 为何会与亿万年前 就已经陨落的盘神 和巫神仓无认识 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困惑着所有人 不仅仅是陈若玄等先帝 就连先祖内心都颇有疑惑 只不过 现在并不是他们搞清楚 这个的时候 他们就算是 想要搞清楚 也没有渠道 此刻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无望天狱之中 随着盘神说的那番话 整个九天十地的修饰 都为之震惊 而盘神的庞大身躯 也在不停地颤抖着 他身上的混沌玄水 正在以一种疯狂的速度蔓延 想要将盘神的身躯 全部覆盖起来 那些诡异灵片 迅速融化 灵片融化得越多 盘神的神智 似乎就越清醒 是啊 我 已经死了 我的使命 是镇压无望天狱 区区 诡异之源 也想控制于无 盘神浩瀚的声音 在四面八方响起来 传遍整个九天十地 他的身体正在颤抖 灵片下面的那些草木 也在疯狂地生长 草木冲破了灵片 想要将灵片冲碎 但那灵片明显非常坚硬 也只有混沌玄水 能够将其净化 可就在这时候 一股灰色中 带着丝丝血气的气息 从那些灵片中冒出来 那些东西 就像是一条条小蛇一样 从灵片中钻出来 挡住了大量的混沌玄水 并且将那些 想要突破灵片束缚的草木 全部吞噬掉 那些草木 几乎是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的 好在混沌玄水 还是比较给力的 与那些诡异气息势均力敌 挡住了诡异气息 想要继续蔓延的气势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有些紧张起来 毕竟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诡异之源出手了 是想要重新夺下 盘神身体的控制权 将盘神的记忆 再度镇压封印 若是诡异之源占据上风 再次将盘神控制的话 那么事情可就麻烦了 而此刻 在其他人都看不到的九天之上 盘神的脸上 萦绕着大量的灰色气息 那些灰色气息中 还加带着一丝丝血气 他的眼睛 再次出现了一丝迷茫 不过那迷茫只是出现片刻 便被一缕坚定和亲民取代 随后 盘神的双目之中 一个眼睛充满了蓝色的双气 一个眼睛被烈焰所覆盖 看起来极为奇怪 这 正是盘神的阴阳双目 传闻盘神的身体 就是一个庞大的世界 而他的双目 一个是月亮 一个是太阳 如今 正是他双目同时 现身的时候 无为盘神 岂是你这萧角能控制的 盘神开口 卷起无尽狂风 接着 盘神的右手之上 覆盖了强烈的太阳之火 他的整只手血肉 都变成了火红色的 在所有人都不可思议的目光下 盘神的右手落下 但并非是攻击巫神傀儡 而是落在了自己的胸膛之上 只见他那冒着太阳之火的五指 抓住了一块鳞片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 猛然一用力 竟然硬生生地将那鳞片给撕了下来 撕了 那鳞片连带着盘神的血肉 就这样被盘神硬生生地撕扯下来 鲜血稀稀利利地落下 但在众人眼中 却形成了无数条小溪 如同瀑布一样 从天而降 落在了无望天域内 随着那鳞片被撕下来 太阳之火将其包裹起来 开始疯狂地焚烧 那鳞片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被烧焦 无为盘神 岂可受此大如 盘神语气铿锵 毫不犹豫地 将手放在了另外一块鳞片之上 又是刺了一声 又是一块鳞片 被硬生生地扯了下来 随之而来的 还有盘神的一声闷哼 鲜血如同河流一样 从盘神的身躯上掉落下来 落在无望天域之上 逐渐形成了一条血河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都惊呆了 但随之而来的 便是深深的震撼 盘神 陈若玄他们呼吸凝固 眼神发呆地 看着盘神那庞大的身躯 盘神的行为 令他们感叹 谁都没想到 盘神竟然会以这种方式 来反抗诡异之源的侵入 哪怕是承受再大的痛苦 也要将身上的 诡异之源驱逐掉 那些鳞片 虽然是从他的血肉中 长出来的 但却并非属于他的东西 既然如此 他会毫不犹豫地 将其舍弃掉 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 这 就是盘神 身为开天古仙的傲气 他的傲气 又岂能容得了 他承受如此大的侮辱 因此 他要将身上的鳞片 一片片地拔下来 盘神在拔掉自己两片鳞片之后 并未就此停下来 而是选择继续去拔 三片 四片 五片 一百片 一千片 一块块鳞片 在他手里被拔下来 鲜血沾满了他的手 无望天狱内 形成了一条滔天血河 缓缓流淌而出 朝着西荒之地而去 转眼间 那条血河流入了西荒之地 在西荒之地中 形成了一条 几乎贯穿整个地域的大江 更加令人惊奇的事情 也随之发生 原本西荒之地是 属于那种荒无人烟的地域 是九天十地当中 最小的一块地域 其内也几乎没有什么灵气 修饰很少会待在这种地方 大部分生灵 都是一些未开化的蛮人 或者野兽 大部分地区 也都是戈壁和荒漠 可随着那条血色大江 流入到西荒之地后 所过之处 竟然奇迹般地长出了草木 浓郁的灵气 也逐渐覆盖整个西荒之地 转眼间 其灵气浓郁程度 比这一般的仙山浮地 还要更加浓郁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内心的震撼更多了 随之而来的 便是浓浓的敬佩 他们看着盘神 整个胸口 已经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 他们甚至能够隐约看到骨头 那股静意迅速上升 甚至不少九天十地的修饰 已经暗暗落泪 朝着盘神的方向恭敬一拜 以表达自己对盘神的尊敬之心 盘神不愧是开天古仙 就单单这意志之强 也远非我倍能相比的 陈若璇叹息一声 看着盘神 依旧在不停地 撕扯着自己身上的灵片 他由衷地感到敬佩 天机老人 他们也是吐出一口气 纷纷恭敬地朝着盘神一拜 盘神的行为 确实令人尊敬 如果盘神真的成为了 诡异之源的傀儡 那绝对是整个九天十地的灾难 而盘神自己 也肯定明白这一点 故而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 以这种方式 来摆脱自己傀儡的身份 被诡异之源污染 是他无法左右的事情 毕竟在当时他已经陨落 后面发生的什么事情 他完全不知道 否则的话 以他的性格 怎么可能会被诡异之源控制 而现在 他终于清醒过来 盘神自然不可能 看到自己成为傀儡 就算是巫神傀儡 此刻站在玄灵蛇身上 眼神中也露出一丝敬佩 此刻 他没有再出手 而是静静等待着 因为 这是盘神自己的救赎之路 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 能帮盘神的 也只有他自己 盘神 你可想清楚了 一旦脱离了远祖 那么你也必定消散 就在这时候 无望天狱深处 响起了一道冷漠的声音 那声音 显然并非是诡异之源 而是某个强大的诡异生灵 闭嘴 就凭你也敢置疑无 盘神怒喝一声 抬手一甩 恐怖的太阳之火 直接化作一个庞大的太阳 落在了无望天狱深处的某座山上 啊 随着太阳落下 那座山直接被融化 里面响起了凄厉的惨叫声 刚才说话的诡异生灵 不是盘神的义和之敌 只不过 仅仅是片刻后 那座肉山附近 出现了一道道雾气滚动 雾气之中 隐约有一道身影 那身影传出不屑的声音 就算你能杀我又如何 你能真正杀死我吗 只要元祖永存 我便不死 哈哈 接着他发出嚣张的笑声 似乎在嘲讽着盘神的无能 然而 就在这时候 一根手指漠然间出现 只见那手指漆黑无比 其上布满了先天乌文 横跨整个无望天狱 瞬间来到了无望天狱身处 来到那座肉山之前 元祖救我 那诡异生灵 发出惊恐的惨叫声 想要退后 融入到那肉山之中 可不等他逃进去 手指便已经来到那雾气之中 直接将那诡异生灵碾碎 这一次 他再也无法重生 所有人都看向乌神傀儡 显然刚才是他出手了 才将那诡异生灵给碾碎的 这一幕 让所有九天十地的修饰 都暗呼爽快 就连盘神都看了乌神傀儡一眼 随后 他没有说话 继续撕扯身上的灵片 你 会给我们希望吗 盘神一边撕着身上的灵片 一边语气中满是复杂的询问 这让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一时间不知道盘神口中的你 到底是指谁 但很快 他们便明白过来 盘神应该是在询问乌神傀儡 陈若玄等人 全部看站在玄灵蛇身上的乌神傀儡 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 乌神傀儡到底和盘神有什么交集 竟然让盘神都说出了这等话 盘神 竟然需乌神傀儡来给他希望 乌神傀儡沉默了许久 他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似乎他并不会说话 看到乌神傀儡点头 盘神悠悠地叹了口气 一股狂风在无望天狱上空席卷 不知道卷碎了多少灰色雾气 使得整个无望天狱上空 都出现了短暂的晴天 阳光落在无望天狱内 竟让这暗无天日的无望天狱之中 第一次有了光芒 既然如此 那无 也可以安心地去了 盘神将手掌放在了自己的腹部 然后双指用力 扑斥一声 双指扣进了肚子里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 只见他低喝一声 五指抓住了那一块皮肉 刺啦一声 腹部上的整块皮肉 都硬生生地被他撕下来 这样一幕 无望天狱外的那些修饰 看得都是头皮发麻 哪怕是相隔亿万里之遥 他们都能感受到 那种撕裂的疼痛感 试想一下 自己将身上的血肉 一块撕扯下来 那是怎样的一种折磨 依旧感觉到腹部火辣辣的 仿佛是疼在自己身上 所有人的呼吸 都不由自主地急促起来 随着腹部的那一块血肉 被盘神撕下来 鲜血如同瀑布一样涌出来 在整个无望天狱之中 形成了洪流 朝着四面八方宣泄而去 那一块皮肉 几乎遮天蔽日 无比宽敞 其上不知道有多少鳞片 此刻竟然还在轻微地蠕动 散发着灰色的气息 似乎那鳞片也有着生命 意识到了自己的危机即将到来 故而想要逃离 可盘神已经下定决心 又怎么可能让那些鳞片逃离 盘神满是青筋的手臂上 冒出大量的太阳之火 将那一块皮肉 全部包裹起来 开始疯狂地焚烧着皮肉上的鳞片 那些鳞片被焚烧的时候 疯狂地扭动 就像是一条条泥丘一般 看得人头皮发麻 盘神对自己越来越狠了 而他在撕掉自己肚子上的鳞片之后 开始继续下一步动作 整个九天十地的修饰 看得都有些发麻了 盘神 我们的守护神 无数修饰在呐喊 无数修饰在流泪 他们知道 盘神之所以对自己如此残忍 有自己的高傲在内 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九天十地 他知道自己 一旦被诡异之缘控制 那么对于整个九天十地来说 也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故而 盘神选择牺牲了自己 九天十地的那些修饰 对于盘神越发敬重起来 转眼间 过去了半个时辰的时间 盘神身上 已经没有一块地方是好的 他身上的世界也已经崩溃 灵片几乎全部被拔掉 只剩下了脚背上的一块灵片 那是最后的灵片 盘神全身血肉模糊 不成人形 仿佛像是一个 从油锅里走出来的人 看得人触目惊心 尽管他全身都已经血肉模糊 看起来极其恶心 可没有任何人眼中有一丝厌恶 反而有的是无尽的尊重 这就是 盘神 随着盘神将最后一块灵片撕扯下来 盘神身上 已经没有了一块灵片 他的神智彻底恢复清醒 可一股前所未有的虚弱 看着盘神那暗淡的眼神 所有人都明白 那是盘神在将诡异气息驱逐掉之后 再次恢复了死亡的状态 盘神之所以能复活 主要是因为诡异气息的特殊性 一旦复活 就会被诡异气息给操控 成为一个与之前大为不同的傀儡 而他身上的诡异气息若是消失 其肉身则会再次回到死亡状态 他身上的意志也会逐渐消散 那之后 盘神将会彻底消散在这世上 也就是说 现在的盘神正在逐渐消亡 唉 就在这时候 天地间响起一声叹息 那叹息之中 充满了一丝无奈和惋惜 盘神 为了他们 为了眼前这句傀儡 你又是何必呢 你牺牲的 可是自己的命 值得吗 这声音极为苍老 仿佛一个垂垂老矣的老者 在开口说话 但这声音很明显 就是来自于无望天狱身处 圣君敬 先祖双目一闪 语气有些凝重 很明显 刚才说话的老者 其修为也是圣君敬 与盘神的修为一样 无望天狱身处 竟然还有圣君敬的存在 而且很明显的 这圣君敬 也是一个诡异生灵 所有人的呼吸 都是不由自主的一宁 眼神变得无比震撼 除了盘神之外 竟然还有其他圣君敬 诡异生灵 莫非 是其他开天古仙 既然连盘神的肉身 都能被诡异之源污染 那么其他开天古仙的肉身 也是有可能被诡异之源污染的 想到这里 所有人的脑门 都不由自主地冒出冷汗 细思极恐啊 若所有开天古仙 都已经被感染 那这对于整个九天十地来说 绝对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啊 当然 至少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不死明王和巫神仓物的肉身 并未被污染 而盘神虽然被污染了 但也已经被他自己 硬生生地驱逐掉了 盘神眼神已经有些涣散 但他的气势 却是丝毫也没有衰减 他大笑一声 这世上哪有什么东西都是值得的 我要做的 不过是自己能做的 而且 说着 他的目光落在了巫神傀儡身上 而且 我为的并非这句傀儡 而是为了遵守那个约定 我不像你 亲口答应的事情 也能反悔 盘神的声音极为豪迈 无比洒脱 似乎对一切事情都无所谓 唯独要对得起自己的心 而无望天欲深处的老者 此刻也沉默下来 似乎无力反驳盘神的那些话 可九天十地的修士 在听了盘神的话之后 却是掀起了无尽哗然之声 盘神竟然也是为了完成 和巫神傀儡的约定 而且 从他话中可以听得出来 好像十大开天古仙 与巫神傀儡都有约定 或者说 是与巫神傀儡背后的情理有约定 现在盘神也是为了完成那约定 不惜将自己全身上下的灵片 全部拔下来 也不愿意被诡异之缘控制 那无望天欲深处的老者 显然也是十大开天古仙之一 可他并未选择遵守约定 或许此人已经恢复了记忆 但最终他食言了 并未履行约定 而是选择附庸诡异之缘 选择苟活于世 如此 才出现了现在这一幕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震惊地看着 站在盘神身前的巫神傀儡 眼神中充满了惊骇之色 情理 到底和十大开天古仙 有什么约定 情理竟然与十大开天古仙都有约定 他们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十分好奇啊 陈若璇吃惊地说道 天际老人 他们也是目光凝重地 盯着巫神傀儡的背影 此刻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情理究竟是什么人 他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般 三万年的时间 从一个无名小卒 成长到如今这个层次 以前也从未听说过他 天际老人目光闪烁 对情理越发好奇 他不止一次算过情理 可不管他怎么推演 都无法得到情理的任何信息 情理的来历 他的经历 就像是被迷雾所笼罩一般 原本天际老人以为 随着情理的一件件事情 暴露在他们面前 情理的过往也会越来越清晰 他们对情理也会越来越了解 可他们越是了解情理 却发现情理越是让人捉摸不透 那种感觉 让天际老人很无力 不仅仅是他 就连仙族也是目光闪烁 暗暗想到 情理 你的真面目是什么 你和十大开天古仙 有什么故事 你真的 仅仅只修炼了三万年吗 此刻 盘神低头看向巫神傀儡 他的意志即将消散 他在最后的时刻 努力强称着意志不涣散 开口道 会完成我们的约定吗 巫神傀儡终于开口了 说出了他现世以来的第一个字 会 他的声音非常沙哑 没有任何感情 可盘神听到巫神傀儡的回应 却是由衷地笑了 在最后时刻 他呢喃地道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随着盘神的声音落下 他的眼神彻底涣散 其内一片空洞 没有任何情绪 但令人惊讶的是 就算是陨落了 他依旧站立在天地之间 身体并未倒下来 依旧给人顶天立地的感觉 我等 恭送盘神 所有修士此刻心神震动 纷纷朝着盘神跪拜下来 眼神中充满了尊敬 他们对盘神的敬意 此刻达到了巅峰 尤其是那些夸父族的族人 在九天十地的最北方 纷纷匍匐在地上 放眼望去 茫茫冰原之上 全部都是一个个身体庞大的 夸父族族人 此刻 盘神真正陨落 就连九天十地身处的天道 也发出了悲哀的声音 一阵阵乌叶声传遍天下 所有修士都听到了这乌叶声 每个人的心里都无比悲凉 就连神允之地的秦礼 此刻也感应到盘神允落 他叹息一声 朝着无望天狱的方向拱手一拜 晚辈秦礼 恭送盘神 我们的约定 一定会完成的 盘神的允落 是既定的事实 就算是秦礼 对此也无可奈何 因为盘神早在亿万年前 就已经允落 这是历史 也是宿命 秦礼也无法改变 尽管当年 他跨过了时间长河 抵达时间尽头 找到了还未允落的十大开天古仙 与他们论道 与他们交谈 可他都没有选择干预 十大开天古仙的结局 因为一旦他选择干预 便是改变了整个九天十地的历史 那么 九天十地根本就不用精力浩劫 就会崩溃于时间规则之中 消散于亿万年前 历史不能改变 时间也无法更改 秦礼能做到的 便是完成与十大开天古仙的约定 盘神已经陨落 可以开始了 秦礼嘀咕一声 闭上双目 与此同时 巫神傀儡也在此刻眼中 闪过一抹金光 他抬手朝着盘神一指 就在这时候 天地间发生巨大的震动 中天狱与七星天狱中间的混沌天倩 竟然在此刻开始疯狂颤抖起来 一道道混乱风暴 在混沌天倩中浮现 这一个很少有人踏足的凶险之地 此刻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地面裂开 一个庞大的深渊 出现在混沌天倩之中 看起来真的就像是一个天倩 下一刻 一棵庞大的怪树 从那深渊中迅速生长 转眼间化作了数万丈大小 而且 其庞大程度还在迅速增加 混沌天倩有变过 这时候 天机老人说道 所有人的眉头都是一皱 注意力大部分都放在了混沌天倩之中 他们也看到了混沌天倩的变化 看到了那颗恐怖无比的巨树 转眼间 巨树成长到了遮天蔽日的程度 高度不强 宽度也不强 无数巨大的枝压生长开来 将整个中天狱和七星天狱 全部覆盖在内 可见此树的庞大之处 这是什么树 好恐怖 陈若璇脸色一变 惊骇地说道 我怎么感觉自己 与这棵树 有着某种奇妙的联系 北辰先帝的脸色凝重道 我也感觉 我和这棵树有着奇妙联系 我也有 附近的其他先帝 也纷纷开口 表示自己的神魂 与那棵树有着奇怪的联系 就连整个九天十地的修饰 也是难以置信地 看着那棵巨树 因为 整个九天十地的所有生灵 他们都感觉到 自己与那棵树有着 微妙的联系 就仿佛 似乎自己好像也是那棵树的一部分一样 修为越高 则这种感觉就越强烈 这种奇怪的现象 让很多人都变得有些恐慌起来 毕竟这种感觉 实在是过于诡异 唯独只有先祖 并无那种感觉 可他却是神情凝重 似乎想到了什么 紫薇先帝抬头 看着那遮天蔽日的巨树 看到那上面的一片叶子 他静意不定地说道 我感觉 自己像是变成了那棵树上的一片叶子 又感觉这树上的每一片叶子 都像是一个世界 好诡异的感觉 天机老人脸色阴晴不定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迟一片刻 看向先祖 笛声说道 先祖前辈 此树 是不是世界树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脸色 都是猛然大变 纷纷震惊地看向那棵巨树 世界树 这棵巨树竟然是世界树 不少修为高深之辈 都听说过世界树 在九天十地的传说之中 那世界树 是依托整个九天十地 而存在的一棵树 可以说是九天十地的心脏 世界树若亡 则九天十地也会毁灭 世界树若是生机勃勃 九天十地的发展 也会变得无比之好 这便是世界树 与九天十地的关系 可这亿万年来 根本就没有人见过世界树 也没有人知道 世界树到底在什么地方 故而时间异常之下 大多数人都觉得 世界树或许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这世上并无所谓的世界树 然而现在 这棵顶天立地的巨树 竟然有可能是世界树 这世上 当真有世界树吗 所有修士都抬头看着 那矗立在天地间的磅礴巨树 呼吸微微有些急促起来 此树 肯定是世界树 先祖语气凝重 死死地盯着那庞大的巨树 呼吸同样是有些急促 显然世界树的出现 让他也感到无比诧异 亿万年来 先祖一直都在 寻找着世界树 可一直以来 都不曾找到世界树的一丝痕迹 世界树蕴含了九天十地的本源之力 也被称之为轮回树 每个生命的轮回 都必须要进入世界树之中 再次诞生以后 便会在世界树上留下生命印记 世界树的每一片叶子 都代表着九天十地的一个生命 若是这个生命消亡 那么这片叶子也会凋零 这也是所有修士看到那世界树的时候 会有一种莫名联系的原因 而先祖之所以与世界树没有联系 便是因为 先祖乃是先天生灵 并不存在轮回之说 是在开天之前 就已经存在的先天生灵 只是开天后 以九天十地 作为栖息之地罢了 这么多年来 先祖一直在寻找世界树 便是因为他觉得 世界树应该蕴含了九天十地的规则 是九天十地的本源汇聚之地 九天十地的上限极高 要知道 那可是十个圣君境强者联手 才能创造出来的世界 其上限至少也是圣君境才对 故而 若是能够找到世界树 感悟其内的本源规则 感悟整个九天十地运行的规律 那么一定就能够突破悬神境 踏入圣君境 实际上 先祖猜测得非常正确 当年秦礼也是找到了世界树 在世界树下参悟了数百年的时间 悟透了九天十地的运转规律 从未领悟混沌极力 踏入圣君境 而后将世界树练化 成为情理修为的一部分 只可惜的是 先祖一直以来都没有找到世界树 附近的先帝听到先祖的话 一个个都呼吸急促起来 紫薇先帝问道 可是 为何我们与世界树有一定的联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时候 不等先祖开口 天机老人就解释道 世界树又被称之为轮回树 掌管着九天十地的生命和轮回 所有生命的轮回 都必须要通过世界树 而每个生命在轮回之后 都会在世界树上留下生命印记 世界树繁茂的树叶 每一片都代表着一个生命 若那生命死亡 则那树叶也会凋零 就在天机老人说话的时候 遮天蔽日的世界树 也有不少落叶掉下来 九天十地太过于庞大 生灵数量极为磅礴 难以用数字来形容 几乎每时每刻都有生命死亡 故而 世界树的树叶也是一直在凋零 不过 那些树叶并未掉落在地上 而是在半空中化作幻影 消失在天地间 在一片树叶掉落之后 很快便有新的树叶生长出来 那代表着 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在九天十地 如此反复 世界树的枝叶永远也是无比繁茂的 听了天机老人的话 所有人都恍然大悟 纷纷带着敬畏 看着那世界树 如果真如天机老人说的那样 世界树也就相当于生命树 每个生命的诞生 都离不开世界树 我有个疑惑 为什么世界树会在这时候出现 陈若玄不解地问道 这其实不仅仅是陈若玄一个人的疑惑 那是整个九天十地都无比疑惑的事情 九天十地已经开辟了上一年之久 具体有多长时间已经没几个人知道 但世界树从未出现过 而现在在盘神陨落之际 世界树却出现了 几乎可以确定 那肯定就是与盘神陨落有关了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 天机老人也无法给出答案 他对于世界树的了解不多 世界树虽然与九天十地有着极大的关联 可又是凌驾于九天十地之上 算是九天十地最核心的存在 天机老人虽然融合了九天十地 但也无法找到世界树在哪里 所以他也只知道有世界树这么个存在 也只了解世界树存在的意义 至于世界树为什么会在这时候出现 他也不清楚 天机老人想要询问仙祖 结果抬头看去的时候 却发现仙祖已经带着明月和灵儿不见了 仙祖去哪里了 北辰先帝惊讶地说道 天机老人几乎瞬间就找到了仙祖 当即说道 仙祖去了混沌天芡 并且在世界树下 天机老人此话 令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看向混沌天芡 只见仙祖带着明月和灵儿两人 来到了世界树之下 看着有无限辖光流转的世界树 仙祖直接盘膝坐下 明显是在感悟着什么 原理缓缓站起来 目光穿过无尽虚空 落在了世界树下的仙祖身上 双目闪烁 似乎有些异动 老师 仙祖这是在做什么 开明先帝问道 原理说道 那是世界树 是轮回树 是生命树 亦是正道树 在此树之下 有无尽道运 若是感悟 对修士好处极大 听了原理的话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没想到 靠近世界树 竟然有如此好处 几乎一瞬间 很多修士都挪一向世界树而去 天机老人双目一闪 瞬间消失不见 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在世界树之下 不过他出现的位置 明显比仙祖要靠后一些 无法真正靠近世界树 与此同时 陈若玄他们 也没有任何犹豫 纷纷挪一到世界树附近 而他们距离世界树 更加遥远 很明显 世界树附近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他们阻拦 修为越强 这股力量的作用就越弱 自然也越难靠近世界树 越是靠近世界树 那么感悟的道运 明显就越强 获得的好处也越多 先祖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悬神境后期 几乎已经贴近世界树 老师 你不去吗 开明先帝看到附近的所有先帝 包括十二组屋 都已经前往世界树 只有圆梨和遥光女帝 站在无望天狱外 纹丝不动 不由问道 圆梨眼里也闪过一抹心动 但还是摇摇头 你去吧 说着 他转而面向无望天狱 盘膝坐下 继续镇守 看到圆梨的动作 开明先帝已经明白 圆梨的选择了 很明显 在世界树下正道 和信守诺言 镇守无望天狱出口之间 圆梨选择了信守诺言 世界树下正道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巨大的诱惑 连先祖都无法扛得住 开明先帝也看得出来 圆梨眼神中也有异动之色 可最终 他还是选择信守诺言 尽管明知道有巫神傀儡在 那些诡异生灵 不可能在这时候 冲出无望天狱 可圆梨还是选择镇守在无望天狱 这个决定看起来非常傻 但开明先帝看到的 却是圆梨的道 开明先帝深吸一口气 恭恭敬敬地朝着圆梨拱手一拜 眼神中充满了尊重 你去吧 此地用不上你 圆梨忽然开口 然后抬手一挥 一道浩然正气 从他指尖飞出来 落在开明先帝身前 这道气息 或许对于你误到 有一定的作用 尽管开明先帝 并非圆梨真正意义上的弟子 但这段时间以来 圆梨已经认可了 开明先帝这个如道后辈 故而才会出手相助 开明先帝沉默片刻 将那一道浩然正气收起来 然后点点头 学生定不负老师的期望 说完 他看了一眼 也没有想要动弹之意的 遥光女帝 随后消失在这片天地 圆梨抬眼看了看遥光女帝 也没说话 而遥光女帝 则是抬头看着那庞大的世界树 仅仅只是看了片刻 便将目光收回来 转而又看向巫神傀儡 此时此刻 已经没有人去关注巫神傀儡了 但遥光女帝 却在这时候 有些惊恶地发现 巫神傀儡的身上 冒出一些细微的绿色符纹 那些绿色符纹 显然并非先天乌纹 也不是任何乌纹 反而其上的气息 与世界树上流转的 无尽光滑 颇为相似 也同样散发着一缕缕道运 而且在这时候 巫神傀儡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 不再麻木 也不再冷漠 反而有那么一丝情绪在内 轰隆隆 随着世界树的出现 巫术修士 纷纷挪移到世界树下 他们纷纷学着先祖的样子 盘西坐在世界树之下 感受到世界树上 那股强烈的联系感 他们的内心更加澎湃 无数修士盘西坐下 开始感悟世界树 洒落下来的道运 不过就在这时候 世界树的每一条主要分支 纷纷散发出一道道绿色的光芒 那些绿色的光芒凝聚在一起 仿佛形成了一根根神经 它们散布在四周 宛若珠网一般 随后那些绿色光线 开始迅速生长 在九天之上迅速蔓延 所有人都抬头看着那绿色光线 每个人的眼神中 都充满了疑惑之色 很快他们就发现 那些绿色的光线所去的方向 正是无望天狱 绿色光线蔓延到无望天狱之后 纷纷留在了盘神那巨大的身躯上 将盘神的身躯 上上下下全部包裹起来 仿佛包裹成了一个粽子 红隆隆 绿色光线一动 将盘神的肉身连根拔起 朝着世界树的方向而去 这让所有修士都目瞪口呆 世界树在做什么 他竟然将盘神的肉身给拉了起来 看起来是想要将盘神的肉身 拉进世界树里面 这 难道是世界树 想要让盘神进入轮回之中 好像不是 也不知道世界树到底要做什么 看起来世界树 仅仅只是盘神他们创造出来的 应该没有能力帮助盘神轮回吧 无数修士看到这一幕 都是震惊无比 他们看到盘神的肉身 横跟在九天之上 几乎遮住了小半个九天实地 被无数密密麻麻的绿色光线 缓缓地拉着 朝世界树而去 他们的心灵被震撼 每个人的身体都在颤抖 每个人的眼睛都倒映着这幅画面 就连先祖也睁开了双目 死死地盘神的肉身 被深深地震撼了 此刻所有人都明白过来 世界树的出现 就是为了盘神的肉身 就是想要将盘神的肉身 拉入世界树内 只是世界树 到底要将盘神的肉身 拉进去做什么 这是一个未知树 先祖目光闪烁了片刻 最终并未多想 而是抓紧时间 进行感悟世界树下的道运 对于他来说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他踏入圣军境 为数不多的机会 他必须要抓紧 适可而止吧 就在这时候 无望天狱深处 响起一道苍牢 且阴沉的声音 接着一把大伞 从无望天狱深处飞了出来 大伞的速度很快 穿梭空间 转眼间就追上了盘神的肉身 这是一把通体漆黑的大伞 伞柄之上 有一道道血灰色的气息 明显也是被诡异之源所污染的 出手之人 是之前与盘神说过话的老者 也是十大开天古仙之一 只不过这个古仙很明显 已经恢复了记忆 但依旧选择沉沦于 诡异之源中 以此来保证自己神魂不散 意志不消 而现在世界术 有意将盘神的肉身带走 这老者却也出手了 所有修士都看着这一幕 心神一下就紧张起来 如今十大开天古仙 也不过只现身了三位罢了 巫神苍吾 不死明王和盘神 至于蛮族的仙蛮 并未出现过 还剩下七位开天古仙 谁也不知道 眼前这出手的老者 到底是哪位开天古仙 也不知道这位开天古仙 为何要阻止世界术 将盘神的肉身拖走 但可以确定的是 世界术将盘神的肉身拖走 绝对是对诡异之源 或者是诡异生灵不利的 否则的话 这位已经变成诡异生灵的 开天古仙 不会如此着急 直接选择出手 那大伞来到盘神肉身前 微微一张 无尽黑色光滑散落出来 落在盘神的肉身之上 那将盘神缠住的绿色光线 立即开始消融起来 绿色光线毫无抵挡之力 此刻他们发现 世界术的力量 在开天古仙的力量之前 显得有些脆弱 不过就在这时候 巫神傀儡转身抬眼一看 他眼睛中闪过一抹黑光 无尽混沌玄水 从天而降 落在了那大伞之上 吃吃吃 大伞立即颤抖起来 冒出阵阵白烟 似乎无法抵抗混沌玄水 开 然而就在这时候 无望天欲深处 响起那老者不慌不忙的声音 下一刻 那大伞猛然一抖 伞面打开 更加恐怖的黑色烈焰汹涌而出 如同绝堤之水 瞬间便将那些混沌玄水 给全部覆盖起来 混沌玄水虽然非常厉害 可在面对巨伞全部打开的情况下 竟然完全无法抵挡那些恐怖的黑色烈焰 转眼间 被那些黑色烈焰给吞噬掉 这亿万年来 老夫每日苦思冥想 如何破解你的混沌玄水 终于在数万年前 领悟了此等神通 无望天欲深处 再次想起那老者的声音 老者的声音古井无波 仿佛并未将巫神傀儡的混沌玄水 放在心上 但大家却听得出来 这位开天古仙 为了破解巫神傀儡的混沌玄水 足足用了亿万年的时间 才终于找到了破解之法 可见这混沌玄水 到底有多恐怖 又可以见得 琴里的巫神傀儡 到底有多强大 巫神傀儡 面对老者的声音 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只是他微微一抬手 掌心中出现了一道皱印 那皱印迅速放大 随后席卷天地间 在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都开始颤抖起来 一股神秘的风 在四面八方席卷而出 随着那股神秘的风掀起来之后 整个九天十地的风 都在这一刻出现了 那些风迅速来到了无望天欲附近 形成一道道看似柔和的风 那柔和的风中有一道道符文 看起来极为诡异 而且就在这时候 九天十地上空 落下来了密密麻麻的诡异黑雨 谁也不知道 那诡异黑雨到底是什么 只能感觉到 诡异黑雨之中充满了大量的本源之力 若仔细观察的话 就能观察到 那些雨里面有一道道黑色的皱印符文 看起来极为诡异 那是 起源之风和太初之雨 就在这时候 先祖忽然脸色大变 惊骇地抬头看去 看着那席卷整个九天十地的神秘之风 和诡异黑雨 惊骇无比地说道 所有人听到这话 都是双目一闪 呼吸有些急促地看着那风和雨 起源之风和太初之雨 他们并未听说过 这起源之风和太初之雨到底是什么 但从先祖的反应来看 这两种神秘存在 必定极为强大 否则的话 先祖的反应也不可能这么大 就连原理也是眉头一条 抬头看向那起源之风和太初之雨 目光闪烁不已 眼神深处有一抹震撼 随着起源之风和太初之雨的出现 一滴滴黑色的雨落下 那黑色烈焰明显无法扛得住 起源之风和太初之雨的双重攻击 逐渐变得弱小起来 最后在混沌玄水的卷土重来时 彻底湮灭 就连那把大伞也在此刻咔嚓一声 出现大量的裂缝 按理说 伞就是用来遮住的 可现在这把伞同时面临着风和雨的袭击 完全无法抵挡 表面出现一寸寸军裂 仅仅只是支撑了片刻 便支离破碎 最终化作尘埃 消散在天地间 随着那大伞的消散 世界树的绿色光线再次恢复过来 拖着盘神的肉身 迅速朝着混沌天嵌而去 太初之雨 起源之风 这时候 吾望天狱内想起了那老者有些震惊的声音 你怎么会 掌握太初之雨和起源之风的 就算是苍吾 也做不到 很明显 这两种手段是一种极为强悍的手段 哪怕是开天古仙巫神苍吾也并未掌握 可现在巫神傀儡却能轻松施展出来 这让同为开天古仙的老者难以置信 与此同时 其他所有修士都无比震惊 开天古仙苦思明想了亿万年的神通 竟然就被巫神傀儡 如此轻松地破解掉了 看得出来 双方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那太初之雨和起源之风 就算是仙祖和开天古仙都为之震惊 哪怕是连开天古仙都无法掌握的手段 巫神傀儡不过刚刚踏入圣军境 竟然就掌握了此等厉害的神通 那么 太初之雨和起源之风 到底是什么手段 竟然如此厉害 陈若璇抬头看着那柔和的风和神秘的雨 这些风雨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落在他们身上 只会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柔和 同时还有浓郁的本源之力 可对于那把大伞来说 却有着致命伤害 这些风和雨 好奇怪 陈若璇目光闪烁 有些惊疑不定 紫薇先帝和天极老人 他们也是惊疑不定 天极老人抬头盯着那些起源之风 和太初之雨 奇怪道 这些风和雨之中 有着浓郁的本源之力 但这种本源之力 又与混元境掌握的本源之力不太一样 混元境的本源之力 没有这么强大 紫薇先帝问道 那是什么本源之力 其他人也是面面相去 疑惑不解 本源之力 还分类型的吗 天极老人想了想之后 他说道 这种本源之力 或许称之为太初之力 太初之力 所有人都满脸不解 什么是太初之力 他们不知道 但是在刚刚开天批地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生灵 所有东西 都是最开始的状态 那时候被称之为太初时期 天极老人点点头 太初之力 就是天地初开始诞生的 第一缕本源之力 虽然这种力量 也属于本源之力的范畴 但其威力 却远非本源之力能够相比的 比如说 眼前的太初之力 或许就是天地间诞生的 第一滴雨 听了此话 所有人的脸色 都是瞪大了眼睛 天地初开的 第一缕本源之力 难怪这起源之风 和太初之力 竟然如此恐怖 连古仙施展出来的手段 也无法抗衡 毕竟 这九天十地 乃是十位古仙 借助十大混沌至宝 开辟出来的一方天地 其等级之高 比十位开天古仙 还要更高的 而他们没想到的是 巫神傀儡 竟然能够掌握太初之力 和起源之风 毕竟 那无望天域内的开天古仙 可是已经明说了 那是连巫神苍无 都无法掌握的力量 可秦里的巫神傀儡 却掌握了 秦里 到底有多恐怖 陈若璇难以置信地说道 他才刚刚踏入圣军境 为何能掌握如此恐怖的力量 天机老人想了想后 便猜测到 或许 与巫神的咒神符有关 紫薇先帝和陈若璇 他们这才想起来 巫神苍无所掌握的混沌至宝 买是咒神符 传闻巫神靠着这咒神符 在开天之后 创造了九天十地的风和雨 也就是说 九天十地的第一缕风和第一滴雨 那都是巫神用咒神符所创造出来的 如今 开天图和蛮族的开天神符 都已经出现 但巫神苍无 出现了这么长时间 其混沌至宝咒神符 却一直并未出现过 而巫神苍无在死后 为了兑现承诺 将自己的肉身 送给了秦里的巫神傀儡 若是那咒神符 就在巫神苍无身上的话 那么巫神傀儡 拥有咒神符 也是正常的事情 天地间第一缕风和第一滴雨 都是咒神符创造出来的 拥有咒神符的情况下 能够控制这起源之风 和太初之雨 或许也不是难事吧 但很快 他们就否定了这个可能性 因为无望天域内的 开天古仙曾说过 就算巫神苍无 也没有掌握这种力量 而咒神符一开始就是 巫神苍无的宝物 很明显 苍无在拥有咒神符的时候 也无法掌握这等力量 也就是说 就算拥有咒神符 也未必就能掌握 这等强大的力量 那琴里的巫神傀儡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或者说 琴里是怎么做到的 陈若玄说道 就算是巫神苍无大人 拥有咒神符 也做不到这一点吧 这话说的没错 所有人都沉默不语 而这时候 李儿好奇地问道 先祖 这太初之雨和起源之风 到底是什么啊 李儿的话 将所有人都吸引了 虽然陈若玄他们通过 天机老人的猜测 已经对太初之雨和起源之风 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猜测 但终究还是不太确定 而先祖见多识广 很明显 要比他们知道的更多一些 从先祖口中得到的消息 才是最准确的 这次先祖并未打谜语 而是直接说道 那是天地初开始的 第一缕风和第一滴雨 虽然是咒神符创造出来的 但是想要得到这两种力量 就必须要彻底炼化咒神符 炼化咒神符 李儿愣了一下 有些疑惑得道 这咒神符乃是巫神的至宝 难道巫神都没有炼化吗 先祖摇摇头 据我所知 巫神仅仅只是 炼化了咒神符五成罢了 而他炼化这五成 足足用了一亿多年的时间 想要再炼化 已经无能为力 要么拥有更高的修为 要么拥有更加恐怖的悟性才可以 听了此话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没想到 连巫神苍吴 也仅仅只是炼化了咒神符五成罢了 而且还足足用了一亿多年的时间 那么 秦里的巫神傀儡是如何做到炼化咒神符的 明月震惊道 可是秦里的傀儡 为何能做到炼化咒神符 所有人的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 因为他们忽然意识到 秦里才不过修炼了三万年时间 巫神用了一亿多年的时间 也并未炼化咒神符 可秦里如何做到用三万年的时间 将其炼化的 这也太荒唐了 你敢说巫神的修为不强吗 你敢说巫神的悟性不高吗 若是他的修为不强 他的悟性不高 如何能做到创造九天十地 如何能做到创造整个巫族 可就算如此 巫神也并未完全炼化咒神符啊 先祖的眼神中也闪过一抹震惊 我也不知道 或许是他的悟性极为逆天 也或许是他得到了某种逆天的造化 才能将咒神符炼化吧 莲儿和明月对视一眼 都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惊骇 这悟性得有多恐怖 才能达到这种程度 那得比巫神苍无断层是领先吧 陈若玄他们也是面面相去 眼神中尽是震撼 更高 难怪巫神苍无会为了一个约定 不惜留下最后一道意志 带着肉身前来赴约 也难怪盘神哪怕承受无尽痛苦 也要将身上的所有诡异灵片全部拔掉 只为了将所有的希望 全部放在秦里的傀儡身上 而这 还仅仅只是秦里的一具傀儡罢了 难以想象秦里本人到底有多恐怖 轰隆隆 盘神的肉身迅速朝着世界树而去 随着盘神的肉身靠近 众人发现世界树四周的盗运都开始增强 变得更加容易感悟了 感悟之后的收获也明显更大了 你究竟是怎么炼化咒神符的 这时候 那无望天狱中的开天古仙 在这时候又一次地开口了 显然到了现在 他都有些不愿意相信 巫神傀儡竟然能够炼化咒神符 他也有混沌至宝 可他的混沌至宝 到目前为止 哪怕是依靠着诡异之源 也仅仅只是炼化了七成罢了 距离彻底炼化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越是到后面 想要提升炼化进度就越难 但是炼化之后 实力增幅也是相当恐怖 那可是混沌至宝 诞生于混沌之中的恐怖法宝 炼化与没有炼化 简直就是天与地的差距 若是能够炼化混沌至宝 就算是面对圣君巅峰的存在 也能够有自保之力 可见混沌至宝到底有多恐怖 那无望天狱内的开天古仙 根本不愿意相信 巫神傀儡能够炼化咒神符 然而 巫神傀儡并未回应他 而是抬头看向盘神 目送盘神逐渐被世界术拖过去 只要盘神与世界术融合之后 世界术的修为也能踏入圣君境 到时候 秦礼便只差师祖傀儡 和最后一具傀儡 为踏入圣君境了 只要最后这两具傀儡 踏入圣君境 那么秦礼就能着手超脱境 成为整个九天十地第一个超脱境 甚至可以说 是整个混沌里的第一个超脱境 眼瞅着盘神的肉身 距离世界术越来越近 那无望天狱深处的开天古仙 终于坐不住了 秦礼 当初你快越时间长河 来到时间尽头 与我们相见 老夫确实有那么一瞬间觉得 你应该是我们的希望 可现在看来 你不过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罢了 那开天古仙语气冰冷 冷冷地说道 那场论道 是你欺骗了 我们所有人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成为了你的嫁妆 这一次 无望天狱深处的那位开天古仙 毫无顾忌地说出了秦礼的名字 也是九天十地的修士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 听到那巫神傀儡 就是秦礼 而且 最为重要的是 这位开天古仙 十大古仙见面 难道 秦礼就是巫神苍无大人口中 所说的那个救世主 陈若玄瞪大眼睛 惊呼一声 头皮发麻 当初巫神苍无现世的时候 凭借最后一道意志 回答了他们不少问题 其中在有关于 如何度过浩劫之上 苍无曾说过 当时有一人 曾跨越时间尽头 抵达时间的彼岸 在他们陨落之前 与他们相见 在那一场见面之中 那人与十大古仙论道 并且讨论了 亿万年之后的第二次浩劫 巫神苍无的意志 在彻底消散之前 曾明确说过 此人可以帮助他们 度过这第二次的天人衰竭 当时他们问过苍无 那人究竟是谁 但苍无并未说 表示他也不知道 可现在看来 苍无肯定是知道 那人就是秦礼的 而且在亿万年前 秦礼就曾与十大古仙有过约定 这些约定到底是什么 九天十地的修士不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 巫神苍无会在亿万年后 在青铜古关出现在 无望天狱之外时 他的意志会因此而苏醒 随后带着自己的肉身 来到无望天狱之外 将自己的肉身 献给秦礼的傀儡 没有人知道 巫神苍无的肉身 在进入青铜古关内之后 发生了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不久后 秦礼的傀儡就突破了智骨 达到了圣君境 那么 巫神傀儡能够突破到圣君境 必定是与苍无的肉身有关的 兴许 苍无留下最后一道意志 为的就是帮助秦礼的傀儡 突破圣君境 而盘神的话 也为了兑现诺言 选择牺牲自己 将自己的肉身 交给了世界术 这些 都是都是与秦礼的约定 至于现在说话的 无望天狱深处 那开天古仙 则是撕毁了约定 甚至觉得 秦礼哄骗了 他们所有人 秦礼的真正目的 并非为了帮助九天十地 度过劫难 而是想要利用 十大开天古仙 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然 这番话 没有人去选择相信 秦礼 他的来历 竟然如此恐怖 紫薇仙帝倒吸一口凉气 浑身聚颤 难以置信 不仅仅是他们 其余的先帝和修士 也是纷纷震惊不已 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 这段时日 他们不断挖掘秦礼的过往 秦礼的一个个身份 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 大家无不是感到震撼 可不管秦礼之前的身份 有多恐怖 都不及现在这个消息 来得炸脸 秦礼竟然在很久之前 就已经穿越了时间尽头 与十大开天古仙论道 而且 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浩劫 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布局 这一切的布局 甚至连十大开天古仙 都自愿参与进去 此刻他们也都明白过来 满神殿的事情 是秦礼早就已经计划好的 巫神之灵的变故 玄灵蛇献身 十大灵兽脱关 也同样是秦礼的计划 巫神苍无离开无望天狱 自愿奉上自己的肉身 采出秦礼的傀儡 登入圣君境 同样也是秦礼的计划 甚至众人怀疑 陈凡将不死明亡的肉身带出来 同样也是秦礼的计划之一 而现在 盘神陨落 世界树现是脱走盘神的肉身 很明显也一样是秦礼的计划 仿佛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秦礼的计划 想到这里 所有人的头皮都有些发麻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甚至就连圆离镇守在无望天狱之外 也同样是秦礼的计划之一 只是这件事 连圆离自己都不知道 毕竟在圆离看来 他遵守的是与师祖的约定 此刻 就连先祖搞清楚这些之后 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无比震惊地看着秦礼 没想到这秦礼 竟然如此恐怖 此子 绝对是开天辟地亿万年以来 最为逆天之人 我活了如此之久 第一次见到此等人物 仙祖眼中露出一丝敬佩 内心对于秦礼这个人 越发的好奇 不仅仅是他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 秦礼身上的神秘面纱 越来越厚重 他们越是想要看清楚 秦礼那神秘面纱下面的情况 就越发现他们距离秦礼的真正模样 越来越远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无比逆天的事情 而巫神傀儡 面对着开天古仙的质问 却依旧古井无波 没有任何回应 既然如此 那便别怪老父无情了 无望天狱内的开天古仙 明显忍受不了巫神傀儡的次次无视他 本来还想与巫神傀儡交流一番 可巫神傀儡一直不搭理他 这让那开天古仙很憋屈 几乎在开天古仙话音刚落的时候 在中天狱深处 一片荒芜的丛林深处 有一座已经荒废了很久的老庙 那老庙在此刻猛然一抖 接着有无尽光滑 从老庙中散发出来 一股庞大的道运直冲天际 整个中天狱在此刻颤抖起来 那一座原本无比荒芜的老庙 此刻却蒙上了一层神圣的气息 大量的神秘道音从散布开来 附近有一道道奇花异草破土而出 仅仅是在几个呼吸间 此地的荒芜不在 反而成为了一个人间仙境 中天狱怎么了 这里的老庙发生变故 影响了整个中天狱 甚至惊动了九天十地 无数在世界术之下的修士 都发现了中天狱的变故 纷纷将神石放在了中天狱 深处的那一座老庙之上 老庙没有名字 明明很破败 可是在那一片刀蕴中 却显得至高无上 神秘无比 那是什么 无数修士发出疑问 显然他们并不知道一个破庙 为何会有如此变故 仿佛其内潜藏了一个大能修士 此刻大能修士将气息爆发出来 故而引动天地 道运无穷 唯有仙祖和天际老人的脸色微微一变 有些惊骇起来 那是 道祖庙 天际老人惊呼一声 有些不可思议地说道 道祖庙怎么恢复神韵了 道祖庙乃是人族最重要的圣地 乃是人族为了祭奠人族的开天古仙道祖 而建造的一座庙宇 这庙宇之中 供奉着十大古仙中最为强大的道祖 传闻十大古仙之中 以道祖为首 这也是人族能一直稳坐九天十地之首的原因 在道祖的庇佑下 人族发展速度极快 道祖庙自从建造出来之后 便有无尽道运笼罩在道祖庙附近 传闻是有道祖的一缕意志 藏于道祖庙之中 护佑着人族 保证人族昌盛 可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道祖庙附近的道运 消失得无影无踪 荒芜之气 笼罩整个道祖庙 而道祖庙所在的太出虚地 也逐渐荒芜 寻常人无法进入 有人说 道祖的意志已经消散 如此一来 道祖庙越发的荒废 最近数十万年之中 甚至都没有修士 再去过道祖庙 甚至连道祖庙 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只有少数人 知道道祖庙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 紫薇先帝和天机老人 而现在道祖庙道运在线 神运冲天起 引动整个九天十地 天机老人的反应 自然是最大的 紫薇先帝也是道吸一口凉气 有些惊骇地说道 难道道祖的意志苏醒了 紫薇先帝和天机老人的声音 响起来之后 所有人都知道了 那就是传说中的道祖庙 属于人族的圣地 紫薇道兄 你说什么 那是道祖庙 陈若璇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说道 不是说道祖庙早已衰败 道祖的意志已经消散了吗 紫薇先帝点点头 以前是这样说的 但我也不知道 为何会现在这样 众先帝面面相去 随后北辰先帝说道 莫非 道祖留在道祖庙内的意志并未消散 只是一直隐藏着 如今再次复苏了 紫薇先帝点点头 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而陈若璇则面色古怪地说道 莫非 是道祖感应到秦礼的存在 留在道祖庙内的意志苏醒 要来完成与秦礼的约定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点头 不得不说 确实是存在这个可能性的 甚至可以说 十有八九 就是陈若璇猜测的那样 毕竟 十大谷先本就与秦礼有约定 现在道祖留下来的意志苏醒 也是非常合理的 可只有先祖的目光 愈发凝重起来 他缓缓站起来 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冲天起的道运 难道说 仙祖的神石落在无望天狱 看着无望天狱深处 联想到刚才那无望天狱深处 说话的开天古仙 此刻仙祖呼吸有些急促 内心有些难以接受 难道说 刚才那说话的开天古仙 便是道祖 轰隆隆 而就在这时候 一股磅礴的意志 从那道祖庙内冲出来 那意志无比恐怖 只是一出现便能引动天地 无尽风云未知色变 天地间出现无数裂缝 接着 那意志化作一个庞大的身影 只见那身影身披长袍 头戴王冠 一出现 就抓住了世界树的绿色光线 那些绿色光线 完全无法与身影抗衡 被一扯之下 整个世界树疯狂颤抖 绿色光线 也是在这一瞬间崩断 盘神的肉身失去控制 停顿下来 漂浮在九天之上 这一幕发生极快 所有人都还没反应过来 庞大意志所化的身影 便已经将世界树的光线扯断 截断了盘神肉身 此刻所有人都反应过来 这道祖庙内的意志 竟然是跟那已经化作 诡异生灵的开天古仙一伙的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难道说 那变成诡异生灵的开天古仙 竟然就是盗祖 这 盗祖竟然甘愿变成诡异生灵 那可是十大开天古仙之手啊 所有人族的脸色 都在此刻变了 他们有些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那毕竟是他们人族的盗祖啊 是人族最强大最辉煌的存在 是他们的骄傲 竟然变成了诡异生灵 这让他们怎么能够接受得了 陈若璇和其他人 也都是面色大变 难以置信地看着九天之上 那意志所化的身影 脑海一片空白 原本他们以为是盗祖的意志苏醒 要完成与秦礼的约定 结果没想到的是 那意志出现之后 竟然是截断世界术的光线 将盘神的肉身给挡了下来 也就是说 盗祖真的已经成为了诡异生灵 陈若璇和紫薇先帝他们脸色苍白 捏着拳头 全身都在颤抖 唯有天机老人眉头一皱 眼神中露出一丝疑惑 那 真的是盗祖的意志吗 嗯 不是盗祖的意志 先祖看到那意志所化的身影之后 便双目微微一闪 有些诧异地暗暗道 从这身影来看 这道意志 莫非是帝皇呢 帝皇 也同样是十大开天古仙之一 据说也是与人族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盗祖关系极好 甚至有传闻 这帝皇是人族的第二个开天古仙 可至始至终都并未佐证出来 然而现在 道祖庙中却出现了帝皇的意志 这恐怕并非巧合 莫不是帝皇真的是人族的第二个开天古仙 并且那化作诡异生灵的开天古仙 就是这帝皇 先祖目光闪烁 并未将此事说出来 而是细细地看着 那帝皇意志 在扯断世界术的光线之后 毫不犹豫地冲向盘神的肉身 明显是想要将自身意志 融入到盘神肉身之中 以此来短暂地控制盘神 巫神傀儡自然不可能看到这种事情发生 他毫不犹豫地一挥手 太初之雨和起源之风纷纷出现 朝着帝皇意志席卷去 你当真不将老夫放在眼里了 无望天狱深处 响起一道冷淡的声音 接着整个无望天狱轰然一颤 地面裂开 一只磅礴的土黄色大手冒了出来 那手极大 如同世界之墙一样 一出现 便将所有的太初之雨和起源之风拦截 九天十地的第一缕风和第一滴雨 竟然无法突破那防御 一股更加恐怖的意志从天而降 朝着巫神傀儡冲击而去 似乎是想要将巫神傀儡内的那一道意志冲散 圣君 中期 先祖呼吸一致 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从无望天狱深处冲出来的意志 那从无望天狱中冲出来的意志 赫然就是一个圣君中期的恐怖存在 那可是圣君中期啊 按照先祖的了解 自从九天十地开辟以来 整个天地间 哪怕是十大开天古仙之中 也只有道祖的修为在圣君中期 至于其他开天古仙的修为都是圣君初期 圣君的境界 每一个阶段想要突破都无比困难 甚至先祖曾听说过这么一个传闻 到了圣君境之后 实际上没有什么制过 但却有着极限 此话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就是 每个修士若是能达到圣君境 那么此人的最终境界其实已经注定了 能达到圣君中期的话 在极短的时间内会连续突破 达到圣君中期 能达到圣君后期 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圣君后期 如果在一定时间内还没有突破圣君初期的智骨 那么圣君初期就是它的极限 从此之后想要突破 几乎没有可能 就算是在混沌世界之中 也不可能突破 这也是亿万年的时间过去 圣君初期的数量或许会增加 但圣君中期的数量永远也只有一个 像盘神 巫神他们的极限 就是圣君初期 再怎么努力 有再大的造化 也依旧是圣君初期 可现在 无望天狱中 却出现了一个圣君中期 这让先祖下意识地觉得 难道真的是盗祖 已经成为了诡异生灵 但很快 他发现那道意志并非是盗祖 因为那道意志降临之后 其模样与盗祖庙内冲出来的帝皇 几乎是一样的 如此一来 那事情就明了了 无望天狱伸出的开天古仙 诡异生灵 就是帝皇 只不过 他冲破了修为的智骨 其修为已经达到了圣君中期 而留在盗祖庙内的那道意志 实际上是帝皇在亿万年前留下来的意志 故而 其强度只有圣君初期 先祖反应过来 死死地盯着那从天而降的帝皇意志 仿佛明目了什么 看来 那诡异之源 不但能够令人死而复生 还能提高修士的修为 先祖暗暗想到 前有乌乎尔暗虚巅峰 成为诡异生灵 而进阶悬神 后有帝皇圣君初期突破智骨 达到圣君中期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 成为了诡异生灵 获得了某种修为上的加持 从而使得修为突破 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请礼 是你逼老夫的 帝皇居高临下 庞大的意志身影 仿佛晴天巨神 毫不犹豫地 朝着乌神傀儡一掌按下 乌神傀儡抬头 表情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下一刻 一股同样恐怖的意志 从乌神傀儡内冲出来 那股意志 一样是圣君中期 那是秦礼在圣君中期时 留下来的意志 也是乌神傀儡内 唯一的一道意志 此刻一出现 与帝皇势君立敌 在半空中冲撞 轰得整个天地未知失色 万物失去声音 所有人都呆呆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一时间忘记了思考 直到帝皇的意志狂退 缩回了无望天域 传出惊骇的声音 才将所有人拉回现实 圣君中期 怎么可能 这么短的时间 你竟然已经达到了 圣君中期 帝皇的声音 无比震惊地 回荡在无望天域 响彻整个九天十地 当初你在穿过 时间长河 与我们相见时 也不过是圣君初期罢了 这才万余年的时间 怎么可能 秦礼的意志 回归乌神傀儡体内 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他依旧没有回应帝皇 所有人都梦了 他们震惊地 看着乌神傀儡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头皮发麻 原来乌神傀儡 真的只是一具傀儡 圣君初期 只是秦礼的 一具傀儡罢了 秦礼的真实修为 已经达到了圣君中期 那可是圣君中期啊 没想到 秦礼竟然如此恐怖了 但更加恐怖的 则是 帝皇说的那番话 什么 秦礼竟然在一万多年前 就已经是圣君境了 陈若玄瞪大眼睛 呼吸急促 难以置信 也就是说 他仅仅只是踏入修行 一万多年 便成为了圣君境的恐怖存在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心灵震撼 一万多年的时间 对于仙人来说 真的不算什么 就算最普通的天仙 他们的寿命 也是以数万年计数的 像先王先帝这等存在 寿命动辄十万年 数十万年 一万多年的时间 对于仙帝来说 不过是一个长闭关的时间罢了 而对于像元离和仙祖这等 存在来说 一万多年的时间 更是弹指一挥间 有可能是一闭眼一睁眼 就已经过去了 尤其是仙祖 他寿元无尽 存在的时间 与十大开天古仙一样 如今已经活了一万年的时间 一万多年的时间 真就可能是打个短的时间 可正是这打个短的时间 九天十地 就诞生了一个圣君境 而且还是从无到有 成为的圣君 这到底有多恐怖 简直难以想象 就算是仙祖 也感到头皮发麻 情理 到底有多恐怖 莲儿呆呆地说道 此时此刻 情理的修为 有没有到达圣君中期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 是他仅用了一万多年的时间 就达到了圣君境 这等爆炸性的消息 足以令每个人为之震撼 哈哈 我就说 主上绝对是最厉害的 绝对比开天古仙还要厉害 子行激动地说道 如今 他已经将情理 彻底当成了自己的主人 情理表现得越厉害 他自然也就越有面子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狗杖人士 他这句话 就算是仙祖 也是不由地看了子行一眼 其他人更是面露古怪地看着子行 子行却一脸得意的样子 令所有人都有些无语 哎 看来真的是道祖了 没想到道祖竟然变成了诡异圣灵 在震惊完情理的修为之后 陈若玄等人也发现了 那无望天狱内开天古仙的修为 确实已经达到了圣君中期 按照传说来看 只有道祖的修为达到了圣君中期 而他们并不认识道祖和帝皇 故而下意识地觉得 刚才出手的人 就是道祖 这让他们的内心非常失落 子卫先帝也是叹息一声 他说道 不管他是不是道祖 既然已经变成了诡异生灵 做出危害九天十地的事情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站在秦里这边 确实 陈若玄点点头 非常赞同子卫先帝说的话 秦里也是人族的修士 而且所做的事情 是为了帮助九天十地度过浩劫 而道祖若是成为了诡异生灵 那他本身就是九天十地的浩劫 站在谁那边 根本就不用多说 那肯定就是 站在秦里那边的 然而这时候子行却忽然说道 谁跟你们说 那是道祖的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不是道祖 不是道祖 还能有谁 道祖庙复苏 就是因为这位开天古仙的一句话 其内冲出来的意志 也与无望天域内的开天古仙一模一样 要知道 道祖庙供奉的就是道祖啊 既然如此 那这开天古仙 怎么可能不是道祖 陈若玄不由问道 前辈 既然此人不是道祖 那他是谁 子行脖子一样 此人头戴王冠 身材魁梧 很明显并非道祖 肯定是十大开天古仙中的帝皇 帝皇 众人都愣住了 十大开天古仙之一的 帝皇他们当然知道 传闻此人掌管大帝 在十大开天古仙之中 实力也属于上乘 没想到 这无望天域内 成为诡异生灵的开天古仙 竟然是帝皇 可帝皇的意志 为什么会从道祖庙内出来 陈若玄疑惑地问道 前辈 道祖庙乃是人族为道祖所修筑的庙语 其内供奉的是道祖 帝皇的意志 怎么会在这道祖庙中 其他先帝也是点点头 满脸疑惑 而子行却说道 这道祖庙又不是道祖留下的 人族修筑出来的又如何 道祖就一定要留下意志吗 这话把所有人族先帝都给问梦了 仔细回味一下 好像事情确实如此 这道祖庙又不是道祖留下来的 人族修建出来的道祖庙 就算是供奉的道祖 又怎么能确定 道祖就一定能留下意志呢 这让所有人族先帝都无言以对 感情是他们人族一直以来都一厢情愿了 实际上他们供奉的并非是道祖 而是帝皇 而这时候子行又开口了 他说道 而且帝皇掌管天下庙宇 他的意志想要留在什么地方 便留在什么地方 我也听说 那帝皇与人族实际有一定的联系 若是道祖没有在道祖庙留下意志的话 帝皇留下一道意志庇佑人族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听了子行的解释和推测 他们都恍然大悟 这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 他们听了这话之后 心情就各家复杂了 毕竟帝皇代替道祖 庇佑了他们人族亿万年的时间 如今帝皇成为诡异生灵 与九天十地为敌 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帝皇 先祖淡淡地看了子行一眼 发现这家伙看起来爱吹牛不靠谱 但实际上 他的见解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此同时 帝皇发现 巫神傀儡一直没有理会过他 当即再次开口 与其有些恼羞成怒 挡住老夫又如何 老夫就不信 你能挡住两道意志 说完 帝皇的意志再次降临 朝着巫神傀儡碾压而来 巫神傀儡内情理的意志 也再次浮现 与那帝皇意志碰撞 不过也在这时候 那从道祖庙内出现的帝皇意志 已经进入到了盘神肉身 并且初步掌控了盘神的肉身 帝皇意志控制着盘神的肉身 开始往无望天域内而去 可就在这时候 无尽黑灰色气息浮现在盘神肉身四周 挡住了盘神肉身的去路 那黑灰色气息中 散发出无尽的腐朽和死亡气息 仿佛一切都能将其腐蚀 那气息一出现 连空间都被腐蚀 盘神的肉身也出现了一节节腐烂 那些气息无孔不入 疯狂地涌进盘神的肉身之中 先天尸气 师祖竟然出手了 先祖看到这一幕 脸色微微一变 无比震惊地说道 先祖的话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他们全部看向盘神肉身 发现那些凭空出现的先天尸气 已经将整个盘神肉身全部包围 盘神体内的帝皇意志 发出愤怒的嘶吼声 无望天域内的帝皇意志 也是怒吼一声 江灵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胆敢插手我们的事情 你不想活了 帝皇愤怒的声音 仿佛要将师祖撕成碎片 显然 师祖的突然插手 彻底惹怒了帝皇 在他看来 师祖不过是一个 玄神后期的先天生灵而已 竟然胆敢插手他们的事情 这简直就是找死的行为 玄神境的修为 在他面前如同蝼蚁 此刻 就连一向没什么动静的原理 也是不由抬头看向盘神肉身 师祖江灵 曾与他有过约定 也正是因为这个约定 他才会不顾生命 镇守在这无望天域之外 而如今师祖出手 他自然也会关注起来 也就在这时候 在不死族内的不死民宫 猛然一阵 全身干枯的师祖傀儡 缓缓睁开了眼睛 双目中闪过一抹星红之色 此刻的他 已经彻底融合了 不死民亡的肉身 他的修为 也正是突破了玄神境 达到圣君境 一股庞大的尸气 在他体内酝酿 一股恐怖的意志 在他体内苏醒 那意志 自然也就是情理留下来的意志 师祖缓缓起身 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 眼神露出一抹神采 随后他一步走出 瞬间消失在不死民宫 下一刻 师祖傀儡干枯的身影 出现在了盘神身前 那些先天尸气 仿佛得到了召唤一般 变得更加活跃起来 纷纷钻进盘神的肉身之中 开始跟他帝皇的意志 争夺盘神肉身的掌控权 师祖 是师祖出来了 没想到 师祖竟然真的出来了 师祖看起来好恐怖的样子 师祖的模样 确实有些吓人 可师祖 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啊 无数人都看到了师祖傀儡 纷纷激动无比 在这种关键时刻 师祖也出手了 尽管他的修为 不如那些开天苦仙 可依旧选择出手 唯有仙祖看到师祖的瞬间 瞳孔猛然一缩 他察觉到了师祖的修为境界 圣君 江灵竟然也已经圣君了 仙祖双目微微一缩 有些惊骇地 看着盘神尸体旁边的师祖江灵 心中满是震惊 他怎么也没想到 江灵竟然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突破了玄神境的稚骨 也达到了圣君境 那可是圣君境啊 怎么可能会这么快地速度 要知道 仅仅是一个多月前 师祖出现在不死明宫内的时候 也仅仅只是玄神巅峰的修为 当时的时候 仙祖还非常感叹 毕竟仙祖上一次见到师祖江灵的时候 他的修为跟仙祖是一样的 只有玄神后期 可后来 仙祖以为师祖死在了无望天狱内 甚至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见到师祖 结果 师祖再次出现的时候 其修为已经达到了玄神巅峰 超过了仙祖 这让当时的仙祖心境都有些波动 可心境的波动没有持续多久 这才多长时间 师祖江灵的修为 竟然突破了玄神境稚骨 达到了圣君 最关键的是 好像一点动静都没有 就这样 很轻松地踏入了圣君境 这让仙祖很难接受 师祖到底获得了什么惊天造化 竟然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连续突破 达到了传说中的圣君境 就算是仙祖此刻看着那师祖 也需要带着一种仰望的态度 这让仙祖怎么可能受得了 仙祖身体微微颤抖 但并未说话 只是呆呆地看着天上的师祖 明月和莲儿 明显发现了仙祖的情绪变化 他们俩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疑惑 只不过 他们并未追问 因为他们知道仙祖的脾气 如今仙祖的情绪显然不稳定 要是再问的话 可能会出事 而此刻 师祖傀儡站在盘神肉身边上 狂风吹动着他身上的布条 肉身腐烂干枯的他 看起来无比干瘦 但身上的那股恐怖气势 却令所有人都为之心惊 他面对帝皇的警告声无动于衷 身上更多的先天尸气 涌入到盘神肉身之中 开始对盘神的肉身 展开疯狂争夺 虽然九天十地的修饰 都无法看到盘神肉身的情况 但明显看到那些先天尸气 正在疯狂地掠夺着盘神肉身范围 盘神肉身上有两股气息 一股是土黄色的力量 明显是属于帝皇的意志力量 而另外一股气息 自然就是黑灰色的先天尸气了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先天尸气在逐渐蚕食着帝皇的意志力量 帝皇的意志虽然强大 也是圣君初期的存在 可毕竟只是一道意志 而且是亿万年前留下来的一道意志 可以说是无根之平 想要与师祖傀儡的先天尸气一争高下 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说是之前的师祖傀儡 只有玄神巅峰的话 肯定是无法与帝皇意志相抗衡 可现在的师祖傀儡 已经是圣君初期的存在 对付那帝皇的意志 自然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一幕让不少人都面露惊讶之色 师祖好像是压制住了帝皇意志 陈若玄有些惊讶地说道 紫薇先帝也是双目一闪 他点点头 看得出来 师祖的尸气 正在疯狂蚕食着帝皇的意志 他怎么会这么强大 他不是只有玄神巅峰吗 天机老人双目一闪 目光有些凝重 他好像是 看出了师祖的修为 但是不敢确定 毕竟师祖并未真正地暴露出修为来 他的先天尸气 就是最开始的样子 不会暴露他的修为 故而一般人也看不出来 师祖傀儡的真正修为 此刻原理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看到师祖的模样 不由得双目一缩 有些震惊 圣君境 他竟然踏入了圣君境 原理有些震惊地说道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才多长时间 师祖竟然也踏入了圣君境 随后 原理看向巫神傀儡 又看向师祖 眉头微微皱起 似乎在想着什么 师祖 你竟然突破了悬神境 踏入圣君境了 就在这时候 正在与巫神傀儡碰撞的帝皇 忽然惊呼一声 退后无数里 与巫神傀儡分离 无比震惊地说道 此话一出 整个天地间 响起无尽的哗然声 所有人都震惊地 看着干瘦如柴的师祖傀儡 眼中都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师祖竟然突破了炙骨 达到圣君境了 巫神傀儡达到圣君境 这才多久啊 没想到 连师祖竟然也达到了圣君境 怎么圣君境突然就变得不值钱了啊 陈若玄惊害道 师祖竟然踏入了圣君境 难怪他的失气 能够蚕食帝皇留下来的意志 好可怕 紫薇先帝呼吸急促 死死地盯着师祖 身体也有些颤抖 师祖竟然已经是圣君境了 圣君境越来越多了 天机老人呼吸一顿 他的猜测果然是对的 师祖真的已经踏入了圣君境 难怪师祖赶出来对付帝皇 不过 不管师祖如何恐怖 至少他是 站在九天十地这边的 如此便已足够了 想到这一点 天机老人也不由地松了口气 而整个九天十地的修饰 也同样是这个想法 天哪 没想到 师祖竟然也踏入了圣君境 师祖大人 竟然也踏入了圣君境 那我们九天十地 又多了一份胜算啊 没想到除了秦礼之外 又是一个圣君境 也不知道先祖是什么境界 我记得 师祖是与先祖是一个等级的 不错 先祖师祖 以及洛神等等都是先天生灵 好像都是仅次于 开天古仙一样的存在 就连师祖都已经成为了圣君境 想必先祖也差不多了吧 就是不知道 其他先天生灵都在哪里 世界树下的那些修饰 议论纷纷 都是激动不已 而先祖也听到了这些话 脸色变得更加难看起来 明月和连儿对视一眼 都不敢说话 此刻他们也都知道 为什么先祖的情绪 会变化那么大了 原来是谁 因为早就 发现了师祖的修为 踏入了圣君境 所以才会情绪出现变化的 如此一来 也就解释得通了 他们现在只希望 先祖听到那些话 不要发怒才好 否则的话 麻烦就大了 好在他们仔细观看了先祖的情绪 发现先祖眼中 虽然有着一丝怒火 但并未到爆发的边缘 如此一来 他们也算是松了口气 幸好先祖没有爆发 否则的话 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毕竟 按照他们对先祖的了解 若是在以往的时候 先祖听到这些的话 肯定是会发怒的 先祖一旦发怒 必定会死人 现在这种结果眼上 先祖若是杀人 必定会引起九天十地的恐慌 甚至可能 站在九天十地的队里面 那对于先祖来说 可并不是什么好事 不管是师祖 还是巫神傀儡 都不可能看着先祖 对九天十地的修饰动手啊 对方那可都是圣军镜啊 这要是敢动手的话 那就是自寻死路 而很明显 先祖也是 看得出来这一点的 故而 先祖强忍住内心的怒火和憋屈 并未动手 只是让自己的心境 缓缓沉淀下来 再次开始领悟道运 越是如此 他就越是渴望踏入圣军镜 当然 他距离圣军镜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至少他现在的修为 只有玄神后期 必须要先踏入玄神巅峰 才有希望踏入圣军镜 此刻 随着师祖的出现 战局已经偏向了世界树这边 可以预料得到 只要师祖控制住了盘神肉身 那么就会将盘神肉身 送到世界树前 送给世界树 那么对于帝皇来说 就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帝皇也知道这一点 必须要阻止这件事的发生 元祖 助我 帝皇怒吼一声 几乎在他话音刚落 无望天狱深处的那座肉山 之前出现过的眼睛 再一次地睁开了 随着那肉山睁开了眼睛 那只眼睛看向帝皇 目光落在帝皇身上 帝皇浑身一颤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他的修为并未增强 但是意志却在此刻一分为二 竟然又分化出了一股意志 而且那意志之强 竟然比他本尊还要更强 虽然还没达到圣君后期 可已经相差不远 也是圣君中期的存在 很明显 那股意志 应该是诡异之源赋予帝皇的 甚至可以说 就是诡异之源的 只是借助帝皇的肉身诞生出来的罢了 瞬间来到了盘神肉身旁边 而帝皇本尊的肉身 也开始疯狂地冲击秦里的巫神傀儡 显然 他是想要借助这个机会 一举将盘神肉身拿下 然后再次将盘神肉身 带入无望天狱之中 就算这一次 无法再将盘神肉身感染 可将其炼化 也是一次巨大的助力 至少 可以阻止秦里他们 得到盘神肉身 阻止世界术的进化 帝皇知道秦里的计划 毕竟 当初秦里向帝皇他们说过这些计划 这些计划 就是在他们的承诺之中的 故而 帝皇知道 世界术想要得到盘神肉身的原因 只要世界术吸收了盘神肉身 那么世界术就会进化 成为圣君初期 并且还有持续增长修为的能力 整个九天十地 都会彻底被世界术控制 那么的话 对于无望天狱来说 绝对是巨大的阻力 到时候 他们想要离开无望天狱 进入九天十地 也会更加困难 这 便是帝皇不顾一切 都要出手的原因 好卑鄙的帝皇 竟然借助诡异之园的力量 来对付尸祖 陈若璇咬牙着说道 尽管帝皇曾经庇佑过人族 可现在帝皇 站在了诡异之园那边 要覆灭整个九天十地 甚至用这种手段 勾结诡异之园 想要迫害尸祖 这是陈若璇无法忍受的事情 若非他修为不够 否则的话 他也已经出手了 其他先帝 也是脸色难看 有些咬牙切齿 此刻他们 对于帝皇只有愤怒 在他们眼中 那个帝皇 已经不是开天古仙 而是一个恐怖的诡异生灵 是要覆灭整个九天十地的 诡异生灵 自然的 他们也是 不会对帝皇再有任何的好感 唯有先祖 没有去看上面的情况 而是继续闭目修行 感悟世界树下的道运 明月和零儿两人 有些愤愤不平 也是觉得帝皇做得太过分了 到这种情况下 竟然还想 将盘神肉身都抢夺过去 盘神为了摆脱 诡异之园的控制 不惜忍受剧痛 将全身上下的 诡异灵片全部拔掉 不惜死亡 也要离开 诡异之园的控制 可就算如此 帝皇竟然 还是不打算放过盘神 如果是其他人 是诡异之园 亲自动手的还好 可问题是 帝皇同为十大古仙 不求帝皇 也能够像盘神一样 牺牲自己 去遵守约定 至少也不要对付盘神 不要阻止盘神啊 可最终 帝皇还是选择 成为了诡异之园的走狗 哪怕是连儿和明月 这种 本就要置身世外的人 此刻也感到愤怒 对帝皇的行为 感到极为不止 这 就是开天古仙吗 轰隆隆 随着帝皇的第二道意志降临 整个盘神肉身 都开始颤抖起来 师祖的先天师气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溃散 根本就无法抵挡 帝皇的第二道意志 那毕竟是 圣君中期的意志啊 在圣君境 只要相差一个小境界 就是天差地别的差距 如同前面的一个大境界 差距那么大 所以 这圣君中期的意志 根本就不是师祖的先天师气 能够抗衡的 圆离看到这一幕 毫不犹豫地起身 化作一道长虹 朝着盘神肉身而去 不过就在这时候 一道同样恐怖的意志 从师祖的体内冲出来 化作一道庞大的身影 那意志出现之后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因为 那道意志同样强大 竟然达到了恐怖的圣君中期 师祖的意志 竟然也是圣君境中期 这怎么可能 难道师祖的修为 也已经达到了圣君中期 若是如此的话 那也未免太过于恐怖了吧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 那道意志 似乎并不是师祖的意志 而是另外一个人的意志 那道意志 所有人都非常熟悉 只是一眼就觉得 有一种熟悉感扑面而来 这 怎么可能 圆离顿住了 惊骇地看着那从师祖体内 冲出来的意志 只见那师祖降临的体内 冲出一道磅礴的意志 那意志的强度 达到了恐怖的圣君中期 而且看起来 竟然要比诡异之猿 借助帝皇所凝聚而成的第二意志 还要更加恐怖 那意志化作一道恐怖的闪电 冲进了盘神肉身之中 升起冲天的气势 是如闪电一般 对盘神体内的那道意志 展开吞噬 在盘神体内的帝皇意志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退散 根本就无法与师祖体内 冲出来的那道意志相抗衡 正所谓同为圣君 亦有差距 表现得淋漓尽致 仅仅是片刻的时间 帝皇借助诡异之猿 幻化出来的第二意志 就已经崩溃 消散在盘神的肉身之中 连同帝皇在道祖庙内 留下来的意志 也同样溃散 盘神的肉身主导权 瞬间到了师祖手里 哼 控制盘神肉身之后 盘神起身 毫不犹豫地朝着 还在与巫神傀儡内 那道意志缠斗的帝皇意志 一巴掌拍下去 盘神肉身破坏力极为恐怖 那帝皇的意志 虽然已经达到了圣君中期 可毕竟仅仅只是 一道意志而已 盘神这一巴掌 不仅仅只有盘神肉身的力量 还有那道圣君中期的意志 这一长下来 拍得帝皇意志溃散 瞬间就缩了回来 这一切发生极快 几乎是在几个呼吸间就完成了 帝皇的意志缩回去之后 盘神肉身当即一步走出 瞬间消失在无望天狱 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在世界树上方 世界树再次散发出 无穷的绿色光线 将盘神肉身缠住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 开始融合起来 而此刻 那控制盘神的意志 也是离开了盘神肉身 迅速回到了师祖体内 秦礼 师祖的肉身 竟然也被你控制了 而且 境界还达到了圣君境 这时候 无望天狱深处 响起了帝皇 有些气急败坏的声音 很明显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出面阻止他的师祖 竟然早已不是 以前那个师祖了 而是已经陨落以后 被秦礼所控制的 师祖傀儡 最为重要的是 这个傀儡的修为 竟然也达到了 恐怖的圣君境 如此说来 秦礼就已经拥有 两具圣君境的傀儡了 这等力量 简直恐怖 要知道 圣君境 那可是开天古仙的境界 而秦礼一个人 就拥有两具 这种存在的傀儡 这是多么夸张的事情 此时此刻的帝皇 内心有着一丝彷徨 他发现 秦礼越来越恐怖了 若这样下去 难道秦礼真的能够 帮助九天十地 度过浩劫吗 帝皇有些不敢想象 而此时此刻 整个九天十地 都掀起了无尽的哗然声 所有人都抬头 看着那干瘦的身影 师祖傀儡 完完全全一副 干尸的模样 相貌也无法看得清楚 变得很抽象 他们无法 从相貌判断出 师祖到底像谁 但刚才那道意志 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肯定 那绝对是秦礼的意志 不但气息 与巫神傀儡内的 秦礼意志一模一样 甚至就连那道意志 冲出来之后 其容貌 也是与秦礼一模一样的 所以 可以肯定 师祖体内冲出来的意志 绝对是秦礼 也就是说 师祖 是既然早就已经被秦礼所控制 甚至可以说是 成为了秦礼的傀儡 而秦礼 也在师祖身上 留下了一道意志 这个结果 令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 头皮发麻 内心无比震惊 师祖竟然也是秦礼的傀儡 秦礼到底有多恐怖 二代巫神是他的傀儡 也就算了 就连刚刚踏入圣君境的师祖 竟然也是秦礼的傀儡 秦礼到底有多少傀儡 我的天 秦礼这也太恐怖了吧 竟然连师祖都是他的傀儡 难怪说秦礼是九天十地的第一真神 这果然没说错啊 没看错吧 师祖竟然也是秦礼的傀儡 肯定没看错啊 连帝皇都说了 这难道还要假吗 这就是秦礼 虽然我们没怎么见过他的本尊 可他却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我们啊 那些世界树下的修士 彻底震撼了 他们看着站在半空中干枯的师祖傀儡 眼神中充满了崇拜和敬意 秦礼带给他们的震撼 秦礼的布局到底有多强大 难以想象 陈若旋等先帝明显愣了一下 呼吸微微一顿 然后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师祖 整个人都是猛的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师祖竟然也是秦礼的傀儡 这我没看错吧 二代巫神是秦礼的傀儡也就算了 就连师祖竟然也是秦礼的傀儡 秦礼到底怎么做到的 陈若旋呼吸急促 难以置信 其他人也是脸色凝重的点点头 天机老人眼神中满是敬重 此刻就算是他 也是对秦礼产生了极大的尊敬之情 秦礼的两具傀儡 为九天十地做了多少事情 巫神傀儡在关键时刻 总是不吝啬出手 镇守在无望天狱之外 再强的诡异生灵 都很难突破他的镇守 而师祖傀儡这边 也同样与原理有一个约定 因为这个约定 原理毫不犹豫地选择 镇守在无望天狱之外 就算是豁出性命 也毫不犹豫地死守 而这些 都是因为秦礼的命令 天机老人 自然那也是 对秦礼无比的尊敬了 紫薇先帝感叹一声 难怪他能成为 巫神苍无大人口中 那个带领九天十地 度过浩劫的人 此等能力 确实够得上资格了 所有先帝都是点点头 全部都非常赞同 紫薇先帝的这番话 如果秦礼都不够资格 成为巫神苍无口中的那个人 那这世上还有 谁能成为那个人 也难怪巫神苍无 不惜献祭自己的肉身给秦礼 只为帮助秦礼的巫神傀儡 踏入圣君境 也难怪盘神 哪怕扒掉自己全身的皮肉 也要将完成与秦礼的承诺 这 就是秦礼现在的魅力 也正是因为 秦礼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如此强大的手段 才能让巫神和盘神 不顾一切地选择相信秦礼 选择亲近所有去帮助秦礼 此时此刻 所有人都明白了这一点 先祖在这一刻 猛然间睁开了眼睛 甚至直接站起来 抬头看着天上师祖的模样 瞳孔急剧收缩 有些难以置信 他 竟然是秦礼的傀儡 先祖倒吸一口凉气 难以置信地说道 虽说他闭着眼睛 在感悟世界术的道运 可他也奋出了一丝心神 一直在关注着天上的情况 在秦礼的意志出现时 那一瞬间 他就感受到了 师祖体内 确实没有了任何意志 就是一副空荡荡的曲窍 也就是说 师祖确实是已经死亡了 先祖得到的消息是正确的 在很多年前 师祖就死在了无望天狱之中 只不过后来 因为某种原因 被秦礼找到了师祖的尸体 然后将其带了回来 炼化成傀儡 或者说是炼尸 并且将其修为 提升到了玄神巅峰 而如今 更是踏入了圣君境 也就是说 不管是师祖的修为 踏入了玄神巅峰 还是突破玄神 进入圣君境 都是因为秦礼 若没有秦礼的话 师祖的修为 依旧是停留在玄神后期 得到这个答案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先祖内心却反而松了一口气 仿佛一块压在心头上的石头 被挪开了一样 让他长舒了一口气 只不过 在舒了一口气的同时 先祖也是 震惊于秦礼的恐怖之处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师祖一具肉身 竟然被他替身到了玄神巅峰 现在更是达到了圣君境 他的修为 真的只有圣君中期吗 先祖内心震惊 无比疑惑 此刻 他更加坚定 要交好秦礼 一定要找到秦礼 若是能得到秦礼的指点 那么他必定能够有所收获 而明月和莲儿对视一眼 两人都是满脸震惊 对秦礼越发敬佩了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这时候 子行大笑一声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我就说 圆疯子给我的剑法 为什么那么熟悉 原来真是主上的剑法 这师祖也是主上的傀儡 简直妙哉啊 对于师祖是秦礼的傀儡 子行并不震惊 只是非常的兴奋 显然对于他来说 任何事情发生在秦礼身上 都不算怪异 反而是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 在子行看来 秦礼那可是 比开天古仙还要厉害的存在 就算是道祖在秦礼面前 也不值一提 相比较而言 原离目光就有些呆愣起来 一向很淡定的原离 他有些呆滞的 看着天上的师祖 整个人都有些猛 他怎么也没想到 师祖竟然是秦礼的傀儡 要知道 他一直都以为自己的约定 是与师祖的约定 没想到 师祖竟然是秦礼的傀儡 也就是说 原离现在 所遵守的约定 不过是与秦礼的约定 这是原离怎么也没预料到的 他对于秦礼的了解不多 只是从其他修士口中 或者是开明先帝口中 得到一些相关的信息而已 没想到这个秦礼 竟然如此恐怖 原离沉默下来 手指微微颤抖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与此同时 随着帝皇退入 无望天狱深处 整个天地间 都开始安静下来 秦礼的两具傀儡 都没有理会帝皇的声音 显然对于秦礼来说 区区帝皇并不值得去在意 现在最在意的 反而是世界术 因为 秦礼有一缕神魂在世界术内 那可是比意志更加珍贵的东西 也正是这一缕神魂在 只要世界术不死 那么秦礼也算是不死之身 就算被人杀了一万次 也能凭借世界术活过来 而现在 世界术已经得到了盘神肉身 并且开始与盘神肉身融合 一旦融合成功 那么世界术就会成为圣君境的存在 虽然世界术没有意识 但其境界却是实打实的 实际上 这也是因为整个九天十地 除了十大开天古仙之外 很难有其他圣君境的原因 世界术是九天十地的本源 是九天十地的内核 它的修为决定了九天十地内 其他修士的上限 在此之前 世界术不过是玄神巅峰的修为 因此 只要是在九天十地内 就算是先天生灵 也不可能突破玄神境界 唯有离开九天十地 进入混沌世界之中 才能突破 可混沌世界 就算是玄神境进入 也很难在里面修炼 它们或许能够在混沌世界内 横行无际 不会有危险 但并不可能在里面修炼 唯有情理 它横渡了混沌 踏入混沌世界深处 在混沌世界深处修炼 这才踏入的圣君境 这也是为什么 它踏入了圣君境 九天十地 却没有任何天地异象的原因 实际上 并不是没有天地异象 而是在混沌之中 九天十地 自然看不到那天地异象了 而如今 世界术若是能够踏入圣君境 那么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比如说先祖 就有一定的希望 踏入圣君境 而此刻 随着盘神肉身不断与世界术融合 不少修士终于发现了世界术的目的 世界术在做什么 有人疑惑地问道 陈若玄也是双目一闪 有些诧异地说道 我怎么感觉 世界术好像是在吞噬盘神肉身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生出了这种感觉 看着眼前这气势磅礴的一幕 所有人都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世界术 真的在吞噬盘神肉身 这 世界术怎么会吞噬盘神肉身 世界术到底想要做什么 他们找到世界术不会说话 于是全部看向巫神傀儡和师祖傀儡 因为这一切都是巫神傀儡在主导 而师祖傀儡又是帮助巫神傀儡的 加上两者实际上是同一个人 故而 有人看巫神傀儡 有人看师祖傀儡 他们两人 肯定都知道这一切的前因后果 众人议论纷纷 并未讨论出什么来 就连先祖也是满脸疑惑 十分不解 陈若玄想了话后 一咬牙化作一道长虹 飞到半空中 随后朝着师祖傀儡一拱手 十分恭敬的一拜 前辈 敢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世界术会吞噬盘神的肉身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有人觉得 陈若玄这简直是疯了 竟然敢这样去问师祖 而有的人则是带着一丝期待 希望师祖能够回答陈若玄 也就在这时候 师祖傀儡低头看向了陈若玄 师祖的眼神 平淡没有多少情绪 但也引起了不少人心神一震 纷纷看向师祖傀儡 都以为师祖傀儡要回答陈若玄的问题了 结果师祖傀儡并未说话 仅仅只是看了陈若玄一眼之后 就收回了目光 然后来到世界术的某根之鸭上 盘膝而坐 这种事情 秦李自然也不可能告诉他们的 这是秦李的计划 秦李进阶超脱镜最为重要的一环 此事没有必要昭告全天下 所以 师祖傀儡并未说话 而巫神傀儡 则是回头看了一眼世界术之后 盘膝坐在那玄灵蛇身上 玄灵蛇尾巴一摇晃 朝着吴望天狱深处而去 转眼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次巫神傀儡并未驱散那些灰色雾气 导致灰色雾气席卷 很快就将整个吴望天狱笼罩起来 导致其他人也无法再 观察到吴望天狱内的情况 遥光女帝呆呆地看着吴望天狱的方向 直到巫神傀儡消失之后 她才回过神来 此刻她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 秦李 竟然有如此多的身份 有如此多的傀儡 就连狮祖都是秦李的傀儡 遥光女帝眸光中闪过一抹复杂 随后又转看向狮祖傀儡 看着那干瘦的身影 遥光女帝沉默了 最终她并未上前 而是默默地来到世界树下盘膝而坐 但她并未去感悟那些道运 只是呆呆地盯着上方的狮祖傀儡看 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而此刻所有修士 都有些失望地看着狮祖傀儡 最终 她们还是没能得到 自己想要知道的答案 陈若璇也是有些失望 不过就在这时候 世界树上方 响起了一道沙哑的声音 世界树可珠儿等修行 而等切莫浪费机遇 那声音非常干涩沙哑 在停顿了片刻之后 又继续道 担心眼前是莫问前路 说完之后 狮祖傀儡便再也不说话了 而其他修士听了这话 则是浑身一颤 呼吸有些急促 不少人细细品味了狮祖那一番话之后 似乎鸣悟了一些东西 深深朝着狮祖傀儡一拜 然后老老实实地盘膝坐下 开始感悟世界树下的盗孕 陈若璇等人对视一眼 也都是颇为恭敬地 朝着狮祖傀儡一拜 好一个弹心眼前是 莫问前路 说得好 陈若璇深吸一口气 在一拜之后 也盘膝坐下 开始领悟那些盗孕来 此刻所有的修士 全部按照狮祖傀儡所言 纷纷盘膝坐下 甚至也不再去关注 世界树和盘神融合的事情 虽然看起来 世界树吞噬盘神肉身 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但是 此刻他们选择 相信师祖傀儡的话 也相信秦里 绝对不会害他们的 所以 此刻全部盘膝坐在 不再过问世界树 吞噬盘神肉身的事情 先祖目光微微闪烁 他隐约猜到了 世界树吞噬盘神肉身的目的 他闭上眼睛 仔细领悟四周的盗孕 就在这时候 先祖敏锐地发现 四周的盗孕 正在迅速增强 比之前更加深奥 很明显 这世世界树 正在不断地增强 果然如此 先祖深吸一口气 隐约有些期待起来 若是世界树 能够突破圣军境 那对于我来说 便是好事 甚至可以说 对于整个九天十地 都是好事 先祖可知道 世界树存在得意义 这是整个九天十地的核心 世界树的强弱 关乎着整个九天十地的上限 若是世界树 踏入了圣军境 那么他也有一定的机会 踏入圣军境 将修为提升到悬神巅峰才可以 不过对于先祖来说 他现在有十足的信心 能够将修为提升到悬神巅峰 以前一直处于智骨之中 那是因为 他的悟性确实不足以 支撑到他踏入悬神巅峰 也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机缘 而现在在世界树之下 便是最好的机缘 这些道运 都是最原始的状态 也是最容易领悟的 他若是能够领悟这些道运 便可轻松踏入悬神巅峰之境 故而 仙祖毫不犹豫地领悟起那些道运 事实证明 确实如此 仅仅是半个月的时间 仙祖身上的气息 就开始涌动起来 不少人都睁开眼睛 看向仙祖 眼神中带着一丝羡慕和尊敬 随着仙祖的气息达到巅峰 最终轰的一声巨响 从仙祖体内响起来 仙祖的修为 从悬神后期 正式迈入悬神巅峰之境 又一个悬神巅峰的存在 他们羡慕的同时 也是精神一振 毕竟又是一个悬神巅峰的话 那么对于他们九天十地来说 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加强 往后在面对浩劫的时候 也能多一份胜算 不过此时没有人多说什么 羡慕归羡慕 但自身的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 其他修士赶紧继续领悟那些道运 这世界术非常庞大 覆盖了中天狱和七星天狱 其范围之广难以想象 因此 大量的其他天狱和地狱的修士 全部来到了世界术之下 盘膝坐下 默默领悟着那些盗运 世界术覆盖范围之大 足以满足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进行领悟 因此 一场针对整个九天十地的造化 就此展开 一场九天十地 所有修士的修行也开始展开 他们深知 自己的时间并不多 因此便抓紧一切时间提升 只要能多提升自己一分修为 就能多一分生存的希望 他们自然也是不遗余力地 进行提升修为 几乎每时每刻 都有修士在突破 盗运的强大令人振奋 所有修士都能以此而获利 而所有人都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秦礼 如果没有秦礼的话 他们不可能获得 如此惊天造化 所有人在来到此地之后 或者是突破之后 都会朝着师祖傀儡 深深地一拜 因为他们知道 师祖傀儡就是秦礼 师祖傀儡就代表着秦礼 他们拜的就是秦礼 那些先帝也在此时相继突破 他们停滞了数万年 甚至是数十万年的修为 终于在世界术的帮助下 成功地进行突破 虽然还没有踏入混原境 可也已经不远 距离域外邪魔入侵 还有两年多的时间 他们有信心在两年多里 踏入混原境 如此 自然也会多一些希望 转眼间过去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里发生的变故极大 几乎所有的修士的修为 都得到了提升 先帝境界的修士 不知道诞生了多少 原本准帝境界的修士 就非常非常多 只是之前一直没有足够得到 造化和无形进行突破 而现在 在世界术的影响下 他们能很轻松地摸到 相应的门槛 如此一来 突破自然也是水到渠成 比如说 之前就是准帝境界的叶无双 叶无双本就是 近万年来崛起的一个准帝 可以说是一个后起之秀 在先王七展露头角之后 很快就将修为提升到了准帝境 但成为准帝之后 他的修为便停滞不前 他寻过很多机缘 甚至还请天机老人推演过 只不过天机老人也并未推演到 叶无双的成帝机缘到底在哪里 而现在 他进入世界术范围之后 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便从准帝境 踏入了先帝境界 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感受到了先帝的无上力量 叶无双一袭白衣 抬头看着师祖傀儡 眼神中闪过一抹复杂 但随之而来的 便是浓浓的尊敬 他拱手一败 脑海中回忆起了 第一次见到秦李的场面 那时候的秦李 与白华先帝 在天地境遇那一战 那时候的他 还以为秦李不过是一个 能够抗衡先帝的准帝天才罢了 没想到 如今这些时日过去后 秦李却已然成为了 整个九天十地最为恐怖的那个人 甚至已经整个九天十地的救世主 成为了十大开天古仙 相媲美的人物 甚至连十大开天古仙 都将拯救九天十地的希望 放在了他身上 如今回想起这些 叶无双心情很复杂 但同时也对秦李无比敬畏 而除了叶无双之外 还有清廉剑仙太白仙王 他领着百万剑修 来到世界树之下 对着师祖傀儡深深一败之后 也盘膝坐下 在极短的时间内 将自身修为提升了一大劫 还有便是袁李 他在得到师祖的指示后 犹豫了片刻 也是进入了世界树范围 并且在极为靠近中心的地方 盘膝坐下 仅用两个月的时间 就突破了桎谷 带着无尽浩然之气 踏入悬神境 至此 九天十地 再多一个悬神境 只不过 袁李虽然踏入了悬神境 却并未引来混沌之节 显然 并不是所有的悬神境 都会引来混沌之节的 三个月的时间过去 世界树与盘神肉身的融合 也已经彻底完成 世界树的修为达到了极限 开始冲击圣军境 这也是情理 要看到的结果 仙祖盘膝坐在世界树之下 他能够感受到 世界树下的道运 越来越强烈 他呼吸有些急促 抬头看着那庞大的世界树 目光闪烁不已 世界树 要踏入圣军境了 仙祖明显能够感觉得到 世界树即将踏入圣军境 整个九天十地 也开始进行一种升华 不仅仅是先祖感受到了 天机老人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天机老人 与九天十地 已经进行融合 并且 他的修为也达到了暗虚境初期 这倒也不是因为 他领悟了多少道运 而是在领悟了道运之后 再加上盘神离开无望天狱之中 镇压无望天狱 第三个其余的封印被解开 大量九天十地的本源之力 回归到九天十地来 而与九天十地融合的天机老人 其修为也在这时候得到提升 从而踏入了暗虚境初期 此刻九天十地进行着某种升华 他自然也是感受到了 九天十地升华了 这时候天机老人低声说道 他的声音 惊动了陈若玄等先帝 陈若玄此刻已经达到了先帝后期 紫薇先帝更是即将突破到先帝巅峰 他们纷纷睁开眼睛 无比诧异 陈若玄问道 升华 这是为何 其他人也是满脸不解 九天十地还能进行升华 天机老人想了想之后 似乎在寻找一个形容词 片刻后他说道 简单来说就是九天十地是一个世界 它的品质之前只有悬神巅峰的程度 而现在要进行升华 即将达到圣君境的程度 听到这话 陈若玄他们都愣了一下 随后陈若玄疑惑道 九天十地的世界等级还能提升 天机老人抬头看向那世界术 低声说道 或许是因为世界术 世界术乃是九天十地的核心 若是核心提升到了圣君境 那九天十地进行升华倒也正常 所有人都看向世界术 此刻他们发现 世界术已经彻底吞噬了盘神的肉身 盘神肉身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世界术更为庞大 它散发出来的道运也更加玄妙 其覆盖的范围 甚至将西荒之地都覆盖进去了 几乎达到了半个九天十地的范围 可见 现在的世界术变化有多大 只不过 世界术的修为内敛 与其生命气息是连接在一起的 故而 他们也无法察觉到 世界术的修为到底是怎么样的 天机老人忽然说道 我应该猜到秦里的用意了 众人一愣全部看向天机老人 紫薇先帝说道 那秦里到底有什么用意 天机老人说道 盘神的肉身就是一个世界 传闻盘神若是兵解 其肉身可以化作一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的等级 也与它本身的修为境界相仿 也就是说 世界术若是将盘神的肉身吞噬 那么就可以将九天十地的世界等级 提升到与盘神一样的程度 所以 秦里的计划 就是想要将九天十地的等级提升到圣君境 之前巫神大人曾说过 让我们尽量保护好九天十地 一旦九天十地破坏得足够严重 那么天人衰竭就有可能提前到来 而反过来说 若是九天十地进行升华后 世界等级得到提升 那是不是就说明 天人衰竭有可能被推迟 甚至是不会来临 听到天机老人的分析 所有人都不由地愣了一下 随后 他们也都恍然大悟起来 不得不说 天机老人的分析非常有道理 陈若玄说道 若是如此的话 那秦里确实有些伟大了 轰隆隆 也就在这个时候 整个九天十地 开始猛烈地颤抖起来 这种颤抖 不是以往任何时候的颤抖 能够相抵的 这是真正的地动山摇 山河沸腾 天地破碎 但很奇怪的是 九天十地在破碎之后 很快便开始重组 而且 冥冥中有一股力量 从九天十地深处冒出来 落在九天十地的每个生灵体内 使得它们的生命等级 在此刻也是翘无声息地提升起来 普通的生灵 无法感受到这种提升 但是那些修为强大的生灵 却能够很直观地感受到 自己的生命层次在得到提升 我的生命层次在开始提升 陈若玄察觉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 不由地震惊到 紫薇先帝也是眼中闪过一抹兴奋 我的生命等级也在提升 这种感觉是全方位的提升 我对这方世界的领悟力 更上一个层次 说话间 紫薇先帝的修为 竟然突破到了先帝巅峰 距离混远镜只差一步之遥 此时此刻 几乎所有在世界树下修炼悟道的修士 都在此刻感受到了 自己身上的变化 每个人的身体都在轻微地颤抖 他们明显没想到 自己的生命等级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提升 每个人都非常惊讶 这种生命层次的提升 不仅仅是修为提升那么简单 是身体的全方位提升 所有人都能够感觉到 自己对于道运的领悟能力 都获得了加强 之后的修行之路 将变得更加坦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生命层次 竟然会莫名其妙地获得提升 难道是因为九天十地的升华 看起来有可能 但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不管了 层次的提升是对我们有利的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提升修为 那些修士叽叽喳喳地 开始讨论起来 但很快他们也就意识到 这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还有两年多的时间 域外邪魔就要入侵 现在提升他们的生命等级 那对于他们来说 绝对是巨大的提升 他们可以更快地提升修为 将来在面对域外邪魔 甚至是九天十地的浩劫时 也能多一分保命的希望 于是大量的修士在明目之后 再次静下心来 开始默默地地修炼 是世界术 而就在这时候 天际老人看出了端倪 他抬头看向世界术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是世界术的修为 提升到了圣君境 它的提升 对于我们整个 九天十地的生灵来说 都是一种加强 之前就说过 九天十地的生命 都是通过世界术来轮回的 因此 世界术的每一片叶子 都代表着九天十地的一个生命 既然世界术的修为 得到了提升 那么我们的生命层次 自然也是会获得提升了 天际老人如今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暗虚境 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 再加上他融合了九天十地 能够感受到世界术的变化 故而猜到了这一点 众人闻言 大吃一惊 圣君境 世界术竟然也踏入了圣君境 难道 就是因为融合了盘神的肉身吗 陈若璇疑惑道 为何世界术踏入圣君境 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个问题 也是所有人想问的 他们都无比好奇 然而 天际老人也是摇头 表示他自己也不知道 对此 众人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过下一刻 世界术就开始颤抖起来 一股恐怖的气息 在世界术上凝聚而出 庞大的气息 惊醒了所有人 恐怖的道运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席卷 甚至蔓延了整个九天十地 轰隆隆 就在这时候 九天之上 一股恐怖的气息爆发出来 接着 巨大的空间裂缝 在九天之上出现 那裂缝缓缓变大 最后竟然形成了一个 庞大的眼睛形状 在那眼睛里面 则是在蠕动的黄色混沌 这诡异的一幕 令所有人都不由地抬头看去 那是什么情况 混沌怎么又出现了 而且还变成了一只眼睛 混沌之眼 先祖看到这一幕 倒吸一口凉气 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连而下意识地问道 先祖 什么是混沌之眼 所有人都 也都看向先祖 想要寻求一个答案 先祖似乎被混沌之眼给震住了 也没有多想 而是直接回答道 那是代表着混沌的恐怖存在 传闻中 只要混沌之眼出现 就会出现蔑视的情况 蔑视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有些震撼 而零儿则是瞪大了美眸 先祖点点头 在广袤的混沌世界之中 像九天十地这种世界 其实有很多很多 但毁灭掉的世界也非常多 每次世界毁灭之前 这混沌之眼就会出现 顿了顿 先祖又说道 我现在好像明白了 为何整个混沌世界中的所有世界 其世界等级 都无法达到圣君境 众人听得头皮发麻 浑身发凉 他们抬头看着那诡异的混沌之眼 一股没有由来的畏惧感 不由自主地生上来 难道 九天十地即将毁灭 所以 混沌之眼就出现了 可为何早不出现 晚不出现 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 这是世界术 刚刚晋升圣君境啊 难道说 九天十地的毁灭 与世界术晋升圣君境有关 这时候 天机老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拱手朝着仙祖说道 仙祖前辈 你是说 混沌世界的所有世界 都没有达到圣君境 仙祖点点头 是混沌的规则所在 一旦有世界等级踏入圣君 那么混沌之眼就会出现 将这个世界抹掉 仙祖本就是混沌世界中的先天生灵 其生命诞生于九天十地之前 所以知道 混沌世界的事情也是正常的 而其他人听了仙祖的话 也是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混沌不允许其他世界达到圣君境 可现在 随着世界术的修为突破到了圣君境 九天十地的 世界等级达到了圣君境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 九天十地可能会被混沌给抹除 所有的脸色 都变得惊恐起来 内心无比彷徨 他们不怀疑仙祖的话 因为仙祖在这种情况之下 没有必要哄骗他们 这对于仙祖来说 没有任何好处 也就是说 仙祖说的肯定是真的 混沌之眼的出现 意味着他们这个世界 即将被抹掉 谁都没想到 竟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之前还一直为了邪魔入侵而备战 一直为了度过浩劫而努力 没想到的是 在此之前 他们都要承受这等浩劫了 世界术踏入圣君境 竟然要被抹掉 一旦九天十地被抹掉了 那他们这些九天十地的生命 还能活下来吗 很明显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绝对没有办法活下来 也就是说 一旦混沌之眼开始抹除掉他们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一种灾难 这让九天十地的修饰 如何能够扛得住 这时候 仙祖又说道 难怪当年十大古仙 并未将九天十地的世界等级提升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仙祖的声音很大 仿佛是得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 实际上 这等秘密 对于任何人来说 也都是一个惊天秘密 可问题是 他们现在没有半点知道 这种惊天秘密的喜悦 毕竟 对于他们来说 这可是要命的大事 他们还在乎 自己是不是知道了什么秘密 天机老人抬头看着 那九天之上的混沌之眼 眉头皱起 他想起了自己之前 融合九天十地所看到的画面 在九天十地之中 他看到了无尽的诡异生灵冲出来 但并未看到 九天十地毁灭 只是 他自己死于 那无尽的诡异生灵之中 难道 仙祖的猜测是错的 若是九天十地 真的在这里被毁掉了 那他怎么可能看到 无尽诡异生灵冲出来 所以 此刻天机老人 抱有一种怀疑态度 只不过 他并未说出来 因为现在说什么都为时过晚 混沌之眼已经出现 到底是不是要毁灭 马上就要见分晓 天机老人 抬头看向师祖傀儡 只见师祖傀儡已经站了起来 同样抬头看着那混沌之眼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看不清楚 师祖脸上到底有什么表情 因此 他也不知道 师祖傀儡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连儿则疑惑地说道 先祖 若是如此的话 盘神肯定也知道此事才对 但他为什么还要牺牲自己 与世界术融合 这不是要毁掉九天十地吗 此话一出 也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他们心神纷纷一震 是啊 盘神在牺牲掉自己的时候就说过 他是为了完成和秦礼的约定 而与秦礼的约定 很明显就是与世界术融合 可一旦与世界术融合 世界术必定会提升到圣君境 那么到时候 也必定会引起混沌之眼的出现 这么一来的话 要毁灭掉九天十地吗 盘神 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 毕竟 这可是他们一手创造出来的世界啊 是他们牺牲自己 也要保护的世界 怎么可能就这样毁灭掉 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事情 而先祖想了想后 抬头看向世界术旁边的尸祖 眼神中闪过一抹疑惑 他说道 或许 秦礼有自己的后手 他既然有此计划 那么就肯定有准备的 我们继续等着便是 听到先祖的这话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 是啊 秦礼这等人物 既然他都有了计划 那么肯定是有后手准备的 不可能看着九天十地被毁掉 而就在这时候 无望天狱深处 响起那帝皇的冷笑声 本皇早就说过 这不过是那秦礼的阴谋罢了 他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 这一切都不过是 为了他自己 如今混沌之眼出现 九天十地即将崩灭 他也必定现出原形 顿了顿 帝皇又说道 大哥 你终究是压错了人 你们的希望 没有了 帝皇比谁都清楚 混沌之眼的出现 那就意味着 这个世界必定会被抹掉 曾经的努力 必定会被白废掉 听着帝皇的话 所有人的脸色 再度变得难看起来 难道秦礼真的只是一个 自私自利的小人吗 有人在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但很快 他们就选择了坚定地 站在秦礼这边 秦礼 绝对不可能是那种人 礼儿小心地问道 先祖 秦礼应该不是那种人吧 先祖摇头道 你觉得他是那种人吗 礼儿毫不犹豫地摇头道 不是 先祖道 那就继续等着 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刻 其实先祖并不害怕 毕竟他是先天生灵 原则上来说 并不属于九天十地的生命 所以 就算是九天十地被毁掉 他也不会死 他可以在混沌世界中生存 甚至是在混沌中 随便找个与九天十地 差不多的世界 进入其中继续生存 所以 先祖现在也是 有点抱着看戏的念头去看的 天上的师祖 也只是淡淡地看了 吴望天狱一眼 随后抬头继续看着 九天之上的混沌之眼 而此刻 混沌之眼 终于开始有动静了 一股淡黄色的气息 从那混沌之眼中散发出来 淡黄色的气息速度并不快 但看起来非常诡异 他进入九天十地之后 周边的虚空都变成了黄色的 整个天上出现了一抹黄色 而那淡黄色的气息 还在不停地从那混沌之眼中冒出来 而且看起来越来越浓郁了 那是什么东西 有人疑惑问道 不仅仅是他 到处都有人开口询问 他们都在疑惑 那淡黄色的气息到底是什么 虽然距离还非常遥远 可他们看到那淡黄色的气息 却是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心迹感 先祖淡淡地说道 那是玄黄之气 玄黄之气 零儿疑惑地问道 那是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的先祖耐心很好 他淡淡地解释道 玄黄之气是一种非常诡异的力量 也是独属于混沌的力量 一旦出现在某个世界 在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里 将整个世界腐蚀 吞噬 直到最后崩塌 九天十地的修士 听了先祖的话 脸色都有些难看 他们看着那巨大混沌之眼中 散发出来淡黄色雾气 心里都有些担忧 虽然那玄黄之气 暂时不会对九天十地 造成致命伤害 但是从先祖的解释来看 这玄黄之气的蔓延是无解的 无法解决混沌之眼的话 那玄黄之气 迟早会有一天 蔓延到整个九天十地 到时候 整个九天十地 就会彻底崩塌 他们也将被玄黄之气给吞噬 脸儿担忧道 啊 那怎么才能阻止 玄黄之气继续释放 先祖缓缓摇头 以我们的能力 是无法阻止的 就是不知道 秦里有没有办法 说着 他看向天上的尸祖 想要从尸祖那儿 得到一些答案 只可惜 尸祖只是抬头看着那混沌之眼 并未有任何异常 其他人也都看向尸祖 眼神中露出一丝期待之色 玄黄之气 还在缓慢地蔓延 只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那看似缓慢地蔓延 实际上 只是因为九天十地足够庞大 天上的虚空过于宽广 所以才显得 那玄黄之气的蔓延比较缓慢 其实它的速度非常快 时间缓缓过去 玄黄之气 已经在九天之上 形成了一片云霞 那云霞所在之地 整个虚空都被吞噬掉 被玄黄之气彻底崩碎 玄黄之气越来越多了 可到现在为止 尸祖傀儡 也没有任何动作 这让不少修士心底都越来越沉 甚至 他们都无心修炼 哪怕世界树下的道运再怎么强大 他们都没有任何心思 轰隆隆 然而就在这时候 无望天狱中 忽然响起了一阵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接着 滚滚红云从无望天狱深处出现 朝着这个方向汹涌而来 其内仿佛有什么汹涌怪物一般 所有修士的注意力 都被那滚滚红云给吸引了 都在好奇 那红云之中到底是什么人 莫非 又是某个极为强大的诡异生灵 要降临了 想到这里 不少人内心都是颇为忐忑 尤其是刚刚突破到 玄神境界的原离 缓缓站起来 盯着那滚滚红云 下一刻 他出现在无望天狱之外 身上浩然正气涌动 所有修士之中 唯有一个人浑身一颤 眼神中露出一丝激动之色 此人便是融合了 前修之魂的蛮山 他眼神中露出激动之色 就连前修之魂 也在此刻冒了出来 眼神恭敬地盯着那滚滚红云 图书 你竟然还有一道意志 就在所有人疑惑 那红云里面 到底是什么生灵的时候 无望天狱中 响起了一道 颇为震惊的声音 那声音 便是之前所有人 都已经见过的 十大开天古仙之一的帝皇 很明显 这红云中的人物 帝皇认识 而且对于他的存在 帝皇非常惊讶 图书 图书是谁 以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满脸疑惑地说道 所有修士都是满脸不解 回想自己所了解的强大人物 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哪个强者叫做图书 就连陈若玄等人 也是眉头皱起 他们从未听说过图书的名字 陈若玄奇怪道 图书是谁 以前从未听说过 十大开天古仙之中 好像也没有叫图书的吧 紫薇先帝却摇头道 那也未必 我们所知道的开天古仙 都只是他们的称呼 至于他们的名字 我们并不知道 比如说巫神大人 我们之前并不知道 他就叫做苍吾 此话倒是对的 让不少人都在猜测 莫非这红云之中的人物 也是某个开天古仙 他也与巫神一样 留下了一道意志 或许 真的有可能 晚辈蛮山 拜见仙蛮 晚辈前修 拜见仙蛮 就在这时候 蛮山庞大的身躯 猛然一阵 随手身体一闪 出现在无望天狱之外 朝着那滚滚红云跪拜下来 其身后的前修之魂 也同样跪拜下来 果然是仙蛮图书 仙祖看到这一幕 双目一闪 呼吸有些急促 仙蛮图书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名字 只有仙祖这等仙天生灵清楚 在仙蛮开天之前 它还不叫仙蛮 而是叫做图书 仙蛮 只是蛮族修士 对于图书的一种近称 久而久之的情况下 九天十地的修士 便只知道 十大开天古仙 有一个仙蛮 而不知道这个仙蛮 就叫做图书 其他修士听到此话 纷纷脸色大变 满脸震惊地 看向那红色霞云 浑身颤抖起来 尤其是那些蛮族修士 他们每个人都感觉到 血脉在沸腾 身体止不住地发抖 纷纷消失在世界术之下 来到了无望天狱之外 跟在蛮山身后 跪拜下来 我等 拜见仙蛮大人 所有蛮族修士 齐齐高呼 声音中带着狂热 远在蛮神殿的一带 蛮神萧云 此刻浑身一颤 庞大的身躯站起来 世界术出现的时候 哪怕面对着那无尽道运 他也没有离开蛮神殿 可现在 在萧云起身之后 眼中满是激动 一步走出 消失在了茫茫冰原之上 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在无望天狱外的 众多蛮族修士之前 他朝着滚滚红云一拜 萧云 拜见仙蛮大人 此刻 整个世界沸腾 仙蛮竟然出现了 传闻中 仙蛮拥有极致的破坏力 其在拥有开天神府的情况下 一斧头下去 能将混沌劈开 创造九天十地时 开天辟地 就是由仙蛮图书完成的 他一斧头下去 连混沌 都被劈开了一个巨大的窝口 随后才是盘神走进窝口之中 以自己的肉身 撑起了九天十地 可见仙蛮图书的实力 到底有多恐怖 哈哈 老徒弟 你没想到 老子还有一道意志吧 那滚滚红云中 响起了一道浑厚的声音 老子当年就知道 你这家伙必定会反 没想到你还真做了那条狗 真是笑掉老子的牙 帝皇阴沉的声音响起来 图书 你还有机会 莫要一意孤行 前面的路未必是正确的 图书大骂道 机会你奶奶个腿 老子做事 还用得着你来教 说完 红云速度更快 冲向了吴望天狱之外 你自找的 帝皇冷喝一声 随着这一声怒吼 一只由灰色血肉组成的巨手 从吴望天狱身处直扑而来 朝着红云就抓了过去 恐怖的气息 令人有些心惊肉跳 强大的力量 将小半个吴望天狱 都给撕裂掉 不知道有多少诡异生灵 死在这一只大手之上 只不过那些死掉的诡异生灵 在不久之后 再一次地在诡异之园 那块肉山之上复活 显然 就算是同为诡异生灵的帝皇 也无法杀死诡异生灵 可见诡异生灵的诡异之处 也能看得出来 那诡异之园的恐怖 红云瞬间被吹散 一个十丈多高的魁梧身影 出现在众人面前 只见那是个身披兽皮 全身肌肉极为夸张的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一看就是那种 脾气极为火爆之人 看到那大手飞过来 虎目圆瞪 怒吼一声 就算你的修为 达到了圣君中期又如何 当年老子能吊打你 今日也一样 腐来 随着他一声怒吼 蛮神殿猛地一颤 一把血红色的大腐飞了出来 瞬间到了图书手里 此腐 正是开天神腐 图书手持开天神腐 一股无比恐怖的灵力气息 在他身上爆发出来 恐怖的气息令人心惊 仿佛那一把斧头 能够将世间一切都劈成粉碎 完美地诠释了 什么叫做无坚不摧 这 就是开天神腐 哼 图书怒吼一声 开天神腐 狠狠地劈在了那只大手上 圣君竟的恐怖存在交手 爆发出来的恐怖力量 瞬间席卷了整个无望天狱 整个无望天狱 都在此刻破碎 全部化作虚无 此刻只剩下了一座肉山 甚至那股恐怖的破坏力 还在继续蔓延 瞬间抵达无望天狱之外 想要将整个九天十地 都要破碎掉 只不过 现在的九天十地已经提升了等级 其世界等级达到了圣君境 自然也不可能那么轻易被破坏掉 当然 若是没有意外的话 在无望天狱外的所有人 恐怕都难逃一劫 不过就在这时候 一道漆黑的诡异力量 出现在无望天狱之外 形成了一个屏障 将那股破坏力全部挡住 也总算是救下了 无望天狱之外的那些人 诅咒之力 不死族老者丧福 看出了那股力量的来源 不由双目一闪 有些惊诧地 看向天上的师祖傀儡 诅咒之力 乃是不死冥王所特有的一种力量 是不死冥王的半生力量 除了不死冥王之外 也只有陈凡 获得了这种力量 可以陈凡的修为 根本就不可能施展出 如此磅礴的诅咒之力 而刚才 桑福很明显地感应到 那诅咒之力 是从师祖身上散发出来的 也就是说 刚才是师祖出手了 桑福很清楚地记得 不死冥王的肉身 是被巫神傀儡收走了 而如今 很快 桑福便明白过来 不管是巫神傀儡 还是师祖 都是秦里的傀儡 也就是说 师祖很有可能是 融合了不死冥王的肉身 才得以踏入圣军境的 因此 师祖掌握了不死冥王的诅咒之力 倒也合理 想到这里 桑福吐出一口气 这也能解释 为什么师祖 会在不死冥宫内了 很明显 这是秦里早就安排好的 轰隆 随着又是一声巨响 帝皇施展出来的灰色肉手 直接被开天神府劈碎 但是帝皇毕竟是圣军中期 开天神府虽然拥有 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可也仅仅只能将灰色肉手斩碎 而图书自己也是浑身一颤 倒退出去 嘴角不停地溢出鲜血 图书就算再怎么强大 也只是圣军初期罢了 与圣军中期的帝皇 有着天大的差距 能做到将那灰色肉手劈碎 已经算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他自己受伤 也是正常的事情 图书魁梧的身体不停退后 嘴角不停溢出鲜血 眼中却满是疯狂 哈哈 一万年过去了 你依旧如此差劲 圣军中期的实力也不过如此 图书满脸嘲讽地说道 声音极大 传遍整个九天十地 帝皇语气阴冷 图书 刚才是老夫念的昔日之情 才未曾下杀手 你也太不知好歹了 当真以为老夫不敢杀你 随着帝皇一声冷喝 一道灰色中带着一丝黄光的箭矢 从无望天狱深处急冲而来 那箭矢瞬间破空 无尽虚空破碎 依然不惧 依旧手持开天神斧 准备与那黄色箭矢硬碰硬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一颗星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们看得出来 仙蛮虽然拥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就算是帝皇在破坏力方面 也无法与仙蛮相比 可仙蛮毕竟只有圣军初期 想要与圣军中期的帝皇一战 还是非常勉强 那根黄色的箭矢 他们不知道是什么 但可以确定 以仙蛮的实力 绝对是无法抵挡的 但仙蛮依旧毫不犹豫地 选择直面面对 不过 就在这时候 一道黑色的光芒 出现在图书面前 那黑光迅速放大 转眼间扩大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黄色箭矢没入黑洞之中 黑洞只是晃动了一下 随后便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 那看似无比恐怖的黄色箭矢 竟然一点波澜 都没有掀起来 这让所有人都看待了 诅咒之洞 这怎么可能 帝皇惊呼一声 声音中满是难以置信 图书看到这一幕 哈哈大笑一声 土地老儿 你的帝皇剑也不过如此啊 说着他手持开天神斧 就准备走进吾望天狱深处 要与那帝皇一战 你去做自己的事情 他 交给我 一道平淡沙哑的声音响起来 接着在图书面前 出现了一道干瘦的身影 那干瘦的身影 就只是站在图书面前 微风吹动着他身上的布条 却也能给人造成极大的冲击力 一股不知道从哪来的压迫力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是浑身一颤 眼睛瞪大 难以置信 师祖 是师祖出手了 有人惊呼一声 指着吾望天狱之中 那凭空出现的干瘦身影 语气中充满了无尽的兴奋之意 只见仙蛮图书身前站着的那道身影 干瘦如柴 身上没有一块好的肉 是一个真正的干尸 身上裹着的布条都极为稀少 看起来相当恐怖 可他站在那儿 却给人一股无比强大的安全感 此时此刻 他们看到师祖竟然出手了 每个人的心情都无比震动 同时也有强烈的震撼之情 师祖一出手 竟然如此轻松 就化解了帝皇的神通 那可是帝皇啊 圣君中期的帝皇 就连号称拥有最强破坏力的仙蛮图书 也无法抵挡帝皇 可师祖却如此轻松得到 化解了帝皇的神通 这也太恐怖了吧 要知道 师祖才不过刚刚突破到圣君期没多久啊 其实力充其量 也仅仅只是圣君初期罢了 怎么可能会化解掉帝皇的神通呢 可眼见为实啊 就算再怎么觉得不可能 现在事实摆在眼前 他们也不得不相信 这 就是师祖的恐怖实力 我去 我没看错吧 师祖竟然如此轻松地化解了帝皇的神通 陈若玄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 紫薇先帝呼吸急促 死死地盯着师祖 心神虽然遭受了极大的冲击 可内心的震惊 却是无法掩饰 师祖如此强大 那他们九天十地 不也是多了一份度过浩劫的圣范吗 当然 前提是 他们能够挡住混沌之眼 同样倒吸一口凉气 难以置信 其中最为震撼的 自然就是先祖了 先祖比任何人都清楚 圣君之间的差距 就连他们玄神境的差距 都是宛若鸿沟那么大 玄神初期和玄神中期的差距 难以用神通手段来弥补 更别说是圣君初期和圣君中期的差距了 之前师祖之所以能够抵挡住帝皇的第二道意志 那仅仅是因为 师祖身上的秦礼意志也是圣君中期的 意志上的比拼只看强度与修为无关 两人的意志都是圣君中期 秦礼的意志还要强上一些 自然也就能够击溃帝皇的第二意志了 可现在 师祖的修为仅仅只是圣君初期 然而却能轻松化解帝皇的帝皇剑 帝皇剑 那可是帝皇的看家本领之一 却能被师祖轻松化解 可见 师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大 只不过 师祖的那一招诅咒之动 先祖以前并未听说过 他知道是不死明王的神通 可为何以前从未听说过 此事有些奇怪 先祖盯着天上那一幕继续看着 而此刻 整个世界树之下 已经掀起了哗然声 哈哈 师祖终于出手了 看得出来 他们分工明确啊 先瞒留下一道意志 好像就是为了解决那混沌之眼的 是的 这一切应该都在秦神的计划之中 秦神 恐怖如斯 太好了 师祖出手 而且还以圣君初期的修为 挡住了帝皇 令人匪夷所思啊 连一个傀儡都如此恐怖 难以想象秦神本身的实力 此刻 在这些修士心目中 秦礼已经比肩神灵 他们在称呼秦礼的时候 也是给出一个尊称 秦神 以此来表达 他们对秦礼的尊敬和敬重 哈 秦兄弟 这土地老儿就交给你了 老子再去挥挥那混沌 图书哈哈大笑一声 嘴角虽然还有鲜血 却也丝毫不影响 他的豪气冲天 随后他提着开天神府 毫不犹豫地 朝着九天之上而去 图书的这番话 无疑是将师祖傀儡的身份 彻底作识 师祖就是秦礼 或者说 师祖就是秦礼的傀儡 而图书的抉择 也是令不少人 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看来先瞒图书的苏醒 为的就是 对付那混沌之眼了 他们有些期待地 看着图书庞大的身躯 只不过 图书在飞到混沌之眼下方后 并未再继续前进 而是魁梧身躯一抖 手中的开天神府 开始迅速变大 随着开天神府之上 冒出一阵阵黄色的光芒 并且轻微地颤抖起来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 平住了呼吸 他们死死地盯着图书 难道 图书要再次开天了吗 无数修士 头皮发麻 开天圣事 他们竟然也有幸见到 若是如此的话 就算是死也无憾了呀 开天圣事 谁不想见上一见 那是何等光荣的事情 他们盯着图书 静静等待着 很明显 图书是在凝聚力量 一旦凝聚成功 就会劈出手里的开天神府 再现开天辟地的圣事 图书 幕吼一声 也就在这时候 无望天狱深处 出现了一把土黄色的大弓 那并大弓与天地其高 树立在无望天狱深处 仿佛与诡异之园 那座肉山融合了一样 肉山伸出诡异的触手 搭在了那弓弦之上 缓缓将弓弦拉开 紧接着 无尽诡异气息 爬满了那张大弓 诡异符文缓缓浮现 一根硕大无比的恐怖巨剑 凝聚在了弓弦之上 随着弓弦的弯曲 逐渐成形 无尽风暴 在那巨剑附近凝聚 形成了仿佛能撕裂一切的风暴 令人心惊胆战 令无数神灵 为之心惊肉跳 这 就是帝皇的半生灵宝 无望宫 传闻无望宫能够破除一切虚妄 是一切邪恶的克星 是一切不死邪恶的天敌 可如今却成为了诡异生灵 用来对付九天十地的杀气 无望宫的出现 令无数人感受到了震撼 他们算是彻底见识到了 恐怖的开天神器 仅仅是泄露出来的气息 就足以令人心惊肉跳 曾经亲手创造的世界 如今既然已不是 王老夫想要看到的方向去发展 不如将其抹去 帝皇冷冷地说道 说的那番话伸张正义 仿佛一切的错都是 九天十地的生灵之错 而他只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 翁 弓弦放开 那恐怖的巨剑当即飞了出来 能够撕裂一切的恐怖破坏力 带着无尽的裂缝 朝着西荒之地而来 所过之处就连无望天欲 都变成了无尽的虚无 那巨剑还没有进入到西荒之地 西荒之地就已经无法抵挡 开始节节破碎 大量的裂缝出现在大地之上 无尽火山开始喷发 好 好恐怖的力量 陈若玄看着那恐怖的一幕 呼吸都有些急促 一股死亡恐惧从内心深处冒了出来 哪怕是隔着非常遥远的距离 他也能够感受到那恐怖的破坏力 那就是圣军镜的恐怖破坏力吗 那是 他们一辈子也无法达到的存在 若是那巨剑真的落在了九天十地 九天十地绝对无法扛得住 到那时候 根本就用不上混沌之眼了 九天十地也必定会毁掉 这 就是圣军镜的恐怖之力 他们也总算相信了 圣军是真的能够开天辟地 毕竟仅仅只是帝皇一人之力 就已经达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 更别说是十大开天古仙了 此刻 他们只能将希望放在师祖身上 或者说 是放在秦礼身上 师祖目光平淡地看着那 急驰而来的恐怖巨剑 眼中的表情没有太多的变化 对于他来说 这巨剑虽然恐怖 但还没有到无法抵挡的地步 师祖一抬手 身上看似破烂的布条 在此刻飞了出去 化作一根散发着 无尽黑气的诡异布条 那布条上面满是污垢 看起来就像是湿泥一般 若是在寻常古墓里面 看到这玩意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果实布了 谁也不想碰到这种果实布 可现在却是师祖丢出来的果实布 谁也不敢小瞧了他 只见那果实布上的诗 你就仿佛活过来了一样 竟然在微微晃动 接着 随着那滔天黑气散发出来 整个天地间都被黑气所笼罩 在所有人都不可思议的目光下 那果实布急剧放大 竟然瞬间包裹住了 那庞大的黄色巨剑 轰隆隆 恐怖的轰鸣声响起来 那果实布立即被撑得张开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爆裂一般 但是令人震惊的一幕却发生了 不管那黄色巨剑的威力 到底有多恐怖 其破坏力到底有多强 竟然还是挡住了黄色巨剑 甚至那黄色巨剑都无法更进一步 被死死地挡在了西荒之地外面 可见这果实布到底有多恐怖 这怎么可能啊 帝皇惊呼一声 难以置信地说道 你 你竟然也彻底恋化了诅咒之源 很明显 这果实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果实布 而是由无尽诅咒之力 凝聚而成的一条果实布 是十大开天混沌至宝之一的诅咒之源 是整个九天十地邪恶力量的来源 创造了九天十地的邪恶力量 也创造了所有生灵的七情六欲 这 就是诅咒之源 而秦礼 竟然也炼化了诅咒之源 这怎么可能啊 你炼化了咒神符就算了 竟然还将诅咒之源全部炼化 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帝皇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一次甚至有了一丝恐惧 显然 秦礼的这些傀儡 带给他的震惊已经足够多了 巫神傀儡炼化了咒神符 而施祖傀儡则炼化了诅咒之源 不管是巫神傀儡 还是施祖傀儡 都不过是秦礼的一具傀儡罢了 他们是没有思想的 炼化了这些混沌至宝 也就是秦礼炼化了这两件混沌至宝 这到底是什么恐怖的人 要知道 混沌至宝想要炼化 极为困难 就算是帝皇投靠了诡异之源 靠着诡异之源的力量 也仅仅只是炼化了七成罢了 别看七成和彻底炼化 只差最后三成 可这最后三成的差距 却是天差地别的 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往后的三成想要炼化 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可秦礼不但炼化了咒神符 更是炼化了诅咒之源 要知道 秦礼也仅仅只是 修炼了三万年的时间啊 其达到圣君境 就用了一万多年 也就是说 在剩下的一万多年时间里 秦礼炼化了两件混沌至宝 这 绝对是惊世骇俗的事情 难怪他敢提出那么惊天的计划 两件混沌至宝 似乎真的有那么一些可能了啊 帝皇心惊肉跳 内心已经生出了一丝畏惧 当然 他是不可能有后悔的 毕竟 如果是后悔的话 那么就是牺牲自己 成全情理 而现在再怎么说 也至少是还活着 所以 根本就不存在后悔 所以 就在这时候 师祖抬手一指 果实不猛然一紧 那庞大的巨剑 直接被绞得粉碎 彻底崩溃 整个天地间 再也没有了巨剑 危机就此化解 而此刻 所有修士看到这一幕 都是倒吸一口凉气 没想到 师祖竟然真的挡住了 帝皇的恐怖攻击 这也太令人震撼了吧 要知道 师祖 这才圣君初期啊 但所有人都知道 应该是师祖身上的那块 果实部起了作用 很明显 果实部也是开天神器一类的 否则的话 不可能有这么恐怖的能力 诅咒之源 他们很快便想到 那是属于不死明王的开天神器 同样是混沌至宝 而从帝皇口中得知 秦礼很明显 也是彻底炼化了那果实部 之前他们就知道 想要炼化混沌至宝 非常困难 就算是帝皇成为诡异生灵 有诡异之源相助 也无法彻底炼化那混沌至宝 仅仅只能炼化七成罢了 从盘神口中可以得知 其他开天古仙更是不堪 仅仅只能炼化不到五成 可见 这混沌至宝 到底有多么难以炼化 也看得出来 一旦炼化了这混沌至宝 其实力的增幅 也是极为可观的 师祖仅仅只是圣君初期 便能抗衡帝皇这个圣君中期 原来如此 原来也是彻底炼化了诅咒之源后 才能施展的一种手段 仙祖嘀咕一声 但眼神中的震惊 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没想到 秦礼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同时炼化了诅咒之源和咒神符 他的天赋到底有多逆天 或者说 他的实力到底达到了什么恐怖的程度 此刻 仙祖有些难以想象了 他抬头看着师祖干瘦的背影 那道身影 面对着已经破碎的无望天狱 却没有表现出一丝的畏惧来 仿佛一切事情的发生 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都没有逃脱他的掌控一般 那种自信 令人心神震撼 尸祖站在无望天狱的出口处 不知道哪里吹来了风 微微先动着他身上的布条 一道道黑色的诅咒之力 萦绕在他身边 他就这样 看着那无望天狱 无望天狱身处的帝皇 此刻再没有说话了 更没有再出手 一切都仿佛平静下来了 咕噜 无望天狱身处的肉扇 缓缓如动着 一股诡异的力量散发出来 分布在整个无望天狱 已经被毁掉的无望天狱 在这时候 又开始缓缓恢复起来 看得出来 无望天狱有诡异之源在的话 不管被毁灭成什么样子 也能恢复过来 尸祖站在半空中 看着无望天狱的一切 他并未出手阻止 因为无望天狱 实际上也是属于九天十地的一部分 他能够恢复过来 自然也是好事 秦礼不会去阻止 帝皇也已经安静下来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无数人看着尸祖 脑海中只剩下了尸祖的身影 每个人对尸祖都充满了崇拜 刚才尸祖对付帝皇的那一幕 简直不要太帅 任何修士都看得无比畅快 以弱圣强 虽然没有重伤帝皇 但是却让帝皇无法再多说一句 甚至都不敢再出手了 这就是尸祖 这就是秦礼 秦礼到底还有多少厉害的手段 在等着惊艳他们 子行目光闪烁 激动不已 主上仅仅只是一具傀儡 竟然就能够压制帝皇了 不知道他本尊的实力 到底有多恐怖 我猜得果然没有错 主上的实力 必定是超越任何开天古仙的 就是不知道 道祖在他手里 能不能讨得到好处 人族的道祖 是开天古仙之手 是所有人公认的最强之人 既然秦礼的实力 超越了寻常开天古仙 那么子行自然也就想知道 道祖面对秦礼的时候 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除此之外 袁黎也是目光有些呆滞地 看着天上那道干瘦的身影 原来 他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 袁黎深吸一口气 当年在古仙圣地的时候 他曾遇上过师祖 师祖并未在实力上折服他 而是以儒家之道折服他的 袁黎也不知道 号称天下凶煞之手的师祖 为何会那么多儒家圣典 每一句话说说出来 都能让袁黎回味许久 都能让袁黎思考数日 甚至是数年 也正是师祖说出来的那些经典言论 袁黎在悟透那些之后 修为才得以突破 达到悬神巅峰 自那以后 袁黎就将师祖放在了心上 给了师祖一个承诺 而为了这个承诺 袁黎甚至可以牺牲自己 在袁黎心目中 有的东西比姓名更加重要 然而现在 他看到师祖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 毕竟 这不过是秦礼的一具傀儡罢了 他便明白 他的所谓的承诺 只不过是秦礼想要帮他罢了 否则的话 以秦礼如此恐怖的实力 又何须他来镇守这无望天狱 他又有什么资格 去镇守无望天狱 此刻 在无望天狱身处的某个破碎的山脉之中 陈凡和王静一 从废墟中走出来 他们身上有着一层先天乌纹 正是这些先天乌纹保护了他们 否则的话 以他们的实力 在刚才那些恐怖的攻击之下 他们根本就无法活下来 而这些先天乌纹 自然不可能是王静一体内的先天乌纹了 而是乌神傀儡的 他俩同时抬头看向就在不远处 站在玄灵蛇身上的乌神傀儡 两人弯腰一败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他们必定已经死在了帝皇的帝皇剑之下 根本就没有任何侥幸可言 乌神傀儡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抬头看着远处世界树之下的先蛮图书 陈凡和王静一收回目光 对视一眼后也跟着看向先蛮图书 此刻的先蛮图书 手中的开天神符已经散发出无比耀眼的黄色光芒 一股惊天动地的恐怖气息 从那开天神符之中散发出来 就算是相隔亿万里之遥 也能够感受到那股恐怖的破坏气息 先蛮到底要做什么 难道他真的要披掉那混沌之眼吗 陈凡皱眉有些疑惑地说道 王静一点点头 现在看来应该是这样的 秦礼前辈与十大开天古仙有约定 每个开天古仙所给予的约定应该都不一样 先蛮大人的任务 应该就是在混沌之眼出现时 意志复苏 披碎那混沌之眼 还九天十地一个朗朗乾坤 如今随着秦礼的身份逐渐曝光 王静一和陈凡对秦礼极为恭敬 内心也是将秦礼视为偶像 陈凡说道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一切发生的事情 都在秦礼前辈的计划之中 王静一点点头 应该是 说着 两人都同时看向巫神傀儡 眼神中满是崇敬之色 这到底是怎么样精彩艳艳之辈 才能在无数年前就已经计划好了这一切 偏偏一切的事情 还真的按照他计划的进行着 所有的事情都按部就班 他们知道眼前的巫神傀儡并非秦礼 但他们也知道 巫神傀儡内有一道秦礼的意志 他们也就将这巫神傀儡当成秦礼了 轰隆隆 而就在这时候 仙蛮终于挥动了手里的开天神府 开天神府爆发出今天的耀眼光芒 那一道光仿佛是开天时的第一道光 散发出无比凛冽的气息 照得所有人都有些睁不开眼睛 接着 那道光从开天神府中飞了出来 那是仙蛮耗费了无尽力量 全力激发开天神府才施展出来的一道光 其恐怖程度仅仅只是看一眼 便觉得要将双目都隔开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那道光飞过 竟然没有对九天十地造成丁点影响 从这方面来看 就像是一道平平无奇的光一样 可待到那道光落在混沌之眼后 恐怖的威力瞬间爆发开来 令人看一眼 便觉得心机的混沌之眼 立即颤抖了起来 接着一道道密密麻麻的裂纹 从那混沌之眼上弥漫开来 无法抵挡那一道光 给老子碎 一道惊天动地的怒吼声响了起来 那是仙蛮图书 积攒了亿万年的一声怒吼 吼声冲进了所有修士的心里 令所有修士心神震撼 浑身颤抖 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光芒 此刻他们全部抬头 看着那恐怖的一幕 只见那道光芒落在混沌之眼上 混沌之眼开始军裂 但仅仅是片刻的时间 那光芒便将混沌之眼彻底撕裂 横跟在整个天际的混沌之眼 就这样被彻底地撕裂开来 化作一道道黄色的光点 不知道飘向何处 吼 一道不知道从哪出现的乌叶声 在整个九天十地中响起来 那乌叶声响起来之后 所有人心中都不由自主地 有些悲哀起来 仙祖呼吸有些急促 混沌悲鸣 在线开天 仙祖惊骇地说道 无数年前 仙蛮图书就是拿着这把斧头 劈开了混沌 混沌发出了悲鸣声 传遍了整个混沌世界 整个混沌世界都因此而震撼 而现在 开天在线 混沌悲鸣也再次出现 而这个开天之人 依旧是仙蛮图书 仙祖看着那手持开天神斧 满脸兴奋的魁梧身影 图书的身体虽然魁梧 他的脸上虽然布满了笑容 可一张脸 却已经出现了一道道军裂 身体也同样如此 如同瓷器一样出现了裂缝 仙祖知道 仙蛮图书也要即将陨落 这是他竭尽全力 耗尽生命的一击 此刻仙蛮体内 甚至连圣君的力量都消耗一空 仅仅只是为了劈开混沌之眼 帮助九天十地 渡过混沌之眼的劫难 哪怕仙祖亿万年来 见惯了沧海桑田 也不由地对图书产生一丝敬佩 图书两次陨落 均是为了九天十地 第一次 为了镇压浩劫 镇压吾望天狱 不惜以自身性命为代价 牺牲神魂 驱散了浩劫 镇压了吾望天狱 令无尽诡异生灵 无法离开吾望天狱 第二次 为了劈开混沌之眼 帮助秦礼 完成计划中的一环 牺牲了自己的圣君之力 牺牲了自己的肉身 可以说 图书耗尽了所有 此等人物 值得先祖敬佩 轰隆隆 随着混沌之眼被劈开 整个混沌都在颤抖中开始退缩 那原本被撕开的虚无 终于在此刻缓缓愈合 直到彻底愈合之后 这场灾难就这样过去了 混沌之眼毁灭 九天十地再次安全 尽管这安全 只是短暂的 所有人抬头看着图书 看着那魁梧的身躯 他们眼神中都带着一丝恭敬 秦兄弟 老子和你的约定 完成了 图书看向师祖傀儡 一张脸已经全是列文 密密麻麻的 不知道有多少 看得人心惊肉跳 此刻 就算再傻的人也都明白 图书的生命 即将走到尽头 他的肉身 此刻也无法再残留下来 整个九天十地 整个世界 从此之后 都可能再无图书此人 就算是连他的肉身都不在 真正的彻底消失 师祖傀儡看着图书 沉默了片刻之后 拱手朝着图书深深一拜 他的声音依旧干涩 依旧沙哑 但却有着一丝尊敬 秦某 恭送仙蛮大人 随着师祖傀儡的声音响起来 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都是浑身一颤 纷纷起身 然后拱手朝着图书一拜 我等 恭送仙蛮大人 浩浩荡荡的声音响起来 震耳欲聋 山河道卷 传入到了图书的耳中 就连仙祖此刻 也是拱手一拜 不孝子孙 恭送仙蛮大人 所有蛮族修士 眼眶发红 向着图书跪拜下来 眼神中满是不舍之色 图书听到那些人的声音 眼神中露出满意之色 他哈哈一笑 诸位不必难过 这天下不知是否有彼岸 若有的话 老子在彼岸等着你们 届时 老子在与你们拔酒言欢 说着 图书脸上 已经掉下了好几块干枯的血肉 就像是陶永身上的泥块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的心里更加难过 就算是世界术 其身上的枝鸭 也是微微低垂 随后 图书看向师祖傀儡 他说道 秦兄弟 以后的九天十地 就交给你了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另外 老子那残留的仙蛮之力 你也不要浪费了 说完 图书仰天大笑几声 其笑声回荡在天地间 随着他笑声的回荡 他的身体也开始结结破碎 一道道黄色的力量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挥散于天地间 那是他身上最好的仙蛮之力 也就是他的本源力量 呼 庞大的开天神斧 从图书手里无力地坠落下来 不过就在这时候 一只手出现了图书身边 抬手抓住了那开天神斧 随后一道同样魁梧的身影 从一道裂缝中走出来 那人手持开天神斧 看着逐渐消散的图书 随后将另外一只手 放在了图书还未消散的手掌上 两只手掌握在一起 图书最后的意志微微抬头 看向了那人 目光定格 图书离去 他最后的仙蛮之力 涌入到那魁梧身影体内 这一幕在所有人眼中 如同画面定格了一样 所有人的心神都在震撼 一种心老交替的感觉 在他们内心深处升起来 他们看着那突然出现的身影 所有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所有人的身体都在颤抖起来 所有人的头皮都在发麻 而那些蛮族的修士 在看到这一幕之后 浑身一颤 萧云和蛮山对视一眼 他们带着无数蛮族修士 飞到了图书残区 和那突然出现的魁梧身影面前 全部跪拜下来 萧云 拜见主君大人 蛮山 拜见主君大人 前修 拜见主君大人 我等 拜见主君大人 所有蛮族修士 齐齐开口 他们送别了仙蛮图书 迎来了他们的主君 送别了他们的救神 迎来了他们的心神 一切都好像没变 但一切都已经变了 他们也都知道 这一切都是宿命 这一切早在很久很久之前 就已经注定了 故而 他们可以接受这一切的发生 所有蛮族修士 在此刻跪拜下来 仙蛮图书残破的身躯内 散发出最后的仙蛮之力 那些仙蛮之力 涌入到那蛮族主君的体内 扮上之后 仙蛮图书的身体彻底崩溃 他全身的仙蛮之力 全部涌入到了蛮族主君体内 仙蛮图书就此烟消云散 此后整个九天十地 只剩下了仙蛮图书的传说 再也不见其人 蛮族主君站在半空中 低头看向那些蛮族修士 一张俊朗的脸上 没有多少表情 所有人看到这一张脸之后 都是浑身一颤 那张脸 所有人都熟悉 赫然就是情理的脸 尽管他们早就猜到 蛮族主君就是三代蛮神 三代蛮神 就是情理的分身 可现在看到蛮族主君的容貌时 他们还是难以掩饰 那种震惊和兴奋 当他们第一眼看到情理的那张脸时 所有人都是心神一震 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竟然 真的是他 陈若璇倒吸一口凉气 眼神中满是震惊之色 哪怕他之前在蛮神殿知道了此事 知道三代蛮神就是蛮族主君 知道三代蛮神就是情理 此刻也是难以掩饰内心的震惊之色 不仅仅是他 其他先帝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眼中的震惊之色稍小一些 但眼中的崇拜之色却是越来越多了 不算之前情理的那些令人仰望的身份 就单单后面的这些分身和傀儡 都已经惊世骇俗了 巫神傀儡和师祖傀儡 再加上蛮族主君这具分身 几乎掌控了巫族 蛮族和不死族 九天十地就那么几个大族 此时三个大族都以他为尊 前两个傀儡 甚至直接就是圣君境的存在 圣君境多么恐怖啊 就算在开天辟地的时候 每个大族也就只有一个圣君境存在而已 可情理一人就占据了两个 若是加上他本尊的话 那就是三个 而现在这蛮神分身也是玄神巅峰 看这样子吸收了仙蛮之力 怕是又要突破到圣君境了 也就是有四个圣君境的身份 这等实力 妥妥的九天十地第一人啊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情理总共十大傀儡和分身 眼前的世界术都是他的傀儡之一 而在他所有的傀儡之中 巫神 师祖傀儡 以及世界术和蛮神分身 是最后踏入圣君境的 当然 蛮神分身现在还并未入圣君境 但也是时间问题 而则 也已经是情理踏入超脱境的最后一步 只需要蛮神分身踏入圣君境 那么情理就可以尝试冲击那超脱境 超脱境 真正的超脱一切的境界 就算是在混沌之中 也没有超脱境 情理将是古往今来第一个超脱境 到那时候 情理便是这主宰一切的神 此刻 蛮神分身在收下所有仙蛮之力后 目光在所有人身上扫过 所有人都是浑身一颤 不由自主地平住了呼吸 这是情理的蛮神分身 那是分身 在某种意义上来看 这就是情理 他们能够感受得到 蛮神分身的目光 明显不同于巫神傀儡 和师祖傀儡的目光 蛮神分身 仅仅只是一道目光 就能令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那种恐怖的压迫感 哪怕是仙祖 也能感受到 唯独姚光女帝 她在与蛮神分身的眼神 对碰了片刻 很明显地看到 蛮神分身的眼神 发生了某种变化 在蛮神分身的眼神中 蛮光女帝看到了一抹柔和 那一抹柔和的光芒 令蛮光女帝胶躯一颤 脑海一片空白 仅仅只是一道目光 此刻她明白了情理的心意 蛮光女帝沉默了许久 最后露出一抹明媚的笑容 她缓缓盘膝坐下 开始感悟四周的道运 而与此同时 没有人看到 蛮光女帝身上的开天图 也在这一刻 散发出轻微的光芒 那光芒融入到蛮光女帝的身体 随后 蛮神分身并未在原地多呆 而是一步走出去 踢着开天神斧来到了世界树之上 就这样盘膝坐在世界树之上 身上的气息达到极致 悬神巅峰的气息 在此刻彻底释放出来 就连世界树 也似乎在迎合着蛮神分身 一道道强烈的道运 化作强光 涌入到蛮神分身体内 蛮神分身的气息 开始攀升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明白过来 蛮神分身 也要突破悬神镜的智骨 达到那传说中的圣君镜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呼吸有些急促起来 先祖目光闪烁 低声说道 他的蛮神分身 也要踏入圣君境了 明月和连儿对视一眼 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敬佩 而就在这时候 一道浑厚的声音响了起来 诸位 还有两年时间 浩劫将临 世界树会释放全部道运 祝诸位修炼 九天十地的浩劫 非我一人之力能抵挡 还需诸位同道共同牡利 那声音浩浩荡荡响彻整个天地 说话的人正是蛮神分身 两年时间 希望各位能够竭尽全力修炼 尽量提高修为 两年后 我等共同抵御 域外邪魔 共同度过浩劫 与君共勉 随着蛮神分身的声音响起来 所有修士都是浑身一颤 他们看向蛮神分身的眼神 充满了火热和激动 他们没想到 秦里竟然会说出 这样激励他们的话来 原本不少人都将希望 放在秦里身上 自身并没有多少使命感 可现在 随着蛮神分身的这番话 让所有人的内心都不由自主 生起了一抹使命感 此刻 他们也觉得自己 有了一定的作用 于是 每个人内心的希望之火 都被点燃了 他们也在这一刻 彻底变得激昂起来 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都在这时候闭上双目 开始全心全意地 感悟四周的道运 提升自己的修为 如果可以的话 谁不想为自己生活的地方 贡献点什么呢 看着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都开始修炼起来 先祖的眼神中 闪过一抹莫名的神采 此刻他明白过来 秦里已经彻底成为了 整个九天十地名望最高的人 成为了整个九天十地的精神领袖 秦里的任何一句话 都有可能被九天十地的修士 奉为圣旨 无望天狱内 看着外面的一切 都已经尘埃落定 陈凡和王静一两人对视一眼 随后看向了巫神傀儡 蛮神分身的出现 也是令他们二人颇为兴奋 但如今尘埃落定 他们二人的去向 反而才是最重要的 是继续在无望天狱内闯荡 还是离开无望天狱 与其他修士一样 前往世界术之下 开始修炼 以他们二人的天赋和悟行 若是前往世界术 肯定是有所收获的 而且收获绝对要比其他人更多 毕竟 抛开天赋不谈 他们二人一个拥有 不死名亡的诅咒之力 一个拥有巫神的先天巫文 那可都是圣君境才有的东西 他们虽然现在 无法发挥出全部的威力来 可这两样力量 能够帮助他们修行 在修炼之道上 有一定的注意 他们只要领悟了这两种力量 是非常有可能踏入圣君境的 所以 他们二人若是前往世界术 别看只有两年时间 可他们却绝对有可能踏入混元境 甚至是按虚境 都未必没有可能 而若是继续留在无望天狱的话 对于他们两人来说 甚至有可能是 失利不讨好的事情 他们现在也已经明白 无望天狱到底有多危险 刚才若不是巫神傀儡出手相救 他们二人早就已经化作虚无 无望天狱太过于危险 他们之前的决定 此刻看起来显得有些幼稚 前辈 你现在要去何处 这时候 陈凡看向巫神傀儡 恭敬地问道 巫神傀儡回头看向陈凡和王静一 我需要两个童子 你们可愿意跟随 陈凡和王静一愣了一下 巫神傀儡虽然没有回答陈凡的问题 可也是给出了他们选择 这让陈凡和王静一都有些诧异 不等王静一说话 陈凡就赶紧说道 当然愿意 巫神傀儡点点头 上来吧 陈凡立即拽住王静一的胳膊 飞上了玄灵蛇的背上 站在玄灵蛇背上 看着巫神傀儡的背影 陈凡内心也是极为激动 而王静一则是皱眉深思 没有说话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玄灵蛇也在此刻身体一晃 继续往巫望天狱身处而去 看到他们所去的方向 陈凡和王静一不由得对视一眼 他们想到 巫神傀儡要去的地方 竟然是巫望天狱身处 这巫望天狱越是往里面走 那可就越危险啊 不过他们也相信巫神傀儡的实力 那可是秦里的傀儡 有着傀儡在 他们是绝对不会有事的 只是两人都非常好奇 巫神傀儡去巫望天狱身处 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 是寻找其他开天古仙的肉身 按照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事情来看 十大开天古仙都与秦里有约定 其中 不死明王 巫神苍无 仙蛮图书 以及盘神的肉身都已经出现 并且帮助秦里完成了一部分计划 排除帝皇之外 目前还有五具开天古仙的肉身尚未找到 也就是说 秦里非常有可能是去寻找另外五个开天古仙 实际上 陈凡和王静一的猜测都不错 秦里要去找的 就是这五个开天古仙的肉身 虽说 秦里现在十大傀儡分身 只差蛮神分身 就可全部踏入圣君境 另外六个傀儡不用再提升修为 但按照约定 秦里还是必须要找到另外五个开天古仙的肉身 然后将他们的肉身带出来 而且 秦里还有其他的计划 需要另外五个开天古仙的肉身相助 所以 巫神傀儡必须要去找到那些开天古仙的肉身 时光如缩 岁月如流 两年的时间对于任何修士来说 都不过是眨眼间的时间 哪怕是最低阶的修士 两年时间也有可能只是他们的一次闭关所用时间罢了 更别说对于那些高阶修士了 很可能就是一闭眼一睁眼的时间 可这一次的两年时间 对于世界树下的那些修士来说 却是极为漫长的 每时每刻都有修士在突破 他们的修为 每时每刻也都在增长 陈若玄等人也早就已经踏入了混元境 紫薇先帝和开明先帝等资历更老的先帝 甚至距离暗虚境都没多远了 天极老人是最夸张的 他已经达到了玄神中期 距离玄神后期也已经不远 按照天极老人在推演画面中看到的 他的最终修为是玄神巅峰 而现在 他距离玄神巅峰已经不远了 而天极老人也知道 他的修为之所以提升这么快 并不是因为他的天赋有多强 而是因为 无望天狱的封印在这两年内不停地被震碎 九大区域已经有七大区域解封 九天十地的本源之力已经回归了绝大部分 天极老人的修为才会如此迅速地提升 达到了玄神中期 而就在这时候 天极老人的修为再次提升 达到了玄神后期 就算是彼之先祖 也只差一个小劲价 这等速度 令所有人都有些瞠目结舌 可越是接近玄神巅峰 天极老人也就越不安 因为他知道 当他到了玄神巅峰之后 他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 无望天狱第八区域也已经解开 还差最后一个区域 天极老人目光一闪 有些诧异和不解 到底是谁在无望天狱里面 解开那些封印 难道是诡异之源 或者是巫神傀儡 天极老人的突破 让陈若璇等人都有些诧异 他们看向天极老人 正要说话的时候 整个世界树都是轰然一阵 发出恐怖的声音来 接着 整个九天十地都开始颤抖起来 无尽霞光出现在九天十地之上 大量的黄色光芒落下 洒落在世界树之上 这庞大的威势 令所有人都无比震惊 但他们知道 这是有人踏入圣君境了 他们同时看向蛮神分身 很明显 蛮神分身用了两年时间 终于踏入了圣君境 虽然比师祖和巫神傀儡都慢一些 但也终究是踏入了圣君境 其实也是能理解的 毕竟 不管是师祖傀儡 还是巫神傀儡 都是全部吸收了一个 开天古仙肉身的全部力量 破镜速度自然是最快的 而蛮神分身就不一样了 获得的仙蛮之力 只有一小部分 能踏入圣君境 已经算很厉害了 随着天地异象出现 九天之上再一次出现了裂缝 蠕动着的混沌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看到混沌再一次出现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 平住了呼吸 本以为混沌会再次降下雷劫 没想到令人惊讶的是 这次混沌只是出现 并没有任何异常情况 也没有降下雷劫 蛮神分身很顺利地 就踏入了圣君境 不过在蛮神分身 成就圣君境之后 一道道黄色的混沌极力 从那混沌之中降临下来 被蛮神分身给吸收吞噬 九天十地的修饰 看着眼前这一幕 都不由得露出敬畏之色 秦里又一具分身 踏入了圣君境 如今 秦里所有的分身和傀儡 都已经踏入圣君境 最后一步已经完成 那么接下来 就是着手踏入超脱境了 此刻 神陨之地的神秘空间内 白华先帝和七沙摩帝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在秦里的指导 和各种资源狂轰滥炸之下 也终于踏入了悬神境 这对于他们俩来说 若是放在以前内想都不敢想 可现在就是跟着秦里 回到他的道场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踏入悬神境 那可是悬神境啊 以前他们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境界 七沙摩帝感受到 体内恐怖的修为 眼神无比激动 他哈哈一笑 秦老弟 你也太厉害了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帮我们踏入了悬神境 话说下一个境界是什么 白华先帝也是有些期待地 看着秦里 秦里说道 下一个境界叫做圣极境 但世人更愿意 称其为圣军境 圣军境 好生霸道的境界 老子喜欢 哈哈 七沙摩帝大声笑着说道 白华先帝也是双目一闪 眼中露出一丝向往 不过白华先帝却想到一个事情 他说道 秦里 为何我们踏入悬神境 并未引下混沌雷洁 甚至连一点天地意想都没有 七沙摩帝这时候也愣了一下 他也想到了这一点 是啊 他们在境界混圆境和暗虚境的时候 都是引动了极为恐怖的天地雷洁 若不是秦里出手 他们绝对不可能抵挡那恐怖的雷洁 按理说他们境界悬神境 应该会落下更加恐怖的雷洁才是 可现在都是风平浪静 别说是混沌雷洁了 就连一点天地意想都没有出现 这位面有些奇怪吧 秦里却笑着说道 我没让他落下来 听了这话 七沙摩帝和白华先帝都愣了一下 随后瞪大眼睛 满脸惊讶 七沙摩帝震惊道 老爹 你的意思是说 你想让那雷洁出现 就让那雷洁出现 不想让那雷洁出现 那雷洁就不能出现 秦里点点头 倒也没有否认 七沙摩帝和白华先帝 两人听了之后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 这也太牛了吧 本来他们以为自己玄神 已经算是很厉害的存在了 可现在看起来和秦里相比 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也不知道 秦里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竟然达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 连混沌之劫都能控制 看来之前降临的两次混沌之劫 都是秦里刻意而为之的 就是想要得到了混沌之劫内的某种力量 如今看起来 混沌之劫里面的那种力量 已经对秦里没什么作用了 所以秦里直接屏蔽了那混沌之劫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如今混沌之劫中的混沌吉利 对于秦里来说已经没什么作用 无法再提升他的修为 秦里自然不会再将混沌之劫引下来了 秦老弟秦老弟 那什么圣君境 你看我们哥俩有没有机会 七沙摩弟对着秦里挑了挑眉 然后又看了看白华先帝 这家伙也聪明 直接把白华先帝一起给拉上了 白华先帝虽然没说话 但眼神中的期待也是难以掩饰 而秦里却说道 两位自然是有机会的 只是眼下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需要你们去做 七沙摩弟和白华先帝 听到了秦里语气中的郑重 两人都是对视一眼 随后白华先帝说道 秦里 你有什么吩咐 但说无妨 七沙摩弟也是连忙点头 秦里说道 如今三年之期已到 阵魔井即将彻底打开 其内的域外邪魔必将入侵 眼下便需要你们二人 前去阻挡那阵魔井内的邪魔 七沙摩弟眼睛一亮 随后大笑道 好好好 终于可以活动一下筋骨了 老子在这破地方 呆的骨头都要散架了 外界虽然仅有三年时间 可他们这里时间留宿远超外界 他们在这地方已经呆了有近千年 而秦里一直要他们修炼 可憋死七沙摩弟了 眼下终于可以出去了 他自然也是非常兴奋的 相比较而言 踏入圣君境反而还没那么香了 白华先帝脸色有些凝重起来 他说道 你放心 只要我还活着 不会让任何邪魔进入九天十地 秦里点点头 我相信你们二人 这是混沌神殿的令牌 你们可以随时召唤混沌神殿 其内的神殿梦魔 可以帮助你们抵御那些域外邪魔 说着 秦里拿出混沌神殿的殿主令牌 递给了白华先帝 白华先帝 结果殿主令牌点点头 而七杀魔帝则是兴奋无比 太好了 终于可以见识一下 混沌神殿的厉害了 七杀魔帝大笑道 然而 事情还没有结束 秦里再次拿出两样宝物 一把满身都是血红色的恐怖长枪 那把长枪上 散发出恐怖的血色气息 强烈的煞气 就算是七杀魔帝的脸色 都是微微一变 而另外一样宝物 则是一口玄黄色的小钟 看起来也是古朴玄妙 这是 是神枪和造化中 看到这两样宝物 白华仙帝和七杀魔帝同时脸色一变 面露惊骇之色 有些难以置信 秦里点点头 直接两样东西丢给了他们 七杀魔帝看着那是神枪 饶视他也有些呼吸急促 秦老弟 这 这是神枪你送给我 是神枪 乃是灵宝榜排名第一的恐怖灵宝 而那造化中 也是灵宝榜排名第二的灵宝 两样宝物 都是混沌灵宝 灵宝榜上 总共有五件混沌灵宝 分别都是排名前五的灵宝 其中混沌剑排名第五 他们已经知道 是落在了秦里手里 然而怎么也没想到 排名第一第二的是神枪 和造化中也在秦里手里 秦里手里到底有多少之宝 不过 七杀魔帝和白华仙帝转念一想 秦里那可是连开天神符 开天图 以及咒神符这等混沌之宝都有 别说这区区混沌灵宝了 这么一想的话 又觉得很合理了 白华仙帝拿着那口小钟 他能够感受到 小钟那恐怖的力量 那种力量 就算是悬神镜 也有些难以抗衡 白华仙帝的呼吸 微微有些急促起来 此宝 是给我的 白华仙帝难以置信地说道 此刻他总算明白 为何灵宝榜排名前十的灵宝 只有天机老人有一件 其他的都是不见踪影 这么恐怖的灵宝 根本就不是仙帝境界的修为 能够发挥出威力的 就算仙帝境界的存在 得到了这些灵宝 也不可能发挥出威力来 甚至有可能 无法催动 此时秦里点点头 还有数日时间 镇魔警的封印 才会彻底被解开 趁着这数日时间 我帮你们把这两样宝物练化 数日 那对于外界来说 也就一两个时辰的时间吧 白华仙帝说道 秦里点点头 接着他们不再废话 盘膝坐下 开始练化是神枪和造化中 与此同时 世界术之下 蛮神分身踏入圣君境 对于整个九天十地来说 都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那些蛮族修士 此刻纷纷朝着蛮神 分身跪拜下来 恭喜主君成就圣君 在那些蛮族修士眼中 没有情理 有的只是他们的蛮族主君 而其他九天十地的修士 也是毫不犹豫的恭敬一拜 纷纷开口祝贺蛮神 分身踏入圣君境 也在这个时候 没有人发现 世界术的根系 开始散发出一道道光芒 那些光芒凝结成 一个个虚幻的树根 在地底朝着整个九天十地 蔓延而去 随着世界术的虚幻树根 将整个九天十地包裹起来后 一道道诡异的光芒 从四面八方涌现出来 汇聚到世界术之中 那些光芒之中 很明显 世界术似乎是在吸收着什么 与此同时 万腰海之下的镇魔井附近 一道道凄厉的嘶吼声 从那镇魔井中传出来 镇魔井的井口位置 浮现出一道不满诡异符文的光幕 无数漆黑身影 在冲击着那光幕 光幕也正在逐渐暗淡 甚至出现一道道细微的裂痕 情理 人足 我们失去的东西 今日迟早要拿回来 一道冷漠苍老的声音 在镇魔井内响起来 那些漆黑身影 冲击井口光幕的速度 越来越快 就连镇魔井附近的镇魔碑 也在此刻出现了一道道裂纹 很明显 镇魔井的封印 已经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甚至在此刻 已经有一道道诡异的黑色气息 从那封印的缝隙中钻出来 逐渐弥漫整个镇魔井上方 中天玉深处 那帝皇抑制藏身的道祖庙中 一只手破土而出 接着 一个身穿道袍的青年 从地底爬了出来 那青年长相与情理一模一样 此刻正在整理着身上的尘土 将身上尘土拍干净之后 他拿着一把浮尘 走出了道祖庙 看向世界树 然后一步走出 大地仿佛在他脚下急剧缩小 他一步走出了数百万里之远 若有人族先帝看到这一幕 定会惊呼一声缩地成寸 那是人族开天古仙道祖 才会使用的一种神通 洛神族圣地内 密密麻麻的 全部都是水晶雕像 那些水晶雕像每一个 都代表着洛神族 有着极大贡献 或者修为的族人 而此刻在最深处的一个 水晶雕像忽然裂开 表面的水晶掉落在地上 一个长相俊朗不凡的 白衣青年走了出来 那青年风神如玉 气质非凡 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 此人的相貌 与情理颇为相似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他的眼神 没有什么光芒 而青年并未在此地多代 破开身上的水晶层后 也一样消失在了洛神族圣地 东圣地狱一座大山上 此地荒无人烟 没有任何生灵存在 但在山顶的位置 却有一块巨大的岩石 岩石在此刻裂开了一道裂缝 那裂缝迅速蔓延 转眼间就有无数裂缝出现 整个石块彻底崩裂 而在石块内 却走出一个石人来 那石人浑身僵硬 在活动了一下身体后 迈着僵硬的步伐 朝着世界树的方向而去 若有人在此 便会发现 这石人的相貌 与情理一模一样 不仅仅是这三个地方 整个九天石地 共有六个地方 纷纷走出了一个人 他们的修为都是圣军镜 六人的模样 皆是与情理一样 他们便是情理 剩下的六具傀儡 早已达到了 圣军镜的傀儡 每一具傀儡 都有着自己曾经的辉煌 是情理耗费了极大的心力 才达到圣军镜 如今随着蛮神分身 达到圣军镜 那么这些傀儡 也在情理的控制下 离开了藏身之地 朝着世界树的方向而去 情理 可以开始尝试 冲击超脱镜了 此时此刻 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 世界树枝上开始散发出 强烈的光芒 那一道道光芒 汇聚在世界树繁茂的枝压下 竟然形成了一个个画面 随着那些画面的出现 整个九天十地的修饰 都停止了修炼 他们在那画面中 看到了尸横遍野 看到了生灵涂炭 看到了整个九天十地 都化作了一片荒芜 到处都是尸骨 不 他们看到的不是九天十地 他们看到的是 人间炼狱 这是 什么情况 有人惊恐地说道 所有人都是看得背脊发凉 浑身颤抖 整个人都仿佛坠入了冰窖 极其的寒冷 从内心深处生气 他们都看得出来 从世界树上涌现出来的画面 是九天十地的画面 但 为何呈现的是一幅 人间炼狱的画面 所有人都有些难以接受的 看着这一幕 天机老人看得头皮发麻 心里无比压抑 一股难言的悲伤 涌上心头 因为只有他知道 这画面曾经在九天十地发生过 那是 上一次九天十地经历浩劫 被狱外邪魔入侵时的场景 世界树下的画面非常庞大 几乎覆盖了整个九天十地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那是一场波及了 整个九天十地所有地方的战争 没有任何种族 任何生灵 逃过这场战场 地底冒出一个个身影 那些身影都非常高大 全身漆黑 眼睛发着红光 红光中满是贪婪和嗜血 他们从地底冒出来之后 看见生灵就展开屠杀 他们 在将生灵屠杀掉之后 便伸出奇长的指甲 将那些尸体肢解 一口一口地将那些尸体吃掉 让他们更加兴奋 更加嗜血 整个九天十地都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 无数生灵惨死在那些 恐怖的黑色身影之中 这场战争 不知道持续了多长时间 整个九天十地的生灵 死亡了九成以上 到处都是尸骨 大地被染成了黑色的 草木上到处都是血迹 湖泊 江河 大海 全部被染成了红色的 整个天地间一片凋零 万族修士聚集在一起 做着最后的殊死一搏 不过在最后关头 混沌被撕裂开 时到身影从天而降 就下了九天十地最后的火苗 将那些黑色身影 全部镇压在万腰海之下的 一口深井之中 那些恐怖黑影 虽然被镇压了 可九天十地的窗移 却无法弥补 数十亿数百亿的生灵死亡 为九天十地带来了 无比巨大的创伤 到处都是尸骸 到处都是鲜血 到处都是悲鸣 此刻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这些画面 是亿万年前的画面 是亿万年前 狱外邪魔第一次入侵 九天十地发生的事情 看着那悲怆的一幕 一股悲哀 涌上所有人心头 但在悲哀过后 便是强烈的恐惧 无数万年前 狱外邪魔入侵 当时九天十地强者无数 按虚敬玄神境的 大能修士不在少数 可最终九天十地 依旧损失了 超过了九成的生命 那些狱外邪魔 几乎是看见生灵就杀 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 哪怕狱天十地的修士 殊死抵抗 可依旧不敌那些狱外邪魔 而如今 狱外邪魔 即将再次入侵九天十地 他们九天十地的力量 远远比不上亿万年前 这一次 他们真的能够度过 这次的危机吗 之前因为蛮神分身 而升起的希望 在此刻又变得摇摇欲坠起来 那些画面 应该就是狱外邪魔 第一次入侵的情况吧 即将踏入暗虚敬的陈若璇 看到这一幕 呼吸有些急促 脸色无比苍白 紫薇先帝深吸一口气 咬牙说道 现在看来 应该是没错的 没想到当年的状况 竟然如此凄惨 这些狱外邪魔 也未免太过于可怕了 紫薇先帝 本来已经踏入了暗虚敬 可是现在看到了 画面中的那一幕 内心也是不由地 升起一股无力感 在那么恐怖的狱外邪魔面前 似乎一切都显得 那么苍白无力 仙祖 当年的狱外邪魔入侵 竟然如此恐怖 脸儿的呼吸有些急促 她一张翘脸 变得煞白起来 不见丝毫血色 明月也是浑身颤抖 呆呆地看着画面中的场景 看着那湿山血海 脑海一片空白 仙祖的脸色 也是前所未有的凝重 她点了点头 没有经历过 永远无法知道 当年那种无力感 仙祖回想起了 当初那场劫难 哪怕她当年 玄神后期的修为 此刻只差一步之遥 就能踏入圣军境 也依旧能够感觉到 那种无力感 给她一个机会的话 她还是不愿意 去面对那场劫难 哪怕是以现在的修为 当年她也是 参与了那场劫难 可那之后 她也知道 还有第二次浩劫 所以毫不犹豫地 躲进了古仙圣地之中 想要在古仙圣地中 躲过第二场浩劫 否则的话 堂堂仙祖 又怎么可能会如此窝囊 仙祖话语中的那种无力感 也是令所有人的内心 再次增添了畏惧 也就在这时候 天机老人 忽然看向万腰海的方向 不好 镇魔警的封印 出现了裂缝 说着 她抬手一挥 四周出现了一道画面 那画面中幽暗沉沦 四周到处都是尸骨 而在那堆积如山的尸骨中 有一口漆黑的怪警 此刻怪警 被一层光幕覆盖 只不过那光幕 已经被怪警中的黑影 撞得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缝 大量的邪气 从那些裂缝中钻出来 迅速扩散 这一幕 正是镇魔警发生的事情 如今天机老人的修为 已经达到悬神后期 并且融合了九天十地 自然很轻松 就能察觉到镇魔警的情况 也能将镇魔警的情况 时时共享给其他人看到 四周的其他人 看到这一幕 都是脸色大变 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他们看到那镇魔警 那密密麻麻 正在窜动的影子 一股强烈的紧迫感 涌上心头 所有人的呼吸 都有些急促起来 整个人的心都悬了起来 没想到这一刻 竟然如此快就到了 难道 他们真的要面临 面试的危机了吗 很多人都无法接受这结果 怎么会 这么快 陈若璇脸色一白 呼吸有些急促地道 天机老人脸色凝重道 按照时间推算 也就在这段时间 有人问道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秦礼呢 不是说秦礼会帮助我们 度过这场危机吗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不由地沉默了一下 但紧随其后的 就是爆发出大量的讨论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 秦礼能够出现 再次加重封印 或者是将那些 域外邪魔全部斩杀 将它们组结在九天十地之外 他们在讨论过后 纷纷抬头看向 天上在盘膝而坐的 师祖傀儡和蛮神分身 这两位都是圣君静 就代表着秦礼 如果秦礼要出手的话 那么这两位 应该要动身前往正魔井才是 可让他们失望的是 不管是师祖傀儡 还是蛮神分身 都没有半点动弹的意思 不过就在这时候 一向默默修炼的 袁黎在此刻站了起来 他目光冷淡地扫了众人一眼 然后一步走出 玄神中气的修为 瞬间爆发出来 他消失在原地 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在万妖海之上 袁黎的动静 令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袁黎前辈 去做什么 陈若璇下意识地问道 但下一刻他就知道 自己问得有点多余 很明显 袁黎前往万妖海 肯定没有其他事情 必定是为了 去阻拦那些域外邪魔的 他并没有问秦礼在哪里 也没有说过任何话 只是在域外邪魔 即将破风而出的时候 前往了万妖海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下 他一头扎进了万妖海之中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在天机老人 幻化出来的画面之中 只见画面里 袁黎踩在那堆积如山的尸骨上 一步步走向阵魔井 阵魔井之上的光木封印裂缝更多 庞大的邪气在泄露出来之后 在袁黎出现在阵魔井附近时 就像是找到了目标一样 疯狂地朝袁黎席卷去 袁黎动作不缓 依旧走向那阵魔井 身上却有浩然正气爆发出来 如同护体神力 将那些域外邪气全部震开 不管那域外邪气再怎么恐怖 竟然都无法接近袁黎 袁黎在阵魔井石杖开外的地方停了下来 随后目光凛冽地看着 那阵魔井内的域外邪魔 眼中并无半点畏惧之色 他身上的浩然正气更加强悍 整个九天十地的修饰 看到这一幕 心神都有些激荡 没想到 袁黎竟然又走在了最前面 在这种时候 毫不犹豫地选择前往阵魔井 独自面对着那无尽域外邪魔 他是孤独的 但又是令人尊敬的 老师 我来陪你 开明先帝起身 一步走出 消失在原地 再出现的时候 也已经在万腰海之上 扎进了万腰海之中 最终也出现在了 天机老人施展的画面之中 开明先帝来到原离身后 原离回头看了开明先帝一眼 却并未说话 随着开明先帝的出现 其他人也开始跃跃欲试起来 娘的 谁还没有点血型啊 难道就任由 那狗屁域外邪魔 进入我九天十地烧杀抢掠 陈若璇大喝一声 身上豪气迸发 也同样前往阵魔井 已经晋升为混元镜的 太白先王没有说话 只是化作一道剑光 消失在世界树之下 再次出现的时候 也同样在阵魔井附近 他身上剑气如龙 挡住了邪气如青 哈哈 陈兄竟然不等我 北陈先帝大笑一声 肥瘦的身躯却是无比灵活 顷刻间消失不见 冲向阵魔井 随着他们冲向阵魔井 越来越多的修士 在沉默片刻后 向着阵魔井而去 此刻他们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将以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 眼中只有即将破开封印 而出的域外邪魔 他们不要命了 竟然赶在这个时候去镇魔井 那里面镇压的 可是能让九天十地覆灭的 域外邪魔啊 有人震惊地说道 不少人也是点点头 觉得原理他们 现在去镇魔井 简直就是送死 毕竟那可是域外邪魔啊 就算是原理有玄神中期 又能如何 难道还能挡得住 那些域外邪魔吗 这简直就是有些不自量力啊 然而却在这时候 一道豪迈的声音响起来 坐山府长笑粗蟒 粗又何妨 蟒又何妨 若无七尺身 何来百年安 只见一代蛮神 萧云大笑一声 她没有去看那些说话之人 而是直接一步走出 庞大魁梧的身躯 瞬间消失在原地 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在镇魔井附近 蛮山原本也想跟着过去 但却在这时候 萧云的声音再次响起来 蛮山 我们不可能守住镇魔井 往后蛮族 需要你带领抗击邪魔 此话一出 蛮山身形一顿 深吸一口气 领着那些蛮族修士 朝着镇魔井的方向拱手一拜 蛤 萧云道有所言甚是 蒂江大笑一声 面向朱九 朱九 你带着巫族守在此地 其余祖屋随我而去 说完 蒂江走出了世界树 而其他祖屋此刻 也没有任何废话 毫不犹豫地选择 跟在蒂江后面 前往镇魔井 萧云的一句话 令整个九天十地的修士 都沉默下来 尤其是那些 之前质疑原理等人 选择的修士 更是一个个脸色涨红 而随着萧云的那番话之后 不少人都细细琢磨了一番 他们都在沉默中站起来 前往镇魔井 越来越多的人 前往了镇魔井 在天机老人 幻化出来的画面中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修士 那些修士全部都无言地 站在镇魔井附近 死死地盯着镇魔井 看着那越来越多裂缝的封印 不少人眼中 都有着一丝畏惧 可他们依旧选择来到了镇魔井 此刻 勇气战胜了恐惧 他们选择了誓死如归 世界树下的仙祖 看到这一幕 叹息了一声 他抬头看了看那世界树 先祖最终还是站了起来 他最后还是没能突破境界 踏入那个传说中的圣军境 世界树散发出来的道运 本来已经足够 让他踏入圣军境的 可先祖在感悟了那些道运之后发现 自己更迷茫了 他明白 每个圣军都有自己不同的路 领悟那些道运 没有用 他必须要走出自己的路 才能成就圣军 而不是一味地 去领悟其他人的道运 故而 先祖已经没有必要再留在此地 先祖 我们要去哪儿 莲儿跟着站起来 疑惑地问道 先祖一回首道 你们回去吧 若是 有一日 域外邪魔真的攻入了九天十地 那么你们便按照我之前说的 离开此间 听了先祖的话 莲儿有些急了 那先祖 你去哪里 先祖没有说话 只是消失在了原地 不过很快 他们就从天际老人幻化出来的画面中 看到了先祖出现在镇魔井附近 先祖竟然也选择了 前往镇魔井 这倒是有些出人意料 而随着先祖的出现 那些已经心存死至的修士 也是眼睛一亮 内心出现了一丝光亮 只不过 先祖没有说话 而是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修士 出现在镇魔井附近 而那镇魔井的封印 也是越来越弱 终于在数个时辰后 那封印光幕彻底破碎 无数恐怖的身影 从那镇魔井中冲了出来 轰隆隆 随着一声惊天巨响 整个九天十地 都在这一刻 发出剧烈的颤抖 仿佛有一种叫做恐惧的东西 在九天十地滋生 蔓延 天机老人所幻化出来的画面中 无数的黑色影子 从那镇魔井中 争先恐后地冲出来 瞬间覆盖了整个镇魔井上方 那些黑影都发出疯狂 贪婪的笑声 无数九天十地的修士 看到这一幕都是脸色巨变 不由自主地往后退 眼神中充满了畏惧和惊恐 哪怕他们并未前往镇魔井 可此刻也是感受到了害怕 之前世界术散发出来的那一幕 太过于震撼 那无尽的尸山血海 他们无法忘记 甚至已经在他们内心 形成了一层阴影 如今镇魔井被打开 里面的域外邪魔再次出现 进入九天十地之中 他们不由地再一次想起了 之前看到的画面 他们都明白 域外邪魔已经踏入九天十地 那么就意味着 九天十地将会在不久之后 至少也要死亡九成以上的生灵 而以前有十大开天古仙出手镇压 总算是度过了一次浩劫 可现在 十大开天古仙已经陨落 他们真的还有希望吗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看向 盘膝坐在世界树上的 尸祖傀儡和蛮神分身 可尸祖傀儡和蛮神分身 依旧没有动弹过 这让所有人的眼神中 都闪过一抹失望 不过在他们没有看见的是 尸祖傀儡和蛮神分身盘膝 坐在世界树上 世界树生长出一道道细密的绿色光线 从下方钻进了尸祖傀儡和蛮神分身的体内 如今的尸祖傀儡和蛮神分身 几乎已经和世界树融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 镇魔井那儿 无数预外邪魔从那镇魔井中 争先恐后地冲出来 九天十殿 秦吏 人族 终于轮到我了 一道苍老却冷漠的声音响起来 接着一个熔岩苍老 驮着背 但依旧看起来很高大的老者 从镇魔井中飞了出来 落在了镇魔井旁边 玄规老祖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的脸色都不由得微微一变 他们看得出来 这冲出来的老者 就是妖族早已消失的玄规老祖 天机老人等以前 就聚集在一起的先帝 知道玄规老祖是 带领着整个妖族 都投奔了域外邪魔 已经是邪魔的一员 但是其他人可不知道此事 如今看到玄规老祖出现 都不由得脸色巨变 显然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玄规老祖 竟然和域外添魔一伙的 现在的玄规老祖修为 已经达到了暗虚巅峰 只差一步之遥 就可以踏入玄神境 要知道 他在离开九天十地的时候 修为也不过是先帝初期罢了 虽然通过帝祖宫的凡祖 能够达到先帝后期 可那也只是短暂的手段 并非是他真正的修为 可现在 玄规老祖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暗虚巅峰 是实打实地跨越了 先帝和会员境两个大境界 甚至是即将跨过暗虚境 而他离开九天十地 也不过区区三年的时间罢了 可见 他在投奔域外邪魔之后 提升修为的速度 到底有多快 也难怪域外邪魔 能有这么恐怖 尽管他们提升修为的手段 是邪魔外道 甚至也能够看得出来 玄规老祖暗虚巅峰的境界 并不稳固 可不管怎么说 那也是暗虚巅峰啊 他再怎么不稳固 也能秒杀混元境的修士 也能镇压暗虚境 初期中期的存在 而这些年来 修为进展速度最快的 也不过是紫薇先帝 和开明先帝等人 只有暗虚境初期 紫薇 开明 你们也竟然也已经达到了暗虚境 可惜对于老夫来说 不过如此 玄规老祖 一眼就看到了紫薇先帝 和开明先帝竟然在此 竟然就是一眼就看到了他们 甚至都无视了其他人 紫薇先帝和开明先帝 看到玄规老祖 立即察觉到 玄规老祖 整个人似乎 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以前的玄规老祖 是极为稳重 极为冷静的 就算是面对再大的风浪 也有自己的理智 也绝不会出太大的风头 可是现在 玄规老祖一出现 竟然就如此嚣张 如果不是他们认识 玄规老祖的话 非得以为 这并非玄规老祖 玄规老祖瞬间出现在了 玄规老祖身前 这剑光无声无息 一出现 就已经在了玄规老祖面前 玄规老祖脸色大变 想要抵挡那道剑光 却已经为时已晚 那剑光速度极快 瞬间洞穿了 玄规老祖的心头 将其体内的生机尽数绞碎 哪怕是他体内的邪气 也在此刻被粉碎 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玄规老祖瞪大眼睛 虽然此刻生机被剿灭 可他生命力极为顽强 短时间并未死去 而是瞪大了眼睛 死死地看向出手的原离 呼吸有些急促 玄神 中期 玄规老祖浑身发颤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似乎到死 也不愿意相信自己 竟然就这样死在了一个 他从未听说过的人手里 而且 此人的修为 竟然还是玄神中期 他看得出来 对方就是人族的修士 人族什么时候 有如此恐怖的修士了 竟然有玄神中期的修为 太恐怖了 一抹悔意 从玄规老祖内心升起 可就算他在 怎么后悔 此刻也是于事无补了 他最终直挺挺地 倒在阵魔井旁边 身体僵硬 再无半分生计 紫薇先帝等人 也是惊愕地看着原离 内心深处 升起一抹爽快感 杀得好 萧云哈哈一笑 毫不犹豫地 冲向那些域外邪魔 而此刻 更多的域外邪魔冲了出来 百只 千只 万只 甚至是更多 密密麻麻 根本就数不清 谁也不知道 那阵魔井之中 到底有多少域外邪魔 不过阵魔井附近的那些修士 也不知道有多少 数百万 甚至是数千万的修士 一咬牙之下 也是疯狂地 冲向阵魔井 他们哪怕是拼了性命 此刻 也要阻挡那些域外邪魔 然而 随着那些域外邪魔的冲出来 整个阵魔井所在的空间 完全变成了战场 原离在战场中 所向披靡 天机老人 更是杀法果断 不知道有多少域外邪魔 死在了他手里 毕竟这两人 现在是除了先祖之外 修为最强之人 他们的修为 一个达到了玄神中期 一个达到了玄神后期 而现在冲出来的域外邪魔 都是一些先遣君 他们的修为 多数在暗虚境之下 想要对付原离和天机老人 还是不够看的 可就算如此 依旧有大量的修士 陨落在此地 数百万的修士 同时对那些域外邪魔出手 竟然一时间 也难以短时间地 将域外邪魔彻底轰杀 这些域外邪魔极为诡异 他们的实力强悍就不说了 生命力还极为顽强 有时候 就算将其斩杀了 也能够迅速复原 想要将他们杀死 非常困难 甚至 他们拥有着极为诡异的能力 不少修士在面对他们的进攻 看了他们的眼睛之后 竟然莫名其妙地 开始攻击附近修士 攻击自己的同道 那些修士的眼睛 竟然也开始变得发红 很明显 这些诡异邪魔 能够影响其他生灵 令其他生灵自相残杀 或者说 是诡异邪魔 将其他生灵内心的欲望勾了出来 导致他们成为了邪魔的傀儡 对自己人痛下杀手 如此一来 九天十地的修士 就算有再多 也没有什么用处 只会全部都死在了那些 域外邪魔手里 毕竟 这种恐怖的能力 哪些修士能够挡得住 这能力 太过于可怕了 不少修士在眼睁睁 看着自己身边的修士 变成了双眼星红的恶魔之后 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呼吸无比沉重 转身就走 根本就不敢再去对付那些邪魔 那些域外邪魔 太恐怖了 根本就不是他们这些普通修士 能够对抗的 只要心里有欲望 只要意志力不够坚定 就会受到影响 直接变成杀人如麻的恶魔 或者是变成域外邪魔的傀儡 而这些 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于是 不少九天十地的修士 都开始打退堂鼓了 他们转身狂奔 想要离开此地 哪里还敢在这里 对付那些域外邪魔 那些看着这一幕的九天十地修士 也是浑身颤抖 眼中露出恐惧之色 这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怎么自己人杀自己人啊 很明显 那些道友是被那邪魔给控制了 否则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去 那些邪魔 到底是怎么出手的 我怎么没看见他们出手啊 怎么就被控制了 我也没看见 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可怕了 这就是域外邪魔的恐怖能力啊 能够无声无息地影响到他人的神志 谁敢对付他们 难怪当年死了那么多生灵 几乎整个九天十地的生灵 全都覆灭在此 太恐怖了 完了 我们真的完了 有这种恐怖的实力 我们该怎么去对付那些邪魔啊 还是想想 该怎么逃走吧 逃到哪里去 为什么受伤的是我们啊 世界树之下的那些修士 此刻全部战战兢兢 浑身发抖 眼神中满是畏惧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域外邪魔 竟然如此恐怖 镇魔井那里的修士 至少也有上千万 可是从镇魔井内出来的邪魔 最多也就只有几十万而已 几十万的邪魔 对上上千万的修士 竟然形成了一边倒的局势 九天十地的修士 完全不是镇魔井那些邪魔的对手 这还怎么打 等镇魔井内的所有邪魔 全部出来了 那九天十地还怎么打 根本就连反抗之力都没有 这 就是域外邪魔的恐怖之处 能够无声无息地 影响到任何生灵的心智 太过于恐怖了 绝望的情绪 在无数修士体内蔓延 他们已经彻底绝望了 真的要跟随九天十地覆灭了吗 这 就是天机老人 说的劫难 这就是巫神苍无口中说的浩劫 此刻 他们终于明白 何为浩劫了 这 就是浩劫 针对整个九天十地的浩劫 然而 在巫神苍无口中的浩劫 还并不是眼前这些域外邪魔 而是在域外邪魔过后 带来的浩劫 那种浩劫 他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浩劫 巫神苍无没有说 他们也不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 那浩劫远比域外邪魔更加可怕 他们连域外邪魔都无法度过 又如何去度那所谓的浩劫 故而 绝望涌入到所有人心中 此刻 原本还信心满满 豪气冲天的九天十地修士 溃不成军 大量的修士开始后撤 根本就不敢再靠近那些域外邪魔 对于他们来说 再靠近那些域外邪魔 恐怕会全军覆没 他们就算是死 也不想这么窝囊地死掉 谁不想杀了一些邪魔再死 可现在问题是 他们连杀邪魔的勇气都没有了 甚至都无法碰到那些邪魔 就被自己人给杀了 甚至有可能 自己就成为了那个杀自己人的人 差距太大了 根本就不是一个程度的 他们内心的防线彻底崩溃 开始疯狂地退缩 这一退 那就是绝地之水 再也止不住 太白仙王看着那些退缩的修士 他没有说话 只是提着剑 继续杀进了域外邪魔之中 袁黎甚至都没有去看那些退后的修士 只是一心一意地杀着邪魔 不管有多少邪魔 都始终会死在他手里 哎 仙祖叹息一声 这样一幕 他已经不止一次看过了 当年域外邪魔第一次入侵的时候 也是这般模样 那些修士根本就不敢去碰域外邪魔 只要一碰域外邪魔 会在片刻后溃不成菌 后来他们才知道 越是害怕域外邪魔 则就越容易被那些域外邪魔影响的心智 也就越死得快 反而越是不害怕 就越不容易受到影响 可现在这种情况 就算让他们知道这个道理 也没有用 哪怕是最开始告诉他们 也是没有用的 畏惧的种子一旦种下 那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无法铲除掉 狗日的域外邪魔 吃你七杀爷爷一枪 而就在这时候 一道怒吼声响起来 随着这一声怒吼响起 有不少修为烧浅的域外邪魔 当场身形崩溃 化作黑灰 消失在天地间 这一道怒吼声 足足震碎了数千域外邪魔 令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 都是浑身一颤 而随后出现的恐怖长枪 更是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只见一把浑身暗红色的长枪 破空而来 所过之处空间崩溃 海水倒卷 无数血红色的恐怖气息席卷出来 那些邪气都无法与之抗衡 数百丈大小的长枪 所过之处 所有域外邪魔 全部崩溃化作无形 彻底烟消云散 暗红色长枪散发出无穷煞气 在镇魔井上空驰骋 根本就没有域外邪魔 能够与那暗红色长枪相抗衡 一时间不知道轰杀了多少域外邪魔 而这一幕的出现 也是令那些溃散的九天十地修士 都愣了一下 不少九天十地修士停下来 无比震惊地 看着那纵横无敌的巨大暗红色长枪 眼神中闪过震惊 那些在他们眼中 如同鬼神一样存在的域外邪魔 在那暗红色长枪之下 却如同手无腹机之力的战武渣 连一枪都挡不住 那是 什么枪 是神枪 竟然是神枪 灵宝榜排名第一的是神枪 天机老人看到这一幕 瞳孔微微收缩 惊呼一声 是七杀道友来了 他竟然得到了是神枪 刚才七杀魔帝的声音 他们都听到了 因此 天机老人知道 那是七杀魔帝终于现身了 并且还是带着是神枪来的 那可是是神枪啊 灵宝榜排名第一的混沌灵宝 是神枪 虽然比不上那十剑开天神器 混沌至宝 却也是无比强大的神器 就算是玄神镜的修饰 也不敢轻易面对这等灵宝 可见这时神枪到底有多恐怖 什么 那就是神枪 传闻中 九天十地开天以来的 第一至凶至煞的凶器 陈若玄逼退一只狱外邪魔 无比震惊地说道 是神枪竟然落在了七杀魔帝手里了 我想到是神枪竟然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现 而且还是七杀魔帝邪枪而来 不过在短暂的震惊过后 便是狂喜 毕竟对于他们来说 有这么一把逆天的凶器在 能肆无忌惮地抹杀玉外天魔 那也是极好的消息 要知道 七杀魔帝早在两年多之前 就已经踏入了暗虚境 虽然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境界 可暗虚境的七杀魔帝 再加上是神枪的存在 甚至能勉强当作一个 玄神镜修饰使用啊 那对于他们来说 绝对是天大的好事 毕竟现在玉外邪魔 还没有玄神级别的出现 玄神镜的修饰 在这些玉外邪魔之中 简直就是狼入羊群 先祖看到那是神枪 双目微微一缩 有些惊骇起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看到是神枪 是神枪 是开天辟地之后 最强的一件混沌灵宝 其破坏力 虽然不如开天神府那么恐怖 但也已经极为接近 如果说开天神府的破坏力是最强的 那么 是神枪则是第二 他的破坏力比其他混沌质宝还要恐怖 其诞生之后 一直都是由魔祖所掌握 魔祖也是先天生灵之一 与先祖一样 只不过在上次浩劫之后 魔祖就下落未明 不知去向 谁也不知道 魔祖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就算是先祖也不知道 然而 现在魔祖的质宝是神枪 竟然在此地出现了 而且从那句话看得出来 带着此枪出现的人 正是人族的七杀魔地 先祖当然知道七杀魔地 知道七杀魔地 是与秦里有联系的 他在三年多以前跟着秦里消失在九天十地 之后就传出他连续突破 达到暗虚境的境界 而且都是秦里相助的 也就是说 这把是神枪 也有可能是秦里给七杀魔地的 如此一来 那魔祖的失踪 莫非与秦里有关 或者说是秦里找到了魔祖 得到了那把是神枪 想到这里 先祖目光闪烁不定 瓮 而就在这时候 正魔景忽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一道凛冽的黑色强光 从那正魔景之中冲出来 冲散了附近的血气 紧接着一个庞然大雾 出现在众人面前 只见那道身影 至少有数百丈之高 虽然相比较于夸富足那种 动辄数千丈的恐怖身高 略微有些不足 但看起来 气势却无比磅礴 就连曾经身高数万丈的乌霍尔 在气势上 也无法与这身影相比 那身影身上有强烈的黑气笼罩 整个人在黑云中若隐若现 一双星红的双眼 随着黑气飘过 出现在众人面前 所有人看到那道星红的眼睛 只要是悬神镜以下的 都是浑身一颤 眼中的世界开始发生变化 尸山血海 如同海浪一样汹涌而来 包括陈若玄和紫薇先帝等人 都是惊骇地看着那尸山血海 不停地后退 眼神中有着一丝惊恐 内心出现一种错觉 仿佛自己在这天地间 就是一叶孤舟 随时都有可能覆灭 在这尸山血海中 有些修为稍低的修士 甚至直接是心神崩溃 口吐鲜血坠落而下 砸在地上成为一块肉饼 悬神镜的邪魔 看到这一幕 天机老人双目微微一缩 他看得出来 那数百丈高大的身影 就是悬神镜的玉外邪魔 悬神镜的玉外邪魔 竟然这么快就出来了 破 就在天机老人准备动手的时候 一道怒喝声响起来 你们这些玉外邪魔 就只会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吗 话音刚落 在所有人面前 都出现了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 那身影威风凛凛 身穿红色铠甲 红色的长发狂舞 那把暗红色的是神枪从天落 被那魁梧身影抬手一抓 就这样抓住了枪柄 七沙魔帝 看到那道身影 所有已经清醒过来的修士 都是纷纷身形一阵 眼神火热地看着七沙魔帝的背影 那道背影他们非常熟悉 就是他们以前见过的七沙魔帝 悬神初七 天机老人看到七沙魔帝的背影 不由的双目微微一缩 无比惊骇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七沙魔帝的修为 竟然达到了恐怖的悬神镜 要知道 他是因为融合了九天十地 他才逐渐获得了修为 他的修为 才终于达到了如今的悬神镜后期 可七沙魔帝在三年前 还不过是先帝初期啊 这才多长时间 竟然就跨越了先帝镜 混元镜 暗虚镜三大境界 直接达到了恐怖的悬神镜 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三天啊 就算是紫薇先帝和开明先帝这等 有着极后底蕴之人 在世界术之下 领悟了那么久的道运 也才勉强暗虚镜而已 而七沙魔帝 竟然达到了恐怖的悬神镜 这到底是什么逆天机缘 秦礼到底给他灌了什么十全大补汤啊 才能让七沙魔帝 在短短三年内达到了悬神镜 天机老人头皮发麻 此刻感觉秦礼更加恐怖了 就算是十大开天古仙 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吧 别说是他了 就算是先祖 也是瞳孔微微收缩 无比震惊地看着七沙魔帝 两年半前 七沙魔帝和白华先帝 其度按虚镜之节 那次的混沌之节 让先祖见识了秦礼的恐怖之处 但也知道 七沙魔帝和白华先帝 仅仅只有按虚镜才对啊 两年半的时间 从按虚初期达到悬神镜 这怎么看都怎么不可能 这世上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恐怖的事情 那可是悬神镜啊 在第一次浩劫之前 几乎只有先天生灵 才能达到的镜节 而现在 七沙魔帝 仅仅只用了两年半 就达到了这个程度 先祖感觉自己的世界观 也受到了冲击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为何七沙魔帝 进阶玄神镜 没有引动混沌之节 按照正常情况来看 七沙魔帝在 进阶混元镜和按虚镜的时候 都引动了混沌之节 那么 在进阶玄神镜的时候 必定也会引动混沌之节才是 可是实上 混沌之节并未降临 这有些诡异 问 而就在这时候 那玄神镜的域外邪魔出手了 他心红的眸子中 闪过一抹贪婪 死死地盯着七沙魔帝 随后那双眼睛里 飞出两道恐怖的红光 朝着七沙魔帝急迟而去 瞬间来到了七沙魔帝面前 可七沙魔帝 却怡然不惧 他冷笑一声 抬手就是指天一枪 恐怖的是神枪中 爆发出无比恐怖的气息 如同席卷长空的血龙 瞬间将那两道血光冲散 然后直奔那 玄神镜域外邪魔而去 苟日的 有老子在 你们赶出阵魔警 那就只有一个结果 七沙魔帝目光凛冽 散发着无尽杀鸡 那就是 死 血色长龙 完全由是神枪中的煞气 和弑神之力凝结而成 那煞气 不知道杀了多少生灵 才能凝结到这种程度 比玄外邪魔的邪气 还要恐怖 那玄外邪魔的邪气 完全无法抗衡 不过 他也明显并不畏惧 阵臂一挥 只见他双臂纷纷溃散 化作无数个正常人大小的邪魔 呼啸着冲向那血龙 可血龙却如同所向披靡的杀神 那些幻化出来的邪魔 完全无法抵挡血龙 给人的感觉 却是躺避当车 接触到血龙的邪魔全部溃散 彻底爆开 血龙瞬间冲击在那 玄神镜的邪魔身上 玉外邪魔发出一声 凄厉的嘶吼声 数百丈大小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溃散消融 片刻功夫 那玄神镜的玉外邪魔 就此消亡 而血龙也彻底消散 不过下一刻 七杀魔地身后 缓缓浮现了一个庞大的身影 那庞大的身影数百丈大小 赫然就是刚才被血龙 吞噬掉的玄神镜玉外邪魔 谁也没想到 玄神镜玉外邪魔并未就此死亡 而是依旧还活着 小心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惊呼一声 想要提醒七杀魔地小心 可看起来已经迟了 在那玄神镜玉外邪魔出现的瞬间 他巨大的手掌 已经落在了七杀魔地身后 庞大的手掌 直接将七杀魔地覆盖住 七杀魔地魁梧的身躯 在玉外邪魔巨大的手掌之下 就像是蚂蚁一般大小 看起来随随便便都能将其捏碎 精神值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 七杀魔地仿佛早有预料 回身一枪指出 那是神枪竟然在这时候 竟然化作一根手指 那手指上下血红 足有数百丈大小 瞬间就将那玉外邪魔的手掌给动穿 接着那根手指 以恐怖的速度 朝着玄神镜玉外邪魔的身体 破空而去 手指速度极快 这次连玄神镜玉外邪魔 都来不及反应 那根手指 就洞穿了玉外邪魔的眉心 那玉外邪魔浑身一颤 呆愣在原地 这一次 他并未消散 而是双眼中的星红之色 在这一刻迅速退散 数百丈大小的身躯 在众目睽睽之下轰然倒下 震得整个大队都在疯狂颤抖 不知道砸碎了多少尸骨 那玄神镜玉外邪魔 就这样彻底死在了七杀魔地手里 再也无法站起来 随后 那根手指 恢复成是神枪的模样 倒飞而回 落在了七杀魔地手里 何为是神枪 并不是说 这把枪能够是神 实际上 这世界上 也没有神的这个说法 是神枪 之所以被称之为是神枪 便是这把枪 能够杀死玄神镜的存在 玄神镜 又称之为神王镜 是神枪能杀玄神镜 自然被称之为是神枪 这也是 当年魔祖能够凭借这把枪 叱咤风云 纵横整个九天十地的原因 哪怕是先祖 也对魔祖极为忌惮 或者可以说 他忌惮的并非是魔祖 而是魔祖手里的是神枪 而现在 恐怖的是神枪再次现实 展现了其恐怖的杀伤力 不过这一次 是神枪对准的是玉外邪魔 是整个九天十地的敌人 先祖看着那把是神枪 火热的眼神逐渐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苦涩 秦里早就跟老子说过 你们这些狗杂碎 不是那么轻易 就能杀死的 真以为老子那么容易被哄骗 七杀魔地不屑地说道 秦里叫我来此地阻截你们 那可不是毫无防备的来 先祝福将我们来自驳 稳编门